求生游戏开启 所有被拉到 这世界的智慧生物都是玩家 夜九 末世中的独行者 别人都说 这世界活得太艰难 它却在这里活出了幸福感 没有污染的清新空气 香甜可口的水果和粮食 不会带有副作用的新鲜肉类 对了 你说 这世界一直不间断出现的天灾人祸 在安逸舒适的日子里 总是需要一些小波动 来增添点新鲜感 幻术 穿越 易世界 夜九察觉到 周围空气突然变得清新 迅速地转移视线扫过周围 意识高度警醒 防备着周围可能出现的袭击 上一刻 他还在丧尸群里 杀个几进几出 只为了多打点丧尸金盒 继续提升实力 可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就来到这种荒山野岭吗 这山 是真的荒凉 小山坡上 只能看见细细书书的几根枯草 以及满目结实的灰褐色地面 身体损伤修复完成 玩家投放至10089区8898号位置 生存游戏开启 此生存游戏分为12个阶段 活着度过第12阶段的玩家 可以在通关之后 提出一个奖励需求 可选带实力重回过去 带记忆或实力重启人生路 等各种人生新选择 每位玩家都拥有一个属于你的房子 安置房子才能开启第一环节 家园建造 此环节 家园所处之地无危险事件 后续环节会逐渐加大生存难度 7天后 开启第二环节 玩好的个人家园 只能由玩家本人进出 外来者只能打破家园防护闯入 徐玩家自行探索 温馨提示 所有智慧生物皆是玩家 生存需谨慎 且活且珍惜 每天24小时 6点至18点为白天 18点至6点为夜晚 毫无感情的机械合成因 讲述着这个世界的一些基础信息 生存游戏 闯关模式 夜九对于自己 突然被投放到一个游戏世界 只是稍微的疑惑了一下 然后就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和他之前待的末世相比 还真不好说哪个更危险 生存 开局搞建设 这算是比末世更友好了 毕竟末世爆发之后 就是随时可能被杀 完全没有流出一丝一毫的缓冲 和准备时间 至于说的通关之后 可以选回到过去什么的 不回去 不管实力能变得多么强 都绝对不能回去 还是先看看 这个游戏世界是什么样的吧 目前已确定 空气干净 浑身清爽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 男21岁 身体状态 健康体内过多的暗物质能量 已在修复过程中被消耗 保时度 65%饥饿时 你会有感觉 但最好不要吃撑 吃撑了也算负面效果 体力值99%修复过的身体 除了心情不稳定 暂时没有其他的消耗 身体强度 10倍暗物质摧残过的身体 修复之后 比一般人要更加强壮 精神强度 10初时属性最高就是10 不用怀疑 你的精神力被压缩了 特殊属性 异能雷系一级 你的雷属性有点奇怪 是因为喜欢暗物质 装备 新手无属性三件套 只会存在一天时间 你最好早做准备 资产尚未放置的初时小屋 打开包裹栏就看到了 找个喜欢的地方 安家去吧 包裹栏十分之二 初时小屋人类 生存手册 眼前出现的屏幕上 打开的第一页 就是夜九的个人信息界面 各项信息都能看得懂 可每条信息都自带的吐槽 看得夜九有点尴尬 他的异能 被恢复刚觉醒时的状态了 抬手试了试 手心里挤到雷光闪过 就这个攻击强度 就算是要杀鸡宰杨 都必须要进行弱点攻击 才有可能成功 而他异能被削弱的原因 是判定他的身体 遭受了暗物质能量的侵蚀 所以抽取这部分暗物质能量 给他修复身体 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说暗物质能量不好吧 被评定为不好的暗物质能量 却又拿来给他修复身体 可既然都是用暗物质能量 来修复他的身体了 为什么还要再来吐槽 他的雷系异能不正常 这游戏面板 是加了多重的吐槽属性 才制造出来的 初始小屋 选择喜欢的地方 叶九虽然被这个属性面板 给刺激了一下 可以只是嫌弃一下 并不影响他要做的事 第一步 先让自己安顿下来 这样才能开启 有着游戏世界的第一个环节 在心底默念包裹 半透明屏幕上的个人信息消失 化作人形图标 出现在左侧竖排的第一个位置 打开的信息界面 也自动地切换到了包裹栏那一页 包裹栏开启了十个格子 一个极其潦草的小屋模型 就在第一个格子里 第二个格子里面 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这是生存手册 拿出生存手册在手里 只有上下的书封 以及中间的一张纸 好奇地打开看一眼 6点进入生存游戏世界 6点0分06秒 初始个人属性面板 看一眼记录的信息 是叶九在进入这世界之后 都做过什么事情 只是一个记录册 不是他以为的任务信息 或操作提示 暂时先收起来了放着 进入游戏的时间 是卡在夜晚 转成白天的那一瞬 时间还很早 可叶九觉得 做事要尽量趁早 现在是需要寻找 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这个简陋的小屋放下来 脚步加快 迅速来到了小山包的最高处 夜九看着周围 寻找合适的安全放置区域 可周围都是一样的情况 每一个小山包 都有十几米的高度 没看到任何的数目 视线所及之处 都是跟他脚下一样的 平级荒芜 根本没得选 还是在这里吧 夜九现在有些猜测 这游戏世界 很可能就是按照 模板复制堆叠的 要不然 不可能所有山包 都是一模一样 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 在这个 其实不算是特别平坦的山头上 将初始小屋模型拿了出来 小屋的模型拿出来 只有一个拳头大小 被透明的空气球包裹着 与此同时 他的眼前 出现了一个虚拟的构造图 半透明的房屋框架 让他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个四处漏风的小茅草屋放下时 会是什么样子 略微地调整了一下 房门的方向朝南 确认了放置完成 初始小屋已放置 玩家成功开启第一环节 家园建造 求生世界第一环节为期七天 此环节期间 玩家家园所处环境为安全模式 安全模式下 无灾难无机遇 玩家需求的所有生存资源和建设资源 都可以从副本内获取 玩家家园区域已锁定 玩家交易市场已开启 玩家聊天频道已开启 玩家副本界面已开启 就在占地食品的小茅草屋落地时 一系列的信息提示也冒了出来 这房子可侦破 果然是游戏设定 还要去刷副本 夜九看着左侧多出来一排标识 再看看自己的房子 对于接下来的采集 有期待 也有些担忧 当前是安全环节 可安全也代表着无资源 那有资源的副本是不是旧 这游戏名字直接叫生存 就知道 是不可能有绝对的安全阶段了 摇摇头将想到的一些信息 暂时收敛 继续盯着新的分类进行查看 切换到玩家交易市场 目前没人去副本采集归来 自然也没有可以挂上去出售的 看一下物品交换界面的信息标注 只有两条规则 规则一 必须在家里面 才能进行物品的出售和购买 规则二 继售超过24小时 会被无偿回收 当然 玩家是可以在回收之前选择取回 只要玩家自己注意时间 就不会出现任何损失 可如果是玩家自己忘了 被回收的物品 也是不可能再找回来 10089区聊天频道 每一次发言时间 需间隔15分钟 打开了聊天界面 最先弹出来一条通知 停顿了三秒钟 才进入到10089区的聊天频道里 真热闹啊 夜九看着的迅速跳动的聊天内容 感觉玩家们对现在的环境 似乎是兴奋居多 180 求一口吃的 我在来之前 就饿了三天了 再不吃饭 真的要饿死了 大家都是人类 你们怎么能看着同胞在刚开局 就被饿死荒山吗 7771 求个姐姐陪伴 母胎单身18年 求个姐姐 在新世界相伴度过后半生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饭你吃 活我干 4404 求个弟弟 母胎单身28年 求个弟弟 在新世界相伴度过后半生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饭你吃 我吃你 330 求个 1090 楼上几个 你们够了 就算没有禁言和举报 但你们能不能聊点正事 不要污染大家的聊天氛围 现在谁都见不到谁 也没好友私聊 你们求个求啊 179 看个热闹呗 人家都自毁形象 娱乐大家了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求个副本搭子 6点10分 申请采集副本 有兴趣的走一波 采集副本里面肯定有吃的 1122 副本 副本 采集副本有没有趣的 抓紧时间走起 再不努力 难道等着像某些人那样伸手要饭吗 重点 在这世界要饭 是会饿死人的 聊天频道很热闹 夜九看了几眼 确定除了喊着去副本的 其他人都是在闲扯 再次切换 打开了副本界面 他也看到了两个显示 可进入的副本 1级采集副本 副本危险等级1-3级 进入副本 可采集食物 材料 种子 配方等 1级狩猎副本 副本危险等级1-3级 进入副本 可狩猎植物或动物 可获取材料 食物 植物种子 动物幼崽 配方等 两个1级的副本 每天只能探索一次 危险程度1-3级 这个危险等级 具体是什么概念 夜九感慨一句 就暂时关掉了操作界面 抬起头看着以后 就是家的茅草屋 开始思考 自己要先去哪一个 关于危险等级这方面 目前没看到玩家讨论 也没有详细的信息解释 未知 才是最麻烦的 初始小屋 初始赠送的小屋 虽然现在是安全期 但你应该不想在7天后 沦为食物 摇摇欲坠的破旧茅草屋 在夜九伸出手 碰触到勉强算是 茅草帘子的这扇门时 这个小屋的信息 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别说是一级的灾难了 就是没灾难 都已经快破碎了 夜九走进门 站在屋子里看向周围 越看越觉得 这房子才是目前最大的危险 总共10平米的范围 头顶上 还有两个脸盆大的破洞 破洞周围 是散乱下垂的断裂茅草 在周围的四面墙上 也全都有着一到两个的破洞 唯一的好处 大概是视野效果比较好 不耽误在房子内部 也能很好地观察外面情况 虽然知道 是为了催着他们 努力干活 不要偷懒 可这种模式的房子 真不用的 采集采集 这就去采集 站在这个超级简陋的家里 看了看 夜九心情忧伤地叹了口气 经历过漠视的他 没有太多的想法 能有吃的喝的 就已经可以有幸福感了 所以 努力吧 意念操控 屏幕上出现了副本界面 开启一级采集副本 当前副本危险度 一至三级 经检测 玩家实力 不足以对抗三级危险难度 无法单人前往 可选择多人模式 多人副本模式下 玩家随机进入副本任意区域 玩家自由行动 玩家死亡后 无物品掉落 单人采集模式 是灰色不能选择的状态 玩家 最好不要遇到 夜九看了看提示的信息 还是点了前往 多人副本已开启 当前副本人数时 副本内可采集物品 一千斜当一千 可随时选择退出 点了前往 就瞬间开启 一行字体 在屏幕上闪了闪 夜九只来得及看清楚 那行字是什么意思 下一刻 就换到了一个草木茂盛的区域 在这里 有山有水有树林 它所在的环境 就是树林里 周围是一些比人粗了很多的大树 还有地面上过于浓密的杂草 伸手折一根树枝 好几棵青草 结果 全都显示不可采集 手里拿着的那些 也无法收入包裹栏 这么惨 夜九将杂草扔在地上 人已经抬手一抓 拽着粗壮一些的树枝 跳到了树上 地面上的青草 都有半米多高 走在里面 会感觉非常的危险 还是从这些 基本能看清楚的树干上移动 会更加有安全感 不能采集 就选个方向迅速的移动 刚走过两棵树 夜九就看到了前方树下 草丛里很显眼的一个木箱 木质宝箱可开启 木箱长一米宽半米 高度也有半米左右 不管是在树上还是树下 都是一眼就能看见的 在木质宝箱上面 还显示着可开启的字样 试试看 夜九虽然没发现 周围有什么东西 但还是随手在树上 掰了一节细长的树枝 将树下半米多高的草丛 都敲了几遍 确定了没有什么异常之后 他这才靠近了一点 走到了宝箱上方 夜九用脚尖勾住了粗树枝 倒吊着伸出了手 一只手捏着树枝 继续在宝箱周围扫过 身体紧绷 随时撤退 在那些草都压低了 也没出现其他变化时 这才用另一只手 去打开了那个木质宝箱的盖子 开启木质宝箱 粗布裤子白加一 装满水的水 带加二 面包加二 一个木质宝箱 开出来了五个物品 在木箱盖子打开后 每一个物品都是缩小之后 被直进五厘里的空气球包裹 这些物品 是飘在箱子上方一米左右的位置 还有些非常缓慢的轻微浮动 包裹着装备的那个空气球 散发着白色的光芒 水袋和面包 可能是因为不具备品质标签 所以那四个空气球是透明的 夜九的手指挨个抓住 抓到的同时 就收到了包裹栏里 收完之后 再看木质宝箱的位置 那个箱子 在物品被全部收取之后 已经消失不见 确定没有遗漏 夜九翻个身坐在了树干上 粗布裤子白 保暖加五 防御加一 磨损度100 斜荡100 粗布裤子拿在手里 夜九看了看属性 靠在树干上 就换了装备 虽然是粗布的裤子 但也比身上这个新手套装 要好得多 毕竟是带品质和属性了吗 换好了新裤子 换下来的新手裤子 直接缠在腰上 当个没什么额外效果的护腰来使用 再次的看一眼副本信息 他采集了宝箱的时候 也是同时减少过一个数字的 所以 这宝箱也算是一个可采集物 但不只是他自己采集 还有不确定是什么类型的 另外9个玩家 都在这个副本里 忙着搜寻和收获 在他开个宝箱 和换裤子的时间里 可采集物 已经从1000 减少到993了 换好了裤子的夜九 依旧是没有跳到树下 他顺着刚才的方向 继续从交错的大树上移动 一边走 一边不停地观察着周围 尤其是树叶浓密的区域 更是得多看几眼 虽然这么小心 也可能会有些多余 但他更清楚 自己现在的弱小实力 根本无法应对过多的危险 他能活着来到这里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他一直都相信 机遇与危险并存 不是不能冒险 而是在遇到好东西的时候 更要尽可能地小心再小心 成熟的姜果 可采集 在树上走了一段 夜九观察着周围 尽量地往树林里 不太显眼的地方移动 在走过几十棵树之后 前方有几棵灌木丛 分散着十几棵小指指度 那么点到红色果实 姜果 能解渴 吃一棵 也能增加一点的保实度 姜果加一 姜果 姜果加一 姜果种子加一 在夜九观察一圈 树枝扫过周围 确定没危险 就迅速地进行采集 在一个个姜果增加的提示信息里 一条不太一样的信息 让他多看了几眼 在把十几棵姜果都摘完之后 这才靠在树干上 打开包裹栏查看 姜果种子可种植 需种植在一级 及以上的土壤环境里 种子很小 但也在包裹栏里 占据了一个单独的位置 目前 夜九的十个包裹栏 已经只有五个空余位置 不知道包裹栏位置怎么扩充 现在这情况 如果东西再多一点 就得把这些小的拿出来放在身上了 夜九非常确定 包裹栏是太少了 看了看包裹栏里的东西 拿出那个随时记录他 做了什么的生存手册 直接揣在了怀里 等了一会儿 没显示丢失或者损坏 他这才再次地收起来 准备等包裹栏不够用的时候 就拿出小的物品 往衣服里装 这个宝箱 危险 又走了十几分钟 夜九站在树上 再次看到了一个木质宝箱 只是 这次都不需要靠近观察 他隔着二三十米 已经闻到了一种 过于明显的香气 香气有毒 正从那个木质宝箱的周围 范围性地扩散 隔得远了 散发出来的香味会淡化 毒性也就不是很明显 但它还是稍微的 有一点点的感觉 若是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靠得太近 就可能出不来了 先看看周围 夜九想要拿到宝箱内的物品 但他又确定 自己现在的身体 扛不住那些毒素的侵蚀 有几分不甘心 但他还是迅速跳到旁边的树上 准备寻找新的可采集物 玩家 在绕过几棵树之后 夜九听到玩家走路的声音 停下来 迅速回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上 把自己藏在了一个较为隐蔽的区域 透过树叶的缝隙 他看到了一个身材瘦小的玩家 正在草丛里半蹲半爬的隐蔽前行 只要不出什么意外的吸引 这个玩家前进的方向 就在那个木质宝箱的附近 而这一片树林里 并不存在其他能吸引到玩家的东西 所以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夜九开始期待了 宝箱 我就说 这一段路怎么会干干净净 还以为是有人从这里走过一遍了 原来是有好东西在前面等着 在发现了木质宝箱的时候 那人瞬间站了起来 两眼放光地盯着宝箱 发出了得意的笑声 不知道是没闻到 还是闻到 但忽略了花香 这人看见宝箱就脚步加快 在靠近后 这人毫不迟疑地直接伸手 把木质宝箱的盖子掀开 就在他掀开盖子的同时 大笑的声音戛然而止 玩家的身体 在瞬间陷入了僵直麻痹状态 与此同时 一只只的小虫子 从地下钻了出来 密密麻麻的虫子 如同黑色雾气那般 迅速地缠绕上 毒虫再几秒时间 就从脚下爬到脸上 然后顺着五官七窍钻了进去 真可怕呀 夜九看着这一切发生 就算经历很多 也依旧觉得浑身发毛 之前见到类似的情况 但那时候 他亦能比较强 至少在当时的环境里 掉进去也是能保住命的 可惜了 现在的他 异能已经被削弱到最低 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提升 这世界应该是没有丧失的吧 或者 某个环节 或者是某个副本里 可能会出现 三级辅毒虫 站立值130 食肉 吸血 剧毒 毒虫从那具尸体上钻出来 在夜九继续盯着看的时候 显示出了一条标签信息 具有麻痹毒素的花朵 高站立值速度 快且有剧毒的虫子 真是可怕的陷阱 那边是肯定不能过去 可开启的木质宝箱上面 飘着的八个小空气球 对玩家来说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个装了水的水袋 这个水袋是皮料的 一袋大约是一斤左右 四个面包 每个都是完全一样大小 应该是四两 这两种 夜九自己也有几个 所以 并不足以让他明知危险 还去惦记 除了这七个 还有一个散发着白色光芒 飘在那里的一张纸片 虽然没拿到手里 不确定是什么配方 或者图纸 可这张纸 真的非常吸引人 试试看吧 有危险就抓紧跑 夜九重新回到宝箱的正对面 还特意隔出了二十多米的距离 他决定再想想办法 把装着那张纸的光球弄到手 光球是飘着的 玩家靠近 就可以用手拿走 但如果是有什么外来物体的碰触 他也是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现在 夜九拽下一节节的树枝 试着团起来编几圈 把树叶什么的 都卷在里面填充 过了十几分钟 在他终于团出了十个无属性 而且很不规则的圆球石 那边的虫子 也早已经进食结束 回到了土里 树下的青草 没什么变化 只有灰色的枯骨 散落在草丛之下 站在高处 能勉强看到些许痕迹 希望投掷精准度方面 没有给我清零 夜九在心底给自己打气 捏起一个球 现在两手换着扔了扔 试试手感 感觉还行 他瞄准了方向 用力地把球扔了出去 碰 树枝扭曲的球 砸在树干上 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虽然制作工艺不太行 但也还是有着些许的反弹力 球弹起来的时候 运气不错的 直接撞在那张纸条上 那个包裹着纸条的光球 被撞来的力道 推开了两米多远 这个结果 已经超出了夜九的预期 他抱着其他的球 看了看角度和方向 走到了旁边的树上 现在 那张纸条 已经离开了那棵树下 他去到旁边 直接用球 砸向那张纸条 中了 直线砸出的球 力道自然是比反弹时 中了很多 在砸中之后 那张纸被带动着 向另一个方向移动 走在树上找角度 手里的球 一次次砸出 继续把那张纸 往远处推 一个球砸过去 有时候推出两三米 有时候能推个四五米 因为光球是飘着的 它是一种浮动的状态 所以 这个还真不好掌握 麻烦了点 但还是在夜九的不懈努力下 向着他期待的位置移动 等十颗球全部消耗完 这个光球 已经离那个木质宝箱 有三四十米远了 再次的倒掉在粗一些的树枝上 夜九伸手抓住了那张纸 翻个身回到树上 然后抬脚向着远处转移 刚才砰砰砰的一顿杂 附近 不管是有玩家 还是有什么隐藏的危险 都可能会过来看一看 所以 先躲起来再说 虽然过程麻烦了点 可这一通忙活 真的是值了 一级木屋建造图纸 消耗图纸与材料 可自动建成二十平的小木屋 所需材料 一级木材五百分 一级绳索二百分 想要有个安稳睡觉的地方 房屋是必需品 现在 有了这个图纸 只要再找其所需材料 就可以回去建设一个 更加安全舒适的房子 你确定刚才没听错 这边真的有人 我确定 刚才那种动静 绝对是人搞出来的 我跟你说过了 我的特殊能力 就是听觉 我知道你有特殊能力 我是说 你能不能听出来人在哪里 你看这边什么也没有 会不会是采集过去的玩家猫起来了 说不定是在等着偷袭咱们呢 这边没有活人 不对劲 你看那边 那是什么东西 飘着的球 里面有东西 小心点 两个玩家小心地观察着周围 走到了那个木质宝箱的附近 尸骨被杂草遮挡 只能看到开启的木质宝箱盖子 以及飘着的那些水和面包 不要去 那边绝对是陷阱 要么是人为的陷阱 要么 就是那地方有危险 开箱子的人 已经死在里面了 两人的其中一个 把另一个想靠近的拦了下来 在他们对视几眼 小声地讨论了危险程度后 两人跑到附近树上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就迅速地离去 看着他们离开 叶九也悄悄地顺着树上 从另一个方向越走越远 虽然拿到了房屋建造图纸 可材料还是需要多费些心思的 木质 绳索 如果是自己拔草凝绳索 他还能尝试一下 可这些青草杂草是不能采集的 若是都需要开箱子获得 那可就费劲了 至于木财 五百个 想想就难受 树林里待了半个多小时 他都没见到一棵能采集的树木 就算遇到了可以采集的树 他也没有砍树的斧子 顺着一个方向从走到跑 直线走了三四千米以后 叶九终于见到了 可采集的树木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片斜坡 斜坡上长满了高约十米 直径约有十厘米的树木 这些树上 都显示着半透明的一级树木 和可采集标签 没有斧子 怎么砍树 用石头砸 叶九先爬到树顶观察一圈 确定没发现其他玩家 这才回来盯着这片树林 思考该怎么获取 这片树林的地面上 没有杂草 都是一些散乱的石头 观察之后 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危险 斜坡 树木 大石头 不管怎么看 在没有其他道具的情况下 就只有一个采集方式 只有五个人了 叶九关掉包裹栏界面 切换到维尔能开启的副本那一页 目前在这个副本里的玩家 还有五个 除了之前确定已经死去的那一个 其他的四个 不知道是走了还是死了 不管是哪一种 现在他都要抓紧时间了 谁让他需要木材呢 从树上跳下来 叶九来到了一些大石头的周围 开始寻找下手的方式 想要推石头下去砸树 就得找能推得动的 像某些半截 甚至是多半截 都埋在土里的 肯定不行 在走了几圈之后 叶九看上了几十块 有前有后的大石头 又一次挨着检查过 并且对比了斜坡上的树木 密集程度以后 叶九开始对着一块 在比较后方的石头下手 以他现在的力气 就不要想着 直接用手推了 所以就要想想办法 前面一些会成为支撑点的石头 撤一撤 后面该填的填进去 石头蝎子能用的都用上 用不上的 想办法用上 围着转了很久 在经过各种调整 计算之后 这块能带走一大片的大石头 终于在连挖带桥的折腾下 动了起来 碰 动 动动 碰碰碰 大石头倒下去的时候 撞到了前方的石头 这一波冲撞滚动 直接就带下去了十几块巨石 叮光乒乓一顿响 山坡上的树木 根本拦不住这些大石块的冲击 一连串的树木 都被砸没了 显示可采集的树木 在被砸坏之后 整棵树都会消失 只有一份份的材料 飘在离地一米多高的空气中 一级木材加一 一级木材 一级小树苗 加一 叶九去到山坡上 伸手碰触一个个的白色光球 每一个都在抓住之后 直接转移到包裹栏 这个斜坡从上到下 大概能有上百米的距离 这些可采集的树木 掉落材料很随意 现在要捡起来 是这里一堆那里一个的 在叶九顺着斜坡往下走 挨着一个个的收起来后 这一趟就收获了183个一级木材 还有三棵一级小树苗 这一波的收获 真过瘾 这些都收好了 叶九再次地跑到斜坡上 先去到树顶观察一下 确定没人往这边来 才再次跑去撬石头 所有能够被撬动的大石头 都被它推了下去 只是 石头单独滚落 砸到树木掉落木材的数量 就少很多了 等到山顶上 已经没有了可以撬动的大石头时 叶九的包裹栏里 一共存下了231个木材 还有四棵小树苗 一级小树苗 可种植 需种植在一级级以上的土壤里 种植后 可增加绿化值 可成长后 砍伐收获木材 绿化 荒山改造 叶九找了个方向 迅速地转移 一边走 还一边思考着 关于这个绿化值的事情 荒粮到杂草 都枯死的环境 想要直接种植 肯定是不行 需要有等级的土壤 种植搞绿化 这不就是让他们这些玩家 来建设荒山的吗 这个游戏设定 除了死亡率高了一点 其他方面 都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是仅限于 这七天的建设时期 因为现在还不知道 七天之后的第二阶段是什么 奖励越大 也就说明 能达到那个阶段的玩家 会少之又少 生存游戏 听起来就知道 是跟危险关联到一起的 采集数量不多了 这数字 和那些数目能对上 叶九在附近转了几圈 没找到可采集物 救了下来 这个附本的采集数量 在刚才 又突然的快速降了一波 应该是有其他玩家 找到资源点 然后进行了一波清理 用他超级好的记忆力 回忆了一下 那个山坡上 剩下的一级数目 刚好就是目前剩余的 可采集物品数量 所以 除非他回去 继续折腾那些数 在稍微的犹豫了半分钟后 叶九选择了退出附本 附本已退出 随着提示音响起 叶九再次回到了 他的破败茅草屋里 还是家里能让人安心 虽然这个房子是侦破 叶九从副本退出 下一刻 就回到了自家的房子里 坐在地上 背靠在 还挂着散碎杂草墙边 累了半上午的他 拿出一个面包 和一袋水 慢悠悠的小口进食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半 在这四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他的精神 一直都保持在高度警惕的状态 保时度降到了30% 他自己也感觉出肚子饿了 体力值 还有37% 现在一边休息 一边吃东西 放松下来 就慢慢的有了些许的回声 家里没有什么需要做的 因为现在建不起房子 也栽不了树 夜九在缓慢吃东西的时候 打开聊天频道 准备看看 其他玩家都聊些什么 这一次 打开的聊天频道 气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早上的时候 兴奋居多 各种喊着去副本的 或者真真假假的喊着 要什么求什么 现在 10089去的聊天频道里 已经吵起来了 9689 玩家互杀怎么了 这些喊着 不能杀人的 你们会把自己需要的东西 拱手让人吗 那些说遇到东西商量着分的 我有能力全拿下 我凭什么要分给别人 9909 要我说啊 没必要搭理那些人 说不定就是在副本里杀了玩家 出来之后 又说一些不能杀人的话 万一真有傻子性了 到时候 谁手慢了 谁死呗 180 你们不要吵了 就这么一点点的小事 吵什么吵啊 问一下 有没有去狩猎副本的 能送我块肉不 我现在饿的呀 生肉 我都完全可以接受的 121比180你 歇着去吧 上一句你还说饿的两眼发昏 省点力气多活一会儿 不要看聊天信息了 发信息 会浪费你的生命力 9000遇到玩家肯定都是要小心的 但还是尽量不要下死守 咱们是10089区 也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区 要是咱们的人数降得太快 万一在以后出个区域对战 咱们就打不过别人了 54楼上9000真实的大聪明 你都说有那么多的区了 那你怎么就知道 咱们在副本里遇到的玩家是哪个区 你怎么就知道 杀的一定是咱们这个区的 真是什么人都有 搞不懂不要乱说话 副本信息里从来都没说 只能咱们一个区的参与 1230好像有些道理 那就是说咱们杀的玩家 可能是其他区的 392也有可能 某些自称差点被杀逃出来的 遇到的可能 本来就不是咱们这区的人 220不管是不是咱们这个区的 只要大家都尽量和平解决 自然就可以慢慢转变成 和平稳定的发展模式了 109某些垃圾抓紧时间闭嘴吧 你想死就自己去送死 不要喊着 让别人老老实实去送死 能不能不要出来恶心人了 3123就是讨论一下 和平了才能有更大的存活几率 你们怎么这么暴躁 那可是人 咱们是同类 你们怎么下得去手 聊天频道 真热闹 夜酒吃了半个面包 喝了半袋水 把剩下的都放在包裹栏里 换个角度 躺在地上枕着手臂休息 看了一会儿聊天频道的信息 除了某些疑似故意闹腾捣乱的 其他人都是在说着 关于玩家相遇 是否在第一时间下手的这个话题 曾经 他幼年时期 确实是被教育着 不能对他人造成伤害 可当末日降临之后 几乎所有人都在瞬间明白 下手快才能活下来 才可以得到更多 末世之初 好像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话题 但 谁提谁死 强者 不需要和平 因为强者只需要考虑 自己要什么 只有弱者 才会处处祈求别人的手下留情 所以 任何一个团体 都不会留这种实力弱小 还喜欢去给他人 制造麻烦的祸害 狩猎副本 休息一个小时 中午再去 夜酒看看自己缓慢恢复的体力 视线透过房顶的洞 看着平静的天空发呆 在他21年的人生里 从来没见到过 如此晴朗的天空 刚才喝的水 也是他过去没尝过的 甘甜清爽 就连面包 也都带着粮食的香味 从小 他看到的天空是灰蒙蒙的 水是掺杂着各种 进化后的药水味 以及器材的铁锈味 食物是需要各种化学调味品 来让人提升食欲 现在他突然就有些明白 为什么自己之前的身体 会被判定为 需要修复 才能继续使用 因为 他从胚胎时期 就开始适应了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说 或许只是各种各样的垃圾 要不然也不会吐槽他的雷系异能不正常 可他使用异能两年多 真不知道暗物质能量是什么 是因为他的异能破坏力 比大部分同属性的人更强 可雷系本身 不就是破坏的吗 虽然有些人说 雷系是进化 可大家都不是傻子 进化的渣都不剩了 这就是破坏 在过去的时候 他的异能跟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除了破坏力更强一些 而且还 不挑食 那时候 都是汲取金和能量 来强化异能 其他人的异能 都需要无属性 或者是对应的属性 而他 什么属性都吃得下 现在看来 他能够什么属性的金和能量 都可以吸收 就是因为被吐槽过几次的暗物质能量 暗物质能量 到底是什么 感觉这非常重要 会跟自己未来的成长有关系 可是 真的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 完全没有头绪 不管了 刷副本去 夜九躺着思考了很久 感受着阳光透过房顶破洞洒下来的温暖 差点就这么睡着了 迷迷糊糊的看着聊天频道 聊到有人说 狩猎副本就是一些普通的禽畜 还有在那个副本开出了武器的 武器 肉 原本的困意散去 夜九从地上跳起来 迅速把刚才放着的半瓶水 和半个面包吃完 保实度和体力值都到了90%多 他又将包裹栏里的其他物品整理了一下 全部挂到了技术上 一枚浆果种子 换100个装满水的水袋 这兑换比例绝对夸张 不可能卖得出去 所以只要他记得取回来 这交易市场就能当临时的仓库来使用 当然也有前提条件 在进行这些上架或取回的操作时 玩家必须在家园之中 去到了副本之后 玩家只能看见包裹栏和副本这两个页面 其他的那些根本打不开 全都挂上比较离谱的价格 包裹栏瞬间清理干净 只是玩家的生存手册挂不了 夜九试了试 这个手册就算是放在家里的地上 也会在他离得稍远一点时 化作光芒消散 并自动回到他的包裹栏 除了这个必须占一个位置的 夜九最开始还考虑 要不要把木材留在包裹里 怎么说 也是能建造房子的木头 而且 那些树本身挺大的 遇到危险 拿出来能当个临时的武器 可惜 想法很美好 但这个世界 并不允许玩家卡这种bug 当他取出来一根木材之后 是在他的手心上方 散发着白色光芒的一个空气球 就跟之前捡起来 装在包裹栏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状态 一级木材 白色品质 长5米 直径10厘米 基础材料 看着只能拿来制作 不能拿来当武器的木材 夜九就只能把这231根木材 全都挂在了技兽上 设置了个600木材才能交换 然后就关掉了交易界面 东西都已经清理出来 夜九活动下双手 手指尖雷光闪烁 接下来 他打开了副本界面 副本只有两个 之前的采集副本 显示着 今天已经完成 等明早6点之后刷新 而狩猎副本 开启一级狩猎副本 副本难度1至3级 狩猎副本 为多人副本 注意防范 来自其他玩家的攻击 多人副本已开启 当前副本人数时 副本内可狩猎生物 1000斜杠1000 可随时选择退出 副本开启 又是一瞬间就转换场景 夜九出现在一片 低矮的荒草区域 在它的前方 不到10米的位置 就有两只 正在吃草的一级兔子 因为夜九的突然出现 这两只兔子 全身僵住 看过来的红色眼睛里 透出非常明显的呆滞和迷茫 小兔子 要乖乖 灰毛红眼呆又呆 香拉爆炒惹人爱 夜九心底默念兔肉的美味 动作缓慢地蹲下来 两只手摊开按在了地面上 特殊能力使用中 请取名 雷 指尖的雷光闪烁 顺着地面冲向前方 取名什么的 夜九原本冒出的 异能狩猎兴奋感 瞬间被这个 提示给 打得细巴碎 特殊能力战斗技巧 命名成功 雷击中了一级兔子 造成麻痹失血效果 雷击中了一级兔子 造成麻痹失血效果 相同的战斗信息 刷了出来 这种信息提示 让夜九感觉更加的别扭 他真的很想问问 这个之前吐槽 现在又一次 中二的游戏操作显示屏 和提示音 能不能不要这么搞了 虽然内心吐槽 但不耽误他跑出去 把两只因为雷击 而麻痹在原地的兔子 拎起来捏断脖子 击杀一级兔子 一级兔皮加一 兔肉加一 击杀一级兔子 一级兔皮加一 兔肉加一 两只兔子被击杀 死亡的瞬间 尸体就消失不见 只留下两个飘着的空气球 和夜九手心里 拿着的两大块肉 两只兔子 全都是七八斤重 兔肉是兔子身上的大部分肉 去掉了骨头 分量很足 兔皮也是处理过的 柔软的皮毛 没有血腥味 以一种铺开的状态缩小 被白色的空气球包裹 需要使用一些技能 或者 要使用加工的道具 才能制作出物品 没有加工台 没有技能 没有配方 夜九看看手里的肉 若是能接受生吃兔肉 也是饿不死人的 但是 皮毛材料等有等级的物品 那真不是拿到手就可以用的 很好 继续 看一眼副本信息 可狩猎生物 九九八一千 还好副本信息里 没有排行榜 要不然 还得担心被挂出去的危险 它能带着雷系异能过来 其他在过去很强的人 也能带着其他的能力 所以 还是要悄悄地进行 能藏就藏 能躲就躲 能拿就拿 能杀就杀 心情很好 继续出发 支 在一棵树下 夜九拿着路上折的几根 扫把形树枝 动作迅速地按住了 三只正在啃树根的一级老鼠 老鼠在被按住之后 挣扎着叫了两声 应该是背下的 只是一两秒之后 三只老鼠反应过来 意识到 树枝伤不到它们 转头就露出泛着光的牙齿 一口下去 就把树枝啃得稀巴碎 就在它们啃树枝的时候 夜九蹲在地上 顺着地面窜出去的一圈雷光 已经出现在了 那三只老鼠的脚下 吱吱吱 老鼠被雷击麻痹了爪子 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没有武器 真费劲啊 夜九感慨的同时 已经抬脚连续地踩了下去 将这三只 约有一斤重的老鼠 脑袋踩扁 完成了这次击杀 击杀一级老鼠 一级鼠皮加一 鼠肉加一 击杀一级老鼠 一级鼠皮加一 鼠肉加一 击杀一级老鼠 一级鼠皮加一 一级鼠肉加一 三只老鼠 有两只钓的是 普通的小块老鼠肉 还有一只的肉 是带了等级的 一级鼠肉材料 没有写具体的信息 但这个被白色空气球 包裹的鼠肉 肯定是跟另外两块不一样 或许 等到未来 能够拿到一些配方 或者是做饭的工具 就可以知道 这些带等级标签的肉 是有什么特殊用处 收起了鼠皮和鼠肉 夜九继续在这片区域 小心探索 它现在猎杀了五只 在副本信息上显示的 可猎杀生物 还有9931000 不过 玩家数量 已经变成了8 消失的那两个玩家 是死了还是跑了 完全猜不到 二级急速狼 站立值85 加速 食肉 历齿 一只灰毛的野狼 正在一棵树下 警惕地看着周围 它刚才感觉到了 入侵者的气息 但现在还没有确定 入侵者的具体位置 在这只狼的旁边 一个灰扑扑的木质 宝箱上方 可开启 三个字的半透明标签 正在吸引着夜九的注意力 一级的动物 刚才看到的站立值 都是十几点 现在二级85 之前看到过三级的虫子 是100多 真就是连一击都扛不住的 夜九蹲在树顶上 思考着关于野外动物的站立值区分 在它的手里 抱着几只在路上摘下的花 类似于向日葵 但花瓣很大 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 但这不是可采集物品 所以不能收起来 就是这些香味很浓的鲜花 将它的气息遮挡 让这只野狼 无法发现它所在的位置 可它现在 虽然是藏起来了 它自身的身体强度和精神强度 两种都是十点 打站立值十几点 甚至是三十来点的动物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雷击麻痹之后 直接动手动脚 就能解决了 可当它面对的是85点站立值的狼 别说是用手捏脚踹来解决 可能连雷击的麻痹效果 都会被抵抗掉 嗷嗷嗷 感知到有入侵者 但就是闻不出入侵者具体位置的野狼 在焦躁的原地转了几圈之后 竟然是扬起脑袋 发出了委屈的一声狼嚎 糟了得高的 这狼在呼唤同伴 夜九跟这副本里的狼 是完全不熟悉 但它知道 狼呼唤同伴的叫声是什么样 但它现在这情况 肯定是不能动的 只要它动一下 对面那只狼 绝对是会发现 被盯住之后 就只有离开副本这一个选项了 虽然已经拿到了几张兽皮 和几块肉 可有收获 不代表它会愿意 现在就离开 这边有狼 就在夜九小心观察 想着该找什么时机绕开 去寻找新的狩猎目标时 它听到了 有玩家跑来的声音 不知道对方是 强到完全不拒 还是因为并不了解 狼豪有多可怕 竟然一边喊着 一边跑来 在看到那个玩家 跑到附近的时候 夜九低头将脸 贴在怀中的花朵上 无声地笑了一下 那是个身材瘦小的老者 到肩膀处的头发披散着 灰白的发色 透露着迟暮之态 在它的身边 是一只两米多高的白狼 在白狼的旁边 还有一只差不多大的黑豹 这白狼和黑豹 是玩家 副本里的动物 都带着等级和标签 这两位的上方和周围 什么都没有 小白小黑 去把那只狼杀了 来到了附近 那个老者停下来 盯着已经呲牙发出 闷吼的二级急速狼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是有特殊能力的人 兽与通灵 在到了狩猎副本之后 运气很好的 先遇到了白狼 试着安抚沟通之后 就乖乖地跟在他身边 随后又遇到了黑豹 虽然是让白狼 把黑豹打了一顿 然后才能老老实实地 跟他交流 但总归还是很听话了的 有了这么两个 超强的打手 他相信 自己只要在副本里 跟着捡猎物就可以了 阿乌乌 二级的急速狼 在看到三个入侵者 出现在面前时 心情更加地暴躁 在他看来 就是因为 有兽类和人类混在一起 才让他在刚才 失去了嗅觉和感应 尤其是那只狼 是他在第一时间 盯上的目标 狼群来得真快 夜酒贴在树干上 尽可能的缩小存在感 就这么站在高处 继续观察 在的位置 能看到很远 所以他看见了 十几只二级的狼 还有一只三级的狼 正从周围 迅速地往这边跑来 狼群汇聚不奇怪 但这些狼很统一地 没有发出狼嚎 跑起来 也都是在尽可能地 将声音放轻 就算不是玩家 也不能认为 他们会简单 夜酒现在走也走不掉 只能留在这里看热闹 所以 就一边看 一边有点内心活动 那个瘦弱的老者 还在下面喊着话 让白狼和黑豹 撕碎这只二级的野狼 可白狼跟黑豹 只是体型大 可他们也是玩家 玩家的身体强度 和精神强度 初始上线 都只能事实 之前躺在家休息的时候 看聊天频道 有人提过 说身体强度三 精神强度六 还被评价为 比较优秀 很多人说 自己也能在差不多的程度 还有很多人说羡慕 基本可以看出 大部分玩家 都只是普通人 而不普通的玩家 不管本来的实力是多少 都会全部被削弱到十点 也只能是普通玩家的两倍 当然了 限制的 只是进入着 世界时的身体和精神力 像是意识 技巧 习惯 知识等方面 还有自身具备的特殊能力 这些依旧是会保留下来 这个游戏世界 允许每一个人的特殊能力存在 但不允许玩家在一开始 就打乱了游戏的节奏 还真是 很期待 夜九看着下方的那个人类玩家 突然就把某些游戏的规则 理顺了 虽然他知道 自以为是 不一定就是对的 可这既然是一个游戏 总是要找出设定好的一些游戏规则 不违规 还能拿更多的好处 这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怕什么 去杀了他们 地面上的那个老者 再看到白狼和黑豹 竟然被一只野狼吓到后退 眼神愤怒地喊出新的命令 可惜 之前还听他画的白狼黑豹 现在已经退到他的身边 一前一后看着 像是 把他护在中间 在他们的周围 那些狼群 已经围成了圈 无声地刺着牙 等待着最佳的捕猎时机 让白狼黑豹 去跟前方的二级狼战斗 可白狼却在贴到他身边低头时 突然张嘴咬住了他的一条胳膊 突然地袭击 这玩家被惊到 迅速喊着 让旁边的黑豹咬死白狼 黑豹冲着白狼 呲牙发出一声低吼 张开的大嘴 直接咬在了这人另一边的肩膀 真惨 看着事情发展成这样 夜九内心又是一通感慨 在副本里遇到兽类 不动手击杀 却认为是可以驯化 真好奇 这玩家在之前是干训兽的工作呢 还是一想天开认为 兽类清净 就代表友好 都说人老成精 看来也是有真糊涂的 白狼黑豹都下口了 他们对视一眼 用力往各自的那一方 使劲拉扯 双方力量 估计是差不多 但咬的位置不同 所以 白狼嘴里只留下了一条胳膊 另外的多半个人 就被黑豹给抢走了 他们的目标就是猎物 这时候 也不管那只二级的狼如何 在抢夺之后 就转头冲着两边跑走 非自由状态的玩家 不能直接退出 夜久看着狼和豹子分开跑 奔跑中 有血在到处喷洒 能确定 那个玩家是逃不掉了 那人在死之前 眼神里的崩溃绝望 应该是尝试过离开副本 只是退出失败了吧 若是必须在没有被束缚 和限制的情况下 才能撤退 那以后 就要更加的小心了 这么大的一场闹剧结束 现在该他下去开箱子了 在白狼和黑豹下口撕药时 周围的狼群 都只是在围观 直到他们分开跑 那些野狼 才分成两步追了出去 就连那只原本就在这里的 二级急速狼 也参与了进去 这么好的机会 不去把就在前方的箱子开了 以后想起来 可是会后悔的 抱着的那些花 又还没到消失时间的裤子 缠在身上 两手抓着树枝试了试 迅速地靠近了那个箱子的上方 随后又抓住一根 能支撑到他回来的树枝 迅速下落 靠近了木制宝箱 手一伸 打开了这个宝箱的盖子 掀开之后 里面的物品飘出来 叶九迅速地伸手去抓 碰触到的空气球 全都收进包裹栏 麻烦了 退出副本 叶九本来是想 再去其他地方狩猎捡点东西 可他在听到提示音响起的时候 就没有丝毫迟疑地 直接选择了退出 以退出狩猎副本 回到了 看起来摇摇欲坠 但却是现在 最让叶九安心的茅草屋里 他直接原地躺下休息 嘿嘿 躺在地上的叶九 在大喘几口气之后 发出了在平时 绝对不可能有的傻笑 在他的眼前 是打开了的包裹栏界面 生存手册 兔肉2 一级兔皮2 鼠肉2 一级鼠皮3 一级鼠肉 面包4 装满水的水袋3 一级单人床制造图纸 二级幼崽狼王 前面那些都还算是平常 到了后面两个 才是真的惊喜 一级单人床制造图纸 学习之后 可在制作台进行成品制作 所需材料 一级木材5份 一级兽皮10份 床啊 能躺着睡觉的床 都已经不记得 具体有多长时间 没有在床上睡过觉了 很快的 等他房子建起来 下一个目标就是床 不过 让他迅速从副本撤出来的 是那个幼崽 从包裹栏里面拿出来 在这个闪烁着绿色光芒的空气球里 小小的狼崽子蜷缩着 只要不选择开启 就可以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二级幼崽狼王 可饲养在家园范围内 饲养的动物 无法背叛主人 动物性格 在饲养过程中随机生成 开启饲养之后 需要关注幼崽的健康度和保时度 幼崽成年之前 无攻击力 成长过程中 有概率突破晋级 幼崽需要养大了 才能具备攻击力 在成年之前 全靠玩家养着 不会背叛 是真的很棒 但这个性格随机 狼王 估计是活力十足 夜久看着不会背叛的标注 心情非常的好 从小就一直看到 周围人总是喜欢挂着虚假的友好 一次次在嫉妒和怨恨的驱使下 给其他人制造麻烦 后来长大一些 在学校里 见识过各种小孩子之间的算计 许多表面上各种好兄弟好姐妹 背后却洒播谣言说 对方是棒大款 钱都是老男人老女人给的 再然后 漠视爆发 丧尸横行 接触到的人都不可信 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 有危险的时候 绝对不会去保护别人 好在他的异能很好用 所以大部分时间 他都只是一个独行者 不会背叛的宠物 只需要每天给他准备些吃的喝的 这真的很好 非常好 获得宠物 二级狼王幼崽 宠物界面开启 二级狼王 幼崽生长进度1% 站立直1 保时度15% 健康度80% 喂食或陪伴玩耍 都有概率出现额外成长增幅 小狼崽从空气球里放出来 夜九的个人信息栏里 也多了一个宠物的分类 打开界面看一眼 这小家伙的属性是真的跌 但他只是幼崽 本来也没有什么期待 五 小狼崽出来后 自动认主 八长大的小崽子 毛色还不能确定是白还是灰 这小东西被放出来后 可怜兮兮的哼记着 小脑袋贴着夜九的手心 就拱来拱去的 疑似是在找奶吃 没有奶 夜九看着小崽子拱来拱去 找不到吃的 就发出惨兮兮的叫声 手指轻轻碰了下 这小家伙的肚子 要给他准备吃的了 拿出一块普通的薯肉 撕下来一点 用手指捏着撕碎再撕碎 然后 把撕碎的肉丁捏了又捏 直到撕下来的一点点肉 捏得比较烂乎了 这才放到了 小脑袋钻他手心 将这一点点的肉泥吃掉 宠物进食 获得随机效果 成长速度增加10% 持续10分钟 只有只堵那么一点点的肉泥 一口下去 只增加了2%的保实度 在肉泥被狼仔吃完以后 还出现了一个生长加速效果 虽然时间很短 但也说明 效果还是挺好的 五 小狼仔在夜九的手心舔了又舔 肉泥的味道 很快就舔没了 在歪头到处闻一闻 确定没闻到新的肉味时 他将小脑袋 贴在夜九的手心里 蹭了蹭 然后就团成球安静了下来 还挺乖 夜九将刚才放回包裹栏里的肉拿出来 看着闻到肉味瞬间睁眼 但也只是眼巴巴看着的小狼仔 笑了笑 继续给他一点点的撕下来 把肉捏得稍微烂一点 再喂给他 吃吧 就你现在这小体型 这两块鼠肉 够你吃到明天下午了 夜九一点点的喂 小狼仔就一点点的吃 不太到一斤重的鼠肉 在吃了大概三分之二的时候 小狼仔的保实度满了 剩下的三分之一放起来 夜九把自己换下来的那件现实新手装备 放在地上 团一下 给小狼仔临时做个窝 吃饱之后 小狼仔的生长速度 额外增加百分之一百 特殊效果 可以持续十二小时 睡吧 我出门看看 天黑之前回来休息就行了 摸了摸小狼仔 看着他闭眼就睡 夜九稍微等了一会儿 才站起来出门 打开摇摇欲坠的房门走出来 其实是没什么可观察的 这里都是层叠交错的光秃秃小山包 山连着山 层层叠叠 这土地一点养分都没有 需要额外采集的土壤 应该也是要在副本里搜寻了 夜九坐在房子旁边 虽然小山包不算大 但他的房子是更小 视线所及之处 都是一模一样的山头 夜九开始思考 自己接下来 要怎么从这座山又开始 一点点的搞些绿化和种植 树苗的出产比例不是很高 但肯定是有的 而且 只要一直有副本可以刷 自己在家种的树 就没必要砍发 这应该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大工程 他没学过建设规划这一类的知识 唯一可能有些关联的 是他在末世爆发半年左右 伪装成普通人 在一个小村子停留了两个多月 看着那地方 被建设成一个幸存者基地 种树种粮种水果蔬菜 在养点小动物 有看家护院的 有养来吃肉的 夜九感受着温暖的阳光 躺在了地上 双手枕在脑后 眯起了眼睛 想一下自己的期待 也会回忆一下曾经的一些事 在感觉犯困的时候 他把聊天频道打开 看看其他玩家们的聊天 他不喜欢群居 大部分时候会觉得 孤独是一种享受 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他也会喜欢在别人 不打扰到他的情况下 看一看其他人 或美好或浮躁的生活 果然是 挺有意思的 眯着的眼睛 盯着开启的聊天频道 夜九的笑容 再收不住的逐渐加深 玩家们 很强大 180 你们骂我有什么用 我就是要饭 我就是说话 我就是隔时五分钟 就出来发句话 刷刷存在感 你们有本事过来咬我啊 来呀来呀 九千 你们能不能都稍微安静一点 之前分享副本信息的那几位 还在不在 不要理他们这些胡闹的 咱们还是继续聊副本内部的危险位置吧 34 180 你也就是仗着大家都见不到彼此 要不然 你早就被打死几百回了 179 我想弄死他 真的 我怀疑他 就在我附近 等开启下一个环节 我一定要去弄死那个恶心人的家伙 8333 喂喂喂 你们不要总是盯着180 也看看人家九千说的话 还是聊副本吧 我这就等着 有人分享了副本信息 123 好好的聊天环境 都是被某些阴阳怪气的人给搞坏了 9090 鼓掌鼓掌 想得真美啊 等着人家把拼命了才带回来的信息 分享给你们这些白嫖的货事吧 真是好大的脸啊 还嫌别人阴阳怪气 用得着阴阳你们 白嫖怪 圣母表 冒险人家去 信息你们要 这都什么恶心人的垃圾玩意啊 220 楼上的你疯狗啊 人家愿意分享 跟你还有什么关系 你个死妈死爹死 全家都不带眨眼的冷心变态 有你什么事 你店你妈当年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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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好可怕 这到底是骂的什么 竟然还出屏蔽了 223 到底什么骂人的话 能被屏蔽啊 小学生纯好奇 不能骂我 4412 之前有人骂的各种器官乱飞 也没看到屏蔽 现在这个 到底是说什么了 9989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游戏系统识别故障了 3451 故障的毛线 他自己发的符号 我也能发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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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感谢楼上科普 但某些人确实是挺可怕的 还是歇着吧 我本来也想说点什么 现在发现 说出来 让某些人白赚一波信息差 真对不起辛苦探索的自己 44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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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 原来都能发的呀 有愿意分享副本信息的继续说 反正我不说 我也白嫖 19 白嫖加1 感谢科普 努力学习 真的很欢乐呀 夜九看着聊天频道里的最新信息 一次次的露出笑容 要不怎么说 人更适合群居呢 看看 多欢乐呀 游戏背后的存在 挺人性化的 给大家搞了个聊天频道 让人不管是在无聊的时候 还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能寻找一些乐趣 只是 自己就不要参与进去了 安静的看看就好 要不然 万一被一堆人追着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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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影响心情的 温暖 真舒坦啊 夜九闭上眼 打算安静的享受一会儿 这一会儿的休息 在放松之后 就到了夜幕降临 冷了 夜九在感觉空气突然变冷时 直接从躺着的状态 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转身 房门打开 进门 关门 一系列的动作完成 都没超过两秒钟 白天到黑夜 就跟关灯一样的 直接切换 从温暖到寒冷 也只是一个瞬间 来到屋子里 夜九是按照自己 对屋子里的记忆 摸到了小狼仔抱在怀里 然后来到一个 勉强能待住人的角落 坐了下来 伸手不见五指 但游戏界面还能打开 游戏界面 玩家能看见 再将一些体积小的物品 比如食物和水 还有肉都放在身旁之后 夜九把交换平台上的物品 都撤回了包裹栏 今晚就这样睡吧 至少在它背后 还是一个遮挡冷风的墙角 明天一定要在副本里 多找点材料 这冷风反差太强烈了 一夜凉风呼啸 夜九蜷缩在角落里 怀里揣着小狼仔 就这么断断续续地 睡了一整晚 这一晚除了冷风一直在吹 还有几次是小狼仔醒了过来 被他摸摸脑袋 又再次哄睡 直到早上的六点整 漆黑的环境 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白天 阳光透过东边墙的破洞 照在了夜九的身上 早上了 夜九伸开拳起一晚的腿 赤着脚站了起来 怀中的小狼仔 在度过了一晚的时间后 长出了一身灰色的绒毛 原先抱着小狼仔的新手裤子 还有夜九自己身上的上衣和鞋子 都在太阳出来的时候 画画为乌有 站在阳光照射下 感受着温暖清新的气息 夜九带着看热闹的期待 打开了聊天界面 74 我的衣服 为什么要拿走我的衣服 人家本来就射恐 没有衣服 该怎么出门啊 8882 幸亏昨天开箱子 开到了一双鞋子 要不然就得光着脚 到处跑了 3355 某些人不要自称射恐啊 真正的射恐是不会出来说 自己衣服都没了的 493 惨了惨了 现在连衣服都没了 这要怎么搞啊 难道找点青草 给自己编个草裙吗 3211 原来大家都一样 还以为就我没搞到新衣服 反正都没有衣服穿 就当是做一段时间的野人了 2109 副本里的青草 是不能采集的 拿在手里 也就能维持短暂的一段时间 根本就带不出来 1230 带不出来也没关系吧 反正回了家 就只有自己 重点还是在副本里会遇到人 要的就是 副本里面有件能遮挡的 8236 其实 在副本里遇到人 也没什么关系吧 副本里遇到的 几乎都是敌人 敌人之间 只要分生死就好了 难道你们是担心 敌人会跟你们比大小 4454 楼上的你不懂 有些东西 可能比命更重要 21 你们真的很奇怪 难道最重要的 不是鞋子吗 副本里都是荒山野岭的 你们光着脚走多久 鞋子 确实是个大问题 夜九站在房门外晒太阳 看了一会儿聊天频道的信息 终于能看到一个关注鞋子的了 没有鞋子 跑不了几步 就可能会受伤 脚疼了 自然就会影响行动 5 小狼仔醒了 脑袋在夜九 抱着他的胳膊上蹭了蹭 叫一声打个招呼 然后就安静了下来 长大了点 看看你现在能不能吃肉块 肉丝也行 捏肉捏 实在是累手了 夜九低头看一眼 坐在地上 把小狼仔放在腿上 拿出昨天下午剩的小半份薯肉 撕开一点点的肉丝 让小狼仔子先试一试 呜呜呜 小狼仔闻到肉味 张嘴把肉丝舔到嘴里 第一次吃需要嚼碎的食物 在嘴巴一张一合的时候 有点用力过猛 小脑袋随着张嘴闭嘴 而前后晃动 还行 能吃得下 再试是稍微大一点的 夜九看小狼仔 虽然吃相傻了点 但吃起来完全没问题 就又撕了一点 稍大一些的肉条 一次又一次 直到约有小脂那么大的肉条时 才让小狼仔嚼得有些费劲 吃钱是把你看得太弱了 能吃就多吃点 咱们家虽然现在是资源很少 但肯定不会一直都这么穷 夜九将第二份薯肉继续撕碎 继续喂给小狼仔 属性上没什么变化 但小狼仔 确实是饭量加大了 昨天吃了三分之二的薯肉 今天吃了剩下的三分之一 加一整只 在他吃饱之后 夜九还用掌心接着水 让小狼仔喝了一点 才放他在房子里自由活动 小狼仔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还有许多飘着的光球 是夜九昨天从寄寿撤回来 包裹栏装不下 就放在身边的那些 你又碰不到 房门开着 夜九站在门口 笑着看小狼仔活力十足地 追着那几个光球跑动 一边看着小狼仔玩耍 一边拿出了自己的食物和水 细细品尝粮食的香甜和清水的甘醇 上午我不一定几点回家 你在家里好好待着 希望不会跑丢了 夜九再吃了一个面包 喝了一袋水之后 把除了生存手册之外的东西 全都挂上了交易平台 还有四个面包 三袋水 十六个浆果 两份大约有五斤重的兔肉 这些都是可以增加保实度的 挂了双倍的兑换价格放上去 这交易平台是真不错 看一眼 多到眼花缭乱的物品交换信息 大部分都设置的翻倍 甚至是千倍百倍 明显就都是把这里当作临时仓库 五 小狼仔以为夜九摸他脑袋 是在哄他睡 也不再继续跑动 老老实实地趴下闭眼 睡得真快 夜九看眼摸摸头几句秒睡的小狼仔 无声地笑了笑 站起来 回头将茅草屋的房门打开 开着的房门 可以让这小家伙醒了之后 随意地出门活动 接下来 他该去采集副本 再去寻找材料了 安全的家园建设阶段 只有七天时间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只有先建好了房子 才能好好休息 休息好了 才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进入一级采集副本 当前副本难度一至三级 多人副本已开启 当前副本人数时 副本内可采集物品 一千斜当一千 可随时选择退出 幼时的提示音响起 夜九在进入副本之后 第一时间观察周围 先确定自己所处的是个什么环境 这一次不再是树林 而是在一个湖泊的边缘 前方几十米外就是湖边 周围都是超过一米半高的芦苇 背后几十米外 是灌木交错的平原 这次没有树林 以他一米八五的身高来说 想在那些一米高的灌木丛里 隐藏前进 很有难度 没有被盯着的感觉 应该是没有其他人 可这种环境 真的太没有安全感了 夜九在心底吐槽着 环境的不友好 人已经迅速地往前走去 先来到湖边查看情况 现在没有鞋子了 就算脚下有水冲晒过的淤泥 也还是很难受 手推开前方的芦苇 看见地面的情况 脚踩在厚厚的芦苇上 试探着 一步步往前走 再穿过了芦苇区域 来到了湖边的时候 夜九看到了一个半线 在湖边泥巴里的木质宝箱 芦苇铺路 应该不会有问题 先试试看 夜九看了看周围 那个宝箱呆的位置 应该是非常松软的淤泥 就这么走过去 很可能会被陷下去 继续踩着推倒的芦苇 一边走 一边把手能抓住的旁边芦苇拔出来 只拔了一抱 人已经走到了木质宝箱的附近 脚下踩踩 先确定自己脚下这边的淤泥硬度 然后继续把周围的芦苇 从推倒 一边推一边踩 脚下被芦苇的个的难受 但他总是喜欢多做些准备 换着角度 周围的芦苇 被分别铺在淤泥的表面 被他从刚才拔出来的那些 也都撒出去 横竖拉扯 能多一些安全感 在铺开一圈之后 夜九依旧不敢 在一个地方站得太久 小心地挪着脚 去到没有踩倒的芦苇边上 抓着芦苇 开始编绳子 之前扮作普通人的时候 看着弱了点 就跟着其他人一起干活 也曾编过几天的草绳 现在尽可能让绳子结实一点 直到确定 这长度 能到那个宝箱的位置才停下 一手抓着 用一大片芦苇 来做基础的草绳 夜九向着那个宝箱位置靠近 木质宝箱 已经有一半陷在淤泥里 夜九在靠近的时候 也已经是每一脚下去 都能感觉到瞬间的下陷 迅速地伸手 打开木质宝箱都盖子 几个飘起来的空气球 一把扫过 碰触到就收到了包裹栏 做完这些 他没有原路返回 而是扯着草绳 从旁边继续踩着铺开的芦苇 往回走 生存手册 蛇皮靴白 装满水的水带五 面包二 一级鱼苗二 蛇皮靴白 速度加一 保暖加一 防御加一 磨损度100斜杠100 再跑到了脚下 比较结实的区域后 夜九停下来 拿出了这一双 刚拿到手的靴子 虽然有芦苇可以踩 但在靠近箱子的时候 还是一脚一个坑 自然的就粘了满脚 抬脚用手擦了擦 感觉基本是擦得没有泥巴了 这才把新拿到的鞋子穿上 鞋子没有大小码 最开始拿出来的时候很大 在穿上之后 有白色的光芒闪了闪 自动调整到最舒适的大小 合脚的鞋子 真舒服啊 夜九虽然之前也曾过得辛苦了点 但他还真没试过光脚走路 昨天来到这世界 也是直接穿的新手套装 鞋子也是很合脚的 直到今早上 鞋子到时间消失 又在这里活动了一会儿 十分舒适的鞋子 因为刚才的对比 直接就能提升到100分了 鱼苗 夜九穿好了鞋子 在准备走出去的时候 突然看向了那两条鱼苗 一级鱼苗 可在一级级以上的水渍园中养殖 养殖至成年后 可获取食物 也可在条件足够时 自行繁衍 两条鱼苗都没有标注公母 只标注了 在什么条件下饲养 以及养殖之后 能获得什么 这信息也挺正常的 只是它以后要建设的方面 又多了一项 看一眼 已经占据了四个鸽子的包裹栏 夜九快走几步 离开了芦苇区域 来到外面比较的灌木丛中 走出来再看 这灌木 也是稀稀疏疏的分散开生长 而且 在以为中心的扇形视线范围内 就只看到了 两颗接了果子的 浆果 虽然没多少的分量 也没多少的饱食度 但还是见到了 就要采集的 速度增加了 虽然不明显 夜九在灌木丛里跑了起来 脚步轻盈 速度加一旧已经是挺明显的了 在到了近一些的浆果旁边时 他看看周围 没有蛇虫之类的东西 就靠近了迅速地进行采摘 摘了12颗浆果 没有额外掉落 继续走向下一颗 只摘了8颗成熟的浆果 依旧没见到种子 看来 种子的出产概率 是真的很低很低 夜九不认为 自己的运气不好 毕竟他昨天拿到了裤子 今天又拿到了鞋子 现在 继续找能采集的资源 最好是有宝箱 平原就是视线所及之处 全都可以看得到 继续往前跑了两分多钟 又看到了一颗 挂着红色小果子的灌木 这一片区域 没有别的东西 夜九试着换个方向跑 依旧除了最初的芦苇区域 就只是仿佛看不到尽头的平原 97颗浆果了 才出了一颗种子 夜九在这片区域跑跑停停 采摘了十几颗灌木之后 终于见到了一枚浆果种子 而时间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他今天早上吃饱喝足 进入副本时候的98%保时度 和99%体力值 现在都分别下降了十几点 宝箱 哪里有宝箱 让我再开一个 夜九心底默念 宝箱宝箱快出来 可宝箱没念到出来 在他又匀速地跑了几分钟之后 遇到了一个玩家 芦苇杆和叶子编成了绳子 绳子上插满芦苇花 就这么一圈一圈 缠了好几层的 玩家 你是玩家 两人隔着 还得有上千米远 对面那个玩家停下脚步 冲着夜九喊了一嗓子 你不要过来 各走各的 杀人不掉材料 大家互不干扰 夜九的眼睛闭上才睁开 语气透露出几分单纯 也冲着对面喊了几句 玩家互杀没有掉落 可玩家都是要采集物资 同一区域内的玩家越多 自己能得到的就越少 这种模式下 玩家不可能保持友好 而他 现在就是一个 可能只是运气好 甚至还有点怕人的年轻人 你别怕 我也是玩家 我不过去 就是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拿到装备的 对面的玩家没有靠近 但他也没有离开 只是停留在原地喊话 看起来 似乎是没有恶意 木质宝箱就能开出来 你换个方向吧 不要往这边来了 这边能采集的 都已经被我采过了 夜九也没有动 就只是站在原地 跟对面那个玩家喊话 这次进入的副本 看起来是非常的安全 现在都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玩家数量还有九个 可采集物 七二三一千 大概来说 是环境越安全 资源就越分散 只是 环境是挺安全的 但玩家吗 就很难说了 对面那个哥们 我不是坏人 在我这边 有一个沼泽区域 那里面也有个木质宝箱 咱们合作一次怎么样 我给你带路 你开出来的食物和水分 我一半行不行 对面的玩家 在夜九催着他回头时 不只是没有离开 反而举起双手晃了晃 喊着想要合作 木质宝箱有没有不好说 但这人的心思 隔着上千米 都没能藏住 不合作 我要继续采集去了 你不要跟过来啊 装备是带属性的 你追过来了 也打不过我的 夜九是找掉了条 自己的状态 做出一副有些害怕 还强装硬气的样子 喊完这话 就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走起来之后 隔三五秒就加加速 没多会儿的时间 已经头也不回地跑了起来 在他跑起来后 那个还在远处观望的玩家 也跑了起来 最强速度压缩到十分之一左右 跑了几分钟后 才终于被那个玩家 几次试探后追了上来 本来还以为是个高手 你这么弱 就老老实实地退出副本吧 却是满身剑子肉的这个玩家 看着对面的夜九笑得得意 身材本就偏瘦的夜九 脸在奔跑中 别的有些红 眼神有点涣散 气息更是非常的混乱 因为喜欢在累了的时候 混进普通人里面 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演技方面 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 已经让对方相信了 这么大的地方 夜九眼眶有点红 看着真相是又累 又气 又烦躁崩溃 副本是很大 但资源很少 万一刚好被你给撞上 那我就没有收获了 你要是不想走 我就送你走 对方在看到夜九还不准备退出 直接拿上了武器 刀刃上泛着些许白光的一把大砍刀 你有刀 夜九本来是想着 等对方再靠近一点 把人麻痹之后 锁定要害杀死 现在看到了这一柄白色品质的武器 他面露惊恐地转身就跑 武器 好东西啊 既然是拿出来 让他看见了 怎么都得把这刀留下 若鸡 去死吧 似乎是被夜九的反应给激怒 这个玩家脚步加快 迅速地追上来 靠近时 抡刀就往夜九的脑袋上砍去 雷 夜九还是没能开口 喊出技能名字 在刀靠近时 转身绕开 回手抓住了刀背 另一只手 直接拍在了对方的脸上 雷击 双眼 提起杀心动了手的这个玩家 反应方面差了很多 在被夜九以雷击穿透双眼的时候 都还没反应过来 在炉枪内被雷击破坏时 他的双手松开那柄大砍刀 抱着脑袋 发出最后的嘶吼 这么配合的送死者 已经好久都没有看见了 夜九放开手 看着已经死亡的尸体倒向地面 没有多少战斗的意识 完全是凭借着手持武器的威力来行凶 在猎杀这方面 这人应该是个完全的新手 不管是人还是什么其他生物 被袭击的时候躲开 这应该是本能反应吧 可这人在他躲过那砍来的一刀石 竟然愣住了 你击杀了一名玩家 只是一个击杀通知 没有其他的提示 这刀不错 这尸体 夜九蹲下来 看着地上的尸体 把这柄白色品质的大砍刀 先收在了包裹栏里 玩家死亡 是不会有掉落 这点是进入副本之前 就有过提示的 但是 玩家提前放手的刀 是可以捡走的 还可以根据这种情况 来猜测一下 玩家身上的装备 在死亡后 也应该可以扒下来 这人虽然是没有穿装备 可尸体还在 他对人肉没兴趣 也不想尝试 但植物一定喜欢这类的肥料 若是能直接带回家埋在土里 说不定就能增加泥土的养分 来搞种植 可现在 这也收不进包裹栏 要不然 试一试 夜久蹲在地上看着尸体 眼神停留了几秒 还是想搞点尝试 既然能做肥料 就代表有能量存在 当初他吸收丧失金河的时候 也是 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 才能稳定吸收所有类型的能量 反正试一试 也没什么损失 现在这情况 至少比他曾经对半腐烂的丧失尸体下手 要干净一些的 想做就做 手指放在尸体的脑袋上 一丝丝的雷光 顺着尸体的表层蔓延 顺着掩耳口鼻 尝试渗透 在接触到尸体的心脏时 总算是找到了一点点的能量痕迹 可能是因为 对方本身就很弱 在夜久感觉 异能消耗了多半的时候停下来 闪烁的雷光 重新汇聚在他的手中 然后缓慢地消散 身体强度加零 一 请为新的技能命名 地上的尸体 正在迅速腐坏 夜久也在将异能汲取到的 那一点点的能量吸收时 收到了一个提示 是 夜久随便取了个名字 同时在心底吐槽一下 这几乎没限制的技能 真的有必要搞个名字吗 好在也没什么坏处 很快就能习惯了 零 一点的身体强化 虽然少了点 但只要能提升 就是新的目标和希望 可惜现在不能切换个人信息面板 看不到是不是又一次被吐槽了 大概 看多了也就能习惯了 反正是 只要能够增加实力就好 砍刀 白 力量加1 劈砍 伤害 加1 磨损度 95 100 连刀柄算在内 一米多长的砍刀 看起来挺凶狠的 但这个属性是真没多少 不过 刀本身就是武器 若两人是同样的身体强度 一个有刀 一个没刀 会是生与死的差距 就是这刀的磨损度 已经被用掉5点了 装备的磨损度 并不是使用旧掉 而是要看是否有损伤 它的裤子 是昨天上午换上的 到现在 才只掉了一点的磨损度 鞋子是一个多小时前穿上的 但因为穿着一直跑路 现在 已经掉了两点磨损 这刀的磨损 是在刀尖的位置 有一道应该是砍在石头上 磨出来的白印子 剩余能量被汲取 连一具枯骨都没留下 真惨 夜九看着血肉迅速腐烂 最终连骨头 都化作了烟尘散去的尸体 感觉自己的这个能力 挺适合给这世界搞进化 从汲取了仅存的能量 到尸体化作烟尘散去 仅仅是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再次看一眼 已经看不出痕迹的地面 夜九站起来 继续向着未探索过的区域 跑了出去 宝箱 来个宝箱吧 我还没见过绳索是什么样的 一边跑着一边观察 夜九心底一次次的默念 希望能找到一些 他目前最需要的物品 然而 宝箱可能是根本不想让他见到 在他摘了二百多颗浆果 这个副本内的玩家数量 慢慢减少 最终显示 只剩下三个的时候 他终于看到了 灌木丛之外的东西 小木屋 虽然还隔得很远 可依旧是让夜九非常的激动 木屋里有没有宝箱 还很难说 但木屋的建造材料 应该是能拆解的吧 按照他目前 对这个世界的一些了解 这木屋 不可能只是一个摆设 越是靠近 脚步越慢 当夜九距离木屋 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 突然脚步一顿停了下来 在这个木屋里 有些乱糟糟的声音 甚至还有断断续续的闷哼 碰撞声 闷哼声 还有 在这里找刺激的 夜九突然有点犹豫 现在到底是悄悄走过去呢 还是悄悄过去 虽然在末世 他还真见识过 各种环境下的男女 男男 女女 甚至还有变异兽 变异植物什么的 但是 在副本里 这么高 玩家都是分开的 不存在组队什么的 屋里这两位 肯定是 进入副本才认识 木屋里 在持续了一会之后 突然传出了痛苦的哀嚎声 梦 本来那一个人的声音挺尖锐的 可突然紧随其后的 是一声牛叫 真 刺激 夜九虽然不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末世 但这一次 还是抬手给对着木屋 竖了的大拇指 梦 牛叫了一声之后 紧接着又是一声 这次的声调 还透露着更多的兴奋 就在牛发出第二次的叫声之后 在副本信息的玩家数量 从三变成了二 屋子里的声音 变成了牛蹄 在地上踩踏 这声音 让木屋外的夜九 听得非常清楚 所以 现在这个副本 就只剩下他和这头牛了 碰 碰 牛在地上蹦搭 脑袋冲着墙壁 连撞好几下 撞的 就是夜九这边的方向 屋里的牛 发现了房子外的人 血腥味这么重 那个人估计是被踩碎 不是踩碎 这是被吃了 夜九看着木墙 被撞了一次又一次 终于被撞出了一小块裂痕的时候 一眼就看出了 屋子里是什么样的状态 地面上有很多的新鲜的血迹 在这只黑色公牛的嘴里 还有正在被咀嚼的血肉 猫 黑牛站在破损的墙壁缝隙后 一双眼睛盯着外面的夜九 嘴角还在继续地动 人类 人类玩家 穿了半截装备的 第一次从一头牛的眼睛里 见到这种恶心的眼神 夜九在发现 这头牛的眼神 是在盯着他的裤子看时 瞬间觉得反胃 曾经也劈死过几个 什么都想试试的脑残 但现在被一头牛给盯上 夜九的情绪 还是难以控制的暴躁了 猫 黑牛对着夜九低了低头 嘴里的血肉 也吃了下去 牛脑袋上的脚歪了歪 试着钻出破损的裂缝 想要用牛脚 敲开这些碍事的木头 就在他牛脚歪斜的时候 一道雷击落在他 刚好贴在缝隙边的眼睛上 咚咚咚 眼睛被突如其来的雷击给伤到 黑牛也没了耍帅秀牛脚的心情 可他想要撤回牛脚 却偏偏就因为牛脚太大 被卡住了 看他被卡住 墙外还隔了十几米的夜九乐了 雷击一道道地落下 就盯着已经被劈出狐味的那只牛眼 继续攻击 猫猫猫 黑牛在眼睛被不间断地劈了几十次之后 半边头都散发着焦虎的腥臭味 剧烈的疼痛和死亡的威胁 让他已经顾不上把牛脚抽回去 一股子牛静全用在了四肢上 在屋子里不停地后退再后退 砰 断裂声响起 房子依旧坚挺 是黑牛的那只牛脚 被他自己的拉扯力硬是给掰断了 猫 断了牛脚 那头牛转身从木屋前面的房门冲了出来 他要杀了这个 伤到他的人类 杀死 踩碎 嚼碎 牛啊 牛 你最后一次机会 也浪费了 叶九在看到黑牛冲过来的时候 心情很好的露出一个微笑 借着牛头冲撞的力度 在要撞上他的时候 手里才握住了砍刀 从刚才劈活了的那边穿了进去 砍刀穿进牛头 叶九的另一只手 抓着还存在的那只牛脚 翻个身 就直接踩在了牛脖子上 大家都是十点的身体强度 就算牛可能偏重力量 但他已经是半残的状态 此时被叶九这么拽着牛脚 用力一扯 前冲的身体 直接歪了一下 倒下时 脑袋先处在了地上 砍刀本来只是插到了牛头里 现在这么落地猛磕 砍刀的刀尖 直接从牛耳朵位置穿了出来 崽牛 应该能有肉吧 叶九一手抓着牛脚 一只脚还踩在倒地的牛脖子上 看着眼睛 都开始往外冒血了 却还瞪大眼睛 盯着他的这头黑牛 笑得更加开心了 大概有七八百斤的重量 等他彻底死掉 这都是牛肉 你击杀了一名玩家 叶九等着 除了提示音 才确定放开了脚 这个副本 现在就只有他一个玩家了 可采集物 还有一百多个 等一下再看看 去那个方向寻找 现在 该想想 怎么把这头牛给处理了 砍刀还在牛头里 动手试了试 卡得死死的 暂时抽不出来 虽然都是动物 但这是一个玩家 并不能直接分解成材料 真是麻烦啊 叶九吐槽着麻烦 但不影响他蹲下来 手按在了牛脑袋上 迅速进行能量汲取 是 吞噬 汲取能量 用异能吞噬之后 带回来吸收强化自身 牛的体质 比之前那个玩家 强了很多很多倍 身体强度加零 一 身体强度加零 一 精神强度加零 一 身体强度加零 一 精神强度加零 一 在十几分钟后 叶九的自身强度 一共增加了零 五 终于把这头牛 给吞噬得再无能量 尸体能量没了 牛的尸体迅速地腐化 血肉腐烂消失 最后是枯骨化作烟尘 撒在地上又继续消散 这磨损度 掉得有点严重啊 叶九从地上捡起了砍刀 看着又掉了 二十点磨损度的数值 虽然杀了牛是挺满意的 可这刀磨损太快 若是遇到高级的动物 感觉很可能会被一口咬碎 不过 白色品质是一级 一级的装备 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现在该去看看 这木屋里 到底什么样了 这座木屋占地面积 有四五视频 站在已经开启的房门前 叶九第一眼 就看到了满地的鲜血 玩家发现了副本终结区域 当副本玩家数量只剩一位时 可开启副本终结宝箱 走进屋子 叶九收到了一条提示 副本终结 这是指副本通关了 视线在屋子里搜寻一圈 也就在墙角的位置 看到了那个散发着 绿色光芒的宝箱 终结宝箱 或许之前是他想多了 那两个玩家 可能不是在找刺激 而是真的在打架拼生死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 这个绿色宝箱 是他的了 寻找到副本终结区 玩家数量剩余一 开启副本终结宝箱 迅捷布鞋 绿 一级制作台 一级土壤13 一级木材25 一级草绳22 面包4 装满水的水袋6 浆果18 浆果种子3 一连串的提示音响起 叶九已经把这些东西 都收到了包裹栏里 就在他把东西收起来后 不等他准备去试着 拆一下木屋的木材 又一个提示出现 副本可采集资源0 玩家传送开启 副本终结区 玩家数量1 原来是 需要达成这两项条件 就可以拿走副本内 所有剩余的可采集物品 叶九直接被送回了屋子里 拿着生存手册 叶九看着上面显示的信息 确定了刚才是个什么情况 找到副本终结区 就是找到那个小木屋的意思吧 能不能见到那个小木屋 可能真的是要看运钱 而且 就是好运地找到了小木屋 其他地方的玩家 都在收集材料 说不好 就是没有剩余部分 屋 小狼仔从门外跑进来 抱着叶九的脚 发出了委屈的叫声 你怎么不睡了 起来找不到我 叶九抱着小狼仔 坐在地上 把放在交易市场的兔肉拿回来 一点点的撕了 喂给小狼仔 早上六点多点出发 现在是九点半 在他打开的生存手册上 显示出了许多 关于小狼仔的信息 在六点半 小狼仔就醒了 没找到他 所以 这小家伙跑出门去 在周围的山包里 到处奔跑寻找 第一次 叶九觉得 这生存手册 还是很有用的 他离开家 去到副本里面 这期间 依旧是只记录 他的收获和行动 在他回到家之后 家里发生过什么 也会迅速地更新出来 小狼仔没有着急吃肉 而是先贴在了叶九的手心里 用脑袋拱了拱 蹭了蹭 在叶九摸摸他脑袋之后 才放心地开始吃东西 吃吧 休息一会儿 再去狩猎副本 咱们家不会缺吃的 叶九摸着小狼仔的脑袋 笑了笑 在给他喂食的同时 也打开包裹栏 看看之前开箱子得到的物品 一级制作台 可加工一级的物品 具备三个制作牌序 包裹栏里的物品 叶九第一眼 就看到了这个制作台 之前拿到过一级木床的制造图纸 但制作台是物品制作的必需品 高一米 宽一米 长两米 四四方方的一个金属台子 看看自家这破败的威房 找个墙角 就先把这制作台放下来 哦 小狼仔正在吃肉 在看到突然多出来一个大铁疙瘩时 嘴里咬着肉条 两眼呆滞地看看制作台 又看看叶九 这是属于咱们家的 放心 他不会动 不会欺负你的 叶九看着小狼仔呆呆的眼神 手指在他脑袋上顺顺毛 轻轻按两下 让他继续吃饭 制作台先放下了 叶九又拿出了那件绿色品质的鞋子 布鞋 看着非常简单 但是这个属性 就跟白妆差距很大了 迅捷布鞋 绿 速度加7 防御加5 保暖加5 额外增加5%的速度 磨损度100 鞋缸100 布鞋拿在手里看了看 这个属性是真好 加1的速度 叶九都能感觉很棒了 现在这个是直接加了7点的速度 而且 还有额外的速度增幅 这鞋子的属性 让叶九感觉 在平时 是真舍不得穿 速度快一些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这就是能救命的 180 又是新的一天 我从饿到昏睡 再到恶醒 睁开眼的日常疑问 有哪位善良的人 能送我一口吃的 救个命吗 临近中午 在聊天频道里 这一位日常求一口饭的 180号玩家 又出现了 在他把信息发出来后 紧接着就是各种吐槽 有人骂这人 怎么还没饿死 有人说 看到这位要饭的 还活着挺放心的 也有人嫌 这位又出来 吵到大家的眼睛了 这个180号玩家 估计是刚从副本出来 夜九躺在山包上晒太阳 抱着贴在他身边的小狼仔 看聊天频道里的各种信息 在看到那些谩骂和嘲讽吐槽时 他笑了笑 从地上爬起来 走进了茅草屋 这虽然怎么看 都是个威坊 但除了晚上 让凉峰进来逛几圈 再随意地离开 还真没出其他的问题 最起码 没有因为他的开门关门 或者是已在墙上就坏掉 现在休息的差不多了 吃点东西 等12点整 就去狩猎副本 玩家 10089驱8898号 夜九 男21岁 身体状态健康 保时度48% 体力值96% 身体强度 10 6 精神强度 10 5 特殊属性 异能雷系一级 技能雷 是 装备 蛇皮靴 白 粗布裤子 白 子铲 新手出使茅草屋 宠物 幼崽狼王 包裹栏十分之三 生存手册 大砍刀 白 迅捷布鞋 绿 包裹栏已经清理过了 只留下了必须带着的生存手册 以及砍刀 和有可能需要用的鞋子 除了这些东西 他现在的屋子里 还有许多的物品 一级木材 256 一级草绳 22 一级土壤3 一级薯肉1 一级小树苗4 一级鱼苗2 一级浆果种子4 这些都是空气球包裹 有飘着的 也有被挤到地面和房顶上的 之前还有三个一级薯皮 和两个一级兔皮 都被叶酒放上了制作台 一张一级的兽皮 可以加工出五份皮绳 皮绳 也是绳索的一种 所以只要多去进行一些兽敛 可能比获取草绳 要更加的简单 除了这些飘着的空气球 还有一些食物 面包10 装满水的水袋 13 就这些食物和水 可以让它和小狼仔 吃上两三天了 但就算是有点食物 该去副本 也还是要去的 制作完成了 这皮绳 夜九看一眼制作台 在台面上方 飘着一个个的空气球 伸手拿住一个空气球 每一个里面 都有一根皮绳 在这种还没使用的情况下 看起来比草绳要细了很多 再只要是能作为材料使用就行 夜九确定 他对这些没有强迫症 25根皮绳 收到包裹栏 再次打开制作台的可加工列表 一级皮绳 一份一级皮料 可制作成五份一级皮绳 一级草绳 一份一级野草 可制作成一份草绳 一级木板 一份一级木材 可制作成两份木板 一级木条 一份一级木材 可制作成五份木条 一级铁皮 一份一级铁矿石 可制作成一份铁皮 一级铁钉 一份一级铁矿石 可制作成五份铁钉 一级土壤 五份一级矿石 五份一级血肉 五份一级植物 可制作成一份一级土壤 能加工制作的物品 还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半成品 或者是比如土壤这类型的特殊物品 这些都是基础加工制作 唯一一个额外的 是他学会的 一级单人床的制作图纸 但所有的一级可制作列表里 没有任何的武器和装备 一个都没有 应该是都需要图纸 然后才可以制作 土壤 还有点时间 先去看看 这个要怎么种植 种哪里呢 夜九确定 其他的物品暂时都不需要加工 这才拿了那三份土壤走出房门 五 小狼仔跟在夜九的周围 小短腿欢乐的蹦搭着 就在房子前边吧 稍微留出点空隙 房子的大小 应该是能够继续扩建的 夜九站在房门前看了看 稍微往下走了一点 拿出了一份土壤 突然在手里 他人也在家的附近 半透明的虚影再次出现 这是梯田模式 看着可调整的一些提示 夜九伸手 在虚影的位置按了按 这斜坡 瞬间缺了一块 本来以为 只能在斜坡上 贴一平方米的土壤层 真没想到 还能这么晚 但这个改造 只能是一平米范围 就算有更多的土壤 也只能一次次的 贴着边缘操作 不能直接就切入到 山体里面去 梯田模式也可以 夜九把土壤调整好 确定之后 继续放置第二份 一共就三份土壤 挨在一起的三小块地 就这么成型了 一级土壤 可种植数量一 一级植物种子或幼苗 四四方方的一块地 只能种植一颗植物 夜九拿出了两颗浆果种子 还有一颗一级的树苗 没有工具就用手 挖出一点点的坑 就分别种了下去 成功栽种植物 当前绿化植 三 不管是一级的浆果灌木丛 还是一级的树木 都只能增加一点的绿化植 现在 没有其他的信息 不知道是因为 没到这部分的缓解 还是因为绿化植太少 你可真会找地方 我刚 算了 我也解决一下 看一眼蹲下来 给土壤施肥的小狼仔 夜九叹了口气 自己也给土壤再加点肥料 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昨天一天都没这方面的感觉 11点48分52秒 你对一级土壤施肥 一级浆果灌木生长速度 正50% 效果持续一小时 11点48分59秒 宠物 幼崽 狼王对一级土壤施肥 一级树苗生长速度 正50% 效果持续20分钟 夜九看着生存手册上的记录 仰起头望着天空 莫名的有点尴尬 有增幅 自然是好事 可是 其实可以不用记录的这么清楚 现在 你要留在家里看家 你主人我呢 就要出门狩猎去了 夜九回到房子里 将材料都再次的存到交易界面 然后蹲下来摸摸 一直跟着他的小狼仔 小狼仔的脑袋 贴着夜九的手心蹭了蹭 在看到人突然消失的时候 他着急的原地转圈 然后跑出门去围着山开始跑 之前主人消失 他跑出去寻找 等他跑到累了 主人就回来了 这次 他要跑得更快一点 这样主人 也能更快地回来 比之前多了三块地的荒山里 灰扑扑的小狼仔 跑上跑下 奔跑中带着期待 而在副本里的夜九 也在进入副本之后 迅速地跑了起来 鞋子都没时间更换 只管朝着一个方向 撒腿就跑 在他的身后 十几条五米多长的鳄鱼 正在追 他这一次 进入副本的时候 有点倒霉 直接就是在沼泽 而且是在这群二级鳄鱼的眼前 上午太安全 下午就被当鳄鱼食物给投喂了 夜九跑动中 内心还纠结地吐槽着自己的悲催 这要是一只两只 他还能周旋一下 说不定能搞点鳄鱼皮回去 可这个数量 多得过分了 就他这点实力 绝对地扛不住 石头山包 爬 用着当前最快的速度 跑了十几分钟后 夜九终于看到了 前方一片十几米高的小山包 浅浅的土壤和草皮 覆盖在一小部分的山石上 更多的就是青灰色的山石 这一面的山石 都是比较的陡峭 勉强能有几个古包 可以作为落脚点 但更多的 却是直上直下的石壁 靠近石直接跳起来 手抓在山石的边缘 几个上窜人 就已经爬了上去 在他站到石头顶上往回看时 这时候 终于看清楚了鳄鱼的数量 二级力齿鳄 站立值95 力齿 力量 甩尾 一共18只鳄鱼 都是二级力齿鳄 但这个站立值 却并不相同 体型大的站立值高一些 最高的95点 体型稍小点的 就站立值低一些 最小的一只站立值才51点 体力超高速的消耗 现在就已经减半了 若是不能找到地方休息 再跑几分钟 就得直接离开副本 夜九看着几次尝试 都没爬上来的鳄鱼 看到他们开始用牙齿 啃石头的时候 就感觉更加的糟心了 虽然这是一片石头山 但这个山很小 只有十几米的高度 等鳄鱼啃一会儿 就会有大石头掉下去 到时候 他们就会顺着 散落的石头爬上来了 而且 有两只站立值高的鳄鱼 已经在绕圈 这是想要寻找 可以攀爬的位置 石头山包不高 但这个范围 还是挺大的 来都来了 被他们追着跑这么久 不捞点东西 再走 他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受炼 虽然 他喜欢谨慎生存 但这次的倒霉运气 还是让他的火气有些大 脚步走在边缘附近 挨着检查 这个石头山是什么情况 在转了一圈之后 夜九才确定 这就是非常大的一块石头 就这么处在了半干半湿 还偶尔有泥浆潭的沼泽里 这石头的上方 是个大概的平面 椭圆形 长五十多米 宽度却只有六米 这一个长条形的石头 若是能倒下去 或许可以把这些鳄鱼砸死 可惜 翘不动 在他绕一圈的时候 下方的鳄鱼 也跟着他所在的位置转移 他走几步 那些鳄鱼就追上来 继续在他正下方的位置 张着大嘴啃石头 你们就算是牙齿锋利 也不要再啃了 你们是爬不上来的 夜九蹲在边缘 看着下方冲他呲牙的鳄鱼 一边喊话 一边拿出了鞋子换上 穿上新鞋子 他还站起来跳了跳 脚步轻盈的 仿佛是故意挑衅 在下方的鳄鱼 看着夜九这动作 虽然听不懂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不妨碍 他们更加的暴躁 他们只有一个想法 要将这个闯入 族群栖息地的异类杀死 啃吧啃吧 你们再怎么啃 也啃不完这块石头 夜九坐在地上休息 观察着下方的鳄鱼 开始计算什么位置下手最好 想等他们啃坏了石头 让石头歪过去砸死 这肯定是没戏的 但他的雷击可以远程 只要找个合适的位置 一边恢复着体力 一边攻击 他现在没有可以跑的地方 虽然这里的沼泽 是有些硬一点的落脚之处 可他之前体力满着 都没能甩开这些鳄鱼 现在更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就这里了 夜九再次地看了几圈 当发现了几个不错的位置时 他对着下方又追过来的鳄鱼们 手指一点就劈下了一道雷击 雷击落下 劈在了一个正宠他张嘴的鳄鱼嘴里 虽然攻击力不是很强 但毕竟是雷 那只鳄鱼 直接嘴巴一闭 就原地翻滚 雷击除了疼 还有麻痹效果 鳄鱼群有个遭到了袭击的 那些鳄鱼 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混乱 似乎是在安慰询问 隔了几分钟后 其他鳄鱼都回头就继续啃石头 一个仰头张嘴的看不到了 这也是属于智慧生物了吧 夜九缓了十几秒 继续再次地落下一道雷击 又披在了那只鳄鱼的脑袋上 但这次没造成什么伤害 雷击落下 被鳄鱼那厚重的防御给抵消掉了 确定了鳄鱼皮的防护性能是真的强 夜九隔几秒就落一道 雷击在固定的那只鳄鱼脑袋上 只是一直都像是在吓唬他们 不疼不养夜九没引起多大的反应 直到连续二十几次就都没效果之后 夜九掌心里的雷光汇聚 直到感觉已经是能控制的极限了 这才冲着那只 已经完全所谓了的鳄鱼头上落下 击杀二级鳄鱼 雷光落下 之前落下却没起任何效果的雷 都汇聚在鳄鱼的脑袋中心 在这一次的强势一击接触后 汇聚到一起的那些雷系能量 如同一个加速刺穿的螺丝钉 迅速地穿透了鳄鱼皮和鳄鱼的头骨 那只鳄鱼的脑袋上 有着一个交互的黑点 那就是被雷击凝聚成剑 进行穿透的位置 白白了 夜九看着下方的鳄鱼死去消散 一团的空气球飘在那里 心情很好的冲着鳄鱼挥挥手 然后就站起来跑向了另一边 在他站起来之后 下方的鳄鱼发出嘶吼 全部都从两边绕了过去 可就在他们绕到另一边的时候 夜九已经回来这边 迅速爬下来 把空气球全都捡走 二鳄鱼皮疤 二级鳄鱼肉 三二 二级骨头十三 二级能量珠一 再次回到石头山的上方 夜九来到对面 坐在边缘 看着准备返回 但又被他吸引了的鳄鱼 心情很好的甩手 就扔下了一道雷击 真不错 二级的材料收获了不少 最让人惊喜的是这个二级能量珠子 上午的时候 他还在想 玩家的实力提升 要靠什么 现在 这就见到了 二级能量珠生物死亡后 残余的能量凝聚而成 是制作强化药剂的必备材料 在夜九观察这枚被绿色空气球包裹的能量珠时 下方的鳄鱼们 又一次地开始了对石头的摧残 除了啃石头 他们还会用尾巴 一次次地砸到石头上 可不管是尾巴臭 还是牙齿啃 都只是啃下碎末 完全没出现石块的掉落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夜九只是两边走来走去 溜着鳄鱼群来回跑 直到感觉自身的异能恢复得差不多了 夜九这才开始 继续选中一个目标进行攻击 终究是 副本野怪 夜九看着下方飘着的空气球 确定自己之前是判断失误 他又用同样的方式 成功地再次击杀了一只鳄鱼 看着其他鳄鱼 依旧只是暴怒 却没有丝毫地撤退 更没有哪个 会去护着被攻击的那只鳄鱼 有着固定的一些行为和处理方式 但不具备更多的思考和应变能力 心情好了很多 心态也更加的稳定 打死一只 就溜着两边 让他们跑一跑 等他抓住机会 捡走东西 感觉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继续对下一个目标进行攻击 击杀需要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休息需要五六分钟 时间加起来 平均十分钟左右 才能猎杀一只 十八只鳄鱼 一次次地让夜九完成了击杀 后期体力越来越低 夜九的恢复时间 也比之前需要的更多 等他将第十八只鳄鱼 也完成了击杀的时候 时间已经过去了 整整四个小时 走了走了 体力见底 夜九看一眼副本信息 然后就直接撤了 还剩下五个玩家 剩余猎物892只 这情况 只能说是副本难度太高了 离开副本回家 只是一瞬间的事 站在自家的破洞茅草屋里 夜九原地坐下 从交易界面 撤回了水和面包 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小狼仔闻到了夜九的气息 从外面撒着欢地跑了回来 你可真勤快 咱们家房子 就占了一个山头 你跑出去 绕了上百个 夜九一只手 继续拿着面包慢慢吃 另一只手 把小狼仔抄起抱在了怀里 拿出生存手册看一眼 他家小狼仔的这一下午 跑起来就没停下 这奔跑活动的范围 是真够努力的 小狼仔四个爪子 抱着夜九的胳膊 脑袋贴在他的手里 歪歪头试着发出 一声声短促的叫声 他跑得比之前快 也跑得更远 可主人离开的时间 却更久了 是累了吧 吃点兔肉吧 今天的猎物 没有掉落普通的肉 在不能制作的情况下 也吃不到 夜九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撤回了兔肉 撕下一块 让他先吃着 他这一下午的收获 在包裹里面站的位置并不多 依旧是那四种材料 二鳄鱼皮 160 二级鳄鱼肉 228 二级骨头 251 二级能量珠 12 18只鳄鱼 有几只没有爆能量珠 而且 其他物品的数量 也都不太固定 可夜九依旧对自己的收获 非常的满意 只是这些材料 暂时没办法加工制作 但总归是等级高 看着就是好东西 看一眼交易界面 找一找关于需求二级肉 或者骨头的信息 很快就搜索了一大堆 打开物品等级的筛选 从兑换比例 不那么离谱的找了找 还真看到一些 用低级材料 兑换高级物品的 在搜索查找的 看了半个多小时后 夜九网上挂了一些 还算正常的物品 出售信息 二级鳄鱼肉一份 兑换五份一级兽皮 需要绳索 换算了一下 一级的兽皮 更加便宜 挂上二十份 这要是能全都被买走 那就是一百份兽皮 能出五百份皮绳了 就算不能全都被买走 也没关系 他现在感觉自己 还是蛮富有的 等天黑了 若是还没材料 他就去别人的求购那里 直接出手 除了兽皮 还有木材 二级鳄鱼肉一份 兑换八份木材 木材还差着二百多份 叶九挂了五十份 兑换木材的肉 二级鳄鱼肉 售出一份 一级兽皮 加五 兑换木材的继售 刚挂出去 之前换兽皮的 已经卖出去了一份 取出那五份兽皮 叶九来到制作台前 放上兽皮 就开始制作 排序有三个位置 同类型的加工 只占一个位置 但制作的时候 还是要一份份的来 一份兽皮 需要一分钟时间 才能制造成五根皮绳 放上五份一级兽皮 叶九抱着 还在欢快吃肉的小狼仔 出门去看看 中午栽种的三颗植物 一级小树苗 成长期 健康 两天后 进入可采伐期 一级灌木浆果 成长期 健康 一天后进入开花期 一级灌木浆果 成长期 缺水 生长速度减缓 距离枯死 还需八小时 二分二十五秒 三颗植物 两颗正常生长 一颗快要因为缺水而死去 小狼仔看着叶九拿出水袋 吃肉吃得有点渴 想等着被投喂 可下一刻 这水袋的口朝下 直接倒在了地上 缺水了就要浇水 跟咱们渴了需要喝水是一样的 虽然知道 这小狼仔子听不懂 但叶九还是说了一下原因 一袋水全都倒在了幼苗的旁边 那个缺水的提示 终于消失了 在这期间 小狼仔看看地面 看看水 再看看叶九 来回地观察 这是在做什么 在给这颗幼苗浇水的短暂时间里 叶九之前挂上的那些肉 被人买走了一部分 虽然不知道 那些玩家买了二级的肉 是不是因为可以直接使用 但叶九也不需要纠结这些 他只知道 自己现在需要材料 有了材料才能把房子建起来 回到房子里 之前放上去的五份一级兽皮 已经全都制作完成 二十五份一级皮绳到手 二级鳄鱼肉 售出十一份 一级兽皮加五五 二级鳄鱼肉 售出二十一份 一级木材 加168 就这么六七分钟的时间 二级肉换回来的材料 已经快要达到 叶九建造房子的这部分需求了 草绳还有二十几个 但在兽皮足够的情况下 叶九更愿意用皮绳 还差一百五十份皮绳 在制作台上 放入三十份兽皮 只要再等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到现在 他还差七十六份一级木材 小家伙 给你取个名字 怎么样 叶九坐在地上休息 等着物品售出 也等着皮绳的制作完成 抱起越来越黏人的小狼仔 叶九捏捏他的 只冷起来的耳朵 突然意识到 自己还没给这小家伙取名 总不能以后 一直都是狼仔狼仔的喊 万一再捡到第二只狼 五 小狼仔歪歪脑袋 在耳朵被捏住时 可怜兮兮地叫了一声 取什么名字好呢 你现在还小 毛色是会随着长大而转变的 也不能叫你小灰 叶九感觉自己 在取名这方面 真的不太行 但是 现在还不知道 小狼仔长大之后是什么样 可能是黑 也可能是白 还可能是灰 甚至其他也是 有可能的 哦 小狼仔的脑袋 往叶九手心里钻了钻 他不要被捏耳朵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喜欢 还是害羞了 叶九正在想名字 低头看着小狼仔的动作 对于他这种 藏起脑袋的行为 完全地看不懂 有点 呆 小呆 叶九只是随口一说 哦 小狼仔听到叶九说话 脑袋抬起来 眼巴巴地盯着他看 你喜欢这个名字 小呆 不确定的 低头跟小狼仔对视 叶九又喊了一次 哦 小狼仔张张嘴 发出声音打招呼 小呆 哦 小呆 哦 小呆 哦 就这样吧 叶九喊了几次 看着小狼仔配合的答应 这名字的事情 就定下了 名字吗 谁让这小家伙 自己答应了的 哦 小狼仔发现 主人不跟他继续玩 就再次把脑袋 往手心里钻了钻 重点是 耳朵要藏起来 小呆 咱们家房子的材料 凑齐了 叶九收到提示音 打开交易界面 把木材取了回来 同时完成了 十份换木材的交易 八十份的一级木材到账 只要等皮绳都制作完成 他就可以住在新房子里了 看着还没完成的售出信息 兑换兽皮的二级肉 还有八份 兑换木材的 还有十九份 翻看一下同类型的交易信息 大概的价格 还是没什么变动 也或许 是其他种族的玩家 在购买肉类吧 毕竟 兽类玩家 肯定是跟人类玩家不一样 或许用不了太多的木材 而且 还不一定就只是兽类 有智慧的生物 都是玩家 只是在曾经的末世里 就有非常多的智慧生物种族 更不要说 这世界的玩家 还是来自不同的世界 多种多样的世界 肯定会有更多的智慧种族 在等待皮绳制作完成的时间里 夜九打开聊天频道 看看这里 都在聊些什么 三千二百四十四 不就是鞋子吗 今天很多人都拿到了鞋子 又不是只有你拿到 你自己觉得好运 就偷着乐趣 用得着出来打击别人吗 二百八十三 就是就是 有些人啊 拿到一点东西 就自认为无敌了 你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去狩猎副本 刷个通关 一千二百八十九 你们怎么这么暴躁 人家拿到装备了 回家之后 发出来分享一下 你们这一个个 都被刺激到了 极度心这么重 真可怕 二十三 到底是谁在因为人家说 拿到了一双鞋子 而心里扭曲啊 人家又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只是说 副本里的运气不错而已 而且 今天确实是很多人拿到了鞋子 副本的宝箱里 就是出鞋子的比例大 聊天频道 还是非常的热闹 夜九看到刚出现的这几条 好奇地往上翻了翻 多翻了一会儿 确实看到 有很多玩家提起 说 今天运气很好的 拿到了装备 其中的大部分都说拿到了鞋子 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 从小就是穿着鞋子成长起来的 没有了鞋子 很难在各种环境里活动 所以 人类的需要鞋子 人类玩家在初期 获得鞋子的概率 就更高一些 带入这种设定来看 这件事 还真是挺正常的 至于那些玩家 到底是炫耀 还是极度 在休息的时间 看个乐子就行了 现在 距离天黑 还有不到半小时 他的新房子 该建起来了 一级木屋建造材料 以及其可调整材料进行建设 在夜九把制作台上的皮绳 都取回来后 打开建设的界面 看到了可建设的标识 木材没什么区别 唯一需要调整的 就是草绳和皮绳 把草绳调整为0 200份皮绳 500份木材 点击 一级木屋建造 一级木屋建造完成 一级木屋 简易的木材 经过皮绳的捆绑 搭建成一个简易的小屋 房屋面积4乘15 一级木屋 可增加5%的恢复速度 还在原来的位置 木屋替换了满是破洞的初始小屋 地面是泥土的 但非常的干净平整 房子只有南边的一扇门 门高2米 宽1 5米 是比较的宽敞了 没有窗户 周围的墙壁高度3米 房顶是个人自行 中间最高的位置 约有4米 还不错 至少不漏风了 夜九对于这样的结果 还是挺满意的 在房子建起来了 夜九又开始惦记其他的东西 一级的木床 只需要5份一级木材 10份一级兽皮 打开依旧在墙角的制作台 放上材料 点了一级木床的制造 这次等待式的 时间有点长 需要一小时才能够完成 小狼仔在新的房子里转圈跑 对于这个突然变化的新环境 有着很大的好奇心 你比我还激动 夜九把之前放在交易界面的东西取回来 全都放在了屋子里 暂时不用担心会丢失的问题 一个个的空气球飘在墙角 在他伸手往上推的时候 会飘得更高一点 但就算是飘到了房梁的最高处 也没关系 只要是在他的房子里面 他不需要碰触 也能收到包裹栏 或者是直接挂上去出售 房子里面的物品 都随他支配 大概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现在没什么可以做的 休息会儿 等拿到了床 看看效果 说不定还能多做一些 放上换材料 夜九站在房门的里面 看着时间 在周围瞬间从白天转变成黑夜的时候 直接把房门关上 坐在地上 靠着木头的墙壁 夜九在等待木床坐好 一边等 一边看聊天频道的信息 不得不说 当完全陌生的人 凑到一起聊天 还谁也影响不到谁的时候 是真的非常热闹 有人自曝 他曾经在完全法治的社会里杀过人 但因为被家属送去 鉴定出一个精神病的结果 就直接无罪放回家了 或许是有人带头 一个个的玩家冒出来 讲述他们 曾经都干过什么犯法 但逃避了法律制裁的过往 在这些人的自我爆料时 有些玩家会骂他们 桑尽天良 也有些玩家在感慨 他们曾经怎么没想到 还有几个自称从人类快要毁灭的末世而来 但他们讲述的末世 跟叶九曾经度过两年的末世 又有些不同 这些信息里 有真有假 叶九只是纯当看的乐子 等待木床制造完成的这个时间里 总是要打发下时间 这期间 他也尝试过异能的修炼 可惜 现在依旧是无法修炼 周围唯一能感觉到的微弱能量 是小狼仔 一级木床制造完成 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 木床制造完成了 这床 很不错呀 叶九在漆黑的环境里 伸手碰触到散发淡淡白光的空气球 一级木床的信息 就出现在他的视觉之中 一级木床白色品质 家具 一米宽 两米长 六十厘米高 结实的木材 和温暖的瘦皮制作而成 可以让你在休息时 得到温暖和舒适 恢复速度正5% 温暖加3 磨损度100斜杠100 相信你不会对一张床 搞什么破坏 恢复速度 温暖 这两项属性 让叶九觉得很好 但更让他开心的 是这床放下去之后 躺上去的舒适度 十张一级瘦皮 虽然瘦皮肯定是有大小的不同 但是在加工制作的时候 是只看等级的 就像之前制造皮绳 一斤多点的老鼠皮 四五斤重的兔子皮 还收到过羊皮鹿皮 那肯定是体型不一样 可这些材料制造出来的皮绳 数量一样多 形态也完全一样 一米的单人床 已经是很舒适了 躺下来感受一下 瘦皮没有特别的厚实 但也绝对不会跟人 小狼仔能在黑暗中 有一定的视觉 现在看着家里 又多出来的一个物体 凑过来抬起爪子 在床腿上拍了拍 果然 那个吐槽 不是对我的 应该是对你的 小呆 你自己跳上来 要不然就睡床底 叶九在小狼仔 试图张嘴去咬两口的时候 伸手给拦了下来 他刚才还觉得 床真的没必要搞什么磨损度 但现在吗 是他忽略了 他不对床做什么 但有些活力旺盛的 很可能会出现拆家之类的行为 呜呜 背拦下就是不能咬 小狼仔往后跑了一段 在看到主人冲他招手时 跑过来轻轻一跃 狼仔则是到了床上 但是 直接跳过头 撞到墙上了 明天多练习 现在是晚上 咱们要好好休息 差点忘记了 这床的属性不错 多做几个 等着明早起床 就挂上去卖掉 夜久躺下来 摸摸小狼磕到的脑袋 准备睡觉时 又收到了肉泪 卖出去的提示 突然想起 他忘记的是什么 爬起来下床 将新到手的木材和兽皮 放上去制作 虽然只有三个牌序 但同类型的物品制作 只会占据一个格子 这道也是非常方便的 之前挂上去的 二级鳄鱼肉 全都卖光 目前 自己还有55份一级兽皮 151份一级木材 先放上了50份兽皮 25份木材 能制作五张一级木床 这些需要五个小时 才能制作完成 夜久打开交易界面 看了看 又挂上了20份肉 还是之前的比例 全卖掉 能换100份一级兽皮 该收拾的都收拾好了 夜久也再次地回到床上躺下 在没有枕头 也没有被子的情况下 抱着小狼仔 闭上眼睛 迅速地睡去 睡梦中 偶尔有提示音响起 是物品售出 这期间 也就能听到 但他只是迷糊中醒来 确认一下就继续睡 直到凌晨的三四点钟 再次醒来的夜久 下床把制作台上 飘着的五个白色空气球 取下来 打开交易界面 打开别人的求购信息 搜索了一级木床 搜索之后 出现了很多求购信息 玩家的求购信息 其实就是玩家出售时候 设定的兑换物品信息 在打开这个搜索后 夜久看着密密麻麻的一片 挨着点开看一看 出售十五份一级铁矿石 售价一张一级单人床 出售二十份一级野草 售价一张一级单人床 出售一百二十份浆果 售价一张一级单人床 出售十份一级木材 售价一张一级单人床 出售 各种信息 有的出价高 有的出价低 因为没有锁定某一种物品 所以 并不能设定 从价高的开始看 在一份份不同的求购信息里 很快就让夜久 发现了一个感兴趣的 出售两颗一级树苗 售价一张一级单人床 树苗 这是好东西 但夜久并不是要换树苗回来 他是突然想到 可以搜索一下 有没有卖土壤的 搜索出售土壤求购 一级单人床的信息 还真的有 因为是锁定了单一物品 夜久可以进行 出价最高的往下排序 出售五份一级土壤 售价一张一级单人床 出售五份一级土壤 售价一张一级单人床 出售 从求购里面的最高价开始看 前面的十几个 都是五份一级土壤 那也没什么 可纠结的 夜久直接点了交易 五张床 换回来二十五份一级土壤 他也不知道 土壤是不是最有用 但任何的植物生长 都需要土壤 植物 可以增加绿化值 现在没看到绿化值的具体信息 可上午就是先有了绿化值 然后才感觉到 人体都会有的 一些反应 卖完这几张床 夜久看看 已经卖出去的 二十份二级鳄鱼肉 收了那一百份一级瘦皮 又再设置了 十张一级单人床的制作 收拾好了再次躺下 黑夜是完全的黑暗 就算他想干活 都不可能 而且 虽然今晚有了新房子 不会再被冷风侵蚀 可他在屋子里也能听到 屋子外面的风 比昨晚更加狂暴 再次躺下 小睡了两三个小时 他在差几分钟 到六点的时候 醒了过来 小呆 起来活动下 马上就该吃早饭了 夜久起床 伸手抱起了 还在睡的小狼仔 哦 小狼仔睡得很香 醒来时 满眼都是迷茫 下地活动活动 一会儿多吃点 才能长得快 夜久没看见小狼仔的表情 只是两只手抱着 他呆呆的反应 该是能感觉出来 把小狼仔放在地上 夜久去拿起了 两个制作完成的 一级单人床 打开交易界面 再次换了十份一级土壤 目前手里一共35份土壤 再打开聊天频道 翻着看了看之后 时间很快就到了六点整 一瞬间 黑夜到白天 今天 已经是来到这世界的 第三天了 出门看看 先把咱们家土地都拓展出去 夜久看到天亮了 把门开着 走出来去到了之前 那三块土壤的位置 挨着看过 三棵植物 都很健康的成长 顺着这一个高度 夜久开始转着圈的放置土壤 一块又一块 十块土壤的中间 会流出两米的距离 然后再继续放置 上山下山 是需要录的 不能让小狼仔的活动区域 全都在种植过的土地里 土壤设置过了 也就把之前剩下的 两颗浆果种子 还有三颗树苗 都挨着进行了栽种 种植之后 绿化值提升到了八点 收拾好这些 回到屋子里 夜久自己吃着面包 撕下一块兔肉 喂给小狼仔 吃饱了 一人一狼仔 分着喝掉了一袋水 现在 他又该出发了 虽然锻炼有助于成长 但你还是在家附近 跑一跑就行 不要跑得太远了 小狼仔晃晃脑袋 跳到床上看了看 又跑去制作台 观察了一下 然后出门跑去了 刚出现的那些地里 转了一圈都没找到主人 他这次没有继续 跑出去寻找 回来后趴在床尾 眼巴巴地盯着主人 消失前的那个位置 副本脸 夜久进来后 是在一片水边 这次进来 是在一条河边 河水清澈干净 河流平缓 在他脚下 是碎石细砂铺开的河滩 这河脸 有点东西 夜久看一眼清澈的河水 河水有将近十米宽 最深的位置 可能也要有十四五米 就因为河水太干净 所以站在岸边 可以清楚地看到 河底有什么东西 河底有水草 密集的水草 随着水波缓缓波动 在水草偶尔透出的缝隙中 疑似反射出的光芒 那是银白色的鳞片 不管这是鱼还是蛇 他现在就一种感觉 危险 非常的危险 他都没有想要等 这个河底生物出来 让他看到 等级和信息标签的想法 可他不想看 水底的那个 却在感觉到 有活物出现时 非常热情地跑出来打招呼 哗啦啦的水声响起 一条直径半米的白鳞大蛇 从河中心钻了出来 扁扁的舌头上 还有两个圆形的凸起 三级白鳞水蛇 站立值499 水剑 水牢 速度 三级的水蛇 体型非常大 站立值几乎等于500了 水剑远程 水牢束缚 他一个远程 还带速度标签 死 脑袋扬起了十几米高的白鳞大蛇 冲着夜九张张嘴 吐了吐紫红色的蛇性子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进行攻击 他盯着夜九看 观察的时候 还偶尔会歪歪脑袋 疑似是在思考着什么 我是被随机扔过来的 我不下水 也不攻击 夜九看着白鳞大蛇的状态 两手平伸 五指张开 让蛇确定他 没有带武器 一边打招呼说着话 一边缓慢的小碎步往后退 动作幅度不敢太大 而且 他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蛇做出攻击的状态 他就在第一时间退出副本 只是 他没打算对蛇做什么 这条蛇 也似乎是没有吃人的打算 死啊死啊 蛇性子探出一点 白鳞大蛇歪了歪脑袋 那个直立移动的生物 跟之前遇到的此类食物不一样 危险程度未知 而他不想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去冒险 我离得远一点 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你好好休闲 夜九确定 自己打不过这条蛇 现在对方没有攻击 而且 疑似是在观察和思考 他更加是要尽快地离开才行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但这条蛇 确实是 已经脱离了 见到玩家就追杀的副本怪模式 死 白鳞大蛇看着夜九越退越远 在退出上百米的时候 他这才慢慢地沉入了水底 水波逐渐平静 河底的水草 依旧是随着水流晃动 将这条白鳞大蛇的气息 悄然抹出 那蛇 该不会 是卡在临界点了吧 夜九后退着走了200米左右 确定蛇回了水底 这才转身向着远处快速走去 在离开了超过千米远的时候 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去 内心已经冒出了许多种猜测 根据那些偶尔正常聊天 讨论中得到的信息 一级的野外生物 战力值基本在50以下 有人说 见到过48战力值的一级生物 到了50点 战力值就是二级怪 看到有人在聊天频道统计过 98战力值也还是二级怪 但那些过了100战力的 就都是三级野怪 因为玩家现在的阶段 没有更高级的副本选项 见不到四级的怪 所以无法猜测 三级的战力上限是多少 采集却 内心有过猜测之后 叶九不再耽搁 继续向着远方跑去 他是来副本采集的 那条蛇既然是对他没兴趣 那他也不用继续纠结 再离开河边 跑了几分钟之后 叶九停了下来 在他的前方 是一片一米多高的野草地 一级野草可采集 之前在交易界面看到过 一级的野草也是资源 而且是加工草绳的原材料 现在他也遇到了 在简单地观察过之后 叶九开始了今日份的采集 拔草 在这一片区域 大部分的青草 只是副本里的环境布置 要从这里面找出外表相同 带着一级野草标签的才可以 一级野草加一 拔出了带标签的野草 会有提示 而且这是可以收到包裹栏里的 一颗又一颗 虽然从草叶的上方能看到标签 但一边采集 一边还要检查周围是否安全 速度上并没有太快 在半个多小时后 叶九从草丛里走了出来 再看过去 已经全都是普通青草 没有可采集的标签了 这期间 一共收获了115颗一级野草 还有两粒额外掉落的一级野草种子 一级野草种子 可种植在一级及以上的土壤里 植物生长时 可增加绿化值 成长后可收获材料 可收获种子 种子是好东西 掉落的比例 还是挺惨的 离开这片青草区域的时候 叶九看了眼副本信息 目前副本里 还有七个玩家 剩余488份可采集物 穿过青草地 继续往前走 副本没有地图 所以玩家也不知道 自身具体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叶九也是一样 凭借着自己的方向感 尽可能的 不让自己往回走 他现在是完全不想再回到那条河边 更不想再跟那条蛇见面 一路上又捡了个木质宝箱 开出来一些木材 面包和水 然后路上有摘了28枚浆果 走走听听 在上午的10点多 叶九看着前方一条清澈的大河 陷入了沉思 这副本 还能是个圆呢 迟疑了一瞬 叶九听到有声音 视线转移看了过去 河流的上游 有两个人正顺着河两岸 往这边跑来 那边的玩家 你怕不怕蛇 谁里有蛇的呀 在叶九这边方向的玩家 看到他之后 就举手摇晃 对面的那个大哥 你要不要试试斩个白蛇 那蛇好像是有什么限制 他速度很慢的 在河对岸的那个玩家 也看到了叶九 很热情地招呼着 让他去跟白蛇碰一下 前边的哥们 你别听他的 太危险了 快跑吧 在叶九这边的玩家 似乎是跟对面那个不对付 在对方喊完之后 他继续催着叶九抓紧跑 副本里的可采集物 就只有14分了 你们遇到了危险的蛇 为什么不离开 叶九看着 已经快要到他附近的那个玩家 眼神疑惑地简单 问了一句 因为还有可以采集的 想着再碰下运气 万一能捡到个宝箱什么的 那人已经跑到了附近 脚步一顿 就这么停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 看叶九没有退出 也没有要跑走的意思 这人的表情上 浮现出几分尴尬和别扭 那你继续 叶九像是相信了一样 指了指河流的下游方向 让这人继续跑 跑啊 继续啊 不是水里 有蛇要吃人的吗 现在怎么了 见到新的玩家 你们就不怕蛇了 我们真没骗你 河里真的有一条蛇 很大很大的白蛇 大嘴一张 能把人吞下去的 你不想跑 就自己在这里等着吧 我们好心提醒你 像是被叶九的态度给气到 那人表情瞬间阴沉了许多 哼了两声 就继续往前跑去 在和对面的那人 因为叶九的注意力 被这边吸引 此时已经悄悄地潜入了水里 向着这边靠近 什么人啊 哼 被气着了的这个玩家 在跑到叶九前方的时候 还回头冲着他哼了一声 这一声 却并不只是他的不爽和烦躁 而是一道早就计算过 奇奇怪危险的偷袭 叶九猜到对方要搞事情 也做好了杀人或者逃走的准备 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对他进行精神冲击 他的异能是被削弱了 精神力也压缩到十点 但是会压缩到十点 是因为这个世界 给新手的上限是十点 除了数据上 需要被强制压缩的精神数值 其他方面还是挺宽松的 当然了 对方的自信 可能也是来自于 特殊能力作为依仗 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 刚才跟他废什么话 水里过来的那人已经上岸 手里拎着一柄长剑 嫌弃地吐槽着他的合作者 在跑进了的时候 这人手里的剑 快速地向前刺出 目标直指叶九的心口 何必呢 叶九在长剑刺来时 手指悄然抬起 捏住了剑尖 另一只手抬起 一条雷光锁链 缠绕在那人的小腿上 并且迅速地蔓延至全身 精神力的冲击 至少在当前阶段 对他没有效果 如果全都按照数值来计算 他目前的情况 可能是十点的精神力 十点的身体防御和抗性 五十点以上的雷击伤害 五百点起步的精神防御 他刚才是在想 怎么能让这两人跑不掉 毕竟 玩家是可以直接退出副本的 也只有在被限制住的情况下 才能想跑都跑不掉 四 水花有远即近 白灵大蛇在眨眼间 就出现叶九前方的河水里 你要这两个 叶九看着扬起大脑袋 正在歪头看他的白蛇 手中捏着的长剑 收进包裹栏 两手抓着被雷光锁链缠绕的两人 往前推了推 他虽然是想要吞噬了 给自己加上零点几的实力 可白灵大蛇都追过来了 当前形势就是如此 在差距太大的情况下 千万不能没脑子地往上冲 四 白灵大蛇凑近了一点 在蛇性子 冲着之前拿剑的那个玩家吐了吐 然后就继续歪头 等着叶九的反应 你只要这个 虽然不确定 是不是这能听得懂 但叶九还是抬脚用力一踹 把那人踹到了河里 那这个就是我的了 叶九看着大蛇 张嘴把人接住吞下 然后就缩回到河里 只是把脑袋露出 搭在水面上盯着他看 这应该是在表达 吃饱了 现在轮到看他进食了 虽然被看着会有点尴尬 但叶九还是没再耽搁 手抓着这个玩家的头顶 雷光闪烁中 已经把这个玩家的能量吞噬后 进行了提取 身体强度加零 一 精神强度加零 一 随着两个零 一个增强 在叶九手里抓着的那个玩家 也化作了烟尘散去 还掉了三件装备 刚才忘记 把那个人的裤子先扒了 然后再推给你 叶九看着眼神 好奇的白灵大蛇 蹲下来 捡起地上散落的装备 感觉自己亏了 是不会有掉落 但装备没被收起来 扒下来 也是能拿去换材料的 嘶嘶 白灵大蛇 看到叶九的眼神变化 慢悠悠地张了张嘴 蛇性子在嘴角晃了晃 像是在笑他傻 这次赚的不少了 不打扰你的休息 我走了 拜拜 叶九看一眼副本信息 还有三个玩家 还剩三个可采集物 这三个玩家 有一个应该是在采集 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 最后的那个 在白灵大蛇的嘴里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白灵大蛇 应该是不想被他看着进食 既然自己在这里碍事了 那就直接回家去吧 就只是刚才得到的 这三件装备 他就可以拿去 换挺多的材料了 吼 在叶九离开之后 一声嘶吼 传遍了这一整个的采集副本 在某处正准备 开箱子的一个玩家 在瞬间就放弃了箱子 撤退逃命 副本内没有了玩家 树木花草 山石河流 全都开始了崩坏和沸腾 白灵大蛇仰头飞起 迎着空中汇聚的云团 重新生成 山石与植被再次刷新了出来 花鸟鱼虫也在这个副本内出现 原先的河流被加宽 中间部分出现了一个清澈的湖泊 空中的白灵大蛇落下 砸在了湖中 溅起巨大的水花 在沉寂了一会之后 水中钻出一个白色的蛇脑袋 在蛇的脑袋上有两个鼓包 空气中飘着一个信息标签 四级白灵蛇站立之五百 控水术 速度 吞噬 小呆 来让我报一下 刚才可真是危险 叶九推出副本回了家 直接往床上一躺 伸手接住了扑过来的小狼仔 小狼仔现在终于确定 他的主人是出门狩猎 跟他是否出门寻找 并没有什么关系 毛茸茸的小脑袋 贴着叶九的胳膊一顿蹭 蹭完之后 就将脑袋贴在他的手心里 学着躺下 这都能学 你这爪子合适吗 叶九捏捏小狼仔的前爪 笑着给他顺顺毛 小狼仔肉嘟嘟的 在羊躺着的状态下 怎么看 都有爪子无处安放的委屈 被顺毛的小狼仔的叫一声 作为回应 休息会儿 等十一点再吃午饭 叶九打开聊天界面 准备一边看着 一边休息 一百八十日常一问 有没有好心人给点吃的 我好饿啊 打开之后 正在刷上去的一条信息 让叶九在看到时 瞬间乐了 这人也真是挺有毅力的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 都会每天冒出来刷几条 只是 就算是有人突然想要大发慈悲之心 也完全是给不了的 没有好友添加 没有指定交易 看看玩家们在上午又聊了点什么新鲜的话题 八千八百二十八 有没有人会做装备 卖装备到底赚不赚钱 我刚才拿到了一个装备制作图纸 但这个显示 需要制作台 这也太难了 拿到这个 又发现缺了那个 九千二百二十三 出售装备 挂在交易频道了 白色品质的鞋子 我做了十几双 有需要的快去买 手快有手慢无 二百一十 搞什么呀 你们怎么运气那么好 又是制作台 又是装备图纸的 现在大部分人 连房子的建造图纸都没开到 八 缺房子图纸的 去交易界面买 那里已经挂出很多份房屋建造图纸了 就是需要的材料多了点 但总比没有强 七天的第一阶段 现在都已经是第三天了 再不建房子 后续几句 没办法发展了 九千都说是七天了 现在的材料 本来就稀缺 不要忽悠着 大家都去 把材料砸进去 按照之前 大家没了新手装备 就很大概率 开出装备的情况来看 等到了第六天 第七天的时候 没房子的玩家比较多 采集副本宝箱 开出房子图纸的概率 也会增加 八千三百二十九 是啊 是啊 大家都在等等 到现在也没看到建好房子的出来 说一下好处 肯定是没什么不同 不就是挨动几天的吗 大家都这样 不怕的呀 二十一 对对对 现在都不要买 没人买就会降价 现在谁买谁亏 我就是吃了亏了 盖起房子 真没什么用 也就是睡得安稳了点 真没太大的不同 不说了 我继续睡觉了 卖装备图纸 夜九翻看着一条条的信息 在看到某些人的话题之后 切换到交易界面进行搜索 图纸 配方 这些物品的数量 还真不少 装备的图纸 分别是武器 帽子 上衣 裤子 鞋子 一共五大分类 挨着打开看了看 最便宜的 也要三四百个木材 或者野草 这还真买不起 切换到家具的图纸 这个分类的数量 比装备还要多 暂时也没有便宜的 再次切换 食物 食物 夜九看着显示的信息 各种各样的食谱 还真有些比较便宜的 大概是因为 目前这个时候 玩家若是自己开不出食物 更愿意拿材料 去换面包和水 而不是买这些 需要更多材料的食物 毕竟原材料许多的多 做出的食物 又没有太大的增幅 大部分人还都奢侈不起来 但是 夜九他对这个感兴趣 但还是要先看看 自己现有的物品 二鳄鱼皮 160 二级鳄鱼肉 138 二级骨头 251 二级能量猪 12 一级木材76 一级兽皮5 一级草绳22 面包14 装满水的水带15 浆果53 一级兔肉1 一级野草178 一级野草种子2 堆在家里的材料 还有不少 昨天下午和晚上 一共才卖出去了 90份的二级鳄鱼肉 现在 制作台上 还有6张 已经制作完成的 一级单人床 他把小狼仔放在一边 下床过去收起来 打开寄售 先把这些换成材料 土壤还得买 可这才一个白天 土壤就涨价了 打开搜索找一找 一级的木材和兽皮 价格 还没多少波动 在求购一级单人床的信息里 找了又找 夜九突然就看到了一个 让他感兴趣的 出售一级制作台 售价五张一级单人床 看一眼 确定没看错 夜九直接点了交易 五张单人床 是需要很多材料 可这是制作台 制作任何东西 都需要制作台 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换到手了 夜九直接搜索 出售制作台的交易信息 在看到有人挂二百份木材的时候 他迅速去找到 求购二级肉的 三份二级肉 换了一百五十个木材 回来又去把那个制作台买了下来 现在 有三个了 继续搜索 又看到一个三百份一级野草的 可不等夜九去兑换材料 就已经被人给买走 简陋这种事 能遇到两次 也是运气好了 夜九找了十几分钟 也没能再买回来一个 只能无奈地放弃了 在将新买回来的两个制作台 都贴墙边放下之后 夜九再次打开交易界面 把手里的一张一级单人床挂上去 挂了97份木材 也算是当前的最低价 应该很快就能卖出去 之前的制作台 还有两张床的材料在制作 现在他想要继续制作单人床赚材料 还需要再去买一级的兽皮 物品已售出 一级木材加97 一张单人床 挂上一分钟左右 就已经卖掉了 取回木材 再用二十块二级的鳄鱼肉 换了一百份一级兽皮 兽皮十份 木材五份 制作一张单人床 能换回来97个木材 兽皮和木材的比例 目前大概是一比一 五 换算一下 也就是二十个木材的原材料 一张床就能赚77个木材 制作台还是不够多啊 夜九一直都没干过做生意的事情 现在这么算一下 突然觉得制作是真的很赚 只是制作都需要时间 一共十份的材料 二号和三号制作台 分别放了四份 另外两份放在一号制作台 这样就刚好都是四份了 制作暂时不用管 夜九打开房门 出门去 把那两颗野草种子种下去 不只是要种植野草 之前种的四颗浆果 和四颗小树苗 又有显示缺水的了 哦 小狼仔跟着跑出来 看着夜九又在浇水 也跑到一块地里凑热闹 你那是施肥 夜九看着小狼仔浇树 摇摇头 继续给缺水的小树苗 进行灌溉 目前 它一共攒下了八个空水袋 或许要在去到副本的时候 带上空的水袋 可以自己装水 带回来就能浇地 绿化值十点 在第二颗小树的缺水状态解除时 出了一个通知 暂时只是如此 看不到其他有关绿化值的信息 暂时没有更多的种子 在收拾了一下之后 夜九回到了屋子里 躺下来继续恢复体力 在躺着休息的时候 打开交易界面 进行各种物品的搜索 直到中午的十一点半 夜九坐起来 和小狼仔一起吃了个午饭 在不停地搜索查找中 他在中午休息的时间里 卖出去了五十分二级的骨头 换回来了十三份食谱 食谱 一级果酱 一级鸡蛋汤 一级溜鱼片 一级蘑菇鸡蛋汤 一级红烧肉 一级红烧丸子 一级麻辣鱼 一级爆羊肉 一级酱牛肉 一级包子 一共十三份食谱 夜九买到了就学习 虽然现在材料有限 但不妨碍 他对食物的一些执着 而且 有等级的食物 都是有临时增幅效果的 比如一级的果酱 就是用水果制作 能增加5%的体力恢复速度 效果持续十分钟 只能制作一级的食物 除了果酱和果酱面包 其他都是材料不全 夜九本来想着 买点好吃的 可他在交易界面找了找 不只是没找到 蔬菜鸡蛋和面粉 就连调味料都没有 还是继续啃面包 吃饱了 继续去狩猎副本 走一圈吧 哦哦 小狼仔吃着夜九头胃的兔肉 吃几口突然想起来 主人是不是又要离开了 当一人一狼仔都吃饱之后 夜九也已经在吃饭时间 对比了一下装备的价格 把上午收获的四件装备挂上去 然后就从家里离开 去到了狩猎副本里 今天这狩猎副本 似乎是运气很不错 夜九进入副本 第一时间先警惕地观察四周 它脚下的位置 是一个小山包的最高处 周围一片 也都是跟它家环境差不多 一个个小山包 只是这里植物茂盛 除了一些低矮的小树 更多的是半米多高的青草 山包的交接处 有一些不确定深浅的溪流 以及在周围的山包上下 悠闲吃草喝水的 一只之一 即白羊 只是这些白羊的分布非常的散 每一个小山包上 都只有一至三只羊 在它过来的这个山包斜坡上 就有一只羊 在慢悠悠地吃着草间 一级白羊站立值十五 顶撞 一级的白羊 站立值都在十几点 能力标签 也全都是只有这么一个 雷 夜九视线观察过 确定了路线才迅速移动 几秒之后 就出现在白羊的身边 一手抓住羊头上的脚 另一只手捏住了羊嘴 雷光顺着手心散开 钻入了白羊的双眼之内 表皮击杀 还要先破防 在确定雷系异能 越来越顺手的情况下 它已经可以轻松地直指要害 将站立值不是很高的生物 进行瞬间的击杀 击杀一级白羊 一级羊皮加三 一级羊肉加八 一级骨头加四 一级能量猪加一 虽然算不上悄无声息 但绝对没让这只羊 在死之前发出声音 周围山包上的羊 也都没有受到影响 而且 这个掉落是真不错 抬手 将十几个空气球抓住 收到包裹栏 叶九对接下来的收获 充满了期待 收拾了一只 顺着山坡悄悄下去 几十米的高度 越过只有三四十厘米宽的溪流 来到的第二只羊的附近 击杀一级白羊 一级羊皮加四 一级羊肉加九 一级骨头加三 新的击杀之后 这次没有能量猪 而且也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材料掉落数量 是挺随机的 都是肉啊 叶九看着到手的材料 心情愉快地 继续靠近下一只 这么多的肉 不管是制作成食物 还是制作成土壤 都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而且 这些羊的反应 是真的满 就算看见 它到眼前了 也会先迟一几秒 然后再考虑 是往前跑 还是转身再跑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叶九一边在内心感慨着 运气真好 一边在这片连绵的小山包上 翻了一座又一座 狩猎一只又一只 中午十二点 进入的狩猎副本 等叶九在周围 转了将近三个小时之后 这附近的羊群 才终于被它清空 一共猎杀了189只羊 包裹栏里 新增了685份 一级羊皮 1292份 一级羊肉 713份 一级骨头 还有28份 一级能量猪 这真的就只是看运气 运气好掉到材料堆里 基本就跟白茧差不多 叶九坐在的一个山头的树上 看着已经只剩下 青草小树的这片山包 很确定玩家之间的差距 已经被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运气最差的 已经死了 稍微不那么差的 可能进入副本 就得逃命 而运气好的 应该过得比它还要舒坦 毕竟它能遇到这种 资源狂收的机会 也就只有一次两次 五个玩家 753个 可狩猎生物 背靠在树枝上 叶九看着副本信息 再次无声地扯了扯嘴角 采集副本 有时候赶上运气好 可采集物被清空 都是有可能的 可狩猎副本的狩猎击杀 这是它见到的 狩猎进度最大的一次 而且 现在还有时间 可以继续搜寻 在休息了一会儿 自己感觉 体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之后 叶九从树上跳下来 选了个方向 就继续出发 山包连着山包 在直线跑出去 十几分钟后 叶九停了下来 在它的前方几十米外 一棵树下 有个木质宝箱 曾在散发着淡淡白光 除了发现这个宝箱 叶九还看到了 正从斜前方跑来的一个玩家 宝箱啊 谁都喜欢 叶九加速往前跑去 在那人靠近之前 他已经伸手掀开宝箱的盖子 手掌虚握 挥了挥 就已经把开出来的资源收了起来 面包加三 装满水的水袋加三 一级木工制作图纸加一 七个物品进了包裹栏 叶九站在树下 看着停在机密之外的那个玩家 露出了微笑 武器制作图纸 而且是远程的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你快 你厉害 那个玩家看着叶九 已经把东西都收起来 瞪大眼睛哼了两声 说了一句话 就直接消失 抬手在脸上摸了摸 他感觉自己刚才的表情 应该是挺和善的 可惜了 人都已经跑掉 他还是继续搜寻吧 包裹栏已经满了 拿出那张图纸学习 然后又空出了一个格子 只是他的好运气 似乎是在之前 就已经消耗没了 接下来一直跑一直找 也没找到新的可狩猎生物 直到下午的十七点五时 夜九都准备在跑五分钟 就回家的时候 他终于又看到了一个木质宝箱 只是 在那个木质宝箱都上方 盘踞着一条二级的灰灵蛇 二级灰灵蛇 站立八十四 毒物 速度 这条二级蛇带着的标签 让夜九看得很纠结 速度星 他确定 自己肯定跑不过这条蛇 不只是如此 这条蛇 还是能用毒物攻击的 可宝箱在前面 看见了不能拿 这就很难受 而且 现在 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 让他思考 再过十分钟 就会变成黑夜 到时候除了回家 不会再有其他的可能 硬抗是肯定没戏 远程 引开也不实际 夜九确定 那条蛇已经看到了他 只是他没动 蛇也没动 视线在包裹里看了看 那些被空气球包裹的材料 拿出来 也不会有什么用 除了这个 还有生存手册 被他装上了吸水的水袋 还有那把大砍刀 手册无法使用 大砍刀就此丢了 有点可惜 水袋 这个是可以扔过去砸两下 可是除了激怒那条蛇 没有其他的用处 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 在双方僵持了一分多钟的时候 夜九还是拿出了两个 装满吸水的水袋 他怕死 可宝箱卡在这个时间 出现在前方 不收一波会感觉很亏 而且 他能够确定 在这条二级的蛇咬到他之前 他可以退出 死 看着夜九一手一个水袋 脚步稳定的 完全越来越近 灰灵蛇冲着他张开大嘴 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可他的站立值 终究只是两位数 不足以将夜九直接下退 在靠近到只有五米左右时 灰灵蛇张嘴就要喷洒不误 可就在他张嘴的瞬间 夜九甩手 就把一个水袋扔在了他的面前 碰 一声闷响 疲料的水袋炸开 里面的水和爆炸的冲击力 带着闪烁的雷光 一起冲进了蛇的嘴里 雷有麻痹效果 就在蛇嘴僵住时 夜九已经冲上前 左脚猛的一踹 踢开了蛇 右脚紧随其后 精准地踢开了宝箱盖子 另一只手的水袋 也在同时拍出去 雷水爆开的同时 他已经抓住了几个飘起的空气球 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转瞬间 等灰灵蛇反应过来 要再次攻击时时候 夜九已经从副本退出 回到了他的家里 哈哈哈哈 夜九感觉自己 好久没干这么刺激的事了 回到家 人就在床边 直接往床上一躺 就笑出了声 小狼仔歪头看着他家主人 这是怎么了 是受伤了吗 小呆 咱们今天运气很好 非常好 夜九放开手里 抓着的两个空气球 两手抄起小狼仔 举起来看着他呆呆的样子 笑得更加开心了 刚才他就是觉得 这宝箱里会有好东西 可当他看到这两个好东西时 还是觉得 今天运气有点好到爆 一级皮质灯笼制作图纸 白色品质 摆放或悬挂式家具 镂空的皮料做壳 油脂为燃料 能在夜晚增添几分光亮 光照 半径5米的圆形范围 使用时间 10小时 所需材料 一级皮料3 一级油脂时 灯笼制作图纸 夜九对于能在黑暗中 有一份光亮 是非常期待的 虽然没有获得过油脂 但不影响他对这个制作图纸的喜欢 包裹篮增加一个格子 每位玩家使用上线5 制作所需材料 一级皮料布料时 一级能量珠时 这一份图纸 更好 包裹篮拓展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虽然也可以把重要的物品 抓在手心里 退出副本能带回来 但必须手掌包裹住 最多也就是一手抓一个 小呆啊 你这状态 是真的呆 夜九笑了一会儿 手指在小狼仔的脑袋上 一顿乱揉 然后 把这个表情呆滞的小家伙放下 打开交易界面 搜索油脂 打开之后 看到了有玩家在出手 但不只是油脂 还有油脂的加工配方 油脂 是通过食谱 学会之后 就可以加工出来的 只是 一份油脂加工配方 竟然要一百份一级的肉 挺贵的 但是 值得 夜九现在 有一千多份的一级肉 买了一份油脂制作配方 学习之后 它的制作台上 出现了油脂的可制作信息 三份肉 可提炼出一份油脂 先放上三十份的肉 设置了提炼十份油脂 每一次制作 都需要五秒就可以完成 相比起家具 或者是装备的制作时间 食物半成品的制作速度 是真的快 五十秒就拿到十份油脂 加上三份的一级的皮料 皮质灯笼 已经在制作中 制作时间 需要三十分钟 夜九将三个工作台上的 十二张单人床都收起来 这个等会儿再慢 一号制作台正在加工 它又打开了 二号制作台的材料放置 目前 它只有二十八个 一级的能量珠子 拿出十克 又放上十份一级的瘦皮 开启了一小时 才能完成的包裹栏 拓展背包制作 又来到三号制作台 夜九打开之后 点开了装备制作 那一个分类 制作一级木工 一级木材武 一级绳索二 一级的武器 所需材料很简单 但这只是工 没有剑枝 想要剑枝 就需要单独的图纸 不管怎么样 夜九还是先放上一块瘦皮 做了五份绳索 然后设置了一份木工的制作 又是一小时的制作时间 这些都可以等着了 天色已黑 夜九摸黑走到了床边 坐下来 拿出还剩一半的兔肉 撕成小块 放在手里 喂点小狼仔 他自己还不想吃东西 一边喂狼 一边将十二张一级单人床挂上去 全都挂着九十五个木材 有谁想买 就换了材料再卖给他 买的放上去了 之前挂着出售的物品 也都卖出去 材料都收了回来 六张床 那时候挂的九十七份木材 入账五百八十二份木材 四件装备 磨损度 还剩下一半的一级长剑 买了五十份一级铁矿石 剩下七十左右 一共卖出了一百三十五份一级的兽皮 售卖之后的材料 全都取回来 夜九切换到聊天频道 看看其他玩家们 有没有聊点新的话题 虽然聊天频道里 大部分玩家都是闲扯 吹牛 互喷互骂 但总归是还有一些 会分享一些生存信息 好人不多 但总归是有的 有人拿到一级 强化药剂的配方了 夜九在翻着信息看了一会之后 发现了一个 让他感兴趣的话题 有玩家表示 在副本里 开出了一个配方 是一级的身体强化药剂 每服用一次 可以增长一点的身体强度 每个玩家都可以服用五十次 也就是说 能将身体强度 提升到二级野外生物的强度 只是 他说 没见过能量珠这种东西 对于这种信息 有人信有人不信 有一些玩家说 看到了希望 也有玩家表示 这东西肯定价格高的离谱 不过 知道了 有使用次数限制 当能制作药剂的玩家 吃到上限了 总是可以出现在市场上的 除了身体强化药剂的信息 还有人讲起 在副本内遇到一对亲密的情侣 结果为了一个宝箱开出的绿色配方 互相下黑手 然后被他捡漏 对于这种事 大家的八卦热情 瞬间暴涨 竖着平地喊着求爆料 也有人开始编写小故事 关于副本相遇 见色起义 干柴烈火 情迷意乱 最后看到绿色的光芒 两人瞬间清醒 这种带了点颜色的八卦 凑热闹的人真多啊 不只是他们聊的还 夜久也看了几篇玩家写的小故事 还别说 挺精彩的 想当初还没到末世爆发 网络上也看过小说 可惜那时候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惊爆的 在没有了限制和屏蔽的情况下 这些脑洞大开的创作者们 描述的画面 是真的超级精彩 在看了一会儿 较为精彩的故事之后 夜久放上制作的灯笼 完成了 还不错 有个开关 还能直接贴在墙上 或者房顶上 夜久走到一号制作台 拿起了这个高20厘米 直径20厘米的皮质灯笼 看着显示出的开启选项 到时间就会自动消失的灯笼 在打开之后 围成一圈的皮料 板透光 还带着很多的小孔 可以直接照射出来 一个灯笼 整个屋子里都被照亮 还透着几分温馨 小呆 咱们出门看看 夜久一手提着灯笼上方的皮质圆圈 先在一号制作台 放上30份瘦皮 设置了皮绳的加工 然后才打开门 喊着小狼仔一起 出门看看 夜晚的家门口是什么样 嗷嗷 小狼仔从床尾跳下来 欢快地跑到夜久身边 看看那些树 今天带回来六袋吸水 浇点水看看能不能有效果 夜久现在还没有上衣 之前捡到一份 但他觉得不差那一点的防御 就直接卖掉了 现在出门 夜晚的大风吹过 还是稍微有点冷的 不过 灯笼没有被吹灭 这真的是挺不错了 带着小狼在一起 来到了之前栽种植物的地里 找到了目前显示缺水的两块地 拿出装回来的吸水 就准备倒进去 这 果然是有限制 夜久打开水袋的塞子 里面原本的水 在离开水袋之后 根本没有落地 直接就消失了 在副本里 副本的非采集物品 也可以拿来 起到一定的作用 可若是想要带出来 那就不行了 要么是单独的物品 直接带不出来 要么就是这种 就算装在容器里 能放进包裹栏 也依旧是会消失的模式 下次可以带几个空的水袋 到副本里 装上水荡临时武器 但想要带出来是不行了 除非是可采集的水资源 夜久叹了口气 把那几个装了吸水的水袋拿出来 全都拔出塞子清理掉 然后拿出了正常能喝的水 挨着给这两块地浇上 有些时候 想钻空子 是真的不行 哦 小狼仔看夜久浇水 跑到一棵小树苗下 给施了个肥 你呀 夜久看着显示 增加了成长速度的提示 笑了笑 继续在冷风中 慢悠悠地走着 有了灯笼 晚上也不是 就只能待在屋子里了 黑夜中 在房子周围 转悠了二十多分钟 感觉皮肤已经冰凉 他这才回到了房门前 打开门和小狼仔一起进屋 物品已售出 木材家95 一级的单人床 虽然不是挂上 就被抢购 但也卖得不算费劲 夜久坐在床边 灯笼放在墙上 拿出面包吃着 打开交易界面 随便找出一些分类 搜索看看 有没有自己非常需要的 一级水井 售价一千份一级肉 买了 夜久本来就是随便搜一搜 现在看到了这个水井 虽然售价似乎是有点高 但还是直接点了交易 一千份的一级羊肉 直接扣除 一个白色空气球包裹的水井道具 被他拿在了手里 一级水井 白色品质 家园建设配置 一级水井 每天产出一百份水 水量存储上限一百 可设置一百份以内的土壤 进行缺水时自动灌溉 可以自动灌溉 当然 也能站在井边用空水带装水 好东西 现在就去装上 夜久再次拎着灯笼出门 将水井放置在房子的东南角附近 放下之后 显示可以调整 夜久就把现有的35块土壤 全都设定上 就算现在只有十份 但它总是能再得到种子 会越种越多 小狼仔一直跟在夜久身边 看到多出来的这口井 好奇地凑近了看一看 井口是圆形 直径一米 石头的井台 比地面高了20厘米 井的深度只有一米 一厘米就是一份水 存储满了一百份 刚好能跟井口一样平 现在刚放下 水是满的 夜久拿出了 七个空了的水袋 装了七份 显示的储水量 变成了93 在数字后面 还有一个正在波动的水纹 水纹从低处往上涨 十秒之后就变成了94 也就是说 如果头一天储存的水 存到第二天才用完 那第二天的蓄水量 还是可以很快就将水井装满 资产 一级木屋20平米 一级土壤35以种植时 一级水井95100 个人资产的详细信息里 能看到自己现有的家园建设项目 家具不算在资产里 需要点开房屋 才能查看详细情况 卖水 好像也可以 蹲在水井边看了看 夜久打开交易 搜索了空的水袋 有人出售空水袋 当前的最低价 是三个空的 换一个装满水的 出售的数量还挺多 毕竟空了的水袋 也没别的作用 不能回如加工成其他的 刚才装上井水的七个水袋 交换了21个空水袋 装水继续挂上去 换回来63个 这次装满之后 井水消耗了91 但因为每天蓄存100 所以 存水量还在迅速地涨上来 63袋水 继续换空水袋 换回来了189个 这次装水 只装了89份 剩余的空水袋 都被也就放在了屋子里 水井的今日蓄水量 还剩下20份 足够让家里的10颗植物 在出现缺水状态时 进行自动浇灌 这89袋水 他没有拿去直接交易 而是以每袋水 两个一级铁矿石的价格 挂了上去 挂上去 就很快卖出去了几份 夜九也没着急取回来 只是看看 很快就增长到20寸水量的水井 带着小狼仔 回去睡觉了 回到了屋子里 夜九把灯笼贴墙上 调成了关闭状态 明天 就是第四天了 夜九躺在床上 手按着还想玩耍的小狼仔 闭上眼迅速地进入了睡眠状态 第一个环节七天 一觉睡醒 已经是早上的五点多 果然啊 晚上也会有缺水状态 夜九醒来 拿出生存手册看了看 上面记载着属于他的各种信息 凌晨的三点多 一颗小树苗 出现了缺水现象 水井自动补充灌溉 四点半多的时候 种植野草的那块地 也出现了缺水 胶水施肥 都能给植物 增加一个短时间的生长加速效果 现在成长最快的 一颗浆果灌木丛 再过半个多小时 就可以成熟了 哦 小狼仔歪歪头 可怜兮兮地叫一声 询问他 是不是可以动了 他昨晚被按住 不让乱动 到现在 都还只是原地翻滚两下 完全没挪过地方 又呆又乖 去玩吧 我去看看 再放点什么加工一下 失误了 夜九伸手抄起小狼仔 把他放在地上 自己也下床 走到了制作台边上 因为倒腾井水换材料 一时有点兴奋 就把制作台给忘了 哦 小狼仔落地 在夜九打开门的时候 撒欢地蹦打几下就跑了出去 虽然天还没亮 但小狼仔也不用被限制 出门之后 就找了快递 给射个肥 站在制作台前的夜九 再拿起了木工之后 又三个制作台 分别放上了六份木工的材料 一共十八份 九十个一级木材 三十六份一级皮绳 中午采集副本回来后 就可以取下来卖钱了 木工 白武器 攻击力正2% 精准加1 穿透加1 力量加2 磨损度100斜-100 夜九看着手里木制长弓 手指在弓弦上拉扯两下 这个属性是真不错 打开交易搜了搜 卖武器的也不少 长弓的属性格式各不相同 属性最差劲 应该是那些 只有力量加1增幅的 就那种 还能卖到三十九份一级木材 他手里这个属性的 单独搜了搜 有基本相同的 都挂到了200木材以上 越看这个价格 夜九越觉得 昨晚躺下就睡是真的亏大了 但忘了就是忘了 也没必要继续纠结此事 昨晚挂上去的89袋水 半夜之前就全部卖掉 178份一级铁矿石 被取了出来 加上之前的50份 现在已经存下了228份 工 总得有建材型 夜九设置了之后 继续拿着木工进行尝试 目前 只搜到有卖一级木材的 想要买个木材制作图纸 却只找到几个 售价几千木材的 价格太离谱 夜九买不起 在看过各种木材的属性之后 夜九花了50木材 买了200支木材 一级木材 消耗品 穿透加一 木材的属性很简单 只加了穿透属性 而且 消耗品 是无法回收了二次使用的 200支剑和木工 都放在了包裹栏里 占据了两个格子 它现在的包裹栏 有11个 鞋子也直接换上了 绿色品质的那一双 不再为了节省磨损度 而浪费包裹栏的位置 可就算是如此 工 剑 生存手册 以及时代的水 带着水 不是为了口渴的时候喝两口 这是它最新研究出来的爆炸型武器 当然 这个是为了以防万一 要么着急抢东西 要么逃命用的 大部分情况下 还是能省则省 能量球 这些价格 都是为了卖不出去而设置的 夜九看一眼交易界面 确定这东西 是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几乎所有的能量球的售卖信息 都是让人用更多的能量球 甚至是更高级的能量球来兑换 这些都很正常 因为 他把交易界面当临时仓库时 也是这样设置的 看看包裹栏里的物品 目前东西还是不少的 但因为没有更多的配方图纸 暂时也不想去倒腾原材料 交易暂时没兴趣了 夜九打开聊天频道看了会儿 发现没有什么重要信息 就收拾下 开始吃早饭 当然也没忘记 要喂狼仔子 等到他们吃饱喝足 天已经亮起 六点了 早上 他又该出发了 啊 啊 啊 采集副本里 一个长着翅膀的玩家 挂在树枝上 发出了一声声的哀叹 歇着吧 夜九靠在对面的树下 手里拿着弓 眼神嫌弃的 看着这个进入副本 就撞在一起的一人玩家 这次 他们的运气 可能都不怎么好 对方是个会飞的 遇到了他这个带着弓箭的 而他 在对方开启空间防御的情况下 打不破 刚才进来就遇到 试着射了两箭 双方都难受了 你不杀我还不行 我飞得快 我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保证 绝对不会回来打扰你 树枝上挂着的玩家 看着这个完全不给机会的对手 忧伤地提了点建议 他的空间防护 现在 只能维持不动的情况下起效 所以 他若是想要袭击对方 这防御 就会先一步散去 防御没了 他就可能要死在对方手里 只要有机会 你会先杀我 你这个建议 一点都不好 夜九靠在树上 看着这个让人难受的玩家 眼神嫌弃地 直接指出了对方的心思 刚才就是这人 在进来后 第一时间想着 想要偷袭他 偷袭失败 就直接开启防御 挂在树枝上了 双方都有着好几件装备 只要能杀了人之后 把装备扒下来 全都是 可以换成材料 这可比不确定 能不能找到资源的采集 要更加的划算 那现在怎么办 要么其中一个人退出 要么就只能干耗着 毕竟 抓住机会 肯定是要弄死对方 现在咱们 谁也不敢退 一人玩家 待在他的空间防护内 看着对面树下的夜九 又开始与其哀怨地表示忧伤了 就这么耗着 其实是挺尴尬的 可若是退出副本 便宜对方 那绝对不行 就这么闲聊一会儿吧 你是哪个区的 你们那边的玩家 是不是都是一人 夜九的心情 跟对方也差不多 他现在只能耗着 因为一个转身 就可能被偷袭 一个能使用空间防护的玩家 他还真不认为 真的就只会这一种防护的能力 闲聊也行 但你问一些信息的时候 能不能自己先说 一下你的情况 你不能聊个天 都这么欺负人吧 一人暴躁地瞪念 吐槽几句就继续待着 吐槽归吐槽 但他是绝对不会生气的 生气了 就可能掉到对方窝的坑里 我是10089去的 我们那边 看聊天频道信息 都是人族 到你了 夜九没跟对方吵 而且还说起了自己那边的信息 我是8808去 我们那边的聊天频道里 看大部分人的话题 都是人类 你那是什么眼神 我也是人类 现在 这是变异之后的形态 在我们那个世界 我这属于种族高层 大部分普通人都会说 我们这种是神族 一人说起变异 得意地哼了两声 不过 他还是人类 只是多了一双翅膀 还有生来就具备的 一项天赋能力 变异吗 挺正常的 在我过去的世界里 各种变异见识过 几百上千种 你不用自卑的 夜九语气平静地 接着话继续聊 甚至还像是在安慰对方 谁自卑了 你要搞清楚状况再说话 在我们那个地方 我是神族 是生来就受到供奉和尊崇的 你才是不要自卑呢 一人瞪着夜九 很想给这人 送上两个空间撕裂 可惜 做不到 到了这个世界 惨 太惨了 你们那里的神族 很多 夜九对这个实力 应该跟自己差不多 但防御高到离谱的艺人 很感兴趣 这世界的玩家 有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能多了解一些 总是好的 当然不多了 要是多了 也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了 据说是要百年才能出一个 我从出生开始 就被带到神殿住着 有十二个人族强者 随时保护和照顾 享受着比世界上最好的待遇 艺人说起 自己从小享受的那些待遇 眼睛里有怀念 可他明明是在笑着 就具备某种能力 那肯定是能活几万 甚至是几十万 甚至是几百万年了 你们这些所谓的神族 繁衍的后代 基本都应该是神族了吧 夜九摇摇头 满脸无所谓的继续猜测 顺便给这个神族的概念 加了点不老不死的神奇猜想 猜对猜错不重要 说出来 才通过对方的反应来观察 没 没有 神族不能跟神殿之外的人接触 而且只能活到二十岁 二十岁的时候 我要把自己作为祭品 献给天地 以求造福人族 说起这件事 艺人的眼神有些暗淡 若不是被拽到这个世界 现在的他 应该已经将自身化作最纯粹的能量 为人族换来百年浮育 不是吧 你这情况 你管这叫做神族 夜九本以为当初末世降临 各种事情已经都是挺离谱的了 现在却感觉 他们那世界 虽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异 但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当然了 对方可能是在编故事 但他也没必要分辨真假 只是顺着对方的讲述来理解就行 为什么不能叫做神族 艺人被说得有些迷茫 他们那个世界 神族就是这样的 你出生就与血亲分离 被关押二十年 二十岁被杀了之后 所有人族一起开戏 我找不出类似的 但我们那边搞养殖的 养的那些肉食 基本都要在母亲身边待到满月 才会分离 当然 他们跟你的最终命运是一样的 养到一定的日子 就得被屠宰后 端上餐桌 夜九看着对方越来越呆滞的眼神 继续给这个艺人讲一讲 关于养殖场的一些情况 我父母 艺人的声音很小 他其实一直都是知道的 因为小时候贪玩 能力又特殊 所以 他经常在夜里 悄悄地去到那些 护卫的住处偷听 听得多了 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 更知道 家人是什么情况 荣华富贵 福泽三代 他们后来生的四五个孩子 也都可以有一辈子的幸福享乐 多好的结果 牺牲他一个 幸福全世界的人类吗 可是 明明都已经早就知道 也完全接受了的事情 却在被人说 不如养殖的牛羊时 还是让他冒出了不甘和怨恨 对面这人 他的属性是雷 是屈膝正式的雷 为什么 只是闲聊几句 就让人心底的黑暗与怨恨 再忍不住地涌上来 下次再见面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艺人在心情浮动之后 瞪了夜九一眼 放一句狠话 就直接跑了 副本人数 在他消失的同时 也显示着减少了异味 我也没说什么过分的 就只是 给他分析了一下 从出生开始 就被所有人 等着送上餐桌 好开大席的这种可能 夜九被靠在大树的树干上 悄悄地松了口气 那个艺人的空间防御太强了 他的雷击 在碰触到的时候 不只是不破防 甚至可以说是 根本找不到目标 对方的实力 应该也是被压缩到最低了 要不然 可能是近在眼前也看不见 更不会有危险的感应 末世里 他曾见过很多空间异能者 空间防护类的也都有 但他从来没见过这种 不存在的概念 这算不算是 只凭三言两语 就让强者退却 夜九在选了个方向跑出去时 一边跑 还一边在内心吐槽 那人若说的是真的 那就是没人叫过他战斗 一切全凭天赋 各种各样的世界 有着太多自己 可能完全不理解的能力 还是要多做一些尝试 既然还存在 就一定有能够重新修炼的方法 木质宝箱 采集的资源没找到 但夜九在跑了十几分钟后 看到了一个散发着 淡淡白光的木质宝箱 这个木质宝箱 是在一块石头上 位置显眼 就跟怕玩家看不见一样 先观察 确定了没有危险 也就上前把宝箱打开 面包加三 装满水的水袋加五 桃树种子加一袋 夜九开完箱子 习惯性的手掌迅速划过 物品先收起来再看 当听到提示 说种子是一袋的时候 有被震惊到 一袋桃树种子 白色品质 种植后可增加绿化质 桃树成长后可砍伐木财 可采收桃花 可摘取桃子 没有标注里面的种子 有多少粒 只是写着一袋 这让夜九好奇心爆发 在包裹树里点了开启 一级桃树种子 五菱 袋子打开就没了 五十粒种子 出现在包裹树的 其中一个格子里 桃树 难道不该是树苗吗 夜九看了看 继续向着前方 一边搜寻一边赶路 虽然种子的形状 确实是一颗颗的桃核 可之前是真没看到 树木用种子的 内心吐槽和思考中 夜九继续往前走 再跑一会儿走一会儿的 过了半个多小时后 他终于看到了 这个副本里的可采集物品 一级白菜 可采摘 大白菜 一颗不低于十斤的大白菜 肉丸蔬菜汤 可以做了吃了 夜九站在山顶 看着约有九十度的斜坡下 那一片 有点像被种植出来的白菜地 他的第一反应 是终于可以做菜吃了 看到蔬菜很激动 但夜九还是先观察了一下 然后才从山顶上跑了下去 落地之后没有迟疑 跑出去伸手 就把一个大白菜拔了出来 一级白菜加一 一级白菜加一 提示音在一遍遍地响起 拔走了38颗白菜 拔完白菜 撒腿就跑 再次地回到山顶 转个弯就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当它跑出去十几分钟后 吼 吼声不知道是什么生物发出 但这声音里 清楚地传递着它的怒气 不只是空气 都感觉有些波动 就连地面都 退出 夜九感觉地面在震动 迅速回头 只一眼就直接选择了撤退 从白菜地那个方向追来的 是一只跳到了空中几十米高 已经锁定了它的黑色大猩猩 三级黑猩猩 站立499 力量 速度 音波 还好是隔得远 要不然 这音波的冲击 绝对能把人震残了 不过 那是副本 就算黑猩猩很强 夜九也 还是在快速退出后 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嗷嗷 小狼仔看到夜九回来 扑过来 抱着它的小腿 脑袋贴上来蹭了蹭 主人今天回来得真快 小呆 你什么时候 能打过那只大猩猩 夜九不是第一次见到 499战力值的生物 但上次见到的白鳞大蛇 并不想吃它 当然很大原因是因为 双方之间没有冲突 可刚才的大猩猩不一样 他偷偷把大猩猩家的白菜 都给拔了 所以 该跑就一定要抓紧跑 哦 小狼仔被抱起来 眨眨眼看着夜九 小爪子抱着手腕 就要跟他玩 没什么事 去看看你还没摘完的浆果 你可真勤快 夜九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把它放了下来 他看到了放在床边的地上 那一颗颗的浆果 打开生存手册 果然看见了小狼仔 一次次地摘了果子 带回来放下 再继续去摘 他竟然没有直接吃掉 而是放在屋子里存下来 这真挺让夜九感觉惊讶的 之前出发的时候 浆果其实已经成熟了 他那时候没去摘 就是想给小狼仔留点零食 也能让他等待的时间里 不会太闷 小狼仔跟着夜九出门 再来到那颗一米高的浆果灌木丛旁边时 他当场就给夜九掩饰了一遍 小狼仔很小 有半个灌木丛那么高 他先是前腿站起来 踩到一根比较结实的组织上 然后后腿踩着周围的枝条 前腿慢慢往前挪 靠近了成熟的浆果 就张嘴咬下来 咬住了浆果 他跳出半米远 随后枝条回弹 恢复原样 他又一次成功地摘下了一颗浆果 等你再长大一点 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夜九蹲下来 伸手接住小狼仔嘴里的浆果 手指在这小家伙的脑袋和肚子上摸了摸 能这么熟练地摘下 他基本可以想到 最开始摘的时候 会是失败了很多次 尤其是下来的时候 跳到枝条回弹 也不会打到他的位置落地 很明显 就是在枝前被打倒过 所以才知道要避开 因为没受伤 所以 求生手册里 只记载了什么时间摘取 并不会记下 他摘果子的全部过程 现在全都摘完了 咱们种桃树去 夜九迅速将两颗 已成熟的浆果都摘完 加上小狼仔摘的二十多颗 一共收获了六十颗浆果 浆果先收起来 浆果灌木丛 进入下一个阶段 开花结果再成熟 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走到了那些空着的地里 夜九拿出桃树种子 动手挖坑 一块的一颗的埋下去 前头种下 几分钟后 就已经冒出了小芽 一级桃树 绿化值加一 三天后可砍伐 四天后可摘取桃花 五天后可收获桃子 还有二十五块空闲的土壤 夜九在种下二十五颗种子之后 回头看着这个桃树苗的信息 心情舒畅 不管是野草 还是灌木丛 又或者是能结果的桃树 全都是绿化值 他相信 等到绿化值提高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而且 还能吃到自己种出来的水果 这可是非常棒的 还剩下二十五颗种子 暂时土壤不足 夜九带着跟在他身边撒欢蹦搭的小狼仔 回到了房子里 早上五点多放上的一级木工制作 现在已经快要九点 每个制作台 都有三件制作完成的木工 这属性 果然是随机的 夜九挨着拿起来查看 同样是白色品质的一级木工 但这个属性差距是真大 目前 属性最好的 还是昨晚制造的那个 现在的这些 属性只能算是一般般 分别挂上去 最低的五十份一级木材 最高的挂到了三十五块一级矿石 当前的市场上 一级木材和一级野草 已经基本算是一比一的状态 一级的矿石 需要五个左右的木材或野草 才能换到 一级的血肉和瘦皮 从之前的一五左右 涨到了两个木材换一份 面包和水 这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 现在的价格也下来了 基本能保持在三个木材 虽然物品价格依旧是很乱 但也只是那些 把这个交易界面当作仓库的 真正在交易范围内的 基本还算是稳定 咱们做点好吃的 果酱 还得自己找容器 夜酒回到屋子里 站在制作台前 打算做点食物 十颗浆果 一分钟时间 一份果酱制作完成 可是 果酱是在空气去包裹着的一小团 大概也就是一口的量 要么就这么收到包裹篮 要么张嘴接住吃掉 再不然 就需要自制容器来盛放 当然也可以放在其他的物品上 比如面包 若是掉到地上 大概就是损毁状态了吧 没有去尝试扔在地上的效果 夜酒拿出面包 接住这团果酱 尝了尝味道 还真挺不错的 小呆 吃了尝尝 甜比酸多 撕下一小块面包 多沾了点果酱 放在手心 让小狼仔也尝一尝 小狼仔看看面前的这一小块面包 张大嘴熬呜一口吃下去 然后 就被果酱的酸味 刺激得满眼委屈 这味道真奇怪 主人每天就吃这个 太难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吃肉吧 夜酒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这可怜兮兮的状态 以后还是尽量不给他尝试了 凹屋 小狼仔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 看着他的主人心情不错地 把面包吃完 吃掉了面包 夜酒又开始搜搜材料 尝试新的食物加工 只是 没有盐和食用油 但也不能不能做 食谱 只记录主要的食材 各种的配料 就是玩家自由组合 像肉丸蔬菜汤 这道菜的主要材料 就是肉 蔬菜 还有水 不行 得先买个碗或者盆才行 果酱能用面包接住了 这一份连汤带菜的 真不行 夜酒准备 不放盐和油 就这么来个清汤水煮 可已经有了果酱在前 这要是做出来了 没有东西成 那可就难受了 打开交易界面 搜索了一下 有餐具的制作图纸 也有单个或者是成套出售的餐具 对比了价格 想想自己对吃的 还是很喜欢 夜酒直接花100木材 买了个餐具6件套的图纸 木盆 木碗 木盘 木块 木勺 木碟 图纸买回来了 选择了学习 接着就可以制作 两根木材 一整套的餐具 可在交易界面 却需要10个木材一套 夜酒等着一套做好 然后才开始了肉丸蔬菜汤的制作 一份一级的肉 一颗一级的白菜 两份水 制作时间需要20分钟 夜酒坐在床边 拿着新做出来的餐具查看 都是很简单的木头制作 木盆直径大概有半米 深约20厘米 一般情况下 做出来的菜都能装得下了 木碗就小了很多 12厘米的直径 深度应该是8厘米 盘子很大 大概有35厘米的直径 是个完全没有凹槽的平面 跟个大饼子有点像 筷子没什么特殊 但勺子却不是吃饭用的小勺子 而是能从盆里盛菜 到碗里的大勺子 还有小碟子 依旧是个平面 直径只有10厘米 倒是能用来盛果酱 就这么几件 一整套能赚8个木材 夜酒也想赚一波 可当他看到 自己挂上木工 一件件的卖出去 这个计划暂时搁浅 自己买了图纸 是不是亏了 图纸学会了 就是永久的 在暂时没有更多目标的情况下 还真没有亏不亏的 一级土壤 五份一级矿石 五份一级血肉 五份一级植物 要吃的菜还在加工 夜酒来到了二号制作台前 把之前的暂停 开始进行土壤的制作 目前还有25份桃树种子 最少也要制作出25份土壤 它存的存货不算少 再将125份一级铁矿石 125份一级羊肉 125份一级野草 全都放上之后 还能有一些剩余 土壤加工的速度很快 一分钟一份 等一号制作台的饭菜做好 夜酒将肉丸蔬菜汤 装进盆里 刚成了一小碗尝尝味道 那边的土壤加工 就已经完成 肉味有些重 但总归是能吃到了 夜酒放下碗筷 一边感慨着 终于能吃肉 一边走去制作台 去下了那些土壤 再次出门 把25份土壤全都放好 桃树种子也都种了下去 种植完成后 它加当前的绿化值 60点了 60点绿化值 也没什么效果显示 夜酒带着 只要在哪 都会跟着它的小狼仔 回到屋子里 继续设置了木工的制作 然后慢悠悠地 吃着它的上午餐 一级的肉 一级的白菜 加水煮出来 就算不加调味品 也是完全可以吃的 更重要的一点 是在制作之前 一级的肉和一级的白菜 都只是在空气球里包裹着 想拿出来直接生啃 都是完全不行的 这个盘子给你用 尝尝这个肉丸 你应该能吃得下 夜酒自己吃 也没忘记给小狼仔加个餐 盘子就给了小狼仔使用 拇指指都那么大的肉丸子 加了一个放在盘子里 筷子压碎了 让小狼仔可以吃得方便一点 哦哦哦 小狼仔试着张嘴 咬了一点尝尝 温热的肉 吃下去之后 感觉浑身舒适 开心地抬起脑袋 看看他家主人 然后就低头大口猛吃 他吃一个 夜酒就再给加一个 直到吃下了十几个肉丸子 小狼仔晃晃脑袋 凑过来 贴着夜酒的腿边趴着休息 宠物 小呆二级狼王幼仔 生长进度38% 站立至25% 保湿度115% 健康度97% 接受了来自主人的热情投胃 生长速度正100% 效果持续18小时 小狼仔的生长速度翻倍 持续时间也更久 就是 他吃撑了 保湿度超过100% 就是吃撑 现在这点超出 虽然是没有出现负面状态 但也是让小狼仔 只想趴着不想动 下次得看着点 就算没有危险 也还是会不怎么舒服 夜酒给小狼仔摸摸肚子 看着他舒坦地伸个懒腰 放开手 让他自己休息 他还是好好吃饭 吃饱了 就早一点去狩猎副本 争取多弄点材料 吃着饭 夜酒又打开聊天频道 看一看 只是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信息 大部分都是过去看到过的 又被玩家们提起 比如 让夜酒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个编号9000的玩家 大概是被刺激到了 夜酒喝着 稍微有点肉腥味 但更多是白菜清甜味道的汤 另一只手翻看信息 在翻看到那人发的一条信息时 差点被呛到 9000大家都是从文明社会被拽过来的 之前我一直在劝你们 不要忘记你们是人 可你们却根本没人在意 现在你们自己好好看看 都变成什么样了 你们是被这个世界给洗脑控制了 你们已经忘记 作为人的基础底线了 这一条信息 把几乎所有玩家都骂了进去 在网上翻一翻 夜酒看到了更多玩家在聊的话题 还是关于副本内遇到玩家 是否在第一时间击杀的这件事 大部分参与这个话题的 都说不能下手太慢 手快有手慢无 自己的命也是如此 当然也不只是聊这些 还有些人又跑出来 掺和着刷存在感 讲讲他们曾经都干过 什么罪大恶极的事 有些可能是真的 但在夜酒看来 大部分人都是在凭空想象的吹嘘 都是从文明社会被拽进来 夜酒端着玩 笑着摇摇头 对于9000的一直强调的这个说法 总感觉有点奇怪 就算那个玩家本身 是来自于文明社会 可聊天里基本都说过 大家是来自不完全相同的世界 那这位又是为什么要坚持 还每天都要强调几次 这种话到底是在说别人 还是给自己家标签 当初末世降临 他也见识过一些人 明明手里杀戮无数 但却一直对外 进行一些洗脑模式的演讲 想想之前看到的 关于9000号玩家的发言 越看越觉得 这人更像是那一类 若是真像某些玩家说的那样 未来玩家与玩家之间 可能会开放自由模式 这位9000号玩家 还真有可能跟自己相隔不远 毕竟他是8898号 距离9000也只差了102 当然这些事情都只是猜测 谁也不知道 下一个阶段会怎么发展 看了会儿聊天频道的热闹 夜酒吃饱喝足 将快要睡着的小狼仔唤醒后 就在他的注视下 开启了狩猎副本 之前的时候 他在小狼仔睡着时 开启副本 这小家伙睡醒了 会到处寻找 所以还是醒过来 看着他离开 这样也就能知道 他会在一段时间之后 用同样的方式再次出现 开启狩猎副本 夜酒周围的环境更替 出现在了一处悬崖上 眼前是超过百米高的悬崖 左右两边是悬崖的延伸 在他的身后 有一群被打扰了的野牛群 最壮瘦的一头野牛 正从向着两边 分散的牛群里走了出来 瞪大的牛眼盯着夜酒 怎么都像是正在惦记着 要尝尝人肉的味道 一级的 夜酒看着最强 也才47点 站立直的野牛群 拿出长弓 抓着一枚木剑 就开始寻找适合下手的目标 但凡有个二级的 他还会纠结一下 可现在 这是他的目标 猫 虽然可能不认识弓箭 但牛群还是因为夜酒的箭 指向他们 而出现了些许的混沫 就你了 寻找到合适的目标 夜酒站在悬崖边 一箭射出 直接穿透了一只小牛犊的眼睛 你击杀了一只野牛 野牛群里 不管是大的小的 都是野牛 没有显示幼崽 但那个站立值标注很明显 小牛犊的站立值 只有十几点 现在见穿透眼睛 穿过脑袋直接秒杀 整个牛群在瞬间被激怒 不管是什么族群 除非是实力差距极大 要不然 这种直接杀死幼崽的行为 是最能拉仇恨的 所以 在小牛犊死亡后 有几头牛已经低下头 牛脚冲着夜酒 用着爆发状态的速度和力量 冲了过来 这是悬崖的 夜酒在几头牛冲过来的时候 脚步几乎没动 只是身子快速地歪了几次 就让几头牛 直接冲到了悬崖下 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真会要命的 猫 先是小牛犊死了 然后又有几头牛没了 牛群的领头者 发出怒吼 蹄子在地上一通乱跑 来来来 再来啊 夜酒手里拿着弓箭 脚步挪动原地 跳跃几下 就等着有更多的牛冲过来 只要是到了悬崖边 他就能让这些牛下去 但是 必须是他们先过来 要不然 他还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能从牛群现在的位置下手 猫 愤怒地攻牛冲过来 但他每一步都跑得很快 而且也是非常的稳 悬崖在前 所以他会小心 但他的身份 就注定了不能退缩 身份 领地 自身的存在的意义 这是副本生物 从存在开始 就无法逃脱的一种设定 曾经见到过的白鳞大蛇 夜酒猜测过 或许是因为 已经有了新的思维和自我 所以 才能有不一样的反应 下去吧 夜酒在那头牛冲过来后 几次 奔跑跳跃换地方 来回地周旋了半分多钟 总算是抓住机会 直接在牛屁股上踹了一脚 这一脚 把已经在边缘的这头大公牛 踹到失去平衡 终于是摔下了悬崖 就算是48点的站立直 从百米多高的悬崖上摔下去 照样是要摔死的 猫 猫猫 其他的牛群 在这头大公牛死去之后 对着夜酒 发动了全面的围攻 只是 一级的牛群 它们的攻击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用着最大的爆发力 冲过来用脑袋撞 这也算是 让你们团聚了 夜酒在牛群一起冲过来的时候 直接往后小退一步 下滑一米多 抓住了一块凸起的石头边缘 就这么挂在这里 看着牛群全都冲了下去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只能说 这族群的概念 在这些副本生物的身上 显现得非常简洁 没着急下去 夜酒也不知道 因为是摔死 不是他杀死 所以除了那一只小牛犊 其他的都没有出现在生存手册 自然也就没办法计数 但是 这个收获 是真的多啊 这一波 夜酒确定 自己是赚大发了 嘴角有些失控的 一直在上扬 这样的状态 持续了两分钟 他的表情 再次地恢复了平静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 散发着绿色光芒的铁制宝箱 宝箱在悬崖的三分之二位置 只是距离他刚才下来的这地方 隔了两三百米远 而且 除了宝箱所在的那个石头台子 那周围的都光滑的 没有丝毫落脚点 可既然是宝箱 遇见了 夜酒不可能因为这点难度就放弃 迅速地回到之前下来的地方 脚步加快 连蹦带跳地爬到了悬崖顶上 再到了山顶之后 向着宝箱那边走过去 一边走一边观察 寻找悬崖上 是否有靠近那区域的落脚点 可惜 那边的位置 就是比较特殊 完全没给流出 任何能在附近接力的点 好东西 在难以获取的位置 可既然是看见了 总是要想办法的 夜酒在周围转了几圈 确定真的下不去 又搬了石头试探 可惜 石头就算是落在宝箱和石壁之间 也没有丝毫的用处 那箱子 依旧是纹丝不动 没办法 只能搬起石头 再瞄准一点 把嵌在箱子和石壁之间的 可毫无落点的三四十米 直线下降 危险系数太高了 夜酒虽然是有异能 但她的身体强度被压缩了 十几米还能试试 三四十米真的不行 不能跳下去 她开始试着拔草 先拧一根草绳 试试能不能找个捆绑束缚的点 可找来找去 山顶上只有一些青草 完全没有树木 也没有能让草绳捆绑的大石头 要不试试直接打开 夜酒在半个多小时后 抓着五十多米的现拧草绳 只能再想新的办法 也幸好这附近没有其他的玩家 要不然 真没这么多时间 让她拔草凝绳子 这根不能带走 不算是材料的绳子 其中一头 被夜酒绑上了一块边缘非常薄的石头 一点点的下滑 直到石头靠近了铁制宝箱的时候 夜酒开始试探着晃动绳子 草绳绑着的石头 在铁制宝箱的盖子 和箱体缝隙位置晃动 晃来晃去几十次 终于把石头的边缘卡上去了 幸好这些宝箱都不带钥匙 夜酒看着 只开了一条缝隙 就飘出来的那些空气球 一边感慨自己的运气不错 一边收了收绳子 用那块石头 从下往上的 将空气球都推上来 在空气球到了前方的时候 夜酒控制着绳子甩动 将距离远一些的 全都带回到悬崖上面 17个白色的空气球 两个绿色 好东西啊 夜酒伸手 先把两个绿色的抓到手里 然后就直接进行了学习 制作台升至二级图纸 消耗一级能量100分 可将一级制造台 升级为二级制作台 一级制作台制作图纸 可在二级制造台进行制作 制作材料 一级能量10分 一级矿石100分 一级木材100分 一级皮料100分 看到学会了的这两项 夜酒第一次知道 原来制作台除了开箱子获得 还可以通过制作台制作出来 四份面包 两份水 还有九份一级土壤 在学习了那两个图纸之后 夜酒将另外的15个白色空气球 也都收了起来 土壤 这也是好东西 东西收起来 夜酒暂时没着急 去到悬崖下 而是顺着悬崖边缘 一边走一边搜寻 进入副本 几分钟时间 收获了几千份的材料 十几分钟之后 又拿到了两份绿色品质的图纸配方 这种突然被好运眷顾的感觉 难免会让人的心情有点膨胀 期待着 接下来可以再遇到更多的资源 只是 悬崖边上 走了一个多小时 夜酒不只是没见到宝箱 就连可狩猎的资源 也是一个 都没有再遇见 好处是 也没遇到危险 他可以继续在副本里闲逛 还有四个玩家 698只 可狩猎生物 夜酒一边走 一边观察周围 当然也一直都在 看着副本的信息 玩家是一个个消失的 可能是退出了 也可能是死在了副本里 那些可狩猎的生物 除了他最开始清理掉200多只 后续的数字跳动 没有同时超过三只的 现在还有将近700只 夜酒开始期待 能不能再遇到成群的一级生物 这份贪心的期待 在下午三点的时候 展现在了夜酒的眼前 还是站在悬崖的边缘 可此时的他不只是没有感觉开心 反而是在瞬间感觉后背发凉 这些一级 夜酒盯着悬崖下的那一大片 红色植物 尽可能地降低自身气息 一级是蟹藤 站立49 吸血 割裂 麻痹 一级的植物不可怕 可当成片的植物 密密麻麻地搅在一起 还全部都具备了三个能力标签 若是一颗 长得个头比较大 夜酒还能去想办法解决 可他已经清楚地看到 这片植物上方的标签 密密麻麻 大致地数了一下 至少有600 那边的玩家 你好呀 有没有兴趣 联手试一试 十几分钟后 有个玩家手里 抓着一个风筝 从空中慢悠悠地飘过 在看到了夜酒的时候 这位看起来很单纯地 喊一声打个招呼 不去 打不过 夜酒看一眼 那人停在空中的方式 摇头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风系能力者 应该跟自己差不多 行吧 我也打不过 可现在根本找不到 其他的可狩猎资源 就这么一片 要是能烧掉就好了 空中的玩家 这么一大片 完全不敢靠近 普通的火 根本伤不到他们 夜酒看一眼空中那人 没有表现出敌意或者防备 只是继续盯着 下方的那片植物 你说的没错 可现在这情况 看得真憋屈 这么多的资源 盯着看一会儿 那些翻滚的藤们 确实不是普通火焰能烧掉的 可是 难受啊 看见了 不会跑大 却偏偏就是无从下手 你有兴趣可以试试 我留在这里 就是想等着看看 是不是会有玩家过来冒险 夜酒笑了笑 视线从空中收回 空中这个玩家 不会冒险 所以还是期待一下 会不会有其他玩家 跑来凑热闹吧 还有四个玩家 现在已经到了两个 剩下的那两个 或许也已经不远了 我胆小 可若是直接退了 也挺难受的 那我也等着看看 似乎是被夜酒说的心动 这个玩家抓着风筝翻个身 坐在了这个两面 几乎没差别的风筝上 风在周围环绕 风筝掉不下来 人也就可以继续坐在上面 等着看热闹 两人没在说话 自身的气息都在隐藏 这地方再一次地陷入了安静 这一等 就等到了下午的五点 一只三米多高的 鹿向着这边跑来 紧随其后的 是一只约有十米长的 黑色蜥蜴正在追 这就是副本里的 另外两位玩家了 悬崖上 空中 两人都在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奔跑来的鹿 要看的热闹终于出现 他们盯着下方 安静地看着那只鹿 靠近了嗜血腾 夜酒看着那只鹿停下 以为他会在第一时间 退出副本 可他就跟被迷惑了一样 竟然脚步缓慢地 在向前靠近 那只迅速追上来的蜥蜴 也是如此 稍微靠近一点 就陷入了 某种诡异的节奏里 两只体型很大的 兽足玩家 就在上方这两人的注视下 迈着优雅的步子 走向了死亡 从嗜血腾的藤腕缠绕 到藤腕散开 仅仅用了不到五秒的时间 而在藤腕散开之前 那一团缠绕的藤腕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外面是完全看不到的 真是可怕呀 哥们你自己小心 我就先撤了 空中的那个玩家 似乎是被吓到 喊了一嗓子 就直接退出了副本 还以为他准备继续耗下去 夜九看一眼副本信息 确实是只剩下他自己了 只是就算只有他自己 也已经没有好处让他捡 尤其是 当下方的藤腕 在扭曲着向外铺开 只有中间部分 逐渐显现出一个小木屋的时候 夜九毫不犹豫地 直接选择了退出副本 终结之地 只剩下一个玩家 可以进去开箱子 只是 那木屋墙壁 和门上的黑色绳索 那是三级的嗜血藤 还不止一刻 碰 当最后一个玩家也离开后 那个小木屋 瞬间破碎成渣 十几条黑色的藤腕伸展开 上百米长的藤条晃动着 拍在了旁边的悬崖上 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一级嗜血藤 正在迅速地枯萎 十几条的黑色藤腕 吃掉了一级的那些 又开始了互相的厮杀 直到最后 留下了最后一刻的时候 整个副本开始破碎 破碎到一定程度后 迅速地进行了一波刷新 进入四级的嗜血藤破碎 散落了满地之后 再一次地长出了新的幼苗 又是一片全新的嗜血藤 只是这一片嗜血藤的等级 都显示着二级 哦 小狼仔看到叶九回来 扑过来 就抱住了他的小腿 主人这次离开 又去了很久很久 小呆 咱们这次 有很多很多的肉了 叶九坐在床边 抱起小狼仔 心情很好的 在小狼仔耳朵上捏了几下 虽然那一片嗜血藤 没能碰触到一丝一喉 可之前的收获 是太让人满意了 哦 被捏了耳朵 小狼仔晃晃脑袋 别扭地想把耳朵藏起来 主人是很开心的吧 所以 开心了 就喜欢捏他耳朵 你自己玩 我先把木工挂上去卖 叶九看着小狼仔 可怜兮兮地瞪眼 笑着把他放下来 走到制作台前就开始收拾 上午挂的那些 已经卖出去 换回来了198份一级木材 185份一级铁矿石 之前每个制作台 分别放上去8份材料 现在还分别有一份没完成 所以 只拿出来21件 对比了一下 同属性的最低价 挨着挂上去 一级能量珠 才57份 还差了43克 夜九看看 自己包裹栏里的能量珠 这次副本 获得了49颗 加上之前剩下的8颗 距离100 还是差的挺多 能量珠 玩家都知道 这是好东西 所以 几乎没有拿出来卖的 他现在的这些 倒是能再做两个包裹栏 拓展背包 可他更想早点把制作台升到二级 只要制作台升到二级 他就能制作一级制作台 这才是当前最诱人的一项 打开交易界面 夜九再次地去搜索了一下 看看 还有没有哪个玩家 是真要卖能量珠 这一番搜索 他还真找到几份 愿意用能量珠换材料的 但这个1000份一级肉 才换一颗能量珠 就算他舍得买 可也还是凑不够100 只能自己卖点价值高的了 夜九确定 不能用材料买能量珠 就打起了别的主意 之前他算是简陋了 才能换回来了两个制作台 现在的交易信息里 制作台已经所剩无几 价格更是高得过分 休息了一会儿 等到二号制作台 和三号制作台的材料消耗完 夜九取下了制作完成的木工 然后把三号制作台挂了上去 一级制作台 售价60颗一级能量珠 挂上去约有两分多钟 夜九收到了交易完成的提示 60颗一级能量珠到手 到手第一件事 给一号制作台升级 二级制作台 可加工一至二级材料 制作一至二级物品 制作排序五一级物品制作时间 负10% 制作台升级之后 外观上看起来是稍微的精致了一点 但外表如何 其实没多少关系 重点还是这个详细的信息 不只是能制作二级物品 更让人惊喜的 是一级物品的制作时间减少了 之前一小时制作完成 现在只需要54分钟就可以 马上打开制作 将十份一级能量珠 一百份一级矿石 一百份一级木材 一百份一级兽皮放上去 制作中 53比59 57 开启制作 一级的制作台 原本也只需要一小时的制作时间 现在 倒计时正在跳动 再等53分钟 他就可以再拿到新的制作台 还有7颗能量珠 再等等 等新的快要完成了 再把这个旧的放上卖掉 现在还能加工点半成品 夜九打算 趁着现在没几个卖制作台的 要多赚点能量珠才行 有了能量珠 他才能制造出新的制作台 才能升级出更多的二级制作台 只有良性循环动起来 才可以让他获得更多的材料 出去活动一下 小呆 咱们出门开地去 夜九把二号制作台上 放了些瘦皮 加工成皮绳备用 回头喊了 正在床边跳上跳下的小狼仔 拎着灯笼就出了门 一共67块土壤了 也不知道 这绿化值到了100点 是否会出现额外的好处 夜九将新得到的土壤放好 坐在地上 抱着小狼仔 开始对绿化值进行一些猜想 既然是存在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项数据 还是希望 可以有些好处的 不管是解开修炼的限制 还是其他的一些增幅 感觉上就应该是越多越好 今天是来到这世界的第四天 还有三天时间 这三天 副本还是要去 因为副本里有概率 获得一些惊喜 但副本之外的 也要多努力才行 小呆 咱们定个目标 十个二级制作台 1000的绿化值 应该是可以的 是吧 夜九在交易界面搜索材料 看了一会儿 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房子里的面积有限 可如果是为了赚材料 他不介意 暂时先让房子里摆满制作台 一个制作台的占地面积 是两平米 他家房子的面积 是四乘以五的二十平米 刚好能放两排 每一排五个 毕竟 制作台只能放在房子内部 所以 他跟小狼仔 就先委屈一下吧 哦 小狼仔不知道主人说什么 但大部分时候 主人说话他 就会回一句 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夜九放下小狼仔 拎着灯笼回屋 二号制作台上的制作台 已经制作完成 夜九收起来 同样是60克一级能量珠的价格挂上 这一次 放上去 大概有五分钟才卖掉 卖掉之后 继续开启新一次的制作 新做出来的一级制作台 夜九放在一旁 开始放上材料 进行土壤的加工 目前它的材料还不少 先把之前剩下的羊肉 和其他材料 放上一起加工 消耗完了 又放上牛肉 一级矿石和一级的植物不够了 就用今天获得的一级牛皮去换 二号制作台上的土壤 还在继续加工 一号制作台已经完成 夜九继续投放材料制作制作台 三号制作台放下 放上了材料 同样是加工土壤 设置好之后 夜九终于可以安心地 把灯笼挂在墙上 坐在床边跟小狼在一起 吃着上午剩下的白菜和肉丸 一百八十 要你们管 我就是不死 你们有本事来打我呀 九十八比一百八十 你好欠啊 不过 这欠欠的 还真是越看越欢乐 但你要小心 有些人可见不得别人欢乐 九千比一百八十 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你说清楚 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二百一十 要我说 一百八十就是犯贱 他自己不想好好活 也不想让其他人活得好 你们竟然还有人支持他 你们的存在 就是浪费空气 浪费粮食 浪费玩家名额 两千一百九十九 我说你们大晚上的 能不能消停这点 这都快十点了 你们不睡觉的吗 九千九百九十八 我觉得一百八十说的没错 人家愿意躺平 是人家的事情 你们确实是管得太宽了吧 七百九十比九千 你也别生气了 你搭理一百八十干嘛啊 他自己肯定一直在努力 要不然 根本活不到现在 七千七百六十六比 九千九百九十八 你 绝对是眼瞎 一百八十是什么人 只要看过聊天频道的都知道 他就是 每天出来惹人烦 要不是见不到彼此 他绝对是早就被人给砍死了 两千二百十二 哎呦呦 七千七百六十六 你说话好吓人的嘞 人家一百八十 也就是出来 逗大家乐一乐 怎么 你这还要杀人的啊 那你们之前还说要和平 要平和的发展 这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对外要放下武器 不能伤害副本里遇到的人 对内就直接吓死手了 呀呀呀 你们的心 坏得很嘞 四千五百三十三 明明是文字 却让人一会儿 看得冷汗直冒 一会儿看得浑身发毛 你们继续 哥哥胆小 先睡觉去了 一千二百十一 明天还要继续去副本的 多早点歇着吧 吃一天天的 也幸亏是见不到彼此 要不然 不用猜测 以后是不是会被外面区域的玩家打进来 咱们自己去的 就先把人杀没了 聊天频道 依旧是非常的热闹 在吃过了晚饭之后 夜酒靠在墙上 一边看着聊天频道的信息跳动 一边等待着制作完成 所以只要它挂上去 价格不是太离谱 总是能够卖掉的 现在 已经有两个二级制作台 再过54分钟 就能拿出两个一级制作台 卖掉就是120能量珠 然后就可以等下一次制作完成 再次对其中一个进行升级 今晚少睡一会儿 隔一个来小时就挂上卖 顺便再给自家的升升级 等明早 就能有十个二级制作台了 当然 这有个前提 就是 有些玩家 会继续拿能量珠 来换一级制作台 等制作台够数了 它就该准备收植物的种子 或者幼苗 定下的目标 好像用不了三天那么久 说不定明晚就能完成了 真是让人期待啊 睡吧 等明早开始 你就没有床可以睡了 夜九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让它可以休息了 它自己熬夜 也就熬夜了 小狼仔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多休息 才能更快地长大 隔上不到一小时 夜九就下床 该卖的卖 该升级的升级一下 渐渐的 房子里的制作台越来越多 夜九把床搬到了门口 天都还没亮起来 这床就收了起来 小狼仔被它揣在怀里 人就靠在房门边上 闭着眼睛休息 十个二级制作台 在房间内摆得整整齐齐 夜九进去的时候 都是要踩着制作台来回活动 天亮的时候 夜九取出了四个包裹篮 拓展背包 将自己的包裹篮 拓展到十五格 接下来 吃点东西 它要在天亮之后 继续去采集副本看一看 小狼仔睡醒了 在夜九拿出饭菜 坐在门口跟它一起吃的时候 这小家伙 回头看看屋子 满眼的迷茫 他们家进不去了 并不能知道 夜九的计划是什么 小狼仔现在只知道 主人的家 被这些大块头的金属给抢走了 可主人似乎是很开心 小狼仔除了贴在身边进行安慰 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吃饭吧 先委屈三天时间 这个第一阶段 肯定不是为了 让玩家混日子 感觉上 需要建设的更好一点 资源越多 才能发展的越快 夜九现在真的全靠猜测 越是没有具体的信息 它越是觉得 事情不简单 生存第一阶段 只要不是在副本中死去 想完成一个木屋的建设 应该都不难 木屋建造图纸 在第二天的时候 交易界面出现的很少 有几个也是价格非常的高 第三天的时候 出售的木屋建造图纸 就已经开始多了起来 昨天晚上 他又搜索了一下 最便宜的 已经降价到三百分一级木材 今天是第五天 今天和明天 这个价格必然还会降低 至于第七天 那还真不好说 毕竟是最后一天了 万一有太多玩家 等着到了那天再买 所以 这是一个大部分玩家 都能渡过的关卡 第一关卡开启时 它是因为过去的自己比较强 才能在数据压缩之后 依旧能在大部分时候 不弱于其他玩家 按照这个情况来判断 想要在第二阶段 占据第一阶梯 就必须把第一阶段 做得比大部分人要好 而且 就算猜错了 也就是这几天累了点 小呆 家里就交给你了 我再去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 一些种子 或者幼苗 夜九在吃完饭之后 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让他好好看家 直接放在屋子的上半部分 反正都是空气球 飘着就行了 在收拾完之后 他看一眼满屋子的制作台 请量在两小时之内回来 这次 目标是 植物的种子和幼苗 现在不只是房屋建造图纸 越来越多 当前的出售信息里 种子的种类和数量 也是越来越多了 果然 运气不是一直都好 还是回家老老实实地倒腾东西 等着买八 夜九在采集副本里 待了一小时45分钟 从近来就一颗不停地 到处跑着搜索 可就算如此 可采集资源 可他家里的制作台 这时候 也都已经完成了加工 必须回家了 退出副本 夜九回到了家里 房子里全都是制作台 他站在一个制作台的上方 迅速将20个一级制作台 挂上去出售 依旧是60颗一级能量珠的价格 没多会儿 就出现了售出的提示 有了能量珠 继续设置了制作 只留下一个制作台 进行土壤的加工 等到第二个卖出去 手里的能量珠 有了剩余 夜九打开交易频道 开始往上挂能量珠 一颗一级的能量珠 售价20颗一级的种子 或幼苗 只要是种子就行 咱们不挑 夜九坐在门口的地上 喝点水 休息着恢复之前消耗的体力 一只手再凑过来的小狼仔 脑袋上慢悠悠的顺眸 现在 就看其他的玩家们 愿不愿意卖种子给他了 嗚嗚 小狼仔被摸脑袋 心情正好 在夜九手指停住的时候 抬起头主动地蹭了蹭 有卖种子的大户 夜九听到信息提示 几乎是同一时间 倒占了400份一级野草种子 但凡掺杂一些其他的 也还能说是凑巧了 现在看来 是有玩家用了特殊方法 培育出了大批量的草种 不过 想想自己现在批量生产的制作台 其他玩家能搞出这种方式 也不奇怪 种子到手 自然是要抓紧时间种植 加工出来的土壤 都收到了包裹栏 加上昨晚有段时间 用一级制作台加工的那些 在山包上绕着圈的 开始了放置 啊 小狼仔跟在周围 夜九调整出一块土壤 他就跳上去蹦搭两下 当看到夜九挖开泥土 种下了种子时 他歪头看看 在蹦搭着玩耍的时候 就会避开买种子的位置 小呆 之前我定下的目标 似乎还是太少了 你说 要不要改一改 改成一万绿化值 夜九再放置了200块新的土壤 又种下了207棵野草之后 突然觉得 自己之前想的太少了 啊 地上的小狼仔歪歪头 主人似乎是在思考 那就先安静一会儿 等主人不忙的时候再玩 没事了 回家拿土壤 咱们继续 夜九看了看山坡上的土地 心情很好的 回到房门口 从门口那个制作台上 取走了加工出来的30多份土壤 好多的能量珠 先不管数量了 等把这个山包全都种满 再去考虑 往哪个方向延伸 半个来小时的时间 之前还挂在交易频道的 那18个一级制作台 早就已经卖出去了 一次取回来了1080克一级能量珠 夜九就算是 想要保持平和的心情 奈何他还是太年轻 这高兴的情绪真的压不住啊 80克能量珠子挂上去 依旧是每颗20份种子的价格 然后就是把之前存下的 二级血肉 二级骨头 还有二级瘦皮 全都拿出卖挂上 换成一级的材料 用来维持之后的加工制作 等这些材料消耗掉 接下来 他就只能用能量珠来交易了 真的是 奢侈啊 不对啊 54分钟 能赚50克能量珠 我干嘛要自己做加工土壤 我直接买土壤不就行了吗 夜九在发现 自己制作土壤的材料 已经所剩无几 刚准备挂上买这部分的材料时 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一颗能量珠 现在的价格来看 至少能换十份的土壤 还好才制作了半个多小时的土壤 这要是加工一天才意识到 那才是真悲催了 昨晚用一级制作台加工土壤 是因为一级制作台 做不了其他更好的东西 现在这是二级 思路必须要改 重新设置了制作 夜九看了看 刚设置完就倒账的一些材料 又挂上了100颗能量珠 等这笔交易完成 就能有2000份的土壤到账 种子的交换 也要再多挂一点 还有制作台上的排序 反正都是同类型 没有限制 直接给每个制作台都加了8份 80颗制作8份 10个制作台 800颗一级能量珠 就全部放进去了 收购土壤挂了100颗 收购种子100颗 还有之前80颗 用来收购材料 刚才取回来的这些 又全都用上了 但有消耗 也有收获 在屋子里等了一会儿 等刚才制作的那批完成 夜酒取了 继续挂上去卖 然后 把交易到手的土壤和种子带上 出门继续种植 至于副本 暂时不惦记了 他现在搞发展上瘾 完全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能停下 小狼仔跟着夜酒 从小山包的山顶 绕着圈的一点点 往山下一栋 一圈圈的土壤里 正在生长的野草 正在阳光下 缓慢舒展着草叶 小山包挺小的 但就算是小 也终究还算是个山头 所以 当夜酒隔50多分钟 直到氯化值达到了1万的时候 他终于到山包下面 时间已经快要到18点 夜酒的包裹栏里 目前还有5000份能量株 土壤和种子 都只剩下了几十份 现在他准备回到山顶 好好地休息一下 虽然没有危险 而且 累了就会休息 可天都要黑了 总是要吃个晚饭的 哦 小狼仔的叫声 已经越来越清晰 在跟着夜酒跑了一天之后 回到房门口 没等吃饭 他就已经犯困了 先吃饭 吃饱了你再睡 夜酒把灯笼开启 挂在了放门口的墙壁上 坐在地上就开始搜索 打算买点好吃的 买食谱的玩家有很多 有些会在制作之后 挂上来直接卖成品 成品菜 会标注放了什么材料 倒也不会被坑 还有两天半 六十个小时 夜酒再买了两份 依旧是没有盐味的烤肉 跟小狼仔一起吃了的晚饭 然后就躺在门口的地面上休息 夜晚了 风的声音很大 可他却没感觉到 有多了 这让他忍不住会猜测 是不是因为 他家的绿化值 已经达到了某种标准 现在已经是第五天的夜晚 晚上虽然是不适合出门 但他有灯笼可以照明 只要休息一两个小时 就能继续了 一万棵植物 其中有4564棵一级野草 1153棵果树 1987棵灌木 还有2296棵不结果的小树 还要再多买几个水井 夜酒现在精神亢奋 根本睡不着 干脆就躺着休息的同时 开始搜索自家需要的物品 目前没有别的水源 所以水井是必需品 因为植物会出现缺水的事件 这价格搜索之后换算了一下 大概是需要10颗一级能量珠 看看自己包裹栏里的5000颗能量珠 夜酒拿出1000挂上去 收购100份一级水井 直接用能量珠买东西 在当前来说是更受欢迎 毕竟能量珠需要狩猎才会掉 可能很多区都已经知道 它的用途有多么广泛 不管是强化自身 还是包裹栏拓展 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家必需品 都需要能量珠 作为不可缺少的原材料 能量珠 有点像末世里的金盒 夜酒拿着空气球包裹的能量珠 因为无法直接直接接触 所以也无法试着像金盒那样直接吸收 想一下也大概就明白 这世界的限制 是不打算让某个玩家 在最开始就一飞冲天 玩家必然会愤出层次 但却不允许一飞冲天 但这种情况 对夜酒来说不算坏事 自从见到过那个艺人之后 夜酒就已经确定 自己这种实力还是被照顾了 若不是有一个上限封顶 可能他这类末世中的实力高层 都比不上某些世界的小孩 乖啊 咱们休息会儿 等会儿还要再去试试看 夜酒想到某些世界的人 天生就具备着强大的实力 原本激动兴奋的心情 逐渐地冷静了下来 休息吧 休息一会儿 还得继续 山顶上有风 但这风不伤人 不冷 这已经确定是绿化值 达到一定标准之后 带来的好处 接下来 就要为了绿化值 继续去努力 闭上眼 夜酒在门口睡着 黄蜂还在呼啸 但这个山包上 只有微风徐徐 并没有过多的干扰 这一觉 虽然睡之前 想的是一两个小时就行 可他再次睁眼 已经是23点 好久没睡过地面了 还真有点不习惯 夜酒从地上坐起来 看一眼趴在他身边的小狼仔 没有打扰他 起来后 看一眼灯笼的时间 已经只有两个多小时 虽然自己可以制作 但夜酒现在 忙着赚能量珠 直接从交易界面搜索 花五个能量珠买了一个 先放在包裹栏里 之前放上去的收购 到现在 已经全部完成 100个一级水井到手 夜酒开始提着灯笼 在山上寻找一些空的位置 放下去 原本是流出来的一些路 可既然是需要水资源 那就得先把水井放好 放下水井 设置了自动灌溉的土壤 等收拾好这些 就已经是零点了 确定一万棵植物 都有了灌溉 夜酒的包裹栏里 还剩下一口水井 毕竟之前就有一口井了 暂时先放着 他已经到了山下 现在也不着急回去收拾 直接抬脚 踩到了南边的这座山包上 仅仅是山沟隔开的 这么一点距离 当夜酒踏上对面时 瞬间感觉到了 风的冷冽和狂暴 这风 最少也有个七级八级的 夜酒被风吹得 打了个哆嗦 但还是先把土壤进行设置 跟之前一样的操作模式 放上土壤 就种下种子 然后继续放着 当然 现在 他要一只手提着灯笼 所以 操作起来 没有白天那么迅速 当包裹栏里的 几十分种下去了 夜酒迅速地回去 瞬间感觉到了 氯化值带来的温暖和舒适 从山下跑到山顶 夜酒进了屋子 把之前完成的制作台都取出来 挂上继续出售 虽然 有些玩家 也会隔一会就挂一些 但都是差不多的价格 所以 暂时没出现什么大的影响 而且 夜酒观察过 到现在 只有求购二级制作台 但一直都没有出售的 他不认为自己 这就是独一份 所以 其他玩家到底是有图纸 却没二级制作台 还是有二级制作台 却没图纸 又或者拥有这两样的 也跟他一样 都在加工了换材料 这种事情很难说 因为卖制作台的 一直都不是只有他自己 东西都一样 没办法分辨 其他售卖者是制作的 还是宝箱开出来 挂上一堆售卖 取下了收购的土壤和幼苗 当然也没忘记 再放上能量株 收购土壤和种苗 以及必不可少的水井 再次地回到山下 也就这次 是从山包下开始 绕着圈的一边放置土壤 一边种植 好 小狼仔在一点多的时候睡醒 像是能感应到夜酒的位置 直线地从山头上跑了下来 睡醒了就跟着吧 晚上不要跑远了 夜酒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看他开心的撒欢 拎着灯笼站起来继续 从山下开始往上走 流出需要放置水井的位置 偶尔也会随意地空出一点 一直到天亮 夜酒收起了灯笼 一点点地栽种到山顶 这边是连山头都种满了 又是一万份 当前的绿化值 已经有两万了 小呆 给你买了个半 夜酒躺在地上休息 手指摸了摸小狼仔的脑袋 他说的那个狼仔 已经买了回来 宠物幼仔二级猎犬 售价2000个一级能量猪 当初他能拿到小狼仔 只能说是凑巧 因为有其他玩家引开了狼群 现在这猎犬幼仔 是在他搜索查看的时候 有玩家刚刚挂上去的 虽然2000份一级能量猪 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贵 但能买回来 作为宠物养的幼仔 更加稀少 所有没有犹豫 夜酒包裹栏里的一级能量猪扣除 猎犬幼仔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里 跟小狼仔被放出来时候一样大 只是犬和狼终究是有些不同 纯黑色 毛很短 四肢相对于体型来说比较长 细犬 夜酒对犬类的信息并不是特别了解 只是在末世之后 见到过 有人就是带着好几条高高瘦瘦的黑犬 听人说 那好像叫做细犬 反正不管是不是叫这名 这小家伙 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五 小狗仔刚放出来 还发不出正常的犬肺之声 只是 这小家伙刚落地 就围着夜酒转圈蹦搭 蹦搭了几圈之后 他发现了小狼仔 转头就扑了上去 小狼仔从这个新来的出现时 就好奇地盯着看 在比他小了很多的狗仔扑过来时候 他抬起一个前掌 就给按住 然而 下一刻 这小狗仔贴着狼仔的肚皮 脑袋晃悠着 竟然是少吃的 这么闹腾 你以后就叫小闹吧 夜酒看着迅速跳到一旁 可怜兮兮瞪眼的小狼仔 笑容无奈地给小狗仔取了名字 他的取名水平 也就是这样了 相信他们会习惯的 宠物 小闹二级猎犬幼仔 生长进度1% 占力之一 饱食度10% 健康度65% 饥饿 急需食物 小狗仔饿坏了 所以才会见到小狼仔 就凭借本能 想去找点吃的 可小狼仔不只是小 他就是长大了 那也没有能喂仔子的奶水 先吃点 吃饱了再慢慢熟悉 夜酒先去买了一份肉丸子 捏碎了 喂给小狗仔 哦 有了吃的 小狗仔也不挑食 低头从夜酒的手里 一口口地 把做熟了的碎肉吃掉 毕竟体格很小 只吃了三个拇指 那么大的肉丸子 就已经饱了 现在呢 咱们再确定一下名字 你叫小呆 小呆 夜酒喂完了小狗仔 又把小狼抱过来 给他们讲讲 关于名字的事情 之前只有一个 所以他不管说什么 小狼仔都会跑过来 但现在 总是要区分一下的 哦 小狼仔听到喊他 脑袋放在夜酒的手上 欢快地叫了一声 真乖 你呢 你叫小闹 小闹 夜酒把手放在小狗仔面前 试着把新曲的名字 让他多听几遍 可能是因为太小 小狗仔完全没点该有的反应 哦 小狼仔在旁边等着 等主人跟这个新来的玩过之后 再回去跟他玩 结果发现 这个笨蛋 竟然没反应 他抬起前掌 就拍在了小狗仔的脑门上 哦 小狗仔不懂 但挨打之后 还是有反应的 再来 小闹 夜酒憋着笑 再次喊小狗仔的名字 依旧是没有意识到 但还是在小狼仔 又给拍了两下之后 小狗仔逐渐地开始适应 小闹 哦 但小狗仔现在听到小闹 立马就会给出回应 因为 只要回应得慢了 小狼仔就会拍他 小呆 乖啊 带他去玩吧 我要继续搞绿化去了 夜酒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逗着小狼仔和小狗仔玩了一会儿 体力恢复 就继续行动了起来 制作台的价格 从两个多小时前开始 就稍微的有点下降 目前勉强稳定 能稳定在57颗一级能量珠 能压价出售 应该是有更多的玩家 拿到二级制作台的升级图纸 然后又得到一级制作台的制作图纸了 一直保持六十 需要的玩家还是会买 但有人隔一小时左右 就放上去几个价格低的 就会让其他玩家 想去等着抢价格更低的 所以 一个降价 两个降价 后续都得跟着降了 但只要是能赚 夜酒就不准备停下 取了新做好的放上去 把买回来的土壤和种子都收回来 他再一次的下山 以他家房子为中心 将靠近了的山包 都进行着快速的种植 啊呜 呜 啊呜 呜 山上 小狼仔带着小狗仔 跑到能看见夜酒的位置 然后 就开始了他的训犬计划 可是 不管他怎么教 小狗仔就是发不出狼叫声 这让小狼仔有些失落 有了他们此起彼伏的叫声 夜酒在搞绿化的过程中 隔一会就笑一下 果然 有了半之后 他们玩得非常开心啊 这样就快多了 三小时种下一万棵 我还是挺强的 夜酒在中午的时候 站在新的山头上 看着种满一山的天地 心情极为舒畅 之前一直想着 尽量整齐 所以 才会一次次的那么费劲 现在他改了心情 只要能放得下去 就不需要再做调整 所以 不那么细致之后 这活就自然的越干越快了 休息一小时 然后再继续 夜酒下山 回到了房子前 又拿出了吃的 自己吃菜和肉 两个小不点吃的 就全都是肉食 在他们吃饱之后 夜酒拿出两个浆果 放在喂他们的盘子里 等着看小狗仔喜不喜欢吃 浆果 小狼仔吃过 他咸酸不想碰 现在 小狼仔抬起头看看夜酒 爪子把两个浆果 往小狗仔的方向推了推 再试着推了一下 发现主人没有阻止 他就很开心的 直接推到小狗仔面前 然后换另一个爪子 按两下狗头 让他快吃 小狗仔低头 咬住一颗浆果 小心翼翼的 要在嘴里压碎了吃掉 酸酸甜甜的 好吃 小狼仔看着小狗仔 眼神期待地看着他 眨眨眼 不确定这狗子 是不是在骗他 越想越觉得 这东西 不可能突然就变得好吃 所以 他再次抬着 按着狗头 让他吃掉第二颗 小狗仔低头 吃了第二颗浆果 欢快地凑到小狼仔身边 脑袋贴过来蹭了蹭 夜酒喝着水 看着两个小不点的互动 尤其在看到小狼仔 迷茫的眼神时 无声地仰头笑了笑 这可真是一个 美好的误会 9000 感谢1209号的分享 这信息对大家很重要 非常感谢 210 感谢分享 谢谢谢谢 这对咱们去的玩家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傍晚 又种出了1万绿化值的夜酒 再次回到房子前休息 刚打开聊天频道 就看到了一连串的感谢 有些好奇 他挨着网上翻 想看看 这些玩家是在感谢什么 网上稍微地翻了翻 他看到了那个 1209号玩家的一大串信息 1209 之前在副本里 遇到另一个区的玩家 他跟我讲了一些 很重要的信息 家园建造不只是房子 还有房子的装修 家园必备品的安放 当然 绿化值也要尽量地搞一搞 大家一定要在第七天 结算之前 多建设一些项目 越多越好 这个玩家的信息 后续还讲了一些 关于购买制作台 还能做了东西挂上去卖 能再赚点材料之类的提议 这人说的信息 跟夜九之前的猜想差不多 但是 不管别人从这其中 看到了什么信息 他就是感觉 这人是在推销制作台 不管是不是 夜九回到屋子里 把刚才制作完成的 40个都取下来 打开交易界面 就往上挂 制作台真是越来越泛滥了 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 价格还能稳定在56 现在再打开 已经降到了52 这价格的浮动 倒也不算奇怪 能制作制作台的玩家 只会越来越多 而玩家的木屋范围是有限的 反正只要是还有的赚 他就得继续制作售卖 多赚一点是一点 继续挂上出售 夜九又挂上了一批种苗 和土壤的收购 从昨晚到现在 他赚的不少 花的也很多 每54分钟 就能制作10份 从昨晚天黑到现在 24个小时的时间 制作出260个一级制作台 不算刚挂上的 这40个没卖出去的 到目前为止 一天之内 入账了12700多的一级能量珠 而他也从昨晚开始 制作投入 就消耗掉2600克 购买其他的材料 也大约是花了三四百克 这部分加起来3000左右 新消耗的土壤和种苗 还有必须配置的水井 每1万绿化值 就需要2000多克 新增3万绿化值 这又是6000多 还有买小狗仔的2000 加上昨天白天卖的那些 夜九现在还有3000的能量珠 10个制作台里 分别放了10份的材料 以及刚取回来的 1万绿化值所需的各项材料 哦哦哦 看到夜九回来坐下休息 两个蹦搭着玩了 一下午的小家伙 都跑过来贴在夜九的身边 你们俩吃点东西就该休息了 夜九拿出买的食物 依旧是让这俩用着同一个大盘子 现在的他没时间搞餐具制作 也因为这两个都还小 暂时不需要给他们分开 等他们吃饱 又为了点水 然后让他们凑到一起 趴着睡着 天空在一瞬间从白转黑 夜九打开灯笼挂在墙上 一边看着聊天频道的信息 一边慢悠悠地吃着晚饭 虽然距离第一环节结束 就还有36个小时 但他已经不是特别的着急 目前已经有4万的绿化值 他现在的目标是13万 不是10万 因为10万是个整数 或许有很多玩家都喜欢这个数字 也不是12万 因为某些事情上 12也挺特殊的 所以就凑个13万 因为再想更多 也是很难了 180大家晚上好呀 我又来了 日常一问 有没有人送我点吃的 额呀 正在慢悠悠吃饭的夜九 看着熟悉的编号出现 无声地笑了笑 笑过之后 才又喝了点水 继续吃饭 这人 或许是在副本里 带到天黑才回来的吧 反正这位玩家 绝对不可能 是在躺平等死 9000比180 你能不能不要出来搞破坏了 今天大家的对家园的建设 都很用心 很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害了大家 对你有什么好处 9989 奇了怪了 虽然我也嫌弃 180每天几遍的哀嚎求施舍 可9000你什么意思 咱们10089去的玩家 是你一句话就能代表了的 你怎么那么大的脸呢 你脸咋长的 是不是当年人没生出来 只把脸生出来养大了 8002比9000说的大家 只是大部分玩家 某些自认特殊的就别出来恶心人呗 210比9989你才是 什么意思 9000只是说 180不该出来破坏大家的建造热情 你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180是你爹还是你妈呀 179 我是挺嫌弃180那家伙的 可我还是想说 9000和210 你们两个到现在为止 除了拿着别人分享的信息 来自我陶醉 真干过什么对大家有利的事情吗 若是我没记错 你俩可是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分享过 一丝一毫都没有付出 只知道不停捞好处的白嫖怪 还跑来自称能代替大家 你们两个的脸是疯涨 晚风一吹 直接就上天了 夜酒放下水壶 低头看看身边两个小家伙 无声的仰头笑了话 这个179号玩家说的没错 这个9000和210 确实是挺烦的 真正出来分享信息的那些玩家 很少有人会去针对 还经常被人说谢谢 可这两人 到目前为止 除了隔一会儿 就冒出来嫌弃谁 再不然 就是谴责谁 当然 有人分享信息的时候 他们也会追着喊谢谢 只是这两人发的信息 大事小事都能上升到全部玩家 就跟他们俩 是全部玩家的代言人一样 只能说 也幸亏现在的玩家 是彼此都见不到面 要不然 万一 自己在某天遇到了 他肯定是连三句话都听不完 就得出手杀人 这种人 若是出现在身边 还让他们活着跑了 那真是挺恶心的事 第一阶段 家园建设 结束倒计时开启 12点 忙碌之后的时间 过得很快 第七天的夜幕降临时 玩家的操作界面上 出现了一个提示 不管切换到哪一项 这个倒计时都不会消失 时间一秒一秒地跳动着 聊天频道 也因为这个的出现 瞬间开启了刷屏模式 小闹 不要总是欺负小呆 也就是他让着你 要不然啊 抬抬爪子 就把你踩地上了 夜九坐在家门口 房子里的十台二级制作台 还在迅速地进行着制作 又过了两天 一级制作台的价格 现在已经在不停的竞价售卖中 一路下滑 降到了16颗一级能量珠 可就算只能卖16 那也还有得赚 只是赚得少了点 这期间 夜九一直都没去副本 他还是不能去屋子里放下床睡觉 所以就每种出一万绿化枝 就躺在房门外的地上 休息两小时 睡醒了再次继续 如今 他家的绿化枝 已经到了十二万 手里还有两万一级土壤 两万一级种子或树苗 还有二百口一级水井 除了这些必须要用掉的 他手里还攒下了 3688枚一级能量珠 以及他准备等明早 再取出售卖的 120份一级制作台 这些能量珠暂时不准备继续收购 可以留着 当作下一阶段的启动资金 而且 只要再把这两万种下去 就已经超过了之前的计划 只是在这两天时间里 发生了一个 让夜九很纠结的事情 他家种植的一级野草 有一部分显示能收获了 可在他采集之后 显示没有种子 他想过 是不是因为没有兽粉 所以才没有种子的产出 可他搜索之后 没发现蝴蝶或者蜜蜂 更没时间去手动兽粉 就先放着暂时不管了 小狼仔被闹得暴躁 抬起前爪 就把小狗仔按在了地上 小狗仔在今天终于学会了犬肺 只是这个声音 真的一点气势都没有 吃饭了 吃完饭 你俩自己玩 我这次先把那些都种下去 然后再回来休息 夜九给他们拿出了吃的 放在大盘子里 让两个小家伙先吃饱了再玩 他自己简单地吃了只白煮鸡 没有任何的调味品 味道上总是差了很多 但饭还是要吃的 吃肉比吃水果蔬菜更有利解 在吃饱喝足之后 夜九拎着灯笼 下山又从山下绕出去 在隔了一点距离的山包上 开始放置土壤搞种植 昨天他新研究出一种种植模式 先放置一口水井 然后围着水井 放置一百块土壤 这样连接起来 不用担心搞错 之后再挨着全都种上种子 或幼苗 这风 风大了 夜九再离开了已经种植过的范围 感受着能把人吹倒的狂风 直接原地蹲下 开始进行放置 白天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夜晚的风 却每晚都会加强一些 随着种植的土壤越来越多 夜九周围的风 也越来越小 等他到了山包上方的时候 站起来活动下 有些酸麻的腿 已经只剩下徐徐微风 带出些许柔和的清凉 再努力一下 很快就可以休息了 夜九坐在这个山头上 吃了点买的肉干 喝了一袋水 再次下山后 进入了狂风侵袭的环境里 一点点地增加着绿化值 周围的风也在逐渐地减弱 这期间 也就没有看聊天频道 他的目标是 种完包裹栏里的最后一份材料 全部完成之后 才可以休息 辛苦地干活 腿蹲得肌肉酸疼 因为买不到农具 一直用手扒土 就算土壤松软 也让夜九的手指止度 磨损严重 完成 完成了 夜九躺在山头上 感受着微风吹来 突然就感觉到了疲惫袭来 不过 不能在这里睡 重新从地上跳起来 一溜小跑下去 穿过山包的间隙 再次地爬到了自家的房门外 现在 可以睡了 真的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汪污污 小狗仔凑过来 脑袋贴在夜九的胳膊旁边 撒娇式地蹭了蹭 然后闭上眼准备一起睡 在旁边 小狼仔歪头看看周围 没有发出声音 只是安安静静地在旁边守夜 时间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多 那个进入下一阶段的倒计时 只剩下两个多小时 地上的夜九 在睡着之前 想的是两小时后醒来 可实际上 他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天大亮 直到一连串的提示音不停地响 才终于 把他从沉浸的睡眠中吵醒 第一环节 家园建设已结束 当前环节进度结算完成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建设环节中 成功建造一级木屋 基础建造任务完成 奖励木屋升至二级建造图纸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建设环节中 放置可使用水14万份 奖励可自选水资源道具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建设环节中 放置一级土壤14万份 奖励可自选土壤排序调控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建设环节中 种植一级植物14万颗 奖励可自选 种植排序调控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建设环节中 绿化值建设达到14万 10089区绿化值排第一名 奖励自选家园改造模板 自选初级修炼功法 开启生存第二环节 家园防守 求生世界第二环节 为期15天 此环节期间 玩家需要在随机刷新的灾难事件中 努力保护好你的家园 二级副本已开启 玩家每天可自选进入的副本难度 一连串的通知 让叶九在醒来后 立马打开各项信息进行查看 就知道他不简单 叶九先看了一下自己的榜单奖励 当然也看到了 那个榜单是什么情况 第一名是他自己 只有编号 14万绿化值 第二名是180 10万绿化值 在看到这位的10万绿化值之后 叶九更加确定 这位确实是在逗大家玩的时候 玩得很欢乐 不过 这次被曝光出来 这位估计是演不下去了吧 有些好奇 他切换到聊天频道看一眼 只是看到的信息 却跟他猜想的并不一样 9989 哎呦喂 是谁是谁啊 我这么努力 竟然只排在了第十位 前面的九位大佬 出来冒个泡 让我们瞻仰一下呗 真的太好奇了 180 羡慕你们这些大佬们 我应该是排在3000之后了 好惨的呀 大佬们的绿化值 都是多少啊 以后的日常 一问改一改 大腿们都在哪 让我抱一抱呗 179 我也是挺好奇的 编号9000那位 你怎么排到2000多名去了 那么努力白嫖信息 你怎么没把1209的话当回事啊 他可是说了 大家尽量搞点绿化的 9000只是排名而已 重要的是 活下去 而不是这些虚名 搞不搞 又有什么关系 多攒点资源 才是最重要的 1209 向前5的大佬们问得好 8 向前7的大佬们问得好 1000 向前3的大佬们问得好 聊天频道很热闹 但这些人的话 让夜九明白了一件事 每个玩家 只能看到 自己和自己名次之下的玩家信息 第一名 他自己的14万 第二名是180号的10万 第三名是9999号的61522 第四名是1000号的53265 第五名是997号的41220 第六名是1209号的10500 第七名是8008号的10000 第八名是8号的8888 第九名是7187号的5000 第十名是682号的4889 夜九只看了看前十名 后续的那些大概看过 没有太过关注 这个第一环节的榜单信息 是一直都在的 上榜的玩家们 可以随时观察 只是每个玩家 都只能看到自己名次往下的部分 之所以只到3000名之后就没了 是因为最少需要一点绿化值 才能上榜 从2300多名开始 全都是一点绿化值 看过了玩家们热闹的聊天 以及某些人的演戏行为 夜九坐在地上 打开包裹 查看得到的奖励 建造 木屋升级 升至二级建造图纸 一级木屋 二级木板1000份 二级绳索1000份 二级石板50份 二级能量珠50份 二级木屋 占地5乘以10 内部框架 可做间隔调整 二级的木屋 占地面积是50平 而且还能进行内部调整 看这意思是 可以隔成几间 这倒是很不错 但他现在还没有二级的原材料 需要等拿到材料再说了 除了这个 似乎所有玩家都有的 二级房屋升级图纸 更让夜九期待的 是他因为绿化值 而得到的各项奖励 忍着自己对修炼功法的渴望 夜九还是先拿出了 自选 家园改造模板 自选 1089-8898 拥有土壤14万平 水资源14万 绿化值14万 可拥有家园面积 14万050平米 可在100万份家园模板中 选择一份进行改造 100万份 夜九看着似乎眼前出现的 100个改造模板 再看看旁边显示的 总共1万页 太可怕了 但是 不得不说 这奖励是真好啊 挨着看了看 第一页的这些 并不怎么喜欢 点了一下翻页继续看 一页页翻过去 有高山 有丘陵 有平原 有各种各样的环境 在翻了几页之后 夜九看到了一份 感觉还不错的 环形 中间可以盖房子住 外面是一圈一圈的田地 以后再有新的土壤 可以继续往外扩展 不会影响到内部 看上了 就不用再往后看 直接点了这一份 随着它的选择完成 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 一层光芒闪过 它家所处的环境 直接变成了一片平原 周围所有的小山包 全都在一瞬间刷新 成为了一望无际的平原 而那些种植过的小山包 也都劈开后 连接在一起 只是依旧保持着 每平方米 只有一颗植物 房子有点空地 但也只是给下一次升级使用 接下来 该开始更细致地改造了 夜九看看自家的环境 之前都是收到什么 就种植什么 甚至有些水井 都是随机乱放 那时候是山上 还不是很明显 可现在摊平了查看 就真的会越看越别扭了 土壤排序调控 可调范围还是挺大的 中间这片空地 把水源也一起掉了 植物最后 夜九把水资源 土壤 还有植物 这三样奖励都使用 然后 用着完全俯视的视角 在自家进行着改造 只是 改造范围有限 除非是用水资源填充 要不然 就无法把自家的土地的范围 往外扩展 虽然理解 不能无限制地调控 但这个限制 也确实是让它挺心塞 先将水资源 从他家接下来需要的50坪后方 来上一条河 在房子后面 规划出一片浅浅的小湖泊 河流的主干道 先从东到西先来上一条 再从南到北的来上两条 然后是穿梭在田地里的水渠 网状的向外分散 这样 房子后面是水 在房子还没升级之前 前方是一小块空地 然后继续调整植物 野草都放在家附近 重点是在前方 后方的湖边 也来上一些野草 然后是果树 果树全都放在了野草之外 更向前一些的区域 在后方 先是湖边的野草 野草之外是灌木丛 最外圈是那些只能砍伐做木材 或者一直保留 作为绿化值的树木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简单 有道具的时候 只要设计好了 再点一下确定 周围的一切 都在瞬间完成了转变 哦 汪汪 小狼仔和小狗仔 在一切都改造完成后 也终于从静止的环境里放了出来 回过神 这两个小家伙 对于陌生的环境 有着恐惧 一前一后的站在夜九的脚边 冲着周围看了又看 至少在半个月时间里 咱们家就是这样的布局了 先吃点东西 然后 咱们就要开始在新家 好好转圈看一看了 夜九原地坐下 拿出吃的 放在盘子里 自己也端着碗 开始吃饭 前方一圈圈的植物 野草长势不错 有些还正在开出各色的花朵 有些果树也已经接了果 比如最开始的桃树 一个个的桃子 比它的拳头还要大 这两天忙着搞种植 只惦记了一次草种的收集 结果草种还采集失败 就彻底把这些可采摘的都给忘了 不着急 好吃的都先放着 等会儿再去看 现在吃着饭 顺便看看 这个功法的事情 夜九一手端着丸子汤 扒拉着吃了两口 然后就放下碗 将那个自选 初级修炼功法 点了使用 自选 初级修炼功法 玩家10089区 8898 加元氯化值14万 加元范围内 修炼能量为基础的14倍 可在100种修炼方式中 选择一份进行日常修炼 开启之后 依旧是先显示出了他家的氯化值 以及这个加元能量倍数的信息 14万 14倍 那就是1万点氯化值 才是基础 如果是1000氯化值 是不是10% 100点氯化值是1% 那些一点的 没有着急做出选择 夜九在不耽误自己吃饭的情况下 先试试他的雷系异能修炼 在曾经的末世里 异能者想要提升 除了不停的使用和恢复 磨练自身来进行提升 更重要的是金河 因为那个世界的能量很吸收 就算是偶尔有能量充沛的地方 异能者也不太敢吸收 那世界的能量 就跟刚来这里 被吐槽的个人信息里所说 是真的有毒 但夜九算是小部分的例外 他当初没得选择不得不尝试 后来就什么都吃得下 虽然也受过很多的苦 可终究是全都扛过来了 这感觉 能量虽然还不怎么多 但是 舒坦啊 夜九在吸收到能量 而且能感觉到能量的 纯粹和温柔时 差点就这么陶醉其中了 舒服 太舒服了 对了 还有功法的选择 因为自己能吸收 夜九在选择的时候 直接去掉了那些吸引能量 帮助吸收 感悟之后 引动操控 汲取强化身体等方面的基础功法 掠过了这一部分 剩下的就很少了 功法 是修炼的 所以主要的被他剔除了 剩下的 就只是一些辅助 在只有十几份的辅助功法之中 他最后选择了一份叫做 清心觉的功法 清心觉基础修炼功法 学习后可自行修炼 修炼速度一 修炼强度一 心神稳固八 这些修炼功法 基本都显示三项标签 修炼速度 修炼强度 这两项是全都有的 第三个标签随机 还有些直接就是附属 最终加起来的总和都是十 大概又是那个 十为上限的设定吧 刚才他看到的功法里面 有一本最凶残的 第三属性直接 九 前面两项属性 分别是十和九 那种功法 叶九自认是不敢去挑战的 而且 他不缺修炼速度和修炼强度 他要的 刚好就是心神的稳定 可惜 第三项最高也就是八 因为前两项没有低于一的 学习基础修炼功法 清心觉 自行修炼开启 请注意修炼进步 叶九点了学习 接受了清心觉的修炼方式 还没等反应过来 就感觉自身进入了一种 缓慢汲取周围能量的状态中 自行修炼 原来自行修炼是这个意思 看着那个信息 叶九回头看向两只小不点 手按着他们的脑袋 不让这俩小家伙 看到他笑傻了的状态 他只是想 选一个能稳固自身的功法 却没想到 直接开了个挂 那个学习后 可自行修炼 他的理解 是学习了 就可以自己去修炼 哪曾想还就有这种 完全不需要自己控制 就按照他自身吸取的速度来做对比 清心觉吸收的 只能有十分之一 而且能留住多少 按照清心觉前两项的一来判断 可能是少之又少吧 但是他家能量多 而且自身对能量 是只吃不漏的 吃饭吃饭 吃完饭再试试看 副本暂时先不着急 夜酒心情很好的 把饭吃完 在吃过饭之后 他先去屋子里 把之前制作的120份 一级制作台都收起来 然后打开交易界面 将这些一级制作台 都挂了15个一级能量珠的价格 包裹栏里还有3000能量珠 夜酒开始搜索 升级二级房屋的材料 目前二级材料 是所有玩家都需要的 所以偶尔有几个 价格也是贵的离谱 没了兴趣 夜酒搜了搜包裹栏 拓展背包的价格 目前的价格 在16个一级能量珠 他直接搜索 买了些一级的皮料 10颗一级能量珠 10份皮料 54分钟后 就可以制作出一份拓展背包 10个制作台 全都设置了10份制作 他这才再次的来到了房子外 小呆 小闹 咱们摘果子去 夜酒心情好 好的嘴角一直压不住 现在出门喊着 两个小家伙一起 冲着斜前方的 那片桃树林 就跑了过去 哦 哇 小狼仔和小狗仔 跟着夜酒跑出去 越跑越欢乐 在到了桃树林之后 夜酒摘了个两个熟透的桃子 在边上的水渠里洗了洗 掰开后 把野草斜着按下去 按平整了 就让两个小家伙过来尝尝 现在的野草 只要他自己不选择拔出来 就不会因为压倒 这野草铺开 能当餐盘 也能当坐垫 嗯 真甜 夜酒自己也洗了一个 靠在树枝上 一边主动地吸取着能量 一边啃着脆甜可口的桃子 身心舒畅地享受着当下的时光 他还偶尔地会在内心感慨一下 之前的努力 是真的赚了 赚大了 持续修炼中 你的精神得到了增强 精神强度加一 持续修炼中 你的身体得到了增强 身体强度加一 持续修炼中 一上午 夜酒没有去到副本 而是悠闲地在桃林里休息 熟透的桃子摘下来收着 一边修炼一边活动 隔上一会儿 就出一个增强的信息 除了这些数据 更多的 还是他自己的胆受 很久很久 都没有这么自由地吸收过能量了 等到了中午的时候 夜酒摘了1988克 一几个桃子 本来应该是有2000个 被他和两个小家伙 一起分着吃了十几个 而他的个人属性 也终于有了一个非常迅速的提升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酒 男21岁 身体状态健康 身体强度18 五 精神强度23 三 特殊属性 异能 雷系一级46% 技能 雷 是 功法 清新诀 装备 迅捷布斜 绿 粗布裤子 白 资产 14倍能量强度 14万平的家园领地 二十平一级小木屋 宠物 小呆二级狼王幼崽 成长度87% 战力93 小闹二级猎犬幼崽 成长度43% 战力25 包裹栏15 生存手册 一级能量珠 3800 木工 白 木剑 197 一级桃子 个人信息里显示的数据 除了身体强度和精神强度的增长 更让夜九感兴趣的是 这个异能后面出现的百分比 这是在他修炼之后 才终于出现的一个数据 看这个情况 等他的精神强度达到50 应该就是要变成二级异能的标签了 只是 如果要按照100战力值 就是三级来计算 这又感觉非常的别扭 一级升二级 和二级升三级 怎么可能会一样 可数据就是这么显示 夜九也不能把这个等级卡住 不让变动 除了自己的信息 还有就是 这两个小家伙的数据了 成长进度百分比 应该是达到百分百之后 就能进入成年期 那个战力数值 关系着他们的等级 小狼仔的情况 几乎不用担心 他肯定会先升到三级 然后再进入成年阶段 可小狗仔的这个数据 看起来就差了很多 如果在成长阶段没有突破 很可能就只能是二级 虽然成年之后 也能继续成长 但如果是能在成年之前就进阶 未来的成长会更好一些 咱们都要好好成长 实力越强 才能活得越久 而且要活得舒坦 夜九抱着两个小家伙 坐在家门口的空地上休息 哦 小狼仔把脑袋贴在夜九的胳膊上 蹭了蹭脑袋 吃桃子吃到饱 现在懒洋洋的想休息 在他的旁边 小狗仔已经贴着夜九的 另一条胳膊睡着了 睡吧 等下午的一点 我再去副本里看看 现在休息 夜九之前累着了 虽然这一上午的修炼很兴奋 但他对副本 还是没多少想法 只是 今天开启二级副本了 怎么也都是 要去看一眼的 休息的时候 夜九打开聊天频道 看着其他玩家们的聊天 这一上午 有些玩家自称是 已经去过二级副本 也或真或假的 讲了些副本内的信息 看了一会儿 一边修炼一边休息 在身体强度和精神强度 又都长了一点之后 夜九放下熟睡的两个小家伙 直接触发了 开启二级采集副本 当前副本危险度四级 玩家实力不足 无法单人前往 可选择多人组队前往 好熟悉的一个提示 在第一次打开一级副本的时候 也曾经提示过 多人副本已开启 当前副本人数时 副本内可采集物品 一千斜当一千 可随时选择退出 这次是每回进入副本 都会有的提示 在提示音出现的同时 夜九也已经场景转换 来到了副本内部 这运气 夜九进入副本 第一时间就迅速地跳起来 一手抓着四米多高的房梁 另一只手中 已经瞬间凝聚出雷网 雷网的凝聚不费劲 但攻击力的强弱 是根据他自身的实力来展现的 在下方 是十几条二级的尼丘 正在冲着他喷涂水剑 二级尼丘 站立值52 水剑 这些尼丘 只有一个能力标签 但他们毕竟是二级的 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御 都不是一级的小尼丘 能比 雷网落下 覆盖在尼丘上 这些半米长的二级尼丘 在雷网笼罩之后 还在挣扎弹跳 试图冲破 这带着麻痹束缚的屏障 还好来之前提升了很多 要不然 真就要在第一时间跑路了 叶九看着下方的淤泥中 这些尼丘虽然没死 但逐渐的开始僵直 稍微的松了口气 还是太弱了呀 等回家之后 要好好修炼 要不然根本没办法在二级副本里混 击杀二级尼丘 一连串的击杀信息 在雷网放出约有五分钟之后 才终于想起 此时的叶九 也已经出现了 二级能量珠三 一个个飘着的空气球 被叶九全都抓住 收进了包裹栏 这时候 他才有心情 观察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 木屋 看起来很简陋 但他一眼就看到 在房屋角落里 半泡在二三十厘米深的泥沼里 那个散发着淡淡蓝光的宝箱 青铜宝箱二级 采集副本终结宝箱 三级宝箱 需在当前副本 仅剩一位玩家时 才可开启 游戏里的宝箱分等级 到目前为止 出现了一级的木质宝箱 二级的铁质宝箱 三级的青铜宝箱 后续还会有什么宝箱 叶九不知道 他们10089区 也从来没人说过 宝箱材质不重要 现在是 他在进入副本的时候 就直接被送到 这个采集副本的终结区域了 只要守着这里 等其他玩家死亡 或者退出 只剩下他自己的时候 就可以开启这个宝箱 收拢副本 剩余的所有可采集资源 似乎 也不是必须要守着 只要我还没退出 这副本里 就不止一个玩家 就算有其他人找来 也开不了 叶九坐在箱子上休息 在恢复了体力之后 站起来打算 拂去转几圈 只是也不能离开得太远 要防止迷路回不来 更要考虑下 其他玩家找到这里 是不是会设置陷阱 在出门的时候 叶九依旧是抓着房梁 顺着房门翻到房顶 没让门口的地面 留下他的脚步 不能说完全不被发现 只能是尽量 站在小木屋的上方 叶九看看周围 一眼望去 全都是沼泽 这周围的生物 还真挺多的 明明是个采集副本 却要先杀一波怪 叶九在看到 沼泽里有波动时 手中已经抓住了 一级的木工 木剑搭在弦上 缓缓拉开 二级沼泽毒蛇 站立值68 毒箭 泥沼波动中 一条十几米长 脑袋比人脸还大的 灰黑色大蛇 缓缓地冒出了头 钻出泥浆 就是因为发现了 叶九这个外来生物的气息 它一点迟疑都没有 张开大嘴 就喷出一道毒液 毒液速度极快 比泥丘们的水剑 还要稍微的快了一点 不过 也就是 在它张口的时候 叶九手里的木剑 已经射了出去 爆 叶九射出一剑 就迅速躲开迎面而来的毒剑 看着木剑靠近了蛇嘴 在毒蛇歪头试图躲避时 直接引爆了 贴在木剑箭头上的雷球 毒蛇脑袋 直接被炸掉半个 但雷球 炸开时的冲击力有点大 把藏在泥沼里的一个玩家 蜥蜴 叶九看着从泥巴里钻出来 冲着它呲牙的那个玩家 一时间还真搞不懂这玩家的种族 脑袋像是蜥蜴 被炸出伤口的背上 流着蓝黑色的血 身上还长了密密麻麻的尖刺 也可能 这个尖刺 是因为被炸伤 感觉到威胁之后 才出现的防御模式 整体的打量一变 这个很符合泥沼环境 可偏偏不显示任何标签的生物 就是一个在叶九 看来是丑到爆的爬行类玩家 吼 吼 被炸伤的这个爬行类玩家 晃了晃 他还有些迷糊的脑袋 冲着房顶上的叶九 发出了怒吼 他就是潜伏在沼泽里 想要悄悄靠近前方的木屋看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人类竟然能够发现他 还搞偷袭 最喜欢你们这种异族的玩家了 叶九盯着对方看了两眼 长弓收起 人已经从房顶上跳了下去 脚落地踩在了泥水的表面 脚下总有几次的雷光闪过 人已经出现在了 这只爬行玩家的身边 只要不是人族 遇到了 就是应该爆锤一顿的 皮肤表面有微弱的雷光闪烁 叶九在看到蜥蜴想逃的时候 汇聚着大量雷光的拳头 已经冲着蜥蜴脑袋砸了下去 在漠视的时候 他要么尽可能地躲着下黑手 真要正面对上躲不开 那他也是挺喜欢这种拳拳爆开的对碰 哦 你将不停地剑起 这个蜥蜴玩家不是不想逃 而是在不间断的麻痹僵直状态下 他想逃都逃不掉 击杀一名玩家 蜥蜴玩家被雷光闪烁的拳头 一顿爆锤彻底打死 有了提示就停手 叶九回头 先把毒蛇死亡的掉落收起来 然后再回来拎着蜥蜴的尾巴 拖着他从半米多深的泥沼里走动 一步步地走到了房子前边 这里的泥比较浅 二三十厘米之下 就是坚硬的地面 又走了两个 叶九站在房门口 就顺着拎住的蜥蜴尾巴为起点 放出雷光缓慢覆盖 玩家只剩下六个了 刚才这个蜥蜴玩家出现时 副本内玩家数量还有九个的 玩家数量减少 叶九只是觉得时间好巧 反正不可能是因为 看见他击杀玩家给吓跑 直到蜥蜴尸体消失 叶九的精神强度又增加了零 二身体强度增加零 一 这一点增长 对比金上武的修炼来说 是少得可怜 但现在总是要在副本里等一等 但凡有点就不能放过的嘛 有了之前 这位的绝佳隐藏潜入 叶九再次地回到房顶 恢复了一下 又再次地搜寻目标 没有树木的沼泽 只有枯草和烂泥 观察了一会儿 叶九又发现了几百米外的一处异常情况 只是在看清楚 那个冒出头换个气 然后又潜下去的生物时 叶九在一瞬间 出现了是否离开的犹豫 四级沼泽鳄 站立859 防御 力量 四级的标签 让叶九瞬间意识到 他还是歇着比较好 那只沼泽鳄 只是冒出头 在泥沼的表面 吹起一片气泡 然后就又趴回了泥浆里 这样安静待着的状态 让叶九暂时没有直接离开 只是在房顶上 继续降低自身的存在感 平静的气氛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房顶上的叶九没动过 水里的沼泽 也只是偶尔抬起头 呼吸下新鲜空气 吹几个泡泡 就再次地沉在泥浆之中 半个小时 这个副本里的玩家 只剩下了三个 而副本内的可采集物 还有865份 那边的人 你是玩家吗 这边有头老虎 你要不要打个虎皮做装备 一个踩在水面上跑的玩家 在看到叶九的时候 停下脚步 喊话并且指了指他身后的方向 这次的副本 玩家们似乎是很容易就凑到了一起 在那个人身后的七八百米之外 一只应该有五米多高的黑白纹老虎 正在跑来 七八百米 对那种体型的老虎来说 也只是眨眼就到了 只是 这人的位置不太好 就在那只沼泽鳄的附近 沼泽鳄没有动 那人也没发现水里的情况 那只老虎应该是挺多肉的 可惜了 吃不到 夜久看看 这那人身边的水在浮动 能猜到是想做什么 有些无奈的笑着摇了摇头 不管是那只老虎 还是这个已经在老虎扑来 使水波闪烁 要转移方向的人 都已经是在那只沼泽鳄的目标 他现在 该去房子里 准备收走最后的资源了 只是 沼泽鳄为什么没有锁定他 刚才还透过水面看了他一眼 不只是这次的沼泽鳄 还有之前的白鳞大蛇 似乎都对他不感兴趣 本来是准备水波之中转移方向 迅速藏匿的玩家 在十几米之后 就突然被定在了原地 看他被限制住 夜久迅速地滑下去 抓着房门的上方 进屋就站在了宝箱上 眼神期待地盯住了副本信息 虽然没有标签 但既然是在沼泽里生存 那只四级沼泽鳄 绝对能轻松控住那两个玩家 看着玩家数量从三变成了二 再从二变成了一的时候 夜久跳起来 用脚踢开宝箱的盖子 盖子打开时 他也没时间查看都是什么东西 先抓蓝色 再抓不像是材料的 能碰到的全都受入包裹栏 在房门口钻进来一个灰褐色的脑袋时 也只看到了夜久从一片绿色材料 空气球里消失 呼 夜久退出副本回了家 虽然拿到的东西有限 但他不敢读沼泽 在吃了那两个玩家之后 是不是想来尝尝他的肉是什么味 而且不是他不想全拿走 实在是包裹栏位置有限 装满了 生存手册 三级列宫制作图纸 三级床制作图纸 三级强化药剂制作配方 飞扬发带蓝 二级包裹栏拓展背包制作配方 二级护心甲制作图纸 二级疾风靴制作图纸 二级皮裤制作图纸 二级避弩制作图纸 二级羽然衣制作图纸 二级聚能单制作配方 二级封厚 二级眼颈 二级花生种子 一代 除了生存手册 包裹栏里装满了新拿到的物品 之前的木工 木剑 还有刚到这里时候 拿到的泥丘 蛇皮蛇肉等物品 全都在开箱子之后 就被夜九扔出去了 就连二级的能量珠 它也没有留下 除了包裹栏里的这些 它的双手之中 还分别抓着一份绿色的空气球 二级大豆种子 一代 二级土壤强化配方 这一次的收获很多 多到让夜九躺在地上笑了好久 久到小狼仔和小狗仔跑过来盯着它看 看了一会儿 好奇地凑近 在准备舔它脸的时候 才不得不从地上爬起来 你们两个小家伙 想法很不好 不能冲着我的脸张口 夜九把手里的两个空气球放开 一手一个 把这两个小家伙抱怀里 手指在他们呆萌的脑袋上敲了几下 哦 哇 小狼仔和小狗仔 叫声清脆 在被夜九敲了脑袋之后 晃晃悠悠的 就想往他的怀里钻 不要乱动 咱们家今天赚大了 夜九摸摸这俩的脑袋 把配方图纸 全都进行了学习 学完的配方和图纸 都先放着 他拿出生存手册 把入侵的十只野猪都给咬死了 夜九看着张嘴笑的两个小家伙 看到记录才意识到 这俩是在跟他炫耀呢 十只野猪 虽然是一级 但这也凑成群了吧 把土豆种子先收起来 夜九放下这俩 站起来就跟着他们欢快蹦搭的脚步 走向了事件发生的位置 自家挺大的 所以 现在走起来 发现这随机事件的刷新 是真的非常随机 但凡家园小一点的 可能 都会直接刷新在房门口了 这野猪不错 没有刷新成材料 那是不是说 咱们家范围内的一切 都可以在数据显示的同时 还能保持一个真实感 夜九想到 之前自己一个个的摘桃子 摘了桃子 要洗一洗桃子上的桃毛 既然桃子可以直接吃 只是直接吃就要洗一洗 那这石头 有大有小的野猪 还真有可能 没有把这些野猪收到包裹栏 夜九拎了两只 只有十几斤重的小猪仔 现交了身边两个小家伙 怎么用嘴咬住猪耳朵 拖着走 他自己一手拎着一只百多斤的大野猪 在前面走 两个小家伙 拖着小的 一边扯一边跟着走 真乖啊 以后呢 家里出现的猎物 在完成了猎杀之后 就拖到房子前面的草地里 夜九拖着两只大野猪 一路走到房子前 把野猪先扔在地上 然后再次地带着两个小家伙一起 去到野猪尸体的位置 一手拖着两只 继续往回走 嗷乌 小狼仔看看夜九 拖着四只大的 他和小狗仔 再次拖着两只小的 晃晃脑袋就松了口 跑到夜九面前 叫了几声 你要自己挑一只 夜九看小狼仔 围着他拽起猪蹄的 四只猪转圈 好奇地放下来 看看他想做什么 哦 小狼仔试着 在这些野猪尸体的耳朵上 扯了扯 确定能轻松拖回去 就很开心地 拖着这里面最大的那只 脚步撒欢地往前跑 真轻松啊 夜九知道 小狼仔的实力挺强的 虽然狼的大部分的站立值 都体现在 速度和咬合力 可他现在的站立值 都已经98了 就算力量是相对而言的弱项 那也只是对比同等实力 呜呜 汪汪 小狗仔也想试试 可他体型太小 小到刚拖住一只 稍大点的 往前跑两步 直接就绊倒了 等你的体型长大一点 再考虑 拖这种体型大的吧 夜九摸摸小狗仔的脑袋 继续把那只最小的 放在小狗仔面前 他拽着被挑剩下的四只 继续往回走 这次 他才只走了一半 小狼仔已经欢乐地跑了回来 然后 又从他手里挑了一只 撒着欢的拖走 歇会儿吧 我先看看 把严谨放在什么地方 做饭没有严是真难受的 夜九把几只野猪放下 拿出严谨的那个空气球看了看 需要二级的土地作为基础 然后才能进行放置 果然啊 除了一些吃的喝的 其他数据化的东西 还是必须要按照数据有标准来调整 也可能是每度过一个环节 都会解开一部分的数据化限制 二级土壤强化肥料 十份二级材料 一份二级能量株 升级出二级的土壤很简单 只需要制作出二级的土壤强化肥料 撒在一级土壤的地里 就可以从一级升级成二级 二级的制作列表里 依旧是只有一级土壤 二级的都是各种半成品 以及学会了的图纸和配方 所以基本可以确定 想要二级土壤 只能制作一级 然后用二级的肥料进行升级 这次捡到的能量株没带回来 但之前还有12颗 目前它急需使用的是两份 夜九直接设置了加工 一分钟一份 两分钟之后就完成了 两份土壤强化肥料 先找了个位置放置盐井 直接在那块地上撒了肥料 肥料生效中 土壤升至二级 撒上肥料 直接就是二级 夜九把这块地上的野草拔出来 二级盐井直接放下去 二级盐井 每六分钟产出一份锦盐 存储上线为一千份 盐井放下 直接就是个卡着土壤边缘 比地面高出了四十厘米 四四方方的一口井 这口盐井 在夜九凑近看的时候 发现这井底 就是和地面平行 果然是数据化的一些东西 不能纠结更多的细节 要不然 这就不较井 该叫能铲盐的钢 盯着看了一会儿 在井的边缘 正在缓慢渗出的水滴 水滴渗出 停在井壁上 迅速地干燥 化作一颗颗的小颗粒 六分钟一次 掉落在井底 可以直接伸手取盐 也可以在井台上方的半透明显示上 点击取盐 这还是很不错的 盐井放置好了 还有个自带的井盖 暂时先放着 慢慢积累 夜九在 走到旁边一块草地里 把包裹栏里的另一个特殊存在放了出来 二级封后 自带蜂巢与初始食物 需放置在二级及以上的土壤中 封后每分钟产卵一颗 又封属性随机 存活率将根据加元氯化值自行调整 蜂蜜产出数量 根据氯化值和公风数量自行调整 封后自带房子和食物 这信息让夜九看得想象 来到隔了盐井十米外的那块土壤上 夜九先撒上肥料把土壤升到二级 然后把风后取出来 选择这块土壤进行放置 放置很简单 只是 野草拔出来时 根系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小坑洞 现在这小坑就是风潮的出口 风潮 在地下 夜九站在这块地的旁边 一会儿看看地下的风潮 一会儿回头看看地上的盐井 算了吧 给他已经不想吐槽了 小呆 你带着小闹出去玩 我看看 这些要怎么出脸 心塞了一下的夜九 后头就看到两个小不点 围着盐井转圈 走过来按住他俩 指了指远处 然后再放开手 哦 小狼仔往前跑了一下 回头冲着小狗仔 嚎了一嗓子 在小狗仔跟上去之后 这俩小家伙 跑一会儿回头看看 然后继续跑着玩去了 他们自己去玩了 也就进屋 先把所有的一级包裹栏 拓展背包都取下来 一共加工了一百个 他自己在中午的时候 用了四个 现在96个都可以拿去卖掉 每个玩家最多只能使用五个 先看看卖的怎么样 然后再考虑 是否继续制作 交易频道搜一搜 最低价是18个一级能量珠 比一级制作台多了四个能量珠 看起来确实是加工制作台更划算 全都挂上去出售 然后又挂了几份收集二级材料 以及收购二级能量珠的部分 二级木板需要一千份 自己能加工 花500颗一级能量珠 买了500份二级木材 二级的绳索需要一千份 一份皮料能出五份绳索 夜酒之前的那些材料 都拿来换一级材料 现在又花400颗一级能量珠 买了200份 虽然现在出了二级房屋的建设升级 但二级的材料和之前相比 还是价格下降了许多 应该是因为二级副本开启 二级材料更多了 除了木板和绳索 还需要二级的石板 夜酒看看 目前卖二级石头的 发现青石比较便宜 就花了125克能量珠 买了25份二级青石 一共花了1025份一级能量珠 材料已经凑齐 接下来就只缺50份二级能量珠了 目前有卖二级能量珠的 但那些玩家需求的交换物品 都是当前较为少见的 在一通买买买之后 夜酒看着自己的可制作列表 打算做点市场上比较少的 换点二级能量珠 回来盖房子 制作列表里 因为没有三级的制作台 所以那些三级的图纸和配方 暂时是无法制作的 而二级的里面 最容易卖钱的 就是二级包裹栏拓展背包 二级包裹栏拓展背包制作图纸 绿色品质 消耗类道具 使用后可为包裹栏增加两个格子 每位玩家使用上线5 制作所需材料 二级皮料布料时 二级能量珠时 夜酒现在只有10颗二级能量珠 又去买了10份二级瘦皮 放上进行制作 目前来说 市场上的一级包裹栏拓展背包 已经是比较普遍了 二级的也不算多贵 目前的售价是一个二级包裹栏拓展背包 买20个二级能量珠 重点是二级能量珠 这是用一级材料买不来的 放上制作 这次没有时间缩减 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完成 其他的制作台也没闲着 继续放上一级包裹栏拓展背包的材料 先分别放上了一份进行制作 制作不用盯着 夜酒走出房门 拿着用了点一级材料 就能买到的一级匕首 开始处理这大大小小的石头野猪 它没有太专业的技术 所以在买了几张木桌后 直接给野猪进行扒皮处理 扒皮去内脏 只剩下肉和骨头 一大块一大块的堆放在桌子上 还行 但是要怎么做 夜酒再用了半个多小时 大猪切块 小猪去皮后整只放着 一米的方桌堆满了五张 打开盐紧的盖子看一看 里面确实是有小堆的盐 可它不能把猪肉用盐盐了生吃 柴火好办 家里的这些都行 可这铁皮铁板 都是无法直接使用的材料 除非是有金属系异能 对啊 说不定就有呢 夜酒习惯性的吐槽下 异能分类不同 干不了金属系的活 吐槽到一半 突然想起 别人可能会有做出来挂上去卖的 毕竟 它都能用特殊的雷系异能 干点吞噬玩家能量的事了 其他玩家用能力 搞点适合做菜的东西 这也该是很正常的 虽然大部分的材料 都是空气球包裹 但无品级的物品 是可以拿在手里 是能直接吃 直接啃的 铁制三刃刺 玩家制作 售价100颗1 级能量珠 铁制后铁板玩家制作 售价100颗1 级能量珠 铁制大铁锅玩家制作 售价100颗1 级能量珠 铁制 夜酒打开搜索 在输入几个 不同的搜索信息后 终于从玩家制作的标签里 看到已经挂上了 几百份的无属性物品 玩家制作 不管是从通过特殊能力 提取出某一属性的物质 还是家园范围内的 各种资源取用 反正 只要不是空气球包裹的那些 都可以进行加工 只是 不管这个物品是什么 全都没有属性标签 在大部分 都只是比较简单的物品里面 最让夜酒感觉震惊的 是一座金属凝聚的三层楼房 只是 这个看一看还行 估计没几个人 会真的买来住 不只是需要房屋的恢复增幅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带属性的家具 全部都只能放在屋子 或者是院子里 他刚才买的方桌 就属于是放宽了一些限制 只能在家园范围内 使用的室外家具 挨着看了一圈 夜酒花 一百颗一级能量珠 买了一份长度一米 宽六十厘米 厚度两厘米的铁板 买回来的铁板放在地上 夜酒拎着试了试 这份量是真足 这材料是挺真诚的 确定质量是真不错 夜酒又去买了三个铁架子 一个直径半米的半球状铁锅 这铁架子 有点像大一号的四角凳子 但在中间有个挖空的圆圈 能让这个铁锅 放下三分之二的深度 这样 底下可以放木柴烧火 锅里做饭就行了 另外两个架子 找好角度放下 铁板放在上面 也可以在铁板下烧火 铁板上面烤点东西吃 在这边不烧火的情况下 铁板还能当个菜板 或者架子来使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总是忍不住 会想要奢侈一下 夜酒看着自己 花了五百颗一级能量珠 买回来的这几样物品 突然就笑了起来 明明是可以在制作台 按照菜谱 进行食物制作 可食谱他之前都买下十几份了 现在又开始动手制作 可是 自己动手切割 撒盐腌制等待 这种繁琐的操作 就是 会让人心情愉悦 尤其是在他搞这些的时候 隔上半个来小时 还会出个异能修炼 有所成长 精神强度加一 或者是身体强度加一 小闹 那个不能咬 夜酒走到树林里 掰下树木内部 有些过于密集的树枝 准备带回去当柴烧 估计是看他在干活 两个跑着玩的小家伙凑过来 竟然是打算 直接从树干贴着地面的位置啃断 虽然 这种方式 能得到更多的柴火 可他没有想要把树毁掉的打算 五 小狗仔被夜酒提起来 委屈得眨眨眼 没理解到他这是犯什么错了 这个 不能啃 夜酒指了指 被小狗仔啃出的伤口 另一只手 在小狗仔的脑袋上敲了一下 除了有些位置比较碍事的野草 其他的植物 他都没打算破坏 哦 小狼仔也来凑热闹 往前一点 冲着树张了张嘴 回头发现夜酒摇头 他迅速地闭嘴 回头 就在夜酒的脚边转圈 哇 哦 小狗仔能听懂小狼仔的意思 知道干了什么蠢事 回头用小短腿抱着夜酒 脑袋贴着手指蹭了蹭 他知道了 树不能这么啃 这个你们还不会挑 去玩吧 夜酒确定小狗仔明白了 把他放在地上 继续在周围的树上 挑一些树枝折下来 等攒出了够做一顿饭的量之后 他将之前拔出的那两颗野草 凝成简单的草绳 简单捆一下 就举起来往房子的家门口走去 在他折树枝的时候 小狼仔用一只前爪 按着小狗仔 在一旁悄悄地观察 直到夜酒回去 收拾着准备的点火了 这俩小家伙 又开始了他们的新游戏 学习能力真强 不愧是带个王的标签 夜酒听着树枝 咔嚓咔嚓被折断的声音 笑了笑 却没有过去凑热闹 在他手里 是打开的生存手册 小狼仔跳到树上 折下密集处的树枝 小狗仔在树下 负责将散落的小树枝 叼着放到一起 刚才也是小狼仔 先明白了重点 然后才去教育小狗仔 新鲜的树枝 不太好点火 而且 他的异能是雷不是火 想要点燃 就是一个技术火了 继续 夜酒坐在地上 在他的前方 是折成小段的树枝 一道道雷光 在他的手中闪烁 一边修炼 一边往树枝堆上 落下较为温和的雷网 用雷系异能点火 这在末世的时候 也曾被人吐槽过 但不影响 他对这种 非正常修炼模式的练习 曾经可以成功 现在 不能直接成功 也只是因为 缺少了练习 以及异能的降级而已 在尝试了几十次之后 他的精神强度 都已经加二了 面前 这堆被雷光 劈成碎渣的树枝 终于冒出来了 一点火苗 和黑色的烟 成功 夜酒拿起旁边 准备着的一颗野草 放上去点燃 然后连同这一堆木柴碎渣 一起推到了 铁锅下的简易炉灶里 木柴依旧是比较潮湿 就算被点燃 燃烧时 也会冒出浓烟 但毕竟是点燃了 夜酒颇有成就感地站起来 准备去把两个小家伙的树枝 带回来 哦 小狼仔咬着一根大的树枝 树枝上 还放着很多小树枝 正在往回走 看到夜酒过来 他放开嘴里咬着的树枝 撒着欢地跑了过来 他没有把树肯换 是从很多树枝浓密的地方折下来 小呆真聪明 小闹也很听话 夜酒蹲下来 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然后 又再凑过来的小狗仔 脑袋上摸了两下 作为夸奖 智商很高的小不点 除了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事情不能做 还要经常进行夸奖和奖励 看着开心了的两个小家伙 夜酒过去 抓起那根大一些的树枝 拖着一堆木柴 往房子前面走去 在他的身边 两个小不点蹦蹦跳跳的开心玩耍 不要着急 这美味的食物 就是要用最简单的烹制方法 吃着特别有满足感 夜酒回来把柴放下 又在铁板下放了木柴 接着就将已经烧到比较旺的木柴 转移了一部分过来 在浓烟中 开始了他的铁板烧家火锅自助 他家现在不缺水 水袋 还有一百多个装满的 等用完了 可以直接去到房子后面的湖里 再次装满 锅里放着水 铁板上 也已经用纯肥的油脂 慢慢刷过 油汪汪的 很适合放点吃的上去 在旁边用水冲洗过的木桌上 有着 可能超过十斤的肉片 只是稍微的撒了点盐 进行腌制处理 当铁板上的热度越来越高时 夜酒开始将肉片放放上去 滋啦滋啦的声音 响起 小狼仔又带着小狗仔 跑去附近 带回来了一些树枝 看夜酒继续加柴 他们就更加欢乐地 继续去寻找可以折的树枝 味道不错 你们过来尝尝 这可是我在这世界第一次手动烤肉 夜酒是一边烤一边吃 还给两个小家伙 装了一盘子等着 在他们再次回来时 夜酒将他们俩专用的大盘子 放在地上 喊着两个小家伙 过来吃点再继续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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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盘子清空 好吃 去玩吧 等下吃点煮的 可惜 现在食材只有肉 等咱们的花生和土豆种出来 就可以有更多的食材了 夜酒看 他们把盘子清空 还眼巴巴地看过来 摆摆手 让他们继续玩去 这边锅里的水已经煮开 可以下肉片了 目前它有的种子 就是土豆和花生 而且 这两样是二级 先攒攒二级的能量株 要建好了新房子 再提升土壤等级 进行种植 身体强度加一 身体强度加一 在夜酒吃着火锅的时候 连续刷出了两条提示音 虽然之前 出现提示的时间也不固定 但这么连续出两次 都是身体强化 他还是好奇的 打开生存手册看了一眼 原来是精神强度满了 这是要等身体强度达到49 然后才能进行突破了吧 夜酒看着自己的信息 精神强度已经49点 身体强度才43点 现在吸收的能量 全都是自然而然的 就堆到肉体上了 现在的成长 它其实是没多少感觉的 或许只有等再次达到 它原本的实力 才会在修炼上遇到难度 确定了是怎么回事 夜酒只是回屋 将制作出来的二级包裹篮 强化背包挂上去出售 然后就继续回来涮火锅吃肉片 几分钟后卖出去 二十份二级能量珠到手 夜酒又在两个制作台上 继续开启制作 接下来 只要继续等着就行了 等下一轮卖掉 就可以分开四个制作台 进行加工 大概 还需要两个小时 才能建起它的新房子 现在天都要黑了 灯笼打开放在一边 等白天转黑夜之后 他这边依旧在光的笼罩范围 不影响继续吃笔火锅 吃着火锅 吸收着能量 攒够一盘 就喊两个小家伙过来开饭 顺带的 夜酒还打开了聊天频道 打算看看其他玩家们 对新环节的各种探寻发现 喜欢分享信息的人 大家都是很喜欢的 夜酒也属于白嫖信息的玩家 可某些同样是白拿好处 有人却总喜欢一口一个代表大家 就真的很烦 九千 某些人就是心里阴暗 信息分享一下怎么了 谁不是从什么都没有 一点点的学会了 在这个世界生存 大家都没有意见 你们怎么就那么大的火气 是怕大家都学会之后 你们就没有优越感了吧 看到熟悉的编号 再看看发的信息 夜酒很怀疑 这个玩家 是不是每天都不干别的事了 什么时候打开聊天频道 隔上一会儿 就保证能看见他发的信息 前面的信息 夜酒打开之后也看到了 是有人说的 修炼的事情 关系着以后 虽然不是完全不能说 但不建议把自己修炼的内容 都讲出来 毕竟谁也不知道 未来是不是会出现 玩家之间的接触 遭到其他玩家的黑手 有些玩家表示认同 万一未来出个能掠夺 他人资源的环节 那时候全都是敌人 也有人说 没必要去纠结那些 没发生的事 想法不一样的两方正在讨论 而这位9000号玩家 一出现 就给那些认为 不该说太多的人 扣了个心理阴暗 和优越感的大帽子 在这位之后 很快就刷上了几条骂他的 当然也有几个支持的 盯着看了一会儿 夜酒没找到感兴趣的信息 就暂时先关掉了聊天信息 切换到交易频道 查看下各类物品的价格变动 小狼仔又一次拖着树枝回来 放下之后 就凑到夜酒身边 乖乖低头吃肉 天黑了 他们也不想出去了 黑暗中很难找到哪个树枝 适合被带回来 辛苦了 多吃点肉 夜酒在两个小家伙的背上 给顺顺毛 小狗仔是真的累着了 现在只是闷头吃肉 等吃不下了 就跳到夜酒的腿上 往他怀里一靠 就闭眼睡觉 小狼仔虽然没睡 但他在吃完盘子里最后的那些 也凑过来 将脑袋靠在夜酒的身上休息 黑夜中 只有灯笼的光芒 笼罩在这片区域 简易的炉灶内 火光闪了闪 随着没有木柴的添加 而越发的微弱 维系异能变异 可晋级 在晚上的八点多 夜酒在身体强度达到四十九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提示 他的异能 终于可以晋接了 再等等 卖出去了 换个新房子再晋级 夜酒抱着两个已经睡着的小不点 再等着他刚挂上去的四个二级包裹栏 强化背包卖出去 同类物品有很多 挂二十颗二级能量珠的 有一百多份 偶尔可能有人着急 挂个十九 甚至是十八 那些都会在挂上的瞬间就被买走 等待了五六分钟 一个个的全都卖了出去 到手八十个二级能量珠 虽然也可以制作八份 卖出去后 再次进行制作 但夜酒不想等了 打开家园界面 看着那个材料充足后 显示的可建造标签 他的手指直接点了上去 二级木屋建造中 建造完成 二级木屋 结实的木板 用坚韧的皮绳缠绕固定 搭建起坚固的小屋 小屋内铺开了轻石的地板砖 在融入了能量之后 你的房屋不只是更加的坚固 还能在恶劣的天气里 依旧保持舒适 房屋面积五米乘十米 二级木屋 可增加10%的恢复速度 制作类时间减少5% 数据化的事件 虽然有一瞬间的停滞 但下一刻就已经建造完成 原先空出来的区域 刚好是放下了这个房子 房子内的制作台散在周围 夜九进门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制作台 放在房子的西边 没有去搭建房间内的隔断 直接在东边把床放下 然后将两个小家伙放在床尾 让他们先好好的睡一觉 该突破了 夜九去三个制作台 设置了二级拓展背包的制作 又在另外七个制作台上 放了一级背包的制作 吃钱的都卖出去了 接下来 他肯定还需要买很多东西 所以 一级的 也依旧是要继续转了 收拾好这些 他在房子内的墙上 放了个新的灯笼 然后拎着快要耗尽的 那个灯笼出了门 走到门外 看一眼眼井和蜂巢的位置 他向着南边走去 走出了将近二百米 卡在了边缘的位置 夜九停了下来 再远就出去了 家园外面 依旧是荒芜的平地 不只是没有植物 更没有丝毫的能量 他的突破 肯定是要在自家范围之内 现在也只能希望 不要有太大的动静 要不然 这些树木 可能要重新栽种了 雷蜥呢 还给他挂了个变异的标签 他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突破 到底会怎么进行 希望不要搞出太大的动静 毕竟这才是一声二 夜九将灯笼放在地上 不太确定地感慨一声 双手缓缓地伸展开 自然地保持一种放松状态 雷光从两手开始汇聚 在达到了一定程度后 开始向着全身蔓延 雷光在闪烁 整个家园范围内的能量 都在被吸引 能量越聚越多 在他周围 逐渐形成一个 直径两米多的雷球时 身体开始缓慢地飘了起来 沉浸在对能量的控制中 他的心神越来越稳定 直到感觉到了 临界点的那个瞬间 据当模糊的叹息声出现时 周围的雷光 和未转化的能量 出现了一瞬间的停滞 雷心 宁 夜九的十海之中 一枚雷光凝聚出的小光点 正在随着心跳的节奏 出现波动 雷心 这是他在曾经失败了很多次 最终在一次 身体差点崩坏时 才终于凝聚出的灵魂内核 只是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身体被净化修复 实力被压缩 曾经凝聚的雷心 也不存在了 如今 一次就成功地凝聚出雷心 夜九的心情很好 好到他就算看见了成片的树林被摧毁 也没有让笑容收起 雷系一能变异 突破至二级 一能突破之后 没有过多的提示 只是一个突破成功 之后就没了 双脚重新踩在了地上 夜九看着依旧还在 散发着光芒的灯笼 拿出生存手册看了一眼 22.20分36秒 能量冲击对家园内的植物 造成了大批量的破坏 家园氯化值降至77666 这部分植物的损坏 是一瞬间完成的 总共14万 之前拔了两颗 现在直接被它推平了将近一半 幸亏是来到了边上 这要是在它房子的位置进行突破 整个家园除了房子 还能完好 其他的可能都得被清空 不过 好处更多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 男21岁 身体状态 健康持续激动 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保时度15%突破一下而已 这就饿了 体力值100%状态极佳 突破的福利 身体强度58 身体不太行 精神强度99 精神飘浪 还好现在能卡住 不然你可以直接做个魂修了 特殊属性 雷二级确定了 你是真的喜欢 技能雷 是你取名的能力 蛮差劲的 功法 清新绝开挂的感觉 是不是很开心 前提是你所处的环境能跟上 装备 无 资产 14倍能量强度 77666 14000 五十平二级小木屋 二级严谨 二级风巢 宠物 小呆二级狼王幼崽 成长度92% 战力99% 小闹二级猎犬幼崽 成长度45% 战力36% 包裹栏15% 生存手册 夜九看着自己的信息 这熟悉的吐槽又出现了 饿了 确实是饿了 晚饭吃的烤肉跟火锅都消化掉了 身体不行 原来是指 差点把身体报废的意思 自己这精神力是恢复了 所以才直接达到上限被卡住 确实是差点就危险了 魂修什么的 虽然什么修炼方式都没问题 但他对吃的比较在意 暂时没有想要放弃身体的念头 这异能的标签直接没了 就是换成了暗的标签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这雷系怎么就是暗系 但他必须承认 自己确实是一直都很喜欢 然后取名能力差劲 行吧 他承认 自己确实是没这个天赋 继续往下看 装备 夜九低头往身上看一眼 他也觉得自己现在很疑惑 裤子呢 鞋子呢 突破一次 裤子怎么还没了 还好那个蓝色品质的发带没拿出来使用 要不然真会很心疼的 想到发带 夜九感觉自己的情况还是不太对 伸手在脖子后面抓了一下 这垂到背上的头发 是什么情况 现在都不是游戏系统要吐槽他 是他自己都觉得 好像有什么事情变得奇奇怪怪了 这头发是要扎起来了 也不知道下次突破是不是还会长 之前短发时候 还是青春阳光帅哥 现在这造型一换 突然就有种缥缈的感觉了 夜九抓了抓头发 手指当梳子 有些别扭的 扎起一个高马尾 身上穿的 刚才回屋之后 才买了材料 耗时一小时 制作出来的二级装备 飞扬发带蓝装备 精神恢复速度 正5% 装备技能 凝神 磨损度100% 羽然1 绿装备 恢复力正2% 防御加7 保暖加5 磨损度100% 皮裤 绿装备 防御加8 保暖加5 磨损度100% 疾风靴 绿装备 速度加6 防御加2 保暖加2 磨损度100% 避弩 绿武器 攻击力正3% 精准加2 穿透加2 力度加5 剑侠0 需配置小型弩剑 磨损度100% 一身装备都是新的 除了之前在副本唠叨的发带 其他几件都是自己制作的 自己做的装备属性比较随机 但总归是凑齐一身了 皮裤是紧身的 虽然不至于整体都紧绷 但总是感觉有点不太雅观 好在这个上衣是长款 斜着交错的衣摆 能将过于突出的部分 进行一些折挡 这也是为什么 选择羽然衣 而不是那件护心甲的原因 那件护心甲 是皮甲 更加的贴身显身材 虽然在这个世界 也没有熟人 甚至不经副本 都遇不到人 就算不穿 也没多大问题 但他依旧是觉得不习惯 鞋子挺正常 臂弩也还好 就是需要再买点配件才能用 而目前最好的装备 就是这个蓝色品质的发带了 增加精神恢复速度 这对于夜九来说 应该是最好的属性了吧 除了这项属性 这发带 还自带了一个技能 明神装备技能 使用后 精神恢复速度 增加100% 技能效果持续10秒 技能回气时间一小时 这个技能 又是专门针对精神恢复速度的 10秒的时间不多 但如果 是在危险的时候 真的可能会起到救命的效果 当然了 夜九还是希望 自己永远都用不上这个技能 明天再看了 现在 等着把拓展背包卖了 继续放上新的制作 然后就可以好好躺床上睡觉了 夜九出门看了看外面 漆黑一片 也看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再次地回到房子里 看着自家的房子内的布置 心情也逐渐地放松了下来 刚才回来等装备制作的时候 吃了两个面包 来填饱肚子 现在的房子中间是门 两边分别有个比较大的木窗 窗口能感觉到 微风吹进屋 如果感觉不喜欢 还能选择将窗子关闭 走到西边 将制作台上的6份拓展背包取下来 依旧是20颗二级能量珠的价格挂上去 等待了大概十几分钟 迈出去之后 取回能量珠 又在这六个制作台上 分别放了两份的材料 除了二级的拓展背包 夜九还在排序中 分别加上了四份装备的材料 等早上睡醒 再来看看 有没有属性好的 到时候 把身上这些进行一些替换 五 小狼仔在夜九躺时 抬起脑袋看了看 直接滚着 来到了他的手边 是因为要晋级 不舒服 夜九确定 小狼仔目前的信息标签里 没有出现不适 可他可怜兮兮的凑过来 夜九又有些不确定 万一是某些数据 不记录的不舒服呢 比如他之前突破 个人信息上面 只有简单的成功突破 自身增强了多少 以及家园内的绿化 被摧毁了多少 可这上面的记录 从突破之前到突破之后 完全没有说明 他装备到底是怎么没的 小狼仔将脑袋 钻到夜九的手底下 可怜兮兮的蹭蹭脑袋 然后就乖乖的趴下继续睡 他就是感觉 主人的气息有些变化 应该是变强了 但他只顾着睡觉 完全不知道 主人是不是在变强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麻烦 虽然知道了 也可能帮不上忙 但他还是觉得 自己因为睡觉而错过 是很差劲的 睡吧 手指在小狼仔的脑袋上揉了揉 确定他只是凑过来贴着睡觉 夜九也没有继续担心 外面没有什么异常 夜九好久没在床上睡觉 现在躺下来 就很快地睡着 等他一觉睡醒 睁开眼已经是白天了 在睡着后 贴到他怀里的小狼仔 还有刚要睡着时 也凑过来的小狗仔 早就已经醒了 只是他们全都老老实实地趴着 似乎是担心 如果乱动 会吵到沉睡的夜九 早啊 你们俩出去玩吧 我先去把能卖的卖了 等下要继续栽树的 夜九翻身下床 穿上了靴子和上衣 再次扎起头发 然后去到了制作台那边 指了指门外 让两个小家伙继续玩 他开始算计着 自己具体要买多少东西 上午没时间出门 就先卖了 继续制作 这制作台还是少了点 12个二级拓展背包 在早上卖得很快 挂上去不到10分钟 就全部售出 到手了240颗二级能量珠子 这期间买了点二级的兽皮 等卖出去了 就挨着在制作台上设置了制作 10个制作台 就他目前50平的房子来说 还是少了点 屋子里也没什么其他需要布置的 等下还是先买点的一级制作台 然后强化到二级 现在的一级制作台 价格已经降到了 13至14颗一级能量珠 果然啊 还是要尽量抓住机会 把制作的物品都卡在当前的最高层 这样才能多赚点 放上507颗一级能量珠 收购39份一级制作台 每个制作台的求购价格是13颗 设置好之后 夜九把凌晨到现在制作的那些二级装备都拿过来 检查一下属性 装备依旧是有好有坏 完全看运气 好在做的数量稍微多一点 总是能从其中挑出一件相对比较好的 鞋子换了个速度加9的 衣服换了个恢复力正5%的 闭奴也换了个穿透加5的 在更换完之后 剩下的装备都被夜九挂在了交易界面 售价在30至300颗一级能量珠不等 至于有没有玩家会购买 那还得看每个玩家的自身需求 玩家数量很多 具体的谁也不知道 但如今的一级制作台都已经挂上几十万份了 在有很多玩家不缺能量珠的情况下 这种全部部位加起来 也才只有一万多份的二级装备 总是会让玩家们先惦记一段时间 180 日常躺平 仰望大佬们的努力奋斗 3333 有没有人说一下 一级制作台到底要不要买 我现在终于攒够材料可以换一份了 可如今制作东西还能有的赚吗 3123别买了 需要什么直接从售卖购买就是了 现在的物品降价严重 总有人为了卖出去而压低价格 9999 个人建议还是要买的 就算很多装备看着便宜 但那些装备都是制作者挑选之后看不上的 只有自己制作才能用上好的装备 8870搞什么呀 你们现在都已经开始研究装备了 我家现在连一块地都没有 没有土地 没有绿化值 没有绿化值 我就不能修炼 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179 修炼 6822 修炼 一早睡醒我就看到了什么 我的天呐 原来你们这些大佬都是可以修炼的 那还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活啊 1209 前期发展的越好 每个阶段给的奖励也就越多 拿到修炼的方法也是正常的 但没有绿化值也能有修炼的方法 是因为这位玩家运气好 能在副本里开出来的吧 2 我也有可以修炼的技能 副本里能不能开出来 我不清楚 但我是显示 家园之内出现随机事件 出门一看竟然是个宝箱 天降宝箱里送的 210 虽然知道这是个人的运气所致 但真的没有人愿意分享一下吗 毕竟更多的人活下去 才能让咱们这个区有以后的发展 若是大部分人都因为实力太弱而死亡 到时候就只剩下大佬们 你们的东西卖给谁 谁又能给你们提供更多的底层资源 聊天频道 大早上起来就很热闹 分享 或许还真可能会有傻子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了 夜九坐在床边 看着自己仅剩的13颗一级能量珠 再看看聊天频道里的热热闹闹的话题 笑容有些嫌弃的叹了口气 很多人都是在演 其中或许会掺杂几个真实的 但有些人演的是真挺让人嫌弃的 不过 看着挺欢乐的 他家屋子内部面积50平 直接放下了49个制作台 那些新买回来的一级制作台 也全都升到了二级 现在 他已经是穷了 就等着做出来的成品卖出去 换成能量珠之后 再进行种子和树苗的收购 小带 等待的时间有些无聊 夜九出门 准备点个火 烧水煮点肉 吃个早饭 刚出门 他又看到了 正在拖着树枝往回走的两个小家伙 树木虽然少了很多 但也有些还活着的 自然也能够 让两个小家伙 继续去折一些树枝回来 可小狼仔的情况 似乎是不怎么好 哦 小狼仔听到喊他 停下来 放开咬住的树枝 冲着夜九张张嘴 发出了有些委屈的叫声 他好像变弱了很多 力气不足 只能拖动这么几块树枝 都快要输给旁边的小黑狗了 你现在是要晋级 度过这个阶段就好了 先不要着急干活 夜九快步走到小狼仔的面前 伸手把他抱起来 手指在他眼泪汪汪的眼眶上擦了擦 哦 小狼仔被抱起来 更觉得自己是要不行了 他还没长大 一直都是主人照顾他 他都没帮主人做点什么 他不想死 哦 越想越觉得难受 小狼仔把脑袋贴到夜九怀里 眼泪啪啦的开始哭 没事没事 就是晋级时候会有些辛苦 等度过这个阶段就好了 乖啊 夜九抱着突然就嗷嗷哭的小狼仔 一时间真的理解不了他哭泣的原因 看他的样子就是状态不佳 有些虚弱 但也不像是有什么肉体疼痛 或者是精神上的折磨 而且 他能看见标签 小狼仔那个站立99的标签 正在99和100之间 快速地闪烁跳动 汪汪汪汪 小狗仔能够跟小狼仔交流 现在听着小狼仔委屈地哭 他也扔下树枝 围着夜九不停地转圈 是很危险 夜九原地坐下来 一只手抱着小狼仔 另一只手在小狗仔的脑袋上摸了摸 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感觉失误 可在他的观察 以及各项数据的显示中 真的什么危险都没有发现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十几分钟 夜九都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判断失误 哦 他在夜九怀里的小狼仔 突然浑身抽搐几下 抬起爪子 把夜九的手臂推了推 在被放开后 跳到了草地上 就仰头发出了一声声 兴奋又痛苦的狼嚎 原本小小的幼崽 随着他的站立值稳定在100 整个躯体在瞬间 就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成长 幼崽变成了幼狼 只是一个名称的区别 体型却突然长大了好几倍 宠物小袋三级幼狼 狼王 生长进度2% 站立值100 宝石度5% 健康度99% 自主进级成功 形体进入第二阶段 可谓是能量更为充足的食物 助其再次蜕变 成功进级后 小袋的四爪着地势的高度 达到了一米左右 但他只是度过了幼崽阶段 估计要下一次才能进入成年体 除了形体上有小便大 原本灰色的绒毛 也随着成长 进化成了纯白色 手放上摸几下 这一身的白毛 已经是比较有硬度了 哦 小袋晋级成功 也明白了 之前以为要死了 是多么的傻 回头 看着主人的笑容 脑袋一滴就往他的怀里钻 藏起来 把脑袋藏起来就好了 但是 主人没有嫌弃他现在的新外形 主人最好了 只是他现在 好饿啊 乖啊 先吃两口生的 我这就做烤肉 夜酒去切了点肉 先在盘子里放下了一块 让小袋先吃两口 然后拿过一些木柴 只尝试了几次 就把火点了起来 雷系点火什么的 被人知道 估计要笑他不干正事了吧 火焰越烧越旺 因为潮湿而烟雾沸腾 但这不影响夜酒 对食物的制作兴趣 铁板加热之后 迅速切好 并且加了点盐 稍微腌制过的肉片放上 滋啦滋啦的声音开始了 肉片很薄 停上几秒翻一下 然后就一片片地放在了大盘子里 五 小袋吃了几口生肉 再吃烤熟的肉 再次确定 主人制作过的肉 是最好吃的 在他吃到半饱之后 进食速度慢了下来 慢慢吃 咱们本来就是要吃早饭的 夜酒把自己的碗放在旁边 碗底撒了点盐 偶尔的也给自己来上一片肉 之前腌制的时候 没有放太多的盐 他自己吃就稍微的淡了点 看看在小袋吃个半饱之后 才过去跟着一起吃的小闹 夜酒笑着继续给他们做饭 小狗仔没多少变化 成长百分比涨了一些 占力值也差不多比例的增长了一些 之前的时候 他一直都觉得 这个百分比进度条过去了 就是直接成年体 所以担心小狗仔 是不是会卡在二级 无法进阶 现在有了小狼仔的进展 他也就不再担心了 反正还有一个半大宰子的成长期存在 他只要给这家小家伙 管购吃的喝的就行 卖出去了 咱们家又可以继续种植了 夜酒在吃过早饭之后 看着装备全都卖了出去 心情很好地打开收购 可以买点种子树苗回来了 只是 当他搜索到种子树苗这一项 看到那些种子的价格时 瞬间心塞了 十颗一级野草种子 售价一百颗一级能量株 看着这些种子的价格 夜酒有种感觉 某些人一定是在这个阶段 狠狠地赚了一大笔 比如某些木系能力者 或者是能够拥有种子培育技术的人 甚至还可能 有本身就是植物的玩家 就算都已经知道 氯化质的重要性 可一粒种子食能量株 这也太离谱了 虽然自家现在缺了一部分的植物 但能量倍率没变化 夜酒也不可能 在这种贵到离谱的时候去购买 而且 他家也很快就会有种子的产出了 那就再多等一等吧 上午不能搞种植了 那就你们继续看家 我去副本里走一趟 看看能不能再拿点配方和新鲜的东西 夜酒本来的计划 在看到种子价格后 不得不搁浅 制作台上的二级拓展背包 也做出来了一批 挂上一个基本稳定的价格 很快就能卖出去一部分 换回来的材料 放上继续加工 现在 感觉除了修炼 也没什么能做的 他就又想去副本里逛一逛了 可以进单人副本了 夜酒在打开副本界面时 看到了出现的一个提示 玩家实力提升迅速 可开启单人模式一级副本 这个提示 让夜酒愣了一下 点了点一级的狩猎副本 选择单人模式 进去看一看 他今天本来就没准备去二级的狩猎副本 所以 就算一级的收获不多 也绝对算不上浪费 他现在只是好奇 明显应该是有三级的生物的 为什么会判定为 他现在就可以单刷 要知道 三级生物的战斗力 能达到499 他虽然 已经恢复了些许的实力 可要跟这种程度的相遇 想安全地拿下收获 还是很有难度的 玩家 10089区8898 开启一级单人狩猎副本 请选择副本类型 探寻 固守 围猎 副本开启 却没有在第一时间进入 而是再一次地出现一个选项 探寻 应该是跟之前一样 需要自己出去找 固守 看名字意思就知道 是需要守在一个地方 让猎物们送上门 而围猎 是把猎物圈在一个范围内 让他进行游走狩猎 不是很懂 第三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夜九还是选择了一个 应该最简单的 玩家选择 固守 模式 副本已开启 副本内当前存活数量1001 这次 副本是正式开启了 只是这个数量 夜九发现 他也被算进去了 周围的场景转换 夜九的脚下 是一座小木屋 跟副本终结之地的小屋 有些类似 但这个小屋 此时却不是直接去开宝箱 而是要在这里 等待野外生物送上门 第一批生物已刷新 三级生物一 二级生物十九 一级生物八十 进来之后 不给停留的时间 直接就刷出来了第一波的怪 就在房子周围 一条条藤腕 直接从无到有 出现之后 就齐刷刷地对着夜九进行攻击 怎么感觉 这么想玩家刷boss 夜九看着这些藤腕 竟然有远有近 带各种状态地 冲着他进行攻击 瞬间想到了末日前的一些游戏玩法 玩家组团打boss 需要分工配合 跟现在这情况 是真的非常像 这感觉 可真是糟糕 刷boss吗 团面也是很正常的 夜九的周围 出现了一层 看起来非常薄弱的球状雷光屏障 直接碰触到的藤腕枝条 都在瞬间僵直 麻痹之后是摧毁 雷光顺着植物的接触点 传回到根系 看着周围迅速枯萎腐坏的植物 夜九的视线 已经锁定住了 当前唯一的一颗三级生物 那是一株开满了粉色花朵的薔薇 三级飘香薔薇 站立280 治疗 增幅 三级的薔薇 个头很大 但它的标签显示 这是一个辅助 花香和花粉 随着枝条的摇摆 飘到其他的植物周围 形成了一种 更像是蛊惑类的增幅 植物 也是怕死怕疼的 夜九自己见到过 玩家们也聊过 但现在这些 正在凑上来送死的植物 它们就算是枝条 被雷光破坏的渣都不剩 也没有任何一颗 想要偷溜或偷懒 听他们说 有个词叫团战 先杀奶 夜九原本是在房顶上 摧毁着周围靠近的那些 现在看了一眼 正在无风自动 摇晃枝条 洒落花香花粉的三级蔷薇 莫名的就想起了 在末世初期 曾听到有些人 在劫后余生时聊的话题 球状无死角的雷系防护层 随着夜九突然的移动 一次次的 落在周围一些植物上 一百多米的距离 夜九在几个弹跳间 已经来到了 那颗蔷薇的面前 这也能叫辅助 夜九伸手 包裹着雷光的手 抓住了蔷薇的藤蔓 在接触到时候 一阵恍惚的感觉袭来 就算有雷光屏障的抵挡 也还是让夜九瞬间皱眉 而原本散开很大一片的藤蔓 也在此时迅速的缠绕收拢 在夜九的周围 包成了一个球状 里面是雷光层形成的球 外面是墙藤蔓和花朵的包裹 双方开启了一场 互相侵蚀的消耗战 雷系对植物的伤害非常大 蔷薇的枝条被击中 就会断裂 一直以来 夜九都知道 植物系在体内存储的能量 是最多的 现在夜九一边摧毁藤蔓 一边将吸收到的些许能量转化 继续加大对蔷薇的破坏 而蔷薇也是类似的模式 断掉的藤蔓不停地再生 不间断地消磨着雷光层 把里面的这个人类变成花肥 彼此消磨的对战中 夜九唯一需要的就是控制 控制雷击能找到重点 对这一株三级的藤蔓 进行致命的破坏 这个过程也没用太久 蔷薇藤蔓球维持了约有三分钟 原本还在不停开出的花朵 彻底衰败 藤蔓也在闪烁的雷光中 化作了灰烬洒落一地 三级以上 原来可以直接吸收 夜九击杀了三级的薔薇 却没得到任何的材料 因为就在击杀的同时 薔薇的能量被它吞噬 精神强度暂时上线卡着加不动 所以吸收的能量 在强化自身的时候 只能往身体上增强 身体强度增加了五点 回头再看那些一级二级的变异植物 夜九周围雷光闪烁 一颗颗地进行尝试 却没有再次收获到能量 或许 只有三级以上 才是真正存在了的生物吧 随手将飘着的材料收了起来 一级的能量株收下了七个 二级的能量株两个 一级 五十四颗一级绿藤种子 七十二颗一级野草种子 一百一十三颗一级青草种子 三十二颗二级绿藤种子 种子 植物系的不掉材料 它们掉落的 竟然直接就是种子 夜九看着包裹栏里的材料 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绿植掉落的种子有多有少 有的一点掉落都没有 有的一颗就掉落十几份 之前一直以为 那些种子都是玩家采集 或者是开箱子 再不然就是培育出来的 毕竟每一种都很多份 现在看来 还可能是在副本里 遇到成片的变异植物 猎杀之后 收获了许许多多的种子 收获了这一批之后 夜九回到了房子顶上 盘西二座 尽快地恢复体力 刚才杀完这些 只有那个数量显示少了一百 并没有其他的提示 等待中恢复了许多 再进入副本十五分钟后 新的提示再次出现 第二批生物已刷新 三级生物一 二级生物十五 一级生物84 第二批的生物已经出现 也是在瞬间刷新 晒出来 就冲着夜九袭击 毒虫毒风啊 夜九看着这些有毒的生物 叹了口气 雷光出现在那只三级的毒虫周围 这只三级的毒虫不是很强 它们这一批都是脆皮 只是毒性威胁大 可只要是进不了身 也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雷光的球形防护 一直都没收起 现在夜九只是伸出一只手 手上依旧是雷光闪烁 然后将只有一百多战力值的 三级毒虫抓在手里 毒虫已经被小圆球的雷光封锁 比较轻松地劈碎了甲铐 击溃了翅膀和爪子 迅速地被吞噬掉它仅有的些许能量 身体强度加三 这只毒虫很弱 只增加了三点的强化 但只要有收获 夜九就不会嫌弃 收拾了三级的这只 剩下的二级和一级毒虫 在雷网面前根本逃不掉 虽然是被限制住了 但这种自由控制的感觉 真的是越来越舒坦了 夜九在收起一级和二级的能量珠之后 第三轮再次刷新了出来 这次依旧只有一只三级的生物 是一只浑身骨包会炸开毒物的癞蛤蟆 解决的时候没有多么费劲 但夜九这一次是感觉 有被癞蛤蟆的战斗方式给恶心到 一级二级的蛤蟆也很恶心人 所以直接被雷劈的只剩下能量珠 偏偏就是这些蛤蟆 竟然还掉材料了 一级蝉酥材料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可在药物制作中使用 不管是一级还是二级的蝉酥 功效都是一样的 但是药物制作 夜九到现在也没见过有卖药的 至于制药的材料 这个也从来没想过 要去搜索一下看看 不管怎么样 先收起来放着 然后又是新一轮的等待 一共一千只怪 每一轮一百只 夜九坐在房顶上 已经开始猜测 下一轮的怪会是什么了 跑了 夜九再杀了九百只怪 直到第十波刷新之后 没有丝毫犹豫的直接跑路 499战力会喷火的鸟 他确定自己现在还打不过 而且这次收获已经非常不错 虽然没拿到配方之类的物品 但在第一波和第七波的植物怪被击杀后 掉落的种子树苗 让他心情舒畅 不错不错 换算一下 又是很大的一笔进账 夜九回家后 直接进屋躺在床上 心情非常好的 把各种材料都取了出来 材料其实并不多 蝉酥 蛇胆 牛筋 虎骨这四种 分别是一级和二级 加起来有五百多份 这些材料取出来 因为暂时没准备卖 就被夜九推着一个个的空气球 推到了房梁下的那部分空置的位置 除了这些新拿到的材料 上空还飘着一些之前推上来的 反正也是刮不进大风 夜九已经习惯 把房子上半层当仓库 这是什么时候 竟然一直都忘了 夜九在打开交易界面 用挂出售的方式 检查自己现在有多少材料时 突然在可出售的物品列表里 发现了一个被他给遗忘了的 一团空气球 里面是两条静止不动的小鱼苗 想了想 这还是在最开始的 那个时候获得 然后就扔着 忘记放出来了 也不能说忘记很久 但之前的水井不能养鱼 昨天改造成微小型水池和水流之后 一时间没想起这个 竟然现在发现了 夜九抓着这个两条小鱼苗的空气球 走出房门 直接将它们放在了水池里 哦 小狼仔欢快地跑来 冲到夜九面前才发现 不是小时候了 来了个急沙 差点趴地上 在他的身后几十米外 小狗仔还在着着急地跑来 但因为体型太小 所以还差了点距离 小呆啊 你长大了 但是更呆了 夜九蹲下来 摸摸小狼仔的脑袋 在他笑着的时候 小狼仔又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脑袋一滴 又想钻他怀里藏起来 这状态 让夜九在两手抱住他的脑袋之后 笑得更加开心了 哦 小狼仔觉得 他一定是刚才跑过来的时候 太蠢了 又让主人觉得 他笨了 而且 他之前都只是 带着小狗仔一起玩 都没有收木柴 下次要先把活干了再去玩 这两条鱼不能吃 要让它们长大 然后就可能会生鱼子 或者鱼苗 夜九坐在水边 抱着两只凑过来的小家伙 伸手捞起刚放进去的两只小鱼苗 跟小狼仔表示了一下 这两个是不能现在吃掉的 他说的话 小狼仔和小狗仔都听不懂 但某些动作上 还是能够理解的 当小狼仔凑近了 闻闻这两条小鱼 又看着夜九 把鱼放在水里 小鱼苗在水中欢快游动之后 他明白了 哦 知道了不能吃 小狼仔回头就伸找 按着小狗仔 给这小家伙讲讲课 这两条鱼 是主人放在水里养着的 不是外来搞破坏的 所以 不能咬死了 作为战利品 真乖啊 夜九看着小狗仔 可怜兮兮的点头 笑着给这俩小家伙 顺顺毛 直接往前一扑 就到水里抛着了 这水流动的 虽然他是觉得 水流支线 突然就在家园边缘处断掉 怎么看都不真实 但这确实是一个流动起来的活水湖 在这只有池子大小的湖底 有着很多的泉沿 每天的出水量 是14万分的水量 这是之前的1400分水井 转化之后的基础资源 泡澡的期间 夜九打开聊天频道 想看看玩家们 有没有聊点新鲜的 2020 我怀孕了 我身体状态写得很清楚 我现在是怀孕状态 有基础的保护 和每日基础资源 刚打开聊天信息 网上稍微的滑了一下 夜九就看到了这一条 让他感觉很离谱的信息 有玩家 在这世界 怀孕了 假的吧 从进入这世界开始计算 现在是第九天 虽然如果真在副本里做了些什么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 可是 大部分资源都是数据 却出现人类怀孕这种事 怎么都感觉这么恐怖呢 9999 什么鬼 哥们你男的女的 你确定你是怀孕 不是中了幻属 9989 可怕可怕 这要是怀孕了 你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是能在绝对安全 且有资源补充的情况下 安全度过怀孕期和生产阶段吗 210 孩子是人类的希望 既然能有孩子出现 未来 咱们就可能会像在正常世界一样的繁衍生息 副本里在遇到异性 大家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 相处的事情了 7 我怎么记得2020号之前曾说过 她是男的 还自称在副本里有过艳雨来着 1209 我也记得她自称是男的 说遇到了个仙女 然后 现在她怀孕了 2322 难道只有我想关心一下 怀孕是两个基因的融合吧 那另一个是不是也要负责 她现在拿到的资源 是另一个给支付的吗 5439 比210 你个脑残 又来害人了 现在这情况不明 而且大家都记得 2020自称是个男人 你现在什么意思 骗女人去副本里找男人借种 180 刚才饿得厉害 不得不去了一趟副本 捡了几个果子 填饱肚子 运气不错 没饿死 还得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 水族有一些种族 是会把后代产在其他生物的身上 借助别人的血肉来孵化 据说还有一些虫族也是如此 所以 这种培育新生命的方式 不分男女 只要是生命体 就可能会被寄生 寄生 夜久看着180发出来的这条信息 莫名地挠补了一些末世中看到的场景 变异的虫子和植物 都有可能把后代投放到活体之内 当孵化完成之后 活体就会成为新生命诞生的养分 所以 这一点都不奇怪 只是那个2020号玩家自己说 有基础防护和食物保障 这信息 还是挺难猜的 总不会是这世界 喜欢新生命的诞生 所以 不管是什么生物 也不管是任何一种的诞生方式 只要有新生命孕育 就会被保护吧 聊天频道 因为这两个有点炸裂的信息而刷屏 夜久从水里出来后 一边栽种苗木 一边看聊天频道的热闹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 他又看到了一个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编号 以及 一段有些炸裂的发言 九千就算是寄生体 但只要是新生命 我们都应该给予尊重和保护 就连这世界 都在保护未出生的新生命 你们有什么理由去伤害 那是一条生命 是被这世界承认的生命 你们既然商量着 怎么除掉 人命是命 新生命的也是命 新生命 是人还是其他生物 有那么重要吗 你们太没有人性了 9989 1 163 1209 2020比9000 你的变态疯子神经病 老子平时没骂你几句 皮痒迁虐了是吧 现在他们是在商量 怎么保住老子这条命 你奶奶个腿的 老子的命 就不是命了 因为九千号玩家的一句 尊重生命 让许多的玩家 用问号刷了很大一串 刚才还嘚瑟自己有保护 现在越想越觉得 害怕的2020号玩家 更是忍不住地冒出来骂一顿 每日的基础资源 还有所谓的基础保护 只是在一开始看到时 能迷了心 可当他看到 别人给出的信息 以及许多人的分析之后 几乎可以确定了 只能等死 却冒出来个说 这异常生物也是生命 需要保护之类的话 这个九千 怎么感觉 它就是故意在恶心人呢 夜九种下了一粒兰花花种 站起来走到下一块地里 偶尔看一眼聊天频道的信息 渐渐地也看出来了 虽然大部分信息 都是在骂九千号玩家 但人家还是隔十五分钟 就出来继续发表一些 关于尊重所有生命的定义 其他人的怒骂和嘲讽 对于九千号玩家来说 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情况 就跟最开始的时候 一百八十日常 卖惨球一口吃的 然后招来一堆人的嫌弃和辱骂 有些相似 当然 一百八十 那是演得太假 而且是背后悄悄干实事的 这位九千就有点啥也不是了 这种人 通常只会在意 自己演的是否开心 别人骂他们 可能还会更加兴奋 但是 主动找骂 这都是什么心态 欠虐吗 搞不懂 真的搞不懂啊 干活干活 咱们家的绿化值 要先补上 虽然这个阶段的能量倍率 不会减少 可第二环节结束之后 就惹出来的众木 摇摇头继续弯腰 把种子种下去 他这次收获的种子不少 但这对比一次突破 就清除的六万多 还是杯水车星 种子 树苗 果树苗 藤万苗 一份份的种下去 因为他家的水资源 是自带灌溉的 所以只要种下 就不用管了 前面栽种 隔几分钟 就有一些树苗在伸展之叶 等一级的种苗都种完 夜九回到房子前 准备做饭吃的时候 最开始种植的一些 已经长出了许多的叶子 或者是开出了小小的花朵 嗡嗡嗡 蜜蜂 夜九昨天放在了蜂巢 现在看着蜜蜂飞出来 笑容更加的灿烂了 不错不错 蜂后是很努力的嘛 现在有了蜜蜂 他家的种子 也应该快要开启收成阶段了 在夜九修炼了一下午 当然也一直关注着制作和出售 赚到了三千多的二级能量珠石 他家终于有种子可以采集了 一级野草 种子已成熟 可采集 眼前一片的野草 一边开花 一边接出了种子 夜九蹲下来 伸出手 把可采集的这个花干头 在手心里捏了一下 一级野草种子 可种植 手心打开 五颗小小的黑色种子 在他的手心里 显得有点可爱 没有被空气球包裹 夜九觉得好奇 就捏起一粒 放在了包裹栏 放进去再取出来 他的另一只手里 已经是在抓着一个空气球 在空气球的中间 是那一粒小小的花种 既然不收起来的 不受限制 那它们散落在地上 夜九的手歪了一下 把种子撒在了 这颗野草生长的土壤上 如果这些种子能发芽 还得再看看 氯化值是否能够增长 暂时没有什么变化 夜九抓起地上的一些土壤 在那几粒种子的位置 撒了撒 然后又从旁边的水渠里 引出点水 在并不缺水的情况下 依旧灌溉在了这一块土壤上 做完这些 它没有去给其他可采集的种子 进行收获 直接就回到房子前的空地上 坐下来 安心地再次修炼 想要再次提升异能 它需要把身体强度 也提升到99 然后才可以进行突破 现在这种被精神强度 被卡了上线的状态 是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过去的实力 比现在强了很多倍 所以在解开了一部分的限制之后 它只需要将身体强化上去就可以 能量的还算充足的情况下 夜九在进入二阶之后 只用了一整天 就把身体强度 再次提升到了99 半夜的时候 它再次的拎着灯笼 走到了被摧毁以后 才补了一点点植物的那个方向 希望这次 不要再有什么大的动静 在进行突破的时候 还在对自家现在赚钱速度不慢 但依旧买不起太多种子而忧伤 雷光在它的皮肤上闪烁 夜九这一次学会了 先把装备全都收起来 再进行突破 虽然不穿衣服 有点怪怪的 但总好过 又被报销了一整套 五 白色的幼狼站在房顶上 看着它家主人 站在原处慢慢飘了起来 紧张的一身 毛都竖了起来 主人真的很强 哇 小狗仔辛辛苦苦地爬上了房顶 刚上来张了张嘴 声音冒出来的时候 就被小狼仔抬着 给按住 小狼仔的一只前肘 一直按在旁边的狗头上 主人现在处在一种紧张的时刻 这个笨蛋 闭嘴巴 此时的夜九 并不知道 小狼仔和小狗仔 有什么互动 它正沉浸在新一次的突破感悟中 不间断地淬炼着意识之内的雷星 一遍又一遍地淬炼 这个过程很不好受 但它一直都很清楚 现在只要撑过去 以后的成长 就会更加地顺利 意识之内 全都是雷系能量 直到临界点出现的那一刻 意识内的能量 瞬间汇聚 被雷星彻底地收入其中 雷星的初步淬炼 成功 突破成功 雷系能力升至三级 黑暗到白天进行了转换 夜九在早上的六点半多 终于成功地进入了下一阶 只是 原先只是没了异能标签 现在直接就变成 雷系能力了 但不管是什么 能变强就好 而且它也觉得 自己在雷星凝聚之后 就应该算不上异能 它的雷星 是来自于灵魂实海之中 虽然跟异能者在躯体中凝聚异能核 有点相似 但本质上 应该是早就已经不一样了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 男21岁 身体状态 健康以你现在的强度 应该不会生病了 保时度 11%你是真饿了 体力值100%身体越强 体力值消耗越慢 身体强度 111你已经自行领悟到 脆体的方法了吗 精神强度 118 基本能控制住了 看来你已经明白 平行增强才是最好的 特殊属性 暗雷三级 脆魂术 不需要再展示你那差劲的取名方法 功法 清新觉你的选择是对的 这是最适合你的 装备 武你是不喜欢穿吗 资产 14倍能量强度 78223 14000 14万平的家园领地 武师平二级小木屋 二级严谨 二级风巢 宠物 小带三级狼王 幼狼 成长度12% 战力121 小闹二级猎犬幼崽 成长度58% 战力41 包裹栏25 生存手册 打开个人信息界面看一眼 各种信息后面 又一次地带上了这种吐槽 这种标注的吐槽 只在每一个阶段的第一次打开时 才会出现在 同一阶段后续再看就没有了 也不知道 那些实力弱的玩家 是不是会被吐槽得更惨 夜九看着系统对自己的吐槽 心塞塞地叹了口气 人也从飘起来十几米高 缓慢地落在了地上 现在唯一比较庆幸的 是他家的植物 没有再次被破坏 不过 脆体术 脆魂术 这确实是真不错啊 至于又一次吐槽 他取名能力差进什么的 名字吗 他出生之后 据说是按照祖爷爷 那被往下计算 说在他这一带排名第九 然后就取名叫夜九 直到上学了 老师问家长 是不是确定 就要让孩子一辈子 都只有排序 没有名字 这才在那个老师的 疑惑目光注视下 去户籍部门 给他的名字 换了一个字 哦 白色的小狼 从房顶上跳下来 冲着落地的夜九 就扑了过来 在他的身后 小狗仔也跟着跳 只是落地先滚了两圈 然后才爬起来跟上 你们两个 晚上不睡觉 就趴在房顶看我晋级 夜九伸手按住小狼的脑袋 先拿出装备穿上 然后才抱起 这俩凑不来的小家伙 他只是突破一下 没什么危险 真不用这么担心 这次没有再对家里的植物 造成什么伤害 所以 肯定是非常平和的 就完成了晋级 小狗仔脑袋 往夜九的怀里钻了钻 他们被吓到了 有一段时间 是只能看到 霹雳啪啦炸雷花的球状雷团 完全闻不到 主人的存在痕迹 要不是小狼 按着他的脑袋不让动 他肯定是要跑过来 找一找主人去哪了 就是突破一下 没多大的事 只是现在没有捷径可以走 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再次突破了 夜九将旁边的灯笼 关掉收起来 把一大一小两个抱起来 慢悠悠地走着 回到了房子前的草地上 这次晋级 用了六七个小时 这是他最初没有想到的 好在之前能量珠足够 屋子里的制作台 也都没闲着 半晚上的时间 又制作出了343份 新的二级拓展背包 现在挨着收起来 继续挂上出售 有能量珠入账 就迅速地设定上制作 赚能量珠 赚材料 这都是赚钱的一部分啊 早上炖点排骨吃 确实是饿了 我先吃个面包 夜九在将屋子里的制作台 都设置了两份的制作之后 拿着一个面包出来 一边吃着 一边做早饭 点火已经非常的顺手 旁边的草地上 也零散地放着 他们两个小家伙 在昨天下午带回来的树枝 就昨天晒了晒 昨晚晾了晾 现在这些树枝内的水分 已经不太多 点燃之后的烟雾 也比较少了 锅里倒上水 水煮开放肉 加点盐 然后就只需要隔一会儿 添点柴进去 攒了200多份的盐 还是卖掉吧 夜九在给简易炉灶里 添了点木柴之后 来到了盐井旁边 看着里面一堆的盐 在想 这要怎么卖 正常点盐井上的取盐标识 一份份的盐会在空气球之中存放 可一旦进入空气球 就不能直接取出来用 这样就跟在副本里开箱子 或许是一样的了 所以 不能直接收起来 那就得用一点容器装着 作为玩家 可手动操控的方式 挂上去卖 想了想 用两颗一级能量珠 换回来十个木碗 夜九开始动手 把盐放在一个个的碗里 这盐井出的盐 一份应该是有半两 至少他自己动手取出来 是这样的 但是在制作台 用食谱做饭 要放盐 就最少得放一份进去 根本不管饭菜的多 还是少 反正数据化的判定方式 在某些时候 还是有点死板的 一点点地取出来 十个木碗里面 每碗都装了大概有一斤的盐 这些盐 玩家买回去之后 可以直接手动使用 用多少 那就是玩家自己的操作了 打开交易界面 夜九看看其他人卖的价格 把自己这些 分别挂上了两颗二级能量珠的价格 卖东西的 不只是他自己 所以 不存在狮子大开口的定价模式 只能是尽可能地 保持在比较平稳的价格范围 至于其他人的价格 有的是一级材料 有的是一级能量珠 甚至 还有花二级装备的 那些都是个人需要什么 就挂什么 他只需要换算一下 直接收能量珠就行了 咱们家的种子 落地就可以发芽了 夜九在将井烟卖出去后 回头去挨着 看了看野草种子的情况 再发现一块土壤里面 长出来了好几颗新的野草 而且 每颗野草 都能增加一点绿化值的时候 他立马就乐了 但这仅限于野草种子掉进去 自然生长出来的才算 当种子放入了包裹栏 再想种植到已有植物的土壤上 就会显示 此处土壤已经有植物在生长 一晚上的时间 发芽一百多颗 这也已经很不错了 夜九在一些昨天就出现 可采集种子标签 但他一直没去收取的地里转了转 有些已经有小草芽 从地里冒出来 有些种子才落地 还有些依旧在花台上方 挂着摇摇欲坠 而且在经过仔细观察之后 夜九发现 家里的蜜蜂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块二级土地里的蜂巢出入口 也逐渐地忙碌了起来 二级蜂巢蜂后一 未孵化的卵682 公蜂113 食物12% 蜂巢的信息很简略 而且很明显的 目前还是食物比较少 食物不足 但蜂后是不会饿死的 只是产卵速度会降低 而且能活下来的卵会比较少 公蜂总是会越来越多 他家的花草也会数量增加 之后的食物自然是会增长的 只有当蜂巢内的食物 有一出的时候 才可以驱走多余的蜂蜜 总是会越来越好的 现在看看 买点土壤强化肥料 早点把土豆 花生 还有那些二级的种子 都种下去 夜九看一眼 还是光秃秃的那一片 心塞塞地站起来 打开搜索二级土壤肥料的价格 虽然他自己也能制作 可想赚二级的能量珠 还是需要一些 玩家都需要的物品 才能赚得更多一点 出售十份二级土壤强化肥料 售价102份二级能量珠 目前的二级土壤强化肥料 交换的物品 几乎都是二级能量珠 偶尔有几个换其他物品的 也比二级能量珠更贵 十份能赚两个二级能量珠 一小时能制作60份 如果全都卖出去 能赚12克 但是 这里面消耗的二级材料 折算一下 大概也需要4-5克二级能量珠了 这么换算之后 夜九还是觉得 自己继续做拓展背包吧 卖拓展背包赚的差价 就买土壤强化肥料 一点点的 把自家二级土壤都强化出来 现在制作台上 全部放了十份的材料 投入了4900份二级能量珠 手里还剩下了 1980份二级能量珠 先花了1020份二级能量珠 买了100份强化肥料 在房子附近的空地上 开始强化 强化完成后 拿出了他之前的花生种子 和大豆种子 一袋种子 是100例 但现在条件有限 他先把这两样 分别种上了50份 二级花生 绿化植加10 三天后可收获食材粮食 四天后可收获种子草料 七天后枯萎 二级大豆 绿化植加10 三天后可收获食材粮食 四天后可收获种子草料 七天后枯萎 两种作物种下去 绿化植是一级植物的十倍 但这属于单级的农作物 如果不能在七天之内采集 就会直接枯萎死亡 但总归是让绿化植能继续增长 只要自己看着点 不要等枯死了再来处理 那就不会浪费 就在这一百分也重上了 叶九回到房子前 看一下锅里炖着的肉 差不多已经炖烂了 先不要着急 这个量得比较慢 叶九喊了两个小的过来 把锅里的肉块剩出来 给他们放在盘子里 晾一下再给他们吃 炖烂的肉 跟煮火锅的肉片 或者是烤出来的那些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自己先盛出一点汤长了长 在咸蛋方面 还是把握得比较符合自己的口味 然后又吃了一口肉 虽然不是入口即化 但吃起来是绝对不费劲了 一块肉小口小口的吃下去 舒适的感觉浮现 肉块中还能感觉出 极为微弱的一点点能量 差不多了 你们两个不要着急 慢慢吃 叶九看看 放在铁板架子上的大盘子 里面的肉块 已经没有那么烫 这才拿下来 放在两个小家伙的面前 看他们低头咬住一块 因为还有些热 所以一边吃一边咧嘴的样子 叶九笑着 再给夹了几块放过去 他们自己知道的 太热了 就要等等再吃 所以倒也不用担心 会因为心急而烫出伤 一人一狼一狗 一小锅肉 去玩吧 我再炖上一锅 等会儿饿了就能吃 叶九本来是觉得 将近二十斤的肉 应该能中午再吃一顿 但他忽略了小狼 现在的进食量 所以一顿就全都吃没了 清水刷一下锅 再次的加入水 盐 肉 炉灶里火堆还没完全熄灭 加柴吹一吹 火描起来 就可以继续炖了 去玩吧 我看一下 卖点东西再去重点 叶九拍拍凑到他身边的 两个小家伙 在他们跑出去后 他也回屋 将已经制作完成的 四十九份二级拓展背包 挂上去出售 手里还有九百六十颗 二级能量珠 在这些卖出去 又到手了九百八十颗之后 他再次去买了 一百份土壤强化肥 先把剩下的大豆和花生都种上 种植这活不算累 至少以他现在的实力 还有他家的情况来说 这种事情都不会影响到 他对能量的吸收 每隔几分钟 就会出现一次提示 要么身体强度加一 要么是精神强度加一 反正是一点都没闲着 这一批种完 夜九就停了下来 找个空地站着 引动能量化作雷系 淬炼着自己的身体 在他脱了装备 全身上下 偶尔炸点雷光的淬体时 小狼和小狗仔 最开始还担心地悄悄观察一下 多看了一会儿 发现这次没有气息消失不见 他们也不再担心 又跑着去挑解能折的树枝 树枝折断之后带回家 主人会用这些树枝 来制作美味的食物 是为了让主人 不用费心来做这些 也为了能有更多的食物 他们俩收拾木柴回家的热情度 一直都没有消退过 身体强度135 精神强度138 夜九在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已经把身体强度淬炼的 快要追上精神强度了 这期间 他隔一个小时 就去卖一批二级拓展背包 卖出去了 就买一百份二级土壤 强化肥料 土壤升级之后 挨着栽种上二级的植物 之后就在修炼中 等待二级拓展背包的制作完成 等到了下午 夜九吃了个午饭 看看再次增加的一百份二级土地 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二级的种子了 于是 他又一次地打开副本 进入了一级狩猎副本的单刷模式 单刷可以期待一下植物系 就能获得很多的种子 可夜九的运气 似乎是都堆在了修炼上 这次 他连刷九波怪都是动物 到了最后的第十波 一次出现了五只三级动物 五十八只二级动物 和三十九只一级动物 他也没得选择 只能先撤了 果然啊 还是要看运气 有时候 真的一个植物怪都不出 夜九回家躺在床上休息 对于刚才一次看到三只四百多占力值 而且还都带了远程能力标签 心情有点忧伤 但更多的是没有植物管 共计一千 连一份植物都没有 希望明天能有好运气 现在中不了二级的 就先歇着吧 夜九休息了十几分钟 把刚才副本时间里 制作完成的九十八份二级拓展背包挂上去 然后出门在自家范围内活动 家园内的采集就不必了 有些显示可采集的种子 会在半天或者是一天之后 自然的掉落 然后就可以一块土壤 长出十几棵的植物 下床走出门 夜九看着正在往回拖洞木柴的一大一小 笑着靠在门边等着他们过来 嗷嗷 小狼仔这次没有着急 先把树枝拖过来 排着放好 然后才跳过柴堆 扑向了夜九 主人回来了 我们有努力干活 你不用去折树枝了 小呆啊 你是狼 眼神要睿智一点 夜九伸手接住小白狼 摸摸他的脑袋 在跟他单纯开心的双眼对视时 忍不住笑了起来 应该不是种族问题 只是看现在这情况 一点狼王的气势都没有啊 汪汪 全黑的小狗仔跑过来 他个头小 总是慢了几步 现在围在夜九的脚边转圈 辛苦你们两个了 虽然你们听不懂 但为了犒劳你们 辛苦收拾木柴 咱们今晚继续吃烧烤 夜九坐在地上 抱着迅速贴过来 让抱着的小狗仔 晒着太阳闭上眼睛休息 阳光洒在身上 能量汇聚吸收 整个人都散发着懒散的气息 搜一下看看 有没有卖辣椒的 如果有辣椒 就弄点辣椒面 撒在烤肉上 油汪汪 热辣辣 咸滋滋 如果再有其他的料 就更好了 不过 现在还没看到更多的调味料 估计是还没有 或者是都不舍得 把种子拿出来的 制作成调味品 出售10颗红辣椒 售价100颗一级能量珠 搜索辣椒 还真找到了 只是这个价格 空气球包裹的这种红辣椒 叶九没有兴趣 他在翻翻找找之后 找到了没有空气球包裹 一看就是玩家种植之后 摘下来 直接挂上麦的 一颗只有半根手指 那么大的红色小辣椒 售价10颗一级能量珠 这价格一看就觉得很贵很奢侈 但叶九却迅速地 花了1500份一级能量珠 将不确定 是不是同一人挂上 但价格一样的150颗小红辣椒 都买了回来 辣椒 成熟的辣椒 他看到 里面有成熟的种子了 没有数据显示 但他确定 自己现在可以分辨出 能种植和不能种植的区别 所有不能种植的种子 都是有些干叠的 他家的野草种子里 有很多都是这种 那些饱满的 能种植的才是少数 我先去看看 咱们或许可以种点辣椒了 叶九放开两个小家伙 从地上站起来 走到了之前升级过的二级土壤里 那些辣椒买了就取出来 小心地 扯开一整颗辣椒 没有碰触到种子 只是一次次地扯开 从辣椒里掉出来 就再去下一块田里继续 一百块地 全都有种子掉在里面 叶九又去买了五十份的 二级土壤强化化肥 把剩下那些也都种下去 等它后面的都放好了 再回到前边那几块地里看的时候 果然看到了新的标签 二级辣椒幼苗 绿化植芽石 三天后可收获青辣椒 红辣椒 四天后可收获辣椒种子 七天后枯萎 辣椒有了 有的地里是一颗苗 有的是两颗苗 全看刚才的辣椒掰开后 是掉落了几颗种子 辣椒可以 那这些桃子 还有那边的李子 苹果 叶九在激动之后 突然就想到了 自家更多能吃的水果 水果肯定是不咸多 接下来要做的 是在不把水果 装到包裹栏里的情况下 挨着拿到这些地里 进行自然的种子掉落 现在有几颗树的李子熟了 叶九拿起几根树枝扭了扭 变出一个超级简易的小框子 跑过去摘了十几颗放在里面 端着来到了这边 空闲的一级田地里 一级李子幼苗 绿化值加一 三天后可采集木材 四天后开花 五天后可采集果实 李子是树木 所以它目前 没有显示出枯萎的时间 但也同样的 李子的种子在果实里面 也不能直接采集种子 你们先写着吧 我现在都需要一个个的看果 才知道结果 有些果实里面的种子 是无法种植的 叶九看着已经盯上 李子树的小狼 笑着摇摇头 不觉得让他们去摘果子种树 是什么好的建议 就跟一颗辣椒里面 可能只有一粒两粒的种子 能种植一样 这一棵树上的几十颗李子 也不一定有多少是能种的 它刚才打开的这些李子里 十几颗也只种出来了三颗 其他的李子核 都是不能发芽的 小呆别跑 过来尝尝这李子 酸酸甜甜的 叶九种下了辣椒 和三颗李子 手里端着那个线边的简易小筐 拿着掰开的李子 追着小狼 要给它喂几颗 而小狼在闻到李子的酸味后 就可怜兮兮地看着叶九 嗷嗷叫了几声 撒腿就跑 主人欺负狼 欺负狼 汪汪 小狗仔没跑 它好像本来就喜欢吃酸的 现在叶九停下来 拿着李子喂它 它张嘴就半颗半颗地嚼着吃掉 虽然看表情是酸的几次眨眼 但吃完了 还会等着叶九继续投胃 其实不是很酸 是小呆一点酸的都不喜欢 所以才觉得难吃 那就便宜咱们了 给小呆拿两个桃子吃 叶九从包裹栏里拿出桃子 冲着小狼晃了晃 给它放在了草地上 坐在地上 它自己吃两个李子 给小狗仔喂几个 再看看低头啃桃子的小狼 这日子是真的舒坦啊 通关之后 不知道能不能选择留下来 到时候 它们也应该长大了 一起打猎 摘果子 种菜种树种粮食 叶九知道 后期不可能继续过得这么安宁 可知道是知道 却不影响它现在幻想一下 未来依旧可以过这种悠闲的好日子 聊天频道里 现在还经常有玩家吐槽 说日子没法过了 是结果原本的生活 但不管是末世前还是末世之后 叶九对那个世界都没有什么眷恋 说到底 就是因为在过去的世界 除了缺吃少喝 就连情感上也没有什么寄托 小时候过得也不算苦 因为周围大部分的同龄人 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 而且 他没有跟那些运气特别好 好到从出生就被宠得的孩子做比较 反正他自己觉得 那些年过的还算是普普通通 唯一不普通的 大概就是末世之后 他的异能有点不太一样 这有个人说 他曾经的世界有丧失 叶九看着聊个天频道 感慨着自己现在过得舒坦 顺带看看聊天频道的热闹 看着看着 他看到了一个玩家说 来之前所处的 世界是丧失末世 不过 那个玩家在其他人或不相信 或者是好奇地询问后 隔一会儿 讲了个跟夜酒记忆里 完全不一样的末世 那个玩家说 曾经在末世生活了15年 从末世初期的逃亡 一直辗转各地 那个世界的末世 包括丧失和变异动植物 都是因为人祸 人类研究长生 却制造出了丧失 最初的丧失藏起来 一直在提取药剂 进行各种研究 在末世爆发的前几年 一批批的疫苗发放 争取让所有人 在隔断时间之后 就注射一回 悄悄然地改造了 大部分人的基因 直到后来的某一天 最初用来研究的 初始丧失逃了出来 自由之后的初代丧失 竟然在瞬间 激发出基因的力量 把注射过疫苗的人类 全部引发之后 变成了丧失和变异人 这个玩家的编号 夜酒看过之后 就记了下来 8085号玩家 不确定是否能遇到 也无法确定 这人说的是真是假 可总是要小心防备的 就像某些玩家猜想的 万一在某一个阶段 玩家之间 可以同处一片空间 到时候能见到彼此 傍傍傍 傍傍 傍傍 傍晚的时候 又跑去树林里 折树枝的小狗仔和小狼 突然激动地叫了起来 此时的夜酒 刚刚脱了装备 满身雷光闪烁的 正在对身体进行淬炼 灾难事件 夜酒收起了满身的雷光 拿出裤子鞋子 迅速穿好 抓着上衣披身上 在跑去那边的时候 迅速将头发扎起来 装备属性是真的好 但必须装备在对应的位置 像是发带 不扎头发 就得扎脑袋上 所以 他还是选择扎头发了 灾难事件 你的家园 遭到了二级吸血蚊子群的袭击 没有过多的信息 只有这么一个提示 和两个小家伙发出叫声 是在同一个时候 家园虽然数据上看着不小 但要从南走到北 其实也真的不算远 他身后 竖起了一道雷网屏障 范围不大 但这些撞上去的二级蚊子 在噼里啪啦的声响中 死去了几十只 听说 末世前有个东西叫电文拍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 夜九看着停下来的两个小家伙 指了指房子 让他们先跑回去躲起来 他想起在末世中 某次变异虫子爆发 他收费后 帮着人家守了一次城墙 抬手制造出一片雷网石 某个人的感慨 当时还有个人在旁边说 这么大的电文拍 见鬼的电文拍 太不坏气氛了 但现在夜九 自己控制着雷网一动 碰到二级吸血蚊子 就噼里啪啦的炸开一片 突然就感觉 还真挺像这么一回事的 击杀二级吸血蚊子 剩余入侵数量591 击杀 击杀二级吸血蚊子 剩余入侵数量533 夜九在两个小家伙 迅速的回屋之后 看着从树林里 飞出来的这一片蚊子 雷网这边出现闪两下 那边出现又闪几下 出现一次 就少则十几只 多则几十只 霹里啪啦的声音 不绝于耳 约有十厘米长的蚊子尸体 会在炸来的雷花中 瞬间糊成一块焦炭 落地时 已经是一小堆的灰烬 剩余入侵数量12 在霹里啪啦的一顿处理之后 显示的剩余数量 只有12个了 可夜九的周围 已经没有正在飞的大蚊子 这是什么意思 是准备在我家的水里下载 夜九的能力是雷系 但它曾经还算 比较不错的异能强度 感知力 一直都是很不错的 如今在家里稍微的找一找 就找到了 在他家房子后面的水池边 正在悄悄干坏事的蚊子们 这世界 不只是家养的动植物们 生长比较快 这蚊子刷新出来 入侵他的家园 这其中的一部分 已经直接往水里 注入蚊子卵了 只是 这些蚊子 似乎只知道 可以在水里产卵 却不知道先看看 水里是不是有 正在等着加餐的 你们俩倒是吃得挺好 早点长大 我可是很久没有吃鱼了 夜九将这12至2级的 吸血蚊子 用雷劈死 蹲在水池边 看着水里 已经长到巴掌大的小鱼 它们正在快速地游来游去 将那些蚊子的卵 都给吃掉 在全部都吃掉了之后 这两条养殖的鱼的生长速度 直接加速到十倍 能继续一整天时间 预计后天就能成年 并且进入产卵阶段 然后就可以有成群的小鱼苗了 好 小狼从房子里跑出来 在到了夜九身边时 低着头 没有第一时间靠过来 它刚才跑掉了 把那些会飞的虫子 留给了主人 主人一定会嫌它没用的 小呆 过来抱一下 你保护了小闹 很厉害了 夜九伸手把小狼抱过来 这小家伙 刚才叼着小狗仔就跑 而且很听话地 进屋先躲起来 真不错 什么实力干什么事 虽然它跟小狼 不能用言语来交流 可它知道 这小家伙是什么意思 刚才把小狗仔带进屋子里 小狼就趴在窗口 紧张地盯着它看 小狼看着主人 似乎没有生气 脑袋钻到他的胳膊下 呜呜呜的就开始哭 下次一定不会再躲起来了 他要保护主人 主人每天出门狩猎 就已经很累了 他连家都看不好 还要主人在家里保护他们 行吧 哭吧哭吧 哭累了一会儿 多吃点烤肉 夜九抱着小狼仔站起来 看一眼水中 欢乐游动的两条小鱼 对于暂时吃不到的鱼 也暂时先不惦记了 先回到屋子里 把站在床上转圈 但被要求不准下来的小狗仔 一起抱起来 然后他躺下来 稍微地休息一下 雷网劈死那些蚊子的过程 是挺爽的 但精神力和体力的消耗 也很大 但这个收获吧 也是真不错 灾难事件结束 你成功地抵御了 二级吸血蚊子群的突袭 二级灾难事件 奖励宝箱可领取 在玩家的家园信息界面 夜九打开之后 就看到了这个 可领取的奖励宝箱 抬起一只手点了点 一个边长20厘米 四四方方 闪烁着绿色光芒的宝箱 出现在手里 二级灾难事件奖励宝箱 可选择奖励方向 家园 装备 宠物 房屋 这个箱子 不是直接开启 是需要选择之后才能打开 绿色品质是二级 夜九只看一眼 就选择了宠物 两个小家伙 虽然都是二级起步 可他们一直以来 除了正常的吃饱喝足 还真没有过增幅类的东西 就连吃饭的餐具 也是自己给放个大盘子 二级宠物金翠丹加800 夜九一脸猛地 被这些宠物金翠丹 洒了满身 歪头看看 洒在他身上 和床上的这些小颗粒 他还真没见过这东西 在交易界面 搜索宠物类 也没见过现在这个 这些绿色的颗粒 看起来有点像 宠物粮食 二级宠物金翠丹 可未识给家养宠物 宠物食用后 可随机增加成长速度 食用过程中 有概率出现特殊事件 800颗豆粒那么大的金翠丹 还真就是宠物粮食的呀 夜九拿起了几粒 喂给本来是在难过 现在因为粮食 突然洒在夜九周围 正在瞪眼的小狼 小狼被喂了吃的 张张嘴 尝尝味道 有点傻眼 这是什么 味道奇奇怪怪 还是主人 做的食物好吃 你也吃点 多吃点长得快 夜九又给还没缓过来的 小狗仔 也喂几颗 小狗仔吃东西 是真不挑 夜九为什么 他就吃什么 而且都吃得很香 就这样 小狼一颗 小狗仔一颗 小狼在一颗 小狗仔在 八百粒宠物金翠丹 被夜九一颗一颗的投喂 只是这个增加成长进度 需要好几颗 才能增长百分之一 喂着喂着 他也不纠结这些了 等到分别给喂了四百颗 这次的奖励 都给消耗了之后 夜九抱着有些不太舒服的小狼 和小狗仔 走出了房门 两个小家伙放在地上 他开始迅速地点火 把之前几只处理后 挂起来两者的腌制乳珠 拿过来切块开炖 本来是想搞个烤架 直接火烤的 但现在他懒得去弄 而且 这两个小家伙 很快就会饿着肚子 来要吃的 宠物小带三级幼狼 狼王 生长进度百分之五十八 战力值一百五十二 保时度百分之一百 健康度百分之九十九 状态异常 能量过剩 特殊能力觉醒中 宠物小闹二级猎犬幼崽 生长进度百分之一百 战力值五十三 保时度百分之一百 健康度百分之九十九 状态异常 能量过剩 特殊能力觉醒中 成长进度进阶中 刚才投喂的时候 没什么显示 但喂的实在是有点多 直接给他们 把特殊能力都堆出来了 但也只是用精粹单堆到觉醒 具体能觉醒出什么能力 那就看这两个小家伙的 自我基础和期望了 白色的小狼实力强 也最先完成了觉醒 原本只有三四厘米长的 白色狼毛 在他仰头长啸时 伴随着覆盖全身的银色光芒 迅速地长到了 约有十厘米的长度 银色的长毛 在能量的汇聚中浮动 小狼高高扬起的脑袋上 一团红色的光芒汇聚 红色的光芒 凝聚成一个弯曲的符号 融入了小狼的眉心位置 宠物小呆特殊能力觉醒成功 提示音响起 正在仰头发出狼嚎的小呆 直接从草地上窜过来 又长大了一些的狼脑袋 熟练地钻到了夜九的怀里 大概是最初揣怀里 揣得多了就习惯了 所以 他不管是有什么样的情绪波动 都喜欢如此 宠物小带三级幼狼 烽火狼王 生长进度75% 战力值185% 保时度7% 健康度100% 特殊能力属性已觉醒 烽火双属性 王级狼族幼年期宠物随主 一家子吃货 宠物那一栏的信息里 同步更新 就是这个吐槽 吃货挺好的 可以很简单 就收获快了 夜九对于自己被游戏系统吐槽 已经淡定了 可小狼觉醒之后饿了 也算在自己头上 这游戏系统 到底是智能模式 还是世界意识在观察玩家 先吃点 小闹也快要成功了 虽然内心有点小忧伤 但不影响夜九仙 未饱饿肚子的小狼 薄薄的肉片切下来 在早就已经沸腾的水里涮一涮 把小呆的保时度 稍微往上提一提 现在的小狼 形态上跟之前又有了一些不同 原本纯白色的毛 在这次进化之后 变成了银白色 毛变长了 颜色也有了变化 在他的头上 眉骨中间偏上一些的位置 有一撮 类似于火苗形态的红毛 这形象 很帅的呀 小狼吃了几口肉片 脑袋搭在夜九的身上 一起看向 还处在能力激活 和禁忌中的小狗仔 等待的时间里 锅里炖的腌制乳猪肉块 已经越来越烂乎 香味也越来越浓郁 漆黑没有杂色的小狗仔 在觉醒中 被这肉香味刺激了一下 卡着一直没有越过去的限制 被一鼓作气 成功突破 你的宠物小闹 成功突破 你的宠物小闹 成功觉醒 宠物小闹三级幼犬 突猎犬 生长进度8% 站立值85 保时度4% 健康度100% 特殊能力属性已觉醒 突属性猎犬觉醒时的动力 竟是因为食物的诱惑 小闹在突破之后 长大了一些 站在地上 有将近一米高 脑袋上的五官 还能看出 些许属于幼犬形态的呆萌 可这四肢细而长 这体型 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是它过去的世界里 存在着的细犬 根据某个养着几只狗的 异能者所说 细犬这个品种的存在时间 是挺久远的 九道神话故事里 都有过这一类的痕迹 哇 半大黑狗跑过来 脑袋贴在夜酒的手上 叫一声 就用了可怜兮兮的眼神看着它 呃 饿了 肚子已经饿扁了 一点点的吃 虽然你们可能不会被烫伤 但也是需要注意的 夜酒从锅里 捞出炖刀烂乎的肉块 放在了旁边的铁板上 筷子夹住骨头抖了抖 骨肉自然的分离 拿起放在一旁的小刀切下去 在切开的过程中 也让热度散了许多 虽然它们很饿 但还是待在盘子的旁边 等着来自主人的头位 一块块入口即化的炖肉 尤其是那些猪皮和猪皮下的一层肥肉 让它们吃得很满足 在吃的这方面 夜酒喜欢吃瘦的 而它们肥瘦虽然不挑 但明显的更喜欢肥肉和内脏 只是 某些内脏被埋在土壤里当化肥 只有心肝肺被收拾出来 一起炖了 哦 小闹的脑袋 碰到了小呆的脑袋上 委屈地叫了一声 盘子还是原先的那个 之前一直都没问题 是因为它们都还小 现在长大了很多 这个大盘子就不够用了 试试看 你们两个用盆吃 夜酒把放在桌子上的木盆拿过来 之前是用这个盛汤的 现在 装了半盆肉在里面 然后放在了地上 哦 小呆靠近了一点 眼巴巴地看着夜酒 不确定具体是什么意思 之前用这个盆成菜盛汤 他都是看见过的 哦 小闹的脑袋 往前凑了凑 没等靠近木盆 就让小呆抬起前掌 按住 你们用这个吃 咱们家不缺这种木盆 等你们再大一点 还要再换更大的盆了 夜酒伸手 按了按小呆和小闹的脑袋 让他们靠近木盆吃饭 哦 小闹在接收到主人的意思之后 低头就在木盆里 大口吃肉 啊 他是真的饿惨了 那种饿到浑身虚弱的感觉 让他现在 只想先把肚子填满 小呆低头吃了两口 抬起脑袋看看主人 再低头看看 吃相疯狂的小闹 眼神逐渐的忧伤了起来 这个笨蛋 吃相太难看 主人你真的不管一管吗 他吃肉时候 溅起来的肉墨子 都快要飞到狼脑袋上了 乖啊 他是太饿了 等下次吃饭的时候 你慢慢焦 夜酒看热闹 看得很开心 尤其是小呆眼神委屈 嫌弃又没舍得揍一顿的无奈 太乖了 哦 小呆听不懂 但他能感觉到 主人看热闹 看得挺开心 低头看看 现在完全顾不上其他 只管吃东西 填饱肚子的小闹 他张张嘴叹了口气 这次就忍一下吧 同样是觉醒和晋级 自己分开完成 都是越来越强壮 偏偏这个笨蛋 就是把这两份辛苦凑到了一起 这瘦的 四条腿跟竹竿似的 肚子都已经饿得 快要贴到一起了 哦 小闹在一顿猛吃之后 突然发现 小呆没有一起吃 好奇地抬起脑袋看看他 再被小呆抬起前找 放在他脑袋上拍了拍 让他继续吃饭时 他很开心地 把脑袋贴过去蹭蹭 哈哈哈哈 夜九看着小呆被贴脸 并且被蹭了满脸油之后 坐在旁边笑得很大声 尤其是 当小呆厚之厚觉得发现 他脸上有几根毛 因为油水太多而粘在一起 那瞬间呆着迷茫的眼神 小呆委屈地看看夜九 然后很不客气地抬起前找 一巴掌就把狗头踩在了木盘里 这个笨蛋 太过分了 小闹不是第一次被踩脑袋 但他是真的不知道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明明刚才还说 让他多吃点 为什么又突然地要打他 就算打不疼 可是 为什么 180 好惨的2020号 记得以前上学时候 偷懒逃课 躺在宿舍床上刷小说 曾看到一个 跟你现在情况相似的剧情 我记得 主角是直接把寄生 在他体内的虫足 当养分吸收掉了 你要不要也尝试一下 毕竟你现在是根本没办法 把寄生的那东西取出来了 803比2020 你别冲动 虽然咱们是能吃一些加速恢复 或者是补气血的食物 可现在是你根本不知道 那个寄生的是在什么地方 一刀下去你可能是没了 那个寄生体很可能会直接孵化 9911 不要瞎倒啊 咱们终究还都是人 人体若是受损严重 直接就嘎了 9989 比180你没饿死 就继续躺着去吧 省点体力消耗 竟然说让他吸收掉 他之前就是吸收了 不该吸收的 才把寄生虫搞到了身上 3345 大家都谢谢吧 虽然2020号 现在自称是难受了点 但人家当初也是爽到了 符合心中最完美存在的女神 头怀送抱 在副本待了一天 都用来酿酿酱酱 就问还有谁曾享受过这待遇 4404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梦想中的完美帅弟弟 难道是因为我还不够花吃吗 7771 我梦中的仙女姐姐 什么时候出现 我可以把血肉和生命都奉献给你 快来看我一眼吧 1111楼上的几位 能消停点吗 你们一天天的喊着 要艳遇 你们去副本里找啊 在这里喊有什么用 就算是有人有想法 你们也约不到一起 三 根据曾经多年沉浸网络世界的经验 那些月是在网上各种没下线的 现实里都耸的一批 2020 我觉得 我还能抢救一下的 我想活着 在第二环节的第四天早上 夜酒睡醒之后 打开聊天频道看一眼 打开之后 聊天频道很热闹 有许多玩家提出 让2020 可以尝试的存活建议 虽然没什么实际的东西 但2020讲的挺真实 大家在无聊时 也会参与一下 顺带看看其他人的一些建议 寄生 孕育 吞噬激素体这种事 就算现在只有2020自己说 可大家也都已经知道 玩家的种类多到难以想象 什么都可能存在 信息整理得多一点 总归是没坏处 当养分吸收掉 夜酒坐起来 透过打开的窗子 看向外面的杂草地 盯着正在阳光下盛放的花朵 那几块地 是被他埋了野猪内脏和皮毛的区域 这花朵开的 真好看啊 扎根在这些不算肥料的肥料里 吸收之后 转化为成长所需的能量 开出更大更美更漂亮的花朵 汪汪汪 小闹那看起来瘦瘦的身影 在草地里快速跑过 哦 小呆追着跑 从这些约有半米多高的草地里穿梭 在他们跑了几圈之后 小呆突然浑身一僵 停下来 别扭地歪了歪脑袋 五 银白色的身体僵住 小呆看着窗子里面正在笑着的主人 抬起脑袋叫两声 打个招呼 就冲着房子跑来 辛苦你们了 这么多的木柴 至少两三天时间内足够了 夜酒从屋里出来 伸手在贴过来的榔头上摸了摸 看着前方草地上一堆堆的树枝 夸一下这两个小家伙 体型长大了 能力觉醒了 他们干活的时候更加有劲 现在会在家园里到处跑着玩耍 是因为目前那片纯绿化的树木 已经都不太适合再做修剪了 哦 小闹跑过来 脑袋挤开小呆 也学着把脑袋往怀里钻 好吃的 主人睡醒了 要有好吃的了 再去玩会儿吧 我看看今早做点什么 幸亏咱们家盐多 要不然这些肉该坏了 夜酒执着于自己动手做吃的 所以之前的那些肉 还是都放在外面 现在的带骨猪肉大快 加起来还要有800多斤 除了之前卖的200分 其他的盐都拿来腌肉了 能自己动手制作的肉 现在的价格反而是上涨了 夜酒没打算卖 但还是打开交易界面看了看 现在想要获得 可自己动手加工的肉 除了家园灾难事件 还可以在一级的副本里拿到 但副本里面 是有概率调五品级的肉 就跟夜酒最初拿到的老鼠肉 和兔子肉一样 占力值非常低的动物 没有加工制作的价值 可这个概率具体有多小 反正夜酒单刷了两次 一级的狩猎副本 再也没见到过五品质的肉 卖是不可能卖的 现在他们一顿就得吃30来斤的肉 一天下来就是100多斤 若是七八天之内 没有动物来袭 到时候还得买着吃 夜酒看了看 需要20来克一级能量猪 才能换到10斤8斤的这些肉块 摇摇头不再关注 宠物随主 系统的吐槽也没错 他确实是很喜欢吃 而宠物幼崽的性格和爱好 甚至是成长方向 都是在养大的过程中 慢慢塑造出来 汪汪汪 熬 熬 在那一部分 暂时还空着的地里 一唇黑 一银白 两个小家伙 隔着十几米正在聊天 聊天的内容 夜酒是真的听不懂 但他们聊着聊着 就凑到一起 这边拍一爪子 那边踩上一脚 玩得很欢乐吗 夜酒一边做饭 一边看着他们的玩闹 直到拳脚相加 似乎是没意思了 他们开始斗法的时候 果然啊 小呆还是呆了点 看热闹的夜酒 站在房子前 小声地笑了笑 小闹在体型上被打压之后 他自然地领悟了 吐戏能力的使用 在小呆的位置 把地面搞了个陷落 没有准备的小呆 直接就眼神迷茫地掉了下去 不过 小呆也不是真的呆 一阵风吹过他 已经被从坑里推出来 还顺带给小闹 送了个极为热情的回应 呜呜呜 被火团子呼了一脸的小闹 被打得眼神呆滞 在意识到他 现在有多惨的时候 回头 就顶着有些卷的短毛 冲向了夜酒的位置 呜呜 主人你看 狼欺负狗 小呆 小闹 回来吃饭了 夜酒炖了一大锅的肉 再多次翻炒 全都炖熟之后 喊着又玩嗨了的 这俩回来吃饭 呜呜呜呜 对于吃饭这个词 这两个已经非常的习惯 比听到喊他们的名字 还要激动 这俩仨着欢地跑回来 到了夜酒身边 立马变乖 等待着食物被盛到盆里 多吃点肉 家里的安全 就交给你们了 夜酒自己 也吃了一大碗炖肉 在吃饱之后 抱着小呆和小闹的脑袋 拍了拍 好几天都是在一级副本里单刷 今天也该去二级副本 看一看了 他目前的身体强度 和精神强度 都已经超过了150 再算上自身的属性 对大部分的生物 都有一些的克制 所以 只要不是遇到四级生物 基本都不需要逃命了 五 小呆看着主人在吃饱之后 就去到屋子里收拾了一下 然后又一次的消失不见 银白色的脑袋搭在床边 那一撮红色的毛 都因为心情 而显得暗淡了几分 汪屋 小闹 在旁边歪头看看 不知道小呆是怎么了 主人出门 一会儿就回来了 这家伙 怎么还委屈了 是当才没吃饱吗 哦 小呆在被关心之后 回头抬起前肘 在小闹的狗头上拍了两下 这个笨蛋 主人出发之前 似乎是有些紧张 肯定是要去危险的地方 你这个笨狗什么都不知道 出门出门 趁着主人不在家 一定要让你学会挖坑 挖好用的坑 还得是能挖能买 能困住猎物 能攻击到猎物的坑 我觉得 咱们可保持一点点的距离 夜九在副本里 一脸迷茫的仰头 看着眼前的白色大衫 这次是选了个二级的狩猎副本 想进来看一看 说不定能运气好 遇到箱子 图纸虽然还有很多没有用到的 但他现在 这不是还趋了很重要的一项 一直都没有三级制作台的升级图纸吗 只是他这次的运气 似乎是好得有点过分 近来就被扔在了 一座白色的大山上 察觉到气息不对 夜九迅速地跳开 可他能跳出去的范围有限 此时人飘在空中 脚下是两团雷光拖着 防止掉下去 踩到这座山 死 脑袋两米多宽 形体因为无法盘在山上 无法查探的巨型白蛇 此时也是眼神茫然地盯着 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类 雷属性 好麻烦哪 他前几次吃的挺饱 现在完全不想动 我只是路过 我没带武器的 夜九看这条超大白蛇 只是吐吐舌头 两手摊开 表示他的无害 只是在摊开手之后 他突然想起 异能者做出这样的动作 其实也可能是在进行异能的控制 大白蛇盯着夜九的脸上表情 在看到 他一瞬间的尴尬和纠结时 突然地就放心了 是个脑子 可能有点迟钝 但资质还不错的人类 有没有危险 看他的气息就知道了 做出那种呆呆的动作 真蠢 我是进来找点箱子的 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 夜九确定 他从一条蛇的眼神里 看到了嫌弃 确定这具蛇不想动 他随便指了个方向 然后在大白蛇 没什么波动的眼神注视下 迅速地飘着远离 蛇具体多大 他不知道 但现在 他是真的不确定 若是落地 是不是会踩在蛇的身上 四级白灵猎空蛇 站立值999 吞食 重猎 空间撕裂 空间封锁 空间转移 身形缠绕后 罩住了一座山 站立值999 还有五个能力标签 而且 这五个标签 其中三项是空间相关 另外两个 也同样是让人感觉头大 好在他是不饿 要不然 自己出现的那一瞬间 就可能已经在蛇肚子里了 果然啊 人是不能心态膨胀的 他在进入副本之前还想着 自己现在的实力 在副本里能舒坦一点 结果进来 就给他一个如此重量级的打击 死啊死啊 在夜九离开那条巨蛇 几百米远的时候 突然在他周围 出现了大一片的阴影 仰起头看去 是那条蛇的脑袋 在突然间凑了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 夜九看着眼前的大脑袋 还有垂下来 鸡米长的蛇性子 老老实实地认怂 死 大白蛇的脑袋歪了歪 确定夜九是 老老实实地站在地上不动了 吐吐蛇性子 又把脑袋转向了另一边 真的就是 脑袋和一节身子 在半空中转了个大圈 去到了蛇山的另一边 下一刻 这蛇再次地回来 通红的蛇性子 还以为是突然有好的送礼物 结果是 刚开口问一下 就看到蛇的脑袋歪了歪 蛇童中 透露出些许的嫌弃 立马改口 在看到大白蛇 竟然微微点头之后 夜九突然地就放心了 能交流 哪怕只是对方能听懂 那也是很好的 现在还是看看 能给大白蛇 开出点什么东西 希望他能给自己留点辛苦费 四 大白蛇看着夜九 伸手打开蓝色品质的宝箱盖子 脑袋迅速地放低 贴在地面 等着里面的东西开出来 这 夜九开箱子不费劲 夜九伸手推开了盖子 一紫一蓝三绿 五个物品从箱子里飘了出来 金翠丹 夜九看着 因为没有用手碰触 所以 看不到的信息的那个紫色空气球 只是从物品外观上就猜到了 他之前刚得到过很多二级的金翠丹 喂给家里两个小家伙 他们就迅速地觉醒和突破 现在这个紫色的 应该是四级 副本里的生物 他们是吃这个提升 甚至是晋级的吗 四 蛇性子伸长 卷住那个紫色的空气球 直接带回了嘴里 再吞下去之后 大白蛇看着夜九 等着他 拿走剩下的那几个 他知道那些外面进来的生物 现在都需要什么东西 这个箱子里面 刚好有他需要的 剩下的 是他给这个人的辛苦费 这是他认为 非常公平的一场交易 给我的 夜九还是再次地确认了一下 然后才伸手拿过了一蓝三绿 这四份物品 绿色的是两件装备 和一份二级长工的制作图纸 蓝色品质的这个 虽然不是他期待的 三级制作台强化图纸 但这个配方比强化图纸更加珍贵 三级强化药剂制作配方 三级能量珠30克 三级血肉30分 三级植物30分 三级矿石30分 制作时间一小时 服用三级强化药剂 可增加三点身体强度 或精神强度 同级药剂服用上限50次 这个配方 让夜九在学习之后 激动得很想 抱着大白蛇脑袋清两口 当然 他只敢想一想 但凡靠近一点 他都可能要进蛇腹了 嘶嘶 大白蛇看到夜九的眼神 嫌弃地抬起脑袋 对于外来的这些生物 如此没出息 嫌弃的同时 又觉得挺有意思的 要增强实力 还要这么费劲 又是配方 又是材料的 它从存在开始 都是直接吃掉有能量的物品 就可以提伤了 大白 大白啊 你看看 有没有其他想开的箱子 我再给你开一点 你给的太多了 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夜九在激动过后 发现大白蛇 似乎是准备回去继续趴着 抓紧时间 提了点得寸进尺的小建议 激动归激动 但它也脑子迅速地思考了一下 能猜到大白蛇 为什么要找它开箱子 应该是因为 大白蛇知道 箱子里有什么 但它在玩家离开之前 不能打开 也或许是要等玩家全都离开 这副本里的资源 才能让它拿去用 甚至可能是 需要从玩家手里抢夺 总之 但凡它自己能开启 绝对不可能 留着那个宝箱到现在 大白蛇的脑袋 凑近了一点 巨大的蛇童 出现在夜九的面前 还想要 那逗它玩一下吧 我 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原地等 夜九在大白蛇的眼睛里 看到了细血 不等它想到 这位是什么意思 已经被蛇性子缠在身上 下一刻 就带到了蛇嘴里 好在蛇性子一直缠着它 不是真要把它吃掉 下一刻 再次被放出来 它的前方就是悬崖 悬崖上 有一个又是蓝光 闪烁的箱子 很好 这都不是带箱子 去给它开 而是直接带它来开箱子了 抬手打开箱子的盖子 六个空气球飘出来 两个蓝色四个绿色 蛇性子都没放开它 那几个空气球 就被微微张开的蛇嘴吞了下去 然后 它就又被拽回到蛇嘴里 下一秒 就再一次的出现在了一个新的箱子面前 一个又一个 夜九最开始还紧张一下 但是在连开十几个箱子之后 它彻底的平静了 不就开箱子吗 这次已经是非常的转 转大了 给送了自己礼物的大白蛇 开点箱子 也算回礼 唯一纠结的 就是希望大白蛇 不要一个不注意 把它吞了 若是进了蛇腹 需要它撑开的四面不沾边的独立空间 很费劲的 死 白灵猎空蛇完了一会儿 确定这里已经没有宝箱了 这才回到原地停下来 继续环绕在那座山上 低头把夜九放了出来 我歇一会儿 有点头晕 夜九被放开之后 就直接原地坐下 也不管是不是坐在大白蛇的蛇鳞上 反正它现在是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不累 但是被吞吞吐吐的 到底是有些不那么适应 死死死 大白蛇的脑袋贴着身体 搭在夜九的面前 看着它一次眼神有点委屈的状态 稍微的张了张嘴 笑了笑就继续等着它缓过来 它知道 这些从外面来的生物 都是可以在自由的时候 直接离开 现在它就是想看看 这个人类被它欺负了之后 是不是会直接跑掉 让我休息会儿再回去 我家有两个小家伙 他们闻到我身上有蛇的气息 可能会担心的 夜九现在非常确定 这条蛇是对它没有丝毫的兴趣 应该说 对它提不起任何的食欲 确定没有人生危险 直接懒洋洋地倒在蛇鳞上 先缓缓再回家吧 这才几分钟的时间 这副本就还有三个玩家了 不确定那些玩家是跑了还是死了 反正玩家数量下降得超级快 至于人少了 是不是能获得更多资源 至少这个副本 它是彻底的没兴趣了 整个副本 都是这条蛇随便逛着玩的地方 那些生物 也都可以是它的食物 不只是不能虎口夺食 蛇口的也不能抢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蛇有缘 它这都是第二次遇到 卡在临界点的白鳞大蛇 上一次的是三级 猜测一下 进级之后 肯定就是四级了 估计也在哪个四级的副本里 可若是想从四级初期 升到四级临界点 估计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吧 而且 它现在还是觉得 身边这条蛇的体型太大了 尤其是这个长度 感觉体长跟直径的比例 非常的不合理 大白蛇歪了歪脑袋 是两个小不点 一只狼 一只狗 刚带回家的时候这么点 难得有个能跟它聊天的 夜久讲起自家两个小不点 抬手比划了一下 越说越开心 虽然它不是必须要与其他生物交流 可能够分享 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对方还很认真地听着 这感觉是真的很不错 四 大白蛇听着它讲的这些 眼神也逐渐地放松了下来 最初 它也曾是幼崽 一点点地 在陌生环境里 学会了成长 那两只很乖很努力的狼崽子 和狗崽子 若不是 被这个人类带走 很可能就是跟它差不多类型地存在了 智慧型生物 根据从吞噬过的玩家那里 得到的信息来判断 一个被称作副本里的范围内 只会有一个 不过嘛 它想起之前的某个时期 曾经跟这人见过的 现在 它认出了这个 有了挺多变化的人类 但这个人类没认出它 看在二次相遇的份上 就不欺负它了吧 有些东西 终究是要外面来的这些人才可以使用的 给我的 夜酒本来就是心情好 有点嘚瑟地分享一下自家的欢乐日常 结果 说着说着 它就看到 面前出现了五个飘着的蓝色空气球 五个 都是蓝色的 而且它认得出来 这不是刚才开箱子开出来的那些 死 吐吐蛇性子 大白蛇的看着 笑到眼睛 都快看不见的夜酒 蛇童里又浮现出满满的嫌气 这人的属性和气息 跟他的行为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向 难道是因为 养了两个闹痛的幼崽 所以被童话了 大白你太好了 夜酒也不管是否丢人 抱着几个空气球 收到包裹栏 仿佛笑傻了一样的 跟大白蛇道谢 好蛇呀 真的 多好的蛇呀 大白蛇看着夜酒 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蛇性子的尖搭在他的脑袋上 把人脑袋压得低下头去 太蠢了 你还是把脸藏起来吧 那什么 你要是没有箱子 再让我开 我就回去了 他们都已经死得死跑得跑了 我在这里 还爱你的事 夜酒低着头 照样是笑得有点嘚瑟 在几分钟后 他看着显示的玩家数量一 抬手 在比他胳膊粗的蛇性子上拍了拍 抬起头跟大白蛇道别 有大白蛇在这里 他不可能再去惦记副本 终结宝箱 所以 夜酒沉默一会之后 冲着他点点头 逗着人玩一下 挺不错的 但他也确实是该干正事了 这人就是表情上看着傻 心思少了点 但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希望他能好好活着 还能再有下一次聊天的机会 下次若是还能遇到 再带他去开箱子 那我走了 大白你加油 下次再见 夜酒伸出手 在离开副本之前 还是凑上去 在大白蛇的脑袋上摸了两下 这光滑坚硬的鳞片 没有蛇类惯有的冰蒙 就像是末世之后 偶尔见识过 几次的温润玉石 摸一下就放开手 在蛇童的注视下 选择了退出副本 死 白鳞裂空蛇 在看着人离开后 张开了大嘴 蛇身游走中 腾空而起 一条百米多长的白鳞大蛇飞起来 原本环绕着山体周围的 蛇身如幻影般散开 入出了山上的一个洞穴 他只是把自己的身影 通过空间拓展的方式 给整座山上 制作出一层假象 这个副本的终结之地 就在这座山里面 那个闪烁着蓝色光芒的 最后一个高级宝箱 他终于可以打开了 他在几天的时间里 吞噬了上百个同类的宝箱 迅速从刚踏入四级 爆发式地进化到 现在这个阶段 根据他对之前 进击过程的计算 现在吃了这一份 就可以更进一步 那个人类两次出现 都是卡在他 濒临进击之前 还真是奇妙的缘分 不过 若不是即将进击 或许他会再察觉到 外来者的第一时间 就把人吞了 那些被吞下肚的外来者 是没有机会再相遇 更不会去观察 对方是什么样 嘶嘶嘶 张开的大嘴 吞下了半座山 白鳞大蛇 迎着空中 瞬间凝聚的雷光冲了上去 滚滚雷声中 原本光滑的蛇鳞 破碎了一次又一次 整个副本空间的动植物 全部被摧毁 化作精纯的能量 汇聚在他的周围 等到云散日出 温暖的阳光照射到的地方 能量重新浮动 动植物迅速地刷新出来 空中的白鳞大蛇 又长大了一些 但在他回到地面时 却突然地变小 小到只有三米多长 摇摇摆摆地 就钻到了一处水底 修炼 等待 等待下一次的玩家出现 对玩家来说 副本意味着各项资源 对他来说 玩家的到来 就代表着 这个空间内的资源会出现 当然还有那些玩家们 同样是他的食物和资源 我回来了 夜酒精副本 只待了半个多小时 就再次地回到了家里 回来后 心情激动地从窗口 直接跳出来 他喊了一嗓子 然后就跟那边玩耍的 一狼一狗对上眼 虽然自家小狼和小狗的 各种蠢萌模式 他都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但如今这么突然地撞见 还是感觉有点尴尬 小呆两眼茫然地 看着突然回家的主人 对于这份惊喜 感觉有一点点的抗拒 他现在满身都是泥 只有嘴巴和眼睛 还能看出点原来的状态 他的爪子下 是一身黑色短毛 被烤成褐色呼掉卷毛的小闹 脑袋被踩在泥水里 还在可怜兮兮地 呜呜叫着球放过 这算不算是 自己被欺负的时候 主人没看到 现在反过来欺负狗子 却被主人恰好撞上了 要不都先去洗个澡 夜酒看看 浑身都是你的两只 抬手指了指自家的大水池 然后自己先跳下去了 刚好把大白蛇的气息散一下 也能让两个小家伙 都学会洗澡 不能让他们 带着满身的泥巴 冲到自己怀里来 小呆放开小闹 撒着欢地跑过来 跳进了水池 在将泥巴洗干净之后 不是欺负狗子 是狗子先使唤 挖坑时候挖泥坑 给他泡了满身的泥浆 狼委屈 主人 你不能只看刚才的这一幕 王 小闹紧随其后 从地上泥坑里爬出来 跑到水里泡着 一脸迷茫地看着小呆诉苦 主人又听不懂 你讲的再多 主人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挺开心的 终于把狼埋坑里了 就算是泥坑 泥浆泡一下 那也是埋起来了 你们两个的控制力练习 已经是越来越熟练了 夜酒被靠着水池的边缘 低头看看委屈的小呆 再看看傻笑的小闹 对于这俩的训练成长 非常的欣慰 小呆的训练不麻烦 毕竟带着王者的标签 之前觉醒了能力 就已经掌握了基础的使用方法 现在这情况 小闹已经能够 学会在制造土坑的同时 设置陷阱 让小呆如此狼狈 也是个非常好的进展了 当然 也是小呆教得好 就是教会了徒弟 坑了他自己 真是呆呆的可爱啊 哦 小呆确定了 看看咱们家要有三级制作台了 夜酒摸着榔头 看着自己之前学会的配方信息 嘴角又开始失控地往上抬起 大白蛇真的太客气了 专挑这些他最需要的配方送出来 也不知道 是从其他玩家那里知道 这些配方重要 还是他本身就知道 玩家需要什么 难道是他跟白蛇有缘 上次遇到白蛇也很友好 这次遇到的白蛇 还是对他挺好的 等下次再遇到蛇的时候 要多观察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 自己被蛇喜欢 或者 是被白蛇喜欢的地方 制作台生制三级图纸 消耗二级能量200分 可将二级制造台 升级为三级制造台 制作台的升级图纸 升级时候需要的材料 自己早就猜到 只是数量上不确定 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事情 都需要数据的锁定 只要没有图纸 哪怕是知道配方图纸的记录 甚至是自己动手制作 那也不行 现在学会了这个图纸 夜酒的二级制作台 也就多了 一个升级的选项 这都要回到屋子里再操作 现在还是先协会吧 除了三级的强化剂配方 还有这个图纸 制作图纸蓝色品质 可存储100份制作完成的食物 可将任何食物 都保存在放入食的状态 所需材料 三级能量珠100份 三级木材100份 三级皮料100份 三级矿石100份 三级烈焰长刀 制作图纸蓝色品质 附带烈焰属性 所需材料 三级能量珠10份 三级火属性矿石50份 三级破风闭弩 制作图纸蓝色品质 附带破甲和加速效果 所需材料 三级能量珠10份 三级矿石50份 三级防护盾制作图纸 蓝色品质 能量消耗型特殊装备 所需材料 三级能量珠100份 三级矿石100份 食物储存贵 这对叶酒来说是好东西 因为手工制作的食物 不适合放在包裹栏 就算制作出来以后 能放进去 可每一份都占一个格子 也是太占地方了 但它现在 没有三级的能量珠 所以 还要想办法赚到了再说 这三件装备的图纸也不错 就是有个共同点 全都需要能量珠 配方图纸都已经学了 接下来就是努力赚材料 为了三级能量珠 它下午还得再去一次副本 之前在单刷的副本里 遇到的三级怪 能量都被它吞噬 自然是没有留存 这一次 它会注意着点 但今天也只能去采集副本了 希望能多遇到些三级的怪吧 在水池里抛了一会儿 夜酒看一眼 已经长到20多厘米长的那两条鱼 离开后 就去继续炖上一大锅的肉 除了炖肉 还有铁板烤肉片 反正有时间 就尽量的多做了点 一边制作食物 一边修炼 还能同时看看聊天频道的热闹 目前他们这个区 没显示还剩下多少玩家 但在聊天频道演熟的那些玩家 似乎是一直都在 就连2020也一直都还在喊着 希望有人能帮忙想想办法 保住他的这条命 九千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 现在已经基本能够确定 这世界 就是对新生命非常的在意 世界都是如此的态度 顺着这个方向 才能活下去 3120 咱们其实没必要争来争去的 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咱们只是根据这个事情 进行一些猜测和讨论 就算2020 可能是骗大家玩 可咱们不能否认 这种事情 真的可能会存在 5555比9000号玩家 对世界的喜好如此了解 那能不能麻烦你去副本 好好的活动一下 按照你如此的 为了世界着想 想必你也可以为了世界发展 多生一些 当然最好是寄生 毕竟你找个同类 不一定能被看上 但寄生的种族 应该不挑 400 大家又在讨论呢 真热闹啊 我刚从副本出来 跟大家说个事情 在离开副本之前 我看到副本里的怪吃箱子 在他看向我的时候 我就跑了 我看到那个怪的站立值 是450 你们说 他们吃箱子 是不是能吸收掉箱子里的东西 因为2020的事情 一直都没结果 所以聊天频道隔一会儿 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 热闹的聊起来 在9000又出来 刷存在感 然后被其他人吐槽的时候 突然出来了一个玩家的 副本信息爆料 接下来 大家都暂时忘记了2020的事 也没人继续吐9000了 开始各书几件的猜测 副本怪吞吃箱子 是什么情况 有人说青年所见 副本怪吃了箱子就能提升 也有人说 副本怪根本就不能碰箱子 他们最多 就是守在箱子旁边 碰触不到 说什么的都有 还有人说 是不是爆料的玩家看错了 或者 是被其他玩家给骗了 这些聊天内容刷屏 夜九在将一块块烤肉 装盘的时候 也在思考 关于副本生物 到底能不能把箱子吞下去 应该是可以 因为它很确定 副本生物 可以直接把箱子卷走 放置在一个地方 但要说吞下去消化掉 或许有玩家在的时候是不行 但吞下去 不一定就是吸收 还可能是临时存储 比如大白蛇 箱子都没有它的脑袋大 装在嘴里 然后换个地方藏起来 等玩家都走了 再打开吃掉里面的东西 180 哎呀呀 累死我了 兄弟姐妹们 你们好啊 我跟你们说 我刚才看见一个999的大怪兽 真的是大怪兽 太可怕了 9999 咱们躺平等死的这位 你这是去什么副本了 大怪兽怎么没有挖屋一口 把你吃了 是你饿得皮包骨头了 他没看上你吗 179 我怀疑这家伙 一直都有去副本 而且还存有不少的存货 咱们就是说 到现在了 也没人说180 是在排行榜多少名 他会不会跑到前边去了 有没有大佬来报的料啊 1209 我是第六 反正我没看见 他是多少名 9899 没看见加1 997 没看见加11 9323 没看见 加111 111 没看见 加1111 51 没看见加 中午的时候 聊天频道 刚从之前的热闹 稍微停了一会儿 又因为180的出现 瞬间让一堆人跟着刷屏 虽然180自己 和某些不喜欢180的人 都在坚持 说180 绝对是在3000名之外 但还是有许多玩家表示 180 就是 排在太靠前的位置 作为维尔知道180号排名的人 夜九每次看到 他们讨论调侃这个 都会笑一笑 不过 999战力值 大怪兽 夜九感觉 180这情况 是受刺激了吧 要不然 他一定不会主动崩人设 毕竟他一直以来 都是要演一个脆弱的躺平等死人员 吃饱了 你们继续看家 我要再去采集副本看一看 夜九在早一点地吃过了午饭之后 摸摸两个小家伙的脑袋 然后回到屋子里 站在床边 继续开启今日的第二次副本之行 这次是二级的采集副本 副本难度二至四级 进入副本 运气不错 周围是一片平原 半人高的荒草 铺开满地 偶尔有些小树散乱地生长着 在这其中 掺杂着些许可采集的植物 三级棉花 可采集 二级牡丹 可采集 二级油菜 可采集 夜九跳起来 脚踩两个雷团 视线在周围搜索了一遍 三级的棉花数量非常少 实现所及 全部加起来 也就只有十几分 二级的这些 倒是有上百分 确定了位置 夜九落地开始跑 一颗颗的迅速摘取 棉花是一个个的棉花球 可以制作出棉布 牡丹 采摘的花朵 可以在制作各种物品的时候 放入 油菜 嫩的采集叶子 开花的采集花 结种的 就采集油菜子 当然 这些植物 都是有概率掉落种子的 只是夜九跑来跑去 采集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也才见到了三份牡丹花苗 还有五粒油菜种子 在非常安全地采集了一波之后 在夜九的包裹栏里 新增了七类物品 好在包裹栏的位置 还算充足 25个格子 足够它继续去寻找了 选了个方向出发 直到快一个小时了 夜九终于在一条小河边 看到了几只三级的动物 三级野牛 站立直189 冲撞 靠近一点数了数 一共七只野牛 都是三级 从站立107 至189 大牛小牛 公牛母牛全都有 虽然挺可惜 但总归是遇到了 夜九第一时间想到了牛肉 可制作台加工的肉食 它是真觉得 不如自己动手 可能够遇到 就是运气很好了 猫 战斗力最强的公牛 发现了夜九 发出愤怒的叫声 低头就要撞过来 就在它冲撞而来的时候 两道雷击直接落在了最弱的 两只小牛犊脑袋上 你击杀了三级野牛 小牛犊也只是显示的野牛标签 在被两道雷精准劈死之后 十几个空气球一起飘了起来 夜九没有着急去收取 再次的锁定目标 每一道雷击落下 都让地面上的野牛消失一只 公牛和母牛 都冲着它发出愤怒的叫声 可它脚踩雷球停在空中 野牛又没有远程攻击 只能一支支的被它解决 等全都解决之后 夜九落地 把这些飘着的空气球都收起来 牛肉213份 牛皮43份 牛脚2份 牛骨19份 牛 牛鞭一份 这还有个牛犊子 夜九也没细看 一个个的空气球全都收完 然后才查看自己的包裹栏 牛鞭什么的 就已经让它有些震惊了 结果 在后面一个格子里 有个更让它感觉惊奇的 以至于在往后的一个三级能量珠 都不能让它有太多的激动了 三级野牛幼崽 无智慧生物幼崽 可饲养在家园范围内 无智慧生物 宠物是有智慧的 有智慧的生物 都是玩家 是这么说的吧 夜九看着这个标签愣了一下 想想最初来到这个游戏世界 那个特意加上的提示 宠物必然是有智慧 就是能够进行自我的身份认知 以及成长过程中的进化等方面 宠物 副本里的某一部分高智商生物 再加上玩家 似乎 都是能进行提升 拥有思考和自我选择 再想想 自己刷单人副本 那种成为boss被副本怪围着打 是不是可以认为 副本内的生物 也是另一个层面的玩家 每一个副本 都有个有智商和自我的存在 他们负责 守着一个个的关卡 这边的玩家闯过了 拿到了所有的物品 那个副本就会消失 这边的玩家 退出或者死亡 那个副本内的特殊怪 就能够吃掉刷新出来的好东西 提升自身 争取进入下一阶段 而宠物 可能原本是副本的守官玩家 但因为失败或者死亡 就被转化为最初的诱生期 在被玩家收作宠物后 成为第三个类型 依附于某些玩家的辅助型玩家 很可能是各有各的赛道 每一类的玩家 都有各自的晋级方式 只是有的会有数据 有的是本能 有的是看后期自我领悟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可就更加的有意思了 夜九看着包裹篮里 单独占了一个格子的小牛犊子 眼睛随着笑容的浮现 而完成了月牙形 玩家 有智慧的 都是玩家 所以 这世界多设置几种玩家赛道 也是挺正常的嘛 以后禁副本 都得注意这点了 那可不是任凭宰割的无智商生物 No 又走了一段时间 夜九再次地遇见了一群野牛 虽然这次的都是二级 但还是让夜九感觉运气不错 十几只二级野牛 全都披死后 收起了材料 这一次的运气不错 也可能是母牛比较多的原因 给它掉落了 三只二级野牛幼崽 收起来继续走 夜九打算在这副本里多逛一逛 毕竟距离天黑 还有好几个小时 只是它在这个副本的运气 似乎都用在了 捡到牛犊子这方面 接下来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它连一棵植物都没见到 更不存在宝箱什么的 直到傍晚的五点多 夜九心塞塞地看着采集物品清零 玩家们一个个的全都退出去 它也只能走人了 可采集物都没了 再找也是什么都找不到的 这运气也还算是不错了吧 夜九回到家 走出房门 再凑过来的两只小家伙 脑袋上拍了拍 它是真觉得运气挺好 也算是能得到饲养的动物了 之前养了两条鱼 现在鱼都长得不错 一共四头小牛犊被它在野草密集的区域放出来 刚出来就能低头吃草了 一共四头小牛犊 一只公牛三只母牛 显示要七天之后才能进入成年期 想要繁衍 自然是要到成年期之后才可以 饲料方面不用它费心 它们能自己找野草吃 只要有野草和水资源就可以 只是会影响到野草的种子生长 但总归是有点自然的模式 夜九也没做什么限制 最近这两天的时间 一级的野草已经生长出很多 一块地里有的生长着十几棵草 最多的都已经能达到二十以上了 它家的绿化值修复 也在一级野草自然生长发芽 还有二级田地的断断续续种植中 成功地超过了原本的数量 达到了十七六万 只是不管超出还是降低 它家的能量强度 一直都卡在十四倍 看来确实是需要等到这个阶段结束 到下一个环节 才能才能有新的提升 这些不能吃 夜九看着两个小家伙 都对着四只小牛犊感兴趣 按着旁边的牛头 把凑近的狼嘴和狗嘴 都隔开一小段距离 现在不能咬 这是家养的 要吃野等长大之后才能宰 哦 小呆有点明白了 抬起爪子 拍拍小闹的脑袋 在让小闹对着小牛犊张嘴的时候 一爪子把他的头踩在地上 不能咬 想咬就打你 王 五 小闹心塞塞地抬起头 抬起前找在脑袋上扒拉两下 委屈地把脑袋钻主人怀里要安慰 欺负狗 太欺负狗了 是他让张嘴的 张嘴了就要挨打 不过 他确实是记住了 绝对不会靠近这几个不会交流的 这教育方式 真是简单粗暴 好在进化了的 不会被这点力道打坏 夜九抱着狗头给揉了揉 看着稍微轰轰就开心了 然后转头继续去找小呆玩的狗子 确定他真的不需要担心这俩的关系 虽然大部分时候 小闹似乎总是被打 但小呆一直都很努力地教他 包括主动当陪练 被埋在坑里 汪汪汪 小闹贴在小呆的身边 脑袋蹭一蹭 还会抬起前找巴拉几下 玩耍中 他突然地转头 看向桃树林的方向 刺着牙 发出了急促的叫声 与此同时 夜九也收到了一个提示 灾难事件 你家的果树 吸引了饥饿的飞鸟 要小心防备 它们会给你家园 带来巨大的危机 又是灾难事件 飞鸟啊 夜九看看自己啊 现在有谁里游的了 有地上走的了 好像还差个点飞鸟这一类 可惜 灾难事件 应该是 不会掉落幼崽的 至少目前还没看到 玩家说过这类信息 在内心惦记 飞禽养殖的同时 夜九已经迅速地 跑到了桃树林 一张张雷网 选择了一些桃树 找照起来 还没刷新出来之前 他也不知道具体位置 所以 要多做一些防备 至少得护住一部分 快要成熟的桃子 他还要等着桃子熟透了 摘了桃子之后 去把桃核种在 那些一级的土壤里 哦 小呆冲着树林里 嚎了一嗓子 和小闹一起跑进去 围着几棵桃树的周围转圈 在他们转圈的这个范围内 就是飞鸟出来的地方 二级喜鹊 站立直87 灾难事件 入侵鸟类 成群的喜鹊 随着刷新而爆发 出现之后 就迅速地 想要飞上高空 然而 他们的上方 一张非常密集的雷网 已经罩住了这里 雷网下 还有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火团子 在浮动 不只是如此 就在夜九雷网覆盖的这个范围 周围出现了一圈圈的土墙 土墙内贴着地面 还有几个陀螺形的风团 虽然摧毁了这范围内的几棵桃树 但这已经是将损失降到最低了 真要是放出去了 飞起来再一支支的猎杀 那才是最大的麻烦 风团和火球 比雷网的攻击力 是差了很多 但有了这两项的上下浮动和捣乱 那些喜鹊 就是想停都停不下来 刷新的范围不是很大 所以 这喜鹊一边死一边刷新 两分钟时间 120秒刚过去 就直接出现了 灾难事件完成的通知 二级飞鸟灾难事件已结束 事件奖励宝箱已发放 死去的飞鸟 只在十五六块土地上 或多或少的 留下了一些焦炭灰烬 但这十六块一级土壤里 原本灾的桃树 也已经彻底损毁消失了 二级灾难事件 每秒能刷新十几只 如果不是围起来杀 好像还真是挺可怕的 不过呢 现在是不用担心 麻烦已经解决 他又可以开奖励宝箱了 二级灾难事件奖励宝箱 看着的奖励宝箱的提示 想了想 这次选择了家园 上次选的宠物 房屋内部的家具 暂时没地方放置 装备自己有二级的 二级家园祥瑞宠物蛋 可孵化后养在家园之中 祥瑞这一类 性格方面都比较特殊 条件限制也较为苛刻 须三思而行 祥瑞 夜久没想到 自己选个家园类 竟然还是开出来了一个宠物蛋 而且 祥瑞 这 说起祥瑞 他的第一反应 是传说或神话故事里的 龙凤麒麟什么的 但想一想 好像那些 也都可以称之为凶兽 来都来了 自然是要放你出来活动下 夜久抱着宠物蛋 手指的宠物蛋上方的 孵化标签上点了点 然而 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 直接孵化出来 孵化条件不足 须拥有二级 集以上的水资源一百分 二级集以上的草地一百分 二级集以上的花丛一百分 二级集以上的水果一百分 二级集以上的树木一百分 二级集以上的矿产一百分 一连串的二级集以上 直接给夜久看傻眼了 他家 花丛这一类都不够 更别说是其他的二级资源了 看看被他抱怀里的 这颗祥瑞蛋 夜久直接抱着他起来 先把这颗蛋 放在自己的单人床上 开出一个祥瑞 但是条件不足 都不能孵化 这个拿到之后 是要激励自己 继续努力搞开发了 舒坦的日子 才过了几天时间 又要更加努力地奋斗了呀 小呆 那边就这样吧 等明天一早摘了桃子 把那些地里都种上 种不满的地方 就割了杂草 撒上杂草种子 夜久站在建一炉子前 给锅里加了水 放上肉就继续炖 头一次的灾难事件 他没在家 这些野猪被猎杀之后 猪的尸体 就是他们的战利品 看一眼 还在围着那几块 土地转圈的小呆和小闹 夜久再一次地确认 每个智慧生物 都是玩家这句话的真实性 唯一值得欣慰的 就是他们不会背叛 被绑定在自己的身边了 或许 这就像他被绑定在这片土地上 家园只能扩展 不能搬迁是一样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出现非同类的交流 到时候也可以多问问 知道他们更需要什么 嗷嗷 小黛只知道 主人喊他 跑过来贴在夜久的身边 眼巴巴地看看锅里的肉 再看看旁边对着的木柴 他们收集的木柴 又用掉一小半了 那些树枝 明早也应该又能长出来很多了吧 想到又可以地去收集木柴了 小黛开心地蹦打几下 然后 在确定 主人不是要陪他玩之后 几句嗷嗷几声 喊着小闹 一起去树林里巡逻 先看看 有哪些合适的 在生长一晚上 明天睡醒之后 就过来折断 堆起来拖回去 真勤夸呀 夜久网炉灶里 添了点烧粗一些的木柴 然后就去到空地上继续修炼 虽然只要在家 他不管是做什么 都不耽误自动和主动的修炼 可只要不是 刻意地进行脆体 大部分时候 都会增加精神强度 精神强度增加 也是好事 但他不想 真在某天 因为精神力量爆发 让身体出现 难以修复的损伤 精神力 灵魂 意识 终究是需要一个身体 作为自我的保护 和生存方式 他对自己的身体 一直都是非常满意的 就算某天出现 可以更换的方式 也没这方面的兴趣 淬炼身体的第一步 就是先把装备收起来 在他淬炼身体的这个期间 小呆和小闹 在旁边悄悄地看了会儿 然后就继续在树林里 跑来跑去 直到锅里的肉 炖出了飘散开的香气 他们才跑到房门口的草丛里 趴着等待开饭 吃饭了 可惜这些菜都加不进去 果然还是要等自己 种的成熟了才行 夜酒把今天采集的蔬菜 都挂上去 直接买了 仅有的一点种子 也种了下去 距离能吃到蔬菜 还需要两三天之后 先成了一大碗肉 放在桌子上 然后盛到盆底一点 凉一下 就让两个小家伙先吃着 他们吃几口 就再给加点 少量的添加 能凉得快 夜酒回到屋里 将那些二级拓展背包 都收一下挂上卖掉 今天 二级拓展背包的价格 被压下来一点 从原先稳稳的21个 降到了18和19的来回跳动 有玩家挂18 也有玩家挂19 但18这个价格的越来越多 挂19的 就很长时间都卖不动了 看看自己手里这些 夜酒也都挂的18 他不能为了坚持某些价格 让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 压价出售一旦开始 18也是止不住的 因为谁不降价 谁就卖不掉 卖不掉就赚不到 赚不到就不能继续维持运转 所以当夜酒修炼到半夜 看到二级拓展背包 降到了15颗 二级能量珠的时候 是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 这很正常 但这个价格 也基本不会再降低了 再降 就不如去搞别的东西 比如永远都不会嫌多的 二级土壤强化肥料 又比如 二级的制作台 夜酒在睡觉前 买了一堆的材料 最后进行6小时的 二级拓展背包制作 等明早醒来 他就该准备搞点其他的了 现在已经半夜 该睡觉了 你们真勤快 我也得想想看 卖点什么东西 才能让有三级能量珠的玩家 愿意花钱 夜酒早上起来 看着小呆和小闹 已经拖回来的两大堆木柴 收拾下 炖上一大锅肉 然后就端着小筐 一边摘头 一边思考 自己怎么能赚到三级能量珠 他不是完全拿不到三级能量珠 只要一级狩猎副本 通刷一遍 总是能有概率 掉落一个两个的 但是 不够啊 想要把三级的物品制作出来 换更多能量珠 岂不资金 就最少需要十颗三级能量珠 而狩猎副本 一天只能一次 不确定能获得几颗 所以 还得从倒腾东西 这方面下功夫 二级的拓展背包 已经没多少可以赚的了 他刚才起床收了 全都挂上去 15颗二级能量珠一份 都不确定 这一上午能不能卖得完 想要让玩家 拿出三级能量珠交换 最起码 也要是个三级的物品 而且 没有三级能量珠 他做不了三级的装备 要不然 卖三级制作台 目前的市场上 二级制作台的数量 已经挺多的了 价格也不贵 毕竟一级升到二级 只需要100颗一级能量珠 但三级的制作台 还是属于稀罕物 偶尔有个挂上去卖的 只要不是很离谱 就会被人买走 看看手里的一筐桃子 夜九走到还空着的那些土地上 开始一个个地掰开后 桃盒直接掉在了地上 不需要掩埋 只要就这么放着 很快就会长出根系发出芽 长出一棵新的小桃树 等锅里的肉炖烂了 夜九也已经一次次的摘桃子种桃核 种下了400多棵小桃树 看看还空着的2万多块地 他今天上午 依旧是不打算出门了 吃饱喝足 两个小家伙已经跑出去完了 也就回到屋子里开始收拾 先消耗了4000颗二级能量珠 升级出20台三级制作台 每份以两颗三级能量珠的价格 挂上出售 家里目前还有29个二级制作台 看看手里包裹栏里的 7420颗二级能量珠 又挨着 把家里这些都升到了三级 还剩下1620克 这能量珠赚得费劲 花起来却是真的快啊 二级的肉类和植物 还有不少 又买了点二级的矿石 然后开始挨着 设置了二级土壤强化肥料的制作 这些做出来 就都是自家用上 所以又等于又一次的穷了 收拾完这些 接下来就是等待 夜九去到空地 将某些已经这缺少生长空间的 野草小苗挖出来 开始放在框子里 到处栽种 一边种植 一边吸收能量 还要看看聊天频道 顺便再关注下交易界面 没干多少事 但他这一上午 也是真的非常忙碌 直到上午的10点多 才终于卖出去了 五份三级制作台 大部分玩家 都没有三级能量珠 就算那些有这个的 也基本都舍不得拿出来交易 所以 在能用其他物品买到的情况下 想要换点三级能量珠 是真的费劲 手里总算是 有了三级能量珠 虽然现在一共才只有11克 但也已经让夜九满足了 这座三级破风 碧母蓝色品质 三级能量珠10份 三级矿石50份 附带破甲和加速效果 制作时间一小时 三级的装备 制作完成后 必然的破甲和加速效果 夜九拿出买来的矿石 就放进去制作 三级的材料 又二级的能量珠就能买到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 采集副本 还是相对的安全很多 现在的各种采集工具 也都很普遍 遇到了 采集了 材料就到手了 可能梁珠就难了 就算遇到了三级的怪 大部分的玩家 也都是跑路 就算杀死 也看掉落的概率 一小时后 希望属性好点 也能多卖点 夜九看一眼倒计时 躺在床上 抱着那颗宠物蛋 休息的同时 也在主动地吸收着能量 打开的聊天频道 在有个熟悉的编号出现时 他发现 每次看到这个编号 还真就是会不自觉地笑一笑 有些喜欢逗大家玩的玩家 从最开始觉得 对方以骗人为乐 到现在 也渐渐地习惯了 习惯 可怕得很啊 180 大家上午好 我又从副本活着回来了 我跟你们说 你们猜我在副本里遇到什么 是哈士奇啊 就那种黑白色的 精力特别旺盛的 会拆架的那个哈士奇 我想把他拐回来养着 他不跟我走 还骂我 55555 太伤心了 9999 呵呵 哈士奇骂你 你听得懂啊 我还遇到大熊猫了呢 他倒是没骂我 但我知道他想吃了我 吓得我直接跑路 9999 你们运气都不错呀 我就不行了 我就只遇到过一只 三米多高的大蝴蝶 那蝴蝶翅膀一扇 感觉都能把我拍扁的 所以我也第一时间就跑路了 9000 你们怎么都没有遇到过友好的生物 我之前遇到几次 基本都是互不干涉 偶尔就会有一些比较友好的 其实还是要尽可能的 多表达一些善意 就很大概率 能得到同样的回应了 1209 个人建议 不管是什么物种 遇见了都一定要小心 上午在副本里 遇到一个看起来 也就五六岁的小孩 脑子抽风的同情心爆发了一下 差点死在里面 现在逃回来了 但也要躺着休息几天了 血淋淋的教训 有人说起在副本里遇到什么危险 夜九看着他们的聊天 再次把9000的危险程度提了一下 这个人 绝对不可能是他表现出来的这种好人 倒是1209 这个玩家之前说的 分享的信息挺多 接下来的聊天 基本就是在动植物 又或者副本陷阱等方面 多聊了一会儿 直到一个多小时以后 夜九看着破风弩制作完成 这才跳下床去 拿起了这件三级的武器 破风弩 蓝武器 攻击力 加9 5% 破甲加5 9% 速度加9 3% 精准正10% 穿透加6 6% 磨损度100 须配置箭支 5个属性标签 全都是百分比的数据 夜九拿着破风弩 装备在手臂上 扯了扯固定的皮带扣 拿出一级的箭支放上 走到空地 冲着这一棵树射出 碰 一箭射出 连续地射穿了几根树枝 这只木箭 才终于失去了力道 跌落在地成为废料 真不错 这几个增幅 是根据玩家属性来的 数据化的增幅 都是好东西 夜九看着不需要费力 就可以完成的攻击 再次确定 这破风弩 是可以卖个好点的价格 打开交易界面 破风弩挂上去 标注了100颗三级能量珠 虽然都有磨损度 但不是每次使用都会磨损 是跟正常物品一样 出现损伤了 才会计算的 这种完全都是百分比的属性 可以用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 这个价格并不算是贵的离谱 至于玩家 想拿到100颗三级能量珠 是不是需要斩杀几千 甚至是上万的三级生物 才可以获得 他从不认为 自己的实力是最强的 所以 总有些玩家 能得到更多的好东西 挂上去之后 他之前买的制作台 也售出了一部分 现在又设置了两份进行制作 快要到中午了 继续给锅里添水 加肉 炉灶加柴 物品已售出 获得100颗三级能量珠 就在夜九将午饭煮上的时候 他挂上的破风弩 已经卖出去了 100能量珠到账 听到这个提示音 夜九笑着 摸摸狼头和狗头 转身就回屋 继续设置武器制作 中午饭还没做熟 小闹站在门口 冲着灌木丛的方向 刺着牙 发出了急促的叫声 又有灾难事件了 夜九刚坐在地上修炼 睁开眼 冲着那个方向跑过去 等着这次的灾难事件刷新出来 然而 这次他猜错了 福利事件 夜九和小呆小闹围在周围 看着绿色光芒闪烁 直接刷新出来的 家园奖励宝箱 都是满眼的疑惑和迷茫 还能这样的 二级家园福利宝箱 需做出选择 还是老样子 跟灾难事件的奖励宝箱一样 夜九上次选了家园 结果开出来了祥瑞宠物蛋 这次还是执着地选了家园 选择家园类 可选择矿产资源 植物资源 动物资源 水资源 环境资源 选择之后 还是选择 看着显示的这些 夜九这次没有直接选 而是先去交易界面 搜了搜个各种类型物品的价格 植物 动物 二级的都不便宜 但基本都是能用二级能量诸购买 矿产资源 水资源 这两项也有卖的 虽然看着是贵了点 但只要赚得多了 总能买到 最后一项 环境资源 夜九搜索之后 发现这一类是完全没有的 既然买不到的 那自然是就选这一项了 选择家园环境资源 获得细语率 夜九觉得 他之前是犯傻了 竟然第一时间想伸手 把这个道具拿在手里 在手里抓了个空之后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交易界面 搜不到环境资源了 这环境类的资源 只要是得到了 自动使用 是不能拆下来 单独拿出去卖的 家园 所属10089区8898号玩家 等级 二级33级土壤 可升至三级家园 能量 14倍 当前绿化 616832 土壤 14万平米 二级 21897平米 一级 118103平米 水源 14万份 一级水资源 185颗 一级318982颗 矿物 二级眼颈一份 动物 一只三级野牛母 三只二级野牛 二母一公 二级风巢一窝 两条一级鲤鱼 一公一母 环境 二级细雨 家园的详细信息里 记录着夜九家园内的各项数据 当然也只是能记录的那部分 像是玩家自制的炉灶 折下来晾干的木柴 那些都是不在数据内的 不过 二级细雨啊 细雨 绿 家园环境资源 每小时可在随机一百份土壤上 进行细雨洒落 随机出现滋润 加速 增产等效果 若土壤或植物低于二级 有概率出现 土壤晋级或植物晋级效果 真 好雨啊 夜九看着二级细雨的详细属性 两手分别摸着凑过来的狼头和狗头 笑得有点飘忽 太好了 意想不到的超级好资源 滋润土地 生长加速 收获增产这些就已经是很好了 竟然还附带一个 能给土壤或植物晋级的效果 当然 这个晋级的效果 肯定是要先进行土壤晋级 然后 再给二级土壤上的一级植物 进行晋级 就算是随机 看概率 但至少是有啊 好 小代被摸头挺开心 可当他们头顶开始下雨的时候 没经历过这情况的他 自然地就把脑袋往主人怀里钻 这是什么 谁怎么 从空中洒下来了 汪汪汪 小狗在原地撒欢转圈 他喜欢这种感觉 这运气 直接落在咱们身上 走了 吃饭去 夜九看看说下就下 在随机一百块土地上方飘洒的细雨 抬手摸了摸脸上的细密雨水 转身从这块地里走了出去 随机一百块土地 就是完全随机 没有任何规律的 当回到房子前 透过窗子 看到床上的那颗蛋时 夜九突然脚步停了下来 这算不算是 祥瑞宠物蛋带来的福利 祥瑞 名字是如此 那这算是只要存在了 就能自带福利 细雨啊 难道是个水系相关的生物 这蛋里面到底是什么 他因为看不到 就越是忍不住好奇了 先吃饭 下午还要再去副本里刷点资源 咱们家现在穷啊 要养一只祥瑞 可得努力把基础条件达标了 要不然 他会着急和难过的 夜九将已经差不多了的肉块盛出来 一边吃饭 一边念叨着自己的打算 好好努力吧 既然那是已经属于他的 总得照顾好了才行 哦 小呆的脑袋 在夜九手背上贴了贴 虽然不知道 主人在说什么 但他们肯定会努力的 还要让这个笨蛋 也更加努力的 之前竖起土墙 他就得意地认为可以了 这是绝对不行 下午要让他再想点 其他的能力训练方向 如果想不出来 那就打几盾 多打几次 他自然就能想出来了 果然啊 想靠自己刷怪 拿到三级能量珠 太难了 夜九站在一级的狩猎副本里 最后一只怪被他击杀 化作一堆的材料 收到了包裹栏里 在他的手中 只有一颗三级的能量珠 单人模式 一千只怪 全都是他的 这次的副本 有十七只三级的生物 却只有一颗能量珠 掉落概率是真的低 或许 是要等他的双向实力 达到了三百以上 才可以进入 二级副本的单人模式 到时候 能得到的更多一些 对比一下 还是要靠着制作高等级的物品 才能多赚一点 除非能单刷二级本 要不然真的没必要来了 夜九通刷了一次之后 现在已经非常的确定 单人模式是没有宝箱的 所以 在三级资源很少的情况下 他打算多多修炼 好好提升自己的实力 从副本离开 夜九回到了家里 看一眼交易信息 之前挂上的三级破风母 已经只剩下两件 其他的都卖出去了 副本时间里 卖出去了13件 最贵的一件 卖了80颗三级能量珠 最便宜的一件 只卖了16颗三级能量珠 虽然都是必然出破甲和加速 可属性的差距极大 目前 他包裹栏里 一共有589颗三级能量珠 交易界面 剩下的两件破风母 都是属性相对比较好 分别挂了110和130 589 连20份强化药剂都做不出来 还是要继续制作装备 争取先攒出50份强化药剂的材料 再继续 夜九坐在床上 看看自己学习过的图纸和配方 确定有些事情真的急不来 把之前制作的二级土壤强化肥料都取出来 重新放上了十件三级破风母的材料 和十件三级烈焰刀的材料 然后又分别放上了一份三级美食储存柜 一份三级大床 一份三级能量防护盾 最后的六个制作台 又分别放上了三级烈焰的材料 破风弩和烈焰刀 还有制作前没有标签的烈焰 都是一份十颗三级能量珠 这就投入了260克 三级食物存储柜 需要100克 三级能量护盾 也需要100克 三级的大床需要的少 只要20克 真就是有多少 就用掉多少 最后剩下9克 凑不出一份的 也就没着急 去买新的制作台 卖了一部分三级制作台 夜九市准备等把三级大床 和食物储存柜都放下之后 其他的地方继续摆满制作台 你们两个 这是喜欢上绵绵细雨了 夜九稍微收拾了一下 准备土地强化一部分 结果刚出门 就看到站在下雨的位置 仰起头抖着毛的狼和狗 哦 小呆看到主人出门 转头就撒着欢的扑了过来 哇 小闹也不落狼后 在跑过来的同时 还给小呆前方 竖起了一米多高的土墙 只是这土墙对小呆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的困扰 轻轻一跃跳过来 得意的左右摇晃着脑袋 跑来夜九的面前停下 瞪狗子 哇 小闹跑得慢了点 过来时 可怜兮兮的 把脑袋贴在夜九的胳膊上 瞪一眼小呆 然后继续贴 明明之前练习的时候 他就偶尔会跳不过去的 狼片狗 你们两个最近训练很努力 今晚换换口味 咱们吃点鸡肉 有玩家卖三级的野鸡 夜九排排撒娇的这俩 看一眼 他们分别在这两个半小时内 提升的八点和六点站立值 准备晚饭时候 换换口味 三级的食材 一只野鸡换一颗三级能量珠 这价格确实是挺贵的 可这是自由模式的食材 这价格也不算太离谱吧 谁让它 想吃了呢 想买就买 买回来的野鸡 是直接出现在手里 这野鸡 体型上 真大啊 一百多斤的鸡 夜九把鸡扔在草地上 拿着刀划开一条口子 两手按着 迅速将鸡皮连同羽毛都撕了下来 去了皮 然后是内脏 除了鸡心鸡肝 其他的内脏都清理出来 放在了皮和羽毛上 然后拎着这一兜子 去到种植了二极花卉的地里 挖了好几个坑 分开埋下 动物的尸体残肢和内脏皮毛 这些都是肥料 而且是 虽然没有数据显示 但能让花丛生长得更加漂亮 这些它不喜欢吃 也不喜欢做的 都做了肥料 再次回到房子前 开始对这只大到离谱的野鸡 进行切块处理 都是切的大块 一块块的肉堆在桌子上 直接点火加水 开竹 在肉炖上之后 夜九用12颗一级能量珠 买一个的价格 买回来了11个一级制作台 买回来放在屋子里 用一级的木材 设置了11套一级的餐具制作 等做好之后取出来 全都堆在了房檐下 反正总是有能用到的时候 等收拾好这些 看一眼锅里的肉 这硬度 距离炖烂 至少还要两个小时 真不愧是得三级的食材 小呆小闹 你们看着点 不要让火烧出来 也不要让火灭了 小家伙喊过来 拿着燃烧的木材 比划了几下 确定小呆看明白了 这才开启了 一级采集副本的单刷模式 一级采集副本 单人模式 进入之后 和多人副本一样 都是随时投放 唯一的不同 就是在这个副本里 没有其他玩家 除了挨着寻找和采集 还有一个似乎更简单 但需要看运气的方式 就是去寻找副本 终结小屋 夜九在进入副本之后 遇到植物就采集 遇到活着的就击杀 当然 也一边采集 一边奔走的寻找终结小屋 只是他都在副本搜寻了 快两个小时了 也始终没见到 副本终结小屋 这让他忍不住猜测 是不是在单人模式的 采集副本里 本身就不存在 副本终结之地 就像一级的单人 狩猎副本里 也还没有宝箱呢 看来只能刷二级副本了 夜九从一级 采集副本出来 感慨了一下 自己想法上的失误 一级采集副本 可收益还是相对的少了很多 嗷嗚 小呆一直在看着 简易炉灶里的火 发现夜九回来 就抬起脑袋吼了一嗓子 肉很香 香味飘出来很久了 主人你看看 是不是可以吃了 你就一直在这里等着 夜九过来看一眼 看着小呆 眼神期待盯着锅的样子 看月看可爱 不只是在锅边 能闻到炖鸡的香味 应该说 他家的家园范围内 都或多或少的能闻到 不愧是三级的野鸡 只是闻一下 就感觉到饿了 心理上的 伸手打开锅盖 之前加满的一大锅汤 现在已经只剩了半锅 香气四溢 拿着筷子 试了湿肉的烂火程度 先给自己碗里 盛出一大块鸡腿肉 然后给小呆和小闹的木盆里 装了满满一大盆 锅里还有挺多的 再次拿过两个新的木盆 装满之后放在一旁 接着就继续在锅里加水加肉 继续煮 虽然喜欢自己做吃的 但夜九对做饭的技术 仅限于基础的蒸煮炖炒 凉一下再吃 我去把床和美食储存柜放好 拍拍两个小家伙的脑袋 夜九先进屋收拾一下 三级的大床早就制作完成 拿出来后 放在了房子的东边 靠在窗边 三级大床蓝色品质 家具 1.8米宽 2.3米长 0.6米高 0.15米 柔软床垫 恢复速度正15% 温暖加5-30% 能量吸收正6% 磨损度100-100米 应该干不出在床上脆体的蠢势 这床不错 至少夜九是觉得非常满意 要说还缺点什么 大概就是床品几件套 想着 既然已经都有三级的床了 就搜索一下 买了一套二级的床上用品 柔软棉质的床单 松软的大枕头 还有薄薄的棉花被子 床上用品也能增加一些舒适度 但能量吸收加成这种属性 就不是床上用品能拥有的了 收拾好了这些 夜九把自家未孵化的祥瑞宠物蛋 抱过来 放在床里边 这才撤掉了之前的一级小木床 撤掉了也没扔 挂上去出售 还能换点一级木材 床放好也收拾好了 接下来就是美食储物柜 美食储物柜的占地面积 是二乘以二乘以二 四四方方的一个大柜子 贴墙放好 正面有两扇柜门 打开柜门 显示着一百个未放置的格子 只能放置加工过的成品食物 夜九试着往里面放的桃子 结果显示 不行 出门拿了一个碟子 他把桃子放在碟子里 现在可以放进去了 这算什么加工 就是需要餐具盛放 确定自己懂了 夜九也没再做什么尝试 出门端着 今天应该吃不到的那两盆肉 还一直在冒着热气 放进去之后 那一个格子里 就跟时间静止了一样 肉上面飘着的热气 都没有丝毫的波动 收拾好了这些 夜九去拿了之前制作的装备去 挨着检查属性 然后挂上去出售 三级能量防护盾特殊装备 同时只能装备一件 装备后 蓄能量消耗完毕 自行解除 当前 可抵御10000 10000点伤害 能量防护盾 拿出来时 是在空气球里 一个闪烁着蓝色光芒的 多角度菱形晶体 需要选择使用 然后 才能装备在自身 好东西 可惜我用不上 装备上就不能拆 这让夜九 直接没了尝试的心情 他要用雷系能量脆体 脆体的过程 就是一次次的打磨自身肉体 所以 用不了这类装备 可这个防护盾 绝对是当前防御装备里的极品 打开交易频道搜了搜 根本没有同类装备 所以 夜九就很不客气的 直接挂了个100颗4级能量珠 虽然现在还制作不了4级的物品 可他不介意 提前攒着点 这个暂时卖不了 其他的装备 有卖得快的 到手了的3级能量珠 继续拿去做装备 得屋子里的40台制作台 全都设置了干活之后 夜九这才出门 端起碗 跟小呆小闹一起吃饭 味道好 能量足 等会看看 有没有卖2级3级幼崽的 只吃一口 夜九就喜欢上了高等级的食材 之前的猪肉 已经是感觉很不错 可当吃一口3级的鸡肉 就感觉之前的野猪肉 是差了很多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为了能吃到更多好吃的 他接下来有的努力了 小闹小呆吃的 也很开心 吃几口 抬起头看看夜九 用着他们的交流方式 夸一夸主人强大的狩猎能力 一顿饭吃完 夜九再次去给空地种植 种子又苗不足了 就去那些相对比较密集的 草丛下面挖一些 或者摘点果子用筐子端着过去 掰开果肉进行自然撒种 这期间 偶尔有些物品卖出去 也要计算着屋子里的装备制作情况 能设置新的制作了 就回屋处理一下 白天干活 晚上打着灯笼继续干活 小呆和小闹 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一些他们的训练 偶尔累了 或者感觉无聊了 就凑到夜九身边 蹭蹭脑袋摸摸头 就开心地跑回去继续 有二级桃树了 在临近半夜的时候 夜九从家园里的各种提示里 看到了一条让他有些激动的信息 细雨飘飘 桃树吸收了足够多的养分 成功晋级成二级桃树 那块地原先是一级 在傍晚的时候 晋级成二级土壤 现在又运气好的 在细雨飘落中升到了二级 但二级就是极限了 除非有更高级的环境资源 才能提供自然进化的机会 想到进化 夜九本来准备去睡的 现在又来了精神 打开交易界面 他掠过了那些 售价一百多二级能量珠的二级矿产 设置了一级矿产资源的搜索 开始购买这一部分 一级的可放置矿产资源 售价在一百颗一级能量珠 上下少有浮动 但数量挺多 所以足够让他买到很多了 没有一级能量珠 那他就卖材料 各种一级二级的材料 暂时用不上的都卖了 买买买 等买回来了一千份一级 可放置矿产资源后 夜九这才停了下来 然后将这些资源 全都放在 已经升到二级的土壤里 矿产有很多种 有金属 有石头 有盐 煤 冰 冰 夜九盯着放下去的一份矿产资源 当感觉到冷气直冒 显示为冰晶矿的这一份时 他一直以为 冰是水系资源 这怎么还能算是矿产资源了 一级冰晶矿 矿产资源 水系资源 每天可产出240份冰晶 矿产存储01000 冰晶矿 既是矿产资源 也是水系资源 在某些方面 需求资源属性时 这种双重所属的放置资源点 绝对是好东西 但这只是一级的 而且看了看买来的这些 只有这一份 暂时是没多少用处的 在挨着全都放好之后 夜九这次回到屋子里 把卖到装备后 拿到的三级能量珠 全都进行了新的制作设置 确定暂时没什么 着急收拾的 他这也才把衣服脱了 去洗个澡 然后回来躺在了舒适的大床上 这感觉 舒服啊 躺在被窝里 夜九盖着薄薄的棉花被子 舒适的感觉 让他逐渐地放松了下来 在床边 小呆和小闹对视一眼 看着主人迅速睡着的状态 他们小心地 把爪子上粘过的土甩了甩 然后才爬上床尾 安静地趴下睡觉 这一觉 夜九睡得非常舒坦 两个小家伙也是如此 在天空瞬间亮起的时候 小呆和小闹睁开眼 小心地抬着踩上窗台 直接从窗子里跳了出去 等夜九睡到自然醒 醒来时 迷迷糊糊 伸手抱住了床里面的祥瑞宠物蛋 睁开眼再看 时间已经是上午的八点多 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 抱着祥瑞宠物蛋 摸摸蛋壳 夜九再次把它放好 然后掀开被子下床 穿好衣服 去把制作出的收了一下 按照属性不同 分别挂上卖掉 凌晨三点半卖出去的 夜九收取了售卖之后 到账的那些能量珠和材料 看着一百分的四级能量珠 夜九打开售卖记录看了看 这时间 说早很早 说完也是很晚的 但不管怎么样 卖出去了就行 四级的能量珠暂时留着 夜九继续设置了一些破风弩 和烈焰刀的制作 看一眼剩下的几个制作台 把三级能量珠 放上去 设置了五份能量防护盾的制作 能换到四级的能量珠 这就是绝对的好东西 自然是尽可能地做出来 售卖才行 当然 三级能量珠的赚取 也没耽搁 他还等着什么时候 能凑出五十份三级强化药剂的材料 就制作出来 吃了提升一下 至于一级和二级的 不着急 那些全都加起来 才一百五十点 吃完了 也不能单刷二级副本 倒不如等着跟三级的做出来了 再买来一起 现在 该做饭吃饭 等吃饱了 还要继续进行脆体修炼 今早上继续炖猪肉 炖完一锅又一锅 什么时候全都消耗完了 再买新的 夜九出门 洗个脸洗个手 就开始做饭 在他做饭的期间 也没忘记看看聊天频道的信息 2300比2020你还好吗 还活着吗 今天怎么没看到2020出来说话 谁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9899 昨天晚上 他说有点异常 后续就没再发消息 应该是在 跟寄生体抗争的吧 8910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 这寄生体 如果赢了 那算是玩家 还是击沙有掉落的怪 如果是玩家 是会顶替了2020的编号和身份 还是出现新的玩家编号 180 楼上不要再吓人啊 你这样说 会让我们怀疑 其实 咱们聊天时候的玩家 不一定还是人类 928比180 你是刚睡醒 还是副本回来了 你也不用想太多 就算是8910不说 就算是没有2020的 被寄生的事 咱们这些聊天的玩家 也不一定都是人类 9999 是不是人类 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吧 在不能互通的阶段 是不是人都不影响彼此 等哪个环节 开启了玩家互通 是不是人都得小心防备 9000 大家都是智慧生物 都是玩家 就算有些玩家不是人类 又怎么样 咱们作为人类 也不能歧视其他物种 物种其实是不对的 179 那个9000你也歇着去吧 会纠结物种 是因为 咱们需要担心一下 是不是会被其他物种 歧视和碾压 谁跟你说 就一定是人类歧视 其他物种 人类招你惹你了 你整天给人足扣罪名 你除了你自己 你什么都代表不了的 2020 大家都很想我呀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全新的2020号玩家 请教我强大的嵌合体 融合之前 我的身体强度 只有48 现在 我的身体强度 498了 666 提升了10倍 还多 好奇问一下 你精神强度是多少 应该不会只有身体强度吧 984 嵌合体是什么动线 既不算人 也不算重兽 啥也不是的玩意 3821 完蛋 新物种出现 我现在倒是不好奇他的实力 我就想知道 目前这个2020的意识 还是不是他自己的 聊天频道很热闹 夜酒一边脆体一边看 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 是真不好判断 很多玩家 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个自称全新状态的2020号玩家 偶尔会挑几个 他想回答的 进行一些回复 这期间 偶尔还掺杂几个熟悉的编号 或吐槽 或同情地刷一下存在感 但不管其他玩家说什么 2020今天似乎是很亢奋 卡着15分钟一次 在聊天频道里开课讲课 宣传嵌合体带来的好处 那次的嵌合体讲课事件 已经过去了几天 夜酒在这几天时间里 一直都沉迷于修炼 白天脆体 晚上睡觉时候 自然地吸收着能量 精神和身体 都保持着基本平稳的提升 一连几天 他都没有去副本 每天都隔一会儿 就卖一批装备 然后再放上 新的进行制作 最开始 那些属性不好的三级装备 虽然赚得少 但肯定是不会亏 可随着玩家实力的整体提升 副本内开出来的装备图纸 也可能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不能 继续确保稳赚了 距离第二环节结束 加上今天 也只有三天了 夜酒在早上起床后 坐在房顶上 看着家园信息 准备一会儿 就把制作出来的强化药剂吃掉 该开始单刷二级副本了 这几天时间里 他只是赚到了 50颗三级强化药剂 所需的1500颗三级能量珠 还攒下了2800颗四级能量珠 还收到了50份二级强化药剂 和50份一级强化药剂 家园的环境建设 也没耽搁 虽然孵化祥瑞宠物蛋的资源还不够 但也已经差的不是很多了 家园 所属10089区8898号玩家 等级 二级33级土壤 可生至三级家园 能量 14倍当前绿化 189万1854 土壤 82 2万平米 二级 7 2万平米 一级75万平米 水源 7800份 二级水资源 80万份 一级水资源 植物 二级49558克 一级1396274克 矿物 二级矿产98份 一级矿产 1142份 动物 15只三级饲养动物 42只二级饲养动物 18942条 二级鱼类 一窝二级风群 环境 二级细雨 几天时间 家园的变化很大 家园面积 都是夜久买了一级土壤 迅速向外扩展铺开的 比之前大了好几倍 二级的植物 除了他之前去副本自己的刷到的 其他的那些 基本都是植物的自然繁衍所得 动物也是一样 鱼类的鱼籽 一生几万个都是常态 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 直接爆发到将近两万 蜂巢现在也食物充足 再过段时间 就可以采点蜂蜜 出来做食材了 倒是那四头牛里面 三头母牛 生仔数量有限 就现在这个数量 还是出生的牛犊长大后 再次生仔的结果 当然 也不是全都留着 在散养的牛群里 出现三级公牛时 夜九就把之前和之后的二级 成年公牛都宰了 屠宰后 依旧是去皮去内脏 夹起来 还有几千斤的牛肉 又一次肉类资源丰富 让他们家连吃几天新鲜牛肉 还在美食存储柜里 放了几十盆红烧牛肉 清炖牛肉 烤牛肉片和麻辣牛肉 凹屋 小呆在家园的外圈跑着玩 跑一圈赢了小闹 就站在一堆石头上 扬起脑袋 嚎上几嗓子 汪汪汪 小闹每次都说 但他从不气馁 每次都要表示 再下次赢回来 只是 他们到现在 都还没进入成年阶段 倒也算正常吧 虽然家里变化大 但也才是几天时间而已 你们慢慢玩 等下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确定的危险 不要被吓到了 夜九来到了家园的东边 在扩展家园范围的时候 他就只是拓展 没在这边进行种植 这是预留出来的修炼和训练场 万一出现点失控的反应 到时候 就会破坏掉植物 小呆看着主人来到这边 而且把衣服脱掉 瞬间就明白了 抬起前找在小闹的脑袋上拍了拍 转身就跑了出去 主人又在修炼了 他们虽然都习惯了 但每次看到主人挨雷批 还是会担心和忧伤 会痛吧 一定会很痛的吧 主人太辛苦了 其实也没那么危险 不是必须跑到那么远 夜九看一眼小呆小闹跑走的方向 大概能猜到 他们又是去收木柴了 之前又栽种了许多的一级树苗 很多都是从原先的树木下 从树根上发芽长出来的小苗 如果是野草和花卉 还可以一块地里长十几二十颗 但树木不行 所以他每天都要费些时间 把这些新长出的小苗挪出去 开始了 仰起头看一眼天空 夜九看看自己修炼到368的精神强度 和359的身体强度 先拿出一级的强化药剂往嘴里塞 强化药剂都是空气球包裹 每个空气球里面都只有一滴 一滴滴的强化药剂被吞下去 夜九的身体表面逐渐有雷光在游走 强化药剂没有固定的强化分类 所以在自己精神里不特意修炼 都还是一直超越身体强度的情况下 夜九必须要尽可能地 把这些强化往身体强度上转移 脆体的雷光越来越密集 夜九的身体强度和精神强度 来回跳跃地出现了不断的加一加一加一 一级的强化药剂 吸收起来没有困难 十几分钟就全部吸收完毕 加上这期间 夜九还会自行吸收能量 加起来一共增长了32点精神强度 和27点的身体强度 缓口气拿出水带喝几口 稍微停了一分多钟 夜九再次地开始了新的强化和淬炼 二级的强化药剂 每一份都能强化两点 这个的药效就比一级的强了一些 但也只是用了半小时 就在一次地消耗掉50分 精神强度增加了63点 身体强度增加了61点 目前精神强度463 身体强度447 距离雷系能力进入四级 已经不远了 先用20分 看看能差多少 夜九看一眼自己的属性 稍微歇了会儿 啃了个二级的桃子 喝了点水 又一次地开始了 一滴三级强化药剂入口 当前的感觉还算是不错 只是夜九自己 却将身体周围游走的雷光 增强到了10倍以上 它需要脆体 尽可能地主动脆体达到499 虽然说当精神强度达到上限 就只会增加身体强度 可也没说 这个转移是不是会有损耗 它还是尽量地能省则省 精神强度499 身体强度499 从20分之后 夜九就卡着一份一份地吃 碎炼吸收完成再吃下一份 终于在三级强化药剂 吃掉了24分的时候 它的两种属性都已经达到临界点了 接下来是突破 按雷三级可晋级 提示音在双向都达到临界点的时候出现 夜九感觉没其他需要准备的 就直接把剩下的26分三级强化药剂 全都扔进嘴里 以它自己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直径十几米的雷球 雷球上有光芒在不断地游走 加元范围内的能量 在向着它迅速地汇聚而来 这样的吸收过程 持续了约有半个小时 一直保持了二十来天的晴空万里 突然在它的上方 出现了一团雷光波动的云层 上空有雷光闪烁的云层 距离地面十几米的高度 室内外都雷光乱窜的雷球 像是在遥乡呼应 沉闷压抑的气氛僵持了几分钟 上下的雷光在波动中逐渐地牵引到了一起 哄 一声闷响 密密麻麻的雷光扭曲着倾斜而下 跟下方窜上去的雷光混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直径十几米的雷柱 雷柱成形 只是转瞬间就完成 但这周围的生物 却被更强的压制力憋得气息不顺 尤其是紧随其后出现的 及其刺耳的摩擦声和炸裂声 这些声音和憋闷的气息 让一些脆弱的小鱼苗 直接在水中晕乎乎地就翻了堵 原本还在远处 等待主人修炼结束的小呆和小闹 在察觉压抑的时候 突然地对视一眼 用着比他们竞速时候还要快的速度 窜进屋子里 就一边一个围住了床上的那颗蛋 他们知道 主人有事没事 就抱着这颗蛋摸一摸 睡觉都贴着 现在一定不能让这颗蛋出事 万一这颗蛋被吓到 掉地上摔碎了 主人回来后 肯定是要难过的 外面的各种变化 夜酒现在是完全感应不到 他在雷柱成形之后 人已经缓缓上升到了空中 整个身体都在破坏和修复中 不断地被强化 晋级 本就是会给身体进行淬炼强化的 现在 他吸收了家园范围内 尽可能多的能量 自己吃肚子里一部分 还有后来的雷机 给传递了占据大头的这部分 三合一的能量暴击 尤其是空中落下这部分 这是纯粹的雷机 破坏力 是自己几十倍 甚至更多 吸收 控制 强化 修复 夜酒第一次感受到 杜雷杰是个什么概念 虽然他的异能 包括后来去掉了异能标签的时候 都被这世界的系统标注 吐槽了好几次 但他的雷机 真不算特别强 至少 比空中落下这个 差了很多很多 这个时候的他 已经顾不了家园的植物 甚至他都没时间去想这些 这种完全不由他自己控制 强制进行 从内到外全方面淬炼的过程 让夜酒从最开始的痛苦 渐渐的习惯 再到沉迷 肉体与灵魂 在这一场强效的淬炼中 仿佛是踢除杂志一般 得到了一种更纯粹的进化 尤其是他石海之中的雷星 雷星 自身灵魂本源的核心 在石海都被雷霆充斥肆虐的时候 只有雷星越来越活跃 时间不会停歇 夜酒在雷柱里面 没有时间的概念 但他家园 却在安静了很久之后 从白天跳转到黑夜 黑暗中 没有人点亮灯笼 整个家园都是漆黑一片 只有这一道雷柱 偶尔会炸开一些雷光 带来时有时无的光亮 房子里 小呆和小闹围着那颗蛋 在饿到肚子咕咕叫的时候 委屈地互相对视一眼 饿了 能出去找东西吃吗 哦 小呆跑到窗口 盯着那道雷柱的位置 看了一会儿 回来贴在一边 抱着这颗蛋 让小闹先出去找吃的 桃子可以摘了吃 浆果也可以 橘子苹果之类的果树都可以 只要是能吃饱就行 吃饱了 再后来换它 哦 小闹站起来 转身就跳下床墙外跑去 果树的区域内 黑色的细长狗子 在跑来跑去 很快就将已经卡在 百分之一点的保时度 填到百分之一百 在吃饱之后 他回到偶尔尝过一棵的苹果树下 张嘴咬断了一小节树枝 转头就往房子跑去 树枝上挂着三个红彤彤的大苹果 他刚才尝过这棵树上的 是小呆会喜欢的甜香 哦 回到屋子里 小闹把树枝放在床下 跳上去抱着那颗蛋 然后催着小呆 先吃两口再出去 呃到虚弱无力 出门都跑不动 太难受了 哦 小呆抬找在小闹的脑袋上拍了拍 从床上跳下去 低头先把这三个苹果吃了 有了点基础 他晃了晃一身银色的毛 跑出去找吃的 吃点水果 把家里跑着巡视一圈 然后站在那片不敢靠近的区域周围 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确定了主人的气息还在其中 有些委屈的张张嘴 却终究是没敢在这时候 打扰到主人 他回家等着 主人忙完就会回来了 小呆小闹都在吃饱之后 再次地安静了下来 牛群挤在一起 畏惧地把脑袋贴在彼此的身旁 水中的鱼 除了被震晕的那一批 剩下的都凑成堆贴在水池边缘 靠着同类寻求安全感 唯一不受影响的 大概只有依旧每隔一小时 就随机飘散的细雨 滋润着那些生长速度减缓的植物和矿产 晋级成功 早上了 从夜晚跳转到白天 夜九终于在雷节淬炼了一天一夜之后 成功晋级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 男21岁 身体状态非常健康 不会生病的身体 可以减少很多的烦恼 保时度3%吃货 全身淬炼都没把这方面调整一下 体力值100%雷节 打磨强化的身体 强到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身体强度889 这是你自己完成的淬炼上限 不是雷节的上限 精神强度860存货已经没了 好好努力吧 特殊属性 雷四级你很好 技能雷 是 翠体术 翠魂术竟然没在肚结时 多领悟一些 功法 清新绝懒人必备 装备 无 资产 14倍能量强度 189万 每14万 82 2万平的家园领地 二级小木屋 宠物 小带三级狼王 幼狼 成长度82% 战力221 小闹三级猎犬 幼犬 成长度75% 战力163 包裹栏25 生存手册 脚步有些虚浮的落地 夜九直接从包裹栏里拿出苹果 先啃上几口 恢复下保时度 看着自己的个人信息里 熟悉的那些吐槽 夜九越看就笑容越大 不过 到上线了呀 虽然早就有一些对比 过去和现在的实力强度差异 可他末世里9级的异能 在这里竟然连5级都没到 但能够被雷杰劈上一天一夜 就把过去的实力彻底解封 他还是非常开心的 接下来的修炼成长 才是对他而言的真正开始 嗷嗚 汪汪汪 小呆和小闹一直在等 看着雷柱消失 就从窗子里跳出来 到夜九身边 可怜兮兮地蹲坐在地上摇尾巴 吓到了吧 不怕不怕 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快的提升了 夜九原地坐下 伸手抱住贴过来的毛茸茸脑袋 两手给他们顺毛 他也没想到 只是进击一下 还能引出雷杰 而且在雷杰脆体的过程中 直接放开了限制 让他再次提升到曾经的实力 这一天一夜的时间 其实是真不算太久 虽然他精神里没多少变化 但身体的强化 却是一直都需要能量来补充 总是要有个过程的 嗷嗷 小呆把脑袋贴在主人怀里 可怜兮兮地说着 他们担心 害怕 肚子 没睡觉的 嗷嗷 小闹只管听着 然后跟着点头 以后习惯就不怕了 夜九抱着委屈的这俩哄着 虽然听不懂 但也知道 他们是吓到了 而且 生存手册上标注着 他们是饿到了1%的保湿度之后 又等了一会儿 实在撑不住了 才去找点吃的 以后别这么傻了 饿了就找吃店 咱们家的食物挺多的 水果 有肉 有鱼 夜九知道他们听不懂 但还是继续说着 万一哪天突然就突然能够懂了呢 而且 一边说他 还给止了止果树林 那些正在散开的牛群 还有水池 当然也没忘记 事先摸摸他们的肚子 然后再指出 那些家养的食材 哦 在比划了几次之后 小呆看明白了 用钱找摸摸肚子 然后冲着那些牛 做出一个咬的动作 做完这些 就回头看着夜九 等待来自主人的再次确认 对 饿了就可以吃 他们本就是养了吃的食物 夜九点点头 再看到小呆开心的咧嘴笑 笑一下 就继续低头钻他怀里的状态 继续笑着 摸摸他们的脑袋 在这个交流期间 小闹乖乖看着 虽然他也不一定能看得懂 这片区域 真惨 都被劈糊了 哄着两个小家伙 安慰一会之后 夜九站起来 看着破坏的土地 难得得有点尴尬 这片土地 已经被雷劈的 成了一片焦土 但问题不大 反正他以后 也总是需要一片修炼的区域 就这样吧 转个身 走到了水池那边 下水好好洗了个澡 出来换好衣服 他这才开始 继续收拾其他的 吓到翻了肚的那些小鱼 虽然是没死 但也已经停止生长 这些都被夜九捞出来 放在个筐子里 等下处理了 可以炸一大锅小鱼干 那些牛问题不大 就是之前几头刚怀孕的母牛 被吓得没了仔 需要身体恢复健康 才能再次自由地配种生仔 树木都还好 花草里面 又有几颗晋升到二级的 这飘洒的细域 是真的很努力 换物和水果的产量 都是正常状态 还增加了一些二级的果树苗 一天的时间过去 距离第二环节的结束 还剩下今天和明天 夜九回到屋子里 看了看床上的祥瑞宠物蛋 再看看环绕在这颗蛋周围的薄被子 笑着走上前 在蛋壳上摸了摸 希望这里面孵化出来的 会是一个好相处 要不然 小心照看着这颗蛋的那俩小家伙 是真会委屈到哭泣的 两天时间 能刷四次副本 家里再多搞点土壤 和植物的种植强化 夜九之前 一直都沉迷修炼 如今突然的 就提升到了自己原有的实力 他想去二级副本单刷了试一试 想到了就去做 再把制作的东西挂上卖掉 然后又买了点材料 继续制作以后 吃过饭的夜九 打开副本界面 点开了二级狩猎副本 玩家实力 可进入二级单人狩猎副本 是否进入副本 二级的单刷副本 终于开启了 夜九虽然喜欢箱子 但他现在想要更多的材料 让自家在第二环节结束的时候 增加点排名 排名越靠前 能拿到的奖励就越多 这是所有玩家 都已经确认的事 而且 排名是只能前面看到后面的 后面看不到前面 比如 上次排名在第二的180号玩家 只要自己不说 就没有其他玩家 能确认他的排名 在最近这几天 关于180 是排在前几名的超级大佬 还是排到了3000名之外 这个话题 一直都有人提起 但谁也拿不出证据 好好看家 我忙完就会回来了 夜九将已经长到后背的头发扎起来 排了排小呆和小闹的脑袋 在他们的注视下 从床边消失 二级副本 一千只可狩猎生物 最低等级二级 最高等级四级 他现在 也已经是四级了 呼 这感觉 舒坦 夜九在进入副本之后 一片铺开的雷击 将刷出来的怪清理掉 瞬间神清气爽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这自由调整的控制力 这种把控一片区域的感觉 太舒坦了 装备 还是二级和三级混搭的这一套 闭弩装备在手臂上 但他感觉自己是真用不到了 收起一片空气球的掉落 夜九再次回到房顶 坐着休息 等待下一波怪的刷新 刚才的一百只怪 一只五百多战力值的四级怪 三十多只三级 六十多只二级 都是动物 有狼有兔子 有野猪 果然是数据化的刷新 完全忽视了物种冲突 等了十几分钟 夜九刚才消耗的十几点体力 已经完全恢复 除了保时度 下降了两点 其他都没什么变化 很快 每隔十五分钟一次 进行一波刷新 在房子周围出现了一百只野怪 这也是生物 可狩猎 生物 夜九双脚浮空 周围雷光闪烁 看着房子周围的第二批 可狩猎生物 看得有点傻眼 这是或大或小 颜色也都有点不太一样的 石头人 脑袋 躯体 四肢 当然说 这是石头人 是习惯性说法 这东西叫做矿晶 四级矿晶 站立值680 抛石 乱石 重力 两个四级的矿晶 每个都有三米多高 一块块的石头 汇聚在一起 不需要粘合 就组成了身体的各个部位 身是沙包大的拳头 夜九看着石头人 从周围慢慢围过来 那些等级低的 都稍微小一些 在有些二级和三级的 都已经到了房子旁边的时候 夜九抬手 一片雷击从地面游走 顺着这些石头人的脚 就缠绕到全身 碎石 没什么用 重点是让这些石头人的 连接触都断开 石块之间的拼接中心 是没有具体形态的 小型能量团 在雷线穿过能量团 增加了地面雷网的强度 一个个被汲取了能量的石头人 都停了下来 躯体上的连接点断开 有大有小的石头 在散落满地 只是 就算是已经落地 变成了一堆乱石 击杀的信息 在不停刷新 可周围却一个空气球 都没有出现 没有掉落 夜九的笑容逐渐收敛 他好像知道 为什么没出现掉落了 那两个四级的矿晶 才是核心 这些石头人 是会攻击的副本怪 但他们 只是如同傀儡一样的行动 如今站在一起 始终没动过的 那两个四级矿晶 这才是所有矿晶的控制者 可就算是如此 夜九也还是继续 清理这些二级三级的石头怪 毕竟这种直接凝聚过的能量 也是绝对的好东西 就剩你们两个了 该开始了 夜九解决这些石头怪的速度很快 在满地都是乱糟糟石块的时候 他直接从房顶上方离开 雷光闪烁中 已经站在了这俩石头人的身后 他实力恢复之后 某些能力也都没了限制 比如现在的这种 雷击所到之处 他都能随着雷击一起出现 只是游戏系统没让他取名字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取名能力太差 被嫌弃了 还是因为 这本就属于雷的其中一种正常操作 碰 两个四级矿晶转身 沙包大的石头 冲着夜九的位置砸了下来 你们的技能怎么不用 夜九是真的很好奇 这两个石头怪怎么一直都不用技能 在他实力不足的时候 他挺耸的 有危险直接跑 但现在他确定 自己不会被打死 就想见识一下 那个重力是什么情况 可这两个石头怪就只是 抡着拳头 砸了又砸 砸不到人也不着急 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节奏 看不到 那就这样吧 夜九在来回闪现的期间 已经把雷网缠绕在这两个石头人的全身 等了两分钟 都没等到技能 他直接把已经锁定住的所有连接点 都进行了能量抽取 接下来 该见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石头巨人了吧 可惜了 这次该出现真正的boss 不能再仗着自己能跑就得瑟了 咚咚咚 在这两个大石头人 也都散落在地的时候 类似于心跳的震动声响起 心跳声没有具体位置 可也只是现在无法锁定 很快就不需要纠结了 因为在夜九重新回到了房顶之后 他看着地面上铺开的那些碎石 正在不断地颤抖 迅速且有序地汇聚到了一起 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巨人 在地面上组装成形 他试着活动了下脑袋 手撑在地面上就要爬起来 然而 就在他起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地僵住 再一次地摔回到了地面上 雷光在超大号石头巨人的脑袋上闪烁 钉子一样的钉进了石头里 随着雷光越来越亮 那些被打上钉子的石头迅速地开裂 破碎后化作碎末响散落在地 击杀四级矿晶 提示音再一次地出现 夜九从房顶上消失 出现在铺开的石头粉末上 站在原本是石头人脑袋的位置 他伸手把飘起来的两个紫色空气球 抓在了手里 在刚才 他击杀那些石头人之后 吸收的所有能量都转化成雷网的一部分 缠绕在那些散开的石头上 能量一直在 雷网一直安静地等待着 等待最后这个boss的出现 只是可惜了 一百个矿晶 最后就只掉了这两个物品 好在等级是比较高 这辛苦费也还行吧 四级矿晶核心 紫色品质 特殊物品 可放置在同等级的矿产资源点 将矿产资源点 进化为产出型矿晶 可产出同等级 及以下的普通矿产资源点 四级矿晶之星 紫色品质 特殊物品 可融合四级及以下的矿石 融合后 将根据材料品质等级 制作出可设置工作的石头工人 两个物品 看外形就是两块石头 石头工人 夜久坐在房顶上恢复体力 看着已经放在包裹栏里的这两个物品 都是好东西 但是这个石头工人 他挺好奇的 难道就是石头人的这种 那他能干什么活 采集 大块石头的手和脚 确定不会直接把植物砸坏了 挖矿 怎么挖 沙包大的拳头一顿锤 养殖 想想 就觉得不靠谱 石头工人到底是怎么干活的 他现在真的很好奇啊 这次是植物 不错不错 最喜欢植物系的了 夜久坐在房顶休息了一会儿 当看到第三批副本怪刷新出来的时候 立马就乐了 他最喜欢植物系的副本怪了 再多爆一些种子和幼苗 这可是将你们后代繁衍下去的好机会 看到最第二级的种子爆出来 夜久的嘴角扬起 就没再放下来 第三波刷新的副本怪是植物 虽然没见到四级的种子 但三级和二级的种子掉落了几百分 当然 材料也是有的 可就算是四级的材料 也比不上这些种子对它的吸引力 好在这些植物的种类不多 这一波下来 就只有白蔷薇 柳树和刺藤 种子都收好了 夜久继续等待下一波怪的刷新 接下来的副本怪都比较正常 动物植物一波波的随机刷新 没出现其他的特殊物种 中间那些都刷得很简单 只是在第十波的时候 刷出来了一群鸟类 喜鹊 麻雀 刷新出来 就是乱糟糟的混在一起 唧唧喳喳的 先来了一波噪音袭击 十至四级 夜久抬起头看着出现后 没有第一时间扑过来 而是在空中盘旋的这些鸟类 迅速地数了数每个等级 都有多少只 十至四级 站立从八百至九百五十 三只麻雀 七只喜鹊 七十二之三级 从一百至四百九十五 数量上没有太大的差距 仅有的十八至二级 都是刚学会飞行的幼鸟 这是此次副本的最后一百只怪 夜久站在房顶上 一个个光芒隐藏的雷系压缩能量团 已经升空 在中间休息的时间 他也没有完全地闲着 只是之前的时候 都把这些往地上铺开 就是从地面到空中 控制着转换地方 总是比那些鸟类反应过来之后 再进行的攻击要快了一点 当一个在空中连接起来 直径十多米的圆球形成时 那些鸟类的攻击才开始爆发 这一波雷球内部的雷击 穿透伤害 把二级和三级的副本怪 全部清空 等攻击力逐渐减弱 明显透露出 后续之力不足时 那十只凑到一起的四级飞鸟 煽动翅膀 就要冲出来 这样就好多了 夜九从房顶消失 站在了空中 控制着大的雷球 分成十份 将这十只飞鸟控制在内 其中的九只鸟 只是一只在被麻痹 只有一只被他吓死手 先给劈碎了脑袋 接下来 一只又一只逐个击杀 虽然实力跟过去差别不是很大 但不管是控制力 还是这个身体的强度 夜九站在房顶上 感慨着自己这次副本通刷 身心的舒畅 在他的手里 一堆空气球包裹的物品 挑挑减减 又把某些价值不是特别高的 从包裹栏里拿出来 之前一直觉得 二十五个格子不少了 可现在还是要有一些取舍的选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拿到三级拓展背包的制作图纸 或者是其他玩家做了 拿出来卖也行啊 他现在 自己已经把一至三级的强化药剂吃完了 等下是要多做些强化药剂 挂上去继续赚能量珠 挑挑减减 确定拿走的 都是价值比较高 或者是自己当前更需要的 他这才退出了这个单刷的二级 狩猎副本 随机灾难事件爆发 你的家园正在遭受冰雹的袭击 夜九刚从副本出来 就收到了家园内的灾难提示 不是现在才出的冰雹 看一眼抓在手里的生存手册 冰雹出现的时间是半小时前 仰起头 看着家园上空的阴沉乌云 以及并不算特别密集 但总是掺杂一些拳头大冰块的冰雹 夜九有些无奈地抬起了手 不就是冰雹吗 打碎就是了 夜九控制不了天气 自然也无法阻止冰雹的持续下落 但越来越大的大冰块 还是可以解决了的 嗷乌 小呆站在房顶上 正在控制着风 将那些可能会砸破屋顶的大冰雹击飞 在看到那些大的冰雹被打碎时 他从房顶上跳下来 跑到夜九身边 用脑袋在他腿上蹭了蹭 主人回来了 不用担心 房子被那些大冰块打坏了 汪汪汪 小闹站在一棵二极桃树上 叫两声刷一下存在感 他们护不住家园的所有位置 所以只能把好吃的先保护起来 他给牛群搭了一个土房子 虽然只有一个半边斜着的墙 但也能让那些牛 尤其是小牛犊都有地方可以躲避 因为水里的鱼自己会躲 水面也有缓冲 所以还不用去费心 所以他就在这里 在这些更好吃的果树周围盯着 当有大冰块要落下 就抓紧时间飞出一个土球 把那些会砸坏果树的大冰块撞出去 撞到空地或者砸草地里 小闹 过来休息了 夜九刚才看到了生存手册上的记录 小呆和小闹对家里的保护方式都是挺辛苦的 他们不知道冰雹是怎么来的 只是在用他们能做到的一些方式 尽可能保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 汪汪 听到喊他 并且对着他招手 小闹开心地摇晃着尾巴跑了过来 歇会儿吧 这点冰雹不至于造成危害 还可能会给咱们家带来点好处 夜九挑到房顶上坐下来 抱着贴到他身边的两个小家伙 继续盯着空中落下的冰雹 这种天气的灾难 就算是不去管 也只是砸坏一大部分的动植物 但总归是要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 所以就继续盯着 大块的冰雹 全都被偶尔闪烁的雷光击碎成小块 又等了半个来小时 空中的云层终于散去 这次的灾难结束了 已经很熟悉的二级奖励宝箱到手 夜九还是选择了家园这一项 开启二级家园灾难事件奖励宝箱 获得微风 律 灾难是冰雹 奖励宝箱开出来的物品 却是风 微风 绿 家园环境资源 每小时随机为100块土地增加施肥 加速 增产 进级的其中一项效果 又是一个家园环境资源 当然 这个给土壤进级的特殊效果 依旧是只针对一级土壤 到了二级 就只能在前面的那几项里进行随机 这些高级材料先放着 咱们家现在只能种植一级和二级的种子和幼苗 这次的二级数量还不错 夜九看过了这次的奖励 心情很好的 带着小呆和小闹 继续去给那些空的地理搞种植 一块块的地理栽上幼苗 撒下种子 水资源不用费心去调整 之前放置新土壤的时候 已经把新的水源都做了补充 而且是全覆盖的模式 8085 今天去单刷了一下副本 一级的采集副本还行 但是二级的狩猎副本就太坑了 第一波怪 就让我遇到了758战力值的 根本不用打 直接跑了 180 单刷二级狩猎副本 是你疯了 还是我看错了 多少战力值 大家都进不去 9989 大佬等15分钟后 给分享一下呗 多少实力能去单刷副本 也让咱们这些人有点目标 8 目前只知道一级副本的单刷 至少要56时以上吧 但进去了 真的刷不过 我100多的战力值 进去单刷都差点死在里边 210 其实也还好吧 我160的精神强度 在一级狩猎副本单刷也能通关 就是费尽了点 1209比二级的不清楚 但一级的狩猎副本 想要单刷通关 除了实力 还要看运气 如果是能有可以碾压全场的大佬 那只能说大佬的运气 都没有差的 8888 我觉得还好啊 我早上就去了一次二级副本 单刷的 超级简单 难道是我运气太好了 2020 我觉得是看综合实力 身体强度增加了也没用 精神力不够强 照样不让劲 我现在身体强度一直长 精神强度越来越跟不上了 你们有没有给点建议的 我要怎么才能把身体强度压制一下 感觉再不控制 真可能会崩掉了 9999 好热闹 2020你 现在这情况 应该就是嵌合体的副作用了 但你也别担心 你属于新生物中 这世界应该对你关注的多一些 你不会那么容易就崩溃死亡的 6822 感觉遍地是大佬 完全跟不上大佬们的节奏 我现在连一集的采集副本都过不去 太难了 聊天频道很热闹 虽然一直都不会很安静 但这种提起某些玩家生存相关的信息时 喜欢聊天的都会去表示一下 排名越靠前 越喜欢装可怜 夜久看看 这其中的某些编号 经常会被某些人惨兮兮的发言逗笑 倒不是说那些人一定就是很强 只是在夜久能看到 他们所有玩家排名的情况下 看着排在前边的这些人聊天 总是会脑补一下 那些排名更靠前的玩家 是不是也在笑 比如 180 绝对是在看热闹 在看着别人聊天的时间里 夜久已经把自家现有的一级和二级种苗 全都栽种 或者移植到了空着的地里 种植完成后 在家修炼一会儿 然后做点吃的 吃饱喝足 他又一次地出发了 这次是二级采集副本 只是这一次 夜久没选择单刷 单刷的副本没有宝箱 而且 采集副本依旧是需要进去之后 遍地搜寻 虽然就算同样是搜寻 单刷时候 是所有物品都在等着自己去取走 大部分玩家可能觉得 这挺不错 但夜久想要的是宝箱 吃什么 夜久进入二级采集副本 进来的瞬间 就直接随着一道雷电来到了空中 漂浮在几十米高的空中 他看着前方的一棵大树 一时间真有些发猛了 这棵大树高约五十多米 树形 不是树 夜久迅速地退开一段距离 在看到那棵树的名称和标签时 终于确定了 这是什么 四级白薔薇 花王 战力值998 花王 兽王 夜久是知道的 他家还有一只狼王 但是 花王是什么情况 最过分的 是那个战力值后面的几个问号 这本该是能力标签的吧 怎么能力标签还带隐藏呢 或许不是隐藏 是暂时还不确定 毕竟藤万类的这种存在 说不定就是需要进入战斗状态 才能展现出他此时的攻击或防御方式 吼 就在夜久犹豫 要不要直接跑远了 寻找其他物资的时候 一声怒吼 从下方传来 低头看去 是从远处跑来的一群 这蜥蜴 怎么有点像传说中的恐龙 夜久转头看去 一群大概有四十多只的大型蜥蜴群 一边跑 一边发出嘶吼 他们的目标 是这颗白薔薇花王 只是这群形似恐龙的大蜥蜴 真打不过这一颗花王 就算蜥蜴群里也有个王级 而且实力达到了950 依旧是打不过的 同等实力的情况下 植物系比动物系要强了很多的 植物系 到了这个阶段 就算是给它把地面以上都摧毁 它们在地下的根系 藏得不知道有多深 除非能直接从内部摧毁 可这些大蜥蜴 它们的能力标签 仅限于一些表层的攻击 力量 速度 冲撞 撕咬 这些能力标签 在这颗花王的面前 完全不够看的 好 蜥蜴的王在靠近到 只有几十米的时候停下来 跟身体几乎一样长的脖子扬起 张开大嘴 冲着白枪威花王 不断地嘶吼 双方 都是智慧生物吧 叶九再次地往空中飘了一点 尽可能地收敛自身气息 看着下方的这两种生物 根据它以往的观察和经验 一个副本 只能存在一个 可以晋升的智慧生物 比如 大白蛇 所以 现在这一个副本出现了两个 最正常的发展 就是其中一个 吞噬掉另一个 然后带来新的提升 好 蜥蜴嘶吼着 继续往前冲 它们的前腿偏小 后腿粗壮有力 尾巴拖在地上 除了能保持平衡 还可以来回横扫着进行攻击 成群的蜥蜴扑上来 用它们锋利的牙齿 啃食藤腕 前掌虽然短小 但力量挺足 每一巴掌 都能拍断周围袭来的藤条 它们的攻击很凶猛 横冲直撞地 踏平了白枪威的藤腕 撕碎的藤腕 在这些蜥蜴冲进去之后 悄悄地生根发芽 长出了一大片 网状交错的藤腕墙 藤腕上迅速长出的花苞 在血肉的滋养下 迅速盛开 四级白枪威 花王 占力值998 吞噬 花香 荆棘 白枪威花王 只有三个标签 但这三个标签的内容 都是比较笼统 在自身技能 名称简略 但完全可以随便使用的情况下 夜九确定 这标签是越不明确的 就越厉害 吼 吼吼吼 蜥蜴王看着他的族群成员死去 从最弱的开始 想救都救不了 有的是被地下 突然出现的藤腕穿透 然后撕碎 死得鲜血四溅 看着挺凶残的 但有一些 都没发现原因 就直接没了生命气息 直接化作一具干事 当确定其他的蜥蜴 已经彻底没救了之后 这只蜥蜴王的能力爆发 皮肤的硬度加强 那些缠绕而来的藤腕 连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我能杀了他 你给我点二级的花草种子 作为交换 或者是箱子里面的一些配方图纸 你看这交易 怎么样 夜九看蜥蜴看得挺开心 可当那只蜥蜴 全身坚硬到 不能被破防 竟然直接打算溜走的时候 他觉得 自己得干点什么才行了 他尽本就是为了找宝箱的 如果白强威花王 能愿意交换 那他就没必要到处跑了 白强威的藤腕中 有几根出现了明显的僵直状态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 但夜九还是看到 并且露出了无声的微笑 果然是智慧型的 以后禁副本都要多注意 吼 白强威花王作为植物都听得懂 蜥蜴王自然也能听见 他回头冲着夜九张开大嘴 露出了满口的吏齿 他威胁我 花王你考虑下 我最喜欢植物戏了 你看他都快跑出去了 对了 你告诉我 箱子在什么地方也行 就是有配方的箱子 夜九是飘在空中的 所以 那只蜥蜴不会飞 也没有远程攻击 自然就只能冲着他 嘶吼几声表示愤怒 蜥蜴王吼过几声 转身就继续往外跑 那些花香和花粉 对一个开启了完全防御的蜥蜴 很难造成伤害 地下的藤腕 倒是一直在拦截 可实力差距不是特别大 这么一个只想跑的 再等一会儿 就真的要冲出去了 白强威花王将一条藤腕 靠近夜九的方向 做了一个类似于点头的动作 他要那个蜥蜴死在这里 至于找个外来的玩家帮忙 是不是会很没面子 在他的认知里 面子就是最没意义的东西 也就是那些动物才会感兴趣 那就这么说好了 你的藤腕收着点 我这属性破坏力挺大的 夜九跟着点点头 没有跟藤腕碰触 打个招呼 就雷光闪烁后 直接站在了蜥蜴王的背上 吓唬人是不对的 夜九看着震惊中转过脑袋的蜥蜴王 满是炸裂雷光的拳头 直接在他的脊椎位置砸了下去 虽然他是喜欢用雷系的能力 直接脆体之后的身体强度 比当前的雷击还要强势了那么一点点 吼吼吼 蜥蜴王估计是真没想到 一个体型小了十几倍 甚至可能是小了几十倍的人类 竟然能一拳打碎了他的防御层 在背脊被一拳打到血肉模糊 露出的骨头上更是在雷光渗透后 被劈出了越来越多的黑色焦糊痕迹 可惜了 这么好的肉 没办法直接带回去给他们尝尝 夜九蹲在蜥蜴王的背上 一拳接着一拳的砸下去 雷属性的麻痹效果 让蜥蜴王的神经反应迟缓 感觉上应该不至于太痛苦 当然 他能看到破碎的血肉和骨头 心理上的痛苦 肯定是避免不了了 不过 蜥蜴王能活到现在 不只是靠着这一层厚皮 他原地一歪 就倒在地上 爪子翻滚 似乎是打算将夜九砸扁 可他背上露骨 甚至骨头碎了的部分 都没有了防御 这一翻身落地 直接就把彻底没了防御的位置 送给了白薔薇花王 地下 那都是白薔薇的根系 藤蔓之条 要不 我切一块带回家 给家里的三个小家伙尝尝吧 花王 我切一小块就行 就这么大一块 夜九在离开蜥蜴王背上的时候 直接回到了花王的那个树冠位置 看着蜥蜴王在倒下之后 直接被满是尖刺的藤蔓 从背后穿进去 越看越确定 这白薔薇花王的能力范围 是真的比较自由 四级的动物 还是王级 现在趁着还没死透 希望能流出一块 不被空气球锁定的肉吧 白薔薇的一根藤蔓凑过来 在夜九的面前晃了晃 在他视线跟随时 指向了那边的蜥蜴王 不就是一块肉吗 他不差这么一点点 重要的是 蜥蜴王死了 他就可以考虑下一步了 在夜九的注视下 地上的蜥蜴王在腿部的位置 被从里面将厚厚的皮撕开 几条藤蔓拧成了个爪子的形状 这个爪子扣住了一块肉 只条甩动时 直接就顺着肌肉纹路撕了下来 这些足够了 回家之后可以做熟了 我们一家子吃顿大餐 好好补补营养 夜九在这一大条的肉 送到面前时 接过来扛在了肩膀上 心情很好地拍拍肉条 这一大块肉条 大概有个四五十斤重 只是放在身边 就能感觉到 血肉中存储的能量 有多么充足 目前来说 也就是这种食人副本 副本里自由度高 而且 他还是让花王帮忙才能拿到 现在肉算是 花王给的礼物 不知道接下来能拿到什么样的配方 毕竟都是副本大boss 应该是知道 他这种玩家会需要什么吧 白薔薇花王在吃掉了蜥蜴王之后 蓝散的枝条伸展开 成片的白色薔薇花在周围盛开 花朵有大有小 送来了清新凝神的淡淡香气 在树冠形藤腕区域的下方 几十根粗壮的藤腕向外蔓延 带出了沉重的摩擦声 等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一根藤腕回来 带回来了一个 卷在藤腕里的二级宝箱 我只要佩方 其他的都是你的 夜九看着在他面前 摇晃着刷存在感的藤腕 抬起手 比划了一下配方的形态 然后才慢悠悠地落到了地面上 三级灯笼制作图纸 二级宝箱里面 开出一个三级的图纸 夜九心情很好的 拿着那个空气球晃了晃 直接进行了学习 这里面的其他物品 不管是食物还是材料 夜九都没碰 就让它们飘着 藤腕凑过来 在夜九的面前晃了晃 然后就把其他的那些空气球 都卷起来 带到一旁堆着 有了一个箱子的开启 接下来的箱子就比较快了 一个又一个 有冒绿光的 也有冒蓝光的 不管是哪一种 夜九都只拿配方或图纸 白薔薇或许是觉得 绿色品质的太低级 带回来的这些箱子里 最少都有一个蓝色的图纸或配方 在夜九连续开了十个箱子 拿到了十三份的图纸和配方之后 白薔薇放出去的那些藤腕 都已经收了回来 就这些 再多久真的没有了 当然也有一个最特殊的 但那个是不会拿出来给夜九的 对于这样的收获 夜九是挺满足了 比他期待的要好了很多 藤腕在夜九的面前晃了晃 指了指旁边被空出来的一个位置 让夜九往那边去一下 这些小苗 送我 不是送我的 那是让我看 也不是 那我猜猜看 是让我给削 用雷劈 夜九走过来 看着被单独隔离出来的区域里 有三颗半米高的蔷薇苗 再猜来猜去 猜了几次之后 夜九感觉自己有点猛 他就是瞎猜一下 怎么还真让他用雷劈花苗啊 残害幼苗 这也太残忍了 花王的几根藤腕凑过来 一个用枝条缠绕出碗状的零食容器里 有成堆的花种 都是二级的种子 刚好是夜九回到家 就能直接栽种的 刚才的击杀蜥蜴王 用配方图纸交换了 现在用花种作为交换 换这几根小苗 被用雷劈几下 是让它们适应雷系能量的破坏力 夜九很快反应过来 副本里的这些boss要晋级 可能是需要杜雷劫的 那我试试 先一点点的适应 雷劈这三颗小苗 最先是在手上覆盖了一层雷光 伸出手让它们试着靠近 薔薇的小苗很脆弱 在最初稍微的接触一点之后 就瞬间出现了叶子枯萎 嫩牙坏死等反应 但这些都是白薔薇的一部分 破坏的部分迅速进行再生 新的枝条再一次的进行接触 一次又一次 在试了十几分钟后 终于有一根能再碰触之后 还可以继续稳定的长大了一点 但这只是个开始 在叶九一只手数着种子 往包裹栏里放 另一只手缓慢增加强度 给薔薇幼苗 做雷系破坏训练的过程中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 我现在就是个工具人 等你晋级到五级之后 咱们如果在下个副本里遇到 你可不能仗着 不怕雷了 就欺负我 叶九捏着种子晃了晃 收到了包裹栏 然后拍拍凑到他身边的枝条 对于自己给副本boss 提前准备对抗雷结的这种事 提起来就忍不住地笑 藤万贴在叶九的手背上蹭了蹭 这个人又不是只有雷系的破坏力 他之前一拳打爆蜥蜴王防御层 薔薇花也是有记忆的 微微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也不能一直都在这里 咱们就等到玩家剩下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得回去了 我家还有三个小家伙在等着 要是天黑了还没回家 他们会以为我受伤而担心难过的 叶九闲聊中 直接给白薔薇花王取了个名字 顺嘴说出去才考虑了一下 这名字应该不至于再被吐槽了吧 但名字的事情也不是那么重要 毕竟白薔薇也不会直接答应 现在是要先说一下 自己总归还是要回家的 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给他练习 白薔薇的藤万僵住了一下 随后捏捏的贴在叶九手背上 蹭了蹭之后就缩了回去 对于他的反应 叶九也没理解是什么意思 就只是继续盯着那三颗小苗 等着他们适应过之后 就再增加一点点的强度 拿了花王给的十万薔薇花种子 他肯定是要认认真真把事情做好 只是这副本里的玩家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太好 直到傍晚的五点多了 还有两个 他自己一个 另一个就在叶九小声吐槽 那个玩家不知道在哪里悠闲闲逛时 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出现在空中 8808区的 会飞的 神族 叶九抬起头 看着空中那个发现了他 也有点傻眼的那个玩家 会飞的 长得大翅膀的 空间绝对防御的 你你练 怎么又是你 你是被困住了 空中的那个玩家 扇扇翅膀落下来 让着空间防护层的保护 笑嘻嘻的凑到叶九面前看热闹 他找了一下午 都没找到终结宝箱 但因为还有其他的玩家 又让他有点不甘心 所以就继续耗着 没想到还真找到了 就是这个第二次见面的人 他看到人之后 就忍不住有些心塞 知道这人 肯定没那么容易出事 可他也太悠闲了 这是干嘛 在副本里种花 是啊 被困住了 被你给困住了 叶九看了这人一眼 就是因为 他一直没离开 这才让自己 只能继续在这里等着 白薔薇都沉没好久了 只有这三颗小苗 还在一次次的 被虐到破碎枯萎 然后再次的长出来 继续找虐 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不是知道 这副本里 还有个玩家 我早就走了 我才是被你给绊住了 带到现在 扇了扇白色的大翅膀 这人表示 他不背锅 要坑也是这个玩雷店 欺负花草的最坑 现在找到了 你要不要继续耗着 叶九摸摸 凑到他手心里的小薔薇苗 再次用一道雷击 把他屁得半死不活 然后继续抬头 看向这个奇奇怪怪的玩家 他看得出来 这人的实力增长了 但比自己还差了挺多 只是这个防御 天赋型的 还是破不开 但对方也拿他没办法 要攻击就没防御 所以 对方只可能是跟他继续耗时间 不过 这只是对方 如果不想让自己 拿到终结宝箱 才可能有的方法 可人家到底有没有恶意 他现在是没感觉出来 他们两人的任何一个 都拿不到那个终结宝箱 不继续耽搁了 但我还是想说 你不要这么欺负一颗小花小草 你看他一次次的死了活活了死 肯定不简单 小心突然从地下 钻出一棵大树 到时候 你跑都跑不掉了 长着翅膀的这位 已经不指望那个终结宝箱了 而且 副本里可采集的物品 是几乎没有了 现在这人把雷锡玩得这么丝滑 自己肯定打不过 最重要的是 上次他都没看出来 这人也太坏了 欺负小花小草什么的 真不是人能干的事 所以 你是真没看见 夜九回头看一眼 依旧挂着的四级白薔薇花王标签 不确定 这个自认神族的家伙 是不是脑子和眼睛都不好使 那么明显的身份标签 你从空中飞过来的 竟然没看见 再跟着看过去 看到了那个标签之后 长着翅膀的这人 直接用翅膀无脸 一时间不知道要说点什么 才能不这么尴尬 他刚才好像是有看过 但他真没看到这个标签 或许是因为 看到这人太惊讶 所以就一不小心给忽略了 都是这人给他的印象太深刻 以至于现在看到他 就直接忽略了其他 虽然你挡着 但我感觉你的气息很不友好 咱们又没有什么冲突 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 你是不是极度 能跟小花小草一起玩 夜九再次的摸了摸 凑到手里的一颗小苗 控制着把小苗屁的粘了 这才抬起头看着 就在他前方不远处的这人 上次跑得快 他那时候就想问了 不就是聊几句吗 怎么还能黑着脸跑路的 你不是好人 跟你聊天会影响我的情绪 也不一定是聊天 就是你周围的气息很过分 我只要靠得近一点 就会忍不住 想起很多不开心的事 似乎是为了确认 这人扇扇翅膀 下一刻出现在了夜九的身边 他没有放下防御 因为他对任何人 都不可能放心 可空间能阻止精神力 和物理方面的攻击 可情绪上的波动 却是无法阻隔的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不是因为我的气息不对 是因为你从小的生长环境 就是让你不开心的 只是一直以来 你都在骗自己 我上次给你戳破了假象 所以你看到我就想起 我上次说的一些话 记忆自然的就会浮现 被人砸过来一个大黑锅 夜九表示 我不背 虽然他的暗戏 是被吐槽很多次 但他确定 自己不具备 蛊惑人心的这种能力 不管以前怎么样 我现在是过得挺开心的 你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是被白强威困住了 所以你欺负他的孩子 不想再去考虑 到底是不是 自己曾经过得太惨 这人蹲下一旁 想跟这个怎么看 都像是在欺负弱小的人 多聊几句 难得遇到个能聊天的 比在聊天频道看热闹 要真实一些 而且 是不是一直在看热闹 这种每天都出来 多刷几次存在感 随时可能被拆穿的感觉 也是玩得有些腻了 我长得也还行吧 不说阳光开朗 但也绝对不至于 是你说的这种变态 夜九心塞塞地 看了看旁边这人 能不能稍微 有点靠谱的话题 那可不好说 长得好看的人 不一定都是好人 不说这个了 距离天黑 还有点时间 咱们聊会儿天呗 我最近超级无聊的 副本里遇到人 就总是想想杀我 都没有能多聊几句的 说一下呗 你们那个躯好玩吗 白色的大翅膀 贴在了背上 他蹲在旁边看着夜九 把薔薇花的幼苗 继续虐了又虐 心塞塞地转移了话题 那白薔薇 怎么也不来管一管 这些小幼苗太惨了 但想想 这人可能是被困住 这事情 又好像也挺正常的 毕竟是把人关起来 不让人走 还行吧 平时吵吵闹闹的 偶尔还有些不知道 真假的骗子出来冒泡 前段时间 还有个自称是被寄生 最后变成了嵌合体的 夜九没觉得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但是在开口之后 他确定旁边这人的气息 紧张了一下 这些信息 他听着会紧张 怎么感觉 这人之前说的8808曲 是假的吧 那个 我其实也是10089去的 之前不是故意骗你 但那时候也没想到 你会说真话 被发现了 这人也不继续忽悠人了 既然是一个区的 以后若是开启了 玩家之间的自由活动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遇到 到时候真发现了 再解释 会更尴尬的 至于打起来 他其实更想看热闹 对战斗掠夺 是真没什么兴趣 当然他也不会让人 杀到自己家来 但只要不破坏他家 他不想跟任何人 闹一些没必要的冲突 180 夜九盯着这人 多看了几眼 笑了笑 张口就说出了一个数字 你宁恋 180没想到 自己刚承认 是10089区的玩家 这个同区玩家 竟然猜到了 他是哪个 你是第一的那位 兄弟你编号多少 我看看 在聊天频道 有没有被你骗过 对于能精准地指出 他是谁 180已经直接猜想 是不是每个区的第一名 能拿到某些特权之类的 不过 看着人的眼神没否认 果然第一名就是好啊 自己看热闹这么久 在这人眼里 肯定也是热闹的一部分 我没在聊天频道说过话 而且 我只是想说 180 真的太闹腾了 夜九确实是猜测 这人是180 但现在 他看着这人的反应 就随口找个理由 再看他憋屈一下 果然 在听到他说 本来只是想吐槽一下的时候 180的眼神 瞬间粘了 谁知道 你说的哪句是真的 180瞪着眼 一时间不知道 自己是否还会再暴露更多的信息 这人在某些时候 是会老老实实说实话 但是 他绝对是个念念坏的 如果下次你能拿到第一 自然可以知道 我是谁 天都快黑了 你先回去吧 我还要跟他打个招呼再走 夜九没打算 说自己编号是多少 因为 他不知道180 会不会在聊天频道 把他的编号说出去 虽然也没什么影响 玩家之间不能加好友 也不能私聊 可他不去聊天 就是因为不想被人关注 手指摸摸 再次凑到他手心里的白薔薇幼苗 他也差不多是该回家了 整整一下午都在副本里 他家小呆和小闹 应该是要担心很久了吧 行啊 我争取再下次能拿到第一 到时候 就谁也不知道 我在什么位置了 180站起来 冲着夜九露出了得意的笑 然后 他就撤了 人走了 副本里只剩下了一个玩家 就是夜九 在180离开后 白薔薇的几根藤腕凑了过来 送我的 夜九看着面前几片大叶子 包裹住的一团水球 两手将这一团水 冲着夜九晃了晃 示意他可以走了 能留到现在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 这人一直在帮他 他自然是要给出额外的谢礼 他绝对不是小气的花 我走了 再见 夜九肩膀上 搭着宽厚的肉条 两手捧着这一团 没有显示物品信息的水 跟白薔薇花王说完 在对方挥挥藤腕的时候 就选择了退出副本 从副本出来 夜九是出现在了房子里 家里没有出什么事情 可他在将两只手 放在床上的那颗蛋上时 现在出事了 祥瑞宠物蛋吸收了过多的进化能量 孵化加进化同时开启 请做好准备 祥瑞诞生将伴随着些许的考验 提示音响起 夜九还有点猛 祥瑞 是好运的意思吧 可是 祥瑞诞生需要考验 这考验是什么 灾难事件 伴随着灾难而生 那还能叫做祥瑞 祥瑞诞生考验共三关 第一关考验 家园内需具备足够的资源 第一关考验 基础资源足够 已完成第二关考验 玩家需具备最少一种特殊属性第二关考验 玩家特殊属性 已完成第三关考验 玩家需做好准备 代替祥瑞 扛下诞生时的烽火洗礼 请在三天内开启诞生洗礼 一共就三关 第一第二 直接完成了 第三关的考验 夜九将肉放下来 直接抱起祥瑞蛋 出门在小呆小闹的脑袋上拍了拍 然后就走到了他之前杜雷杰的那个地方 不就是烽火洗礼吗 来就是了 二级的祥瑞诞生洗礼 总不至于能比他四级度雷杰 还要凶残吧 开启祥瑞孵化 诞生洗礼将持续三十分钟 玩家可使用装备或技能来抵御 提示音再次响起 夜九抱着祥瑞宠物蛋 站在原地等待洗礼的降临 烽火洗礼 去哪了 夜九等啊 等 最初还有点紧张 可一分钟 两分钟 十分钟都过去了 也没感觉到任何的变化 低头看看 怀里超大的祥瑞宠物蛋 他一时间不确定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好的要有洗礼 现在这事 逗他玩呢 咔 咔嚓 咔咔咔 就在他低头盯着蛋壳看的时候 一条裂痕从蛋壳上出现 一条裂痕竖着在蛋壳上出现 随后就是以这个裂痕为起点 密密麻麻的裂痕向着周围蔓延 直到 哦 成年人都不能完全抱过来的一颗蛋 蛋壳在破碎后化作烟尘散落 只在夜九手心里 留下了一只巴掌大的灰色小鸟 就跟小鸡仔那么大 小小的 灰扑扑的 叫声都是弱弱的 要不是有标签信息 夜九肯定会把它当成鸡仔子 三级白孔雀幼崽 家园祥瑞宠物 祥瑞属性 家园内水系资源 能量正30% 成长中有概率晋级 或激活更多的祥瑞属性 投喂高能量的食物 有助于幼崽成长和进化 灰扑扑 可怜兮兮的 白孔雀幼崽 先给你取个名字 叫什么好呢 睡 就叫小骆吧 不要瞪我 要不然你和小丹小闹他们一样 我想想 夜九知道自己取名能力差 在小孔雀冲着他瞪眼的时候 确定是被嫌弃了 所以就想着换一个 至于小孔雀能听懂他说的话 这倒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祥瑞的吗 听到要改名 还是要改成小呆小闹的那种 小孔雀扑扔着他 还很脆弱的翅膀 冲着夜九连连摇头 他不是那两个呆呆的大个子 他听得懂 而且知道 这在人类语言里是什么意思 小骆就挺好的 很好 非常好 刚出壳的他 没遭受到破壳的苦难 却差点栽在取名这方面 他都顺着那个模式 想到了一些不能接受的名字 比如 小傻 小蠢 主人挺好的 有好东西都给他了 但是 取名字这种事 主人 你真的太差劲了 孔雀生涯第一道砍 差点就栽了 你喜欢这个名字 小骆 小骆 夜九捧着连连点头的小孔雀 第一次在取名字这事情上 拥有了些许的成就感 他的开心没持续多会儿 在感觉到危险的时候 直接把小孔雀放在肩头 头上的发带一扯 就先收了起来 其他的装备都没关系 还能给自己扛点伤害 但那个发带属性好 他舍不得搭进去 我就知道 就这还总是嫌弃我 不穿衣服 我穿了 但是被烧没了 夜九站在地上 看着自己手里瞪脸的小孔雀 心塞塞的拿出一条裤子穿上 烽火的洗礼 就是很简单的烽火缠绕 烧一烧 刮一刮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一点强度 都没有伤到他的皮肤 甚至连头发都没能烧毁 但是 装备又没了 还好他提前感觉不妙 先把发带收起来 要不然也得遭殃 小孔雀的叫声 欢乐了很多 嗷嗷上扬的语调 还有他冲着夜九张嘴 扇翅膀的动作 都是很可爱的 小孔雀再次张嘴 小翅膀指了指他的肚子 主人你笑什么 饿了呀 刚出壳的又在 饿肚子了 小洛 你吃肉的 是吧 夜九看着小孔雀 往他手心里躺下 翅膀肩在肚子上拍了拍 特意让他看清楚的样子 笑得更加开心了 手指贴在小肚子上摸了摸 在小洛两个翅膀 往肚子上挡的时候 单手捧着这个小家伙 就走向了房子的位置 天已经黑了 但不影响 他要做点吃的 到了屋子里 把小孔雀放在床上 他拿起放着的那一条四级的肉 出门开始在铁板上 把肉切碎 切碎的肉末 加上盐 在手里捏成了肉饼 锅里加油 锅底的火焰燃烧 烧热之后 把一个个的肉饼 贴在锅边煎熟 捏碎后 放在一个碗里 稍微凉一下 才放在地上 让他去吃 小单和小闹的 不用捏碎 这俩更喜欢大块肉 直接嚼着吃 切碎了做肉饼 主要是担心 小洛吃不动太大的 所以在煎了几个肉饼之后 夜九已经直接 把切肉片下锅 炖出来了 满满一大份 四级蜥蜴王的肉 能量就是高 小洛你慢点吃 这还有几个肉饼 都是给你留的 夜九自己盛了一大碗 坐在一旁端着碗吃饭 画一下肉质好的同时 还要看着点小孔雀的情况 当看到小孔雀一直吃 吃了比他体型 多出好几倍的食物之后 他再次的确定了 自家都是吃货 挺好的 爱好一致 不会有什么冲突 小洛抬起小脑袋 两个圆溜溜的小眼睛 看看夜九 摇摇头 用翅膀拍拍肚子 他还能继续吃 主人你要知道 这可是祥瑞属性生物的 身为祥瑞 就是要多吃 吃得多了 才能积攒更多的能量 能量充足 才可以激发出 更多的祥瑞属性 总之 不能饿着 能吃就行 不要撑得难受 咱们家不缺食物 明天我再去二级副本 多找点食材 这一阶段 也就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了 夜九看着小洛的反应 笑着点点头 没限制他的食量 反正他自己也明白 吃多吃少 他自己会控制的 再次给他拿了肉饼 在看到这小家伙 眼神总是往肉片上飘的时候 又给加了片肉放碗里 虽然吃得费劲 但小孔雀 还是把一片肉撕扯着吃完 还是很有难度 嗷屋 吃饱喝足 小呆看看空了的石盆 凑到夜九的身边 用脑袋在他的腿上蹭了蹭 吃撑了 他好像是要进急了 进急啊 夜九听不懂 但他能看见小呆的信息 摸摸榔头 他先抱着地上吃饱了 直接睡的小闹 把他抱进屋 放在了床尾 小洛倒是没什么事 但在跟着进屋之后 他留在床尾 贴着小闹没再跟出来 回到院子里 夜九抱起小呆 来到了他之前 杜雷杰的那个位置 哦 小呆要进急了 进急的感觉是很不舒服 现在被夜九抱着 脑袋贴在他的胳膊上 委屈地蹭了又蹭 进急是好事 可进急之后 应该会很饿 去吧 等会儿给你单独加餐 夜九摸摸小呆的脑袋 对于如何让一个吃货 更有动力 还是很了解的 手指在狼肚子上摸了摸 在看到小呆的眼神 瞬间亮起时 夜九知道 这方法果然是最管用的 放开了小呆 让他在浮现出的风中 自由伸展躯体 当火焰也在风中浮现时 夜九已经飘在空中静静等待 风火缠绕 这风这火 都比他刚才经受的风火洗礼 要强了很多 也可能是祥瑞本身 就不代表灾难 反正他是觉得 那真没什么危险 狼嚎声 在风火缠绕的区域传出 从最开始的兴奋 逐渐变得有些破碎 当风火团子 再达到一个临界点 突然的暴涨之后 一只体长超过五米的巨型狼王 出现在夜九的眼前 头顶上 依旧是有着火焰型的一撮红毛 其他的毛都是银白色 在周围的火焰照射下 多了一层光亮 小呆的进击 没什么危险 很顺畅的 就跨过了这一步 只是他刚吃饱的肚子 又饿了 乖啊 咱们吃饭去 夜九两只手 抱住往他怀里 钻的大脑袋 拍几下 又给他顺顺毛 然后才落在地上 向着房子走去 五米高的狼王 这脑袋带的 他真的只能勉强抱住一个脑袋了 小呆感觉 踩地面的他低了低头 看着还没他腿高的主人 一双本该睿智的狼眼里 闪烁着呆呆的疑惑 主人 你怎么变得这么小了 这么小的主人 难道要反过来 他抱着主人 可是 怎么抱 抬起爪子看看 好像自己做不出 主人抱着他时候的动作 宠物 小呆四级狼王 烽火 成年期 战力值509 保时度5% 健康度100% 进入四级之后 可单方面觉醒语言理解能力 他饿了 他又饿了 小呆这次的突破 这倒也是挺正常的 不过 是要进入四级 才能单方面觉醒语言能力 那小洛 小洛是祥瑞 特殊型 倒也确实是不太一样 而且在孵化了小洛之后 叶九也已经确定 祥瑞并不是指某一个物种 而是带有祥瑞属性的 特殊动植物 哦 小洛在看到叶九回来 直接打开那个柜子 拿出来了好几份 顿输的肉之后 好奇地跳到他肩膀上看一看 当走出了房门 他看到体型那么大的 银白色狼王时 小洛疑惑地眨眨眼 用翅膀间的羽毛 戳戳夜久的脸 又指了指这个 看起来跟小呆 有些像的大型狼王 主人你辛苦了 小呆的家长 一定需要很能吃 咱们家是不是要缺肉了 哦 小呆能听懂 本来是要低头吃饭了 现在回头盯着小洛 让他不要捣乱 什么叫小呆的家长 能吃几十喷 他绝对不会吃那么多 绝对不会 还有 谁是家长 他只是长大了 长大了 哦 小洛抬起翅膀 挡住小脑袋 从羽毛缝隙里 看着小呆 再多看了几眼 确定真的是小呆时 他扇扇小翅膀 就飞到了狼头上 早说是你啊 还以为是家长也跑来了 吓到鸟了啦 小呆眼神迷茫地看着夜久 想问问主人 咱们家这个鸟 是不是太闹了 它仗着体型小 就这么 在狼脑袋上扑腾 现在低头吃饭 会不会把它摔到地上去 要是摔坏了 摔哭了 会不会哄不住 毕竟这不是小闹 闹腾的时候 直接张嘴咬住狗头 就能让它强制消音 这么小的小鸟 这要是冲着它张嘴 在嘴里都不够撒牙缝的 先让小呆吃饭 填饱肚子 夜久伸手 从凑过来的狼王 脑袋上 把扑腾的小孔雀抱下来 都说又宰小的时候 喜欢闹腾 可这小的也太能闹了 好在它的声音不是太高 而且 不是最让人烦躁的那种 叽叽喳喳 要不然 真会头疼的 哦 被抱住的小落 张张嘴小声的叫唤一声 翅膀贴在身上 歪歪头 将脑袋 靠在夜久的大拇指上 主人最好了 他这么闹都没有生气 还是会哄着 这么好的主人 他很喜欢 可是他没有战斗力 在小呆已经长成狼王的对比下 更觉得 自己好像没什么用处 祥瑞 也就是名头好听一点 真要是家里出现了什么危险 他什么忙都帮不上 在主人做饭的时候 他跟小呆和小闹聊过 知道家里 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危险生物 大部分时候 都需要主人出手才能处理 乖啊 等小呆吃饱了 咱们种墙威花 白墙威花王 给了很多的种子 足够咱们种下一大片了 夜久手指摸摸小落的脑袋 在给小呆放下了吃的之后 进屋把小落放在床上 然后去将之前制作好的墙化液都取下来 挂上去继续售卖 现在的玩家 基本都知道 要在下一环节之前 把家园的绿化升级起来 所以 一级土壤和二级土壤强化肥料 价格始终上去了 就一直没下来 不过 夜久 是用三级的能量珠去收购 在大部分玩家 可能都还拿不到的三级能量珠的情况下 还是有很多人 愿意多弄一些强化肥料 来进行兑换的 毕竟 想用低级的物品换高级 这种机会是挺少的 收购的肥料有很多 取出来放在包裹栏 夜久拎着灯笼 开始干活了 哦 小呆吃饱了 跑到田地里 找到夜久 低头把他拎着的灯笼 把手叼在嘴里 行吧 你陪小落玩会 知道你们能沟通 聊聊天姐姐们也行 我继续重点 重植这种事 夜久只能自己做 现在灯笼让小呆提着了 他顺带把肩膀上的小落 也放在凑过来的狼脑袋上 他现在一边撒肥料 一边撒种子 两手操作 确实是能快了很多 只是 小呆确实是能跟小落交流 但他嘴里叼着灯笼 在不放下灯笼的情况下 还是老老实实地闭嘴吧 小落也有些心事 没有笑小呆的委屈瞪眼 乖乖地趴在他脑袋上 爪子抓着两撮狼毛 防止掉下去 狼毛太顺滑 以至于他根本没办法 在狼脑袋上团个窝 暂时住一下 那家伙又开始了 夜久在辛苦搞种植的同时 也没忘记看看聊天频道的信息 之前是小落出壳 小呆晋级 一直忙着没关注 但他能猜到 180 肯定少不了要在聊天频道闹一闹 果然 就是现在在打开 他还是看到了 又活跃到开启抽风模式的 180号玩家 180 太惨了 真的太惨了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过分 我就是在副本里遇到了一个大佬 要抱一下大腿 被嫌弃了而已 你们一个个的都在笑我 都嘲笑一个多小时了 能不能聊点新的话题 想抱大腿 怎么就丢人了 你们看见了 也会想抱大腿的 就是大腿太壮 把我这个小可怜 一脚就给踹飞了 555 9999 不哭不哭 大腿吗 我也喜欢的 像咱们这种小可怜 遇见大腿 真的恨不能贴上去 被带回家 可惜了 咱们都太弱了 没点实力 真的抱大腿 都抱不住 填饱我饿惨了的心 8 饿惨了的 心 你家心是用来吃饭的呀 大腿什么的 我也喜欢 可惜没遇见过能抱住的 只遇到过很多 想踹死我的 808 我了个去 你们都这么说话 让我们这些弱小的玩家 瑟瑟发抖 1209 我就看看 不说话 6822 很想知道 今晚一直喊着 要抱大腿的人里面 有没有前几名的大佬 1000 大腿 小腿都没遇到过 实惨 聊天频道 一片抱大腿的话题 跟着刷屏的很多 夜九一边种地一边看 当看到一些在排行榜上的编号时 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而且 他在自己看热闹的时候 还跟自家的小呆和小洛讲了讲 讲讲那些玩家们 都是怎么惨兮兮地 讲述着他们的脆弱 哦 小洛听着夜九讲的 那些玩家们 装弱卖惨的事 笑得他开小翅膀 踏在了银色的狼毛里 人类真的很有意思 不弱却要装弱 有些弱的 还要冒出来 自称强大 因为看不见 所以 就可以毫无压力地伪装 又或者 就算是能看见 伪装也还是可能会出现 若是以后 见到了自家以外的生物 一定要小心防范 绝对不能让外面的生物欺骗 小呆和小闹都呆呆的 但他们武力之不错 这种辨别真伪的能力 就由他这个 没什么战斗力的来练习吧 白蔷薇花王给的种子 都种下去了 咱们回去睡觉 明早起床 还要再去副本 夜酒撒肥料加种植 忙到了晚上的十一点多才结束 停下来伸出手 在狼脑袋上拍了拍 抱过掌心那么大点的小落 另一只手拎过灯笼 就往房子的方向走去 很晚了 好好的睡一觉 明天还要再去好好的努力一天 虽然之前也没闲着 但那时候 几乎都是在忙着提升自己 现在临近第二环节了 才再次努力 这就有种 要考试了 才开始读书一样 着急啊 回到屋子里 灯笼挂在了墙上 夜酒先把制作出来的强化药剂 挂上去卖掉 这东西 只能玩家使用 宠物不能吃 除了卖资源之外 也没别的用处了 收拾好这些 夜酒摸摸 还在沉睡的小闹 躺下来盖上薄被子 很快就进入了睡梦中 一觉安稳 睡到了天大亮 起床后 跳进水时洗个澡 抱着两条半米多长的大鲤鱼出来 今早炖个鱼汤喝 汪汪汪 小闹也是刚睡醒 虽然没有进击 但他的站立值和成长进度 都提升了许多 摇晃着尾巴跑出来 贴在夜酒的身边 在被摸摸脑袋之后 笑得傻里傻气 啊呜 小呆在家里逛了一圈 头上是抓着两座狼毛 开心舒展翅膀 一直跟他聊着天的小落 汪汪汪汪 小闹仰起头 看着外表变化极大的小呆 一双狗眼 透露着清澈的迷茫 长大了 小伙伴变成大狼王了 呜 小呆低头 跟贴在主人身边的小闹对视一眼 在小闹还没反应过来时 他扯了扯嘴角 笑容灿烂地靠近一点 然后大嘴一张 含着狗头 就把小闹拎了起来 呜呜 小闹在被拎起来的时候 最开始还扑腾了一下 但只是扒拉两三下 就挺直不动了 主人 来救狗命啊 呜 呜呜呜地喊了几声 小闹发现 没有管他的 两个前爪 试着朝上扒拉几下 扒住狼嘴之后 终于不用悬空了 狗子脑袋在狼嘴里动了动 没咬下来啊 脖子在牙缝里 还能转两下 还行 这狼牙看着挺厉害的 咬一口试试 能咬动吗 呜呜 小呆在 等着小闹求饶 结果发现 没把狗子吓到 这狗子脑袋 在他嘴里 还要张嘴到处哽 张嘴把狗头吐出来 狼王嫌弃地抬起爪子 把这个缺心眼的 狗子脑袋踩了踩 都被叼在嘴里了 还乱动 太蠢了 汪汪汪 小闹表示 自己不是蠢 这不就被放开了 自由了吗 至于被踩着狗头 从一开始 他就经常被踩 习惯了 而且 偶尔偷袭一下 他还是能踩回去几次的 夜九看着他们的玩闹 伸手接住了小洛 给趴在他手心 无声大笑的这个小不点 顺顺羽毛 他们一直都是喜欢这么玩的 所以 就不要在他们玩耍的时候 去打扰了 早餐吃炖好的肉 再来点鱼汤鱼肉 吃饱了之后 在家炖回来 再看着小呆陪小闹 完了一会之后 夜九从美食储存柜里 拿出了几盆肉 然后 给他们分别大盆小碗的 盛上鱼肉和鱼汤 这就是今天的早饭 吃饭是很快速的 在早上六点半多的时候 夜九已经收拾好 打开了去往二级狩猎副本的传送 二级三级的兽皮和血肉 这些都存下了挺多的 他现在的重点 还是去开箱子 或者是能弄到一些三级四级 能自由加工制作的血肉 开启二级狩猎副本 副本玩家数量时 副本可狩猎生物一千 这一次的二级狩猎副本 进来之后很平静 平静的 连一点风声都没有 因为 他出现的位置 是在一个山洞里 这环境 夜九走在山洞里 感受着山洞里的空气越来越热 火系能量越来越多 他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走向火山口 最开始只是猜测吐槽一下 可当他走了十几分钟 真在前方出现了岩浆湖的时候 还是感觉有点离谱 这岩浆 三级岩浆 可采集 狩猎副本里 不会有花草树木之类的可采集物 但这里面会有宝箱 和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像采集副本里 也会有能被击杀的动物 但动物的皮毛 同样不在可采集物的数量里 大概就是 有些东西有限制 但有些东西又是互通的 现在这岩浆是可采集物 可这东西 要怎么采集 再次的往前 走了几十米 夜九站在了这个范围很大的岩浆湖边缘 直接伸出了手 三级岩浆特殊材料 使用范围不明 说不定有人想在家里造个火山 夜九看着自己手中 已经背得空气球包裹住的这一团岩浆 尤其是被那个提示给逗笑 家里造个火山 或许还真有 毕竟玩家不只是人类 而且 就算是人类 也可能会有许多喜欢火属性的 特殊材料都是好东西 夜九的身体强度 对这点温度不是很在意 直接把装备脱掉 就跳进了岩浆湖里 三级岩浆加一 三级岩浆加 四级岩浆加一 再捧起一份份岩浆 然后不停刷新的提示里 突然有个不一样的 让夜九停顿了一下 四级岩浆 夜九低头看看 他捞得太上瘾 已经来到了更深的一片区域 四级岩浆粹体 身体强度加一 夜九觉得 四级这次是运气爆发 直接扔到伏地之中了 先是伸手就能捞起的三级岩浆 又是四级岩浆 还能在四级岩浆里面 进行粹体强化 虽然他在家 也随时可以用雷系能量 给身体进行淬炼 但那是他加脸 现在 副本里的粹体 还是火系粹体 这不只是增强身体强度 或许还能增加一些火系的抗性 身体强度淬炼 已达当前阶段上限 让他无奈 但也没办法做出什么改变的这一条 身体强度淬炼 已达上限 但他的精神强度 还差了点 而且 就算是精神强度提上来了 他也不可能在副本里进击 所以 上限就上限吧 他现在忙着 收集这些三级和四级的岩浆 都分别收集一万多份了 暂时顾不上其他的 四级岩浆加一 三级岩浆加一 三级 四级 身体强度淬炼 已达当前阶段上限 无法 提示音不停地响起 叶九现在除了关注包裹栏里的数字增长 再就是 小心探测自己周围 是否藏着未知生物 这么招人喜欢的一个岩浆湖 要说里面一个生物都没有 他还真不太敢相信 能量充足之地 很可能就会存在着 属于这个地方的特殊生命体 时间一点点过去 叶九都在这个沸腾的岩浆湖里 泡了一个多小时 依旧是什么都没发现 身体强度淬炼 已达当前阶段上限 无法继续提升 身体强化淬炼 已达当前阶段上限 无法继续提升 火系属性激发1% 这上限的提示 也不用一直 嗯 叶九内心吐槽一下 这提示真敬业啊 可这连续刷出的提示 突然多了个之前没有的 火系属性激发1% 火系属性 第二属性 叶九打开个人信息栏看一眼 在特殊属性栏里面 确实是多出来了一个新的标签 特殊属性 雷四级 按火一百分号开启第二属性 一新二用可还行 个人信息里的这一条 多了个火系属性激活的百分比 叶九看的有些想笑 这提示其实还是很贴心的 一新二用什么的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而且雷系跟火系 多多少少的也沾了点关系 有了这个1%的开始 接下来的属性开启 就顺畅了很多 几乎每分钟都能给它增加1% 在超过了50%之后 20多秒就能增加一次 捞取岩浆的双手也还在继续 只是这岩浆壶 也不是要在一个地方不停地捞 需要一边捞一边移动 不然就可能双手一捧 只有岩浆没有材料 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 火系能力觉醒成功 火系一级能力觉醒了 就能够修炼了 在岩浆里激活的火系能力 没有什么地方的修炼 能比现在合适 只是在他开始尝试 吸收火系能量之后 叶九发现 他捞不出岩浆了 能采集的岩浆 是特殊材料 这就是火系能量 在这个地方凝而不散 不被吸收 所以才跟岩浆混在一起 逐渐地成为一种材料 现在的情况 是叶九吸收火系能量的时候 不再是雷系的吞噬后转化 而是直接属性对应的汲取 所以这地方的能量 就跟存储的容器 突然打开了出口 完全不需要费力的 就向着他汇聚而来 被撑着的感觉 叶九之前被雷结萃体 那时候 虽然也是雷系能量硬贯 但总归是自己 有原本的实力作为底子 还没到撑着的程度 现在不一样了 当他的精神力强度 迅速被提升到999的数值 然后就卡住无法提升时 他真的有点难受了 现在都不是他想不想在副本里突破 是一直在提示他 副本里不能让玩家进行突破 Boss突破 玩家需要回到玩家的家园 用家园里的能量 进行实力突破 好在他也不是完全 没有一个能量的宣泄口 数值不能跨越 但他的火系能力 还需要单独升级 开启吸收之后没多话 他凭着感觉 给火系提升到二级 隔了半个多小时 又从二级升到了三级 两个多小时之后 火系能力提升到了四级 四级跟雷系同步了 但这次是彻底的卡上线了 好在这次 虽然是卡了上线 但这言江湖 也只是能培养出一个四级而已 副本也有上线 所以 叶九的火系能量吸收 逐渐慢了下来 直到整个岩浆湖的热度 开始下降 在逐渐冷却的山洞里 叶九看着岩浆湖中心 显现出的红色金石 走过去 伸手拿了起来 四级岩浆湖核心特殊物品 可放置在玩家家园内 投放岩浆 可制造出火属性能量场景 当前上线四级 火属性能量强度和范围 跟随投放的岩浆等级和数量 这还是成套赠送的 叶九看看包裹栏里 那两个等级的岩浆 这是直接回家就能布置了 而且 岩浆湖核心的放置 没有土壤和家园等级的限制 最近这运气 是越来越好了 可能很大的功劳 是来自于小洛的祥瑞属性吧 回家 要好好的谢谢他 叶九拿着岩浆湖的核心 收起来放在包裹栏 越想越觉得 是小洛的运气给了加成 想想以前 虽然大部分时候 也能拿到很多东西 可那些跟现在相比 还是差距非常大 而且 小洛的情绪 似乎是有些不太好 明明就是祥瑞 但他还是会羡慕 小呆和小闹的武力值 作为一个好的主人 自家小家伙们的心理方面 自然是需要多一些照顾的 看看小呆和小闹 他俩的日常 那是非常欢乐的 就连被踩了 都能乐呵呵的 等着机会再踩回去 总之 要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发光点 就剩我自己了 还是出去看看吧 不差这会儿了 叶九看着漆黑一片的山洞 抬手放出一个火球 飘在了他的周围 从已经逐渐冷却 凝结的岩浆湖里走出来 叶九拿出装备穿好 然后顺着那条通道 向外走去 路上什么都没有 他开始跑了起来 跑着的时候 打开看了看副本信息 玩家只剩下一个 那自然就是他了 可狩猎生物 还会有700多只 可能是比较危险 其他玩家没有收获就退出 或者是直接栽在副本里了 半个小时候 他在山洞里 弯弯绕绕的一圈圈 盘旋而上 终于从越来越冷的山顶了出来 雪豹 夜九看着前方趴在雪地里 懒洋洋翻个身 两只前肘搭在肚子上的泪猫生物 感觉手有点痒 这懒散的状态 这看着就感觉软绵绵的毛 手感一定很好的吧 四级雪豹 王级 战力999 战力999 又是一只卡上线的 而且 能力标签都是问号 之前一直以为 是白强微花王的能力不一样 毕竟植物系没爆发之前 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才显示 现在看来 动物也是一样 不爆发出来 就能够隐藏 那大白蛇是什么情况 当时的情况 大白蛇是一直都开启了某种能力 所以 才会直接 显示出了能力标签 可他也没看出来 大白蛇当时是在干嘛 除了把他扔嘴里 到处去开箱子 希望下次环节 副本里能再见到大白蛇 到时候 可以跟他聊一聊 喵 躺在雪地里翻滚玩耍的雪豹王 在看到夜九的时候 圆溜溜的大眼睛里 闪过了明显的尴尬 杨躺在雪地里 他歪头看着夜九 我是从里面出来的 路过 真的是路过 夜九摊开两只手 表示自己没带武器 在雪豹的注视下 又往旁边走了走 找到一个雪比较厚的地方坐了下来 他对没有表示出敌意 而且是王者级别 而且卡在临界点的生物 真没有想要战斗的想法 喵熬 雪豹王翻个身 趴在雪地里 爪子抬起 指了指地面 里面出来的 所以 封印着他的那个火焰锁链 是这个人类解开的 他会一直无法晋级 都是因为在很久之前 就被封印了起来 无法离开 也无法跟外面的生物接触 刚才束缚着他的火系 球龙消失 他这才开心地 在雪地里打滚 享受着终于获得的自由 是下面 有个岩浆湖 我把里面的能量吃了 然后才终于能爬出来看看 夜九不清楚 这雪豹王跟岩浆湖 是否有关联 但下方是岩浆湖 上面是雪山 双方之间 应该是有些冲突 所以他分析了一下 觉得自己吸收掉 岩浆湖的火系能量这件事 可以跟雪豹王分享一下 说不定还能让雪豹王心情好了 会让他摸摸 这又厚又软的豹毛 鸟 雪豹王听到下面的热量没了 心情确实是很好 雪地里滚了两圈 庞大的体型 也没影响到他的玩耍 而夜九就坐在那里 看着雪豹王的玩耍 笑得越来越温柔 真可爱啊 雪豹王 你看我都到这里了 这地方也没有其他的玩家 你帮我个忙呗 能不能找个其他的四级生物 你帮我撕两块肉下来 我家有几个小家伙 都喜欢吃肉 但我自己狩猎的 不能单独撕下来 夜九在看着雪豹王玩了一会儿之后 提出了一点小要求 箱子他不惦记了 在没有其他玩家的情况下 等他一走 所有的都应该是雪豹王的 但他对四级动物的肉 是真的很想要 至于可能会被拒绝 被拒绝就直接回家 他也没时间去继续搜寻了 可万一雪豹王能答应 那他自己没问 就是错过机会了 喵熬 雪豹王抬起前找比划了一下 就只是要几块四级的肉 这人类的要求太简单了 而且他竟然还在紧张 豹王怎么可能会是这么消遣 是这个人类把他放出来的 本来就是要送点什么 作为谢礼 好像这个人类不知道这件事 而且看这人的状态 是不知道 他已经被卡在了时间的边缘 在一段时间之内进行突破 这是他们一次次要完成的闯关模式 成功了就继续努力 更进一步去追求一个未来 失败了就会被抹除 若不是这个突然出现的封印 他在可以开启下次晋级的第一天 本身就是可以杜劫的 可惜这山头是个坑 他看着满山白雪 感觉适合自己就跑了进来 却一直被困到刚才 来点四级的肉就行 我也不能跟你抢东西 夜九笑容腼腆的 抓了抓有些乱的头发 他之前从山洞里跑着出来 发带扎得有点松散 鸟 雪豹王站了起来 比小呆还要大了很多的体型 抖抖身上的毛 下了一场细碎又密集的雪 抬起爪子指了指方向 他歪歪头 示意夜九跟上 这座山很高 可以算是整个副本里 最高也最冷的区域 在雪豹王往下跑起来的时候 夜九只能用雷光瞬移的方式跟随 最初雪豹看到 他的雷系能力 还好奇了一下 随后就跟竞速一样 越跑越快 直到几分钟后 他停了下来 夜九也紧随其后的跟上 在他们前方的 一只四级兔子已经被吓傻 四级的雪兔体型很大 看起来应该有个二百来斤 鸟 雪豹王咧嘴笑了笑 抬起爪子拍在雪兔的脑袋上 这肉嘟嘟的厚重大爪子拍下去 就只剩下了雪兔的身子 虽然雪兔实力也有五百多 但雪豹王被封印了这么久 虽然没晋级 可以只是数据上没提升 全都给我 夜九看着雪豹王用钱找往前推了推 这没有脑袋的雪兔 全都送给他了 那个 就是 我能摸一下你的爪子吗 毛茸茸的 软软的 应该是很好摸 夜九觉得 自己现在笑得像个变态 不过 雪豹王没嫌弃他 还抬起了另一边的前肘 很温柔地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真的 一点力道都没有 好像是担心一个用力 就会把他拍死一样 拍了拍夜九的肩膀 雪豹王在被摸了几下爪子之后 迅速收回 又指向了旁边的一个方向 只送一只没了脑袋的兔子 他觉得太丢豹王的脸了 所以还是再给他一些 人类玩家喜欢的东西吧 看他也应该不像是会早死的模样 不能等以后再相遇的时候 被这人类觉得 是豹王太小气 而且 未来若是真能走到最后 当他跟同类们 聊起现在禁忌时的磨难 这种谢礼在说出去的时候 一定会被嘲笑的 给我开 夜九喜欢开箱子 尤其喜欢副本里终结宝箱 但是 他不想跟副本 卡在了禁忌临界点的boss墙 不管是处于什么心理 他就是没想过要这么做 可这一次 他不想惦记 雪豹王却偏偏要让他拿走 鸟 雪豹王咬着大兔子的半截尸体带过来 到了门口扔下 然后用脑袋贴过来 推着夜九进去 这确实是好东西 但他不需要这些 他早就可以自行禁忌 只是被卡住了而已 等会儿 这人拿走了这些东西 离开后 确定雪豹王是点头 就进门 把这个终结宝箱打开 包裹栏里 已经能有四个包裹被沾满 现在只能装进去21份 二级三级四级的能量珠 加起来有几百份 夜九全都收了起来 配方图纸 条件允许 他就挨个学习了 一些数量较多的材料 都收进包裹栏 最后还剩下一些种类多 数量少 而且夜九看过后 发现价值不高的 这些都在终结小屋里 继续飘着了 再次的走出房门 夜九冲着雪豹王伸出手 大豹子 谢谢 被送了一堆的礼物 夜九抬手放在 大豹子抬起的前掌上 跟他做了一个 类似于击掌的动作 鸟 雪豹王看看自己的爪子 他就是看到 这人喜欢摸 让他摸一下 这个拍掌心是干嘛的 算了 不纠结了 他也该离开了 那我就回家了 大豹子 下次再见 夜九两手抱起 地上的兔子尸体 他其实也不知道 自己这么抱着 能不能全都带出去 但上次在花王那里 能带条肉 现在带个半 被他抱怀里的半截尸体 应该也可以吧 再次的道别 在雪豹王冲着他点头之后 选择了退出副本 在最后一个玩家离开后 原本还很平静的副本 瞬间开始了数据崩溃 终结宝箱被带走 就等于这个副本已经没了 后 雪豹王仰起头 以他为中心 爆发出强大的冰寒之气 原本溃散的副本 竟然被冻住了 随着冰寒之气的冲刷 崩溃的副本数据 全都化作了能量 再次的以他为中心 进行重组 他的脚下 出现了厚厚的积雪 积雪开始向外扩散 一座雪山成形 随后 就是迅速增加的能量 再将这个晋级之后的 全新副本 进行塑造 看一眼重新塑造的副本空间 雪豹王趴在雪地里 懒洋洋的打个滚 两个前爪捧起白雪 张嘴吹了吹 这次 他不会到处乱跑了 就在这里等着 等得无聊了再晋级 似乎 其他的生物的晋级 都需要要度雷劫才可以 真弱呀 那个人类挺可爱的 会给他这种存在 留下那些宝箱 心意是挺好的 可宝箱里面的东西 一点都保持 之前会被困住 可能就是因为 他吃了一些宝箱里的东西 以后他都不会再有兴趣了 不过嘛 那些肉类 还是不错的 他等会儿锁定几只味道好的 引过来宰了尝尝味道 雪兔的肉 应该是不错的吧 再等等 等那些能量凝聚的四级雪兔 长大一点 等出现了五级的 就可以开吃了 就是 大豹子 那个人类给的称呼 怎么感觉 这么呆啊 我回来了 夜九回到家 看着怀中抱着的四级雪兔尸体 心情很好的原地 吼了一嗓子 大大小小的三个 本来是在巡视家园 这时候 感觉到主人回来 就转头往这边跑 在听到夜九喊话的时候 他们动作一致地仰起头 叫了两声作为回应 这是四级的雪兔 在副本里 遇到了一只很软的雪豹王 他送给咱们的 我先处理一下 炖上一锅再干别的 夜九伸手给跑到身边的三只顺顺毛 讲了讲这半只雪兔 是怎么得到的 然后 就开始扒皮去内脏 把肉切开一块块的 放在了桌子上 这雪兔的皮不错 就不扔掉了 等会儿处理一下 铺在地上 给你们当毯子用 夜九设了是雪兔的皮毛 这要是埋下去当肥料 真的有点浪费资源了 一整张皮拿去洗了洗 打开后 放出一片火焰 在那层烧了烧 确定没太多的血腥味了 这才拿过来 铺在房前的地里 炉灶 木柴等杂物 铺开在一块空地上 跟他们说了 可以踩 小闹和小洛 已经窜上去 趴着试一试 经上午的时候 他们刚觉得 小呆身上贴着挺舒服 毛茸茸的感觉真不错 现在 他们不需要再让小呆 躺下来当垫子了 咱们现在去看看 放个岩浆糊 小洛 你可真是咱们家的宝贝 自从你来到家里 从你还没出口开始 夜九炖上了一大锅土肉 放好了柴火之后 捧起小洛在手里 一边用指尖给他梳理羽毛 一边讲讲 他们家自从祥瑞进门之后 就在运气方面 被增强了多少 小洛被夸得脑袋晕乎乎 抬起小翅膀 把小脑袋藏起来 贴在夜九的手上 发出了弱弱的笑声 被夸了 主人夸他了 主人说 他带来好运了 主人你太好了 主人最好最好 最最最最 最好 家园祥瑞宠物小洛 因被承认了存在价值 情绪过于兴奋 进入随机进化状态 夜九盯着手心里 团成了球一样 疑似是睡着了的小洛 一时间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笑出声 讲一讲 他给家里带来了多少的好处 他救 救着吗 进化了 家园祥瑞宠物小洛三级 百孔雀幼崽 玩家祥瑞增幅 玩家好运值翻倍 玩家自身的当前运气翻倍 好坏都翻倍 宠物祥瑞增幅 宠物成长速度 正30% 宠物突破成功率 正30% 家园能量增幅 水系正30% 火系正30% 家园资产增幅 生长速度正30% 资产产出正30% 在夜九 扩建出一部分家园面积 然后放下了岩浆湖核心 又把加起来 两万七千多份的岩浆 放下去之后 小洛已经晋级完成了 羽毛稍微的长长了一点 体型没多少变化 但他的信息 却变化非常大 最初只是有 家园水属性能量的增幅 现在这直接就全方面的开启 你的宠物小洛 终于有了他身为 祥瑞宠物的 自我身份定位和认知 翻了翻生存手册 夜九在这部分 岩浆资源的信息之前 找到了一条小洛的信息 这还要自我认知足够 才能正式开启 好像也算是正常 小洛进化了一次 醒来后 珊珊羽毛稍微长了一点小翅膀 小脑袋在夜九的手指上蹭了蹭 主人对他太好了 明明之前都没有起到 什么增幅效果的 但主人还是把那些好运气 都说是他带来的 他一定会努力长大 给主人带来更多更多的好运 小洛的辅助能力更强了 夜九的手指在小洛脑袋上摸了摸 虽然现在才出现这些显示 但他依旧认为 之前的好运气 都是这小家伙带来的 当然他自己的运气也很好 要不然也不会得到 带有祥瑞属性的小洛 哦 小呆凑过来 脑袋在夜九的手背上蹭了蹭 让小洛去他脑袋上 主人一直用手捧着小洛 会累的 而且锅里炖的肉 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走了 先吃饭去 夜九看眼前方椭圆形 长三十多米 宽有十米多点的小型岩浆壶 转身向着物资的方向走去 本来是计划 下午要去的 一趟采集副本的 但现在似乎是没那么多的时间了 家里的种子和强化肥料 都要使用了才行 虽然种植可以在晚上进行 但夜九还要给自己晋级 没有任何的提示 但他就是觉得 自己在下一个环节之前 将实力提升了 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第一环节 只需要绿化值 因为那时候 没给玩家修炼的方法 第二环节能修炼了 那么玩家自身的实力 也应该算是极为关键的一项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家现在真的不缺种子 在吃过了味道鲜美 且能量丰富的四级秃肉之后 小闹继续睡觉 或许能在今晚 完成他的成长和晋级 小单现在距离下一阶段很远 就叼着一个大的篮子 跟在夜九的附近 看着他摘下一框框的果子 去到一些没种植的地里掰开 将果核自然地掉在地里 房子里的制作 已经不再是三级强化药剂 现在全都换成了 夜九新拿到的三级拓展背包 图纸是开之前的终结宝箱才拿到的 回来就设置了制作 当然 他现在能制作的东西 不只是这一个 但夜九自己需要这个 而且 市面上出售的数量非常少 之前薔薇花王给的 还有今天雪豹王给的 加起来 有四五十个配方 家具 装备 家园布置之类 还有一份三级的精致小楼建造图纸 只是需要的半成品材料 制作起来很麻烦 夜九现在没时间去搞那些了 一下午的时间 夜九都用在了家园的拓展和种植上 等到了傍晚 盛出最新炖熟的这一锅四级兔肉 开始吃晚饭 这一下午 已经将那一只兔子的肉 全都炖好 装在一个个的盆里 放进了美食储存柜 小闹也应该是快要进击了 这些吃的放在外面 等他醒了 就让他吃饭 我今晚的进击 不一定要多久才能完成 吃过了晚饭 夜九端出几盆炖好的兔肉 放在墙边 跟小呆和小骆交代了一下 再确定 暂时没了其他需要安排的 他捧起小骆 在脸上蹭了蹭 蹭过带着祥瑞属性的小家伙 然后拍拍狼脑袋 将小骆放在小袋头顶 走出房门 他飘着 去到了之前度雷劫的那个地方 从出门 就开始汇聚能量在周围 没有着急引出雷劫 他现在需要 先在自己周围多攒一点 免得突破时候 能量不够用 毕竟是 双系的嘛 万一需要的 会比之前多上几倍呢 能量的汇聚需要时间 夜九就尽可能的吸收之后 控制着留在身边 直到晚上的十一点多了 他这才终于感觉有了底气 雷火两种属性 自内而外的爆发出来 这次的晋级动静有点大 天雷地火 在瞬间被引爆 空中的雷劫成形之时 雷属性被强化 原本在副本里 强化到平衡的双属性 瞬间出现了一面岛的压制 原本平静的岩浆湖 就在渡雷劫的这片区域附近 火属性被压制的时候 整个岩浆湖 开始了沸腾 不管是雷还是火 都是极其暴躁的 晋级开启后 这已经不是夜九去控制 而是这两种属性 在以它为基础 开启了一场争斗 而夜九 作为这一场爆发式争夺战的战场 它只需要维持住身体的稳定 不管是雷还是火 它都要 这过程自然是有些痛苦的 可它更多的是兴奋 是对两种属性能量碰撞时 能再次获取的领悟和理解 就在夜九沉浸式获取的时候 屋子里吃饱了 就睡得小闹醒了 小闹低着头 老老实实地去吃了肉 然后跑到一处空地上 完成了成长和晋级 它这次的晋级非常稳定 平和 毫无波澜 更没有丝毫的痛苦 除了晋级之后 乐得腿软跑去 再吃了一盆肉 小洛站在长到三米多高的黑色狗头上 让它看看主人那边 你能安安稳稳的晋级 是因为主人那边的能量太过暴躁 其他的属性被碾压 无法出现一丝一毫的波动 黑夜中 长发铺开在沸腾岩浆上的夜九 发出了一声声悠长的叹息 它 晋级成功了 这很正常 但是 它家的动植物 被摧毁了半数 刚才的晋级 它作为雷火冲击的战场 不管是属性的感悟 还是双向通吃的舒畅 都是非常的满足 然而 在最后 它以阴阳盘模式 把雷火全都收下的时候 以它为中心 造成了一片能量的冲刷 没有全部毁掉 就是在它的家园里 制造出了52万平米的焦炭区域 52万平米 它辛辛苦苦地不停制作 倒卖 副本各种刷 好运气的各种爆材料 这么久了 总共才拓展到了110万平米 这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 都只是空置的一级土壤 当然 被它摧毁的这部分 大部分都是空置的土地 除了靠近房子的那部分 它该庆幸 那时候往外圈跑了 至少房子没坏 爆炸的能量 只是到了房子附近 还隔了十几米远就停下了 昨晚 它突破之前 家园的氯化值 堆到了723万 现在这一波冲刷 还剩下了488万 总归是剩下了一个大头 可是 小若站在岩浆湖外面 看着主人哀声叹气 心情非常糟糕的样子 纠结的回头 去问小若 这情况 怎么办 主人是晋级成功了吧 小若站在大狗子的脑袋上 摇摇头 黏黏的 继续趴在小闹的头顶 主人是因为家里的植物矿产 都遭到了大量破坏才难过 可他们根本帮不上忙 就算是现在去种植 都来不及了吧 他记得主人说过 今早上天亮起来的时候 就是新一轮的结算 马上就要从黑夜转白天了 在岩浆里的主人 直接跳起就扑了过去 你不要下来 夜九本来是在忧伤自己 最后没控制住的这次失误 顺便看看 聊天频道里的某些获胜宣言 当然 这个都是某些人的自我陶醉 结果还没出来了 在看到小闹 直接往岩浆湖里跳的时候 他本来想躺坏的心思 也些着了 伸手抱住扑过来的大狗子 带着他 就出现在了岩浆湖外 你这体型 比我大了很多 不能继续钻怀里抱着了 当然 抱抱脑袋 还是可以的 站在岸边 夜九先拿出一条裤子穿上 然后在黑色的大狗头上拍了拍 小闹是真的 闹啊 好了好了 我没事 就是在想 这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 伸手在小呆凑过来的脑袋上拍了拍 又给跳到他肩膀上的小落 顺顺柔软的小羽毛 没控制住也没办法 还有五分钟就到六点 他也没必要再做些什么 从包裹篮 拿出了那条冒着蓝光的发带 将每次晋级都增长的头发扎起来 只是 这次也太长了 而且 头发上还泛着雷光和火星 我试试 应该能控制 夜九确定 自己做不到整天留着这种拖地的长发 解开发带 试着去控制头发上的能量 一点点 一丝丝 哦哦 小呆看着原本披散开一大片的长发 竟然真的可以缩短 他回头开始盯着一身银色的狼毛看 他这毛也挺长的 洗澡之后 要多甩一会儿 才能干 小闹那贴身丝滑的黑色短毛 就很简单 所以 他能不能也控制着 稍微短一点 哦 小洛抬起翅膀挡住脑袋 嘴角笑得一抽一抽的 小呆好呆啊 看来他不该吐槽主人的取名能力 因为真的 非常合适 就这样吧 没办法继续缩短了 夜九把头发的长度 缩回到后背 这样再扎起来 就轻松多了 收拾好自己现在的形象 衣服也都穿好 然后才打开个信息看一眼 他这次要看一看 那个提示 还能怎么吐槽 这次 他穿衣服了 穿好了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难 身体状态非常健康 这个几乎不会有变化 饱食度5%习惯了 你该去吃饭了 体力值120%过了 过头了 身体强度 1106雷火的双重淬炼 竟然才增加了100多点 精神强度 1088双细 就这 特殊属性 按雷五级 按火五级你 有没有想过 其实是可以分别进行突破 技能 是 雷火 翠体术 翠魂术吞噬技能 跑前面去了 总算有点意料之中的收获 功法 清心绝下次你可以选得更省心的 装备 五件三级装备优 学会穿衣服了呀 资产 14倍能量强度488 7万美14万 110 5万平米家园领地 52万平米损毁 4级岩浆湖 宠物 小带4级烽火 双细狼王 战力599 小闹4级土系猎犬 战力511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3级 白孔雀幼崽 包裹栏25 生存手册 虽然 但是 还是觉得 这个吐槽 欠欠的 夜久看着自己的个人信息 越看越觉得 这些提示 一点都不像数据类的展现 看看这些从屏幕里 一出满满嫌弃的话 一会儿吐槽 他饿得快 一会儿又吐槽 他双细脆体 却进展不够多 还嫌弃他双细 竟然在突破之后 只增加不到100点的精神强度 还有 那个可以单独突破的提示 这确实是他没想过的 这条略过 吞噬技能提到前边去了 原来这个 不是取名的先后 而是哪个更强 那雷和火 这意思 是并列 因为并列 所以 雷系先存在 就让雷系在前 清新爵 下次选歌比清新爵更省心的 还有更省心的 最后一点 这什么意思 什么叫学会穿衣服了 他本来就会穿 是每次进击 都会被全部摧毁 所以 他才没得穿 那个藏在系统 个人面板后面吐槽的 你出来 出来咱们好好聊聊 聊聊关于进击时候 装备总是被摧毁 还有会不会穿衣服的这个话题 第二环节 家园防守已结束 当前环节进度结算完成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成功保证了 二级目无损伤 家园防守评分 加2000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绿化资源评分 加488万7195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家园面积评分 加110万5380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水资源评分 加1526630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矿产资源评分 加153398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养殖资源评分 加195560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只三级 家园祥瑞生物 评分 加100万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处四级火属性特殊能量资源点 评分 加500万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玩家身体强度 1106 身体战力评分 加1106万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玩家精神强度 1088 精神战力评分 加1088万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两只四级宠物 宠物战力值 总和 1110 宠物战力评分 加1110万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家园防守 环节结束时 综合评分 4691万 0163 第二环节 10089区 第一名 奖励 自选 家园环境 改造模拟图 自选 二级 进阶版修炼功法 自选 家园防御模板 开启生存 第三环节 玩家出香时 求生世界第三环节 为期30天 此环节期间 玩家可以离开家园进行探索 有几率发现 其他玩家的家园 玩家掠夺尚未开启 玩家家园资源无法掠夺 玩家相杀无奖励 三级副本已开启 玩家每天 可自选进入的副本难度 一连串的通知刷出来 夜九站在岩浆湖边上 看着屏幕上的一串信息 刷了上去 当看到自己还是第一名的时候 他终于放松地 尝出了一口气 还好 是第一名就行 他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排名 但又不会 让人家看到他的 舒达啊 打开这次的排行榜 看着挂在最顶上的前十名 夜九笑了 第一名 夜九自己 第二名是180号的 21893390 第三名是1000号的 10205563 第四名是9999号的 10200050 跟前一名只差了5513 不知道第三名 看见了排行是不是会笑 但第二名的180 绝对会笑很久 第五名是1号的 989909 这个好像是 之前排名挺遥远的 这次直接提上来了 第六名是8号的 9889000 跟上一名 差距也不是很大 第七名是 997号的 9864800 第八名是 179号的 95020249 这位之前排名靠后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会去找 180打一场 毕竟这个玩家之前 一直都喊着 要做180 第九名是 682号的 9499998 距离上一名 这差距 第十名是 9899号的 9458590 这位再上次的时候 也是排名挺靠后的 只是这一个环节 追上来了 这是第二环节的前十名 夜九往后又多看了一些 上次第九名的 7187号 排到了 第25名 上次第七名的 8088 排在了 31名 上次的第六名 也就是那位 在最初很喜欢分享的 1209号玩家 这次直接调到了 118名 还有那个2020号 据说是 欠合体 有非常强战斗力的 他在第七百多名 综合评分 只有 100万3324 当初这位自己说的 成为 欠合体之后 身体强度有 七八百 现在评分 还有9000 这位的排名 在2000多 综合评分 只有73万 73万 数字看着是挺大 可玩家的身体强度 和精神强度 一点等于 1万评分的 不过 也不能说人家不行 至少是排在了 2000多名 每个区最少 有9999名玩家 就算是有一些玩家 已经死在了副本里 可这3000名 还是全都排满了的 看完这些排名 夜九顺手 打开了聊天频道 想看看那些玩家们 是不是已经开始 根据榜单 进行吐槽了 180 哈哈哈哈 1000 哈哈哈哈 8 哈哈 1 9999 哈哈 9989 哈哈 夜九往前翻了一下 看着排在前十里面的 这几位的大笑刷屏 再看看后面那些 跟着刷的 某些人笑是开心的笑 至于跟风的那些 或许 能够活着进入第三环节 也确实可以说是 一件挺开心的事情 毕竟 玩家之间 是已经可以见面 也就是每个玩家的家园 已经正式的落地生根 出现区域地图了 不想再去看那些刷屏的 哈哈哈哈 夜九打开自己获得的奖励 查看这次给的奖励 都要怎么选 第一名的奖励 自选 二级进阶版修炼功法 可自选一份进阶功法 进行学习 进阶功法 夜九打开看眼 又跟第一次选择是一样的 只是 这一次的功法 显示的数值 都是之前普通版的两倍 当然也都打上了个二级的标签 估计在之后 还可能会有更高级的 打开看一眼 夜九很快就找到了 清心诀的进阶版 二级清心诀 二级修炼功法 学习后可自行修炼 修炼速度二 修炼强度二 心神稳固十六 很好的功法 完全是基础版的翻倍 虽然之前提示里 吐槽他可以找个更省心的 但夜九还是觉得 这个最适合他 确定了适合 就直接选定 于是 功法 清心诀三倍一加二等于三 非控制状态下 可根据当前所处环境 吸收能量为己用 修炼速度三 修炼强度三 心神稳固二十四 一加二等于三 夜九仰头望天 第三环节的第一天 太阳依旧是很温暖 自选 家园环境改造模拟图 可在家园环境改造模拟图中 按照自我爱好随意调整 调整完成后进行确认 即可重塑家园地形地貌 自选 家园防御模板 可在一百份家园防御模板中 选择一份 选择之后 可在家园防御界面消耗材料 进行开启和使用 修炼功法选好了 还有两个需要自选的奖励 家园环境改造 夜九看着 是自家当前模式的模拟图 打开后 是一个在自己面前的半透明模型 它可以随时放大一部分区域 调整之后 缩小了 再去调控其他的部分 这东西 夜九看了好一会儿 最后还是先收了起来 虽然是好东西 但它感觉 自家现在的平摊地面挺好的 暂时还不太想 高处什么山水之类的 而且 这奖励没有时间限制 夜九是它什么时候 想要改变一下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使用 这个收起来 夜九看向了最后一份奖励 家园防御 这不只是防御以后 一直都可能出现的灾难事件 还能防御外来的玩家 打开之后 夜九看着有瞭望塔 监控台 家园外围防御墙 外来生物感应器 甚至是有自动 对外来者进行攻击的能量凝结体 这个防御模板 不是让选择其中一项 而是在许多布局模板中 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 不能自己调控 但可以选择自由度相对比较高那些 只是 自由度越高 开启时需要的能量就越多 挨着看了又看 夜九还是选择了一种比较简单 自由度比较高的 这是一种 带有家园防御外墙 墙体带有检测能力 由外来者靠近 或者是灾难生物刷新时 都会出现警报提示 警报提示 也不只是提示音 还可以在家园内 选择一个位置 安放报警器 只要有非自家的生命体出现 就会有指向灯亮起 指出 外来生物的位置和方向 这是高防御和预警 但没有防守武器的一种模式 使用这一种方式的前提 是自家 有足够强的战斗力 夜九家里有小呆和小闹 所以 倒也刚好能适合他家使用 因为其他具有反击能力的守卫型 战力最高的那些 也依旧是比不上他家的小呆 或者小闹 咱们家新装了一些防守和警戒的装置 咱们去看看 这个是警示和位置锁定 就算是有擅长隐秘型的 也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夜九选择了 就直接用三级能量珠填满 先设定好位置 然后 带着小呆小闹和小落 一起去讲讲 这些东西 都是怎么用的 只是基础开启 就投入了一千枚三级能量珠 好在 这不只是填充能量 只要围墙不被攻击 警戒器不出现提示 都不会出现能量的减少 当然也不只是能投入能量珠 在选定了能量投入时 所有的物品 都有一个能量数值 一级的材料是一点 一级的能量珠是一百点 二级的能量珠是一万点 三级的能量珠是一百万 四级的能量珠 就是一个亿 有了这个能量的比例 约等于是展现出了 每个等级能量珠的兑换差价 只是大部分玩家 应该还是不愿意 把高级换成低级 这数字 到了五级 岂不是要一百亿 夜九看看之前的综合评分 再看看现在显示的这个能量数字 很想吐槽一下 这世界的数字 要不要这么大 五级的就是一百亿 六级是一万亿 七级一百万亿 八级一万万亿 一级副本 能见到一至三级的副本冠 二级 能见到二至四级的副本冠 那以此类推 每个环节开启一个对应的副本等级 等到了十二环节 难道会出十四级的副本冠 那十四级的能量珠 该是多少能量 也或许 不会出到那么高的等级 说不定在六级七级之后 就会变成其他类型 比如玩家争斗 再不然 大区之间的争斗 或者是种族之战 甚至可能开启玩家组团模式之类的 现在才第三阶段 距离那些未来 还是很遥远的 夜九走在外墙的边缘 看着两三米高的铁丝网围墙 暂时不去想那些过于遥远的事情 目前还是先安稳度过第三环节 在其他玩家随时可能来打扰的情况下 不要让人给自家搞破坏 玩家相杀事 没有奖励 但这个提示也说明了 玩家之间可以是可以杀死彼此的 只是拿不到额外的好处而已 就像在副本里 杀了玩家也没有掉落 但玩家死后 是可以把尸体上的衣服扒了 甚至可以把尸体之中的能量提取出来 所以不能说 玩家相杀就没好处 那要是把别人堵在家里杀了 再把别人家的植物都挖走 那不也是可以大赚一笔的吗 小呆听着夜九念叨某些信息的漏洞 在旁边听得有点迷糊 闯到其他玩家的家里 杀了人是不会有好处 但是可以拿走好处 那到底是有好处 还是没好处 小洛的翅膀太小 他只能趴在小呆的脑袋上 然后才能用小翅膀 在小呆脑袋上拍两下 没有直接送到手里的好处 但是可以把无主的资源 变成属于自己的资源 这些资源 就是可以被抢走的好处 所以 咱们家这么多的动植物和矿产 还有能量资源 甚至还有他们三个 这都是其他玩家发现之后 有可能会惦记上的好处 小呆眼神清澈又迷茫 他们又不会跟着敌人走 在小呆脑袋上戳了戳 不跟着走 但你们这么大的体型 把肉剔了骨头拆了 回家能炖了 吃好几顿的 汪汪汪汪汪 小闹在旁边听的震惊 光泽度很高的黑色大脑袋 直接往他们家主人的怀里钻 家外面的生物都好可怕 主人你放心 我们一定不能让外来者 踏进家门半步 哦 小呆也把脑袋往夜酒的怀里钻 家外面的生物太危险了 主人你出门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绝对不会让外来生物 活着走进来 更不会让刷新在家里的灾难生物 活着跑出去 1209比2020 你是不是给大家讲讲 你那七八百的身体强度 还有虽然差很多 但也有几百的精神强度 怎么现在直接被砍掉一位鼠了 303 是啊是啊 2020你什么意思 当初编那么个故事来骗大家 是觉得非常好玩的是吧 2222 真讨厌 当初他还骗我们 说只要怀孕了 就能得到系统保护 也不知道是存了什么恶毒的想法 992 我看他当初就是想着骗更多的人 万一有人信了 并且有这个想法 就得有危险 但是大家拆穿了他是个男的 他又开始编造什么 被寄生的谎言 8888 亏我们当初 还各种给他出主意 真恶心 180 哎呀呀呀 2020啊 你看你看 你当初编故事 编得可爽了是吧 让好多人为你出主意 救你的命 你一定没想到 第二环节结束的时候 就直接把你的综合评分 爆出来吧 100万哦 好多好多的哟 你家就是连房子都没了 你身体强度和精神强度 加起来 也最多才100点 9000 他虽然是编故事 但至少能说明 他本身是没出危险 大家就不要再骂了 难道真的要让他被寄生被融合 你们才能觉得开心 179 擦嘞 9000你 一边待着去 就2020的情况 如果他说的是真话 我会希望 他说的是假的 可他说的是假的 那就祝他说的那些 都成为真的 210 什么意思 什么是真的是假的 179你绕来绕去在说什么 9999 那什么 2020的话题先略过 有没有出来串门的 我这编号 应该是在边边角 你们谁靠近我这边 出来玩会儿呗 我都太久没跟人面对面的聊过天的 就算是个老大爷也行啊 至少让我跟人面对面的说句话 我都快丧失说话的能力了 9989 老大爷招你惹你了 咋的 老大爷轮得着你嫌弃啊 你在家等着 大爷 我现在 就去跟你近距离的好好聊一聊 6666 哎哎哎 楼上这两位 应该是差得真不太远 你俩聊的时候 能不能给大家 来个文字直播 就算是聊得比较深入 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相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的 6665 四个六 来 咱们聊聊 一 感觉瞬间激情满满 我已经出门了 我乐个去 我看到了什么 一片超级大的绿洲 谁家有这么大的地盘 我的天哪 大佬在不在 我远着点看一看 我不靠近 我一定不靠得太近 八 在哪在哪 绿洲在哪 三 数字都是各位数 是不是在附近 出门围观绿洲去了 夜九 本来是躺在床上休息 虽然体力不止是没消耗 还被吐槽说过了 但是 真的很累的 躺着想要看两眼聊天频道 然后就睡一觉 结果这2020的热闹 没看几句 就突然看到了 某些人出门的信息 9989 离他家近不近 他是真不好猜测 但是一号的这个信息 让他感觉 需要出门看两眼 绿洲 成片的 要么是9989 要么是9999 再不然 就是八号 如果都不是 很大概率 就是到自家 或者是180 和179的家附近了 哦 小罗现在还不会飞 他在夜九出门时 跳到肩头跟着 当夜九 飘到空中 看到了附近一个 坐在大型黑鹰杯上的人之后 小翅膀激动的 连拍好几下 让夜九还往那边看 外面的人 家外面的 都是坏人 对方停下了 先看看情况 夜九抬手 把小罗捧在手心 手扣在腰上 将这小家伙 先稍微的藏一下 那边的大佬 我是出来闲逛的 不好意思打扰了你 那什么 能聊几句吗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 我现在就走 一号玩家坐在鹰杯上 现在让他加风系的黑鹰 保持浮空 一时间是真的不敢往前走 他是靠宠物 才能来到空中 宠物能浮空 保持稳定 是靠着风系属性 在前方看不太清楚的那个人 那是一个人 人 站在空中 平稳的 连头发丝都没动 这是什么人 前1234之中的哪一位 这也太强了吧 一号 夜九的脚步挪了一下 然后就出现在了 风系黑鹰的前方 十几米外 脚下的雷光团 如果对方从下方看 应该是有概率可以看见 但现在是平视的状态 视觉效果上 应该是挺吓人的 啊 啊 是 是我 我刚才在聊天频道说话的 我就是 就是突然看到 那么大一片的树木鲜花 太震惊了 没忍住 就在聊天频道发话 大佬 你能不能放过我这个没见识的脆弱小可怜 一号是个体型不算小的成年人 但他现在缩在阴背上 是真的在努力缩小存在感 他真的怂啊 踏空时如履平地 这都是传说中的仙人了吧 为什么他们区会有个这么强的 他还以为 前四名是比他强 但肯定不会强他多 最多翻倍 就已经是他猜测的极限了 如今看来 天壤之别 他以后还是尽量在家宅着 少出门才安全 第四名 不算弱了 你回去吧 我家开了防御 如果一不小心走错了 进入范围 就会遭到家园防护的自动攻击 夜九面色温和 笑容浮现 语气很温柔的 让人可以回去了 这人没有恶意 虽然喊着害怕 但好奇心比畏惧更多一些 在距离稍微近一些之后 夜九就发现 他对周围生物的情绪感知 越来越明确了 这种对生物的情绪感知 不属于现有的任何一个技能标签 唯一能解释的 就是 暗戏 谢谢大佬的提醒 我一定会小心的 绝对不会不小心的走错 一定不会 一号听到让他走 立马又是道谢 又是保证 然后才让他家黑鹰飞回家 当看着黑鹰和人都飞远了 夜九停在空中 往周围多观察了一会儿 直到看见一对白色的大翅膀 从远处飞来 这才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 来到自家范围之外 等着这个见过几面的 就知道会这样 在一号发出那个信息之后 这家伙 一定会飞出来寻找 我刚才看到一个 坐在鹰背上的人飞过去 就知道 他说的一定是在这边 一百八十停在空中 背后的一双白色羽毛 大翅膀扇了扇 然后 将翅膀折叠在背后收了起来 他跟面前这人 也算是彼此有些了解 不需要翅膀就能飞的这种事 对方早就知道了 只是他没想到 这人竟然也能站在空中 可他也不像是有空间属性 这事怎么做到 你这是耍赖吧 是吧是吧 在空中上下浮动了几次 一百八十指着夜九的鞋子 一脸的无语 他看到了 这人竟然踩着雷团 真会哇 你跑来干什么 就不怕被一百七十九偷架 夜九嫌弃的 看了一百八十一眼 这人是有多闲啊 就因为一号的一个信息 从他家那边飞出来寻找 不怕绕远了 迷路之后回不了家 我见过一百七十九了 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他说 我长得还挺帅 就不介意 我之前逗他们玩 还会顺便帮我看着家的 一百八十的手锤在两边 说这话的时候 手指捏着几根羽毛玩耍 直接说 把人吓到不敢动手 我不会笑你的 夜九笑着看了看一百八十的小动作 这人绝对是把一百七十九吓惨了 才不得不答应 帮他看家 至于说什么 看他长得帅 所以帮忙 就算这世界存在严控 但绝对不可能 是因为他的颜值 就牺牲自身利益 尤其是 这小子 脑子有点抽风 大部分时候 都是那一副天生神族的傲然姿态 简单来说 除非是比他强 或者 是跟他一样强 不然就不会被这小子正眼看 你能不能先停下你的笑 然后 再说你不会笑我呀 你现在这样是很过分的 要不是打不过你 我真的会揍你的 一百八十别扭的转头 看看周围 还好没有其他玩家看到 这么一个家伙 他打不过 聊几句 还容易心情不好 但他又想来找人聊会儿天 主要是 有些话他没办法跟其他人聊 至少他这一路看到的人 都比他弱很多 你都说打不过了 就别想了 说说看吧 总不能真的就只是想跑来看看 我家有多大把 夜酒笑容加深 笑了会儿 就不再逗人玩了 一个只要不主动出手 就可以保持无敌状态的玩家 真就是bug级的 之前十一号 是没必要起冲突 现在的一百八十 是起不了冲突 而且 他确定 这人不会听话的 直接走掉 毕竟 自己打不到他 他这性格 又那么抽风 其实就是想来看看 你家到底多打 你跟我说说呗 我家的综合评分 你能看到 你比我多了多少 有没有翻倍那么多 一百八十是真的很好奇 他是能看到 他这个第二名 比第三名有翻倍的那么多 而在之后的就是 差距不打算大了 现在他就想知道 这第一名跟他之间 是不是就跟他和第三 差不多的概念 多 比翻倍还多 夜酒看着翅膀展开的一百八十 笑容再次挂在了脸上 几句话 就让天生的神族心情暴躁 这感觉真挺不错 你家还有那么大的一片空地 你家是不是缺种子 一百八十 用翅膀把自己包起来 转了几圈 纠结中自我安慰 好不容易平复了心情 放松之后 就开始找点话题 他往前方的那片绿洲看了看 那乱糟糟的花草树木排序 还有近半数的空闲土壤 这么看起来 这人也不是那么富有的吗 你说那片空地 那是特意留出来修炼用的 我的属性破坏力太强 这片区域 也就是当前能勉强够用 你看那颜色就该知道 那里是不可能进行种植的 夜酒回头看一眼 语气无奈地简单解释了一句 你是在炫耀 炫耀你的实力强 炫耀你家有资源 能流出这么大一片地方修炼用 盯着那片区域看了看 再确定了 满地都是焦糊状态后 一百八十更加心塞了 这人能不能好好地聊话啊 他都这么大老远地跑来了 这人就不能稍微地收敛一点 不要像个孔雀一样 不停地开屏炫耀啊 你这样 真的很拉仇恨的 没事 你是天生的神族 不要计较我等凡人的这点的事 夜酒的笑容继续加深 在他对面 一百八十两眼嫌弃地看着他 等他笑了一会儿 终于停下了 一百八十 这才往前一点 直接在空中盘膝而坐 你别笑我了 能不能坐下来聊会儿 反正你穿的裙子挺宽松的 坐下来 应该不会被发现 你的这点秘密 一百八十指了指他身边 让夜酒要么坐在他那边 要么就把雷团调整得大一点 坐着聊会儿天 他之前总觉得 这人挺强 挺闹心的 但也挺稳重的 不过 现在他发现了 这个玩雷的 其实也是个喜欢闹腾的年轻人 大家都年纪不算大 而且每个世界都不一样 所以喜欢笑闹 也是正常的 说不好 他可能比这个人 还要稳重一点呢 有没有点常识 这叫袍 上衣的一种 夜酒脚下的雷团 变大了许多 盘膝坐下 扯了扯长袍款的上衣 让一百八十好好理解一下 不要看见长款 就说是裙子 行吧 你说的都对 我没这方面的认知 说点正经的 你感觉 后续会不会有需要玩家合作的环节 一百八十 在发现对方比他还能闹腾之后 他也就不闹了 看着夜酒端坐雷团上的样子 笑了笑 开始说点 这次找来的正事 要来看看是真的 但更多的 还是想跟这个他打不过的 聊点合作的话题 就算不一定能合作 至少不要成为敌对关系 你之前不正经 行吧 这种猜想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就算合作 也不一定能长久 而且 最后通关的玩家 数量上 夜酒说起他的一些猜想 这些猜想 不是凭空猜测 都是根据线索整理出来的 我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 通关之后 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那时候 说通关之后 其中一个选项是 带着记忆回到过去 一百八十手臂 撑在膝盖上 单手脱腮 歪着头开始讲起来 到这世界时候 得到的那些提示信息 通关的玩家 可以选择带实力和记忆 回到过去 当然 这只是在所有奖励里面的 其中一个选择方向 可就这一条 他一直都觉得有问题 回到过去 这只是说 让回到进入游戏 之前的过去 没说是自选时间段 更不是保证 回去之后 过上开挂文赢 回到进入游戏之前 然后再被拽进来 记忆有概率 会被清洗掉 实力压缩到 十点的双重强度 再次继续 夜九看着一百八十的眼神 两人都明白 这个通关之后的未来 可能埋着很大的坑 而且 说不好就存在着 一些通关之后 被送回去 然后又被拽进来的玩家 更可怕的一种猜想 是他们就有可能 是通关过一次 但被送回到过去 洗掉记忆再开始 我过去的世界 简单来说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比我过去的世界 要幸福 所以 我不可能选择 回到过去 我是第一查 夜九看着一百八十的眼神 越来越诡异 先把自己的情况 讲了讲 末世里活过的玩家 除非是脑子有病 要不然 不可能有选择 回到末世里去 要吃没吃 要喝没喝 要休息没有休息 连点无污染的空气 都找不到 我也不可能选择回去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虽然趣号我是随便说的 但其他的信息没骗你 我也不会选择 回到过去 说起过去 我现在还被数据卡着 实力没有恢复 你有没有计算过 你实力解封 能有多少的实力数值 一百八十盯着夜九 看了又看 他是真想不出 这人过去是什么样的世界 竟然能比来到 这世界的最初时刻还要惨 那个时候 这世界是光秃秃的一片 什么都没有 越是想不出 是来自一种什么样的世界 他就对这人的实力 越是好奇 没有资源的世界里 人类要吃什么 喝什么 怎么活下来 我没你那么强 早就解封了 现在都已经又突破一次了 夜九看看 一直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百八十 不确定 这人突破到原本的实力上限 是不是就因为封锁的太好了 我现在被卡在三级的临界点 新的也是过了 可就是没反应 看看人家一个雷系的 都能踩着雷 随心所欲活动 一百八十 感觉自己 似乎是挺憋屈的 他有种感觉 自己肯定是不会比这个人弱的 但是被卡住了 我的方法 你不一定能用得上 我是杜雷杰 雷劈了一整晚才解封 夜九手心裂 一团雷光闪了闪 一一整晚 低头看向相隔不远的那片浇湖土地 一百八十咽了咽口水 他有点怂 想想就觉得 这太可怕了 被雷杰劈了一整晚 这是什么概念 挤到雷杰的劫雷 就能把人劈成交叹了吧 虽然他没体会过雷杰 但这些天在聊天频道 也看到很多人讲解 大概能知道 雷杰是有多么凶残的破坏力 难怪人家实力强 就人家这个变强的过程 也是一般人扛不下来的 早晚你都要尝试突破的 回到之前的话题 你是担心 有重来一次的 会再次拿到最终的通关奖励 夜九看着 只听了雷杰 就吓到眼神躲闪的这位 暂时不想在这方面讲太多 雷杰 杰雷 他素体和提升的时候 都需要这个 至少他吐的雷杰 不是某些玩家讲述的 说吐雷杰 是天道考核什么的 而且 他家的小呆和小闹 也都不需要雷杰的淬炼 但他也知道 有些生物 确实是要通过I雷P之后 才能晋级 比如之前 给磨炼雷炕属性的白薔薇花王 所以 这个话题不太好说 还是聊点其他的吧 说多了 谁知道 会不会把人吓得 直接缩在空间壳子里不出来了 能拿到通关奖励的 好运与实力是基础 最后能通关的玩家 数量一定不会多 经历过玩家相杀这个环节的 想想就很危险 若是能发现 有谁是重来一次的 能避则避 180 一直都很确定 他不擅长战斗 所以 就需要多观察一下 好相处的 就多一些交流 不好相处的 能躲则躲 就算不是重来一次 也不是就会对其他玩家 有什么善意 副本里就可以看到 玩家相杀 本就是生存下去的基础 夜九摇摇头 感觉180的脑子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 那你怎么没杀人 180嫌弃的撇撇嘴 吐槽一下 某人说的话 和做的是完全不大 之前坐在阴被上飞走的那个 就是很弱的 就算是他 也能打得过 但还是让人家走了 根本没有伤人 你出资源 夜九觉得 如果有机会 他一定会免费给这人送人空板雷截 费心费力 还没好处的是 干嘛要做 我穷得很 而且 我跟他没仇 你的意思是 只要给足够多的资源 你就可以去杀一个指定的目标 180本来 是想哭个穷 突然的灵光一闪 抓住了重点 他是不太会战斗的 但是 只要他资源足够多 他能请人干活的 有目标位置 出得起价 是杀玩家 还是杀刷新出来的生物 在我闲着的时候 就可以商量 夜九看着思路跳脱的180 对于这个提议 感觉是挺不错的 每天刷副本的收益不固定 在家种植修炼 悠闲 但收益上总是少了点 如果多一个赚资源的方法 他是不会拒绝的 可惜没有家好友和私聊的方法 那什么 我不跟你聊了 我去找找那个2020 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家就在那个方向的千里之外 如果又发现我在来找你 180想到 自己还存了几个好东西 感觉应该是能请这人出手一次两次的 只是现在也没有目标 他需要去找找看 找到想解决的 再来谈价格 至于为什么 一定要杀几个玩家 他从进入游戏开始 就在聊天频道 又是卖惨 又是闹腾 只是因为 要让更多的人吐槽 或者是聊起他 除了这个 目前依旧是绝对防御的空间系 他还有些数据里没显示的神族天赋 只是这天赋想要激活 需要其他玩家针对他 然后才能感应到 而在他面前的这人 都见面三次了 他就什么都没感觉到 没有善恶之念 轻松又无奈 2020 夜九在180离开后 回到了家里 思考着那人对2020是好奇 还是敌视 要说是到处看看一看 观察一部分 在聊天频道闹腾的玩家 这或许也还算是正常 可直接的锁定 好像是有什么仇恨一样 可之前也没见过 小洛趴在夜九的手心里 看到已经回家了 才扑腾的小翅膀跳了出来 主人 不要被那个人骗了 那个人心眼太多 谎话连篇 讨厌他 夜九脱了装备 进了岩浆湖泡着 一手捧着小洛 一手在他的小翅膀上戳了戳 那个180 除了闹腾点 其他方面也还 还可以吧 但小洛是祥瑞宠物 他若是觉得讨厌 夜九就还是要再多想想 对方是不是隐藏太深了 小洛看主人眼神 认真地问他 迟疑了一下 仔细想想 对那人的感觉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是那种厌恶的讨厌 是如果实力能允许 会想跳起来 抽他两翅膀的那种讨厌 是感觉他 自带欠抽属性 但不是恶意恶念 是吧 夜九在看到小洛翅膀一通比划 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动作 左右开弓 抡起翅膀拍了再拍 这感觉他明白 因为 他也会想要给那家伙 弄点人造劫雷脆个体 就是 打不到啊 想起那人的绝对防御 夜九忧伤地叹了口气 怎么会有人 能有绝对的防御呢 天生神族 果然不是人啊 哦 小洛也翅膀张开 摊在夜九的手心里 眼神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到底是因为太欠了 所以为了不挨揍 就拥有了绝对防御呢 还是因为 有了绝对防御 确定了不会被揍 所以 他才会这么欠 泡个热乎的走 舒坦 夜九泡了十几分钟 从岩浆湖里出来 只穿了条三级的蚕丝裤子 就向着房子走去 因为暂时不出门 他懒得穿太多 头发更是完全地放松下来 披在身后 再次地浮现出了雷光和火星 虽然感觉很离谱 但他不得不承认 这长发 其实是有能量吸收速度加成的 哦 汪汪汪 正在往门口 托木柴的小呆和小闹 在竞速一样地 把树枝拖到空地之后 撒着欢地 跑到了夜九的面前 辛苦了 咱们中午继续炖兔子肉吃 还有家里也收拾一下 木屋还是小了点 咱们建个大典的房子 我看看都有什么图纸 夜九之前拿到了一份 三级房屋的建造图纸 但他看了看面积 还是决定打开交易搜索一下 虽然他家小落 现在还是个小不点 但总是会长大的 等他长大之后 家里就是有三个大型宠物 房子小了 连住都住不开 之前的这几天 小呆成年之后 就基本都在外面睡 虽然条件限制没办法 但他经常会睡得迷迷糊糊 就抬起脑袋 往屋子里看一看 翻翻找找 夜九还真找到一个适合他家 等级高 面积大 而且环境非常好的房屋建造图纸 出售 四级 兽足 一山半水 聚能窝 售价2200颗四级能量珠 夜九看着这个图纸 显示出的模拟图 越看越觉得喜欢 四级 兽足 一山半水 聚能窝 四级房屋建筑 占地面积1000平米 分地上居住区和地下放置区 消耗能量珠可开启聚能效果 1000平米 不愧是兽足 地方太小 估计是不够住的 夜九看看 自己存下的四级能量珠 有5000多克 买这个 还是不成问题 就连建造的材料 也都能买得起 至于兽足房屋建筑 对人足是否有用 这个一直都没有限制 只是大部分人 不喜欢睡在山石河流里 某些兽足 也可能不喜欢 全面封死的人类房屋 想要就买 夜九直接跳过三级房屋 建一个更高级的 建造所需材料 四级能量珠1000克 四级矿产材料1万份 四级水系材料1万份 四级植物材料1万份 四级兽皮1万份 建造材料关系着 建造完成后的结果 后期可消耗材料更换或修复 房屋建设材料 除了能量珠 其他四项都是1万 1万也不难 能买的买 买不起的再去刷就是了 虽然赚材料 是不能停歇的 可今天才刚刚进入第三阶段 它需要休息 休息 180比2020 你竟然连人都不识 你说 你这到底算什么 人的脑袋 鹿的脚 熊的身子 蜥蜴的尾巴 兔子的耳朵 老虎的牙齿 那爪子是什么的 大家谁知道 什么爪子能细长锋利 还能折叠起来 对了 2020的位置 往南30里是1890的家园 往北70公里是2222的家园 往东北方向40多公里 是2105的家园 正西方向30多公里 是2019的家园 附近有感兴趣的 可以来看看 真是超大的惊喜 上午的9点多 180号玩家在聊天频道里 来了个超级大爆料 2020不是人 是多种生物组合到一起的身体 而且 还组合的有点 就是很挑战 脑补想象力 1比180 你能不能说一下 从我这边往奶飞能过去 我想去看看 我不知道方向啊 9999比1号 你等等我 带我一程 我也想去看看 那到底是什么样 不过180你暴露了 你自己也暴露了 哈哈哈哈 9989 4个9 你等等我 我肯定是在你附近的 我去找你 然后你带我去找1号 1号 你能带两人一起去吗 8 应该是我跟1号比较近吧 吃瓜带我一个 你们那些四位数的 不要来抢我们各位数的位置了 3 有没有可能 我更近一些 2019 你们近不近不知道 但我现在有点怂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 这么可怕的事情 180 你太狠了 我现在还怎么睡觉啊 我不想知道 这么可怕的事 2222 旁边那个 你哭的时候 能不能稍微真实一点 我都看到 你拎着大刀 嗷嗷嗷地跑来了 你那比狼嚎还激动的 粗犷大嗓门 吵到我了 1890 人在现场 现在开启文字描述版直播 先介绍一下 当前来到现场的几位玩家 2020的形象 刚才180已经说了 有差异但不大 我就不服输了呀 反正是有点辣眼睛的 目前 180号玩家 强势地占据高空最佳位置 他背后展开一对白色的 超大号大翅膀 太美了 我的天使 我的神 等会儿我再发疯 现在介绍第二位 2222号玩家 他身材娇小 容貌娇巧 穿着一身红色的紧身皮衣 这身材好的 一手能捏死我 噢噢噢 不行了 我太喜欢了 那什么 个人情绪太多 本人确实是有点抽风的 大家见谅 现在说第三位到来的玩家 2019 你是个野人啊 蓬松炸开的半米 长灰褐色头发团 扛着两米长大刀 这位可能有两米半高的鸡肉男 腰上缠了个不知道 是不是装备的虎皮裙 6666 好奇 什么样的娇小美女 能捏死人 还有 现场记者你问一下 那个野人的虎皮裙下穿没穿 1209 我也好奇 顺便问一下 你们都不去新副本吗 1000 去什么副本 好不容易混到了第三阶段 先躺着休息一天 等着看 有没有送上门找死的 对了 在现场的 还有没有没发言的 多说一点 刚才这点信息 在脑补的时候 不够用啊 179 别的不清楚 但我知道 180是什么样 作为最倒霉的第一位受害者 付我十颗四级能量珠 就可以听我讲讲我的故事 8888 我对他们不是很好奇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们跑那么远看热闹的 真不怕被偷家的吗 997 贫穷使我无所畏惧 6822 我都这么穷了 随便来吧 绝对让你们听着心碎 闻着落泪 8088 楼上是错别字 还是故意的 我怀疑 你家是有陷阱 要人心碎又落泪的那种 8888 夜酒来到空中 飞得更高了一点 视线在周围搜索 因为没上排名 他都忘记家附近 还有个比较活跃的玩家了 那个 空中的那位 你能听到吗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头发着火了 坐在家里吃瓜的8888 在抬起头看到空中 那个疑似是人的身影时 两手捧着的西瓜 已经悄然落地 瓜然和瓜皮碎成了好几块 不过 他喊的这话 8888 夜酒来到8888的家园外面 看着这个眼神呆滞的女人 不想去纠结 被询问男女都这个事情 头发变长 还能有点增幅效果 那自然就是好的 其他玩家看到之后 会如何去想 那不在他需要考虑的范围 啊 是 是我呀 帅哥你好啊 我那什么 就是眼神不太好 你这头发太帅了 88888两手紧张的搓了搓 他刚才说错话了 希望 这位不要介意 他就是个普通人 有个普通的家庭 上普通的学校 谈普通的恋爱 就算是末世了 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 若心成主的眼神 确实是一如往常的不太好 夜酒盯着这个女人 多看了几眼 在看到她因为紧张 就点脚尖的晃动时 想起了一个 在末世里曾见过几回的女人 仔细地多看了几眼 这女人的外表 虽然有些变化 可还是带着许多曾经的痕迹 啊 88888抬起头 看着面前这个人 眼神更呆了 表情僵直的时候 她的大脑飞速运转 记忆中所有能有关联的人 都拽出来对比 却还是没发现 能对上好的 你没见过我 那时候 我是打算混进城 换点日常所需的东西 恰好见到了若心成主 杀夫正道的那一次 很不错的 夜酒看若心的眼神就知道 她的表情越是呆 内心活动就越多 虽然其实也没过去多久 那是在进入游戏世界的半年之前吧 杀夫正道 是被调侃的一些说法 其实就是一些权利与背叛 接人伤疤这种事 会不会太过分了 若心低头 她没想到 还能在这里 还能遇到认识她的人 不是你自己说的 让人传得远一点 免得再有人跑去伪装吃心恶心你 夜酒自己也承认 她的性格 确实是没多好 不可能挑对方喜欢的话题去打招呼 但这个邻居住得太近了 四十多公里的距离 只要都还活着 就可能会打扰到彼此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但他们都说 已经死了 当时我还让人在城里 给你设置了一个杯 若心在意识到 这人可能是谁之后 抬起头笑着对视 说的话也一样 是某些让人感觉糟心的过往 说她死了 给利贝克功绩 还是好几个幸存者城市都这么搞 到了现在 依旧讨厌你们这种利人设 搞名声的 夜酒在末世里 少有的那几件糟心之事 最闹心的就是这一件 被说死了 也没什么关系 她不在意这些事情 但是那些人都没有查证 就在碑文上刻着 说她是为了保证人类的生存 而主动牺牲 是 她确实是在那个时候 做了点什么 结果就是 保护了那时候刚刚被培育出的 可以在末世土地上 种植的粮食种子 可她那次会做点什么 是因为 她本身就是在找丧尸 那一次 异能要进阶了 出门想找个丧尸汇聚的地方 因为她进阶跟别人不太一样 别人需要安静 不被打扰 她是能量越多越好 最好是丧尸堆成山 让她进阶时候 多劈死一些 所以 她找啊找 就找到那个地方 本来都准备好 进入丧尸堆里 就可以突破 进入后才发现 那里面被围住了十几个人 她的异能特殊 进击时的情况 绝对不能被人看到 那些人见到她就开始哭 说终于有人来了 又说他们没实力 只能拖后腿 让自己帮忙 把种子带出去 人类生存需要粮食 不想被看见自己的进击方式 她也没有随意杀人的爱好 所以 就给他们打碎了坚固的墙壁 说 自己会把丧尸引走 让他们等会儿 一定不要回头 抓紧时间 带着种子跑出去 她出去之后 在手心里凝聚出一团能量 吸引着那些丧尸 去到了附近的山谷里 等那些人跑回去了 再进行汇报 让小队去附近搜索时 就只看到了一个 满是焦炭的山谷 虽然她在末世 很少会跟人凑一起 但也总 还是有些认识她的 等她突破之后 修炼了一段时间 再次出来活动时 就发现她 已经是被刻到碑上 莫名其妙的 就成了舍弃生命 守护人类未来的大英雄 叶大佬 雷神 你看 咱们也算是老乡 能不能别杀我 捧着一个她家种植的大西瓜 求放过 玩家在这里 相遇互杀是很正常的事情 可她不想死 至于攻击对方 别说是现在这种 人家能非她 只能在地上跑的差距 就末世的时候 她也没那个勇气 不要往那边去 还有 给我一颗西瓜苗 叶九伸手接过这颗西瓜 又要了一颗瓜苗 也算是收过邻居的见面里了 至于来自同一个世界 这没什么可在意的 好嘞 大佬慢走 大佬下次再来 大佬 不愧是大佬 走得真快 若心站在原地 看着被说不要靠近的方向 无声地笑了起来 就算不会合作 当然 她现在也没资格跟人家合作 甚至还可能 会在未来的某些环节 成为敌人 但她就是感觉很开心 过去同属于一个世界 他们没有彼此认识过 可她依旧是在确认了 对方是谁之后 有一种无法说出的心安 那个人 不喜欢被人类幸存者们 尊崇的英雄身份 可在那个末世里 被传开的无私和大义 给了许多人 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让人能有一个追求的方向 末世之中 许多人都知道 若心成主 杀福正道 连进两极 爱情从来都不是 她的人生主色调 可当爱情 轻轻 友情陆续被判时 她那时候 确实是无法进心 更不知道 前路在何处 后来 一块石碑 碑上刻着的简单几句话 让她拖着 被至亲毒害 强行突破后的残区 继续守护着 一座城市的安宁 只是她才努力了没多久 就被拽到这个世界 进入这世界之后 亦能所剩无几 但身体被恢复了健康与活力 之前她是觉得 在这世界活的每一天 都是意外赚到的 现在 她想活得更久一点 想多看看这个世界 想看看那人 以咱们家为中心 百里之内 就只有那一个邻居 其他几个方向 可能没有安排 也或许是在之前的环节就死了 那个邻居是8888号 不想搭理她 夜久回到家 把西瓜苗找个空地栽下去 抱着那个西瓜切了 跟小呆小闹 和小骆一起吃瓜 这西瓜的味道挺不错的 下次摘了水果 给人家也送上一小筐吧 邻居吗 没冲突的情况下 不能只拿不给 不过 那个弱心的眼神 热情的让她有点忧伤 绝对是被那些虚假传说给骗到了 嗷屋 小呆肯几口西瓜 不确定的歪歪头 主人不是不喜欢那个邻居吗 不是不喜欢她 是被人当成某种崇拜 或者是前行者的时候 那感觉不太好 但咱们吃人家的瓜了 吃了人家的瓜 还一篮子逃 这是邻居之间的简单相处 夜酒摸摸凑到面前的大脑袋 对于没恶意的人 他基本都是比较平和的 嗷屋 小呆点点头 懂了 在一个只有十几斤的西瓜 被他们分着迅速吃完后 小呆叼着一个 只能装五六个桃子的小篮子 喊着小洛一起去摘了一篮桃子 然后就小心地叼着篮子 来到了正在研究 矿石类型的夜酒面前 给人家回礼 那你们给他送去吧 就在那个方向 迟着走就能看见 不要进人家的家园 夜酒看看 眼巴巴看着他的小呆 抱着他的大脑袋揉了揉 把给人送回礼的事情 交给他去做了 吃了人家的 要还回去 小呆是理解了 但他这也是真着急了 嗷屋 小呆点点头 低头叼起小篮子 迈着有些嘚瑟的步伐 第一次出远门了 几十里垫 不只是夜酒能迅速地来回 小呆出门后 也轻飘飘地踏着风 就来到了目的地 正在家里研究新环节 要从什么方面开始提升的弱心 在突然看到 一只巨狼 站在家园外面时 这惊吓程度不弱于之前 突然看到空中有个人 你好啊 玩家的宠物 在其他玩家面前 不显示等级和实力标签 虽然之前没见过 但副本怪是什么样 若心还是知道的 现在他小心地打招呼 当看到这只银色巨狼低头 在他家外面 放了个小篮子的时候 他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谢谢你了 要尝尝我家种的其他水果吗 若心确定 这是夜酒给送的回礼 不过 人家的狼都过来了 他家还有一些水果 现在还能多摘点给带回去 或者是给狼多一些头位 毕竟跑这么远的 只是他的心思 没有被接受到 小呆晃晃脑袋 摇摇头 转身就跑了 他才不吃呢 人类之间是吃了要回礼的 他们家主人种树很辛苦 要是还得再惦记着 给别人家回礼 太影响主人的正常生活了 我的动物园 这么差的吗 若心伸手把篮子提起来 看着里面熟透了 散发着香甜气息的大桃子 笑得有些无奈 虽然不知道 自己是为什么被动物讨厌了 可也不能主动找上门 就等下次若是有机会 再给狼准备点喜欢的食物 哄一下吧 可是 狼喜欢吃什么 吃肉 肉的种类那么多 要不然 找找看 有没有小一点的鸟类 最好是可以一口一个的那种 在家吗 在家吗 在家你就出来理我一下下 180在上午的十点半多 出现在了夜九的家园外面 站在那片交叹一样的区域之外 他这么近距离地 看着交湖的土地 对于雷杰的威力 更加担忧了 只是修炼就这样凶残 那雷杰的是什么样的 小闹本来是在收拾果树下的树枝 准备堆到一起 就拖回房子前的空地上 这时候 听到有人在外面喊话 他从旁边跑出来 隔着其实并不是很高的院墙 冲着外面的人发出询问 来干嘛的 有事直接说事 你都不说你有什么事 知道是什么事了 才好确定 我们主人是在家还是不在家 狗子啊 你这样就太欺负人了 那我要是先说了什么事 他不想搭理我 然后就装作不在家 那我怎么办 180能听懂这条高高瘦瘦大黑狗的意思 但就是因为能听懂 他现在心情更加忧伤了 那个谁 前几次都忘了问对方名字了 那谁你怎么养出过分的狗 太欺负人的了 汪汪汪 你先说什么事 说完就知道 我们家主人在不在家了 那什么 大佬 你先出来呗 你不出来我怎么知道 你在不在家 能不能听到 我说了什么 汪汪汪汪 我不跟你说 那个谁啊 你叫什么 汪汪汪汪汪汪 我没说你 汪汪汪 一人一狗 隔着院墙聊得挺欢乐 至少 在夜酒坐在一个石头 巨人肩膀上走过来的时候 是看着热闹 并且相信 他们聊得挺不错 你笑什么啊 我跟你说 你家狗子太欺负人了 他说我笨 这笨狗他竟然说我笨 我 等 等一下 你这是什么 怎么搞出来的 180 看到人出来了 就开始诉苦 只是说着说着 他在看到那个石头巨人 竟然伸出手 让人站在手心然 后把人从墙上送出来的时候 他看得有点心动了 这个石头人 呆呆的 乖乖的 怎么会这么可爱 之前在副本刷到一个矿金之心 用足够多的矿石拼凑起来 装上矿金之心 就可以活过来了 夜酒拍了拍石头人的胳膊 站在地上之后 石头人就转身慢悠悠的走了回去 石头工人 他还要干活的 就不用在这里被人围观了 那那那 那他现在是干嘛去了 180盯着走路 都能绕开植物的石头人 不确定的想问问 这石头人 如果是回去休息 能不能让他在这里休息 他想多看一会儿 挖矿去了 我给他设置的挖矿工具 刚才就是给他制作了各种容器 要不然就进包裹栏了 你知道的 有些东西进了包裹栏 就不值钱了 夜酒对于自己 让石头工人去挖矿石 并没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 所以 当180用奇怪眼神看他的时候 他完全没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 同类相残 太残忍了 180敢看一句残忍 但说完之后 他自己先笑了 之前都忘记 要怎么跟人交流了 重新认识一下 我名字叫云胜 180笑过之后 调整下表情 很认真的看着夜酒 有些别扭地动动胳膊 抬起了一只手 他看到别的玩家说过 在很多世界里 彼此认识 是要从握手开始的 夜酒 夜酒伸出手 对于这种握手里 他也是非常的陌生 毕竟在末世里 至少部分人 还会坚持这些 而他肯定是不在那一部分之内的 那现在就重新认识了 我这次过来 是找你 去杀2020的 一枚四级的宠物进化单 可以让四级以下的动物 快速成长 有概率在成长中出现进化 云生从包裹栏里 拿出了一个空气球 这里面是一颗泛着紫色光芒的 圆球状单药 这东西 他相信夜酒会喜欢呢 喜欢养宠物的人 绝对不可能只养一只 就算这只大飞狗用不上 以后还能给其他的使用 对了 2020能变身 可以随时变成 他身上融合的某一部分的完全体 而且每一个部分 都带有一种特殊能力 我来之前 已经过去二十多个人了 有五六个人都是过了 大部分都是不破防 就算是有打出伤口的 再生能力 也非常的强 云生在夜酒表示答应和拒绝之前 迅速将2020的情况讲了讲 虽然聊天频道 有人在说这些 但他感觉 这人刚才忙着拼凑石头人 估计是没时间去关注聊天频道 这个不错 先带回家放着 等会回来 再给小洛吃 现在在家看门 我也去凑个热闹 夜酒听完了 有点兴趣 就再将那枚宠物进阶单递给小闹 让他带回屋里去 多重能力和生物的拼接融合体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转化 平时都没什么战斗力 你这雷 雷是不是有隐藏的空间属性 云生在瞬移了几次之后 看着夜酒总是能迅速跟上 突然感觉自己这空间能力 好像除了防御之外 就没有其他优势的 他现在的移动速度 是能锁定的地方 就能瞬移 这家伙的雷 也应该就是如此 雷光闪烁之处 就是他可以出现的位置 这是什么雷系 这明明就该是空间系才会有的吧 没有空间属性 只是快 有阻隔的地方 就需要穿过才行 无法直接出现在另一边 夜酒是真的确定 他的属性里没有空间 而且是不是空间 这一家伙还不知道 我是被打击到了 快到了 你要不要隐藏一下 我知道你不太喜欢跟太多人接触的 我只是说去请大佬了 但你的信息我保证一点都没说 云生突然停下 回头看着赶路中 还能把头发换造新的夜酒 让他可以做好准备了 那边的人数 可能比他离开之前还要多一些 不用 只是不喜欢凑热闹 不是不能见人 夜酒将缩短的头发扎起来 摇摇头 让云生可以继续带路了 聊天频道的热闹 他现在已经看见了 2020刚才爆发 杀死了几个玩家 若是去得晚了 什么都看不到 那不是白跑了吗 你确定不介意就行 对了 小心某些花痴 不分男女 非常可怕的 云生小声地提醒了一句 然后就再次顺移 再次顺移了七八次 他们站在空中停了下来 在他们下方是一处废墟 废墟上已经躺了几个重伤的 还有四具只剩半截的尸体 其中的一具尸体 正在被一个长出了六条腿 还有几十条触手的生物卷起来 死扯着把血肉往嘴里塞 这个形象扭曲的生物 就是2020号玩家 来了来了 都远着点 大佬出手 可能控制不住 被波及到 可能不死也惨了 云生指了指下扁 在夜九点头之后 就顺移下去 拽着那些没死的往外扔 在外圈 有玩家小心地把人接住 或扶着或抱着 尽可能地躲远一点 去死 去死 大家全都要死 要死 2020医生的触手甩动 试图攻击正在救人的云生 只是他的攻击 一次都没打中 直到这片废墟上 没了其他的活人 云生这才退到了远处 都要死 周围没了食物 2020撕碎了抓者的尸体 杨起头冲着空中 发出低沉的嘶吼 他现在的意识 已经不清楚 就像是有几十个他 混在一起 内心和意识里 都是这些自我在吵闹目骂 所有人都会死 从他身上这些灵件 被一次次激活开始 他的意识里 就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念头 能吃是好事 可总是要能消化才可以 夜九盯着看了十几秒 在2020的触手几次 杨起都够不着他 一次打算转移目标的时候 抬手就降下了一条雷柱 雷柱是夜九杜杰时候习惯了的 现在这个扔出来 空中的云层 很配合地在眨眼间汇聚完成 雷 雷杰 传说中的 杜杰 搞没搞错 那还是玩家吗 我觉得 这杰雷好可怕 真要命的 一百八十 你从哪里找来的大佬 这怎么还能直接控制雷杰 杰雷杰什么的 这是玩家能够控制的 一百八十 你别装傻 你找来的 估计他也不知道吧 真不知道这家伙 怎么就运气这么好 这么强的大粗腿都抱住了 我们连认识都不认识 人家可能都没准备从空中下来 周围的玩家 在看到先出雷柱 再出雷杰的时候 从震惊到迷茫 再到凑一起 开始小声地讨论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的云生 他沉默的一句话都不想说 他看到了那边的雷柱 也看到了2020的 触手在第一道杰雷落下时 就被劈成飞灰 他现在只觉得心甘发产 要晋级 很大概率是需要杜雷杰才行 可是 他真的扛不住啊 吃了不消化 结果就是这样 世界都在嫌你是垃圾 夜九站在空中 看着杰雷一顿猛批 这强度 比他杜劫时候 还要凶残 在将2020 批成焦炭之后 还将2020加元的这部分区域 都彻底地批成了 生机断绝的焦壶之地 还好 自己虽然也很能吃 但只吃能控制的能量 更重要的一点 是他吃了就可以消化 2222大佬威武 2019大佬威武 感谢大佬出现 救我一条狗命 9999大佬创造神迹 1000大佬威武 求抱大腿 1989大佬 180 少说没用的 大佬是我去请来的 某些被救了命的 还有想抱大腿的 你们就不能给点实际的 真打算让大佬辛苦一回 就空手回去 在一众的大佬 刷屏中 180 看了看周围这些人 在聊天频道发了一句 别说那些没用的 直接拿东西啊 口头感谢有什么用 不知道大佬也是得吃饭 也是要养家的吗 那个 我们这点东西 大佬应该看不上吧 口号喊得好 但真让拿东西了 有些人瞬间撇嘴 他们可没求这大佬来救场 谁去找的人 谁给好处就行了呗 我这里能拿得出手的 就一点种子 希望大佬不要嫌弃 9999号玩家 是个看起来肉嘟嘟 但长相上 颇有喜感的中眠男人 他等着前边几个拒绝 给东西的说完之后 主动往前一步 拿出一把种子 放在了180的面前 这些人也都是没脑子 现在的重点是 东西好坏吗 穷是很正常的 刚为了第二环节的名次 拼了一场 谁家也没存货 但现在要表现的 是一个态度 先把态度表明了 以后若是想找机会认识一下 也能好意思 找180开口 让他签个线什么的 这要是只是实力强一点的玩家 其实也不需要这样 但现在是 人家能控制雷杰 那是什么概念 网大了说 世界的力量之一 就问谁能抗住这一波 那网小了说 谁要是卡着突破之前过不去 带着礼物球上门 来个小型雷杰 往前走一步 这也是或许是可以商量一下的 三级的药草种子 云生看看上空还未散去的云层 再次的看了9999一眼 这药草种子是好东西 这个人是真想打好关系 不错不错 真懂事 我的我的 差点死在那里 麻烦你帮忙把这个转送给大佬 我现在也就只有这个了 别的都在昨晚花没了 2019是刚才重伤 差点死了的其中一个 现在状态还是非常的虚弱 但他也不敢装死 拿出自己攒着没舍得卖的一份物品 递给了180 我我我穷得很 就送点水果行不 我真的穷到一个能量珠都没有了 22号玩家也受了伤 但总算是比2019强点 现在还能有精力卖个惨 你们真的太惨了 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最不差钱的 180啊 你说我要是直接送能量珠 大佬会不会嫌弃 1000号从过来之后就到处躲 现在不知是没受伤 更是连点消耗都没有 不过 现在的重点是送礼的吗 抱大腿的机会就在眼前 要是连这一点都舍不得 那可真是要后悔死了 大佬家也没有余粮 要不然 你以为我是靠什么把人请出来的 真当我脸有那么大呢 云生用着大家基本都能听到的悄悄话 跟1000好好讲了讲 关于大佬也缺资源的这种现状 有了这个提示 接下来 又有几个人送上了一些非常实惠的谢礼 不管大腿抱不抱得住 至少先能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 万一人家想要收点小地 这肯定是要从表示过态度的人里面选择 只要不是个脑子离家出走的 就不可能去选那些 什么都不愿意往外拿的玩家 那几位 等等啊 万一大佬有兴趣 我也能回来告诉你们 云生很自觉地继续干他跑腿的活 在雷杰终于散去之后 他指了指那些不送谢礼 还眼神不好的 催着这些人快点走 你说走我就要走啊 180 你真当他是老大你老二 有人不服气 指着180 就准备骂几句 可他话刚开头 一道雷击 直接落在了他的面前 没把人劈死 但衣服鞋子 在雷劈之下 直接报废 啊 婴儿体 确实笑 在雷劈之后 有人惊吓 有人却不知道 是讨论什么 你们等着 被披没了衣服的玩家 转身捂着跑走 看到了吧 抱大腿这块 我可是 啊 婴生还想嘚瑟一下 炫耀他大腿抱得好 大佬都看不得他被人骂 只是 他突然的身体浮空 一只手拎着他的后脖领 拽着人 就扔到了 那片废墟的上空 虽然这肯定是伤不到他 甚至只要他想 就能把人推开一段距离 可这么多人看着呢 怎么了 原地留下的人 一连猛 混在一起的那些空气球 都飘着散开 这些人迅速把这些东西 先收回来 放在一起等着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虽然180嘴欠了点 但这人说是去找人救场 那是真就跑去把人找来了 刚才还忙着救人 总归是让大家觉得 他挺不错 难道是因为 说的信息太多了 那个大佬玩家 就要对180下厮守 附近那些玩家 看着空中越来越阴沉的云层 看的是 又纠结又好奇 在空中的云生 此时却是仰头望天 一脸的忧伤 他真的很耸啊 所以 能不能不要度雷杰 他真的很怕死 刚才那一道是偏了的 但也是你的雷杰一部分 抓紧时间 我给你制造个 看起来吓唬人的雷杰场景 你安心度你的雷杰 夜九本来是在看热闹 刚才他只是引出雷杰 后续就跟自己没关系了 他看着180在那里 找那些人 收下了很多东西 看得还挺满意 毕竟东西是给自己的 在刚才这雷杰波动出现时 他就去把人拽上来 准备给他加点特效 人家给自己赚了很多资源 自己也得给人家尝尝面子 大概可以想到 雷杰看着越大越吓人 这家伙 以后能跟人聊的话题就越多 那个就是 那我可真的要杜劫了 我不想死啊 你别骗我 云生看着夜九 得到确认之后 终于是老老实实地待在空中 准备接受雷杰洗礼了 没了空间防护的那一瞬间 空中的云层开始翻滚 蓝色紫色白色银色等各色的雷光 在不断闪烁 就算没有夜九给加特效 这云层也已经很给面子的 给云生带来了极其恐怖的视觉效果 当直径十几里的雷柱 从天而降时 视觉效果和压迫力爆发 原本就重伤的二零一九 差点就两眼一翻 直接躺了 还好是在安全的距离 在他自己拿出几颗补气血的药剂 喝两口之后 就能继续看那边的杜劫 他们看不见一百八十 但他们都知道 一百八十在形成了雷柱的雷结之中 承受着劫雷的凶残洗礼 事实上 待在雷柱中心的云生 只挨了两道雷击 一道雷击劈的他头发竖了起来 又一道雷击 给他的翅膀羽毛 劈出了虎位 但也只是虎个表面 就 就这 云生眼神透露着迷茫 他这到底是渡劫了 还是没渡劫 就算他之前没渡过雷结 可这也太糊弄人了吧 不过 被数据限制的实力 确实是解封了 你想要这样的 夜九指了指周围 压迫力极强的这部分雷柱 在看过云生度雷结之后 夜九已经非常的确定 这确实是天生神体 是这个世界里 能一路顺风顺水 扶摇直上 不攻击 就可以保持完全的无敌模式 突破时候的雷结 就跟闹着玩一样 就算夜九不极度 但不影响 他会心塞一下 忧伤 感慨万千 不不不 那个太吓人了 我这样 其实是挺好的 那我什么时候出去 我要不要把形象弄得惨一点 云生连连摇头 他绝对不想去尝试 这种凶残模式的雷结 就雷声大雷结晓 挺好 挺好的 正常来说 杜结的时候 衣服很难留下 夜九只是想象 正常杜结是什么样 免得这家伙 到时候说的奇奇怪怪 其实我也不用那么惨 我觉得 我可以适当的 装一下 嗯 就是装一下 听到衣服损坏 云生立马摇头 他拒绝惨兮兮模式 现在他决定了 他要装一把高人姿态 之前那个想骂他的 被雷劈完 就遭到嘲笑 估计以后在聊天频道 都得被广泛流传 不行不行 他要保持神秘 要做一个强者该有的样子 那你先把头发和翅膀整理好 然后 这个就可以撤掉了 夜九很想 直接把这人踹出去 不过 想想还是算了 人家之前 还辛苦给他收理的 而且 天生神族 谁知道 是不是这世界 预定了的什么神 万一把人踹哭了 世界可能还得找自己算账 人家是被这世界宠着的 他还是别给自己找念了 我回来了 在秀了一场 看起来极其凶残的杜结之后 云生在雷结散去时 心情欢乐地回到了地面上 一百八十 你这翅膀是不是被雷劈坏了 我怎么看着 有几根的颜色 似乎是灰扑扑的 九千九百九十九凑过来 眼神好奇地打量一圈 终于在一百八十的翅膀上 发现了一点 看起来不那么美观的痕迹 我这已经很厉害了 那些礼物 我给送过去 大佬辛苦跑一趟 回家估计还得继续种地 等一下我再回来 跟你们聊 云生扇了扇翅膀 把那几根没藏住的受损羽毛 再次遮一遮 带上被放在旁边的礼物 就回到了空中 再把东西都给了夜九之后 云生笑容得色地摆摆手 看着夜九离开 这才打算 回去跟人好好聊一聊 他们聊的什么 夜九大概能猜到 但他家里还有一堆的事情要处理 没时间在这里继续看热闹 空中的雷光 偶尔闪烁几下 但因为距离远 且没有什么动静 倒也几乎没人察觉的 就回了家 到家之后 夜九把头发散开 抱着抬起前找打招呼的小呆 就贴脸一顿蹭 还是回家的感觉最好 小闹你不要踩我头发 头发放开 就恢复了正常的状态 黑色的大狗 竟然想贴上去 蹭两下脑袋 结果就被突然闪烁的雷光 吓到原地跳起 汪汪吾吾 小闹从旁边绕过来 对于主人的头发 欺负狗子这种事 想告状 又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主人的头发 那就是主人的一部分 主人欺负狗子 好像 不能这么说 小洛趴在狼脑袋上 看着闹腾一下 就犯傻的小闹 笑得摊开小翅膀 毫无形象的大笑 主人主人 这个笨蛋太傻了 他说你欺负他 头发还是有点碍事 习惯就好了 先把拿到的那个净化丹 给小洛吃了 刚才我去那边 夜酒回屋 拿出宠物净化丹 捧着小洛 去到那片空地上 准备陪着他 看他会怎么净化 虽然其实 他自己也可以 但小洛真的太小了 跟小鸡幼崽似的 哦 吃了净化丹 小洛抬起小翅膀 左右看了看 这也没什么变化 可丹药也不是假的 难道他还是不能长大 虽然小呆和小闹 都愿意让他待在脑袋 或者是背上 可他还是想长大一点 至少 羽毛漂亮一点 好像 你的净化 要再出一次课 夜酒也觉得惊讶 以为小洛的体型 还是要继续保持 可当一层带着彩色光芒的能量 汇聚而来 逐渐将小洛包裹起来时 夜酒明白了 不是不能长大 而是需要 来点比较震撼的 哦 他竟然又要变成蛋了 主人 你等我出来 哦 小呆低头盯着主人怀里 抱着的这颗蛋 五颜六色还发光 这是净化 希望小洛出来之后 不会是这种 色彩混乱的状态 要不然真会哭的 万一哭了 那么小小的一个 一定是超级难哄 小洛的祥瑞属性里 有各种的增幅 现在存在的这些能量属性 都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 只是具体能到什么程度 还要等他出壳才知道 夜酒一只手 拖着这颗一米多高的孔雀蛋 他现在也猜不到 小洛究竟能进化出什么新属性 属性是随意了 什么样的都好 只是希望 他能稍微长大一点 至少能到可以飞的程度 这样 他就能在家里随便玩了 之前的玩耍 都是要有陪着一起的 体型差 让他小洛想跑两圈 都会发现在跑出几百步之后 还不如狼随意地卖一次爪子 先陪着他休息会儿 我把材料整理一下 还有咱们家的新房子布置 现在就还缺一些水系的材料了 夜酒的家底还算不错了 但现在全都该卖的买 该买的买 也才勉强凑出一个 寿足房屋建造图的基础材料 这其中还有一部分 是云生从那些玩家手里收来的礼品 虽然闹腾了点 也欠欠的 但一百八十让人送礼这件事 是给夜酒帮了大忙 现在收的不多 可某位不知道编号的大佬 实力强却需要资源 有资源 就可以请大佬帮忙这种信息 还是传开了 哦 小呆在那个四级兔皮毯子上躺下 抱住了这颗色彩斑蓝的孔雀蛋 王 小闹也凑过来 抬起前爪 按在孔雀蛋上 小心地推了推 贴在另一边 安静地趴着 主人一直都很忙 现在这时候 用不上它们 那就乖乖地趴着 不给主人添乱 夜酒用了半个多小时时间 收拾了家里存下的各种东西 包括之前三级房屋的建造图纸 还有一些堆在房子内部空闲位置的各种材料 都挨着确定了使用 还是出售 能卖的卖了 能用的用了 包括之前做的三级拓展背包 也都挂上去换材料 终于在一会儿之后 凑齐了房屋的所有建造材料 材料齐全 可进行建造调整 在材料全都凑齐的时候 夜酒打开家园 点了房屋建设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半透明房屋模型 山水这方面 有个能爬上去的小山包 很小很小 但确实是山 上面还长着青草和野花 水 有个全眼流淌出一条小河 在其中的某一阶段 是冰层 因为它的材料里 有许多四级的冰矿结晶 除此之外 还有兽皮铺开的一个休息区域 这休息区的面积 占了整体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了 虽然没了房顶 但咱们家有地下室 各种东西 都能往地下室里搬 炉灶和家具 也都能放在房屋范围之内了 调整了一下新窝的朝向 以及内置山包和水流的各种细节 确定暂时没觉得 有什么需要变动的 这才选定位置点了放置 四级房屋 兽足风格 一山半水 巨能窝 占地面积一千平米 地上居住环境 地下储藏室 巨能效果未开启 温控效果未开启 房屋放下去 原先的二级木屋屋 就被替换掉 木屋内部的制作台 床 柜子 都随即放在了新房屋的空地上 啊我 王 小呆和小闹 一起抱着孔雀蛋 看着突然就变了的房屋 两双眼睛出现了完全同步的迷茫 主人 太厉害了 先进去看看 把小落放在这里 随他滚上几圈都不会摔到了 夜九两手抱起色彩斑斓的孔雀蛋 喊着小呆和小闹 一起进屋子里看看 哦 小呆进门后 不知道是不是狼族本性使然 第一时间就跑到了那个山包的最高处 抬起脑袋对着天空 发出一声悠长的狼嚎 汪汪汪 小闹听到 这似乎带了点不太一样的狼嚎声 在迷茫的歪歪脑袋思考后 突然窜上去 两只前爪抱着小呆的脑袋 把他顺着斜坡往下推 让你毫了吗 主人在家呢 你还想当老大 打你 哦 小呆刚想嘚瑟一下 还没等摆完造型就被推了下来 前腿抱着小闹 一起滚了下去 不让他玩 他也不让这个笨狗子玩 挺好的 对新环境都是很喜欢的 夜九抱着孔雀蛋 站在用四级兽皮铺开的休息睡眠区 看着闹腾的狼和狗 笑容里难得的有了几分无奈 这俩终于还是因为狼的某些爱好 打起来了呀 9999经过了2020的这件事 我总结出一个道理 就算是开局设置了玩家战力数值的上限 但终究不可能处在同一气跑线上 看看人家180 那家伙整天喊着 呃呃呃 求大佬投喂什么的 可人家就是命好 真就能让大佬给护照了 我承认 我酸了 真的很心酸 9989 我不酸 我苦 心里苦啊 180那家伙 只是卖惨 他又不是真惨 我们才是真的又弱又惨 9000比180这么骗人 也是很过分的吧 为什么 你们因为2020骗人就去围攻 还杀了他 却不说180是从头到尾都在骗大家 同样都是一条生命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没人性 1比9000住哪 谁知道9000家在哪里 我要去看看 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之前玩家不能互相接触 你跑出来 恶心人也确实是哪里没办法 现在你还以为是之前那时候 8998 他就在我家附近 但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179 有没有一种可能 180 其实已经去找9000的位置了 我作为第一个受害者 不得不给某些人再次讲一讲了 你们见了180 不要动手 千万千万 不要动手 那家伙强得可怕 要不是2020 想把180当补品吃掉 就那个又懒 又馋又闹心的家伙 他不可能会主动去找帮手 他只会在那里恶心人 191 我看到180飞过去了 他也是异形拼接了吧 那翅膀 根本就不是人类能有的 要说2020 想吃了他也能理解 毕竟 他们才应该是同类型 你们感觉 180是好人的 也都小心着点吧 这种能把异形 往身上拼接的 都不能继续当人看了 1111 谁说有点不同于人的肢体部分 就一定不是人了 我不是人了是吧 180能不能看见这条信息 以1号和9999号为中心位置 抱一下191的家园方向 姑奶奶今天就去教他 学会说人话 210 都不要那么大的火气吗 是人不是人的 都不重要 大家都是刚刚认识 和和气气的 和气生财 和气才能发展 一团和气 才能更好的搞发展 8808 家里来了只四级的恶狼 有没有附近的大佬 能来救一下 我出18颗三级能量珠 小的只有这点家底了 救命啊 8804 真惨 我想去救你 但我打不过四级 8790 我的距离可能也不远 但是 四级的狼 我去了 也只可能是给狼家餐了 8888 看到了 三米多高的 黑色长矛 金属系的是吧 1209 比8888大佬 威武霸气 救人速度真快 聊天频道非常的热闹 聊的话题也非常的多 更有人在遇到危险时 已经想到了 拿材料求人 来救一条命 刚把制作台 都转移到地下室的夜酒 一边看着那些人的闲聊 加讨论 一边收拾自家的新房子 地下室的占地面积 也有1000平米 高度10米 足够他在家里 放置很多的东西了 只是 他在买来许多一级制作台 准备全都摆满 进行大批量 加工制作赚材料时 突然就遇到限制了 玩家可放置制作台数量 已达上限 无法继续放置 数量 上限了 夜酒一直以来 只要是在家园里面放下就行 可现在 他刚放下第100个制作台 再拿出的第101个 就只能一直飘在空气球里面 倒也是 如果没有数量上限 兽足房屋的面积这么大 能放的数量 估计是要无上限了 收起这个新的一级制作台 夜酒把之前成批购买 还剩下的30多个制作台 全都挂上交易界面卖掉 这100个也足够了 只是大部分都还是一级 需要他 赚到足够多的能量珠 然后一级级的升上去 现在 或许该去副本再走一趟 因为 他已经穷得很 买不起三级土壤 强化肥料 嗷 小代躺在兽皮 铺开的休息区域 团起来抱住了孔雀弹 滚来滚去的玩耍 在夜酒出来 跟他们说 自己要去一次副本时 小呆眨眨眼 轻轻放下孔雀弹 站起来抬起前肘 在他自己的大脑袋上拍了拍 家里就交给他了 保证不会让其他人跑进来捣乱 不是人也不能来 汪汪汪 小闹在旁边的水里抛着 这时候 也抬起脑袋 表示 他现在也可以看家 绝对不会比小呆差 开启三级狩猎副本 副本难度三至五级 进入副本 可随时选择退出 生存需谨慎 万事皆小心 多人三级 狩猎副本已开启 当前副本人数时 副本内可狩猎生物 一千斜盖一千 可随时选择退出 副本开启 夜酒从家里消失 出现在了副本之中 进来后的它 是在一棵松树上 在察觉到 周围有超级强的生物时 它直接飞到高空观察 然后 夜酒就有点无语了 雪山 松树 树下 有正在跑来跑去的野鸡 雪兔 还有正在追着野鸡 和兔子的血狐 这些很正常 但是 它看到了一个 似曾相识的生物 尤其是当双方 视线对视的时候 都愣住了 真是 好久 嗯 好半天没见了 鸟鸟 雪豹王原本躺在雪地里玩 察觉到 有外来的玩家在附近 刚打算翻个身站起来 就看到了空中那个气息 还挺熟悉的人 再一次地意识到 他刚才这懒散玩耍的样子 被人看到 雪豹王突然就想 干脆摆烂吧 看吧看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这人看见 他的形象也就这样了 等下次看到 其他外来的玩家时 再考虑保持一下 威风凛凛的雪豹王身份 这个人 就 继续 嗯 没必要进行什么形象塑造了 大豹子 叶九看到大豹子抬起前爪 指了指他旁边的雪地 也就一点都不客气地过来了 鸟鸟 雪豹王躺在地上 抬起一只前爪 放在叶九的面前 你的爪子 比之前又长大了很多 叶九抬手 在豹王的爪心肉垫上拍了拍 不只是爪子变大 是雪豹王的体型和实力 都已经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 五级雪豹王级 战力值四千九百九十九 五级 正常 叶九知道 昨天他离开副本之后 雪豹王就必然是 已经完成晋级了 但是 四千九百九十九的战力值 这是晋级之后 直接就满战力了 想当初 白强威花王都是一点点提升 提升到极限 然后渡截之后 才可以晋级之后 继续提升的 上午才确认了 某天天生神族的玩家 现在他又见识到了 晋级即为当前阶段 极限实力的副本boss 你们这都是生来 就只需要享受 玩腻了 就能突破到下一阶段的 是吧 是吧 这次不能把箱子都给你了 我还想看短时间的热闹 一个跟外表一样 软乎乎的声音 直接出现在了叶九的意识里 是雪豹王 他能进行跨物种的意念 传音交流 我就来找点材料 带回去能制作成 土壤强化的肥料 可以种一些三级的植物 叶九对于这种交流 非常的不擅长 当然 也可以说是完全不会 但他说的话 雪豹王本 就是可以听懂 所以 他只需要正常说话就行了 三级的植物 这么弱 陪我玩一会儿 等会儿给你拿点材料 你这个活属性不错 放出来我看看 雪豹王打得哈欠 对于这个玩家 竟然需求这么低 只要三级就满足 而感慨不已 但他也不会白送 要不然 会显得自己太弱了 上次除外 那时候 是这个人类帮了他 但一码归一码 若是混在一起算 肯定会被某些欠欠的家伙 笑个没完 活属性 你说头发 叶九在雪豹王用爪子 放在他头发上的时候 明白了 拆开发带 头发放开 扑在地上的黑色长发上 有火星闪烁 雷系暂时收敛 就只剩下了火系 所以看起来 就像是在雪地里 铺开了一层黑红色的火 你自身的能力 不是吞噬属性 大爪子放在头发上扒拉几下 雪豹王看着老老实实 坐在地上的人 不确定的凑得近了一点 再好好看看 不是火系 是吞噬的太多 才有了火系的属性 这倒是能理解 昨天是怎么把那个火系封锁阵 给解除掉了 可吞噬属性见过许多 就没有这种吞噬之后 还能培育出第二 第三本源属性的 难道吞噬这能力 其实也不是本源属性 如果这样 那它的雷系 也就不是第一属性 只有核心的本源 属于隐藏 无属性限制 才可能让其他属性 在条件达成时 被激活和显现 吞噬是技能 第一技能 雷和火是第二 夜九之前 一直都没想过这个事情 因为 它那个技能名称 是自己取的 取名能力差 就是什么属性 或者是什么能力 直接挂个名 现在被明显 就是特殊身份的雪豹王提出来 他开始思考 自己的能力 到底是要怎么计算 属性是什么 雪豹王也有自己的数据信息了 更知道 外面的玩家 也都有这一部分 只是他们所属的大分类不同 所以 会有一定的差异 但属性都是有的 像它的属性里面 就有兵和 和某些他每次看了 都嫌闹心的 暗雷 暗火 夜九说的时候 看着大豹子的一双眼睛 越瞪越大 突然就不确定 这样的标签 究竟是代表什么了 之前系统界面的提示 也多次吐槽 它的这个暗属性 暗物质什么的 现在 大豹子 也被它的这个附加标签 给震惊到 看来 暗属性 才是你的本源属性 光暗是特殊属性 不算坏事 就是容易 被某些小心眼的虐一虐 我有个非竹属性的 光属性标签 就这都被坑好多次了 雪豹王打得哈欠 爪子把夜九的头发 扒拉几下 大脑袋凑近了 贴在头发上继续躺 暗属性啊 挺好的 让他多蹭点 暗属性的气息 他那个光属性 是第三标签 现在遇到了一个 本源属性是暗的 多蹭会儿 给自己沾点暗系的气息 说不定 某些看他不顺眼的 可以稍微不那么过分的 欺负豹子了 虽然不确定 但我的暗属性 已经被吐槽很多次了 杜雷杰 都是一整晚不停歇的 夜九干脆躺在雪地里 抱着雪豹王 软乎乎的大爪子 一起吐槽一下 某些不确定存在 是有多糟心 对对对 那家伙可小气了 我觉得上次会被坑 就是那家伙在下黑手 我还好 没卡着我 运气也挺好的 就是总会被吐槽 被嫌弃 我衣服被雷劈没了 都要吐槽我 不会穿衣服 就是捏坏捏坏的 那家伙也经常吐槽我 还一次次的 刷存在敢嫌我笨 我取名能力 都会被吐槽 后来更是直接不让我取名了 那些提示信息 看着就上火 不过你取名能力 确实是不太行 下次不要随便取名字 或称呼了 一人一雪豹 就这么躺在厚厚的雪地里 聊着聊着 突然的沉没了 关于夜九取名能力差 雪豹王也是深有体会 对此 夜九也有重 无法反驳的忧伤 你们那边 平时都是做什么 雪豹王在沉没一会之后 看看疑似快要睡着的夜九 找了个话题再聊会儿 他平时吃了睡睡了吃 在山顶也是挺无聊的 虽然经常有一批批的玩家 从外面被送进来 但他对那些玩家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是那些玩家太弱了 连走到他面前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那边 每个玩家都有一个初始的房子 选定了建设家园的位置 就被限定在一个区域 之后就是向外拓展 放置土壤 水 种植 养植 升级了 可以种植更高级的 夜九说起 他们这些玩家的生存模式 偶尔也提一些 他们那个区的娱乐八卦 就是几个小时前 那个拼接很多的玩家 他也是挺厉害的 正常是 无法融合和使用 说得多了 夜九又提起了 关于2020的情况 虽然他确定 2020就是吃多了 但是消化不了 才会遭到天雷的清理 可那人在之前能融合那么多 也是 几乎不可能 完成的奇葩操作 毕竟正常情况 是根本吃不下 他应该是被寄生之后 那个内在生物 以他躯体为第一载体 通过分裂后 寄生其他生物 并进行融合 有些非常丑陋的虫系生物 雪豹王确实是知道一些 可能会干出这种事的生物 但那种生物 都比较低级 因为 它们能融合的部分 只是外在的壳子 并不能提升本体的实力 还会因为所有的精力 都要用来驯化拼接来的这些外壳 根本没有给自身 做提升的时间和机会 那种东西 还是要尽量小心这点 说不定就有另辟蹊径走出来的 对了 我们那边有个可能是天生的神族 他真就是被世界宠着 那雷杰 夜九并不觉得 有什么是绝对的弱 但也不需要跟豹王去争论什么 说起玩家 他觉得 有必要让豹王知道一下 某个天生神族 真的是 不敢惹 那个艺人 雪豹王眼神怪异的 盯着夜九看了看 另一只前爪抬起来 捂在了脸上 他要不要告诉这人 那个艺人 也在这副本里 而且 快过来了 总感觉 我跟他的这个缘分 是某些想看热闹的 特意给安排的 夜九听着雪豹王含糊不清 但绝对是不对劲的传音 立马想到了 180 也是在这副本里 守在怀里抱着的 软乎乎大爪子上拍了拍 夜九有点心塞了 到底是看着他 还是看着雪豹王 或者是看着180 总之 他们这么一次次的 在副本里遇到 绝对是不正常 也可能 在你们不知道的时候 很多次 都是被扔到一个空间里 雪豹王感受到夜九的忧伤 笑着张张嘴 大爪子在雪地上 拍出几个坑 他从很久之前就知道 这个游戏闯关设定的背后 是有操控者 而且 因为被吐槽过很多次 他一直都知道 自己应该是被盯着的 现在看来 被盯着的目标 可能有点多 而且还故意把他们 往同一个空间里 人 虽然相遇的背后 可能存在其他信息 但看热闹这个原因 绝对是占大头 还真有这个可能 夜九两手抱着豹王的爪子 身体往雪地里缩了缩 将脸藏在爪子下 他是该想想 自己是不是存在什么特殊价值 能被游戏世界的操控者感兴趣了 暗戏或许被关注的一切根源 都是跟暗戏这个属性有关 游戏世界这么大 不可能只有他一个暗戏 被关注至少说明 自己是有些价值的 他不怕一直被看着 只是想让自己存在的时间里 尽可能过得舒坦 末世之前 他和他周围的人 几乎都是麻木且迷茫的 末世爆发 所有人都过得艰难 他也是一样 对生死更是 早已经可以平常心了 想活是生命存在的本能反应 面对死亡会抗拒 会努力地让自己活下去 但不会去恐惧 活着 好吃 好喝 睡好觉 有陪伴 有期待 有目标 有收获 他来了 你家有没有需要藏起来的好东西 夜九在感觉到 某人的气息出现在附近时 将盖在身上的大爪子 推起一点点缝隙 毫无诚意地问了一句 有 雪豹王看着有点闹腾的夜九 直接原地爬起来 大尾巴在旁边的雪地上扫过 扬起的雪花 把夜九埋了起来 连头发都埋上 一点痕迹都没留 只有那只大爪子 还毫无力量地 让夜九继续抱着 被藏起来的夜九 手指在暴爪的爪心肉垫上 连排好几下 还活着呢 不用埋成坟堆 哈哈哈哈 云生已经到了 不管是夜九被暴爪子踩着 还是被雪堆成了坟头 他都看到了 展开的大翅膀 随着他的笑声颤动 他在笑了几声之后 才从空中落下 用翅膀在雪堆上慢慢地扫雪 雪豹王你轻点踩 这家伙属性暴躁得很 小心他出来后打你啊 几个小时前 他还用雷劈我 超凶残的 云生不只是翅膀 轻飘飘地扫着雪 还看着歪头的雪豹王 笑嘻嘻地挥挥手打招呼 这大豹子太好玩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夜九给气到 竟然还有用雪埋人的 而且你都把爪子给他抱着了 你发脾气 就直接踩几下呗 反正这家伙身体好得很 踩不死人的 我真想给你把翅膀劈成黑的 夜九被从雪里慢慢挖出来 看着笑嘻嘻的云生 对于这家伙是有多么的钱 再加了点认知 你又打不到我 省点心吧 不是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我以为你会在家 陪着你家小鸡仔晋级 这大豹子是什么情况 你又给忽悠了 准备带回家养 云生看人 都已经从雪里面露出脑袋了 就收起了翅膀 坐在旁边 问问看 这是个什么情况 虽然雪豹王的等级和站立值 都让他感觉很震惊 可夜九家里 有个很高大的黑犬 那只小鸡仔不清楚 但肯定是有忽悠动物回家的方法 我家那是孔雀 白孔雀 夜九看着得意的这人 强调一下 自家小孔雀的物种身份 这要是哪天到他家门口 张口问一句 小鸡仔怎么样了 小洛会哭的 孔雀啊 云生听到是孔雀 一点都没觉得惊讶 反而是一有所指的 盯着夜九看了他 之前就知道 这家伙过于自恋了 现在看来 什么样的主人 养什么样的宠物吧 孔雀 在他印象里 是一种非常高 自我陶醉 经常开屏展示 自身魅力的物种 雪豹王 这个副本的终极boss 我可没能耐 把他带出去 还有 我是会随便用雷 到处乱劈的人吗 夜九晃了晃脑袋 头发缩短到背上的长度 从雪坑里爬出来 靠在大豹子的前腿上 五级上线临界点 随时可以进入到 六级的雪豹王 脑子进了多少水 才能觉得 他可以得忽悠回家 看你们的相处模式 我还以为 已经轻如一家了呢 再说了 我这不是吓唬一下 免得他一个 不小心把你踩扁了 身体估计是强得死不掉 但是才贬了才修复 也很麻烦的 云生坐在雪地上 抬起头 看着这只巨型雪豹王 也有种想要伸手摸一摸的想法 但是 不太行啊 虽然打不到他 可万一连周围的防护一起 被一巴掌拍飞 会很丢脸的 鸟 雪豹王看看这个 带着空间防护的人 天生神族什么的 不想搭理这种存在 不管是不是神族 就这个打不到的状态 看着就很烦了 他回到雪地上 他前找抬起 再次把夜九按在雪地里 爪子轻飘飘地 放在他身上 给他抱着玩 不是吧 你经副本 就是这样的啊 上次你让花王圈起来 还生长出一堆小花苗 陪你姐们 现在 你又让雪豹王抱着打发时间 你这哪里是刷副本 你就是来陪玩的 云生看着一人一抱的惬意 往前凑近了点 伸手在被抱着的那只大爪子上 碰了碰 这手感 他也想抱一下 但是雪豹王似乎是很嫌弃的 那眼神太明显了 我运气好 偶尔就会遇到可爱的生物 不像你 连哈士奇都嫌弃你太闹的 夜九想起云生吐槽过 说在副本遇到哈士奇 结果被嫌弃了 其实 我把他带回家了 你这什么眼神 就是把副本最终爆死领回家 你都可以了 我怎么就不行了 说起哈士奇 云生笑得傻呵呵的 在看到夜九一次震惊的时候 他装作不经意地 摸摸暴爪的毛 很不服气 想聊聊这个话题 我家的 都是幼崽 或者宠物蛋 没有从副本里忽悠回去的 听到这些 夜九明白了 难怪会觉得 自己是在忽悠一个boss回家 原来是某些人 自己干了这种事 能忽悠一个 副本boss跟着走 这家伙确实是 很可以了 那个 宠物蛋 你副本里找到的 云生突然觉得有点尴尬 尤其是在发现 大豹子正在盯着他看的时候 摸着暴爪的手 有点僵硬 但还是坚持在摸几下 家园灾难事件奖励 开出来的 夜九摇摇头 简单地说了下 宠物蛋的来源 至于这家伙的小动作 满得戳穿 暴王都没意见 你想摸就直接摸 这么偷偷摸摸的 我家灾难宝箱 就开出一个狗盆 说起这个 云生心塞了 而且是 他家先开出来的狗盆 然后他才在副本里遇到的 那是哈士奇 他都怀疑 是不是哈士奇 本来就是想去他家 所以提前把狗盆扔到他家里 真惨 夜九笑着同情了一下 两人在雪山上 各种事情闲聊着 顺带蹭点 暴王的体贴照顾 在副本玩家数量 减少到两人时 他们这才相识一笑 确定是该去收点材料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大豹子 我可以去那边找找箱子 或者动物吗 云生看着懒洋洋 打哈欠的雪暴王 指了指方向 询问下 是否可以去走一圈 他之前就捡到了几个箱子 现在出发 还能再有点收获 那我去了 大豹子 你把这家伙多留一会儿 要不然 我抢不过他的 看到雪暴王点头 云生摆摆手就跑路 至于夜九会不会被留下 还有夜九能得到什么 他很清楚 副本终极boss的权限 不会让夜九缺了材料和配方的 但雪暴王喜欢跟夜九玩 他就没这么好运了 还是自己去辛苦一下了 你们那边的玩家 都喜欢这么随意的 找个称呼方式 雪暴王在云生离开后 爪子抬起在夜九的脑袋上拍了拍 大豹子什么的 是不是你说的 应该是因为 我跟他的取名能力差不多 夜九抬手揉了揉 被拍到发麻的头皮 大豹子这种称呼方式 应该是比较平常的了 果然能玩到一起的 都是某些方面相似的 站起来去到附近的一棵松树下 爪子扒拉出一个泛着紫色光芒的箱子 拍了拍 就给推到了夜九的面前 箱子里是他刚放进去的东西 应该是夜九需要的 这个副本都是他的 想让玩家得到什么 他都可以控制 当然有个前提 是不能超出副本的等级 以及数量上还会有一定的限制 大豹子 有机会再陪你玩 我回家了 夜九在180离开副本之后 也带着雪暴王送的礼物 道别后退出了副本 离开副本回到家 他站在自家屋子内 坐地上抱起还没孵化的孔雀蛋摸了摸 你们去玩吧 我抱着他出去走走 咱们家这次能升级很多三级的土壤了 抱着孔雀蛋站起来 夜九喊着小呆小闹一起 走出房子范围 让他们在家里活动一下 从房子后面的湖边开始 夜九把这边的土地挨着进行强化 雪暴王只给了他一种物品 就是三级土壤强化肥料 而且是 直接给了9999份 为什么不凑个1万的整数 可能是因为 9999份 就是能给出的上限了吧 家园 所属10089区 8898号玩家 等级 2级33级土壤 可升至3级家园 当前拥有9999份3级土壤 能量492 一倍当前氯化492 1万 土壤 110 5万平米 3级 9999平米 2级38 9万平米 1级70 6万平米 水源 42万份2级水资源 198万份1级水资源 植物 3级3313棵 2级24 1万棵 1级 218 2万克 矿物 2级矿产 2153份 1级矿产 9932份 动物 82只3级饲养动物 71只2级饲养动物 11万条 2级鱼类 1窝2级大型风群 环境 2级细雨 2级微风 再将9999份3级土壤强化肥料 全都使用 并且种下了现有的3级种子和幼苗之后 夜久看着自己家园的现有属性 还是非常满意的 1级进化到2级 就暂时不用担心了 因为现有的将近40万平米2级土壤 足够它攒好久的材料 才能全都进行升级 就是这个家园等级 还需要再努力一下 当前还差了201份3级土壤 这个能量强度 已经不被限制 是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绿化值 进行增强和减弱 果然是 要准备让玩家互相伤害了吧 夜久走到哪都抱着孔雀弹 现在3级的种植都完成 它开始在家里挨着走一走 也还是要看一看 那些1级2级的植物 有没有需要移植的幼苗 4级的石头人 正在勤劳地挖矿 盐矿是用小木桶装起来 冰矿用盆 金属矿用筐子 矿石都是1级2级 暂时还没有3级的矿产 所以也没有太多需要单独分类的 水滋园里面 之前的两条鱼 繁衍出了1万多条 刚才有些进入繁衍期的鱼 又生了鱼子 虽然死的也很多 倒还是提升到了11万多 牛群倒是变化不大 目前加起来才100多头 毕竟牛的生仔 都是一只或两只 蜂巢只是越见越大 已经成长到大型蜂群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能重新奋出心的 应该快了吧 毕竟这一块地里 总是有上限的 哦哦 夜久走着走着 突然听到了小呆的叫声 这声音 好像是有点 不太一样 有些好奇 就迅速地过来看一眼 看着小呆和小闹站在自家的家园边缘 正在冲着8888号家园的方向 一声声的嚎叫 哦哦 小呆摇摇头 又点点头 在纠结了一下之后 两个前掌 抬起放在一起比划了下 就这么一点点 小小的 小狼仔 小仔子 狼仔 想要 夜久看懂了 在看到小呆眼神期待连连点头时 他对8888号玩家得到的小狼仔 有了些好奇 既然是小呆感兴趣 那就去看看吧 如果对方愿意卖 就买过来 不愿意卖 就打个招呼让小呆见一见 哦 小呆跟在夜久的身边 四条腿节奏混乱 跑出了个有思想一般的怪异搞笑模样 正常点 不就是小狼仔吗 多大点 确实是挺大的事 夜久拍了拍小呆的脑袋 想吐槽一下他的没出息 可当他看到 两手拎着篮子 正在纠结 要不要往前走的弱心 再看看篮子里的小狼仔 懂了 这几只小狼仔 快死了 夜久 我还在纠结 要怎么找你 你看看 要不要这几只小狼仔 我之前去北边 帮人处理了点麻烦 杀了狼之后 就爆出这几只小狼仔 我也不会养 他们的血条还一直掉 热心看到 他不能直接去找的人主动出现 立马把篮子放到地上 让这位自己决定吧 想养就带回家养 不想养就这么扔着 反正也很快就死掉了 但他是绝对养不了 就连拿出去卖都不行 这些狼仔不是宠物幼崽 作为饲养生物 又显示随时可能死去 很可能挂上去 就直接死了 要不是知道 这位家里有一头巨狼 他也不会脑子一抽 就把这些都带回来 可他也是 到了家里 才又想起来 那边被警告不能靠近 所以 站在自家门外 很闹心地转圈了 二级的狼仔子 我带回去养着了 你开个架 夜久看看篮子里的四只小狼仔 只能当成饲养生物 散养在家园范围内 也没什么关系 谁里那么多的鱼 让小呆教他们抓鱼吃就是了 不过 既然是养着 那就得直接买了 没有白拿的道理 就这个篮子 给我装一篮子水果吧 一级二级的都行 我就这点爱好 若心看看银色的巨狼 爆了个 他觉得 应该算是不错的价格 这么大的篮子 应该会再让狼给送来的吧 行 天黑之前给你送过来 我先回家了 夜久拍拍小呆的脑袋 让他去叼起那个篮子 迅速地回了家 到家之后 先拿出一些盐 去换了点补气血的药剂 给这四只小狼仔 分别为了两份 在确定死不了之后 将小狼仔放在地上 他拎着篮子 去水里涮了涮 没了血腥味 这才开始摘桃子 橘子 苹果 还有甜瓜蜜瓜 以及单独用小木盆 装起来的葡萄 草莓 一共摘了十种水果 装了满满的一大篮子 让小闹给那边送去 至于小呆 他作为狼王 现在终于见到了普通的狼 就算是狼仔子 那也是让他激动地盯着看了又看 对狼群 有着非常大的期待 汪汪汪 小闹给邻居送去了水果 很快就跑了回来 凑过来 围着这几只小狼崽子转圈 他是不懂 小呆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弱弱的小不点 难道就因为 是同族 所以小呆喜欢 小呆抬起一只前肘 在小闹的脑袋上拍了拍 让他不要捣乱 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一族之王 等他把这四只小崽子养大 小崽子长大 再生崽子 到时候越来越多 狼王 有狼群才能有王 这个笨狗子 你什么都不懂 汪汪 小闹摇摇头 转身就走 什么狼王 你就是一头带带狼 小山包上 看着小闹从小袋旁边离开 笑了笑 继续看热闹 狼王 希望狼群真的出现之后 家里不要太闹腾吧 咔 咔嚓 咔嚓 就在小闹跑过来 脑袋凑过来 要跟主人贴贴的时候 孔雀蛋裂开了几条缝隙 五 小闹的脑袋缩了缩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凑得太近 吓到蛋了 小洛回来了 夜九低头看着裂开的蛋壳 笑着等待小洛出来 然而 当一只有着锋利指甲的爪子 直接踹碎了蛋壳的时候 他还是稍微的被震撼了一下 小洛这次的进化 似乎是有点 暴躁啊 噢 被踹碎的蛋壳缺口处 鸟爪迅速地收回 白色羽毛的小脑袋 从里面钻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跟夜九对视 刚才睡猛了 主人 你应该没看到吧 出来吧 咱们小洛长大了 夜九看着小洛的眼神 就当作是没看到那暴躁的爪子 笑容灿烂地 伸出手 等着小洛出来 噢 小洛发出欢快的叫声 然后就翅膀一扇 整个蛋壳破碎后 四散飞溅 他伸展开翅膀和围雨 围着夜九转了两圈 孔雀 白孔雀 细长滑美的羽毛 在夜九的面前展开 家园祥瑞宠物 小洛三级 白孔雀 玩家祥瑞增幅 玩家好运值 正100% 每运值负50% 宠物祥瑞增幅 宠物成长速度 正30% 宠物突破成功率 正30% 宠物恢复速度 正30% 家园能量增幅 全属性正30% 家园资产增幅 生长速度 正30% 资产产出 正30% 资产随机 晋级概率 正30% 祥瑞特殊属性 占力值复制 可复制家园内 任意非玩家生物的占力值 小洛长大了 虽然等级没变 但各种属性 都有所增长 尤其是在对玩家的增幅方面 总算不是全面增幅 而是能给霉运 进行一些削弱了 不止如此 他还多了一个特殊属性 刚才的暴躁一找 就是复刻了家里那只三级公牛的力量 目前 家里力量最强的 非玩家生物 就是牛群的唯一一头肿牛 小洛站在夜九的面前 伸展开他的漂亮羽毛 让主人好好欣赏一下 他长大了 会飞了 而且变好看了 很漂亮 咱们小洛是最漂亮的孔雀 夜九伸手把炫耀羽毛的小洛抱怀里 手指在他的白色羽毛上 轻轻抚摸 孔雀的羽毛细长 美丽 看起来会有种脆弱的感觉 汪汪 小洛再确定了 这是小洛长大之后的模样 大脑袋凑过来贴一贴 然后就开始跟他说起 小呆是在做什么 哦 小呆在小洛出壳时 就已经迅速地跑了过来 而且就站在小洛的旁边 现在听着小洛竟然在说他坏话 在对着夜九歪头笑一笑之后 抬起爪子 直接把小洛的狗头踩在了地上 让你说 你才带 你才蠢 你才是脑子有坑的笨蛋 汪汪 小洛被踩之后 才反应过来 小呆竟然在他身边 委屈地歪歪头 他问小呆 什么时候过来的 不是在看着那些狼仔子的吗 哦 汪汪汪汪汪 小呆和小洛再次地愉快玩耍 夜九和已经去到他肩膀上站着的小洛 在旁边笑着看着 等他们打大闹闹玩了一会儿 回头看着 笑眯眯看着他们的一人一鸟时 两双眼睛都有短暂的迷茫 然后就迅速地收起了爪子 他在地上 把大脑袋贴在主人的腿边 熬汪汪汪汪汪 都是因为那个笨蛋 休息会儿 咱们今天换了大的房子 今晚在房子里找个地方 放好炉子做饭吃 多做点吃的庆祝一下 夜九笑了一会儿 伸手在两个大脑袋上拍了拍 开始看看自家现有的材料 准备搞点丰盛的晚餐 当然材料有限 种类肯定是不会多 先去设置了两个三级的炉灶制作 这个需要一小时后才能拿出来 然后是食材 看得出来 三级四级之后 就逐渐地把限制放宽了 夜九在一个小时后 去到地下室 取出了这两份三级的炉灶 在家里找了个比较平整的岩石上 把这两个三级的炉灶摆上去 三级的炉灶 就已经有两种饭菜制作模式 可以直接设置食材 调味品 可燃烧材料 然后跟随已有的食谱进行制作 另一种 就是完全不用这些数据类的模板 自己手动将那些不在数据 锁定之内的物品进行加工 果酱果汁 可以用这个制作 那个手动太麻烦 而且没什么限制 夜九看了看新炉灶的信息 确定自己 其实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手工制作 为了做饭方便 他去交易界面 用食盐换了两个时格的二级橱柜 橱柜柜 夜九之前在交易界面就看到过 但他没拿到过任何一个等级的橱柜 制作图纸 而且因为只要有房子 空气球的都能放在房子里飘着 所以也没想过需要用这东西 现在要不是为了食材 他还不会惦记这个东西 放下来的橱柜 一个放各种调味品 另一个放切成小份 装在盆里或者筐子里的食材 橱柜是制作台加工出来的 外表只有一米高 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柜子 有多少个格子 就有多少个柜门 每一个柜门打开 里面都是一个一立方米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放什么进去 就还是什么样 只是把存放的空间拓展得大了一些 其他方面都和在外面没区别 但总归是可以在收拾的时候 搞一些分类放置 比摆在明面上好很多 哦 小呆看着夜九往炉灶里添柴 咬住几块木柴过来 学着放进炉灶里 在夜九伸手摸他的大脑袋时 高大的狼王乖乖低头 将脑袋贴在了他家主人的身上 长大了 体型差异 让他不可以再被主人抱着了 那就贴一贴吧 那几只小狼仔的成长 会比那些小牛独慢了点 夜九一边做饭 一边跟小呆说起 关于那四只狼仔子的情况 哦 小呆低头蹭了蹭脸 他知道的 只是有了几只狼仔子 看到了狼群的起步 小小的开心一下 并追求发展的迅速 哦 小洛在家里飞着玩 飞了一圈又一圈 对于成长之后 终于可以飞行而兴奋 汪汪汪 小闹在地上跑 追着小洛飞的方向 跑几步抬起头看看 就怕他掉下来摔了 家里的气氛很欢乐 饭菜的香味也逐渐地飘散开 只是总有些人 喜欢在气氛好的时候来搞破坏 哈哈哈哈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大片的绿洲 在这里面修炼 成长速度一定是非常高的吧 空中传来一连串的爆笑 一个长着三对大翅膀 色彩斑斓的玩家 正在盯着夜酒的家园 在他的身边 还有两个 同样是长了一对翅膀的玩家 现在不能直接掠夺家园资源 总不能每天都飞过来 住着修炼吧 在生命的威胁面前 没有什么是不能妥协的 让这里的玩家 把资源交出来 咱们承诺带他回去 给他一个安全庇护就好了 人家不一定答应吧 他不答应 就直接杀了 现在不只是咱们 不能掠夺资源 其他玩家 也不能对这地方进行破坏 等什么时候能掠夺了 再来就是了 空中的三人 为了要不要击杀玩家 而讨论了起来 待在家里做饭的夜酒 抬起头看看空中的这三个艺人 心塞塞地摇了摇头 小呆 去杀了他们吧 唧里呱啦的 烦 夜酒正在翻动着锅里的小鱼 听着那些嚣张又得意的讨论声 直接用火球包了的雷球 放在了小呆的前掌上 他看不到玩家的实力 但他能感觉到 这三个玩家真的很弱 或许 能力是分裂 但就算是分裂 这次来都来了 就留下吧 哦 小呆歪歪头 看看爪子上的雷球 开心地晃晃脑袋 就跑了出去 他本就是风火双戏 现在出门直接踏风而起 飞扑到空中的三人面前 在他的身上 火光随着风吹过而爆发 银色的狼毛上 有红色的火焰在沸腾 狼 火眼狼 想不到这里的玩家 竟然是一只狼 你说你一只狼 跑来我们人类玩家的区域生活 你可真是倒霉 哥几个 咱们今天就当一回图狼英雄 三人对视一眼 看着眼前没有名字和标签的狼 笑得更加得意了 这么大的狼 能得到比击杀玩家更多的材料 就算是玩家 击杀之后不能爆东西 但他们可以自己取的吗 哦 小呆看着这三人 三道火龙卷 在三人的周围出现 将人锁定在里面 果然啊 家外面的生物都好坏 坏人 取死 控风控火呀 真不错 希望你身上掉的材料 也有这个属性 因为我最喜欢风和火 这两种能力了 火龙卷之中 被袭击的那三人 也就是抽风一样的 哈哈大笑 在家继续炸鱼的夜酒 捏着长形筷子的手指动了动 空中的小呆 如同顺一般 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在家园范围内 玩家可以随时把宠物召唤到身旁 这是属于一家之主的特殊权限 在他家上空 那也是家园范围之内 家园里的入侵生物检测 一直都在指向空中的那一个位置 呦 这狼跑哪去了 怎么突然就没了 该不会是 还有个空间属性吧 空中传来惊呼声 那三个玩家的周围的火龙卷散开 三人扇扇他们色彩斑斓的翅膀 打算围着这个家园上空转几圈 可以了 雷 夜酒抬起头 看着他家上空的正中心位置 手指捏着筷子 继续给炸到有点干的小鱼干翻面 这是家里养的鱼 若是全都等长大了吃 那真的吃不完 就在他念叨了这一句之后 空中那个原本没有什么存在的区域 突然的爆发出一个雷网 雷网形成了球状 球中心 有一个外表普通的人类玩家 这才是入侵生物的所在 那三个出现的是分身 傀儡分身 击杀 10089区 1212号玩家 雷球内部不停地发出炸响之声 持续了大约十几秒 夜酒收到了击杀玩家的提示音 之前的那三个 长着大翅膀的傀儡 也在那个玩家死去时 瞬间爆开 化作碎木屑 缓慢飘落 嗷乌 小带仰起头 看着那些木屑 跳到上空 放出一片火焰 让这些木屑 在落地之前 全都被烧成灰 随风散去 坏人 想抢他们家资源的坏人 杀都不能留 没必要生气 咱们家建设的这么大 总是会被惦记 咱们要做的 就是把所有惦记 咱们家的玩家处理了 来多少 就杀多少 夜酒收回了之前的雷球 在小呆回来后 摸摸他的脑袋 让他不要因为这件事 就暴躁生气 敌人吗 来多少就杀多少 他早就习惯了 生气这种事 影响自身的心情和修炼 很亏的 嗷乌 小呆将大脑袋 贴在夜酒的胳膊上 撒个娇张张嘴 想吃鱼 刚炸出来 还是有些烫 给你装一盆 去找小闹和小骆一起吃点 等你们吃完这些 咱们也可以吃饭了 看着撒娇的小呆 夜酒用筷子的另一头 在他的脑袋上敲了敲 拿出一个木盆 就给捞出来许多 虽然说是小鱼 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其实这每条鱼 都比巴掌大了 在小呆憨憨的笑过之后 低头咬住盆边 迈着慢悠悠的步子 走到了房子外 他知道 只要有吃的被拿出来 那两个玩嗨了的 绝对会第一时间冲过来 吃饱了 现在好好休息 明早 我还要去副本里再看一看 夜酒在吃过了晚饭之后 去地下室 拿出了制作的家用灯具 挨着放置在他感觉合适的位置 然后回到了大床上 躺下睡觉 他还是喜欢睡床 大床房在这个房子的休息区 床下就是兽皮铺开的平坦区域 小呆和小闹一边一个 爬下来之后 都比床还要高一点 倒是小洛 虽然是长大了 但他的体型在家里依旧不算大 所以 他看了看放在床头边上的柔软草窝 眨眨眼歪歪头 跳上床 就钻到了夜酒的怀里 体型小 还是有好处的 可以让主人抱怀里 不像这两个大个子 只能在床外趴着去了 五 小帽将脑袋搭在床边 看着冲他笑的小洛 委屈的眨眨眼 抬起一只前肘 就想试试 能不能把鸟拽出来 小洛看着越凑越近的狗爪子 先回头看看 主人似乎是睡着了 然后就小心地翻个身 一只爪子从羽毛里伸了出来 他肯定是打不过小闹 但是呢 如果这狗爪子敢伸过来 他不介意给这个笨狗子挠几下 关系真好啊 睡觉之前都要玩一会儿 夜酒闭着眼 但也没睡着 他能感觉到小闹和小洛的动作 内心感慨着小家伙们的相处愉快 渐渐地就睡了过去 等到半夜的时候 小洛从他怀里出去 小呆小闹 也跟着爬起来 一起从房子里走了出去 有二级路啊 他们能处理好的 夜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一眼提示信息 是有二级的路群 刷新在家园里 确定没什么危险 他翻个身拽 拽盖在身上的毯子 继续睡觉 过了十几分钟 小洛飞回来 再次小心地钻到夜酒的胳膊里 被抱住后 开心地闭眼睡觉了 小呆和小闹 一狼一犬 在门口对视一眼 看着某个暴躁发威之后 就去撒娇的鸟 心塞塞地继续干活去了 成年的路都解决了 还留下十几只小路宰子 他们要去摘点桃子喂一下 这可都是食材 虽然现在不怎么吃 可等他们长大了 繁衍成群 就可以成为食材 等夜酒一觉睡醒 舒舒服服地打个哈欠 伸个懒腰坐起来时 已经是早上的五点多 天还没亮 但他家房子的多个位置 放置了几十盏灯 灯光不只是让房子范围亮如白昼 就连房子周围都照出去几百米远 昨晚辛苦了 你们这都不只是 留下了现在的食材 连储备粮都存好了 夜酒下床 在清澈循环的溪流里洗个澡 出来后才走出房子 查看外面的那些路肉 这次入侵的路群 等级不算高 二级和一级 体型上也属于正常 但就算是如此 这二十多只的成年鹿 扒皮区内脏等 一系列处理完成后 也已经过去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180 卖狗子 又大又肥的狗子 有没有想买狗子的 来我家免费送 成年大狗子 说送就送 9999 什么情况 180 你养狗了 是宠物还是什么 你这一大早的 就喊着要卖掉 是不是昨晚被狗子欺负了 179 可不是吗 那欺负的 可惨可惨的了 我在家都能听到 他那绝望崩溃的声音 一比179 咱们发信息的 文字数没有限制 你不要说得这么简洁 展开说说 详细地说说 我们绝对不是为了 听八卦 主要是想知道一下 这狗子能不能买的 带回家呀 4404 宠物一旦养在家里 就不能交易了 好像没必要再惦记 6666 楼上老是人先歇着去 要不然 你再睡一觉 不要参与我们的 这个话题时间 我们就相信 这狗子能卖就能买 179你在家吗 有没有附近的玩家 过去跟他聊聊 179 要等15分钟 你们听过内容 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81 我在附近 昨晚我也听到了 180 那悲痛绝望的哭喊 简直就是惨绝人寰 太可怜了 我精神上同情他一下 1303 你们知道的多说一点 我们这些隔得远的 只看这些信息 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好奇 8 脑补 我现在在脑补 3 脑补的不要说出来 小心180等会儿 直接去你家 拎着你去体会一下 你脑补的某些不健康 9090到底是谁不健康 某些人 你们收敛一点 这是全区都能看到的聊天频道 不是你们家卧室的床上 怎么还想什么就发什么呢 220 难道我 昨晚听到的全废 是180家的狗子 如果我没听错 那应该是晋级了吧 该不会这狗子晋级一下 就把他家都给拆了吧 9989都说了 老师人不要出来说话 拆家的狗子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可这么说出来 多没意思啊 2022 什么狗子会拆家 我家也养了几只狗子 他们可乖可听话了 还会帮我拔草捡柴 狗王 晋级 夜久看一眼 正在给炉灶添柴的小蛋 再看看 旁边想跟着学习 但总是被挡下的小闹 狗子会帮忙干活 是正常的 但是 180家的狗子 绝对没这么简单 毕竟他现在已经相信 什么样的玩家 就养什么样的宠物 所以 180那个闹腾的 绝对不可能养一只 听话乖巧的狗子 可他能想到这些 当180针带着狗子 来他家外面炫耀时 夜久只看了几眼 就开始感觉嫌弃了 狗子正常 就是这人吗 闹得很啊 夜久 早上吃饭了没有 我带了些吃的 让你家狗子出来玩玩呗 我家狗子 今天晋级之后 都跟我闹情绪了 我想带他认识个 能聊会儿天的小伙伴 坐在黑白色 短毛大狗子的背上 180 冲着出现在前方的夜久 挥挥手打招呼 昨晚是晋级了 夜久看着眼神无奈的狗王 这到底是谁拆家了 怎么感觉 是云生把狗子闹得 情绪低落了 晋升到四级了 就是我想试试他的实力 就在家打了一场 然后家里被拆了 云生尴尬的低头 趴在狗子的身上 两手在大狗子的毛上 抓了抓 虽然家拆了是挺闹心 但他现在 其实是心情很不错的 至少在他出门的时候 不用一直担心 狗子在家 会被玩家给欺负了 所以 他就带着狗子过来 给这位在他看来 唯一能随手欺负 他家狗子的人认识一下 熟悉了 也就不会因为 哪天的意外相遇 而起冲突 进来吧 正好早饭 也差不多可以吃了 你也不容易 要陪着这么的闹腾的 夜久打开这边的墙壁 让一人一狗走进来 然后伸手在这只 大狗子的脑袋上拍了拍 大脑袋在夜久的手上蹭了蹭 黑白色的狗子 发出了一声 唯唯去去的回应 他就是被这个家伙给坑了 坑得可惨可惨了 除相遇 是这家伙太能装 而他也傻傻的信了 被带到这里之后 他才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凄惨狗生 我没那么差劲的呀 夜久你 不能带坏我家小小 他也很喜欢玩的 我就是怕他无聊 所以 经常都陪陪他 云生从狗子背上跳下来 走在夜久身边说着 他只要不去副本 也不出门的时候 都是在家专心陪狗子玩游戏 什么速度训练 耐力训练 力量训练 追捕训练 总之 狗子很忙 汪汪汪 小闹咬着一节树枝往回拖 在到了地方放下之后 他转头就跑向了夜久这边 有外来者 还是和主人一起的 能不能咬 这是小小 这是云生 是几百里外的一位邻居 目前算是友好关系 他们是来找你认识一下的 夜久伸手拍了拍 凑过来的黑色狗头 指了指旁边的狗子跟人 让小闹去跟实际上 并不晓得小小打个招呼 汪汪 小闹凑近了一点 盯着这个比他还要高了 一节的大狗子 越看越觉得奇怪 这只狗子 怎么跟他不像 反而是跟小呆有点相似 汪汪汪汪 感觉小呆会喜欢 小闹转头 就冲着小呆折树枝的方向 叫了起来 啊 小呆听到说 有狼来了 转头就跑了过来 啊 狼呢 狗子你骗狼 汪汪 小闹抬起前肘 指了指旁边 那么大的 一只四狼生物 你眼睛坏了吗 小呆歪头 盯着这只形体上 跟狼族相似 但确定不是狼的生物 凑上前近距离地盯着看一看 这是狗子 没有狼的气息 你家的这两只 相处得很愉快吗 云生看看自家狗子呆呆的表情 再看看 吵起来的一狼一狗 笑着看向夜酒 他们家也是很热闹 果然 家里养着宠物 这日常生活 就是非常的欢乐了 还行吧 习惯就好了 平时偶尔的打大闹闹 能增进感情 夜酒虽然听不懂 两个小家伙在聊什么 但能看得出来 小呆和小闹 是聊得很愉快 不过 他确实不知道 这两只在吵什么 你果然是没听懂 他们是在讨论 我家小小是狼 还是狗 这么明显的事情 呃 好像确实是有点像 云生想说 这狗子就是狗子 可当他看到 旁边空地上 正在跑来的四只小不点时 他有点说不下去了 相比起来 这四只小狼仔 不像白色的巨狼 反而是更像他家小小的幼年妻 先去吃早饭吧 吃饱了 再让他们自己去玩 夜酒看着委屈瞪眼的小小 这是别人家的狗子 还是交给别人去安慰吧 你家住的 你家住寿窝 云生之前在外面看过 但外面的时候 看不出这是一个房子 直到走得近了 看到了寿窝里面 摆放的一些家具装饰 这才能发现 这竟然是个房子 你家还住人类习惯的房屋 夜酒回头 也是一副震惊的表情 在云生和小小的身上 来回看了几眼 就这四米多高的体型 你让他住在人类的房子里 目前来说 人类的房屋模板 房门最大也就是两米半高 这体型想进去很难的 他家小待在成年之后 都没办法进屋的 我家房子 只剩下一个简单的框架 云生被看得有些忧伤 他之前竟然没想到过这种搭配 回家就买 小小 不要用看傻子的眼神看过来 回家一定会买得大房子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我之前是看到了就买了 刚才又去看了一下 玩家之中的种族分类 还是非常多的 夜酒直接用盆成菜 鹿肉炖了一大锅 还有半锅的麻辣排骨土豆 两小盆菜放在桌子上 这是人吃的 几大盆放在地上 这是小呆小闹和小落 当然 今早还有个小小的早餐 你家 每顿都这么吃 云生接过夜酒递给他的碗筷 看看旁边乖乖等开饭的几个 越看越觉得 自家小小眼神有点危险 他好像 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到现在为止 他好像就做过几次两次炒青菜 其他的肉菜 都是制作台上放入材料自动加工 偶尔得到一些自由模式的肉 他也是直接拆成大块 让小小去生肯 还行吧 现在这些是昨晚刷新出来的鹿群 他们把鹿解决了 我就多顿一点放着 那边的食物存储柜里 还放着挺多肉的 夜酒不知道 云生在纠结什么 但在吃的这方面 他是真的很喜欢 这个味道不错 跟制作台 做得完全不一样 在盛上一碗排骨开吃之后 云生确定 他之前吃的太简陋了 虽然这饭菜也不能说是极致的美味 但这个是真的有滋有味 麻辣鲜香 蘸一下汤汁就更香了 而制作台上加工的食物 不管是肉还是菜 汤里的还是汤外的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制作台上 一份炒鸡蛋都要放一整份的盐 炖一盆肉也要一份盐 夜酒说起制作台的食材调味配比 到现在也还是会感觉很忧伤 反正只要是放调味品的这些 他都喜欢自己制作 吃着香啊 味道真不错 等一下我就回去建新房子 对了 我其实是想来说一下酒鲜的事情 那个人挺疯狂的 他家挖的水池 家园里三分之二都是水 他本身好像是能转化成某种水系生物 云生吃得很开心 吃了一碗又一碗 直到三大碗排骨吃完 才揉着肚子 靠在椅子上休息 关于酒鲜 他是觉得这人挺奇怪 所以就特意的跑去看了看 那个玩家本身就不是普通人 也难怪总是喊着 所有生命体都是需要保护和尊重 可能是怕其他人见了 会想要打死他 不好说 具体是水系生物 还是搞出了什么其他的融合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2020能做的事情 其他人也都有可能做得更好 夜久没见过酒鲜 但他从不会把人忘好了想 就算现在跟云生能很随意的聊天 说到底 也只是因为他伤不到对方 也是有可能 果然是一些很复杂的事情 我吃饱喝足回家去了 收拾下 还要再去副本 你也加油 对于酒鲜的事情 云生也只是说一些他知道的 更多的猜想 也没得讨论 在看到 他家小小已经吃饱之后 他站起来 倒别准备赶回家去 这木盆是真挺大的 竟然直接吃了堆出尖尖的两大盆 果然是差距太大了 回家除了买个兽足的窝 还要努力学习做饭才行 我也先收拾一下 看情况再确定 具体要做些什么 夜久没说去不去副本的事 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今天会不会去 在把人送出门之后 看着骑狗离去的180 夜久无声地笑了笑 然后 就调整好自家的院墙 回来收拾着采摘和扩建 水果有很多 桃子 苹果 橘子 栗子 杏子 西瓜 草莓 葡萄等 蔬菜也已经有了十几种 土豆 茄子 黄瓜 西红柿 白菜 萝卜等 调味品也有 但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少 暂时都被他按照种类分散 当然也还有粮食类 小麦大麦 水稻汗稻 玉米红薯 有些是从副本里得到的 还有些是直接从交易界面购买 买一些种子或幼苗 自然生长到繁衍时期 总是能越种越多的 这些小路 是要给他们规划一个生活区 要不然 会把这些幼苗都给啃了 叶酒菜拎着两个筐子 进行各种果实的采摘时 看到了已经能 蹦搭着玩耍的小梅花鹿 这些小鹿 都是一级和二级 它们没有更多的战斗力 可啃食植物是本能 它们还专挑嫩牙齿 小鹿飞过来落在旁边 抬起翅膀 就在正准备啃幼苗的小鹿 脑袋上抽了两下 让你们吃青草 你们却跑来吃蔬菜苗 就算是幼崽 也不能放过 小呆带着四只 蹦蹦跳跳的小狼仔过来 冲着那两只被扇了脑袋 而眼神呆滞的小鹿刺了刺牙 今早上就让小鹿告诉它们了 只能在草地上吃青草和树叶 其他食物会带过去给它们 可它们竟然敢偷溜 看看牛群多老实 给它们圈出一部分活动区域 它们就绝对不会走出来 那只三级的肿牛 会把整个牛群都看管好 难道现在 也需要给鹿群 准备吃中鹿 可它们都还是幼崽 也看不出 哪个 可以担任重鹿的位置 带它们去那边的树林里 刚好这几只小狼仔 也需要玩耍 就让它们看着这些鹿 有继续往外跑的就咬死 只要还能剩下一公一母 不会灭绝就行 其他的多死一些 就学会老实了 夜九想了想 还是没有给家里 单独围起一些区域 虽然饲养的动物 不是宠物或玩家这样 能有清晰的智商 但它们的本能反应 还是不会少 看到同类死亡会怕 怕了就不敢在到处蹦打 嗷嗷 小呆点点头 其中两只 分别咬住了一个鹿耳朵 拽着就往小呆走的方向跟上去 另外的两只小狼仔 也跑了出去 在其他几只蹦搭撒欢的小鹿耳朵上咬住 拽不动的 直接咬掉半截耳朵 在两三只小鹿发出痛苦的叫声之后 其他的 也都认怂得乖乖跟上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疼了就知道怕了 但它们还不会一直都听话 估计是要死上几只 才能彻底安稳 夜九将小鹿抱怀里 手指给它梳理着羽毛 看着小呆和小闹 带着四只小狼 去管理 心头放在家园里的这些小鹿仔 哦 小鹿歪歪头 不是很懂 其实是完全可以把这些小鹿捐起来养的吧 主人是不喜欢这些小鹿吗 因为以后 还会有很多放在家里饲养的生物 若是每一种 都只能捐起来养 到时候 遇到点家园灾难事件 破坏了圈养的围栏 就会引起很多的麻烦事 而且 小呆想弄的狼群 可狼不是咱们家的食谱 总是要让狼群在家里 有存在的意义 夜九没有隐瞒它 这么安排的用意 虽然这么安排 有把狼群当成狗子养的意思 可若是没有存在的价值 那就没办法让狼群出现 哦 小鹿 趴在夜九的胳膊上 脑袋搭在肩头 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这应该是在为了小呆 可以做狼王 所以 才做的安排调整吧 主人真厉害 他们都没想到过 关于狼群能做什么 甚至都完全没想过这方面 果然 小呆好呆的呀 他是狼王 可狼群的生活 却还要主人来思考 真是只笨蛋狼 带着他们慢慢玩 我去收拾下 把能卖的都卖了 夜九忙了一上午 给家园里 又增加了一万多颗新植物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 他看着那边的青草树林区域 小鹿群终于在死了几只之后 彻底的老实了 他一排小呆 凑到身边的大脑袋 夜九让他继续盯着点 然后就回到房子里 去地下室 将制作的物品 都拿出来卖掉 目前他制作的都是强化业 这东西 是每个玩家都需要的 所以 就算是有一些玩家在出售 价格也还算是稳定 赚的也不算多 一份能赚到三颗三级能量珠 一共一百个制作台 一小时就能赚三百颗 挂上去之后 等午饭做好 就基本都卖出去了 夜九继续去设置了制作 顺便把赚的买了肥料去撒上 这次 我要去单刷一个狩猎副本 你们好好看家 也要保护好你们自己 家里的这些动植物 全都加起来 也不如你们重要 夜九在吃过午饭之后 坐在了房子内的石头上 给凑到面前的三个 或大或小的脑袋 顺顺毛 再次地叮嘱了几遍 一定要保护好他们自己 他这才开启了 三级狩猎副本的传送 三级的狩猎副本 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可以开启了 开启三级单人狩猎副本 副本难度三至五级 进入副本 可随时选择退出 生存需谨慎 万事皆小心 随着提示音响起 夜九又一次站在了 单人狩猎副本的 那个小房子上 这房子 精致了很多 夜九低头看一眼 一级二级 都是比较旧的木屋 现在到了三级之后 就是竹楼了 吼 随着他进入副本站稳 第一波怪也刷新在了房子周围 仰头怒吼的是一只 五级的剑齿虎王 五级剑齿虎王 战力值3560 声波冲击 践踏 撕咬 控火 五级的剑齿虎王 带着九支四级的精英怪 还有九十支三级的普通怪 这剑齿虎王的实力 距离巅峰还差了很多 可就算是如此 也已经比夜九的双向数值相加 还要多了一千好几 这一对牙齿 应该能做成武器的吧 夜九看着正在冲他嘶吼的剑齿虎王 这声波中 带着精神扰乱效果 对他有影响但不大 但现在 已经很明显 是需要速战速决才行 在其他剑齿虎 冲着竹楼扑来时 夜九已经随着一道雷击 出现在了剑齿虎王的头上 剑齿虎的体型很大 哈快 夜九也不慢 在闪烁中 站在了剑齿虎王的脖子上 一圈雷球 跟珍珠项链一样的连接起来 绕拨后围成了圈 好好好 脖子上的虎毛 在遭到威胁时变得坚硬 但雷击加火烧 还是很迅速地 清空了这部分区域 剑齿虎王抬起前爪 在脖子边扒拉几下 试图将这一个项圈摘掉 可当虎爪 碰触到的脖子上的雷珠时 一次次炸开的雷击 让他不止是没办法摘下来 还把爪子 劈出了一道道的伤口 而此时的夜九 已经站在空中 专注地盯着嘶吼中 依旧在用鹰波攻击的剑齿虎王 他穿的一身装备 都是带恢复加成的 所以 现在这一场消耗战 剑齿虎王 终究是耗不过他 其他的剑齿虎 发现了虎王的痛苦 有想要靠近的 被剑齿虎王在痛苦中 一顿乱拍 清理了许多 这一场消耗战 持续了三分多钟 夜九终于听到了 让他放心的一个提示音 击杀五级剑齿虎王 击杀成功 精神力和体力 都消耗极大的夜九 直接落地 捡起了剑齿虎王死亡后 爆出来的五级能量珠和虎皮 还有一些 同样是被空气球包裹着的血肉 收起来五级的 夜九开始对还没死完的 那些四级和三级动手 一片雷王笼罩 很快就清理干净 等他把空气球里的物品 都收取之后 坐在这个依旧 不能进去的屋顶上休息 单人狩猎副本 没有宝箱 但他现在需要三级土壤 强化肥料 制作肥料的原材料 需要从这个副本里获取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 第二波的副本生物 刷新了出来 这一次 是飞鸟 在一只只大型飞鸟 从空中刷新出来的时候 夜九已经迅速地来到空中 从这些鸟群里 寻找五级的 藏在什么地方 鸟群的体型都比较大 可这只五级的鸟群首领 却是一只比巴掌 稍微大点地彩色小鸟 这么小 真可爱 夜九看着速度型的五级小鸟 你来我往的追了一会儿 然后在铺开的大片火焰中 铺开雷网 等着小鸟冲进来 才将其困住 这一次 他没着急杀死 而是在将雷网分成两部分 一边是小鸟 另一边是他自己 开始了很久没用的吞噬能力 雷击一次次落在的小鸟身上 能量被从伤口带出来 全都传回给夜九吸收 吞噬五级生物 存在能量 精神力强度 加二三一 呼 夜九看着焦虎的尸体 化作飞灰 深呼一口气 嘴角的笑容 逐渐变得张扬 吞噬能力 还是这么好用啊 而且 五级生物的存在能量 这个吸收之后的数值增长 也是特别的爽 他在家修炼 就目前来说 两项加起来 每天能增长一百左右 现在只要吞噬一只五级的亡级生物 就能赶上好几天的修炼了 吞噬这个能力 真的会上瘾 但是 偶尔吃几口可以 真要让他一直这么吃下去 他不敢保证 自己一定就能够安全 五只 目前吃五只 应该没问题 希望接下来的 能够让人满意吧 看着周围的四级和三级飞鸟 夜九叹了口气 他果然是个扛不住诱惑的人啊 在一片铺开的雷网上 一只只的飞鸟 被网子挂住 然后化作了焦炭 最终变成了灰烬飞散 只留下一份份的材料 被夜九收起来 装进了包裹栏 接下来 他需要好好地恢复体力 等待着下一只 不确定的五级生物刷新出来 好久不吃的他 现在胃口正好 只要不是确定消化不了的 他都想吃了尝一尝 人 夜九在第二波怪吃了只鸟 第三波怪又吃了一棵树之后 第四波怪 迎来了一群人 这是第一次 他遇到人形的副本生物 五级变异人首领 站立值3990 控活 控水 身穿兽皮的变异人首领 手中拿着一个 类似于权杖的物品 权杖上方 有一红一栏两颗拳头 那么大的宝石 入侵者 你该死 刷新出来的变异人首领 看到夜九之后 举起了他手中的权杖 表情愤怒地冲着 他吼了一嗓子 入侵者 该死 该死 在首领的呼喊声之后 紧随其后的是99名变异人的跟随 喊声中 清楚地表达着他们的愤怒 气势增幅 夜九看着淡淡的光芒 从人群中浮动 最后都会聚到了他们首领的权杖上 突然想到了一种族群增幅能力 末世里听人讲故事的时候 听说过几次 现在 这倒是第一次见到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本就是对立 就是不知道这些变异人 能给他爆点什么 希望收获可以好一点 毕竟 这可是第一次见到副本人行怪 重刀的火焰之神啊 名的信徒 变异人首领 两手捧着他的权杖 在权杖飘起来的时候 高声祷告 只是他话都没说完 夜九这个特别不讲武德的 已经直接一团火焰 笼罩在权杖上 手抓住权杖 就给收了起来 看来 火神并不想庇护你 雷 夜九近距离地 看着这个变异人首领 笑容灿烂的样子 能把人气个半死 而且 在他跟变异人首领对视的时候 在他身后 有能量在迅速地汇聚 一双比人高了很多的火焰翅膀 突然地伸展开 火神 火焰之神 请饶恕我们的罪 变异人首领 看到夜九背后的翅膀 突然就双膝跪地 迅速地低头就磕 这反应 夜九突然警惕的翅膀 一扇飞到了空中 被误认成火神了 真的假的 获得信徒 变异人 工人卡 是否收取 夜九觉得 自己好像进入了另一种游戏里 工人卡是什么意思 不过 虽然感觉震惊 但他还是选择了收取 在夜九手里 出现一张卡片的时候 原本跪拜在地的五级变异人首领 直接消失了 不只是他消失了 其他的99个变异人 也没了 信徒 变异人 工人卡 五级变异人首领的头成 五级变异人首领 可召唤九名四级变异人精英 和九十名三级普通变异人 暂未开启此项目 玩家需耐心等待第五环节之前 都只能压箱底了 第五环节才开启 夜九拿着手里的卡片看了看 再次回到房顶坐下来休息 这卡片是长方形 看着像一张扑克牌 一面是有着火焰标识的图腾 另一面 是那个变异人首领 前程跪拜 在他身后 跪下了99个变异人 除了这个 这一轮 还让夜九拿到了一份好东西 五级水火权杖特殊道具 可放置在家园或房屋内 摆放之后 将辐射型增加水系与火系的修炼增幅 距离权杖越近增幅效果越好 仅限工人或战士使用 玩家或宠物无法使用此项增幅 好东西 但是 一就要等到第五环节再使用了 第五环节 会让玩家拥有工人和战士 这是属于领地争霸了 虽然现在才第三环节 但不影响夜九想想 以后会有些什么样的发展 这中间还隔着第四环节 这个环节的信息 暂未可知 可既然是 已经看到了部分未来相关的信息 那倒是可以想一想 家园是怎么进行转变的 从玩家家园 转化成需要的工人劳作 需要战士防守 或者进攻的模式 那其他玩家呢 邻居之间 是可以互相掠夺了吧 还是说 会需要在接下来的某一个环节 出现玩家之间的整合 带着家园或者资源 进行迁移 好 直到新一轮的生物刷新 夜九还是想不出 具体会有多少种发展可能 但不管怎么样 玩家之间的关系 必然是不可能各自为家了 恐龙啊 在见到了人形副本生物之后 夜九又看到了一只只大型恐龙 刷新了出来 吼 长着粗壮的肢体 长长的脖子 最厉害 有着锋利牙齿的恐龙 正在冲着夜九嘶吼 不要着急 我最喜欢皮厚的了 夜九看着 已经有两只五级的百只恐龙群 身体周围雷光浮动 把自己藏在了一个雷球里面 它开始在恐龙群里来回蹦打 每一次都尽可能地落在恐龙的脑袋上 不是在眼睛 就是在下巴 尽可能找一些脆弱的地方攻击 被雷球追着打的恐龙们嘶吼不断 但它们庞大的体型 让活动变得非常笨拙 一只只恐龙张嘴晃脑袋 却都没能将这个雷球咬住 当第一只恐龙被杀死的时候 夜九的雷球撞上空气球 收走材料 继续攻击下一份 这一次 15分钟的时间 夜九没来得及休息 只是猎杀了98只四级和三级的恐龙 以及吃掉了两只五级的恐龙 当又一波新的生物刷新时 也就只看了一眼 就选择了离开副本 吃撑了 它需要好好地消化一段时间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南 身体状态非常健康 保时度42% 体力值26% 身体强度1536% 精神强度1841% 特殊属性 暗雷五级 暗火五级 技能 是 雷火 翠体术 翠魂术 功法 清心绝 三倍 装备 武剑三级装备 资产581 六倍能量强度 110 5万平米家园领地 52万平米损毁 四级岩浆湖 宠物 小带四级风火 双系狼王 战力662 小闹四级土系猎犬 战力545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三级白孔雀 包裹兰四十 生存手册 身体强度增长了300多 精神强度增长了600多 这都是夜九在这个副本里 放开胃口 吃回来的 当然 现在仅仅是数据上的增长 能不能好好地淬炼掌握 这还要他一边修炼 一边打磨 什么时候 能彻底属于自身了 才能继续去饱餐一顿 累了累了 我现在需要好好睡一觉 夜九躺在舒适的大床上 摸摸凑到面前的狗头 让小闹不要闹 吃到撑的后果 就是 他需要消化完了 再考虑新的修炼 王物 小闹在旁边趴下来 大脑袋和一只钱长搭在床边 眼神委屈地 看着状态不佳的主人 主人累着了 一定是出门狩猎时候 外面的猎物太危险 哦 小呆刚才在外圈跑着巡逻 感觉到主人回来 跑回屋子里 就发现 主人已经睡着了 低头发出些许的声音 晃晃脑袋 也在旁边趴了下来 不能跟着主人 一起出门狩猎的他们 也只能在主人回家 之后陪伴 小洛站在房子里的一个小型假衫上 衫衫翅膀 晃晃脑袋 没有凑过来打扰 主人的累 不是身体的疲惫 应该是精神上 消耗过大造成的 主人这么辛苦 他们能做些什么 家里的三只都在担心 夜九却在睡着之后 陷入了一场 不怎么美好的梦境 夜九 你们家可是欠着我家一条命的 现在 该你还给我了 站在夜九面前的人 正在一脸愤恨地 冲着他叫嚣 这人 夜九记得 这是他堂姑的小叔子 现在的这个时间 是莫是刚刚爆发的第三天 这位跟他在同一个地方 就这妖巧地遇见了 不过 这人快死了 你别装作不知道 当年我嫂子带着肚子回娘家 那孩子就是在你们夜家那边弄没了的 你现在必须救我 因为夜九一直都不说话 这人着急地提起当年 要把事情说得更加清楚一点 麻烦的人 夜九看着自己抬手 情绪不是很好地哼了一声 话因为落手 已经穿过了那人的心口 在他这一条手臂上 噼里啪啦 不断炸开的雷光 让周围本来还想说点什么的人 都迅速地后退 就算外面有丧尸 有些人也还是已经扒着窗子 往旁边房间转移 不敢继续在这个房间里待了 他们之前可都是跟着 那个被杀死的人一起 来让这小子出门清理掉那些丧尸的 这些人现在都在担心 怕跑得慢了 就会被顺手杀死 垃圾玩意儿 站在原地的夜九 看着已经从窗子逃走的那些人 心情烦躁地甩甩手 就将这具尸体扔了出去 没了尸体 也没了其他人的房间里 表情控制还不是很好的夜九 在十几分钟的沉默之后 表情上浮现出几分痛苦 他杀了一个人 却在不经意间发现 自己刚才把人杀死的同时 竟然带回来了一些 本不属于自己的能量 虽然这时候的夜九 不知道能量的具体信息 可自身的感受很清晰 时隔太久 多忘记那时候的我 也曾纠结犹豫过 夜九现在只是能看见 看见过去的自己 在做些什么 现在的他 不能控制过去的行为 他也没有这个兴趣 就在这个幻梦之中 看着自己 继续在末世中生活下去 在察觉到自己异能的不同之后 这时候的夜九 趁着其他人都离开躲起来 就很小心地离开了房间 顺着墙外的管道和电线 迅速地离开了这个暂时的休息点 离开了人群 第一次开始了末世里的独行之旅 过去的自己 不管是去到哪里 现在的夜九 就跟到哪里 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 看着自己离开人群后受伤 逃命 掠夺 杀戮 看着自己傻乎乎地跑去救人 却在救人之后 表现出疲惫时 被周围的人 当成带宰羔羊 那时候的他 是不信这些人的 所以越是有人的地方 他从不敢让自己 真的累着 虚假的疲惫 引来了那些人的伤害 接着就是毫不客气的反杀 或许 曾经那些并不是特别真实的单纯犯杀 只是在给自己 找一个可以杀人的理由吧 当然 也不是全都如此 偶尔会遇到一些 没什么恶意的 相遇 相处 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这个村子 当看到自己来到一个村子里 以一个普通幸存者 逃亡而来的身份住下时 夜九笑了笑 继续在旁边观察 虽然这段时间要一直工作 才能赚到几口吃的 但这里的短暂时光 还是比较平稳的 待了段时间 继续出发 丧尸 便易动植物 还有偶尔遇到的 各种幸存人类 一天又一天 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看着自己记忆中的末世生活 这个梦 也该醒了 梦里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夜九看着自己 冲进了丧尸群 击杀丧尸猎取金河 突然意识到 这就是进入游戏世界的那个时间了 下一刻 时间停滞 那个自己 进入了一个单独的空间 这是 被带走的 夜九看着过去的自己 陷入时间的停滞 在独立的空间里 缓缓飘起 在周围 也逐渐地飘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生物 人 丧尸 动物 食物 除了飘起来的这些生物 其他被抛弃的一切 都在迅速地消散 周围的一切 都在平静中消失 只留下那些被锁定的生物 等待着被收走 时间是静止的 可现在的夜九 却能移动视角 能看到自己 也能看到周围 好运的小子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回去吧 叹息声突然响起 就在夜九想问一句的时候 他只觉得 小洛站在床头 小翅膀在夜九的脑袋上拍了一下 催着他快些醒来 主人 已经睡了三天了 外面那个人 又要来蹭饭 小闹去 让他走都不肯走了 小洛呀 让我抱一下 夜九的眼睛 睁开一条缝右臂上 两手一伸 抱住小洛就翻个身 拽过被子盖住 他就说 脑袋怎么会有点疼 原来是这小布点给拍的呀 小洛的脑袋 在夜九脸上蹭了蹭 扭了扭把翅膀抽出来 只想了一个方向 主人你不要睡了 那个贪吃的又来了 他这几天每天都来 有客人啊 不着急 咱们等会儿再去看 夜九看看自家家园的信息 小呆和小闹都在那边 外面的人 能让他们去盯着 却没有起冲突 自然就是熟人 而熟人能过来 还能在那边聊起来的 也就只有一百八十了 躺在被窝里 夜九拿出生存手册 从自己睡着开始看 迅速地看到了现在 这三天时间里 家里出现了两次的灾难事件 都是受类入侵 被小呆小闹解决掉了 就连留下来的五只野鸡和七只兔子 也都被小呆带着四只半大的狼仔 赶去了鹿群那边 圈到一个区域养了起来 他们的食物 都是小呆和小闹去准备 水果蔬菜 成熟的旧摘一些 送过去 让那些动物吃饱 除此之外 还有一次 有玩家试图打破他家的防护墙 被小闹用土戏能力挖坑活埋了 他走了呀 夜九躺在被窝里 看着小呆和小闹一个 去绕圈巡逻 一个往回跑 就知道 一百八十是走掉了 那人的好奇心挺大的 现在控制住 没跑进来看一眼 也是挺不错的了 汪汪汪屋 小闹跑回来 看到主人冲着他招手 跳起来直接扑了过来 只是夜九睡的大床 对他来说有点小 就是前掌和脑袋被抱住 后腿只能在床外了 小闹把脑袋搭在夜九的胳膊上 哭得委屈又可怜 主人终于醒了 吓到狗子了 乖呀 不哭不哭 这次是突发情况 应该不会再有下次了 夜九想想 自己回来之前 也不会再回到过去了 大概是这样的吧 只是那个声音 小呆 休息会儿 夜九抱着小闹哄着 也没忘记把小呆转移到身边 伸出一只手 在小呆的大脑袋上拍了拍 让他们都先休息一下 再次地躺下来 手摸着放在床上的狼爪和狗爪 夜九一边休息 一边查看自己的个人信息变化 当看到个人信息里的某些提示标注时 他突然感觉有点不太适应了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男 身体状态 健康健康的身体 是一切成长的基础 饱食度 3%睡这么久 吃点好吃的补补 体力值6%过去只是过去 亏是过往的消耗 不是你现在能够承担的 身体强度 768小惩罚 还是要有的 下次可就不一定能继续好运了 精神强度 2358建议暂时压制一下 等身体强度追上了 再继续 特殊属性 暗雷五级 暗火五级暗系式 稀有属性 是好事 技能 是 雷火 翠体术 翠魂术技能 不需要太多 好用就行 功法 清心绝三倍暗系 本来就能快速修炼 清心名神 以稳为主 装备 五件三级装备 自己做衣服穿也不错 不是只能穿装备 资产 675倍 能量强度 110 5万平米 家园领地 52万平米损毁 四级岩浆湖 宠物 小带四级风火 双系狼王 战力715 小闹四级土系猎犬 战力587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三级 白孔雀 包裹栏四十 生存手册 个人信息里 又出现了信息后面的提示 只是 这一次的提示 更加的直接 也没了之前那种 嫌弃满满的吐槽 这些信息 更像是在告诉他 关于他更适合什么 以及某些禁忌 窥视过往 而且是直接看到了 过去世界的消失 这确实是知道的有点多了 不过 这小惩罚 这整体的感觉 自己就像是个 捣乱闯祸的孩子 被一个温柔的家长 给教育了一下 这算什么 该教的教 该罚的 也就意思性罚一下 而且 身体强度是减半了 但是这精神强度 又增强了五百多 这感觉 就跟拿走了一个苹果 让他长长记性 又送他一个桃子 哄哄他不要委屈一样 吃饭去 饿了饿了 感觉自己被当成小孩哄着 夜酒有些脸红的 从床上下来 打开美食存储柜 就拿出了一堆吃的 美食存储柜里的食物 比之前少了一些 应该是这三天时间里 几个小家伙们 拿出来吃了 只是这数量不多 连一天的分量都不够 以后还得多做一些放着 万一在有长时间 无法做饭的时候 也能让他们多吃一些 嗷嗚 小呆凑过来 抬起钱找抱着盆边 把橙肉的木盆端出来 放在小闹的头上 然后又用一只钱 找端着一份 三条腿走路 跑到桌子旁放下 虽然可以用嘴咬住盆边取出来 但他想到 主人也是要吃的 就要注意这点了 嗷嗚 小闹就是搬运工 小呆在他脑袋上放一盆 他就低着头走过来 等着小呆再给端下来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种 夜九端着两盆扎的酥肉 过来放下 看着小呆和小闹的游戏 好奇地看向小洛 让他给说下 这又是怎么想出来的 一只爪子抬起来 端着木盆 不只是小呆能做到 小闹也是完全可以的 哦 小洛抬起翅膀 迅速地比划了几下 因为小闹用爪子举过一次 结果就是因为 外面有人来 他一激动 就把食物扣递上了 之后 小呆要揍他 小闹说 三条腿走路不稳 所以就用脑袋了 夜九听不懂 但他大概是看懂了 就是小闹摔了一次饭菜 小呆嫌他太蠢 换个平稳的位置放 哦 小闹过来趴在地上 大脑袋放在夜九的腿上 要安慰 主人睡觉的时候 小呆欺负狗子了 乖啊 先吃饭 吃饱了 多做点好吃的放着 你们这几天都吃得少 鱼和水果 可以当零食 饭菜还是要多吃点的 夜九自己先吃了两口 然后把一盆盆的肉 给他们倒进饭盆里 挨个拍拍脑袋 让他们吃完饭再玩 这三天 睡了过去 等下吃饱喝足 就该再次进行高强度的脆体了 身体强度和精神强度 差了这么多 现在不使用异能 都能感觉意识不稳 若是用这样的状态战斗 一个不小心 就真可能把身体弄没了 狗子狗子 来这边聊一下 你们家这人是在干嘛 他竟然又堵结了 他这几天 忙着就是忙这个了 云生在一大早起床后 就带着他家狗子 过来看一眼 结果刚出门没多会儿 就看到了恐怖的柱形雷结 迅速赶过来发现 果然是这家伙 又在肚结了 绕一圈来到另一边 隔着墙 喊着正在巡逻的黑色大狗子 让他靠近点 好好聊一下 某些人的实力成长 也太快了吧 汪汪汪 小闹往这边靠近了点 冲着外面这个 又想来蹭饭的叫两声 主人都被雷劈了一晚上了 这个外面的家伙 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180 我刚才就看到 是你往这边跑 从他家的鹰杯上跳下来 落地站在180的不远处 表情友好的 挥挥手打招呼 他也是天亮之后 看到了这边的恐怖雷柱 就想着到附近看看情况 之前来过这附近 也见到过 这位很强的玩家 那时候说过 不能进入到人家的家园上空 但附近还是没有被禁止的 我是来蹭的早饭的 看这样又蹭不到了 你说你这么弱 跑来干嘛 小心这雷会跑 到时候追着你 你逃都逃不掉 云生看看一号 随意地说个理由 顺带吐槽一下 某些人又弱又爱凑热闹 之前2020的事情 这人也去看热闹 还带着几个人一起去 现在这边杜雷杰 他又来了 真就是胆挺肥的了 蹭犯这种事 你怎么好意思 直接说出来了 你看那边的大狗子 都嫌弃你了 一号扯扯嘴角 心塞塞地看着180 很想问问 这家伙的脸皮 到底是怎么长的 之前见不到彼此 这家伙就在聊天频道 嗷嗷喊呃 现在能见到人了 就一天天地跑 其他玩家的家里蹭犯 看起来 就是一天两天了 从我第一次来 就嫌弃我 没影响的 大佬是个好人 只要我给准备礼物 就能给我留点吃的 大佬不只是实力强 厨艺也是超级棒 我跟你说 就只是一份排骨 那味道 云生看一眼 非常稳定且凶残的雷柱 开始跟附近的一号讲起 关于一份排骨 能有多么的好吃 他的描述 最开始 还能让小闹和小小 在旁边点个头 但随着他越说越奇怪 已经开始偏离食物 本身的时候 两只狗子对视一眼 幻想吧 一号本来还听得很认真 可当一百八十说吃一口 就能让修炼速度翻倍以后 他突然就不想听下去了 这夸张的 再说下去 就该是吃一口 就成仙成神了 还是回家做饭 吃完饭 继续刷副本去吧 他就是个上一轮 排在第五的小人物 在这两个明显 就比他更高的大佬面前 压力太大了 这次要更加的努力 争取下一次能再进一步 最好是可以看到 一百八十 究竟是排在了第几 这个骗子 骗子 这就走了 真是脆弱呀 小闹 闹闹闹闹闹 你来陪我玩玩呗 小小都不陪我玩了 我现在在家可无聊了 云生看着一号 被他家黑鹰带走 心情不错的 回头冲着小闹招招手 想找狗子陪他聊会天 小闹摇摇头 他才不要陪 这个家伙聊天呢 墙外的小小 都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了 这个人闹起来 能把狗子 闹到忧伤自闭的 你也嫌弃我 闹闹啊 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他 看到小闹不想跟他聊天 云生直接就开始找话题了 哦 小落看到 有人在骗狗子聊天 飞过来 站在小闹的脑袋上 让外面这人不要吵 虽然他们家主人是在脆体 不是被误以为的杜劫 但这种时候 一直吵吵闹闹 会影响到主人的 我就是有些担心 又不是故意要吵他 我都有给你们带礼物的 你还嫌弃我 云生靠在他家狗子的身上 表情瞬间委屈 瞪着一强之隔的孔雀 就开始控诉他 有多么过分 不说 不问 不答 不理 我记得 你说过 你会做饭的 夜九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 从岩浆湖里走出来 在他出来的同时 持续了一晚上的雷柱消散了 看一眼正在跟他家小闹瞪眼的某人 夜九觉得 他笑容已经保持不了真诚了 这位到底是有事找他呢 还是真的就这么闲 你家鸟欺负人 云生拿出一个空气球 抓在手心晃了晃 然后才开始控诉 这只傲娇孔雀 是有多么过分 请来说吧 你这眼巴巴的等着蹭饭 都让人在聊天频道吐槽 你太差劲了 夜九挪开一道院墙 看着一人一狗进来了 又再次的挪回去 吐槽去吧 我一天天的喊 现在找到大佬抱大腿 可不就是要蹭个饭的吗 你可真有耐心 我每天都来 你每天都忙 给你看看这个 先说好啊 只是看看 云生看着院墙又堵上去了 走到夜九身边 把他手里的空气球递过来 要不是因为这东西 他也不知道 一天天的跑来找人 结果一次次的 都给他堵门外边 真的太惨了 好东西 也给你看个东西 夜九把之前在副本里 拿到的那张工人卡 递给云生 他则是拿着手里的 这个空气球 看了又看 好友通话连接器 一对添加为好友关系的玩家 分别拿走其中一份 可进行随时开启的 无障碍通话 我拿到那个的时候 有个提示 说第四环节才可以使用 也就是下一环节 就可以加好友了 云生接过卡片 把那个通讯器上 已经消失的提示信息补上 这是在副本宝箱里开出来的 他拿到之后 就想来跟夜九说一下 结果就等到现在了 五级变异人都投诚了 你干了什么吓唬人的事 等 等一下 副本里有人 工人 信徒 嗯 嗯嗯 云生低头看看手里的这张卡片 最开始还在纠结变异人 竟然也会投诚 可越看越觉得 这不对劲啊 他没遇到过人形副本生物 这倒也不奇怪 毕竟遇不到的物种多了去了 可是 信徒是什么意思 信徒 对应的是神明 是吧 他一个生来就被挂上神族身份的 到现在都没遇到过信徒这种事 这个人却跑去收了一百个信徒 这也太打击人了 我就是抢了一个权杖 然后放了点火 就被认为是火神了 夜九笑得有点尴尬 他也觉得 这确实是有点奇怪 反正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 他这卡片也拿到了 那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呵呵呵 火神 你 火神 就算是误会了 那应该是 是雷神才对的吗 云生本来是想炫耀一下 自己运气后 顺带聊聊 关于以后加好友的事 现在他就是很突然地 冒出一个想法 自己是不是应该努努力 变强到一定程度之后 把这个得瑟的家伙打一顿 你别笑得这么得意啊 虽然我是打不过你 但你这么炫耀 真的不好 太虐了 那什么火神 又是怎么搞出来的 你不是控制雷的吗 玩雷的还能放火 那我空间的 好像 我确实是可以研究下 把这个绝对安全的空间 做点其他的调整 比如 我把你困在空间里 然后我就 嘿嘿嘿 云生脑子迅速地转了几个弯 转来转去 他突然就意识到 自己的绝对安全空间 其实也不是只能保护自身 这么简单 看着疑似傻眼了的夜九 他露出一种夸张的坏笑 直接在夜九的周围 进行空间封锁 然而 我等级比你高 而且 这是我家 夜九看着想炫技 结果失败了的云生 把手里的这颗空气球还给他 同时把自家的那张工人卡 拿了回来 这人的脑子 不定是抽风型的 等级比我高就 不能进行安全空间的保护 那同等级的行不行 我不会伤到他们的 你让我试一下 还是在我家小小的身上试一下 小小你别嫌弃我啊 我能保证不会伤到你的 云生收起那个空气球 还是觉得挺纠结 他就想试试 自己的这个想法 是否可以成功 只是看看 冲他呲牙的狼河狗 他只能转头找自家的 于是 在他家小小的嫌弃眼神注视下 一个空间屏障 出现在黑白色大狗子的周围 将他封锁后 控制着到处移动 你身上没防御了 以后还是不要这么玩了 夜九不确定 这家伙是不是在试探 但他还是明确地告诉云生 他可以看得出来 你又不会杀我 在外面 我可不敢做这种尝试 云生放开他家大狗子 两手抱着狗头哄了哄 然后 才回头跟夜九说话 他也不是完全就不担心 只是偶尔会任性一点 想试试 是否可以有一个 能暂时信任的合作者 合作者 能在未来 向着同一个期待的目标去努力 不管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永远都不要测试人心 夜九向着房子的方向走去 不想跟这个家伙 讨论什么信任与否的话题 有考虑这个的时间 还不如多想想 怎么提升自己 怎么保护好自身 你之前都过的什么日子 我这种被出卖 被欺骗 差点死了的 都还会稍微有点期待的 感觉自己被嫌弃了 云生心塞塞地吐槽几句 在那个资源匮乏 动植物都变异 粮食遭到许多人恶意破坏的时期 人 也是食物 一子而食遍地皆是 即使是至亲至爱之人 也随时都可能成为保护所需 夜九走进房子里 拿出一些牛肉 切块炖上 做着饭的时候 给好奇的云生讲讲 什么叫漠视 若不是因为生存所需太过艰难 也不至于给它立碑 还刻上了英雄的名号 只是那些粮食种子 终究是没有造福人类的机会了 除了被选中带走的生物 其他的一切都化作了虚无 在所有生物被带走的那一刻 那些单独封锁起来的空间 跟空气球还挺像的 两者的区别 就是空气球的外在大小是固定的 而那时候的独立空间 是跟随内在生物大小来调整 就是之前有人说过的 那种资源匮乏 随时可能死去 那种丧失漠视 云生想起 之前有玩家提到过 某一些挺可怕的漠视信息 可怕的不只是危机 更多的是 来自于人类互相伤害的巨大恶意 那个8085 跟他说的有些相似 但我们那边 不是人为制造的并不 是在同一个时间 突然就完成了全球生物的转变 夜九也想起了那个 经常在聊天频道 讲述漠视生活的玩家 只是那人说的信息 他看过几次之后 越看越无法理解 人为制造的丧失病毒 很多天的缓慢传播 公开却无法阻止 让民众一天天地 看着新闻上的信息 然后周围人逐渐地变异 在那人的讲述里 国家 军队 各地部门 都仿佛是不存在的 只有新闻部门 一直在追着变异进度发报道 当然也不一定就完全是假的 说不定人家那个世界 确实就是这样的呢 世界不一样 各种信息也不同 但你们那个世界 确实是惨了点 这个料 要不要多放点 听着自己想象不出的末世信息 云生的双眼 却是紧紧地盯着夜酒的手 做饭的步骤 他得学着点 学会了回家自己做 免得总是被小小嫌弃 这是香料 少放一点就可以 放多了 会影响到食材的味道和口感 你放了多少 夜酒把料放好 盖上锅盖 回头看向 估计是不太会做饭的云生 在看到云生抬手 比划了一个大小之后 他的视线转 看向表情僵硬的黑白色大狗子 看着委屈的大狗子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安慰一句 至少是很努力 想要做出好吃的食物 是吧 你家附近的那个玩家 跟你是从一个世界来的 你们还认识 云生吃着早饭 跟夜酒闲聊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附近的玩家 不对啊 他是8888 跟你插着十个号码 怎么就在你旁边了 那这中间的玩家呢 后知后觉的发现 编号不对 云生现在满眼都透露着八卦之心 我哪知道 可能是被故意放在我旁边的 夜酒已经对自己被盯着的事情 完全没有什么 可以在副本里跟云生遇到好几次 家附近出现个编号相近 过去曾认识的玩家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确实有这个可能 那你介意 我去找他聊聊天吗 云生也知道 他在某些时候 会被特意的安排一下 看到夜酒不在意 他也不纠结了 只是 那个玩家 他有点好奇 想去看看 那个末世 生存过的其他人是什么样 想去就去 我跟他不熟 去看看某些玩家 这是云生一直都喜欢做的事情 夜酒也不会阻止 而且 若新那边 估计会让云生有些失望吧 那个女人 现在都快变成居家享受模式了 吃饱喝足 我走了 下次有好东西再来找你 吃过早饭 云生坐在小小的背上 离开了夜酒的家园 他出门之后 是不是去找若新 夜酒不想去关注 他又炖上了两大锅牛肉 然后才开始对家里那些生长受限的植物 进行分化移栽 植物移栽 是个费心费力的大工程 夜酒忙活了一上午 才把这三天长出来的 都转移出去 下午又去了个四级的采集副本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很快就回家 继续进行身体的强化 催炼身体搞强化 水果蔬菜成熟了 也都要采摘和拓展种植 还有制作的物品 要出售和继续制作 在这期间 夜酒还要出时间 每天去一次副本 狩猎刷单人模式 采集就进多人模式 能找点箱子 一天天的忙碌着 每天仅有三五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家园稳定平和的发展 小呆小闹 每天都忙着巡逻 收柴火 管理家中养殖的动物 小洛没什么事情要做 夜酒不修炼的时候 他陪着 修炼时 他就在家里睡觉 直到第三环节的第十五天 小洛终于进集了 熬屋 小呆看着主人 怀里抱着的孔雀蛋 又是这种色彩斑斓的模样 小洛真的不会被染色吗 小洛属于特殊型存在 他的进集或者进化 都是需要藏在蛋壳里进行 夜酒抱着孔雀蛋 手指在蛋壳上摸了摸 其实心里也挺担心的 到目前为止 夜酒也没看到其他玩家说 宠物进集会重新出壳 但他家小洛上次进化就是这样 现在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小闹将脑袋贴上来 蹭蹭蛋壳 就跑到一旁趴着 走吧 咱们吃饭去 小洛不一定什么时候出壳 这几天我就在家待着不出门了 夜酒把孔雀蛋放在大床上 起来去把锅里炖的肉和菜盛出来 装在盆里 一份份的端到餐桌上 他自己吃饭用的是普通餐桌 前几天 家里种下了几棵三极的树 感觉木材的质量很不错 就自己动手 做了个稍微矮一点长桌子 桌子面上 挖出了一个个圆形的下陷区域 每一个都刚好能放木盆的盆底 饭菜盛出来后 又放上新的食材 慢慢炖着 夜酒这才过来坐下 准备吃饭 这些天 他休息时间一直都很熟 等下吃饱了 就去躺着 好好睡一觉 八 某些人啊 你们能不能稍微和谐一点 吃一天天的 不是跑到那边偷 就是想来这边抢 你们有完没完啊 一 你把人打死不就好了吗 那几个玩家的速度也不快 杀个人而已 八号你可以的 十三 他要是能杀人 就不会让那些人跑掉了 就是 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都到你们家明着抢劫了 你们怎么就还能让他们跑了 这是什么原因 五百五十 打打杀杀的多么暴躁 我们就是缺点吃的喝的 看看谁家没人看着 就找点的东西吃 又不搞破坏 你们不要这么凶残 会吓到我们的 一百八十 你们都偷那么多家了 怎么不来我家逛一逛 我家现在好吃的好喝的有很多 你们要不要来玩会儿 我保证下手会快一点 不会让你们痛得太久的 九百九十七 就是就是 你们那边都不远 去一百八十家 他家种了很多的水果 八千八百八十八 比一百八十 你下次闲逛到这边的时候 带点水果我尝尝呗 我家也有些水果 跟你换着吃 二零二二 话题歪了 那几个偷东西 抢东西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昨天你们就骂了 今天还骂 他们是偷了几家的 六千六百六 算上现在的八号 加上昨天出来说 家被偷了的那五个 现在一共爆出来六个了 但肯定还有没爆出来的 五百五十三 那些说让我们去一百八十家的 你们可真够坏的 一百八十家那只大狗 我们隔几个 去了就是狗粮 傻子才去呢 一百六十一 什么意思 你们怕了一百八十家的狗 所以我们这些被惦记上的 都是被你们认为是 软柿子了 四百三十二 可不就是软柿子吗 你们倒是杀呀 就这么几个人 杀了就不折腾了 一个个的又喊又骂 却偏偏没有一个出手的 小闹从房子那边跑过来 冲着墙外的云生叫了几声 主人刚睡着了 你这人怎么又来了 他可算是休息一下了 闹闹啊 夜九他有没有说 我来之后 可以开门进去休息会儿 云生这些天也来过几次 每次过来跟夜九聊天 聊不了几句 就会感觉被打击到 所以他在夜九练功的时候 就喜欢找小闹或者小带聊天 小骆其实是最闲的 但是小骆总是一副傲娇模式 几乎不会搭理他 王无 小闹歪歪头 不记得主人说过 要不要把这个人放进来了 王无 小带从房子里面跑出来 靠近墙边 咬着墙边 扯开一条缝 让外面这人进来 主人说的 那家伙在外面太吵了 进来说话 能声音小着点 呆呆最聪明了 你们家主人不是睡了吗 总不能是被我吵醒的吧 顺利地走进来 云生突然意识到 小呆给他开门 绝对是夜九发话了 感觉一不小心 可能要挨雷劈了 哦 小呆抬起爪子 指了指房子 然后就转身带着小闹继续巡逻 你们就这么把我扔下了 怎么说我也算是个客人呢 虽然话说得有点委屈 但云生的笑容却不减反增 走起路都带着风 你现在这个时候跑出来 就不怕被偷家 夜九抱着孔雀蛋坐在床下 满脸困倦地打个哈欠 看着云生过来 就指了指兽皮铺开的地面 让他坐下聊会儿 他们不敢去我家 这次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 你知道 我喜欢到处跑着看热闹 昨天的那几个 还有今天的八号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看着这人在犯困 云生也没打算说太多废话 直接就说起了 他发现的一些异常情况 不管是八号 还是之前的那几个 他们都在最近几天 见过九千号 就连那几个到处偷或者抢的 他们也都跟九千号接触过 你是说 九千号玩家在用某种方法 控制那些曾经见过 或者聊过的玩家 夜九确实是没想到 九千号玩家能搞出这种事 如果是都分别接触过 那似乎是可以猜测一下 这是在给某些玩家进行测试 可这么搞的原因是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让玩家之间 保持一份和平 明抢按偷都出来了 这本身就是和平不了 总不能就只是 但是为了测试那些玩家 敢不敢杀人吧 就是觉得不对劲 八号的实力也挺不错的 至少在大部分玩家之中 是挺强的 我是搞不懂 他为什么会被九千给影响 云生纠结的重点 是八号那家伙 也算榜上有名 不可能输给一个 实力并不那么强的九千号 或许他也只是想凑个热闹 你当初都能一直卖惨 他现在装装样子 陪着某些人玩一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夜九把脸贴在蛋壳上 看一眼云生纠结的表情 再看看聊天频道 正在刷上去的信息 不想去分辨 有哪些人是在玩 这个环节 过去一半的时间了 有些玩家已经知道 下一环节可以加好友 之前在聊天频道 就已经说起过这个话题 所以某些人就开始 从家附近寻找伙伴 希望彼此照应 能让自己放松一些 但也有些人 明显就只是凑热闹 什么事情都凑上去搅合一下 不一样 我来找你之前 就在八家附近 他现在是真的不敢杀人 不打扰你了 你继续睡觉去吧 我去九千那里看看 虽然没有理由 但我就是觉得 九千可能会给咱们 带来很大的麻烦 云生看着夜九困倦的状态 忧伤地叹了口气 打算自己 再去多做一些观察 那个九千号太奇怪了 危险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我跟你一起去 如果能杀了九千号玩家 你给我准备 一万份三级土壤 强化肥料 怎么样 夜九知道 云生有危险感知的能力 既然那个九千号的危险程度 已经让他越来越烦躁 那还纠结什么 能杀直接杀就是了 他们又不是 要给对方定罪 哪来那么多观察和信息调查 当这是在玩解谜游戏呢 啊 云生从迷茫 到震惊 再到明了 然后笑了 还能这样的呀 这些天 总是看着夜九 在天雷地火中被折磨 他都忘记 这家伙是可以收钱 干活的了 如果用我出手 我只给你一半的强化肥料 你加油 想到自己可以花钱当雇主 云生瞬间嘚瑟了起来 不就是一个九千号玩家吗 笑得太蠢了 走吧 去看看他在不在家 夜九拿出一杯提神的饮料喝下去 把小呆小闹找过来 让他们看家 然后就穿上装备 和云生一起出发了 九千号玩家的家园 距离他家并不远 毕竟编号只差了一百多两点 到了那附近 夜九看着前方一片改造过的湖水 感受着冰寒的能量气息 大概是能知道九千的属性了 冰系和毒系啊 等一下你不要下去 一旦没了保护 你扛不住这些冰寒之气 和毒素的侵蚀 夜九是收费干活的 现在只是大概确定了情况 就让云生在空中等着 冰寒的水里 藏着能让人麻痹僵直的剧毒 而且这剧毒 不只是冰封这个身体 连元素都会迅速地被封印 他看到水里 便身成超大号水蛇的 九千号玩家了 同样是水蛇 他当初遇见的三级白领水蛇 就很好看 均匀细长的外形 干净美丽的鳞片 可现在这个太丑了 紫灰色也没关系 色彩不同而已 但水里这个玩家转化的水蛇 满身都是毒瘤 一个个的大疙瘩上 正在向外渗出毒液 形态扭曲且大小不一的鳞片 都称的扭曲甚至是炸开 他曾在丧尸堆里 进进出出地闯了一回又一回 那时候都没出现过 恶心到想吐的这种反应 现在他不得不承认 看一眼就想吐 其实也是一种真实的描述词 180 水里抛着的灰色浓包蛇 钻出个脑袋 看着停在空中 那个长了翅膀的人 不确定这个人来他家做什么 虽然之前在聊天频道里 吵闹不断 但他确定 自己没有招惹过180 甚至有些时候 云生感觉自己挺忧伤的 他在空中隔着几十米远呢 这个玩家怎么一眼就看到他 那么大的一个人 就这么忽视了 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你来找我做什么 我没得罪过你吧 9000号玩家 看一眼站在他家家园外面的人 继续仰起头盯着180看 在这里 他只担心180 其他玩家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吧 你应该是在算计我 所以 我就来看看你 看你这反应 你确实是有特意针对我的计划 180 看着9000的反应 直接就耍赖一样的找理由 就说这人是在针对他 你 180 你这是什么道理 你觉得我算计你 你就要来找我麻烦 你有证据吗 9000自认自己是从来没招惹过180 可180就这么耍赖 他还真想不出该怎么去解释 这有些事情 他不想让180知道何参与 可这人上门找茬了 若是被他盯着找麻烦 那以后的日子 可就难熬了 毕竟 这人他惹不起 或者说 整个10089区 都是可能被这个特殊玩家玩废的 我又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 我自己知道了就行 反正 你算计我了 我就来找你麻烦 你也应该没其他的话要说 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180在空中扇扇翅膀 看着明显就不对劲的9000号玩家 从包裹栏里 拿出了一个盒子 这个大盒子里 装满了散发着紫色品质光芒的爆裂弹 我有话说 我跟你真的没仇没怨 我是通关之后 重来一次的玩家 虽然大部分的记忆被抹除 但我记住了几种禁忌 关于玩家后续发展的一些关键信息 9000看着那一箱爆裂弹 不得不从水里钻出来 便回人形 站在了水面上 这一箱爆裂弹 拆不了他的家 也杀不死他 可只要180动手了 以后就将会有无休止的麻烦 通关后重来一次 云生从空中瞬移到夜九的身边 收起了那一箱爆裂弹 等着9000 可以多说一点 这可真是有意思了 通关之后 重来一次的玩家 怕他倒是不奇怪 可这个家伙 不认识旁边的夜九 本来是想要带着实力回到过去 可以将过去的悲剧都阻止 可回去之后才发现 只是回到了进入游戏之前 并且在进入游戏之后 就被抹除了实力 就连记忆 都是我慢慢找回的 9000站在水面上 隔着十几米远 跟180 讲起了他的事情 他目前找回的记忆并不多 梦里偶尔能看到的一些信息 也大部分都是模糊的 除了不能杀戮过多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180号玩家 真是一个神族 天生的神族 这么离谱的事情 竟然是真的 而且 不能靠得太近 因为这家伙 脑子不好使 有人贴上去 抱大腿会被踩死 当然更不能站在对立面 因为这世界内 是杀不死神族的 而只要 是被神族仇视 那可能会比死亡还要可怕 所以 你说的这么多 只是在表明 你不敢算计我 云生看一眼 旁边满眼看好戏的夜九 心塞塞的再次回头 看着这个自爆重来一回 而且 话里大部分 都掺了假的9000号玩家 重开一局 可能是真的 但他可不相信 这家伙说的其他话 之前 看到这水里有毒的时候 夜九就跟他说了 这水里的毒素 很可能会对他造成影响 不管是为了养出这些剧毒针对他 还是要搞什么灭神计划 反正9000和他之间的对立关系 是越来越明确了 之前就感应到的危险 也随着9000讲述的这些信息 越来越浓郁 你没必要怀疑我 因为 我根本就伤不到你 你这一类的神族 是放到这个游戏里 让你们玩一场 就能重回神界的 我知道 你现在可能没办法相信 但这个求生的游戏 就是一个造神的游戏 通关的玩家很少 而且 这里面很多都是你们这种天生的神族 我们这些玩家 因为 你们都讨厌抱大腿蹭好处的玩家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玩家之间不能杀人 一旦玩家杀了玩家 就会在未来开启杀戮值的时候 公布出来 到时候走到哪都挂着一个大的杀戮数字 标签在头上 还有区与区之间 未来时候开战的 开战之后 就是要整个区的玩家参与了 拿贡献分 玩家死没了 就会让这个区的排名会很低 能拿到的公共资源 会非常的少 9000发现180 还是没打算放过他 只能将某些信息讲出来 虽然他也只能从记忆中 找出一些模糊的印象 但只要根据游戏规则延伸一下 就大概能延伸出一些具体 且详细的内容了 而且他现在必须说得多一点 精确一点 这样才能让180 不要继续针对给他 至于未来能不能图神 这是他找回一部分记忆之后 就必须要完成的终极目标 只是现在 他还太弱了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所以 这想法必须藏起来 藏得深一点 你这个情况 确实是太特殊了 两倍吧 极限了 云生看着讲述了很多的9000号玩家 有些纠结地叹了口气 抬手在夜九的肩膀上拍了拍 没办法 这个情况不好对付 如果不加价 人家以后 不一定还愿意揭杀玩家的活了 什么两倍 180你有没有听清楚 我说的是什么 我是曾经通关过的 我已经再找回信息了 未来我可能会想起更多 咱们这个区不能说 9000感觉不妙 看着180 似乎根本没理解重点的样子 抓紧时间 再次强调一下 至少 也该了解他这个重来一遍的玩家 会给这个区 带来多大的价值吧 夜九在180拍他肩膀时看了一眼 这人竟然主动加价 看来以后是得多要点才行 不过 现在还是干活吧 这个9000的情况 确实是麻烦了点 但也不至于解决不了 因为没有院墙和防护设施 他都不需要多么费劲 直接就从云生的身边消失 出现在了9000号玩家的家园之内 没有去攻击9000号玩家 他就这么站在水面上 装备卸掉 只剩下一条长裤 然后才以他为中心 爆发出不断扩展的雷霆之力 你跑别人家脱衣服 太不文明了 云生在夜九进去的时候 也回到了空中 小心地观察着 这个全都是水的家园状态 防止9000号玩家出逃 未来如何 他们自然会在未来知晓 不需要留下一个 对神充满恨意的仇假 只是 夜九你这样真的不好 你稍微演一下 你又不陪我装备 夜九懒得去看 云生是什么嘚瑟的表情 他现在忙得很 这片区域虽然不算大 但总归是要一点点的吞噬提取 把这些冰寒的剧毒 都进行进化 9000是不是重来一次 在夜九从冰水中 进化出一部分能量后 就基本了解了 这剧毒又冰寒的水 才是9000号玩家的本体所在 那个丑到不忍直视的蛇 是塑造的分身类 重来一次是不可能的 真要是重来一次的灵魂 不可能毫无反抗地 被它进化 可9000号玩家 也不像是在这件事情上说谎 那他是不是可以认为 是某些看热闹的 特意让9000号玩家 知道一部分模糊的信息 然后 看他会怎么处理这种 突然出现的前世记忆 这要是每个区域都出一个 带着记忆重来的玩家 然后搅风搅雨 确实是会有很多的热闹 可以欣赏 而且 还能带动一整个区域的发展 毕竟 只要消息传来了 总是会有很多不想说的 而且 这个猜测 也不是多么离谱 能多次 把他和云生 还有大豹子 都扔到一起去 还让他们凑到一块 聊起被提示吐槽的这种事 这存在感 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 你就不能稍微给他点存在感吗 你看他现在这表情呆滞 跟失了魂一样的反应 果然你太凶残了 好可怕的呀 云生在空中看热闹 虽然看不太懂 但不妨碍他找机会 就吐槽一下 某些人是有多么凶残 那本就是个假的曲强 灵魂离开了 自然就会这样 你要是没事 就去聊天频道看看 这个玩家还没死透 跑不掉 但他可以把信息发出去 夜九经过了这段时间的 不间断脆体 对于现在这些能量的进化和吞噬 已经是非常的熟练了 看一眼空中闲逛的云生 他大概是能猜到 九千就算是要死了 他也会把某些信息爆出去 就是不知道 即将出现的信息爆发 是针对云生还是他 应该是云生吧 毕竟人家九千号玩家 从头到尾都没把他看在眼里 估计以为 他就是个给180干活的 当然也确实是来干活的 只是要收费的 报就报吧 他现在既然是没死 想干点什么 也阻止不了 云生笑了笑 聊天频道要是被爆料 那真就没办法了 九千 我快要死了 是180带来人来杀我 他怕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但我就算是要死了 也要说出来 180是10089区的特殊存在 他会把所有的玩家都杀死 让10089区成为他的领地 他是神族 但神族从来都不会庇护凡人 他只是需要其他玩家 把10089区建设起来 然后就可以拿着大家辛苦的成果 去跟游戏背后的操控者交差 九千的信息 确实在死之前发了出来 9999比九千死了吗 180你那边什么情况 怎么还让他 给你扣上灭一区玩家的名头了 9989在家没 带我去看个现场 9989在家 我去接你 你说你自己搞个飞行坐骑不行吗 真是够够的了 4404楼上两位真是好雅兴 这都能去看 小兴去了回不来 555比九千被杀了 不至于吧 90009 我好像看见了 9000的家园遭雷劈了 他是干了多么缺德的事 一明显是180 又请大佬出手了 我这才刚开始陪他玩 怎么就废了呢 那个被劈的 还剩半截的农包 炸灵蛇 就是9000的本体 怎么会这么恶心啊 他还跟我说他重来一次 要在未来成神 就这造型 想成个什么神 饿什么 爸 你们下手太快了 我都还没套出更多的话呢 一号你别描述了 大佬肯定是在看聊天频道 你看那蛇的尸体 都彻底屁成飞灰了 210 不是吧 你们都不关注一下 关于180 会毁灭所有玩家的这个信息吗 6666 比180 毁灭所有玩家 他有那么勤快 还是他资产多的 全都拿出来 买咱们的命 有几个人 能值得起那个价 2333 其实 有想让自己值钱一点的 可以在聊天频道 多骂骂180 骂得多了 或许就能让他拿资源 请大佬出面了 202 太远了 看不到现场 在那附近的 能不能来点文字直播 说起来 大家好像都不知道 那位大佬的编号 有没有人知道的透露一下 未来能加好友的时候 可以先在大佬面前 刷一波存在感啊 2019 求直播 我们隔得不远不近的 最难受了 180你过来聊话呗 大佬那边什么情况了 9000是发的什么电 竟然把你给气到了 9999来得挺快 当然 他是被9989带来的 在来到附近 看见了那片雷域覆盖区域时 就算是早有心理准备 也还是感觉心底发颤 不过 作为一个自认心态 比较强大的中年人 他决定 不去关注雷霆之力爆发的区域 还是找180聊几句 分散下注意力吧 至少 不吓人啊 你们是没看见 9000的本体太难看了 影响咱们这个区的美观度 所以 我就把那位请来 净化一下 咱们10089区的环境 180说瞎话 一向都是随口就来 现在看着一脸震惊的这几位 得意的把脑袋歪来歪去 确实是挺慎人的那种 丑到是其次 就是看见的那些 明显就是包裹着剧毒的浓包 是真的恶心到不能忍 1号在旁边补充几句 将他们过来时候 看到的情况讲了讲 那么过分的视觉冲击 是需要让那些人 也多了解一下 这种事 可以不用讲的那么详细 大佬那边是什么情况 现在的9000号 是已经彻底解决了吧 看热闹的玩家们 一个个的都瞪了1号眼 对于这家伙 自己看到了恶心人的东西 却非要让其他人 也知道一下而嫌弃 还是说点正事吧 那位在雷玉之中 让人看不清楚的大佬 他究竟是有多强啊 现在有人已经爆料出来 说9000自称是通关玩家 重来一遭 如果这是真的 那这位雷系的大佬 就是强盗难以想象了 9000肯定是已经没了 但你们这次 也就是远远地看一看 我得送大佬回家去了 180看一眼 想收到更多信息的玩家 说完就转身回到了空中 伸手扶住了收起雷玉的夜九 刚才他看到夜九的首饰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他还是很配合地过来 把人扶住了 空间瞬移 不只是自己能用 他还可以带着人走 只是 你又没事 干嘛要演的 跟多么虚弱一样 云生在把人送回家之后 坐在夜九家的院子里 不理解这人是怎么想的 明明就是 立了个强者的人设 现在突然地要演一个 累到了的脆弱状态 难道是要演给谁看 9000说他是重来一次 咱们 就把他的人设立住了 我累点才能突出 他本源是很强大的 夜九坐在椅子上 抱着凑到面前的狗头 看着云生惊呆了的样子 笑了笑抬手 就扔给他一个桃子 他也是突发奇想 在确认了9000 没有重来一次之后 就想让某些玩家认为 这个重来一次的说法 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 云生接住桃子啃了一口 还是想不明白 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 是想要让玩家误会什么 大部分人 应该是会更加努力的吧 毕竟可以相信 通关之后 真的能进行选择 而且 现在有人已经找出了 一条错误的选项 以后的目标 可以更加的明确 夜九不能说 自己就是觉得好玩 所以很随意地扯了个理由 他和云生在某种方面 确实是同一类人 说谎都是随口就来 从不会心虚 你觉得有用就行吧 我是不在意 其他玩家是不是努力 对了 你觉得8号是什么情况 他之前是真的 只想混着玩一下 云生感觉夜九没说真话 但他还是相信 这人不会坑他 既然不告诉他实话 那他就换个其他的话题 8号 谁知道呢 真真假假不需要分得太清楚 玩家之间互相伤害是肯定的 就算你我能有好相处 前提也是互相都伤不到彼此 但凡有办法能弄死对方 马上就会变成防备了 夜九懒散地歪着脑袋 脸贴到身边的黑色腿上 咔嚓咔嚓地啃着桃子 说着让云生心腮的话 大家都不是未成年的小孩子了 别搞那些虚的 这种事说出来很尴尬的 你就不能稍微美化一下 比如说咱们相处愉快 性格互大 我有资源 你有实力什么呢 云生一口口咬着桃子 嚼得稀碎才咽下去 那眼神仿佛是在夜九的身上 啃了几口一样 虽然都是事实 但是这么说出来 真的很别扭啊 习惯就好了 你又没有我家这三个好看 我干嘛要哄着你 你看看这柔顺丝滑的毛 这锋利的牙齿 这有形有力量的长腿和爪子 套在小闹的身上 夜九抬手摸摸小闹的脑袋 又给凑过来的小呆 揉揉脑袋 把自己觉得好看或可爱的地方 都夸了一遍 对于他这种行为 对面的云生 除了不顾形象的 翻几个白眼 就只剩下抱着桃子继续啃了 跟谁家没有一样 我家小小现在在看家 他那才叫好看 既有犬类的温柔 又具备了狼的帅气 我跟你说 小小对我可好了 能看家 能喊我起床 还能收拾家务 还有啊 云生啃完一个桃子 看着对面嘚瑟的一人两宠 突然就灵光一闪 开窍了 不就是夸自家的宠物吗 他家也有的 两人在陶醉模式的炫耀一番之后 瞪眼看着彼此 沉默几秒 就都笑了起来 至少 他们在任何的话题上 都能聊得来 我回家了 你需要累到 在家安静休息吗 闲聊笑闹了一会儿 云生吃了几个桃子 看看聊天频道的各种信息 准备回家了 在离开之前 也没忘记问一下 看夜九是不是准备继续演下去 毕竟之前都装作累到虚弱 总得继续做点样子吧 不了 休息什么的 不适合我 等你走了 我就渡个雷洁 就当是在一场 不被人看清楚的战斗结束 我顿悟了 夜九拍拍 黏在他身边的两个大脑袋 站起来走到休息区 抱着孔雀弹摸了摸 然后 就准备去渡雷洁了 当初我是多傻 才相信了你 是在渡劫 但不得不承认 真的挺唬人的 要不是我看你天天渡劫不对劲 我都不会想到 这还能有假的 云生笑着拿起一个桃子 嫌弃地看了看笑容得死的夜九 吐槽一句 就真的走人了 他还是回家吧 收拾下就去副本 努力赚材料啊 毕竟 还欠着两万份三级土壤 强化肥料 今天天黑之前 总是要给凑齐了送过来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夜九南 身体状态 健康你什么时候能不健康 一直不变多无聊 保湿度 87% 确定不准备吃得更饱一点 等下消耗会很大的 体力值88%胆挺肥啊 小心扛不住 会很惨的哟 身体强度 4895 这不是还没到极限吗 精神强度 特殊属性暗雷五级 暗火五级 有人说 你这属性不错 我也觉得不错 技能 是 雷火 脆体术 脆魂术 净化净化 明明就是皿面 功法 清新绝 三倍 你都知道是被看着了 为什么 你不会生气 装备 无属性私质长库 一会儿又会没了 其实 我们不会讨论某些话题的 资产 1936倍能量强度 453 8万平米家园领地 107万平米损毁 四级岩浆湖 宠物 小带四级烽火 双系狼王 战力997 小闹四级吐戏猎犬 战力901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四级白孔雀 静生休息中 包裹兰四十 生存手册 夜九站在空地上 他家这片日常被雷劈火烧的空地 十几天的时间里 又往外拓展出很大一片 他这都还没开始 此时的个人信息里 那个有点倩倩的 提示吐槽又出现了 可能是因为 被关注说明 我表现好 不管是哪一方面 总归室友能被期待一下的资格 这对我来说是好事 对于那个吐槽中夹带的问题 也就走在 也拓展过一些的 岩浆湖湖面上 给出了一个很认真的回答 那个提示背后的存在 现在应该就是在看着的吧 他又不干什么 不能见人的事 被看就被看了 至少说明 自己室友 一定存在价值的 我让你回答了吗 你信不信 我真给你来点 扛不住雷劫 你不能因为被他遇见过 就突然变得跟他一样讨厌 在夜九的眼前 一个个的大字 挨个出现 这一句嫌弃的吐槽 给夜九带来了很多的信息 雷劫是能控制的 对方是可以跟玩家直接沟通的 以及 之前那位非常温柔的存在 是会让现在这位炸毛 且无可奈何的 或许他们是同事 也或许是朋友 又或许是 亲人 肯定是关系很好的 虽然你总是嫌弃我 但还是要说 谢谢 以及 一直都想说 暗戏真的很好 夜九表情温和地笑着 对着他看不见的 这位真诚的道义声谢 顺带表示了一下 自己就是喜欢暗戏 在他说完之后 雷劫是没有出现 但他脚下的岩浆壶 却在瞬间沸腾了 被加强了许多的岩浆 化作巨鸟 飞到空中盘旋一圈 然后直直地砸在了他脑袋上 还 还好吧 夜九硬扛了这一下 接着增幅过的能量 迅速地吸收强化 淬炼过的身体 终于是跟精神力持平了 两项都达到4999了 他也该开始杜劫了 心魔节才是重点 一天之内出来 我赢的物品 分你十分之一 在屏幕上发信息的这位网友 在看到夜九准备杜劫时 给他定了个时间和奖励 能完成 他就送好处 反正现在 也都已经这么聊天了 没必要再藏着掖着 至于某些规矩 他只是找个看着顺眼的聊聊天 还能促进一下发展 他其实应该收工钱的 好 一天之内 夜九也不知道 心魔节会是什么 但既然对方觉得他可以 那他就绝对是可以做到的 当空中的雷云浮动 雷节化作一片雷域 将它覆盖之后 夜九终于知道 这心魔节是什么样的了 上一刻还在肚结 下一刻他的意识 已经陷入混沌 再次睁眼 他变成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在他身边 是满眼激动和兴奋的家人 宝宝睁开眼了 这才刚出生就能睁眼 宝宝一定是个天才 这样会不会累啊 要不要让医生看一下 老四你别在这里凑热闹了 抓紧时间去看看 那些安排有没有问题 孩子刚出生 孩子妈那边也得照顾好了 妈你别担心了 我都安排好了 都盯着 不会出事的 宝宝真可爱 宝宝能不能看见 姑姑在这边 那是我儿子 现在能不能抱啊 得让我媳妇看看 他这么辛苦地生下了孩子 你们倒是围着看得不停 他在休息 等他睡醒了 保证第一时间看到 你一边待着去 新手爸爸手没个轻重 别伤着孩子了 周围这些人说话时都很温柔 笑闹中 尽可能地压低了声音 怕吓到刚出生的小宝宝 夜九没有失去记忆 他知道自己是谁 也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 更知道 就算是沉迷一会儿 也不影响结果 可这么温暖的家人 并不是他的人生 宝宝 宝宝你不要走 宝宝 在小婴儿突然僵住 四肢抽搐几下 就没了气息的时候 这一屋子的人 都在瞬间 发出了悲痛的哭声 夜九在回去的时候 还能感觉到 这份悲伤和痛苦 他的身体 还在挨雷劈 进击肚结才开始 身体强度 还没跨过进阶的那一步 就这样 就算是正在用结雷脆体 但也不影响夜九 看到屏幕上出现的信息 要不然呢 我还能留在那里 重新体会一次 被宠着的幼儿时期 心魔劫难不难 夜九不知道 但他有自己的记忆 自然不可能在那边停留 难道还有玩家 会在保留记忆的情况下 还会沉醉于那种虚假的幻象里 大部分童年屈爱的玩家 明知道是假的 也会想要享受一下 只要记得 还得回来 就不影响杜结成功的结果 信息再次刷新 怎么会没影响 明知道是假的还沉迷 在想要体会的时候 就已经失败了吧 夜九不认为 这种心魔劫 就只是让人去弥补遗憾的 只要想留下 就会沉醉其中 越来越舍不得 你慢慢挨雷劈吧 你这个心魔劫 确实是假的 能不能引出心魔 是你自己的事 我去看其他人的热闹了 说好分你的好处 等我想起来了 再给你 似乎是被夜九 这么快地回来给打击到 这位发条信息 然后就不知道跑哪玩去了 当然也可能是继续看着 反正夜九是不觉得 这位会在此时 就转移了视线 毕竟 他可是在挨雷劈的 喜欢看热闹和吐槽的那位 现在正是可以看 他被虐的好时候 劫雷劈到身上 是真的很痛 但夜九 一直都是类似的淬炼模式 现在也只是 比之前稍微的难受了点 不影响他继续维持 身体的淬炼强化 只是被雷劈了两三分钟 身体强度 就再次地开始了提升 这一次的提升 比之前的任何一次淬炼都要快 身体强度提高了 之前压制的精神强度 也随之增加 一场持续到第二天下午的雷劫 成功让他将自身 进行了很好的打磨和提升 按照他在副本里 见识过的各种生物来做对比 他现在的这个身体强度 已经超过了五级零界点的受累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夜九南 身体状态 健康懒得说了 保实度 1%看吧看吧 就说你会饿的 吃货 体力值 9%我看到了 被雷劈的真是惨忧 身体强度 5366 不错不错 身体本就是最好的武器和防御 精神强度 5506 还行吧 毕竟你是双系的 特殊属性 按雷6级 按火6级 如果再加一项 你喜欢什么系的 技能 是 雷火 脆体术 脆魂术 进化 功法 清新绝三被礼物在宝箱里 我要暂时离开了 云生那傻小子 就麻烦你照看一下 下次给你带好吃的 装备 无我就说吧 穿了也没用 资产 1945倍 能量强度 453 8万平米加园领地 107万平米损毁 4级岩浆湖 宠物 小带4级风火 双戏狼王 战力999 小闹4级 吐戏猎犬 战力925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4级 白孔雀 静生休息中 包裹兰4时 生存手册 站在岩浆湖上 夜九看着熟悉的吐槽提示 一时间真不知道是说点什么呢 还是什么都别说了 这位的闹腾状态 和云生还真是有点像 这云生 让他照顾云生 下次再来的时候 给带好吃的 把他当小孩红 不过 云生这个天生神族的身份 应该不只是那么简单 能被这游戏 世界背后的某些存在 特意提起让照顾 不可能只是原先 那世界里的神族 夜九 你渡截结束了没有啊 刚刚好奇云生的身份 这人就在院墙外喊他了 进来吧 给你设置权限了 进来不会引发防护警示 夜九在岩浆的环绕下 拿出一条裤子穿上 穿好裤子 他突然想起 之前那位温柔型 存在给出的提示 确定是不讨论 不讨论 怎么会让另一位 特意地告诉我 说可以自己做装备 之外的裤子穿 内心纠结地吐槽了几句 确定没有回应 夜九这才将岩浆湖 散开落地 走出来 看向翻墙进来的云生 你竟然是真的渡截了 你 云生看着 似乎没变化 但肯定是有很大变化的夜九 抬手在自己的心口处 拍了拍 安慰自己 一定不能暴躁 他以为这人开玩笑的 可等他昨天下午 凑够了土壤强化肥料 过来就发现 这人真的在渡截 可能是看的次数多了 他竟然也能分辨出 渡截还是脆体了 果然 人的各方面能力 都是可以训练提升的 可是 他怎么就又渡截了 说好的 只是演给其他玩家看看的呢 是提前了 真的是凑巧 我家小呆也要进阶 你要不着急 就先等等 他一直卡着不进阶 很难受的 夜九无视了云生的嫌弃眼神 直接把在屋子里 趴着不敢乱动的小呆 召唤到身边 已经卡在临界点了 但因为他一直在渡截 小呆就不敢跑出来 怕打扰到他 太乖了 憋着会难受的 小呆抬起脑袋 靠在夜九的怀里 主人终于忙完了 那就可以放心了 没事的 就只是晋级 咱们晋级好多次了 很快就不会有问题了 等下涮火锅吃 吃你最喜欢的白鹤肉片 夜九两手在小呆的脑袋上揉了揉 用好吃的来哄着他 在说完之后 他突然愣了一下 随后低头将脸埋在银色的大脑袋上 闷闷地笑了起来 果然 我理解的没错 对于吃货来说 听到会给准备好吃的 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 好呆 这次真回去了 宝箱在你家水池下面 自己下去拿 夜九笑容僵住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人在校 说好的 已经暂时离开了呢 怎么了 云生在旁边看着 对于这种相处模式 他跟小小也是差不多 只是看夜九这明显不正常的僵硬 他有些好奇 是发现什么了 总不会是小呆的晋级 不那么轻松吧 没事 小呆啊 你先晋级 我进屋去做好吃的 等你晋级完成 咱们就可以吃了 夜九再次摸摸小呆的大脑袋 晋级的事情 他帮不上忙 而且确实是没有危险 就是体力消耗非常大 准备好吃的 可以让小呆 晋级完成后 开开心心的吃一顿了 哦 小呆点点头 在夜九走开一些之后 他扬起脑袋 冲着空中 发出一声声狼嚎 好吃的 早点完成了 就可以吃好吃的了 我怀疑 你脑子被雷劈坏了 云生坐在椅子上 看着夜九在旁边的案板上切肉片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这家伙 怎么渡个节之后 就能让他随便进门了 这也太不正常了 设置安全权限 进门不出警示 那不就等于是 让他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吗 喜欢吐槽的那位 担心你出事 让我看着点 所以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吧 那位说了 照顾你的奖励 是下次给我带好吃的 夜九也没管 云生是不是会被吓到 就直接把某些事情讲了出来 那位又没说 不能告诉云生 没说不允许 就是云许的意思 所以直接讲出来 也省得这人猜来猜去 都猜不到重点 哈呀 我 那个吐槽的 让你照顾我 云生一脸迷茫地趴在桌子上 半分钟后 才终于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总是在背后吐槽 还好几次设置 把他们凑到一起去的 就是为了让夜九照顾他 先不说夜九会不会照顾人 难道他就是这么弱 弱倒得专门找个人照顾着 就算 他需要人照顾 可这种事 他自己会找人的 不用那位 不知道具体是谁的 你说 有没有可能 那位才是你的家长 夜九给炉灶下添了点柴 洗个手继续回来切肉 一边切孩 一边跟云生聊聊 被特殊关照的猜想 我在那个世界 是有父母的 除非是在出生之前就存在 但因为某些原因 所以把我送去那边转世轮回 云生抬起头 手撑着脸 开始思考 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能 对于自己是神族的这件事 云生一直都当个标签挂着玩 因为能从那个世界 被拽到这里 明显就不是同一层次的 可特殊的关注 之前九千被造假的记忆 以及夜九现在说的这些 难免是会让人多想一些 不用想那么多 就算是有些关系 那也应该不会是你的父母 毕竟那家伙的性格 夜九看着云生摇摇头 那位的性格跟这家伙 确实是挺像 但就是因为性格像 就更不可能是亲人了 如果云生有在意的 绝对不会送出去受苦 应该不是亲人 如果是亲人 送我去那个地方 还被当成祭品 那我真会生气的 但你是怎么跟他交流的 我之前多次吐槽他 都没有过回应 云生拿出一个果盘放在桌上 慢悠悠地吃两口 突然觉得这有点不对劲 既然是说让照顾他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收到 到底谁才是被关照的 还真不好说 我杜洁吗 他看我被雷劈 看得挺开心 就发了几次信息 夜九叹了口气 摇摇头继续切肉 哈 哈哈哈哈 云生愣愣地看着夜九切菜的背影 看着看着 突然就懂了 这家伙被虐了 那位看戏的 看得开心了 所以就聊起来了 那个在背后看戏的 好歉啊 小闹 闹闹闹闹闹 别闹啊 我就是笑一下 又不是欺负你的主人 云生被小闹一爪子按在肩膀上 笑容收不住的他 抱着狗腿继续笑 在小闹另一只前爪要抬起来的时候 他抓紧时间 把果盘拽过来 拿着吃的给投喂 汪汪汪 小闹回头看向夜九 在夜九同意之后 这才趴在地上 抬起脑袋 让云生喂他吃 虽然不如主人做的好吃 但这人费心给带的礼物 就给个面子 多吃一点吧 这味道 还行 还 还不错的吧 这块给小带留着 那个笨蛋进击之后 肯定要饿惨了 他去看看 我这还有几分的 他就咬着一块 跑去找小呆了 云生自家 就只有小小一个 所以还真不知道 宠物之间的相处 可以时刻都惦记着彼此 这小闹和小呆 关系也太好了吧 他们一直都这样的 最初还很小的时候 两个小的睡觉都团在一起 后来小呆先长大一些 就总是把小闹护在怀抱里 夜九回头看一眼 小闹站在小呆的附近等着 等小呆进击之后 就把好吃的给他尝尝 他们的关系真好啊 不过 这是不是就显得小洛有点孤单了 你要不要再买个鸟类 陪着小洛 云生看看外面 又转头 看向夜九的那张大床 床上用被子围成一圈 中间放着那颗色彩斑斓的孔雀蛋 小洛还没睡醒 等他出壳了 那俩有事没事 就凑上前 要找他一起玩 他肯定是不需要找什么的 鸟类作伴 夜九摇头 他家小洛 是最不缺玩伴的 这小家伙 除了偶尔哄着小呆小闹玩一下 其他时候 要么陪着他 要么就是在睡觉 你问过 云生还是觉得 鸟类可能会喜欢 能一起飞着玩的 而且 夜九说得这么绝对 他就忍不住会想 如果夜九猜错了 应该会有纠结的表情吧 等他出壳 你问问就知道了 夜九不想多说 毕竟他也不好直接说 小洛看不上其他的飞鸟 我才不问 这个傲娇孔雀 问了 都不一定会理我的 你说小呆小闹那么乖 怎么到小洛就这么嫌弃我了 我也没得罪他 他是单纯的看不上我 云生想到 之前找小洛打招呼 只能勉强得到一个弹幕的回应 真的是太伤心了 但凡你打招呼的方式 不是想扯他的羽毛 我想他也不会这么嫌弃你 虽然没有真的扯羽毛 但夜九还是想说 某些人真的是手欠啊 用把羽毛的手势 比划着 吓唬一只小孔雀 是真的 一言难尽 哦 狼嚎声在外面响起 夜九放下菜刀 直接从房子里跑了出去 在他之后 云生也迅速地跟上 想看看 小呆是怎么了 虽然都是狼嚎 可这声音 怎么听着 气势这么弱了 汪屋 小闹趴在地上 嘴里还叼着那块水果 低着头 眼巴巴地跟面前的银色 小不点对视 小呆进急了 变强了 但是他 他怎么又变成幼崽了 啊 小呆抬起头 张嘴咬住那块水果 咔嚓咔嚓地嚼碎了吃掉 好吃 这水果味道不错 主人过来了 主人 我能够变小了 抱 汪屋 小闹歪着脑袋 眼神呆滞地看着小呆跳起来 扑到了主人的怀里 被抱住之后 还往靠着胳膊 蹭脑袋撒娇 所以 变小了 不是因为出现什么意外 是那个笨蛋 特意选择的进化方向 目的就是为了 能跑到主人怀里撒娇 你是狼王 狼王啊 你这么撒娇 要抱要哄着 你让那几只已经长大的狼 怎么想 之前你还说 要维持狼王的威严 你 你太过分了 啊 小呆趴在主人怀中玩得开心 对于小闹的嫌弃 他耳朵贴在脑袋上 直接屏蔽 终于又能让主人抱他在怀里了 开心 饿了吧 咱们吃饭去 夜九抱着小呆 摸摸头顺顺毛 看着开心到 忘记了饥饿的小不点 抱着他往屋里走 回到了房子里 拿出准备好的肉片 涮两下烫熟了 就放到调好的料理站一下 然后放在盘子里 原本是用木盆的 但小呆进击之后变小了 就临时换成了盘子 夜九 你们家这餐具 平时分得清楚吗 云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吧 拿着水果慢悠悠地吃着 偶尔还给旁边 安静的小闹味两口 他看看夜九家的木盆 和木盘子 也没看出分开放置 这家伙 不会是跟宠物一起混着用吧 我自己用的单独放着了 他们不用分开 怎么了 夜九像是没听懂 在头位的空隙解释了一句 没什么 就是好奇 你家平时做饭 是不是要消耗很长时间 云生感觉自己问的有点多余 可他就是闲得无聊 想找点话题聊会儿 还行吧 小呆和小闹都会往炉灶里加柴 就算是一不小心火灭了 小呆也能再给点上 我就忙自己的事情 感觉到时间了 就回来盛出来 盛出来了之后 再炖上两锅 就可以继续去忙了 夜九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虽然小呆小闹是宠物 但他们又不傻 很多事情都能做好 而且 他们也属于玩家 只是属于另一条赛道的玩家 抱着宠着 是因为自己喜欢 他们也喜欢 玩归玩闹归闹 正是还是要做的 昨天有人说 做宠物很舒坦 只要陪着主人玩耍就好了 可我看看我家小小 再看看你家这几个 感觉那个玩家 是想得太梦幻了 云生半趴在桌子上歪着头 手里拿着水果 一片片的头位给小闹 昨天傍晚他带着小小 一起过来找夜九 想把凑够的土壤 强化肥料给他 结果这家伙 竟然真的肚结 回去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玩家 那个玩家问他 收不收宠物 着实是把他给吓到了 被吓了一跳 但他好奇 就还是跟那人聊了一会儿 那要看是什么宠物 有些宠物的定位 就是陪玩 这都看个人需求吧 你要是喜欢 就收下养着 就是现在应该没有玩家 转宠物的道具 没有限制 随时可能背叛 还是麻烦了点 夜九只是就事论事 说起宠物定位的事 而在旁边 听他这么直白讲述的云生 却表情越来越怪异 我没兴趣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有人跟我说过 那人说的宠物 可能跟咱们理解的不太一样 云生想起179 跟他说的那些信息 心塞塞的 瞪了夜九一眼 确定这家伙 跟自己最开始的想法一样 果然啊 他们都是过于单纯了呀 看来 你是第一次见到这种 你平时也经常去找 8888聊几句 他就没跟你说 末世里某些人费尽心思 就为了当宠物的事 看一眼 说话有点磕巴的云生 夜九笑着摇摇头 第一次觉得 某些人还是太单纯了 这种事 在末世里很常见 男的女老少都有 还有一些见了强者 就直接跪下喊主人的 你们那个世界 真是 没下线 云生的脸上有点红 在磕巴了几下之后 也只能给出这么一个评价 他果然还是没理解到 末世的可怕 是啊 为了活着 或者是为了能死掉 没下线的事情太多了 看多就习惯了 夜九聊着天 也没耽误 继续给小呆做吃的 末世的时候 人都不是人了 他也习惯了 应对各种非正常的事 活着 有吃有喝的活着 开开心心 且有吃喝玩乐的活着 所以在那个背后 吐槽的给你发信息 说让你照顾我 你就直接把我当成无害的 完全不设防 说来说去 云生还是在纠结这件事 他就是觉得很不舒服 本来这家伙 只是因为杀不死彼此 就跟他保持友好关系 可如今却因为 背后那家伙的一句话 就改变了 那个背后的家伙 他操控着这一切 所有人都是 认他摆弄的玩具一样 虽然他知道 对自己没坏处 但就是会觉得很憋屈 他只是想跟夜九 用自己的方式相处 那家伙 为什么要来捣乱 更过分的是 夜九他就听了 他就这么听话 还是回头看着云生 很认真地解释了一句 在彼此无害的情况下 顺手做一些事情 还能得到好处 这有什么问题吗 你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作为人应该有骨气 不能被当成傀儡一样的摆弄 你就差那点吃的 云生被夜九 这似乎是理解 又似乎是根本没理解 重点的样子 给气到暴躁 这个人到底懂不懂啊 这么听话的状态 真的会让人感觉憋屈 应该是很好吃的 到时候分你点 别瞪眼了 又不是让我去做 我本来不想做的事 就是继续做 本来要做的事情 顺带的 再从那位那里赚点吃的 你气什么 看这人都气得暴躁了 夜九仔细想了想 大概知道 云生是在气什么了 可他真没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 顺带的事情 又不违背他本身的想法 就只是让云生 从每天过来了 在墙外等着开门 变成了 可以进他家家园里 等着他忙完了再打招呼 这区别很大吗 他家的院墙 那个报警装置 本来就防不住这家伙 所以 你本来就是觉得 我是可以进你家的 你别瞪我 我就是问一下 是不是啊 你就直接说 是不是 云生在被小闹抬起前找 拍了几下肩膀之后 终于意识到 他刚才确实是脑子没转过来 原来是本来就对他这么放心的 直接说就好了吗 他不会笑的 干嘛要把说是那个吐槽的给的任务 害得他都以为 这家伙 为了一口吃的 把底线都给扔了 真是的 直接说句相信他 就这么难的吗 这是不是就叫做 傲娇 感觉有点 傻 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 任何的攻击都伤不到你 在你完全屏蔽 自身存在痕迹的情况下 你可以以不存在的模式 进入任何一个玩家的家园之内 夜九看着云生 都还需要小闹去安慰 嫌弃的眼神看过去 让他好好想想 他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是脑子不转弯 或者 是总想不到正事上吧 你不用找这些理由 反正我知道 你是相信我的就行了 云生现在心情好的很 越是夜九 要强调一下他的能力 就越觉得 这个傲娇的家伙 在找理由 隐藏真实的想法 他之前就上当了 被人信任的感觉 真不错 看着云生笑得傻呵呵 夜九懒得再去多说什么 还是多给小代喂点吃的 先让他吃饱了 自己再去水底下开宝箱 也不知道 那位给准备的礼物是什么 总不会是让他随机 选一种能力属性吧 可现在雷和火 他都没搞明白 再来一项 就要分散更多的心神了 最重要的是 他家若是在搞一个 新的修炼场景建设 需要很多资源消耗 虽然有些纠结 可这礼物 他肯定是会很开心的收下 等到小代吃饱了 夜九让他跟小闹去玩 他则是走出来 直接跳进了水池里 什么情况看 你们主人是脑子烧着了 需要进水降降温 云生蹲在水池边 伸手再凑过来的小代 脑袋上摸了摸 对于这小狼仔的软萌状态 感觉很喜欢 不过 重点还是 那家伙下水做什么 哦 小代晃晃脑袋 抬起爪子 抬开这个瞎捣乱的 主人下水 肯定是因为有下水的理由 你不知道 就一边待着 等会儿就知道了 我就是好奇 你知道吧 好奇心人人都有 动物也都有的 现在心情好到 有些飘得云生 看什么都觉得顺眼 两手一伸把 瞪着他的小狼仔抱怀里 乐呵呵地给他顺毛 此时在水底的夜九 正看着面前的冰金宝箱 一时间有点想吐槽 又不知道怎么吐槽的迷茫 冰金宝箱特殊类宝箱 开启后 可获得冰系奖励 冰系物品种类随机 冰系物品等级随机好坏都有 这次是真看你的运气了 除了属性是冰系 其他方面全都随机 只要不是 把我动成的冰驼子就行 夜九心底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求不要是这么坏的 然后就伸手 把这个沉在水底的宝箱打开 开启冰金宝箱 获得冰源 冰源自动激发 水系资源转化为冰系 转化完成后 可再次调整 冰源激发 玩家不具备水系能力 玩家属性激活开启 夜九现在很怀疑 他内心吐槽 也是能被听见的 他就是想着 别动成冰驼子就行 但事情发展 就是直接把他 动成一个大冰驼子 不只是他被冻上了 他家的水系资源 全都被冰封了 他 他这是在进行物理强效降温 云生在冰寒之气出现时 一手抱着小狼 一手拽着大狗子 瞬间推到了安全的区域 然而 当他看着水面上 浮起一个多棱冰晶体 冰晶体之下的水 也全部冻结之后 他是真的看不懂吗 人肯定是还活着的 但是 这是在干嘛 就算是夜九世相信 他在这里 也不会干坏事 可就这么当着他的面 搞这种进化 是真觉得 他是好人了 别这么考验他 他自己都不能保证 可以在对方如此脆弱的时候 还能百分百的不干坏事 哦 小呆看着那个大冰块 确定主人 只是在进行某种修炼 就不担心了 可家园之中 突然出现了某些气息 他从云生的手里跳出去 落地化作银色巨狼 仰起头发出了 五级狼王的气息 只要是狼 都得听狼王的命令 家园能量波动过于强烈 引发万寿侵袭事件 被冰封的叶九 在迅速汲取冰系水系能量的时候 收到了这条家园灾难事件的通知 还真是什么事情都感到一起了 不过 万寿侵袭事件 是因为能量波动强烈引起 所以这还真是有着因果关系的 叶九你能不能听到 你现在出不来的是吧 你出不来 那现在是不是就我说了算了 我跟你说 我 别踩我 你怎么出壳了 不对 你哪来这么大的力量 云生刚准备得瑟一下 结果话都没说完 就被白色的翅膀 扇到一边去了 虽然没受伤 可他看着站在冰块上的大型白孔雀时 还是有点猛 孔雀出壳之后 竟然长得这么大 单个的翅膀伸展开 都有三四米了吧 谁家孔雀长这么大 而且 你要干嘛 你是要干嘛 哦 小洛给了云生一个白眼 把身体贴在冰块上 两个翅膀 加上细长的帷羽 把整个冰块都包裹了起来 主人很辛苦 他来保护主人的安全 至于那些入侵的生物 小带小闹能处理 不用他去费心 主人最厉害了 主人放心 小带很厉害的 他把狼群控制住 狼群守着咱们家里养的那些 小洛将脑袋贴在冰上 意念交流中 慢慢讲着家园内的情况 身为狼王 小带有强制控制狼族的能力 当然前提是 狼群等级不能比他高 目前是没问题 狼群是四级 这次入侵的唯一一只王级 是只五级的虎王 他现在的实力 就是复制了那只五级的虎王 所以能把体型变得这么大 可以把主人在的位置藏起来 让入侵的兽族 不能第一时间锁定集中攻击的目标 他的实力复制 复制的是家园内非玩家生物 入侵生物也在这个范围之内 辛苦你们了 让他们不要太拼 家园的植物破坏也没关系 我很快就能出去了 夜酒加快了能量吸收的速度 让小洛看着点 不要让小呆小闹在这时候去拼命 事情并不麻烦 只是他想要出去 总是需要个过程 尽量以安全为主 喂喂喂 小洛你那边怎么样 我跟你说啊 你等夜酒出来 一定要跟他说 必须得管我和我家小小吃 几顿好吃的 我在自己家都没这么辛苦过 我现在总算知道 他为什么让我在你们家随便活动了 这就是让我来干活的 云生站在空中 空间屏障 一次次的挡在虎王的周围 把虎王推着 往沿江湖的方向移动 在忙着控制虎王的同时 他也没忘记 要跟现在唯一有空搭理他的小洛聊几句 哦 小洛的脑袋还贴在冰块上 声音嫌弃 又无奈地回应了一声 继续用他的气息 来隐藏冰块内散发出的吸引力 这份吸引对兽类太强烈 若是全都跑来攻击这块冰 会影响到主人的吸收 所以啊 小带小闹就辛苦一点 他一定会把主人藏好了 知道知道了 不会有事的 我可是非常强的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的 我可是天生的神族 控制一只虎王而已 云生听着小洛说 让他注意安全 心情很好地嘚瑟一下 然后就继续给虎王研究空间屏障的走向 现在唯一可能伤到小带小闹的 就是这只五级虎王 他只要把虎王控制住了 其他的兽类就完全没有威胁 只是这家园里的植物要遭殃了 某些带属性的动物 尤其是火系风系土系什么的 战斗时候 直接能在地面上横推 家园内有的角落 正在发生着战斗 也有溜着怪到处跑的 冰块很冷 随着夜酒的冰系属性被缓慢激活 冰寒之气也越来越强烈 小洛低着头 翅膀环绕着冰块 隔几秒 就跟主人讲讲 外面发生了什么 狼群很听话 小呆凭借狼群 护住了家里的动物们 小闹又挖坑了 掉进坑里的那些动物 被吐刺穿透后 埋起来做肥料了 小呆飞起来了 成片的锋刃旋转着出现 将一群熊切割绞碎后 撒在树下 铺开了厚厚的一层 一群狐狸被火烧了 烧的皮毛都糊了 有老鼠钻地里 钻的方向错了 直接掉进岩浆湖了 一次次的战斗 小洛总是掠过小呆小闹 差点受伤 或者是受了点伤的事 只负责说着 他们又杀死了多少入侵的生物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万兽入侵的剩余数量 越来越少 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夜九在冰封之中 完成着最后的转化 当隔了两分多钟 都没听到小洛的实况转播时 他等不下去了 水 冰封尚未解除 随着一声叹息 被冰封的水源开始了流动 泛着比冰更加冷冽寒气的水 突然地涌上了地面 正在围攻狼群的上千只四级兽足 脚下的位置 瞬间被冰水波及 冰 冰水的寒气刺骨 但水里还能活动 可当水在一瞬间 就转化成冰石 那些兽类接触到水的位置 被冰封 并且还顺着冰封的部分肢体 从血肉之内蔓延 从内之外的动作 凹狼形态的小呆 仰起头发出一身委屈的狼嚎 一身银色的长毛 现在已经有好几块受伤区域 那些位置的狼毛被撕掉 血肉模糊中 还有血在顺着毛发滴落 在他的身后 是伤亡了许多的狼群 陪在他身边的小闹 黑色的短毛有血色 但不是很明显 但他的一条前腿受伤严重 被啃过的伤口 露出了燃血的骨头 小洛确定 主人已经完成了能量的吸收和控制 终于放开了 包裹着冰块的翅膀 体型便小从冰块上滑了下去 你可算是忙完了 快过来 把这只虎王弄死 他能让兽族进化 刚才这一会儿 就进化出两只五级的了 云生还在给虎王 设置空间屏障 但他没多少攻击能力 刚才虎王突然进行了 某种能力的转化 他敢着急 却帮不上更多的忙 你让虎王过来 先把小洛带走 顺便再帮我买点疗伤的药 给小单小闹他们治疗一下 我现在出不去 夜九能传出声音 也能控制水和冰 但他现在还没有完成 转化的最后一步 如果是他自己在家 现在肯定是直接出来 修炼的事情 等以后再想办法补 补不上也是没办法 可这家伙还在 也愿意帮忙 夜九也就先让他再多费点心了 你可真是麻烦 小洛呀 别打我呀 我跟你说 你们家主人 真的很过分的 我是又当苦力 又要照顾你们 他还说是要照顾我的 你们看看 他都干了什么 确定了人没事 虎王也能交给夜九解决 云升过来 抱起小洛 跑去小呆小闹那边 然后就又开始吐槽夜九过分了 那只虎王 在他设置空间屏障后 流出的唯一通道里 终于是跑到了夜九的面前 像这种夜九自身引发的事件 入侵生物 是会寻着气息 寻找正主的 之前一直乱糟糟的 进行攻击和破坏 就是因为 找不到夜九的位置 现在突然就锁定了目标 五级的虎王 盯住前方这个冰块 脚步逐渐地放慢 吼 虎王的身体 随着前进逐渐放低 猫壳捕猎 似乎都是这种姿态 只是当他攒了力气 一个猛扑 却只是爪子在冰层上 留下几条白痕之后 虎王觉得 他被戏耍了 虎王的两只前爪抬起 在冰块上一顿挠 扑素素的冰沙 落在湖面的冰层上 像是堆了一些白雪在这里 你们别紧张 夜九那家伙 是准备让老虎挖坑自埋 我跟你们说啊 这伤口要注意着点 你们也真是的 不就是一些动物吗 他都让你们跑起来 让这些个入侵的兽族跟着跑 家里的动植物 毁掉一部分也没事 可你们受伤了 他得心疼坏了 他可是最喜欢你们了 云生见过夜九击杀玩家 那时候都是用的雷 所以他也不知道 现在会怎么样 看不懂就不去看 反正那家伙 不会连一只五级虎王都杀不死 他先把小洛 放在躺下的小闹怀里抱着 然后买来增加血肉 生长修复的药剂 给小闹用上 小闹的重点伤口 就在前腿 收拾好了 这才又给小呆 一点点的清理伤口 再上样 小呆的伤口多 但毕竟也是王级 大部分的伤口 都是皮肉表面 不像小闹那种 直接被啃到骨头上 你们两个啊 你替他挡 他替你挡 云生正常就是比较话劳行 现在有点紧张 这话就说的更多了 小呆低头瞪了云生一眼 这人能不能稍微的休息会儿 虽然你也很辛苦 现在还小心翼翼的 给伤口进行清理和上药 可你稍微安静一点吧 我们想看看 主人那里怎么样了 不听不听 他的战斗可凶残了 你们乖啊 不要去掺和 那个家伙绝对不会有事的 有事的一定是那只老虎 你们不要乱动 我看 我看了给你们讲讲啊 云生看着瞪眼委屈的狼和狗 在给伤过药之后 就站在空中 看着那边的虎王 开始给他们进行战况讲解 虎王这爪子不错 报冰技术非常强 你们学着点啊 下次让夜九 给你们做冰沙水果 我之前买过一份 味道不错 黑心啊 你们家主人 把那些碎到地上的冰都化了 那只虎王竟然没发现 你们别瞪我 我设置空间屏障了 咱们这边说话那边听不到 不只是老虎听不到 你们主人也听不到 哎呦呦 我就说他黑心吧 他把水面下的冰都融化了 虎王掉下去了 这才扑腾两下 水里冒雷光了 好惨好惨 雷破防 水火一起渗透 这还能一起啊 哎呀呀 那爪子 废了废了 虎王的一条前腿 彻底废了 水火碰撞直接炸了 想到你说 他这是不是在给你报仇呢 你伤了腿 他就把虎王的腿 炸掉一条 别激动 别激动 好好躺着呀 我继续跟你们讲 这少了一条前腿的虎王 有点暴躁 他用脑袋撞冰块去了 果然是泡在水里之后 虎王的脑子进水了 这冰块 能让夜酒出不来 他哪能想撞就撞得碎 现在撞的冰渣子到处飞 都没注意 另一条前腿 也被冻住了 哎呀 冻住的前腿 又再次炸掉了 幸亏 我现在算是自己人 要不然 吓死个人的嘞 轮到他身上的皮毛被虐了 这一团火烧的 都得烧出虎位了吧 这是什么 冰冻 直接冻碎了 碎了之后的那个地方 血肉模糊 看多了 会做噩梦的 呆呆啊 你们主人现在很暴躁 他果然是心疼了 这完全就是把你们受过的伤 加倍地还到虎王身上吗 哦 是是是 你们家主人最好了 还以为让你们先用要快点恢复 可以让他不要太伤心难过的 现在看来是完全瞒不住 他对你们的情况 是非常的了解 云生还在继续给他们进行战斗现场的解说 被冰封的夜酒 却在将虎王的能量一点点吞噬之后 继续将激活冰系和水系能力的最后一步完成 融合 冰系是水系的变异 相同但又不同 随着他将冰寒之气收敛于自身 家园内的冰封范围逐渐地开始解冻 已经冻死的那些入侵动物 在解冻后化作血水散落地面 渗透到地里能当作短期内的血肉肥料 原先的水渠也迅速解封 水流逐渐地活动了起来 只是之前的鱼都被冻死 现在融化后慢慢飘到了水面上 随着冰融化成水 家园内的水流恢复 除了那些被彻底破坏的植物 其他方面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蜜蜂又开始了正常的花粉采集 灾难事件中被打碎的石头工人再次重组 就连之前被虎王破坏过的岩浆湖 都恢复了热情到冒泡的正常模式 灾难事件万寿清洗结束 事件奖励宝箱已发放 站在水面上的夜酒 睁开眼就再次地沉入了水底 奖励宝箱出现在它的位置 但因为它是在水面上 宝箱直接落地 就去到水下了 万寿清洗事件奖励宝箱 请选择奖励方向 家园 玩家 宠物 房屋 熟悉的四个选项 等待着夜酒的选择 宠物 夜酒第一次灾难事件 让三个宠物都重伤或昏迷 再次确认是他们的实力还需要提升 这次是云生一直把虎王控制着 但还是在被提升出两只五级兽类之后 就伤到了小呆和小闹 平时他也是要去副本 不可能随时都在家 所以还是要把他们的实力提升起来 实力足够强了才能安心 开启宝箱 获得四级宠物精粹丹 一千份 宠物精粹丹是直接提升宠物实力的物品 就跟玩家喝掉强化药剂是一样的效果 而且宠物精粹丹是没有使用上线的 这次谢谢你帮忙 以后要杀什么 不收费了 夜酒开了宝箱 走到小呆小闹这边 看着站在一旁的云生 很认真的道谢 别 你还是收费吧 你收费我用起来也可以不用纠结 你要是想谢我 就那天我家有麻烦的时候 你也去帮我守一次 还回来就行了 云生听着不收费 瞬间瞪眼 那不行 花钱请人干活 这要是不收费了 免费的打手 这不行 也行 我先带他们回屋养伤 你自己走 夜酒从小闹的怀里 把沉睡的小落抱起来 这俩大的被一层水拖起来 扶在他身边向着房子走去 在家里有恢复加成 尤其是休息区 恢复速度会快很多的 我肯定是自己走 看着被水拖起来的这两只 云生想想 要是换成自己被拖起来 瞬间嫌弃的 直接顺移到房子前 他虽然是有点累了 但完全不影响正常的活动 不需要被太小心地照顾 以后需要用到冰和高等级的水 直接来这边取就行 水池里的水都会转成四级 偶尔还可能会有一些五级的 只是水都是混在一起的 能不能直接取出五级 看你运气了 回到了房子里 夜酒把小呆小闹 放在休息区的地面上 然后将小落放在了床上 回头看着 也坐在地上休息的云生 跟他说了下 关于这次奖励的事情 事件奖励 是宝箱里开出的宠物精粹单 之前的冰员 能给他家的水资源带来提升 当然主要是给他本人提升 水资源是他提升的同时 顺带给家园带来的增幅 就像岩浆湖里 也能取出岩浆这种材料一样 水里也能取出 作为材料使用的水 有些食物 药剂 或者是一些装备道具等 都可能需要用到水 这时候需要的水 就是材料之一 等级不同 效果也不同 我需要五级的水 直接拿东西来找你换 如果你不再加我 还有急用 我就自己来取 你现在 这算是又加了一项属性 还是加了两项 云生伸手在面前的狗腿上摸了摸 看一眼 把三只区别对待的夜酒 瞪一眼就又好奇 这家伙激活的到底是水 还是冰 效果是一样的 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床 只能把小洛放上去 这次觉醒了水系 冰属于水系转化 被归类在水系里面了 夜酒摸摸睡着的小洛 然后在床下的地面上坐着 伸手给两边的小呆和小闹摸摸脑袋 看着云生 似乎是理解有问题 他也只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小洛要单独睡床 因为这俩体型太大 最初的小洛又只有巴掌大小 他们都怕一个翻身压住了小不点 就一直让小洛在床上睡 后来虽然小洛长大了一些 可小洛的羽毛那么长 尤其是维宇 这俩还是要让小洛离得远着点 毕竟压到了羽毛 也很容易出事的 你现在这算是 雷 火 水 三级了 你突破时候 会不会是三系一起进行 然后水还变异成冰 会是什么样 天雷地火 加水火 相冲加冰火 两重天 云生看看地上这两只 了解了原因 就不再多问 而是更关注于夜九的情况 他自己渡劫 就是意思一下 但他知道 夜九的渡劫状态 是真的超级凶残 那雷 那火 现在还得加上 那水 那冰 想想就有种 想笑的冲动 不知道 下次进击的时候 我通知你来看 看某人的笑容越来越大 夜九摇摇头 不打算想象太高难度的渡劫模式 真要是难度太大 那他也是可以分开提升的 只是一直觉得 同时渡劫简单 而且能更好地淬炼身体 所以就没分开进行 说好了 通知我 我最喜欢看热闹了 尤其是看你渡劫 怎么感觉 这爱好 跟某些存在重叠了 看热闹这种事 云生是一直都很喜欢的 只是想到 某个藏在背后看热闹的 就是因为 看到夜九渡劫 看得开心了 就冒出来跟人聊天 他又觉得 自己这情况不太妙 虽然一直说 自己不可能是 某些家伙的后代 可如果什么事情 都相似 难免会有点别扭 希望是错觉吧 他可不想在某天 突然多出来一个 能控制这个游戏世界的至亲 那会让自己的努力和期待 都变成一场 没有意义的玩闹嬉戏 别人遭雷劈 你也一样喜欢看 这又不是什么稀罕的爱好 大部分玩家都喜欢 说起遭雷劈 夜九又想到了 2020和9000的那两次 一群玩家明知道 可能会有危险 还是都跑去看热闹 就连某些 没有飞行宠物的玩家 也都找了附近的 带着一起去 果然还是 都很闲的 这倒也是 只要不是自己挨雷劈 就看得挺欢乐 但我们只是看 你就不一样了 你能用雷劈别人 云生也想起了那些 爱看热闹的 而且 他自己还在人前杜劫一次 也算是 让人看了一次热闹 虽然那些人看到的是假象 这种热闹 还是看别人比较好 自己被人看的时候 就挺纠结的 还行吧 我用雷劈玩家的次数手 我自己挨雷劈的次数多 夜九吐槽了一下自己 放松地背靠着床边 把身边的狗头和狼头 拖起来 放在腿上 给这俩正在恢复的大可怜 摸摸脑袋 捏捏耳朵 顺顺毛 扯扯嘴角看看牙齿 你是真习惯了 下次再来看 你被雷劈 之前的两万份土壤 放这里你自己收 我也该回家了 小小自己在家 他一定很想我 会孤独的 云生看着这一家子的温柔相处 越看越觉得 自己在这里很碍事 还是走吧 回家找自家的狗子 要安慰去 路上注意安全 还有 你家狗子 可能是难得的亲近一下 这么一会儿的时间 他应该不会太想你 夜九抬手挥了挥 他就不起来送客了 那不行 他一定是很想我的 我回家跟小小确认一下 我走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 之前那么大的动静 说不定就有其他玩家 可能会想要趁机偷袭 云生表情凶狠地 说了些可能的危险 然后就转身走出房子的范围 从夜九的家园里 顺移到外面 在几个顺移之后 就到了他自己的家里 黑白色大狗子 懒散地躺在草地上 睡一个清静的下午觉 梦里刚发现了一些好吃的 想张嘴吃几口 却发现嘴张不开 一个着急醒了过来 看着面前伸手捏他嘴的人 狗子瞬间躺平 美梦被惊醒了 下午觉也没了 这个还得让狗子哄着的主人 他怎么这么快就回家了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南 身体状态健康 保时度52% 体力值48% 身体强度5780 精神强度5996 特殊属性 暗雷6级 暗火6级 暗水6级 暗冰 六级 技能 势 雷火 水冰 萃体术 萃魂术 进化 功法 清心绝 三倍 装备 无属性棉布长库 资产 1082倍能量强度 453 8万平米家园领地 148万平米损毁 四级水源 四级岩浆湖 宠物 小带五级风火 双系狼王 战力 1053 小闹四级土系猎犬 战力 989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四级白孔雀 休眠中 包裹兰四十 生存手册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夜酒去美食储存柜 取出来了一些之前做的烤肉 再次回来坐下 自己吃了两块 补充下体力 然后就一边一块地 给小呆小闹进行投胃 在这期间 他打开了个人信息 看一眼自己增长的 数值和技能信息 也看到了资产的能量强度下降 以及又增加了 40多万平米的损毁区域 这些都挺正常 只是没了 一直冒出来 刷存在感的吐槽提示 果然是习惯成自然 现在这么清静 他竟然会觉得少点什么 哦 小呆在吃饱之后 身上的伤口 也恢复到长出了新的皮肤 马上就变成幼狼形态 钻到了夜酒的怀里 主人不要不开心了 他们很快 就会完全好起来的 乖啊 吃饱了好好休息 刚才箱子里 开出来了一些精脆单 明天你们恢复健康 就可以开吃了 夜酒哄着因为受伤 而委屈难过的这俩 给他们投胃到宝 然后就依旧是两手 放在他们脑袋上 坐在地上 直到第二天的天亮 前半夜修炼 偶尔看看聊天频道的信息 哄哄睡着了 还会惊醒的小呆和小闹 后半夜的时候困了 他就闭上眼休息 背靠着床边睡着 等到早上醒来时 睁开眼的夜酒 看着委屈的两双眼睛 再看看 站在床边 还准备抡起翅膀 拍他俩脑袋的小洛 笑容带上了几分无奈 都不需要听小洛说什么 他就知道 这是为什么 本来是在修炼的 只是后来不想动 就这么睡着了 夜酒伸手 把恢复到普通孔雀大小的小洛 抱过来 在他小脑袋上顺顺毛 解释一下 自己就这么睡着的原因 这不是 懒得动吗 哦 小洛把脑袋贴在夜酒的胳膊上 唯语晃几下 在那俩笨蛋的脑袋上拍了拍 别以为主人说 不是你们的问题 就真会相信你们没关系 主人就是太宠着他们了 睡觉都还得哄着 哼 他最小 但他就不用主人哄 哦 小呆委屈地抬起前掌 在小闹的脑袋上拍了拍 是小闹睡觉做噩梦 主人才会在这里陪着的 汪汪汪 小闹表示 主人心疼他 主人最好了 夜酒按住小闹 往他怀里钻的大脑袋 果然是恢复了健康 他们就又会开始吵架了 只是在他们不主动进行交流的时候 自己也接收不到他们的传音交流 依旧是听不懂 这其中的意思 还是云生那家伙比较厉害 能直接听懂兽类的语言 有点羡慕了 你们先去来 出去玩玩 小呆你让狼群去抓鱼 那些鱼还没坏 能吃 只是咱们家以后的鱼 要重新买鱼苗放进去养了 夜酒抱着昨天受伤 又受累的三只哄了哄 站起来去做早饭 突然想起了家里的狼群 本来就只有四只成年狼 还没到繁衍期 所以也没什么狼群的规模 但昨天那些被小呆驯化的野狼 都成了家养模式 属于狼群成员 虽然昨天战况激烈 狼群死了一部分 最后也还是剩下了一些 目前家里的狼群 有89只成年狼 昨晚还出生了7只小狼仔 看着繁衍速度 还是比较不错的 可有了这么多的狼 食物也是一个大问题 就先把水里死去的 几十万条鱼都清理了 然后他再买一点新的鱼苗 放进去养 除了鱼 其他的动物 也都要多养一些 不能让看家的狼群饿肚子 对了 还有两万份三级土壤 强化肥料 小闹 来 你跟小洛去给地里施肥 每一块二级的土壤 就扔一个进去 我炖上肉 就去找你们 夜久纳过一个藤万边的筐子 把一个个空气球 包裹的土壤 强化肥料装进去 装满一筐 就拿出几根树枝压在上边 只留下一个 能取出空气球的口 让小洛站上边 用爪子踩住 小闹叼着筐子的边缘 带个小洛跑出门 开始在周围的二级土壤里 投放肥料 小闹负责跑 小洛就负责 抓出一个个的空气球 扔到地上 在他们后边是 带着几只小狼 但小呆带着小狼仔 也不是白跑的 他们会把空气球按住 用土埋一下 别飞走了 然后继续下往前追 等夜久 炖上了两大锅的肉 出门看到这一幕之后 笑着将一个个 埋起来的小土包裁扁 只要是玩家操作就可以 用脚用手都行 反正接触了 确认施肥就可以 就这样 一家子都在凑热闹 前面后面一个个地追着跑 玩得不亦乐乎 等筐子里没有空气球了 小闹还会跑来找夜久 给装满了 再跑到最前面 继续把这个游戏玩下去 你们家平时的气氛 就是这样的 云生是看到有人找他 去找人聊过之后 又来找夜久 他第一次不需要 敲门的直接进来 却在看着这一家子的 欢乐玩游戏时 莫名觉得 其实在墙外打招呼 等人开门也挺好的 至少人家会稍微的收敛一点 不至于像现在 这么毫无形象的玩闹 差不多吧 昨天累着了 就放松一下 你没带小小一起过来 夜久将小闹叼着的 筐子拿起来 收起里面的空气球 一边走着 一边将最后一些强化肥料 投放了出去 小小在家 你没看聊天频道吧 有人找我 问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他家准备见点东西 但是建设之后 很大概率会出现灾难事件 就想找你去给看着 才敢放心搞建设 我去看了下 他没什么太高级的资源 准备出十万颗一级的花草种子 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花草 你去不去 云生是因为知道夜久家的植物 在昨天遭到了大面积破坏 所以就觉得 花草种子也行 毕竟夜久他需要这个 但到底是去不去 那就是夜久自己决定了 他就是闲着也没事 在家还被小小嫌弃 所以就跑出来玩玩 顺便还能看个热闹什么的 中午吧 中午十一点 你来接我 我上午要在家照顾下他们 小闹也要进急了 夜久把强化肥料都撒出去 对于十万颗一级的种子 还是挺期待的 虽然一级已经是很普遍了 可这是十万颗 能增加十万绿化值 这十万 还能在以后接了种子时 再次生长 如果要在交易界面购买 按照现在的价格比例换算 应该是十七八颗四级能量珠 那你继续 我去跟他说一下 对了 找我的人是9999号 你怎么也不问问 是谁就答应 对了 中午你出门之前 记得多做点吃的 我要带小小来蹭午饭的 确定夜久答应了要去 云生白白手 就抓紧时间离开 他担心待久了 会忍不住 想要吐槽一下某些人的形象 真的是 头发都拖在地上了 就算是头发上火光闪电 噼里啪啦的 但也稍微注意这点 都给你宣传出一个 深沉大佬的形象 越是高不可测 越是能让人多掏点材料费 你现在这么接地气 真的是 形象 形象啊 他跑什么 我还想问问 他要不要带点吃的回去 昨天 看他挺辛苦的 夜久看着顺移跑走的云生 完全不知道 那位试着什么急 是急着去给人回了信息 然后就要收拾了去副本 不管是因为什么 人都走了 那他们家也回屋吃饭了 回到屋子里 夜久将新做好的饭菜盛出来 自己的单独放着 小呆小闹小落的 分别放在盆里 三个小家伙 睡了一晚上 又蹦蹦跳跳地跑了几圈 现在吃饭 也都是吃得非常香 等他们吃饱喝足 夜久拿出了四级宠物精脆单 让他们自己分着吃 哦 小呆抬起一只前肘 在小闹的脑袋上按了按 让他先吃 这个笨蛋狗子 快要进急了 吃一口就先进急 然后再回来一起吃 要不然 他们一起吃上一口 还得停下等着 太折磨狼了 至于小落 小呆问过了 祥瑞宠物 吃这个没用 汪汪汪 小闹晃晃脑袋 抬起爪子拍回去 然后低头迅速地吃了一口 吃完这一口 站立值本就已经990多 现在堆到999 就得进急了 去吧 进急之后再回来吃 不着急 咱们今上午 就只是让你们吃饱了提升的 夜久抱着变小的小呆 手指在大狗子的脑袋上摸了摸 让他去那边的空地上进急 虽然之前都是除了饥饿之外 没别的负面状态 但总归是要找个平坦的地方进行 主人 小闹的进急方式 是不是就叫做接地气 小呆在看到小闹进急时 竟然连周围的土壤都在浮动 就想到了 最近刚听说的一个词 他本就是吐戏的 接地气这个词 云生说的 夜久捏捏小呆的耳朵 看着被捏耳朵 就低头把脑袋往他怀里钻的小呆 笑着问他 是谁教的 除了云生 也应该是没别人了 嗯 他说的 说 主人你的实力那么强 要给你捧成超级高的那种模式 他要抱大腿 他还说 以后有时间了得跟你说一下 出门在外要注意形象 不能总是只穿一条裤子 披散着头发 就到处乱逛 太过于接地气了 会卖不出高架 小呆翻个身 仗着现在体型小 就在夜久的怀里 圆球形翻滚 至于他这些信息说出来 夜久听完是什么表情 他玩得太开心了 根本没注意到 主人 我带他出去玩玩 你照顾好小闹 小呆本来是 站在夜久的肩膀上 现在看看小呆这嘚瑟的模样 感觉爪子有点痒 脑袋贴在夜久脸上蹭了蹭 其实小呆挺喜欢在空中飞的 他本就是风系 没事还喜欢自己飞着玩 夜久视线一直盯着前方的小闹 对于小呆被抓着带到空中 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需要担心的 只要不是飞出了家园 不是遭到了外来者的袭击 他们想怎么玩都行 不过 飞行的时候 他家家园的范围 好像就有点小了 这个环节还有十几天 是该努努力 多准备点一级的土壤 再把家园面积 尽可能地往外扩展一下 总归都是能飞的 小闹就算是自身不能飞 这次估计也会能够变小 变小了 就能让他们带着飞 想要飞着玩 就需要足够大的场地 让他们玩得尽兴 汪汪汪汪 小闹晋级很顺利 在完成了晋级之后 他仰起头冲着空中盘旋的孔雀 连叫好几声 在喊完话之后 小闹回头看着夜久 脑袋歪了歪 体型在瞬间缩小 缩到了最初刚来到家里时候的形态 黑色的小狗仔 迈着小短腿 蹦蹦跳跳地撒着欢 就跑到了夜久的面前 一个起跳 被接住后 开心地在怀里翻滚 他也能让主人抱怀里了 不就是变小吗 小呆还说他学不会 现在这就学会了 先吃饭吧 你饿了 夜久抬手指了指房子 然后就抱着保湿度 再次减低的小闹走了回去 在他进屋的时候 小洛也抓着小呆落地 一起跑到了屋子里 一人一狼一孔雀 三双眼睛就在旁边看着 看小闹用他现在 这小小的体型 不慌不忙地吃进去了两大盆肉 汪汪 小闹吃饱了 喝水时 顺便涮了涮嘴和前肘 然后迈着小碎步 走到了夜久面前 休息一会儿 夜久抱着眼神嘚瑟的小闹 捏捏他的竖起的小耳朵 喜欢变小 喜欢被他抱着 这是他家这三只都有的爱好 休息了十几分钟 夜久抱着这两只来到院子里 将四级的宠物金翠丹拿出来 让他们可以放心地全部吃掉了 哦 汪汪 小呆和小闹 虽然是被放在地上 可他们依旧保持着小小的外形 凑一起碰碰脑 小带开始吃东西 宠物金翠丹 都是可被他们吸收的能量 几乎不存在什么副作用 可就算是如此 他们也是吃一会儿就跑过来 让抱着揉揉肚子 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 等到上午的十点多 两个小家伙 把所有的宠物金翠丹都吃完 宠物小带五级烽火 双细狼王 成年期 站立值1853 保湿度120% 健康度100% 能量过剩 吃成了需要休息 宠物小闹五级土系猎犬 成年期 站立值1685 保湿度120% 健康度100% 能量过剩 吃成了需要休息 吃饱了的 一银一黑两个小不点 分别趴在夜酒的腿上 晒着太阳 慢悠悠地翻个身 吃得太多 站立值提升 也是非常的大 而且 还有很多没完全消化的能量 在等待着他们后续吸收 在这样的平静气氛下 十点半的时候 云生过来接人了 你家这两只 云生看着盘膝而坐的夜酒 再看看 这人两只手放在腿边 扶着这俩懒散翻滚小不点的样子 刚开个头 就突然的不想吐槽了 在外各种的凶残 在家就这么温馨 要出发了 夜酒抬起头看看云生 这才几个小时没见 这人就去制作了一套纯白色的装备 装备材料不错 就是看起来 更像是布条拼接缠绕 颇具艺术气息 出发吧 早点结束了 或许还能在你家蹭个饭 要不要带着他们俩一起 我可以顺手帮忙抱一下 云生看着地上这俩小不点 他家小小要是也能这么软绵绵的一团 再撒个娇让他抱着哄一哄 想想就觉得开心 他们在家守着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随机事件 走吧 如果顺利就早点结束了 回来吃午饭 夜酒不打算带他们出门 虽然距离9999号的家园不是很远 但他没有带自家生物出去给人看的想法 就算要带他们出门玩耍 那也可以无聊了 单独带出去 而不是现在这种时候 等会儿忙完了 再来找你们玩 我先把你们主人带走了 云生冲着三个盯着他 看得白白手 然后抓着夜酒的胳膊 就开始了连续的瞬移 只是几秒之后 两人已经站在了9999号玩家的家园外 没有夜酒家那种奖励里拿到的护栏 9999号家的院墙 是一圈又一圈的木栅栏 从空中看 一圈是房子和吃饭休息的地方 然后又一圈种着蔬菜和低矮的水果 第三圈是各种粮食作物 还有一个小池塘 第四圈范围最大 也分成了好几个区 有应该是专门收取种子的花草种植区 有种了牧草的畜牧养殖区 还有养鱼的水池 以及很大一片的果树区域 就家园的分布调整这方面 夜酒自认是做不到这么细致 大佬好啊 您能来我可就放心了 是这样的 我打算建个四级的养鱼池子 范围有点大 显示着可能会在建造之后 引出随机事件 9999号玩家看到人来了 满脸堆笑的跑出来迎接 在打过招呼之后 他迅速将自己要干什么 以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都仔细地讲了讲 建造之后的鱼塘是四级 那应该是三至五级的罐 对于水里可能出现的入侵生物 他是很感兴趣的 好嘞 我叫福禄 这就准备开始 您二位先这边休息一会儿 我自己酿的果酒 这也是我家水果制作的果干 不瞒您二位 我在来这里之前 是专门做零食酒水销售的 这方面见得多了 也就学了点皮毛 9999号做了个简单的名字介绍 然后就把人请了进去 在一片低矮的花草丛中 早就收拾出了一圈 铺着瘦皮地毯的休息区 这里有自制的舒适沙发 腾边的茶几 以及迅速抱好的各种吃的喝的 甚至沙发上都还有一些可爱款的大小抱枕 很精致 有心了 夜酒没被人这么招待过 和云生一起坐下来 结果福禄给倒的果酒 对于这个人的印象分也加了许多 人都是喜欢被友好相待的 就算是收费了 但心情方面自然也是有所不同 看这位大佬比较满意 福禄也乐呵呵地跑走 开始在家园外面 进行四级鱼塘的基础建造 这人还行吧 云生喝着果酒 吃着摆了几盘的干果和水果 笑容一直都挂在脸上 没有散去过 其实在聊天频道喊着 要找他 带请大佬帮忙的玩家挺多的 只是那些玩家 要么是给的东西太少 要么就是心思不好 或者还有一些是面向上很差劲 但凡有一点 让他觉得不好的 他就不想去问 毕竟这些玩家能给出的东西 实际上 是真没有太大的期待值 能让人感觉很舒心 而且这人的手里 也有点有趣的东西 等忙完了问问他 看看卖不卖这种小物件 如果他能给制作 我想买点回去给他们玩 夜酒拿起沙发上的抱枕晃了晃 这些东西他不会做 但他感觉小呆小闹会喜欢 至于小洛 他可能会更喜欢干果一类的小零食 当然 小呆小闹也会喜欢这种 可以吃着玩的零食 等这件事情结束后 我问问他 小小也应该喜欢 但我觉得 他不一定会收费 这人很怕死 恨不能直接挂大老腿上当个挂件 云生看着正在跑来跑去 跟搞拼图一样 放着水源的9999号玩家 这人想抱大腿的想法很直白 不过 这一种不讨厌 因为他想抓住机会 靠近的意图明确 但该付出什么 还有什么态度 也一样是非常的清楚 就有一些个的玩家 既想抱大腿被照顾 又要装模作样搞事情 那才是真的让人厌烦 能用点东西换的 尽量换吧 要不然 以后再找咱们干点什么 收费方面 就不好要价了 态度人家已经表示了 咱们得把某些规矩先定下 夜酒把抱枕放下 他不想因为这种小玩具 或者小零食 就影响到未来的收费 初次见面时 都是谁送过 但以后的肯定是不行 他可不想搞出什么 人情往来的相处模式 说的更直接一点 就是他出手一次的费用 能买下几百几千份的零食或玩具 你说的对 反正干活的是你 收费也都是给你 我就只负责跑着玩 再就是跟着看热闹 云生盯着夜酒看了看 在理解到 他不要额外礼物的原因之后 嫌弃的撇撇嘴 不想在这方面提出任何的看法 他就是个看戏的 用夜酒吐槽过的话来说 他就跟那个大豹子差不多 在这个其他人 随时可能死掉的和游戏里 他属于是来度假的 感觉差不多了 就度个劫 进入下一阶段 没有更多的担忧和纠结 不过 看戏是看戏 他依旧要努力在每一个环节里 争取到第二个位置 第一就算了 他争不过 要是争取抢第一 太累了 但他也不想让第二个人 知道他的具体信息 就他的那个综合评分 有这么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 虽然评分是结合很多方面 不能直接分辨出 这个玩家的实力是多少 可评分能让人了解到 实力的上限是多少 一个玩家的综合评分 如果是一百万 那他的个人占力 最高也就是一百封顶 当然也可能有2020 或者是9000的那种隐藏转化模式 可总归是 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数值信息 你也可以收点中间费用 总归是辛苦跑腿 我没意见 夜久知道 云生平时无聊 但他是感觉没好处 就这么到处跑 真不如在家好好修炼 最起码 就是意思一下 也总得有点收入吧 不收 你刚才都说了 收费就是收费 收费办事 花钱买东西 我不收钱 我就可以毫无压力地随便看热闹 你当我傻呀 云生靠在沙发上 看着正在忙碌的9999号 小声地嘟囔了几句 他就是因为不想给别人做什么 才坚决不收任何多余费用的 当然 吃的喝的 这叫顺带跟着蹭的 看热闹的必备品 嗯 你不傻 他快要准备好了 你猜 这次会出现的灾难事件 是水里的 还是陆地的 又或者是空中的 夜久看着那边的一大片区域水源 确定9999号的资源 是真挺多的 虽然都是一级的资源 但只有铺开了一定量的范围 放下四级的道具之后 必然是会跟着进行提升 他家的岩浆壶 当初就是三级和四级的岩浆 混合着铺开 在里面修炼 就全都是按照四级岩浆的能量强度 除了岩浆壶 他家现在水源也是如此 完全可以用一级的水源 拓展出更多的范围 然后让水源流动起来 就全都可以替换成四级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需要特殊道具 比如他家的四级岩浆壶核心 还有冰 原这种以改变玩家本身 来带动家园资源升级的道具 目前 他他手里还有一枚四级的矿金之星 只是这个道具 是需要放在四级的矿产上 就可以产出矿产资源点 到现在也没看到 卖四级土壤强化肥料的 暂时就继续放在地下室了 空中的 云生沉默了一会儿 在看到9999号玩家打个招呼 放下最后一个道具时 他一脸无语地站了起来 放个鱼塘 引来空中的飞鸟 这真的合理吗 好像 鸟是喜欢吃鱼的 这么看来 也是有点合理 大佬 是空中的 我也没想到 会是空中 您看我是不是还需要再做些什么其他的准备 俘虏员滚滚的身材 连跑带跳 非常利索的 就跑到了夜酒他们面前 在完成建造的时候 他就收到通知 也知道来的是什么了 可是这发展 跟他预期的差太远了 这会不会被认为 是他故意不说明白 没事 空中简单一些 你最好是回屋待着 尽量不造成其他的破坏 夜酒将杯子里的最后一口果酒喝掉 跟这位雇主简单的交代两句 然后 就原地消失 出现在了那片鱼塘的上方 与其说是鱼塘 不如说 这人是建了一个超小型的海水区域 不太规则的圆形水域 水面直径有两千多米 可能会有三百多万平米的占地面积 就算都是一级水源 也很奢侈了 但现在不是让他考虑 这人有钱没钱的问题 他要做的 是把那些已经围绕来的飞鸟都解决掉 第一步 谁起 水面上升 没有鱼类的水层抬高了半米 第二步 冰封 没有鱼的这部分水中迅速降温 密密麻麻的冰点延伸后 将整个水面都冻住 第三步 就是等飞鸟汇聚了 有什么 是大佬不会的吗 俘虏老老实实地跑回了屋子里 抱着生存手册 观察他家的防守情况 水面结冰了 冰层散发的寒气 让海产养殖堂内的鱼类 全都出现了暂时的生长减速状态 他可以挠不出 大佬用冰封住了水面 来进行防御 大佬就是大佬 能制造覆盖那么大一片区域的冰层 真强啊 不等他多感慨几句 紧接着又看到 入侵的一些海鸟 被烧毁 烧毁 不是冻死 也不是用雷劈死 纠结地 想询问 站在他家房门外的180 但想想 还是不敢问太多 在一个个烧毁击杀的信息里 他很快就看到了 感觉比较正常的一条 终于有被雷劈死的了 雷劈 火烧 冰冻 要不怎么说 人家是大佬呢 像他就是 连一种都修炼的不是很明白 人家已经好几种能力混着用了 不过 想想最近有人说过 疑似扒开头的四位数大佬玩家 日常生活 就是在家度雷劫 甚至有玩家猜想过 是不是大佬修炼的就是雷劫 要不然 怎么会保持着家里的劫雷不断 你也不用这么紧张 他其实是挺简单的一个人 云生椅在窗外的墙上 手指捏着翅膀肩 心情很不错 最初他在聊天频道喊饿 确实是感觉好玩 顺带 也让人熟悉一下他的编号 但现在吗 抱大腿挺好的 真的非常好 我没紧张 真的 没 没紧张 俘虏紧张的都磕疤了 但他依旧坚持 自己没有紧张 对于他这种反应 云生笑着摇摇头 抱着他的翅膀 尖在怀里 观察着正上雷下冰中煎火的这一场 海鸟轻脚战斗 此时处在极寒冰层之上 密集雷网之下 爆裂的火焰之中的夜酒 正在思考自己 海鸟转化点加10 击杀三级海鸟 海水转化点加1 三级的海鸟 转化点只有1 四级的就是10点 偶尔击杀一只五级的 能拿到100点 这些奖励 属于特殊类击杀奖励 跟玩家家园防守奖励 是分开计算的 刷新出来的海鸟 一共有3333只 用了十几分钟 就全都解决 完成 夜酒解决掉了海鸟 收了雷网和火焰 冰层也迅速融化消失 这才踩着水波 我数过的 绝对够数 福禄在防守完成后 就从屋子里跑了出来 抱着一个铁皮箱子 连跑带跳的 来到了夜酒的面前 箱子里是他今上午 就提前准备好了的 10万克一级花草种子 有花有草 都是他家花草 一种田里产出的 而且 他是在数了10万之后 又加了5000进去 毕竟这东西 是可多不可少 交易完成 防守奖励在水底 你自己去开 我回去了 夜酒接过这个 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箱子 交易完成 就该回家了 10万的花草种子 又能给家里 铺开一片花草田 小呆小闹 又多了些 能打滚吸闹 晒太阳的地方 先走了 下次再聊 云生冲着俘虏白白手 迅速往夜酒家的方向 顺移而去 太强了 人家是怎么修炼的 这一大片区域 都能全部冻上 俘虏白白手 看着说走 就消失了的那两位 试了试水温 就慢慢递下到了水底 回到了家里的夜酒 看一眼进门 就逗狼惹狗的云生 转身把这一小箱的种子 撒在了水里 种子都很小 水流带动着种子 顺着水渠移动 沿途控制一颗颗 包裹着种子的小水球 飞到了地里 你平时种地也都是这么 玩的 云生一手抱着小狼 一手抱着小狗 追着看夜酒 是怎么撒种子的 看着这更像是玩耍的种植 他在确定 这某些人 就是不喜欢用正常的模式来做事 能够锻炼控制力 还能节省时间 还能玩得很开心 夜酒看了看云生 冲着他走了过来 伸手把他家可怜兮兮的 两个小家伙拎出来 放在地上 让他们自己跑着玩 虽然平时喜欢黏着他 但小呆和小闹 还是不太喜欢被外人靠近的 估计也就是因为他们瞪眼 云生才倩倩的 非要凑上去抱一下 但凡防御差了点 就他这倩倩的属性 早就被人套麻袋了 我真没欺负他们 你先忙 半个小时之后 我带小小过来蹭饭 还是我家小小最可爱了 云生看着放在地上 就躲到夜酒身后的这俩小不点 心塞塞地叹了口气 决定回家 找他自家的狗子要安慰 顺带地 带他家狗子过来蹭饭 之前跟夜酒说过的 他那么辛苦地帮着防守 是要给好处的 去吧 我去做饭 夜酒将最后的一些种子 都送到地里 看一眼 确实是需要管饭的云生 让他可以回家带 小小过来了 在他离开后 夜酒让小单小闹自己去玩 他带着飞了一圈 回来 站在肩膀上的小落 一起进了房子里 加柴 倒油 切好的葱姜蒜 等调味料都准备着 一锅炖一锅煮 等只剩下等待时间这一步之后 他去到了地下室开始收拾 暂时用不上 都找一找卖掉 然后在设置了一天的制作时间之后 其他的二级三级能量珠 都放上收购一级的土壤 虽然玩家们 基本都成长了许多 可目前能去刷高级材料的玩家是少数 数量最多的 永远都是最低级的材料 能用一级的土壤 换到高级的能量珠 在比例换算差不多的情况下 大部分玩家 都会选择换高级的 几千份上万份的一级土壤 迅速到账 夜九出门 来到院墙上 将收在包裹栏里的一级土壤 进行放置 一块块的土壤放下去 他家的院墙 会根据家园扩展 自动地跟随着向外延伸 这院墙没有大小限制 这也是属于地区内的第一名 要奖励礼物品 才能具备的特殊属性 等云升回家收拾了一下 在带着小小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夜九家的院墙 似乎是跟之前的位置不太一样了 你家扩建了多少 云升站在院墙外 看着从那片焦炭区域到院墙之间 新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全新土壤 感觉他这个第二的位置有点悬 或许 他也该回家好好努力一下 等级高的先不着急 家里的占地面积得先拓展出去 要不然 谁知道会不会突然的 在某天 就让别人把他家附近的空地全都占了 用之前存下的一些二级和三级能量珠 大批量的进行收购 分开一份份的收购 很快就能收到几百万分 我现在才拓展到519万平米 刚才又换回来了200多万分 我还没回到屋子里取出来 夜九站在院墙上 看着地上正在撒欢玩耍的小呆小闹 心情也是非常的好 家园面积 他现在就想要追求一个大 你是让福禄给刺激了吧 那家伙的家园也是铺开很大的范围 现在又搞了个海水鱼塘 你们这样 我会觉得自己太不努力了 等会吃了饭我就去副本 云生忧伤地感慨着 说着他被打击到了 在吃午饭的时候 他更是一边吃吃一边吐槽 说他最近确实是太懈怠了 也就是才七百多万平米 在被问起他家范围具体多大的时候 云生一句话 差点就让夜九拿筷子抽他了 我这附近 就是8888那边 不能直接越过去 但另外的三个方向 都没有太近的玩家 说起扩建 夜九感觉 他家能拓展的范围 还有很多 至少 现在的十倍之内 是可以完全不接触其他玩家的 我听有些玩家说 他们以前生活的世界 一个县或者是的面积 也才几千万平米 你有没有觉得 咱们太过分了 吃着饭思考了一会儿 云生突然觉得 他们这家园面积 似乎都扩展得有点过分了 他自己是没多少的感觉 因为他过去接触到的 一个圣地 就比他家还要大了几十 甚至是上百倍 但他之前跟8888号也聊过天 大概知道 夜九曾经所处的那个世界 是什么样 在那样一个人口比较密集 个人土地 少到只有一点点的世界 就连住的房子 都要跟风潮一样堆叠拥挤 每家只能占据其中的一个小空间 就这还是他们 那世界的末世之前 末世之后更是 在当初听了8888说的一些事情之后 云生已经能够理解 为什么夜九会说 刚来这里的时候 就感觉开心了 有什么过分的 咱们都还没到跟别人抢地盘的地步 如果周围被其他玩家限制住了 你难道是打算 有人拦着了 就停止扩展 你应该不想等着 让其他玩家超越 然后看到你的数据信息吧 夜九看着 明显就是在偷笑的云生 让他好好说话 若是到了抢夺的阶段 他们只会比别人更凶残 而不是去质疑 这个发展方式对不对 和好不好 在这个世界没有对错 有实力的恶人 其实活得更舒坦 他们现在不跟人起冲突 只是因为 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 那倒也是 可179离 我家挺近的 我有稍微有点强迫症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出家园收购的发展 云生低头笑了笑 看夜九嫌弃他 就转移话题 说点别的 家园的面积 自然是要继续扩建 哪怕是建起来之后 并不能全都种得下 可那也依旧是越大越好 说不定以后继续发展 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能让他们两家做邻居了 想想就还是挺期待的 收购估计是没可能 征战掠夺会友 最晚也就是第六阶段开启 夜九把餐后水果端上来 一边吃着 一边整理他新到手的土壤 掠夺开启之后 那些弱小的玩家 就要倒霉了 目前大部分玩家的战力 连一百都没到 他们是没办法撑到太久之后了 因为在外面跑着玩 云生见到的玩家更多一些 目前他能活动的位置 就在10089区 这个区域内活着的玩家 有6000多名 以后能剩下几个 难说 也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在掠夺开启之前 应该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变化 这个游戏世界的设定 就是让玩家在这个世界搞绿化 搞建设 不是为了拽玩家 过来进行厮杀养谷游戏 总归要让玩家 继续发挥出更多的价值 夜九不确定 云生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就算玩家可能会死去很多 但只要到了后期环节 就会有工人出现 说不定 还有玩家投诚之类的设定 反正只要是没有危险 能有收益 就收着也行 反正他是觉得 那个把玩家们拽到这世界 还设置了游戏的背后操控者 不可能会放过这些玩家的剩余价值 你加油 我这两天 专心刷点副本 等有时间再来你家蹭饭 看夜九不在意这些 云生也不想说了 玩家的价值 虽然他猜到 自己是有点其他身份 关系户什么的 但他依旧搞不懂 玩家的价值是什么 能创造这个世界 能创造这个游戏 背后的那个控制者 应该随手就能 把世界变成想要的样子 而玩家 能创造出什么 就算是他跟夜九 属于是走在一个 区域前端的玩家了 可他们就算很努力地建设家园 到现在 也只是如此而已 哪怕是 能够扩建到几千万平米 在人类看来是很大的面积了 可若是跟副本空间相比 依旧是很小的 熬屋 小呆歪歪头 看云生带着小小离开 有些好奇 这人怎么突然像是闹情绪了 果然是 奇奇怪怪的一个人 他可能是着急去副本 想要寻找玩家身份 对这个世界的意义 夜九也不清楚 现在看小呆好奇 就随口一说 不管未来怎么发展 地盘越大 肯定是好处越多 最起码 能让他家小家伙们 可以自由活动 而且 他的修炼 也是需要足够大的场地 才能够自由 且放松地进行成长 现在还是先去放置一些新的水源 然后 把自己存下的海水转换用了 也算是给自家再增加一些新的环境设定 面积会越来越多 内部环境构造 也需要多种多样 至少在目前看来 提升实力赚取资源 总是能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好 多人三级 狩猎副本已开启 当前副本人数时 副本内可狩猎生物1000斜-1000 可随时选择退出 吃饱喝足 把新还回来的一级土壤 都进行了扩建之后 夜九这才打开了副本界面 时隔半个来月 再单人本刷腻了 夜九打算 来多人本 找找宝箱 希望这次 不要再遇到副本 BOSS 进入副本之后 夜九默念了一下自己的期待 然后就站在空中 向着周围观察 是一片平原 很大很大的平原 中间有蜿蜒交错的几条大河 河流的源头 都是在这片平原中心的湖泊 这么看起来 这个副本 有点像玩家的家园 很多玩家为了方便土地的灌溉 喜欢把集中放置的的水池位置 放在家园的中间 在空中扫视一圈 夜九随着雷光闪烁 来到了中间这个湖的上方 看见了湖底 被水草缠绕遮挡的一个小木屋 木屋在水底 也真是 夜九在距离水面一米多的位置停下来 看着四十多米深的水底 突然 有些怀念 之前副本遇到熟人的时候 至少能凑一起 吐槽下 关于这个设定的问题 在控制着水波 在水底冲刷过几次之后 夜九确定 这就是副本内的终结之地 这才站起来 向着周围进行探索 开启四级宝箱 四级土壤强化肥料制作配方 四级能量猪十颗 四级血肉十分 四级矿石十分 四级植物十分 在这个湖边绕着圈的搜索 夜九开启的第一个月季宝箱 就开出来了 这个他想买都买不到的 四级土壤强化肥料制作配方 除了这个配方 还有三张四级装备配方 两份三级家具配方 你都把这个送到我面前了 就出来打个招呼呗 我有这个 就不抢你水底的那个箱子了 夜九拿着配方晃了晃 一张张的全都学习 然后才回头看向水面 虽然他没感觉到熟悉的气息 可既然是都给他送礼物 专门挑着玩家会需要的送 那他怎么也得见见这位 帅气强大的人类 你好呀 我们又见面了 一根藤腕从贴着河边上岸 摇摇晃晃的生长着 凑到了夜九的面前 迅速生长的藤腕枝条上 开出了一大片红色的花 花朵盛开之后 在些枝条再次扭动 竟然在他面前 拼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 花圈 要不是感觉 对方是在讨好的打招呼 夜九现在 其实挺想把这些花朵烧掉的 虽然你可能是不懂 但我还是想说 在我曾经的世界里 这种形态的花朵 是给死人祭奠用的 当然那时候不会用红色的 夜九伸手扯下一朵 类似于牡丹的大花朵 低头看着 依旧只有离地半米高的藤腕嫩牙 让他把这么个超大花圈收回去 这种造型 真的不合适 我被骗了 你不要生气 我不是故意的 是有个人类告诉我 说遇到了想要靠近一点的人 就送这个 藤腕的传音带着惊慌和委屈 盛开的花朵迅速衰败 花瓣洒落满地 连同那些枝条 都在枯萎后落地化作了泥土 可能是人和人也不太一样 你刚才说 我们之前见过 夜九看着枯枝藏花落地化泥 再想想之前的花圈 这一景 真的是 可这植物也不了解 而且 也不是每一个世界的花圈 都是相同的意思 现在他就想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 以及 这颗藤腕 为什么会想要来送礼物 那次就只有你还在了 你没抢我的 藤腕的几个小叶子晃了晃 他记得这个人类的气息 当时就只剩下他还在那里 但他却没有拿走房子里的物品 留给他的那个箱子里 有好东西 所以 他才能够进化成长 那次 虽然我也想说是 留给你的 但事实 是我根本不敢靠近 你那时候的状态 可不是一般的凶残 夜九回忆了一下 确定地想起了 这藤腕是哪一个 当初那个终结小屋 就在嗜血藤的环绕下 密密麻麻一大片 那时候的他 还挺弱的 而且 这凶残的嗜血藤 是吃了很多玩家的吧 可是 你很强 比我强 藤腕再次地发出几个牙 是着想跟夜九的手指碰触 可能确实是他理解错了 但是 这个人很好的 他刚才说了 谁里的那个 他不抢了 难道这就是某些人类意识里的 傲娇 明明就是因为知道 那个箱子对他的重要性 却偏偏不承认 还装出一副 他没有帮忙 他只是不得已 才会那么做 你觉得是 可能还会有其他玩家过来看到 我再去周围找找 太久没进副本了 我需要一些配方和种子 夜九没跟这颗第二次见面的嗜血藤客气 他会来多人副本 就是为了副本里的宝箱 至于能量珠 不管是三级四级 还是五级 他都没多少兴趣 那些东西 还是在单人副本里 刷得又快又省心 谢谢你 你是个好人 等我能出去了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五级的嗜血藤学着人类挥手的模样 晃了晃直条 然后就迅速地回到了水底 夜九想说 毕竟之前有过一个云生把狗王忽悠出去的事 万一嗜血藤真的能出去 那他也不介意家里养科会自我脑补和感动的植物 嗜血藤重回水中 夜九继续一会儿飞起来检查 一会儿又落地开宝箱的副本探索 等到副本内的可狩猎生物数量只剩下了三个 而玩家还剩下四个的时候 夜九再次回到了这里 5555 我没藏住 他们骗我 嗜血藤发现夜九回来 哭唧唧的传音 说着他是怎么被那些玩家给骗了的 也不能说是骗 就是玩家们发现了五级的嗜血藤 在这时候合作一次 从多个方向下手 又是毒药 又是技能的 给嗜血藤切断了很多的枝条和根系 虽然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夜九看着那三个玩家 这次是打算站在小藤万这边了 一个虎头人参的玩家 一个三头六臂人参蛇尾的玩家 最后一个是知灰褐色的蝎子 这三个不一定都是兽足玩家 但应该是没有人类 而且夜九总是条件允许时 稍微有一点点严控 就是好看的 乖巧的 可爱的 这些都能聊一聊 可某些在他看来是很丑的 他过去时候是不想搭理 现在是觉得碍眼就想清理 果然是心态有点飘了 不好 很不好啊 可要调整也等回家再说 目前还是现实是玩家的实力吧 人类玩家 男的女的 这么长的头发 是女的吧 虎头人参的玩家看到了夜九 停手迅速地推到一旁 视线从上到下 又从下道上的不停观察 穿着的衣服看不出男女 脸上好像有什么遮挡 看不太清楚 那就只能通过 扎起高马尾的黑色长发来判断 这位美人要不要跟我一起行动 等会儿开出来的物品 咱们评分怎么样啊 那个三头六臂 人身蛇尾的玩家 三个脑袋 一个发出猥琐的笑声 一个说话 还有一个在盯着夜九上下打量 作为合作方 也应该问问我的意见吧 说好的分成三份 你们好像在拽一个人 那个蝎子玩家 在夜九动手之前 却是先忍不住了 说好的三份各取其一 怎么就要变成四份的 这箱子 只有在副本只剩下最后一个玩家的时候 才能开启 你们竟然说要平分 夜九低头笑出声 这三个玩家到底是谁坑了谁 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 有意思也就这样吧 三个联手之后 都没能拿下嗜血疼的玩家 早点解决了 他也能快些回家 水波无风自动 就算是在地面上的蝎子玩家 他所在的位置 也突然从土壤中 钻出了一根根半米多长的水针 密密麻麻的水针出现 就算躲闪 也总有那么几根会划破了皮肤 在被伤到的位置 就算只是一个微不可及的小伤口 也开始出现了效果的展现 冰封 顺着被接触到的位置 先是血肉 再是内脏 直到彻底地 动成一坨冰块 一分钟后 三坨冰块上 分别落下一道雷击 雷劈之后的三坨冰块 迅速地散开 化作一缕寒气 化作的烟雾散去 吞噬的使用 不仅仅是雷系可以 它的任何一种能力 都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果然啊 暗系这属性 就是最好的 你不要走 你先不要走 你带我走好不好 这里太危险了 我想跟你回家 我会干活的 我会养动物 我能照看植物 我会很多的东西的 你带我走好不好 几根藤腕从水中钻出来 在夜酒面前 模拟了一个 跪拜磕头的姿势 他不要等了 想等自己离开这里 简直就是遥遥无期的梦 刚才他已经明白 虽然他在这里是最强的 但那些外来的玩家 他们有着各种 奇奇怪怪的能力 凑到一起使坏 就能把他打伤 这次能打伤他 下次就有几率 出现有能力 而且也会想要杀了他的 带他走吧 他会很努力做事的 带你回去之后 你就只能在我家的范围内生存了 夜酒伸出手 在小藤腕的枝条上拍了拍 想跟着走就带走吧 本来就是觉得他挺乖 才回来看看的 只是怎么带走 之前闲聊时他问过 云生说 就是把大狗子抱怀里 然后就带出去了 可这是血腾 夜酒确定 他就算是现在实力强了 也依旧是抱不住的 这个副本中间的湖泊 周围的河流 但凡是水下面 食物系真的太大了 我去箱子里 主人你带我走吧 我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会的很多 我不会的可以学 是血腾就一个想法 他要逃命 这种每天都会来一波 甚至是来好几波玩家的地方 他真的一点留恋都不会有 那行吧 你去箱子里 我去把箱子开了 然后带你回家 我保证回家就把你放下 不会把你送到其他玩家那里的 手指在枝条上敲了敲 夜酒看着贴到他手上的枝叶嫩牙 对他做了一个保证 这么怪 还很全能的生物 他肯定是不舍得丢给其他玩家 主人最好了 是血腾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 所以在抓住机会时 各种卖萌撒娇 人类应该喜欢的好话 能说就说 不过 花是不敢送了 之前那个花圈什么的 还好主人温柔 没有生气 要不然 真就要被之前的某个玩家坑死了 去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回到家 等你住得安稳了 再慢慢聊 夜酒笑了笑 拍拍是血腾 让他抓紧时间去收拾一下 副本boss 大部分都还是挺可爱的 当然也可能只是他运气比较好 果然 这形体 站在水面上 夜酒看着周围的河流里泥浆翻滚 就算早有心理准备 也还是有些紧张 危险肯定是不会有 但他现在 需要考虑一下 自家的水渠 是不是都得改造一下 原先的那个宽度 应该是不够了 五级 才只有三千五百多站里的嗜血腾 就这么大的体型 等他进入到六级之后 真让人期待啊 开启狩猎副本 终结宝箱 五级嗜血腾幼苗 植物系宠物幼苗 可在家园内放养 下到水底 打开了这个木头房子里的终结宝箱 夜酒拿到了在空气球包裹之中的这一颗幼苗 蜷缩着的枝条和根系 看起来很脆弱 退出 要拿的都拿到了 没想要的也得到了 夜酒直接就从副本里退了出来 周围的空间转换 人已经回到了家里 嗷嗚 哇 小呆和小闹正在家里玩耍 感觉到主人回来 跳起来就扑了过来 在被夜酒伸手分别接住后 两个小不点很开心地抱住了他的胳膊 小洛 一起去看看吧 我带回来了一个新的小家伙 是一颗嗜血藤 夜酒拍拍这俩小家伙的脑袋 歪头看一眼 轻飘飘落在他肩头的小洛 让他也一起去凑个热闹 哦 小洛低头 在夜酒的脸上蹭了蹭 对于新来的植物系小家伙 有点期待 小呆和小闹对视一眼 跳到地上一步步地跟着 要等一下看看 这个新来的是否好相处 植物系 能交流 家养的 这是他们都没见过的 当夜酒来到房子后面的水池 站在水面上 把空气球包裹的嗜血藤放出来时 就连一向比较稳重的小洛 都被吓了抖了几下 主人 这是 小家伙 小洛低头看看 四肢软绵绵趴在地上的两个小不点 再看看 主人拿着空气球放到水里 瞬间爆发出来的 这一片超大型藤腕 家里的水池 竟然装不下一颗草 主人你对大和小的概念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 他现在是幼苗 夜酒伸手 让一条藤腕缠在手上 拍了拍紧张到藤腕枝条 再次确定地说 这真的是个小家伙 因为你们三个都是成年体 他还是幼苗七 哦 小呆抬起前掌 拍了拍 悄悄凑到他面前的几片小叶子 确实是个 还处在诱生阶段的 小家伙 汪汪汪 小闹没那么多想法 他在看到有藤腕和叶子 凑到面前时 跳起来就扑上去 爪子 在躲来躲去的小叶子上踩 是要给你取个名字的 夜酒看着嗜血藤 跟小闹玩耍 笑了笑开始思考 给这个新来的 取什么名字 哦 小洛听到主人说取名字 瞬间一个机灵 视线往上看往后看 就是不看前面的嗜血藤 又到这个时刻了 新来的小不点 你要挺住 不管主人给你取什么名字 他都是爱你的 以后你的名字就叫 小乖 夜酒看着乖巧的嗜血藤 名字就这么定下了 小乖小乖 我是小乖 嗜血藤的叶子 缠绕在夜酒的手上 开心地舞动着水面上的枝条 主人希望他乖一点 那他就是最乖的 哦 小洛将脑袋藏在翅膀下 他就知道 主人的取名方式 基本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了 还好还好 当初给他取名的时候 主人似乎是突发奇想 所以没根据这个来 不过 小乖其实也还好 比呆啊 闹啊的 强多了吗 家里的水渠 你就先慢慢适应着 等我回来了晚上 再进行扩建 现在 我还要再去采集副本看一看 咱们家现在很穷的 夜酒低头看看 笑着倒在他胳膊上的小洛 手指在他小脑袋上点了点 然后就继续说起正事 现在才是下午的四点多 再去有一次采集副本 六点之前回来就行 包裹栏里的东西清理一下 让他们照顾好小乖 夜酒站在房子里 再次地传送到副本之内 多人模式的三集 采集副本 刚进入副本 夜酒抬脚就踹了出去 马上就听到了尖锐的惊恐叫声 这一次 是他跟另一个玩家 被传送到相同的位置了 若不是踹得快 两人得撞到一起去了 再吵 继续踹你了 夜酒看着趴在地上 脑袋跟爪子 都跟试了力气一样的红狐狸 心情莫名的有点忧伤 他这算不算是 撞上狐狸惊了 鸣鸣鸣鸣 被你踹伤了 我的腰 红色大狐狸趴在地上 甩甩他厚重的大尾巴 口吐人言 控诉这杯踹得又多么惨 原来是踹废了 那你回去了 也是被其他玩家宰了吃掉的份 不如直接便宜我 这狐狸皮应该能做个挂件 夜酒走到狐狸旁边 抬脚在他的爪子上踢了踢 一边说着 一边缓慢伸手 要往他的脑袋上抓 走开走开 人类你太恶毒了 你竟然喜欢狐狸皮的挂件 我都从来没喜欢过 人皮人骨之类的挂件 你破坏了人类在我心中的美好形象 要被抓回去当挂件 红毛狐狸原地跳起 两条后腿站在地上 前腿抱在一起 气呼呼地瞪着夜酒 就继续他的控诉 狐狸皮什么的 他知道自己的皮毛是最漂亮的 但你们也不能这么过分地 直接说出来 笑什么笑什么 你这个 你人类笑得太奇怪了 我们现在是在吵架 是随时可能偷袭下黑手的敌人 讨厌的长毛人类 你不要笑了 活着更好看 你往哪边走 咱们分开 别凑一起了 你打不过我的 夜酒突然出现在红狐狸的身边 抬手在他的脑袋上拍了一下 看着瞬间炸毛 跳到一旁 继续瞪他的红狐狸 夜酒让他先选个方向 就可以出发了 虽然这只狐狸挺有意思的 可他们进入副本 都是为了材料和宝箱 不能玩都忘了正式 要不是知道打不过你 我一定会拍回去的 人类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燕鸣 一区玩家 红狐狸燕鸣 收敛了眼神不再闹 看着夜酒先 自爆了一下名字和区号 夜酒 10089区的玩家 在对方自爆身份之后 夜酒也回了一个 我记着你了 等什么时候 大区之间可以活动了 我要去你家 把刚才那一脚踹回去 燕鸣哼了两声 说了个不要算约定的目标 然后就转个身 慢悠悠地走远 也就看看 前找依旧是抱在一起 两条后腿 慢悠悠走远 大尾巴在地上 倒来倒去的狐狸背影 第一次连内心的吐槽 都不知该从何而起了 看得出来 对方现在玩得上瘾 他还是抓紧时间 找箱子 或者材料去吧 狐狸就是狐狸 学什么人啊 在离开了很远之后 夜酒再从地里 挖出了几颗红薯之后 没忍住的 还是吐槽了一句 他和那只狐狸 打不起来的 暗戏的他 在踹出那一脚之后 清楚地感受到 那只狐狸身上透出的气息 那是光细的 在意识到 对方是什么属性之后 他就自然地 没了攻击的想法 光与暗 都是特殊性 他能感觉到 那只狐狸也肯定能发现 所以才在他面前 表现得那么浅 红薯加一 红薯苗加一 红薯是粮食类 粮食几乎都没有品质等级 收起手里的红薯和红薯苗 夜酒内心还在吐槽 那只狐狸 跟某些人一样的浅 站起来 脚下浮空 夜酒继续在空中观察周围 寻找可采集的资源 或许真就是巧合 直到5.50多 夜酒看一眼 只剩下十几份 可采集物的这个副本 选择了退出 该回家吃饭了 他家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处理 那个可恶的人类 燕鸣在几分钟后跑来 四爪站立 低头在周围看了看 那个人类的气息 最后是在这里消失的 这天都没黑 物品还没完全清空 竟然就退出了 真是差劲 能不能多点坚持 万一下一个箱子里 就有好东西呢 不过 你走了 这副本里的好东西 都是我的了 红色的大狐狸 抖了抖身上的毛 体型在瞬间变大 大到堪比一座山头 得瑟地摇晃着脑袋 跑了起来 能遇到那么一个人 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遇见同类了 这个世界不在意物种如何 但独立生命体的属性 是有类别和层次划分的 这么久了 终于见到一个同层次 会对立 也会彼此一存的存在 他的目标 又可以再变化一下了 10089区 等跨区开启之后 他一定会去找到那个人 到时候 他要踹回去 一定要在他最得意的时候 狠狠地踹他一脚 我回来了 夜九回到家 张开双手 就准备抱住 会扑过来的小呆和小闹 只是 他们俩 小呆扑过来了 就是体型有点大 让夜九不得不两只手 才能抱住他的大脑袋 小闹也变大了 凑过来 用脑袋在夜九的胳膊上贴一贴 然后 就转身继续跑出去玩了 虽然知道他们说的 正在跟小乖一起移栽植物 是什么情况 可自己这么突然地 被扔在一旁 夜九还真有点不太适应 大概这就是云生之前说过的 小小忙起来 会没时间理他 就是这样子的 主人 小乖确实是很乖 小落轻轻地 落在夜九肩膀上 看着抱一抱 然后就跑出去了小呆 脑袋贴贴安慰一下 然后 也夸了夸今天 才加入的小乖 在主人去副本的这段时间里 小乖已经把某些 因为数量密集 而停止生长 或者是生长速度减缓的一些植物 全部都挨着 进行了移栽 那是在主人刚离开的时候 小乖就发现了 那些植物的状态不对 问过他们之后 确定可以移栽到空地里 他就很快速地开工了 先是一根根细长的藤腕 从水渠里爬出来 到了那些生长过于密集的地里 藤腕长出根系 钻到地里 把多余的幼苗和种子挖出来 拖着一个个地 转移到空地里栽种 这是他们三只在之前想做 但一直都做不到的事情 之前小闹想完 他们配合着 把种子或者肥料放到地里 但都需要主人去进行确认才可以 而小乖 他生来自带的能力里 就有植物生长 移栽 甚至是种植的这些 他应该是从很弱小的小草 一点点进化成长 然后才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夜久知道 小乖的乖巧 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他成长过程中的辛苦 体会过生存的艰难 虽然运气好的进化了 也成为了副本boss 可他的实力 依旧没有太过突出 若是遇到个五级级以上的玩家 再带点道具砸一砸 他连躲都躲不开 他在害怕 他被嫌弃 他被认为没有价值 小落是祥瑞宠物 但他也曾经因为 自己没有战斗能力而难过 当然 现在是不会了 主人已经很多次地告诉他 因为他的存在 让家里的所有收益和成长 都获得了额外的增幅 但他虽然是不再担心自己没用 却能理解到小乖的心情 他的到来 让我可以更加安心地 沉浸在修炼和副本之中 夜久看向水面 小乖的几片叶子 飘在水面上 看似是随波摇晃 实际上 却是在悄悄听着 偷听 还是在他会发现的情况下 明着偷听 好了 休息一下 我去做饭 一会儿吃烤肉 小乖 你能吃烤肉吗 夜久招招手 在他们凑过来后 他还拍小乖的叶子 想知道 他平时都是吃什么的 应该是吃肉的吧 都可以 我都吃 小乖吃得很杂 动物 植物 矿石 他都能吃得下 也就是因为什么都吃 他才能长到现在 要不然 就该跟那些被他吃掉的植物一样 成为其他动植物的养分了 那就多给你准备一些 生的熟的都来点 看你喜欢吃什么 以后就给你做什么吃的 夜久挨着拍拍脑袋 当然 小乖没脑袋 所以 就拍在他凑上来的枝条上了 让他们自己玩着 夜久进屋做饭 先炖上两锅肉和汤 然后才开始准备今晚的烤肉 肉切片 腌制之后 放在一旁的盆里 一盆盆的肉片堆起来 然后是蘸料和刷料的调配 等到了晚上的七点多 我又来了 刚才去找葫芦买的零食和玩具 夜久你 你家 你家这是连植物都 都要你做了饭 头位 云生在天黑之后 才想起了 关于9999号家里的零食和抱枕玩具 所以就特意的去跑了一趟 拿到之后 他就来找夜久 想着自己 这也算是给小呆小闹和小洛送礼物了 结果 他站在本来就没有什么遮挡的房子外面 看着从水里长出来的几根藤腕 延伸到屋子里 还模拟出了 类似于动物的形态 趴在那里等着开吃 我今下午才带回家的小幼苗 小乖 小乖 你看这个人 云生 一个因为不会被伤到 就特别能闹腾的玩家 夜久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让云生坐下说 在给他们做了个介绍之后 他继续烤肉 那边的小乖晃晃叶子 试探着 伸出了一根藤腕 跟云生打招呼 小乖啊 乖乖的 真的太乖了 云生第一次得到主动体贴打招呼的 在他伸手之后 还被缠着手指 叶片更是乖巧的贴在他手心里蹭了蹭 这突然而来的浮力待遇 让他激动的 很想直接抱一下 可这是植物植物 还是扭成一团 看起来非常脆弱的心生枝条 他担心自己 万一伸手抱起来的时候 给扯坏了怎么办 这可不是小呆小闹 他们被抱起来 就是抱起来了 不会有什么牵牵扯扯 不用那么小心翼翼 他虽然是幼苗 但怎么说也是五级 现在他们几个里面 他站立最高 夜久看着云生那小心翼翼 想凑近又担忧的眼神 还是把小乖的实力 稍微提了下 云生回头看了一眼 这家伙不是在烤肉吗 怎么还有心思关注这边呢 不过 不会碰坏 那他就不客气了 小乖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抱着 伸手要把一团藤腕抱怀里 结果 云生刚伸出了手 他就被突然生长的藤腕拖了起来 拖举 环绕 还晃几下 夜久你笑什么笑 你怎么教的 你家小幼苗 把人当幼崽红啊 下午跟小闹完 应该就是这样 也是挺好玩的 不过 聊天频道里的某些人 不知道要说 他们是脑子有坑吗 还是故意再发出来 给他们看的 怎么了 云生本来是在跟小闹闹在玩 虽然被拖起来 是有点尴尬 但他还是玩得挺开心 突然回头看到 夜久的眼神有些变化 他拍拍小乖的叶子 跳下来做好 问起发生了什么事 聊天频道 你看看就知道了 夜久继续烤肉 眼神嫌弃地笑了笑 继续欣赏着 那些玩家的发言 991 我扩建自家的家园面积 怎么了 我有资源我就扩建了 虽然邻居之间 还是尽量友好一点 但你们是不是也管得太宽了 我又没建设到你们家里去 3321 扩建自家的家园 怎么还要需要其他人允许啊 你们是不是有点管得太宽了 1005 扩建自家家园 自然是没关系 可你扩建的方向 跟利剑直川一样的 直线锁定到我家 你如果是围着你家附近转圈 绝对没人管你 9031 说起扩建 之前跟你们说过的 那位玩雷的大佬 就住在我这附近 我下午的时候 跑出去看了几眼 他家比之前扩展出来了很多很多 距离这个环节结束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我都怀疑 我家还能不能继续存在 毕竟大佬那么强 我也不敢挡了他的路 9059 确实很担心 你们说那种箭头所指的建造模式 还能说是故意针对 能说出来 让大家给评评理 可我们这种 真是憋得难受都无处说 人家那是大佬 想要扩建家园 那自然是不缺一级土壤的 总得有条活络啊 8861 可不是吗 我这边虽然还隔着一个 但那个扩建速度太快了 咱也不知道 人家是怎么想的 你说 这面积空那么大有什么用 它那么强 又有资产 它提升家园土壤等级 不行吗 9999 吃个饭都吃不安稳 有本事的就扩建 花的都是自己的资源 没本事 还一天天的这边 极度那边怨恨的 有那个极度的时间 搞点手工 也能多换点土壤搞扩建了 9989 四个九你 又搞什么手工呢 待我一个 那些个觉得大佬扩建家园 是招惹了你们的 你们可以去找大佬提议价 或者你们找180问问 180应该会想跟你们多聊聊的 179比180 每天都嫌得无聊 谁是想找他抓紧时间说 我可以给统计一下 等他回来看看怎么安排 对了 顺便说一下 我已经带着家园 投奔180 老老实实抱大腿了 190比179 你个没出息的 说好了 一起抵制180呢 你悄悄地抱大腿去了 我怎么办 我离他这么远 他什么时候 能扩建到我家这里来 难道提个建议 让他搞箭头建造模式 188 我说你们两个够了 稍微要点脸行步 我也在你们附近的 180去哪了 你出来啊 就说能不能带我一个吧 我真的不想努力了 话题聊着聊着就有些歪 但某些住在附近的玩家 已经是把家园 可能会被夺取的危机感引发 就算现在不能被夺走 可一旦被其他玩家 将家园面积拓展出去 绕个圈给圈起来 那时候再想拓展 都没机会了 因为拓展家园面积的时候 放置家园基础资源的前提 是这地方没有被占用 土壤之间 要么是隔着自家的水 要么是隔着有一定距离限制的路 一旦家园的周围 被其他玩家放下土壤围困 除非是等到 能拆除别人土壤的某个阶段 要不然 就是一点出路都没有 甚至 在玩家死亡之后 已经建造的那些土壤 也都是其他人 无法操作的禁止模式 他们什么意思 想让咱们的扩建停下来 云生看着新出现的信息 扒了几下 向上翻着看了看 他们肯定是不敢找上门的 所以 这些控诉是想做什么 就这种纯得罪人的事 难道以为 有人会跟着他们 一起声讨最强大佬 就算是他们能凑出很多人 可这个也不可能会在意 那些人的意见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很明显 已经让很多人认为 一级土壤拓展家园 是件很重要的事 因为咱们都在着急做这些 夜九看着聊天频道 还在刷上去的信息 他也不知道 这些人是想干嘛 但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很突然的大范围扩建 还有180 也在做这些 这已经能让很多人跟着做 至于是 想要搞一波言论出来 试图让他们收敛着点 还是要爆出他们手里材料 多招人来惦记 虽然傻子随时都有 但真要傻到这程度 估计也活不到现在吧 傻子 总是会有的 晚饭时候刚说了 不会有人这么傻的跑来送死 半夜时 夜九就收到了玩家入侵家园的信息 从床上爬起来 夜九拍了拍 瞪大眼睛看向外面 还用爪子指出方向的这两个小家伙 走吧 去看看 这次来的是个什么样的玩家 这大晚上的扰人青梦 夜九看眼聊天频道的信息 然后 就从屋子里出来 站在了扭成树形的藤蔓上 树形的藤蔓 有50多米高 这只是属于小乖的一小部分枝条 会弄个这种仿束的形态 是云生在吃过晚饭之后跟他玩 提出了的一点点建议 高高的树 作为一个标志 也能通过高一些的位置 来观察是否有玩家靠近 至于家园在附近的玩家 也可能会在观察范围之内 很多时候 房的最多的 就是周围玩家 放开我 我不是入侵者 我就是大晚上出来闲逛 不小心误入了这里 我真没有恶意的 在树下被卷成球 藤蔓缠绕后 只剩下一个脑袋 还录着的玩家 正在试图挣扎和解释 误入 我家的防护墙 没留下一丝缝隙 你翻墙进来的 误入这个说法 可不是这么用的 夜九踩着藤条 迅速扑在空中 搭起的阶梯走近 我没走地面 我是隔一段时间就跳一下 天太黑了 我没注意到 被指出 说谎太低级 这人又开始说新的理由 是该好好看看 你们究竟想做些什么 蹲在最靠近 这位入侵者面前的藤条上 夜九的手指 勾住了一片叶子 指尖在藤条上点了点 嗜血藤的最大特性 是吞噬 但他的第二能力标签是模仿 现在就让他模仿出一种 置换类的毒素 放开 放开我 我不是入侵者 藤腕上长出了一根长针 针刺缓慢地靠近的眉心 让他清晰感觉到了 脑袋被刺穿 在这里慢慢被折磨 对了 聊天频道你随便发信息 想发多少就发多少 总归是只抓住了一个你 现在也没其他人 能帮你分担一下 夜九看着眼神 惊恐的这个玩家 坐着的藤腕上 长出了枝条 迅速编织成一个的吊椅 让他放松地握在了其中 虽然云生那家伙 闹腾了点 但他交给小乖的这些 也都是很实用的 我 不是我 不是我要来捣乱 是他们跟我说 说大佬仁慈 只要我好好说话 就不会有危险 是他们说的 这个玩家 现在只觉得痛苦 但他除了脑袋上 被钉住的那个木刺 更多的是一种 说不出具体位置的难受 在夜九的注视下 这个玩家开始讲起了 他会大半夜跑来的原因 他说 他其实是想抱大腿 但白天时候 自身是要忙着去副本 而且 传闻大佬 也是要下本的 所以 他就晚上过来 先见到了人 自然就能认识了 至于大佬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杀了他 他认识的几个玩家表示 他们这个区域 还是比较安稳的 可以说明 人鱼也算人类 夜九看着精神 越来越涣散的这个玩家 大概知道了 有哪些玩家的参与 不过 云生那个 看着像艺人的神族 都能被划分到他们这个区 其他也不奇怪了 至少 人鱼这不是 还占了个人字的吗 主人 这的玩家很弱 小乖只是控制着 置换的能力 加强了一些 其他的 都是夜九在控制 现在看着这人快死了 他想了想 也只能相信 是这个人的实力不足 弱得连置换毒素 都扛不住 这就要被毒素分解了 那是因为 咱们小乖很强大 夜九看着死去后 迅速被腐蚀掉的玩家 靠在吊椅上 夸着小乖的实力强大 宠物 小乖五级视血腾 幼年期 植物系 战力值3695 吞噬吸收 技能模拟 植物培育 小乖是植物 他没有保实度的信息 吞噬吸收 是植物几乎都有的能力 毕竟植物根系都需要这个 技能模拟 需要是植物系的技能 而且 是小乖能具备的能力属性 如果让他模拟个雷击火烧 那肯定是不行的 而植物培育这个能力 是他能在家园范围内 把种子幼苗 都进行移植的基础 夜深了 好好休息 明早我出去活动一下 夜九拍拍小乖的叶子 再次回到了屋子里 躺下就直接入睡 虽然实力强了 身体强度也提升了很多 可人总是要睡觉的 这一觉 他睡得还不错 可那个入侵玩家 在到了他家被捆起来时 发出的那条信息 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以至于昨晚晚饭才说 要专心刷副本的云生 在一大早起床后 就又跑来了 虽然我 确实是来蹭饭的 但我是看到了 他们讨论的信息 带着礼物来关心你一下 云生被四双眼睛 夹晃来晃去的藤蔓盯着看 一脸委屈的 套在他家小小的身边 拿出一筐葡萄 递给了昨天才认识的小乖 他又不是空手来蹭饭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 不就是说我杀了个玩家吗 这都值得讨论 我杀2020的时候 杀9000的时候 他们这是选择性的遗忘啊 夜九从筐子里 拿出一串葡萄 拽下一个长了长 这味道还不错 一边拽着葡萄里 喂给身边的几个 一边转身 就往屋子方向走去 他也看到了那些 正在讨论的信息 可他杀玩家的事情 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可能是有些玩家觉得 那不一样吧 云生也不明白 那些人讨论的意义是什么 感觉好像是反了 他们似乎是觉得 我出去杀人是正常的 真是真的理解不了 那些人从昨晚开始 究竟是在搞什么 奇奇怪怪的闹剧 180 你们讨论的挺热闹 咱们这15分钟 只能发一句话 也是挺难受的吧 你们说个地方 我去请大佬出来 跟给你们评评理 210比180你 歇着去吧 我虽然是个和平爱好者 但这种玩家 大半夜闯进门的事 再怎么爱好和平 也忍不了 世人就绝对忍不了 1比180你别出来 你看啊 你这么一出来 他们保准 就吓得不敢吱声了 说不定还会躲到副本里 怕被你找上去 8 那些人耸得很 这大早上 咱们看看热闹活动下心情 180 你忙去吧 别打扰我们仅有的这点乐趣 179 其实 你们有没有想过 180能出来说这话 他本人应该已经在目标位置了 我作为就近的悲催打工人 再次向大家透露一下 180 这次是带着他家宠物一起出去的 你们可能还不懂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 180 是你们打不到的无敌者 而他家的狗王 是你们躲不开的狩猎者 我让他说的 这姑娘搞种植挺不错的 所以就留下当个种植工人了 云生看到179发的信息 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他那个邻居会说一些他的信息 也都是他说过没问题 真真假假 自从玩家可以见面 那姑娘就有事没事的 跑去找他打招呼 真就跟见到他的他 心中的神奇一样 是个好的就留着 后期肯定会出现 其他区域的玩家接触 区域是否开战 很难说 我要出门找找这几个玩家 你跟我一起 还是在这里等着 夜九看看时间 现在才6点几分 那几个玩家也应该会在家的吧 虽然不确定编号多少 但形象上应该是可以很好的确认 白发的女人 光头男人 人身语尾 这三个还都在他家的附近 当然是跟你一起去了 小小你在这里玩 那个是小乖 很乖的小不点 你不要欺负他 云生拍拍他家大狗子的腿 交代一下 就催着夜九抓紧走 因为成长了 所以体型差异 不跳起来 就真的只能拍腿了 能看到夜九主动出门 招人麻烦 他现在可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走了 夜九摸摸黑白色大狗子的脑袋 看着小小无奈的眼神 笑了笑 就随着雷光闪烁 离开了家园的范围 让小小不要欺负小乖 云生这话说的 他果然是不知道 什么叫做心虚的吧 你猜 他们会不会被吓跑了 早知道 你是想去找他们算账 我就让179说点别的了 云生在夜九停下来时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在这周围的几个玩家家园 他每次路过 都会看一看 对他们的建设情况 还是挺了解的 说你来找他们 他们更不会走 夜九回头 看了云生一眼 虽然很多人吐槽 180如何 但大家几乎都默认了 180不会被其他玩家攻击到 可同样的他 也不能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看着下方的一个玩家家园 这个家园 只有5000多平米 2%的区域是水 那1%的土壤地面上 种植了一些低矮的花草 这应该就是那个人鱼玩家的家了 夜九之前 也会在空中对周围做一些观察 但这个家园内的玩家 具体是什么样 他还真没见过 那要怎么做 直接攻击 看着下方连房子都在了水下的家园 云生不确定地看着夜九 这时候见不到玩家 要怎么处理 虽然确实是可以直接攻击 可万一找错了 玩家被攻击的时候 是不能传送的 只要让他进入战斗模式 下去看一眼就知道了 夜九说完 人已经站在了这个其他玩家的家园之中 双脚站在水面上 脚下的水流涌动 水下的贝壳房子里 那个藏起来的玩家 一脸迷茫地被水冰冻后 出现在了夜九的眼前 走吧 下一个 夜九看着 对 只是冻住后昏迷 但距离死亡 还差了很多的这个人鱼玩家 带着冰块回到空中 就继续搜寻下一个目标 你就不担心会找错了 云生的看得眼睛直抽 这操作 真迅速啊 但是 这幸亏是找对了 如果错了呢 我控制里没那么差劲 只是冰封 短时间内不会死 也不会受伤 如果找错了 就放出来聊聊 态度好 就当是跟邻居认识一下 要是态度不好 云生 副本里的玩家互相厮杀 没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会认为 外面的这些玩家 就一定是要有问题了才能杀 叶九在到了新的目标位置时 把这一大坨冰块 扔给了云生 看他一眼 说完就进入了前方的这个家园里 白色长发的女人 正在摘地里成熟的种子 在他旁边的溪流突然涌出 眨眼间 已经让他在水中被冰冻 下一个 再次将冰冻的玩家 扔给还在思考的云生 叶九继续向着下一个目标位置出发 虽然他不跟周围人打招呼 但附近什么地方 有玩家家园 他是在这个环节开始之后 就已经清楚了的 我也没说不能杀 云生带着两个冰块追上去 心情纠结的小生吐槽了一句 他确实是觉得 叶九实力强 但不是主动攻击型 就是那种 需要别人对他抱有恶意 他才可能会预防或者是反击 可现在看起来 他似乎是搞错了 叶九不是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玩家 而是他懒得去做那些没好处的事 若是一不小心 误杀一些本不相干的玩家 他也不会觉得 那会有什么心理上的波动 玩家和副本刷新的生物 对他而言 只是是否认识和熟悉 其他方面都是一样的 这感觉 有点奇怪 可所有智慧生物都是玩家 副本生物 也是另一种身份的玩家 这么想来 又确实是一样的 就是这三个玩家了 你还有什么需要跟他们聊的吗 叶九把第三位目标玩家找到 依旧是速冻成冰块拎了出来 看一眼 表情还有些纠结的云生 动手之前又问了一句 我跟他们没什么聊的 云生依旧是有一些好奇 但他不准备打断叶九自身的节奏 他只是跟着看看 看不懂的 等以后闲下来了再问就好 那就回去吧 叶九将三个冰块合并在一起 带着就回了自家的家园之内 家里面 他家的小呆小闹 还有云生家的小小 三只正在岩浆湖里泡澡 看到他们回来 这三只就带着一身滚烫的岩浆 从里面跑了出来 小小 那是岩浆湖 岩浆的呀 云生看着一会儿 时间就玩嗨了的小小 心塞塞地叹了口气 拽着狗子就要 去旁边的水渠里 好好洗一洗 他带小小出来 玩是对的 看看现在的小小 多么活跃啊 只是 不要往他身上蹭啊 汪汪汪 小闹甩甩身上并不算长的毛 甩干净之后 才跑到叶九面前 低头蹭蹭脑袋 他们有好好的招待来客 继续玩去吧 等我处理好了 咱们就吃早饭 叶九摸摸小闹的大脑袋 让他继续去玩 他回头看向了 放在地上的三个玩家冰块 人鱼 上半身是人 从肋骨往下就是鱼尾 目前已经看不出 这是拼接还是融合 反正还是透露着些许的怪异感 白发的女人 剃光头发的男人 这都挺正常的 只是 他们的实力 都在一百战里左右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想的 非要在这种时候 冒出来 刷存在感 总不能是因为 他们觉得 未来没有指望 所以想闹一下 然后 就可以快速地跟世界说再见 再不然 是想要刷存在感 想着让人找上门 见到人之后 再表现一下 抱个大腿 他是真的猜不出 这些人故意招惹他的原因 当然了 他也不是一定就需要知道这些 冰封在向着玩家渗透 等夜九收到三个击杀玩家的提示信息后 他将这一大块的冰坨 融化成血水 扑在地上做肥料 你是不是能看见玩家的编号 云生看了一眼 迅速恢复干爽的地面 这三个玩家 就一个都没找错吗 昨晚那个玩家 说过他们的外表特征 今早上想吃什么 要不要吃红豆粥 昨天刚收了一波小红豆 感觉煮粥应该能好吃 夜九走向屋子方向 开始惦记了早饭 锅里炖着肉 但是这个粥 是要现煮的 改天再吃红豆粥 你不要再刚刚让我看到那种 我承认 我还是有点弱的 想到红豆粥的颜色 云生忍不住的 再次往那片地面看了一眼 他只是没有思考过这些 就是见识太少 你也不用这么刺激人的吧 这不是弱 只是你被玩家身份束缚 会认为 玩家是和自身属于同类 你看你在副本里杀怪的时候 就从来不会想这些 而且 你是不是忘记了 副本里也是可以遇到人的 就算同为人类 那也会是副本怪的其中一项 若不是他们跪得快 就不会有这张工人卡了 夜九手里 拿着那张工人卡 在云生的眼前晃了晃 让他好好回忆一下 不管是玩家身份 还是人形外表 都不该让自己被束缚 我会调整好的 你炖的什么肉 闻着真香啊 云生盯着那张工人卡看了几眼 心塞塞的 抓紧时间转移话题 他是搞错了某些事情 但也不能都说是他自己脑子不好使 主要是 这人在大部分时候 给他的印象都是温和的 一锅麻辣焖猪蹄 一锅是红烧白鹤肉 这白鹤肉的味道是真好 又去买了点 夜九打开锅盖 拿过木盆 就开始往外盛 白鹤肉的肉质细腻丝滑 所以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就多买点喜欢吃的食材 小洛会不会嫌弃咱们 总是惦记着鸟类的肉 直接前的话题结果 云生视线 看向夜九家的那个大床 床上的白孔雀还在睡 一会儿开饭他就醒了 要多给他盛点 他喜欢吃飞鸟一类的肉 夜九给小洛的饭盆里 多装了一些 一边聊着天 一边端着过去放好 鸟类的肉 小洛不只是不会嫌弃 还会吃得更多 不是说 会有同类保护意识 以及吃同类会有病毒什么的 云生走到桌旁坐下来 看着夜九 继续盛出一盆盆的肉 还是觉得有些问题 在很多人类玩家的闲聊中 是说过 同类相识会感染病菌之类的 所以 不能吃同类 放心 我这里不会把跟我同物种的肉 蹲上餐桌 不会让你吃出病的 夜九拿着餐具过来 手中的盘底 在云生脑袋上拍了一下 他没有特殊爱好 所以 不用担心那么多 哦 开饭了 小洛抬起脑袋看了看 杉杉翅膀就飞过来 站在了他吃饭的位置 主人最好了 又特意做了他爱吃的 哦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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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体型大的 也都跑了回来 吃货 云生看着迅速围过来的这几个 笑容无奈的 在他家小小脑袋上拍了拍 都是吃货 也包括他自己 吃饭不积极 思想有问题 这个猪蹄闷得不错 我不喜欢太硬的 这种软烂又不腻得最好了 夜九伸手在凑过来的小乖枝条上拍了拍 让他自己去拿吃的 然后 就挑着喜欢的开吃了 早饭吃得丰盛 除了小乖吃东西 是长出根系分解吸收 其他几个都吃得满嘴油光 等到早饭吃完 云生心情很好的 带着小小回家了 在家的夜九 再一次的把制作的东西拿出来售卖 然后买一集土壤回来 给自家继续进行扩建 那三个玩家的死亡 悄无声息 但他们突然的没了动静 聊天频道看不到他们 有玩家好奇 跑来附近查看 来观察的玩家 出现在附近 看到了夜九 还在扩建家园 但他们只是看看 就迅速的跑走 聊天频道 在一上午的时间里 几乎看不到 对家园扩建有意见的信息了 能活到现在的玩家 怕死的还是大多数 不管之前是试探 还是跟风 在闹得欢的几个 彻底没影之后 不想死的 立马就耸了 家园 所属10089区 8898号玩家 等级 三级44级土壤 可升至四级家园 能量 2347倍 当前绿化2347万 土壤 600 2万平米 4级188平米 3级 7 5平米 2级 199 6万平米 1级 393 1万平米 水源 963万4级水资源 植物 4级187克 3级508克 2级124 1万科 1级418 2万科 矿物 4级矿产培育型一份 3级矿产一 8万份 2级矿产26万份 1级矿产119万份 动物 4级1889只 3级3 5万只 2级16万只 1级188万只 环境 3级清风 2级细雨乘3 2级微风乘2 距离第三环节结束 还有八天的时候 夜九坐在家里 看着自家的家园信息发呆 他家的面积 真的很大了 按照他曾经世界 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区来看 他现在的家园面积 都已经比一个县的总面积还要大 这么大的范围 种植的植物却不算多 大部分区域都还是光秃秃的土壤 这些天 他赚的资源 除了一部分 拿来制作四级土壤强化肥料 其他的都用在了土壤扩建 和水资源的购买 水资源只需要购买一级的就行 因为 只要不高于四级水源 就可以被转化成四级 这期间 他也除了自家建设 就是去狩猎副本单刷 或者是去采集副本找箱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采集副本的boss 都藏得比较好 还是他每次都因为副本资源太少 就直接回家 反正是一个boss都没见到 在这期间 云生隔两天会来一次 有时候会早上把小小送来 让小小跟小呆小乖他们玩 傍晚的时候 再来接回去 在他家附近 8888号的若新 一直都比较平静 家园没有扩展的特别大 但等级都提升到二级三级了 周围一些八或者九开头的玩家 只要自认是离他家还比较近的 也都在尽可能地向着另一个方向扩建 哦 小呆从旁边跑来 小小的他前掌搭在夜九的胳膊上 在夜九抬起手的时候 钻到了他怀里 主人是累了吗 是在考虑 咱们家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是继续扩展 还是搞强化 夜九抱着小呆 摸摸他智冷起来的两个耳朵 笑着地靠在了旁边的石头上 是数量还是质量 这是他目前需要多考虑考虑的 若是质量 那就得尽量堆四级的土壤 可四级强化肥料的材料太贵了 文化很多一级土壤 哦 小呆抬起头看着夜九 主人喜欢什么 就做什么 不管哪一种都是好的 下一次的环节是未知模式 但既然是未知 那就是还不准备让他们提前知道的 确实 现在就是看咱们喜欢什么 对了 咱们还有个道具卡没有用 等下一个环节 咱们把家园的环境改一改 全都是平地 也挺无聊的 夜九抱着小呆 考虑了一下自家的情况 还是决定要继续扩建 面积大的 根本种不过来 就算是有小乖盯着 只要有种子和幼苗 就会移植到空地上 可终究是范围太大 种子又太少 不过 现在忙不过来也没关系 等以后出了工人这一项 自然就有干活的了 没有提示 就选自己喜欢的 在有了决定之后 夜九开始把自己 从副本里得到的物品 全都换成了一级的土壤 一天天地继续向外稿扩建 直到第三环节的第二十九天时 夜九终于暂停了 每天的狩猎副本单刷模式 再一次地进入了 三级多人模式的狩猎副本 刚进入副本 夜九就一脸无奈地伸出手 接住了 本来可能是要偷袭 但发现是他以后 就僵住了的小白蛇 我不知道是你 小白蛇被接住后 纠结地用脑袋 在捧着他的手上蹭了蹭 同时解释一下 他真不是要针对这个人 但他也承认 如果出现在这里的是 其他的玩家 要么是已经被他吞了 要么就是 他被打伤打死 我之前一直以为 你是已经晋级到下一个阶段了 夜九倒是没觉得 有什么问题 他被传送进来的地方 就是在副本终结之地 大白蛇肯定是要守在这里的 而且 大白蛇这情况 是遇到麻烦了吧 竟然变成小不点了 虽然家里的小呆小闹 都能变小 可自主变小跟带着重伤标签 而且变小了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 五级白灵猎空蛇 重伤未遇 战力值4985 空间 吞食 重力 伪装 再过两天 就该进入下一环节了 大白蛇这情况 明显就是需要一步步升级 到了现在 都还没靠近临界点 遇到了一个打不过的 养伤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一次次都靠着空间屏障 让人找不到这个房子 可我也同样吃不到东西 小白蛇脑袋 搭在叶九的手指上 开始诉苦 虽然他本不该是这样 可现在终于有个能熟悉的 而且 看起来是不会伤害他的 这些天的憋屈 总是要哭一哭 太难了 差点就要 被打死 变成材料了 要我帮你守着 叶九坐在这个小木屋的房顶上 捧着已经缠绕到 他手腕上的小白蛇 有种自己要被坑得忧伤 可他就是 看着大白蛇顺眼 现在变成小白蛇了 也让他一眼就确认 对方是那条大白蛇 总归是有缘遇到 真舍不得把他当成材料 走吧 别纠结了 只要我还在这里 他们也开不了那个箱子 上次你带我出去开箱子 这次 我带你找玩家玩去 叶九被小白蛇眼巴巴地盯着看 也不继续在这里耗着 直接就选个方向 带着他出发了 开启终结宝箱的前提 玩家都死了 或者走了 那时候 他在离开副本 好像是这样的 小白蛇缠在叶九的手腕上 脑袋搭在他的虎口位置 懒洋洋的小幅度晃动 他是真忘记这回事了 刚才他还一直在纠结 如果让这人留在那里 陪他一起守着最后的宝箱 是不是太欺负人 看来 我的运气不错 这里就有一个宝箱 希望能开出来一些好东西 叶九没有在地面上走 踩着水汽 就能空中活动 在没有树木遮挡的情况下 能更快速地发现猎物和宝箱 其实 你可以让我指出方向的 小白蛇看着叶九 打开宝箱 将几个空气球收起来 脑袋在他的手背上碰了下 刷了下自身的存在感 他上次就能带着这人 到处开箱子 自然是因为 他知道箱子的位置 所以 这人能不能稍微让他干点事情 这样 他也能在被保护的时候 能够有点存在价值 忘了 叶九撒谎的时候 脸上一点都没红 小白蛇脑袋僵住了一下 随后两眼无神地 再次搭在了叶九的手指上 他还以为 这人是觉得他没用 却没想到 竟然是忘记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忘记的吗 现在跟我说一下 最近的在哪边 我去开箱子 如果遇到玩家 就是你的 叶九被小白蛇的行为逗笑 在他的脑袋上敲了敲 让他开始干活了 我记得你喜欢配方是吧 那边 有个你们都会喜欢的 高级的配方 抬起头 小白蛇冲着右前方 吐吐蛇性子 他就是等着这人问他 每一次的宝箱和内部信息刷新之后 都会有那么一两个特别好的配方 他作为副本boss 是能够知道位置 以及某些高级物品的属性 现在的玩家没有减少 若是挨着搜索了再过去 说不定就让其他玩家拿走了 那就先从最好的开始呢 叶九听到高级的配方 很期待地 直接锁定那个方向 就开始随着雷光的闪烁 顺移着赶路 在他站在越级的四级宝箱前面时 有个玩家 也刚好跑到了这附近 隔了几百米 就看到这个宝箱 以及在宝箱边上的叶九 还好跑得快 要不然 叶九打开宝箱的盖子 将宝箱里飘出来的十几个空气球收了起来 五级强化药剂制作配方 三级的副本 月级出了四级的宝箱 宝箱里再次月级出了五级的配方 难怪小白蛇催着他 先过来拿这个 这确实是个难得的稀罕物 而且 这配方 五级强化药剂 他到现在 也才用掉了一 二 三级的强化药剂 四级的都没用过 如今直接出了五级 虽然材料还不够 但不影响他的开心和期待 哥们你下手可真快啊 拿到了这么好的东西 是不是得给路人撒个红包 庆祝一下 在叶九把空气球收起来后 那个到了附近的玩家 也已经冲到了他前方的十几米外 停了下来 这个玩家看着叶九 眼神有点波动 但被迅速地压了下来 东西 已经被收起来了 直接杀人 并不能爆出包裹栏的物品 而且 若是对方觉得危险 直接退出副本 他还真不确定 能否在那之前 把人拦下来 确实是要发个红包的 毕竟是这么好的东西 我不能拿了之后 一点表示都没有 叶九看向对面 这个眼神凶狠的玩家 根据他的观察 这位的战力 应该是有1500到2000之间 给现在是小白蛇的大白痴了 也能稍微地补一补 哥们真是好人啊 我这受伤的心 总算是补上衣 虽然不确定会给什么 但这个玩家是真觉得 叶九是想分他点东西 把他打发了 不管拿到什么 能白拿就不能放过 他的心口处 一只手已经穿透而过 一颗冰晶包裹的心脏 出现在他的视线内 在他的身后 叶九站在那里 眼神无奈地看着他 延长了的手臂 那不是他的手 是在他把人冻住的同时 小白蛇摸拟了他的手臂 穿透这人的心脏位置 先把这颗心给吃了 是他说的 受伤的心 我想看看伤得怎么样 小白蛇吞了心 又用空间能力 把冰封的人压缩后吞了下去 吃完了 再次变回小白蛇的形态 缠绕在夜九的手腕上 先蹭两下脑袋撒个胶 然后就继续做出 一副无辜的模样 我没嫌你吃相差 但你找理由的样子 是挺傻的 夜九摇摇头 转身继续向下一个宝箱位置出发 有小白蛇的指路 他很快就将宝箱找到 开启之后 继续下一份 宝箱里的东西 有多有少 大部分都是三级的配方和材料 运气好能拿到四级的这些 但五级是属于运气爆发 在小白蛇说 已经没有宝箱之后 他也没有再见到 第二份的五级物品 那边有两个玩家 下手很凶残 你要去看吗 小白蛇在夜九无聊的 到处找好吃的动物时 给他指了个能看热闹的方向 那边的玩家有点凶残 等会儿看一下热闹 或许还能再给他留点食物 虽然他吃了一份 而且等玩家都离开了 还能再吃点最后剩余的能量 晋级应该是不成问题 但食物总是越多越好 走吧 去看看 夜九对于能被小白蛇说的凶残 有点兴趣 抱着他揣在怀里 一层水雾在他附近凝聚 光线折射中 逐渐淡化了自己的存在感 看热闹是没问题 但在看热闹的时候 一定要尽量缩小自身存在感 要不然 很可能会被热闹双方转移目标的 对待食物要认真 能吃得下 能够消化吸收 就好 为了虐而虐 是很不好的一种爱好 夜九带着小白蛇 一起待在了树上 看着前方空地上的虐杀画面 击杀玩家 击杀刷新出的副本生物 又或者是击杀boss 这都是正常的事 可现在的这种 是把另一个玩家 保持在战斗状态 无法离开副本 用刀背碎骨 刀刃削肉 你们人类吃食物 不都是喜欢切片切块 或者是切碎了的吗 小白蛇抬起头看看夜九 在他知道的信息里 人类吃东西 就是需要各种加工的 现在那个人族玩家 就是在对着一只兽族玩家 进行食物的处理 唯一的不同 大概是因为 现在这个兽族玩家还是活的 我家吃鱼 都是先杀完了在处理 因为我不想再踢鱼骨头的的时候 因为鱼的反应 砸到我的手 夜九看着已经被拆到 只剩半个身体的猴子 嘴角慢慢往上提了些许的弧度 要爆发了呀 可惜 实力差距太大 弱小的反抗 就跟砧板上的鱼 甩甩尾巴一样 几乎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但某些没必要的事情 还是能少则少 能不发生就最好了 我不会学这个人 也不会学那只猴子 被伤害到的第一时间 就要反抗 而不是等自己已经废了 才蹦搭这么一下 小白蛇看着兽族玩家爆发那一下 也就是用破碎的骨头 打到了人族玩家的胳膊 虽然他不是这些外来的玩家 但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除了少数能温和的 其他绝大多数 都只可能是敌对 走吧 去把这个也收了 你吃完这俩 咱们再去找其他的 夜九摸摸小白蛇的脑袋 带着他出现在那个 终于完成了击杀的玩家身后 比之前那个差了很多 小白蛇放出大的舌头幻想 张嘴吞下一死一活的这俩玩家 吞下去之后 还不忘评价一下 这两份能量的不足 有的吃就可以了 继续寻找下一个 这次副本里的动物 都藏起来了吗 夜九继续向前走 看一眼的副本信息 玩家还有五个 副本的可狩猎生物 还有八百多 河滩附近有泥丘 山里有蚂蚁 小白蛇以为夜九 是想找点材料 就把这次副本那生物的 大带位置 以及物种 都跟他讲了一下 那些确实是不好找 因为他们都藏在河底淤泥 以及山间泥土缝隙里 算了 还是去找玩家吧 你现在状态不好 等玩家都走了 你把那些找出来 吃了补一补 也能更快速地 进入下一个阶段 看一眼足够乖巧的小白蛇 夜九笑了笑 不打算跟他抢吃的 狩猎所出的那些材料 在单人副本里都能刷到 而且会比这种多人副本 要轻松很多 这次他来 就是找点宝箱 宝箱收益 比他最初期待的好了很多 足够了 人带着蛇 在副本里到处闲逛 逛了半个多小时 也没再遇到玩家 副本生物的数量 有二十多分钟 没出现变化 这剩下的两个玩家 或许是在最后的那里等着 夜九捧着小白蛇 让他指一下方向 他们现在该回去看看了 副本终结宝箱里 会有什么 现在的玩家 基本应该是都已经知晓 所以 在找不到猎物的情况下 就只剩下去 终结宝箱位置蹲守 只要等到这副本里 只剩下最后的一个玩家时 终结宝箱 可以把副本内的 所有好处都拿到手 那个是人 另一个是什么 小白蛇脑袋 点了点指出方向 在夜九抱着他回来后 看着站在那个 小木屋两边的玩家 他被其中一个玩家的造型 给震惊到 人形 十几米高 金属皮肤 这个 机甲 夜九想想 他小时候看过的动画 那里面的某些机甲造型 好像跟这个 有一点点的相似 但也只是类人形态 以及金属外壳 咱们剩下的第三个玩家 可算是来了 别在空中飘着了 下来聊聊呗 这最后的终结宝箱就一个 咱们总是要有个解决办法的 身材瘦弱的长发玩家 看向空中 对着夜九挥挥手 喊着他下去商量一下 从之前一直没有副本生物减少开始 他们俩就在这里遇到 也在等着后续的其他玩家赶来 如今剩下的玩家极其 早点有个结果 也能回家继续干别的 而且 他们都觉得 自己有隐藏的能力 我不要那个终结宝箱 你们要争 就先争一场 我不参与 夜九看着这两位 在收到小白蛇 讲起他们的战力之后 就完全不准备下去凑热闹了 如同玩家能看到副本生物的实力一样 副本Boss 也能看见玩家的实力 那个人的战力值 是6990 那个人形机甲的战力值 是7188 在夜九好奇追着问之后 小白蛇才委屈地告诉他 在副本Boss的眼里 夜九显示的战力值是16965 身体强度8133 加精神强度8832 刚好是这个数值 之所以 让小白蛇黏人撒娇 除了前几次见面 都合作愉快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小白蛇确定 这个人能保护他 对于一时口快 把这个信息暴露出来 小白蛇讲完之后 就脑袋贴在夜九的手心里 还可怜兮兮地表示 他真的不只是因为害怕 主要还是觉得 这人的气息不一样 我知道 我的属性对你们来说 是有一定的亲和力 还有 特殊的威胁感觉 夜九摊开手 看着还在继续解释的小白蛇 让他不用担心这么多 他最初是不清楚的 可后来跟大豹子见过那两次 聊天相处玩耍时 已经得到许多跟自身相关的信息了 小白蛇或许是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大豹子知道的多 而且也没什么忌讳的想说 就跟他说了 按戏是如此 光戏也应该是如此 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特殊属性存在 只是 他到现在还没遇到 云生不算 那个家伙是自身身份不一样 跟属性没关系 你这样 会让我们感觉 你是在等着我们两败俱伤 然后你再来捡漏的 你这样很拉仇恨的 站在空地上的那个人类玩家 看着在空中斗宠玩的夜九 气得眼睛都瞪大了几分 见过搞事搞算计的 也见过各种自认实力 强而姿态高傲的 更见过一些耍赖什么的 但是 现在这个玩家 又让他长了一波见识 这个样子 怎么看都是 很歉虐的 一起 先对付他 结束了再分胜负 机甲人都被空中这个人的态度给气到了 他们在这里僵持好久 就是因为 不想在他们两者争夺之后 给那个不露面的 捡了好处 现在这个玩家倒是出来了 可出来之后 直接就目标 都拉到他身上去了 好嘞 先解决了他 人类玩家吼了一嗓子 直接就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 那个机甲人也原地起飞 冲着夜九就撞了上来 脑子也是个铁疙瘩 夜九看着冲到面前的机甲人 手指悄悄面前 撑起的火焰往上 再次的多加了点能量 喊着是要对付他 可那个人类玩家 冲到他面前的瞬间 做了个笑嘻嘻的鬼脸 同时退出了副本 现在只剩下这个 还没意识到 这是个什么情况的机甲人 在被夜九控制的火网之中 试图挣扎 火网热度持续升高 金属机甲人的外表 在迅速融化 这算不算是 蛇摸他 小白蛇看着被一点点断烧的机甲人 突然觉得 这种攻击方式 似乎是跟这个人之前说的 自相矛盾了 双镖什么的 你果然也是这样的啊 你能吃得下 夜九的手指 在小白蛇脑袋上敲了一下 但凡有其他方法 他也不想进行这种消耗战斗 奈何这就是一个铁疙瘩 不给融化了 难道他还能用拳头 给锤打成金属块 至于双镖什么的 他这不是双镖 因为他承认 自己现在的这种处理方式 就是很麻烦 一旦对方实力跟自己差不多 很大概率 会遭到爆发式反击 只是金属 会消化不良 小白蛇摇摇头 他吃是吃得下 但是想要消化 那就太费劲了 果然他还是太年轻了 竟然想着吐槽一下 能看到这人尴尬 结果 这就是个完全不会介意的 你这样的性格 不会被当成坏人 然后被一堆人追着打吗 小白蛇在看着那堆金属 逐渐融化 快要全部解决的时候 突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这人的实力进步非常快 该不会就是因为树敌太多 他们没有那个实力 挑衅的都解决了 不想死的 就自然是会闭嘴了 叶九将已经融化成 一坨的金属块拎在手里 这个里面的能量都还在 可以给小白蛇拿去用 你可真是太凶残了 不过 我喜欢 小白蛇是见过叶九 吞噬玩家能量的 现在 这充满着能量的金属块 放在了房顶上 然后又悄悄地给蛇准备礼物 可惜 不能跟着这人回家 他喜欢被这人照顾 喜欢跟他亲近 但他不想成为 失去了自主权的宠物 以后他一定会继续努力 等什么时候 可以在同一个世界了 他会去找到这个人 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在他家蹭吃蹭喝 只是在那之前 他还要继续努力地变强 至少要追在相差 不多远的阶段才行 你先不要走 你是哪个区的 之后的阶段 不一定还能再相遇 等我们能活动了 我去找你啊 小白蛇在夜九 要把他放下来的时候 缠着他的手腕不下来 让他最后再留点信息 10089区8898号玩家 夜九 夜九蹲在房顶上 看着手腕上的小白蛇 第一次把自己的详细信息 报了出来 我记住了 你要更努力地修炼变强 要不然 以你的性格 会被其他玩家追着打的 我也会努力地活下去 一定会再见的 小白蛇知道了夜九的信息 放开蛇尾 游走到房顶 仰起头冲着夜九张了张嘴 虽然活下去的过程 会很辛苦 但他一定会非常努力的 这个人也要更加努力 毕竟 他这性格 在另一个世界 估计是仇人遍地了吧 会再见的 大白 再见 夜九的手指 在白蛇脑袋上摸了一下 对于被蛇吐槽 他也只能用这个自己都知道 不太靠谱的取名来回应了 小心地摸过了蛇脑袋 道别之后 他选择了离开副本 大 大白 我 小白蛇的疑惑 没有传递出去 他之前那个很大的体型 喊他大白 他也不会觉得奇怪 可现在 这么小的他 还被取名叫大白 夜九 你是故意的吧 是吧 是吧 好歉的人啊 性格恶劣 但对蛇很好的夜九 这次真的多亏你帮忙 谢谢 低头将脑袋搭在金属块上 小白蛇吐吐蛇性子 无人听到的道一声 血 金属块的能量 在他接触之后 迅速地融入了蛇身 他持续了一会儿的伪装 也在雾化笼罩之后消散 直径超过五米的白色巨蛇 在木屋的周围 环绕了好多圈 庞大的蛇脑袋上 有着一个还在冒血的窟窿 这个被偷袭的伤口 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但那个人类 也被他用空间压爆之后 吞了下去 吸收的能量 汇聚到伤口处 逐渐地长出了血肉和鳞片 新生的鳞片很脆弱 可他很清楚 有些事情不能等望 杜雷杰很危险 尤其是在头上有弱点的时候 更加艰难 可时间已经不等蛇 若是耽搁了晋级时间 下一步来的玩家 可能还会有比他强的存在 能愿意在他重伤时候 不趁机动手 还愿意护他一回的玩家 能遇到一个 已经是他运气爆发到极致了 死 蛇口张开 连房子带房子内的宝箱 都被吞到了蛇腹之中 宝箱自然消失 内存的所有物品 都化作能量 将大白蛇修复伤口之后 就达到临界点的气势 再次暴涨 轰隆隆 雷云滚滚 空中的雷杰杰云 迅速汇聚成形 死死死 蛇羊起头冲天而去 不等雷杰落下 就冲入了云层之内 雷云滚滚 发出炸裂和轰鸣之声 直到许久之后 整个副本内的环境 逐渐虚化 能量扭曲中 又一次地开始了塑造 一条白鳞大蛇 从空中仅存的结云中 钻了出来 摇摇晃晃地 落在了重新塑造出的地面上 全身的纯白色鳞片之中 就只有额头上 有着一枚紫色的鳞片 显得有点怪异 夜九 很快就会见面的 你可真是个好人 蛇的体型变小 舌头和上半身扬起 说话时 蛇尾在脑袋上敲了敲 到了六级的大白蛇 他已经能直接口吐人言 当然也能说其他种族的语言 只是这话里有感谢 可更多的 却是忧伤和无奈 关心蛇是吧 还悄悄给留下雷系能量 让他肚结时候 可以借来用的是吧 可这紫色的鳞片 太显眼了 以后出去了 遇到其他的同类 他这个被打上标签的 肯定是要被笑了 可吐槽是要吐槽的 但他更知道 这次的雷结本是不好过的 但因为被留下的暗雷属性 让他在雷结中 只拿好处 却不受致命伤 现在他终于知道 那所谓的属性特殊 是什么情况了 这种属性 除了能保护夜九自身 还可以给其他生物进行保护 当然了 若是想陷害 也应该不难 我被吐槽了 让我抱一会儿 安慰下 我这也有些受伤的心情 夜九回到家 直接往大床上一躺 抱着扑过来的小呆和小闹 低头贴在他们的脑袋上 笑个不停 他在回家之前 把当前能做出的 最大雷系防护 留给了大白蛇 希望能对他有用处吧 杜雷结什么的 大白不会主动让他帮忙 他也不能用雷系 给大白蛇练习 所以就只能留 这么一个防护盾了 唯一感觉有点可惜的 是大白蛇的目标 一直都很明确 不能去把他往家里拐 但他出狱时的大白蛇 就是这样 也就是因为 很喜欢那条蛇 才更要尊重他 自身的努力和追求 小呆抬起爪子 在夜九的脸上碰了碰 主人这是在开心的吧 可是 开心为什么还要安慰 难道是要找个理由 抱一会儿 不用理由的 他们最喜欢被主人抱着了 小骆从空中飞回来 站在床头上 低头在夜九的头发上蹭了蹭 主人累了 这次副本 肯定是有很多的危险 没事 就是遇到大白 一条能变大变小 又很友好的白鳞大蛇 夜九伸手把小骆带过来 一起抱怀里 跟他们讲起副本里的大白蛇 从第一次见面的初遇 到第二次被带着开箱子 还有这一次 在他讲这些的时候 小乖的一根藤腕 悄悄凑过来 再被夜九伸手 敲一下叶子石浆了一下 随后就开心地凑过来 贴着一起听故事 副本出来的夜九 消耗有点大 今天原本计划的采集副本 也在下午的时候 改成了单人本 进去采集了一圈 就回家继续休息 休息的时候 夜九也没忘记 要把家里的土壤面积 再次进行扩展 他现在已经没了其他的想法 只是在追求家园的面积 就连副本 也再次地就到了单人本 刷材料换物品 一直持续到第三环节 最后一天的凌晨 在凌晨三点多 还有两个多小时 就到这个环节结束的时候 云生突然地跑了过来 夜九 我就知道 你一定没睡 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刚才完成了家园事件之后 拿到的奖励 云生这几天也都在忙 忙着把家园面积 尽可能地扩展 虽然没有确定的信息 但他相信 只要跟着夜九的路子发展 肯定是没错的 可今晚的家园事件结束后 他得到的奖励物品 就让他觉得 一定要在下一个环节开启之前 来找夜九好好聊聊 这个 夜九坐在藤万编织的吊椅上 从旁边的篮子里 拿起一颗桃子 递给云生 然后接过这个令牌之类的道具查看 家园迁移卡 可在第四环节及以后阶段 将家园进行二次自选迁移 可牵制未曾被建设的荒芜区域 这个迁移卡是好东西 但更多的是 迁移卡附带的其他信息 第四环节开启时 很大概率 是会让玩家进行一次位置迁移 如果是进入第四环节 就要自选 很大概率是按照排名 从第一名开始选位置 选完之后 就可能会固定 后期需要这类道具进行迁移 云生啃着香甜脆爽的桃子 说着他拿到这道具之后的自我理解 而他着急来找夜九 也是因为 想在这方面做好准备 你是想跟我选两个方向 还是选挨着的 夜九能理解这其中的意思 他经下午的时候出去看过 整个10089区 就他和云生家的面积最大 就算其他玩家也都很努力 但跟他们相比 还是差得太多了 按照这个世界晋级时候的奖励 他们应该是第一批做选择的玩家 我是觉得吧 咱们靠在一起 然后各自向着另外的方向拓展 这样也能让我蹭饭的时候 方便一点 而且 我家小小 也就能随时来你家找他们玩 云生是想凑得近一点 这样 也能在未来发展时 互相照应一下 若是在某天 在发展上限制了彼此 那他有这个牵移卡 再挪出去就是了吗 可以 有环境改造卡吗 叶九想到自家的情况 凑一起 确实是没什么问题 反正也能再次进行迁移 只是 他家会进行改造 到时候 云生家在旁边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影响 有 上次给的奖励 我一直都没用了 趁着还没到时间 咱们商量一下地形外 虽然可能猜错 但总归是 还会有一次迁移的机会 云生笑得得瑟瑟 他可是一直都留着那个改造卡 就等着家园面积大了 再做调整 下次使用就刚刚好了 那就研究下怎么调整 反正 现在也睡不着 叶九把倩仪卡还给云生 抱着趴在他怀里 睡觉的小呆和小闹 就这么跟他商量着 下一环节的家园建设 在商讨的期间 小乖的藤万 长出一部分 给他们做模拟 制造出了一个大概的山体 和平原交错的层次模型 第三环节 玩家出箱时 已结束 当前环节进度结算完成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 玩家出箱时 环节结束时 成功保证了 五级房屋无损伤 房屋建筑分加1万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 玩家出箱时 环节结束时 家园面积 1964万 865 5万土壤 加1098 5万水源 家园建设 分加1964万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 玩家出箱时 环节结束时 战力值总和 17490 身体强度 8439 加精神强度 9051 玩家战力分 加1 749亿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 玩家出箱时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只四级 家园祥瑞 家园祥瑞分 加400万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 玩家出箱时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三只五级宠物 宠物战力分 加1500万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 玩家出箱时 环节结束时 综合评分2 1355亿 第三环节 10089区 第一名 奖励 家园迁移第一位选择权 自选四级 家园自选增服礼包 自选三级 工法礼包 自选三级家园建设礼包 开启生存第四环节 邻里关系 友好 vs敌对 求生世界第四环节 为期60天 第四环节期间 玩家可在同区域邻里关系之中 设定友好或敌对 好友添加功能开启 敌对设置功能开启 早上的六点整 第三环节结束 评分总结出现了 这一次的评分 虽然夜九 依旧是第一名 但他发现 很多评分项目都变了 绿化值没有出现 土壤的等级没了效果 甚至没再给家园的 各项资产进行结算 就连宠物的占力值 也被忽略 只计算了等级 家园迁移第一权限自动使用 请在十秒内 选择出你的家园位置 不等夜九去思考 这个评分的变化 在评分出现的十秒之后 那个迁移的权限 就自动开启 而且 选择时间只有十秒 想也知道 这确实是 需要的着急一下 毕竟后续的玩家 都还在等着 在他的眼前 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空白地图 地图上 跟云生的约定 夜九把家园 设置在地图中心 靠南一点的位置上 在设置了位置之后 他紧接着 就把已经设置过的 家园改造模板 点了使用 不要担心 就是咱们家换个地形 面积还是一样的 夜九拍拍小乖的叶子 一手抱着小呆小闹和小落 站在了刷新的全新家园内 他家房子的位置 是高高的山上 北边是齐整整 一刀切的山崖 其他方向 都是一层层平整的阶梯式平地 山山水水的交错中 株根和藤蔓的交错 家养的动物 被分开在几个区域 那些能自由活动的狼群 和养殖的鱼虾 能顺着这些根系 和藤蔓油上游下 就在夜九站山顶上 查看自家新环境的时候 在悬崖的另一边 也刷新出了新的建筑 和同样一刀切的山体 怎么样 我猜对了吧 云生站在他家大狗子的身边 笑嘻嘻地 冲着夜九挥手 他依旧是第二名 第二个选择的 自然就能按照之前的计划 把家园挪过来了 不过 也因为挪过来做了邻居 他才发现 自己家的范围竟然小了那么多 第三名也出来了 在东边 是9999号 夜九笑了笑 转身看向了 同样是单独刷新出来的第三名 因为家里有一片海 9999号 除了土壤扩展 更多的 就是水资源的拓展 现在被转移过来 他家就是一片月牙形的土壤区域 加一个超大圆球形的海水湖 还好我在之后 一直进行土地扩展 要不然 真可能会输给他 你猜他会不会被人说 抱大腿 提前知道了信息 云生给夜九发了个家好友的信息 在看向很远区域的那片湖水时 突然就想到了 其他玩家 会对9999号进行的吐槽重点 我是因为 看他家范围越来越大 才想到 要把家园面积 尽可能拓展出去 你呢 夜九知道 自己是什么情况 当初就是因为看到了 俘虏家的海水鱼塘 才有了一点点的危机感 我是看你这么高 也跟着学了点 毕竟就算是有差距 也不能差得太多吗 云生看着已经出现的好友信息 心情很好地说着 当初是怎么想的 不过 笑归笑 他现在挺心塞 这家伙的占力值 怎么这么高啊 以前知道他很强 可是 这占力值差距 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就跟我说 也该再提升一下了 夜九看着好友栏里的信息 云生这是到极限 又卡住了 好友 10089区180号玩家 云生占力值9998 家园面积 108万平米 宠物 五级狗王小小 好友信息里 基础的这些信息都会直接展现出来 挨着看了看 夜九确定 他没找到可以隐藏的选项 所以 这好友不能随便加 加了之后 自己能看到对方信息 对方也能完全看到 他的这部分信息 不过 加好友 需要好友添加的道具 加仇敌 估计也是要道具的 而且 就算是别人发出加好友的申请 他也可以拒绝 这不是一方 想加就能控制的 要不 你现在就帮我处理一下 我家那边的 还都会空电 应该够了吧 云生纠结的皱皱眉 然后就晋级完成了 完成了 晋级的他 转头就盯上了 还在刷新的地图 这个环节 出现了整个10089区的地图 玩家们大部分都在放置家园时 流出了一些空白区域 有些甚至都特意往边缘处放置 就为了跟其他玩家的远一点 能看见 现在全都投放完成 地图外面刷新了 那些都是越级的副本boss 夜九也在看地图 除了前十名 是挨着放置 后续的玩家 都是从一批100 到后来一批1000的刷新 当全部完成时 地图上显示出了一个 5893的玩家数量 而在玩家地图的外围 一个个带着图标的boss领地 也都刷新了出来 只是在他们和玩家地图之间 还有一层闪烁着红光的隔离层 短期内还没开放双方的互通模式 副本 最高的还是三级副本 那也就是说 那些从三级副本提升了的boss 都拥有一个新的领地 被投放之后 和咱们是一样的成长模式 未来还会解开屏障 出现玩家与boss的碰撞 云生在看到一个boss 有着boss头像时 想到了那只软乎乎的大雪豹 想到那个雪豹之前的实力 他感觉 其他boss都应该是危险了 应该是的 你是在家还是跟我一起 我去边缘找找看 或许有熟悉的 夜九对自家的安全很放心 那些奖励也不着急 他现在需要去确认一下 当然是一起了 去跟小小说一下 咱们出去溜一圈 想到一起了 云生催着夜九抓紧的 两人回到山顶 在让几个正在撒欢玩耍的多看家之后 他们两人快速地赶去了玩家地图的边缘 第一目标 那几个有着豹子头像的目标区 雪豹王趴在家里睡大觉 他家的范围是一片冰山 有着厚厚的积雪层 还有很多雪地里活动的动植物 当他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时 睁开眼看去 就看到了 他在空间隔离墙上的那个人 一时间 豹王突然开始犹豫 自己是不是应该装作没看见的继续睡 这样就不用被其他boss笑了 大豹子 大豹子 你醒了是吧 你肯定是能听到我说话的 你看看我呀 还有还有 这家伙也在这里 我现在搬去住在他隔壁 跟他做邻居了 云生对自己的形象 几乎没想法了 现在他贴在空气墙上 一边喊一边用手比划 这次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夜九站在旁边 不想跟扑腾手脚 又扑闪翅膀的 这人凑一块 在大豹子看过来时 他抬手挥了挥 你们暂时来不了这边 把这蠢货带回去吧 看着太傻了 雪豹王抬起前肘 冲着夜九挥了挥 然后依旧是满脸嫌弃的开口 让夜九把另一个傻子带走 不要再跟其他生物 初次见面时 就露出这么傻的表情啊 这都不只是他能看到 这附近的其他boss 都可以看到的 大豹子 你果然是只喜欢他 你看我这么稀罕你 你都不主动理我一下 你要是理我了 我就不用这么喊你了呀 不能过去 但能说话 云生调整到正常状态 站在空气墙这边 继续吐槽 大豹子不近人情 就是 抱琴也没有 都说了 现在双方不互通 你是不是感觉 我踩不到你了 你就可以随便闹腾了是吧 雪豹王看了看 在旁边笑的夜九 回头冲着云生 刺了刺牙 美好气地吐槽着 他是有多么闹心 相比起每次 都只跟夜九见一次 他跟云生 其实见的比较多 尤其是前段时间 这家伙总是那么巧的 去到他那里搜刮 每去一次 就跑去骚扰一次 想揍一顿 让他老实点 偏偏打还打不到 反正你本来就打不到我 云生嘚瑟的扇扇翅膀 打不到就是打不到 虽然现在 他也不能去找大豹子黏一会儿 带他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你们真是心大 现在还不确定 未来是不是敌对 就跑来套近乎 小心被你们那边的玩家 当成背叛 雪豹王看着云生 那嘚瑟的模样 嫌弃地摇摇头 但还是走到了空气墙的边缘 抬起肉乎乎的大爪子 在云生的面前拍了拍 拍完之后 他转头来到夜九面前 大爪子放在上去 跟夜九的手 做了个机长的动作 然后才又一次地 让夜九好好管一管 那家伙太能闹了 现在就隔了个空气墙 也不知道 以后还有几天的安稳日子 不过 能看到他们这么活跃 确实是个很开心的事情 但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没关系 我们在这边的形象 也没多好 你休息一下 如果闲吵 就再设置个屏障 我先带他去看一下 有没有熟悉的 夜九拍了拍空气墙 然后挥了挥手 走到云生身边 抓着他的肩膀 就贴着空气墙绕圈跑 路上有看到很多的boss 有动物有植物 还有跟他们装备 有些区别的人行boss 在跑了十几分钟后 夜九停下脚步 看到了被一群鹿 追着啃的一片藤蔓 威威 往那边跑 去雪豹王那边 云生你去跟雪豹王打个招呼 这是薔薇花王 夜九记得 这片薔薇花 当初还很有好的 送他一些交易之外的礼物 现在 他明显是被雷劈到有些残缺 刚刚进入六级 就被传送到这里 两只六级鹿王 带着上百只五级的鹿群 追着的薔薇花疼 不停地啃 他们的嘴不怕薔薇的刺 甚至还会在咬住枝条的时候 扯下几段 花王 要不要这么惨 夜九你想办法 我去找大豹子说下情况 云生记得 当初他可是笑过夜九 被薔薇花王给困住 现在看来 这花王是有点倒霉 受伤之后 刚好是跟克制系的凑一起了 去地下 不用管别的 去地下 往哪边走到了很冷的地方就是了 夜九也不知道 豹王是不是能接着这个头奔的boss 但薔薇花王明显是要死了 至少去那边 还有活下去的些许可能 薔薇花王从地下钻出几根新的嫩牙 在空气墙上拍了拍 然后就顺着夜九说的方向 钻到地下 开始迅速逃窜 被发现了这么倒霉的样子 真的尴尬了 在另一边 迅速赶过去的云生 正在跟豹王讲起 夜九跟那颗薔薇花王的关系 比如要详细地讲讲 当初夜九蹲在地上 用雷劈 薔薇幼苗的那种傻子行为 送个干活的 那就收着了 等可以互通的时候 夜九 你来陪我玩雪 雪豹王在薔薇花王从地下靠近时 直接用爪子在地面拍了拍 一颗小幼苗被他拎了出来 植物系在雷劫面前 太脆弱了 这薔薇花还非要走 杜劫晋升的这种模式 真惨 有机会了 一定去找你玩 谢谢你帮我照顾薇薇 我再去找找看 还有一条白蛇 它也应该是刚杜劫 我担心它受伤 夜九冲着大豹子白白手 它现在很担心大白的情况 薔薇花王的生命力那么旺盛 都差点出事 也不知道 大白原本带着一身的伤肚结 会是什么情况 白蛇 夜九你到底跟多少Boss熟悉啊 大豹子 你照顾薇薇啊 如果觉得亏了 就等以后找夜九收费 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云生吐槽几句 对着大豹子白白手 迅速地跑走 他得去看看 夜九这副本生活挺精彩的吗 动物植物都有了 对了 还有工人卡 差点忘了 小乖也是从副本带出来的王级Boss 怎么了 云生追着夜九向前跑 在绕着圈的跑了好一会之后 他看着停下来的夜九 凑近了看看 这边的Boss是什么 可他往里看了一会儿 也没发现 这里有什么 是Boss出门了 大白 这是云生 出来 让他看看吧 等他哪天跑去你们那边玩的时候 如果不认识 可能会在你家捣乱的 夜九指了指云生 让空气墙对面的大白 可以出来打个招呼了 大白蛇一直都在这里 他擅长伪装 现在就藏在成片的水里 若不是他过来的时候 水波动了动 还真不知道 这条蛇藏在具体哪个位置 先说好 你们不能笑 大白的声音带了点忧伤 在夜九点头答应后 他的大脑袋从水中钻了出来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我不是笑他 我就是想到了一点开心的事 想到了大豹子的事 我反射弧长 云生看着巴掌大的白蛇脑袋上 那一片紫色的鳞片 笑得趴在空气墙上 手脚一顿扑腾 大白蛇小白蛇都不奇怪 动物便大便小很正常 可是通体纯白的蛇 怎么会多出那么一个鳞片啊 这也太奇怪了 这人笑傻了 你朋友 小白蛇晃晃脑袋 嫌弃地看了一眼 回头继续找夜九说话 那个笑抽了的人 吴氏 喂喂喂 你不能这样说我的 我跟你说 虽然这屏障存在 但我说不好 哪天就去 就去你们那边玩了 我可是天生的神族 他认证过的 你信不信我到时候趴你脑袋上 揪着那鳞片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生越是被吴氏 就越闹腾 当然有陪着玩的 一样能闹 现在他被小白蛇无视 杉杉翅翅膀 就开始再次炫耀 天生神族的这个特殊身份标签 他很强 小白蛇不想跟这个笑抽了的说话 他看着夜九 让夜九多说点 确实是 天生的神族 被确认过的 你这边怎么样 现在没什么危险吧 夜九打量着小白蛇的这片领地 也就是 有一万多平米的状态 连大白蛇的本体都放不出来 我拓展过了 也才这样 但他们应该是不敢过来 我自身的领地 是有增幅的 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你家在哪个方向 小白蛇晃晃脑袋 尾巴尖绕过来 撑着脑袋 类似于脱腮模式的 贴在空气墙边 跟夜九聊天 他这周围的那些boss都还行吧 大家 暂时都相对安稳 而且 他这里又是空间 又是伪装的 短时间内还算安全 你还是多注意这点吧 刚才我们就遇到了夜九之前认识的一颗薔薇花王 差点被一群鹿给撕碎了 还好送他去豹王那里 暂时停留了 云生看着小白蛇 这个可可爱爱的状态 在空气墙外坐下来 单手脱腮 观察这条蛇脑袋上的那个鳞片 是什么情况 这颜色 好像在哪见过 但他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 雪豹王 我们这边的首领 就是雪豹王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出现双方的冲击 你们那边的首领是谁 是你吗 小白蛇张张嘴 脑袋搭在尾巴上 摇摇晃晃 他们这边 虽然都是之前的副本boss 但也是有一些管理制度的 雪豹王实力最强 在他的那个位置 还带着首领的标签 但具体能管着什么事情 大概只有雪豹王自己知道了 我们这边没有首领 他们不知道我的编号 夜九抬手在空气墙上敲了敲 看着小白蛇笑得几次张大了嘴 也跟着笑了起来 首领这种事 他不感兴趣 也没那个能力 我知道 我还知道他的实力 云生指了指他自己 跟小白蛇表示 他可是一个例外 我们都能看见 还有 他编号早就告诉我了 所以 我才选择的10089去 没多少原因的 小白蛇就是感觉 这个长翅膀的挺到新 当然在他看来 夜九在某些时候 也是欠欠的 这俩人一定是因为很有共同语言 所以才能做朋友 那你看 我的标签是什么 跟我说一下 我真的真的很想知道 云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BOSS能看到玩家的数据标签 他两手抱在一起 冲着小白蛇晃了晃 让他给讲讲 战利是问号 能力标签是 无敌 小白蛇的尾巴 瞬间黏黏的摊在地上 蛇脑袋也直接爬地上 语气悠悠的讲出了云生的信息 有无敌这个标签 战利看不看见的 也不重要了 不过 夜九的信息 现在也都是问号了 夜九 你的战利数字 也都是问号了 是因为你提升了 还是因为我太弱了 小白蛇抬抬脑袋 感觉自己被打击到了 果然啊 性格不太好的这类 都是实力很强的 我没提升多少 可能是因为 我在这边是第一名 所以 需要相匹配的才能看见吧 大白 如果遇到危险 就去找大豹子 我刚才跟他说过你的 我还要回家收拾一下 这次得到的道具 都还没使用 等忙完了再来看你 我走了 夜九看一眼 手里的生存手册 有玩家跑去他家的范围里 他要回家了 去吧去吧 有时间来看我 我继续修炼去了 小白蛇晃晃尾巴 转个身 就继续潜入了水底 修炼吧 差距太大 会连对方的基本信息数据 都看不到 太打击蛇了 来你家这人 他是个傻子吧 在到了夜九家上方时 云生看着那个趴在院墙上 瑟瑟发抖的玩家 再次确定 玩家之中 傻子太多 不傻 只是自作聪明 幻想着 能跟咱们讲道理 玩家 笑了笑 让云生可以去玩一下 人不在自己家 就不能进入副本 这个人也不具备空间能力 所以 他出现在这里 就已经逃不掉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忙别的去 我先去找他聊聊 人家认为 咱们是会讲道理的人 那怎么也得给人家 一个讲道理的机会 云生看机会难得 摆摆手 就顺移到了那边的院墙上 他可得跟这个玩家 好好地讲讲道理 在他过去之后 夜九出现在藤曼牛 在一起形成的大树上 就在这两人的附近看着 在看热闹的同时 他也没忘记 先把之前的事情处理了 奖励的功法 打开之后 还是熟悉的一百种 三级的功法 依旧是选择了清新诀 功法选完了 当前的修炼 是初始的六倍 接下来 是自选三级家园建设礼包 这个里面的东西复杂 一共有一千多种 而他能领取的奖励 只能有十种 靠背着柔软的藤曼 夜九开始挑挑拣拣 最后挑选的 都是玩家当前 无法建造的天气增幅 三级的微风和大风 三级的小雨中雨大雨 三级的薄雾浓雾 三级的小雪中雪大雪 虽然这些天气项目 不是只能选一份 但自选的机会不多 所以就还是种类多一点 以后就要等家园事件 出奖励箱子 才有机会得到了 这些都调整了 家园里风物与雪 也都自然地随机刷新 夜九拿出了这次奖励的 最后一个礼包 自选 四级家园自选增幅礼包 打开礼包 出现了十几种选项 动植物生长速度 动植物繁衍速度 动植物净化概率 这三种都是家园内 种植养殖相关 对玩家和宠物没影响 家园范围内的宠物防御增幅 宠物战力增幅 宠物速度增幅 这是专门针对宠物的 还有特殊类 矿产产量或等级的增幅 房屋的防御增幅 家园预警增幅 家园防御增幅等等 看来看去 唯独没有对玩家的增幅 哪怕是家园能量强度 都没有 在挨着看过之后 叶九最终选择了 家园范围内的宠物战力增幅 至少能让家里的小家伙们 都能有额外的强化 家园防守 大部分 还是他家这些小家伙们来盯着 他本人会出门做做一些事情 也会去副本 即使最高的副本 也只有三级 但三至五级的能量珠和材料 需求量依旧是非常大的 选择完成 获得四级增幅 家园范围内 宠物战力强化百分之二十 选择之后 增幅开启 小呆小闹 他们清楚 感觉到了自身的不同 齐刷刷回头 看向了夜酒所在的位置 小乖也在同时 编织出一层花墙 挡住了小呆小闹的视线 你们看什么呢 好好听我说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了 这人说的 他没有翻过院墙 所以不算入侵 是这个意思是吧 云生不知道夜酒干了什么 但应该是有什么 只有这几个小家伙才懂的 在把小呆小闹按住之后 他继续跟趴在墙上 这个玩家聊着 关于没进院子 到底算不算 那入侵的这种事 从他过来开始 这个玩家就先是卖惨 接着又强调 他没干坏事 就连入侵他人家园这件事 这个玩家也表示 这入侵说法不成立 他没进门 对对对 我真的没进门 我就是路过 想要看一眼 你知道的 人的好奇心吗 而且 这是咱们区第一名的大佬 万一巧遇 也能掏个近乎什么的 我真没有坏心思 我是崇拜着咱们区这位 他在院墙上的男人 年纪不大 此时 两手抱着院墙上方的栏杆 就怕一不小心 会掉进去 在他的双腿上 缠绕了几条藤腕 随时都可能把他拽进去 在墙外 还有一只四米多高的 黑白色大狗子 而在云升过来之前 院墙上方 这人的前后 分别被一狼一狗盯着 在云升过来时 才把那俩抱在了怀里 你说的也对 你都没进院子 说你入侵家园 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 既然这样 小乖啊 云升放开两只小不点 站起来盯着这个玩家 看了看 很温柔地喊了一声小乖 下一刻 人就被扯进院子里去了 你看 现在 你在院子里了 你可真过分 怎么能在第四环节的第一天 就想不开的 来入侵咱们区 第一名大佬的家园呢 云升拍拍两手 跳进院子 看着的瞬间 被一狼一狗踩住的玩家 笑嘻嘻地挥了挥手 谁要跟你掰着 什么入不入侵的 你既然到了这里 就白白了 忙完了 云升抬起头 看着夜酒的位置 就刚才他玩的这段时间里 这家伙 是已经把家园的奖励 都调整好了 真迅速啊 嗯 忙完了 休息一会儿 去副本单刷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 可以调整下时间 换班手家 夜酒落地 抬脚踢了踢被小呆 一脚踩爆脑袋的玩家 将玩家的尸体 烧成了灰烬 散在地上 看着小玩一下 竟然还嘚瑟了的云升 把对于接下来副本的打算 跟着人讲了讲 副本还是要刷的 单刷的奖励 也是需要多拿点 但现在玩家们有了地图 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突然又来搞点事情的 之前他们说 活下来的都不是傻子 可最近就有几个傻子冒出来了 虽然很大概率 伤不到自家的宠物 可万一有搞出大事件的 还是有人盯着比较好 你上午去 那我就下午去 对了 这个可以用了 不知道在副本里能不能用 但这上面 也没说有什么限制 云升把那个好友通讯器拿出来 拆开后 一人一个 这个好友 通讯器是一对一模式 拿出来对着讲话 对面就能听到了 属于特殊装备 等下去副本之后再试试 很大概率是不行 但这是你开出来的 谁知道 会不会就是这么特殊 夜九从小就知道 很多所谓的公平 是只凭层次而言 即使换了世界 在这个游戏世界里 他也依旧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 不管云升搞出什么特殊的道具 都不需要觉得奇怪 甚至他还能确定 他因为属性的原因 也从普通玩家的群体里脱离出来 他也属于被照顾了的特权阶层 只是 特权也分层 他得到的特殊照顾 跟云升肯定是没得比 也不需要比较 夜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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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器是个圆圈 透明的 类似于手环 被夜九带在了手腕上 现在这声音从手腕上传来 让夜九站在房顶上 听得一脸嫌弃 能收到 不要趁着我不在家 就欺负我家小闹 夜九听着传出的声音 除了云升喊话 还有小闹的嫌弃叫声 逗狗子玩被嫌弃什么的 那家伙真是 出去了 我家小小不跟我玩 而且 我没欺负狗 我只是问小闹 要不要尝尝我做的食物 味道很好的 之前忘记了 云升的声音 有点心虚 催着狗子 尝尝麻辣肉条什么的 他好像确实是挺过分的 但他就是问问吗 真的很好吃啊 我刷怪了 你小心别被咬了 只是被稍微啃上几口 你家小小应该不会帮你的 夜九看着靠近的副本怪 依旧是一只五级带队 十几只四级 八十多只三级 对现在的他来说 这些怪的实力很弱 一波雷击下去 也刷新了出来 怪出的快是好事 但玩家的休息时间被压缩 除非卡着这个设定 每次都留一只小怪 等休息好了再继续 夜九再测试了几次 有快有慢 每次都是完全击杀 再等一分钟才刷新时 他基本是懂了 这个新的刷新频率 在二十多分钟后 夜九收起最后一波怪掉的材料 退出了这个 已经提示离开 倒计时的狩猎副本 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我真没欺负小闹 云升正躺在水面上 抱着小闹给他喂切块的苹果 看着夜九突然就出现 他纠结了 能不能有点信任 他是能欺负小动物的人吗 刷完了 这次的刷新速度快 每次刷完一波 等一分钟就刷了 不用在里面耗太久时间 夜九坐在水面上 抱住跳他怀里的小闹给顺顺毛 拿起小木叉 就吃着面前这份切好的果盘 现在这么快了 那我也去刷一波 小闹你不要以为藏起来了就行 你等下次的 下次我 一定要让你尝尝辣椒的味道 听到单人副本刷新 有了新模式 云生把果盘往夜九面前推了推 他也要去刷材料了 不过 在去副本之前 他还是要继续吓唬下 躲起来的小狗宰子 他以为你不吃辣椒 夜九在云生去了副本之后 低头看着装无辜的小闹 他家狗子是喜欢吃麻辣味的 当然 他对大部分的口味都很喜欢 不爱吃的是少数 汪汪 小闹抬起头 看看在旁边屋顶上 用翅膀挡着脑袋 笑的小落 转过头来 就跟主人诉苦 那不是他说的 是小落闲的无聊 逗云生玩 就在一旁说 不知道狗子吃辣椒之后 会是什么反应 云生就追着他 要让他尝尝 他歪头不吃 那家伙就拿着肉条肉干 追着逗他玩 所以 你就跟着一起逗人玩 让他以为你真的不吃 夜九看着 抬起爪子捂住耳朵 低头把脑袋 往他怀里钻得小闹 一时间分不出 到底是谁在逗谁玩了 但不管是谁逗谁玩 反正 他们是玩得挺开心 哦 小呆和小小 在云生家里跑着玩 小落扇扇翅膀飞起来 有玩家跑到隔壁的家里去了 走吧 咱们去看看 夜九一手抱着小闹 一手抬起 让小落过来 抱起来后 就越过山顶的院墙 去到了云生的家园之中 云生的家园 跟他家是差不多的 只是范围小了一些 此时在他家最下一层的草地上 高大的狼王 用一只爪子 踩着那个玩家的后背 体型相差不是很多的狗王 正低着头 用前爪 在那个入侵者的脸上 拍了又拍 想起去他家 被藤蔓捆了腿 然后又被狼和狗子们 盯着的那个玩家 不好说 那个更惨 但肯定是都出不去了 哦 小落 跳到夜九的肩头 看着地上那个入侵玩家 再次抬起翅膀 挡住他的笑容 他原本是笑就笑了的 可云生说他笑起来有点傻气 他就学会了 稍微挡一下 救 救命 地上被狗子扇耳光的玩家 咪着眼 小心地看了看 在发现 这不是180之后 立马扑腾着两只手求救 你是来找180的 夜九想到 云生在他家院墙上跟人闲聊天 现在 他也跟这个玩家聊几句 我是听说了他的外形 想来问问 是不是认识的那位 我弟弟 我有个弟弟 生来就是神族 他从出生就被带走了 地上的玩家 断断续续地讲着 关于他弟弟的事 他家弟弟 出生就是神族 所以被带走 全家都因为弟弟 而得到了一些照顾 但是 他们更想要再见到他弟弟 在他的讲述中 就是他们家的孩子被抢走 一切的补偿 都比不上那个孩子重要 听起来很惨的 那你们家一定没有使用那些强盗给的东西 是吧 夜九开着通讯器 蹲在地上 跟这个玩家聊天 就是他说的这话 让做了许多准备才来的这个玩家 身体出现了僵硬和迷茫 但毕竟是还有目的的前来 他还是很快就调整了情绪 我们那时候 根本没得选 他们毁掉了我们原本的家园 我们只能去到 被他们安排的地方住着 但我们不想要这些 可我们在他们的监控之下生活 他们要我们 做的事情 我们根本拒绝不了 地上的玩家开始哭 哭得惨兮兮 一边哭一边讲着 当年是多么的委屈 多么的无奈 多么逼不得已的 享受着贵族的生活 他们原本就是普通人家 因为这一代的神 出生在他们家 他们瞬间就富贵了 你们是谁 我知道了 事趁我不在家 入侵者是吧 云生在刷了 一会儿的狩猎副本 感觉听不下去了 就从副本出来 出来之后 是在他家的山顶 当然 他进去的位置 就在山顶的墙这边 瞬移来到山下 他一副完全不知情 甚至不认识夜九的样子 指着他们 就开始质问 我 夜九指了指自己 心塞塞地抱着小闹和小落 迅速地退开了几步 就连小呆和小小 都纠结地转着脑袋 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一时间不知道是跟着跑呢 还是留下来 继续当180家的 小小 呆呆 是你们抓住的入侵者是吧 辛苦你们了 中午做好吃的给你们吃 这个地上的是 什么情况 他这脸长得真奇怪 跟拔了毛的猪头 有点像 云生跑过来 在小小和小呆 脑袋上摸了摸 这俩就先留下来 陪他演一下吧 我是你哥 你大哥 地上的这个玩家 挣扎着张张嘴 说出了 他从准备来的时候 就准备好了的说法 而且 他也没假话 他就是这个小子的亲哥 啊 我 我哥 你等一下 让我想想 你的意思是说 你是这世界的神 那你是什么神 不对啊 你要是神 怎么还能被我家 这俩大可爱 给踩在地上 你先起来再攀关系 云生夸张的后 跳了两下 一脸惊恐地指着地上这个人 那一惊一乍的状态 让旁边的夜九 迅速抱紧了小闹和小落 尤其是憋不住笑的小闹 被夜九拽了下衣领 把狗头包起来 让他随便笑 当然了 不要笑出声 要不然会很尴尬的 不是 我 咱们家救你一个神 我们不是 地上的这个玩家 此刻已经有点怀疑 是不是他选的时间不对 要不然 怎么这一个个的 都这么不按套路走呢 对了 之前那个 之前那个玩家 也是入侵者 这小子 能不能先去对付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是入侵者 他刚才想攻击你家的这两只 你先把他处理了 然后我再跟你讲讲当初的事情 想到这还有个外人 地上的这位挣扎着 伸出手指了指夜九那边 至少也分散一下注意力 让这两只狼 离开他的后背 他都快被踩断气了 他 他没事 我知道他是谁 等会儿处理了你 我再去他家算账 云生盯着夜九看了看 然后一脸无所谓的摇摇头 你 你 我真的是你大哥 咱们家有爹 娘 我是大哥 你还有二哥和三姐 还有四妹五弟六 没办法 只能继续讲下去 可这人说的信息 你这不对啊 你们爹娘生的孩子 一二三是他哥姐 四五六是他弟妹 这也没他的位置啊 夜九听的嫌弃 在旁边提出了一点 对这个讲述内容的质疑 真不知道 这人是不是没脑子 你们家排行里 都没有那个孩子的存在 竟然还好意思来认清 脑子呢 还是他觉得 只要是他们表态了 云生就得开开心心的凑上去 就是 你说的太假了 你们家这也没有缺个孩子 竟然还跑来认清 脑子当饭吃了 云生顺着夜九的话 冷哼了两声 心情似乎是非常的不好 不是的 我们是没办法 那时候 很多人都在盯着咱们家 若我们还表现出 你是家人的意思 他们会伤害你的 地上这人 或许是危险时长了点脑子 迅速地开始找理由 反正一切都是那些 抢走孩子的逼着他们 他们全家 都爱着那个被抢走的孩子 唉 真没意思 你怎么就突然 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我在这个区转着玩 从来都没见过你 是谁送你来的 云生往前走了两步 蹲下来伸手按在这个人的头顶 用着他到这个世界之后 就没用过的能力 读取这个玩家的记忆 当然 在他的这种强制读取记忆之后 这人的灵魂 也就彻底没了 放开吧 扔他去当花肥 他是得到了一份道具 可以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信息 搜寻目标 用他的血缘追溯 寻找长着翅膀 带有神类标签的兄弟 云生让小呆和小小去旁边玩 站起来后 拖着这具尸体 扔到了一颗家养的小藤腕的根系旁边 这人是他曾经那个身份的大哥 没错 可他的血脉 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被重塑过 不可能被找到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那位 回来了 夜九看着自己的个人信息 里面出现了许久不见的吐槽 果然啊 那位估计是忙完了 又有时间回来盯着他们了 你说 会不会这一位才是我亲店 或者 亲妈 云生看着他个人信息里的那些额外信息 跟夜九对视一眼 已经开始给这位 扣上一次身份了 他说 是你爹 夜九看着自己面前出现的一条字幕 这位似乎是 被云生说的 可能是亲妈给气的 不过 亲爹什么的 那你出来见一见呗 他说管什么用 出来 让我看看 至少得长得像吧 你看 我跟那一家子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正常人都没有翅膀的 云生嫌弃的哼了一声 他才不信呢 就那个在背后吐槽的家伙 他有本事先出现了 大家见见面再说 那个 他可能 还真有可能 夜九看着云生身后出现的黑影 事宜这个还在吐槽的 可以回头去认清了 人形 大翅膀 虽然颜色不一样 还有就是 谢谢谢谢 我带他们到一边吃好吃的 你们慢慢聊 夜九在看到来的这位抬手 手中石河对着他 晃的时候 乐呵呵的 就跑过去 把石河接住 接住之后 他还不忘把可能碍事的 这几个大大小小的都带走 至于眼神呆呆的云生 不管是不是亲人 你们自己聊去吧 我们这些吃货 就不在这里碍事了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南 身体状态 健康 你真不打算生个病试试 保实度 113%是好吃 但你也没必要吃撑了吧 浪费是不对的 体力值 280%食物的增幅 不用着急消耗掉 你也不差这点 身体强度 8666 没给你带直接增强的 毕竟我喜欢看你LP的惨样 精神强度 9542 就算不带增幅 还是吸收到了一部分 没丢暗西的脸 特殊属性 暗6级 有人让我给你带礼物了 到7级就给你 技能 是 雷火 水冰 脆体术 脆魂术 净化净化这名称 你不觉得别扭吗 功法 清心绝 6倍食物 额外增幅加10倍 效果持续一天 期待你的表现 装备 无属性棉布长裤 无属性棉布上衣装备 也是有用的 该穿就穿嘛 资产 2498倍能量强度 600 2万平米家园领地 148万平米损毁 4级水源 4级岩浆湖 宠物 小带5级风火 双系狼王 战力2986 小闹5级吐系猎犬 战力2866 小乖5级嗜血藤幼苗 战力3789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4级白孔雀 准备晋级 包裹兰4时 生存手册 夜九坐在山顶上 打开石盒 拿出了最顶上一层的饭菜 再跟几个大毛茸茸 一起吃了半个多小时后 他摸着肚子 靠在小呆的身上休息 吃得好撑啊 不过 个人信息里的吐槽 还真是熟悉 但他就想问 你们不是在认清的吗 这么一心多用 也不怕云生之海子炸毛 这是很不好的 哦 小落跑过来 趴在夜九怀里 他又要晋级了 很大概率 又是变成一颗蛋 现在先让主人抱一会儿 只是正常的晋级 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 夜九抱着小落 手指在他的羽毛上缓慢疏离 这次吃的食物 确实是营养丰富 而且 这味道真的太好了 好到让他感觉 自己之前的厨艺若爆了 你家这几个小家伙 都挺乖的 这些菜的味道怎么样 黑色翅膀上 散发着些许紫黑色光芒的人 出现在山顶 看了看夜九怀里抱着的孔雀蛋 笑着在黑白狗子的身边坐下来 是我在过去时 想象不到的极致美味 谢谢前辈的礼物 夜九抱着正在净化的小落 看着旁边这位 突然觉得 自己头发上能量闪烁 也没什么了 至少 比这位可能随时引发能量风暴的 要安稳太多太多了 那是 这在我们那个地方 也是挺极致的美味 都说是给你带好吃的了 肯定是最好的 悄悄告诉你 炫耀了一下 一身的气息也收敛了起来 靠着黑白大狗子 慢悠悠的给顺毛 他平时也没什么事情 除了修炼 就是到处蹭吃蹭喝 顺带照顾下自家的娃 云生 也算是他看着诞生 又送他去转世 获得形体的孩子 在一段时间之前 雪山山顶的上方 有一团缓慢生成的云中 出现了生命气息 他那时候 无聊的躺在树上 数着云来云去 突然察觉到 生命气息的诞生 就跑去小心地观察 但只是生命痕迹 想要拥有意识 还需要很久的时间 他那时候 就经常陪在这团云的周围 有一次 叶前去那边 问他要不要帮忙 他想着 让叶前给这孩子 塑造个身体也行 只是 那家伙说 让这孩子去转世 转世之后 他会有新的家人 可最初找了 几乎不错的人家 刚孕育就感觉到 那些人家的生命痕迹 会自然枯竭 就迅速收回来了 没办法找个好人家 最后只能让叶前 去找了 那么一个小世界 找了那么差劲的一家子 让他去转世轮回一次 再之后 就是被送到这边 让他在这里 自己找些喜欢的生物 不管是好的坏的 总归是一些人生的体验 为了不让他彻底的没朋友 还特意把这只 想来陪着的大狗子 也送了过来 只是 小小 这名字 真是委屈这个大毛茸茸啊 汪汪汪 黑白色的大狗子 抬起前肘 再盯着他笑的这人 脸上连踩好几下 回家再笑 现在不准捣乱 别踩别踩 我还倒了水果 说不着急 你还真就不急了 修炼得累了 就回来吃点 然后再继续 等你什么时候 能在这个世界修炼成神 就可以有机会 去我们那边蹭饭 各种各样的美食 林木对于 怎么让一个吃货勤奋 非常的有信息 就只是为了好吃的 这小子 也得好好努力了 那就麻烦前辈了 我家小单小闹和小乖 他们都很乖的 也麻烦前辈照看一下了 我这就去修炼 夜酒确实是被好吃的诱惑到了 在把他家几个大家伙 都介绍过之后 他吃着这位 扔给他的一个桃子 一边啃着 一边跑去了 他家的空地上方 这位前辈说过的 就是喜欢看他挨雷劈的样子 那没什么 可纠结的 直接引为断体吧 毕竟他现在的身体强度 确实是差的有点多了 死 真凶残 阿胜你来看 那家伙为了一口好吃的 直接就去被雷劈了 你别跟他学 这雷不是那么好学的 对了 那人还让我给他带礼物的 等他晋级之后 我还得亲手给他送过去 林木靠在大狗子的身上 笑得嘚瑟 云生从院墙另一边过来 嫌弃的转头 就去靠着小呆和小闹 不想搭理这个 不确定到底算什么关系的亲人 他是没有最初的记忆 但他确实是对这位的气息很熟悉 9999 没办法 我胆小的吗 在大佬的家附近 我能更加心安 我可不想某些玩家 也不知道 干了什么亏心事 躲得可都是真够远的 一 我们搬得远一点 也是为了能让大佬在发展的时候 不需要纠结 我们这些家园是不是碍事 不像某些人 喊着抱大腿 却跑去挡在一边 也不看看 你的存在是不是碍事 210 你们都谢谢吧 不管是跑到边上来 还是在大佬家附近 那都是各自的选择 谁选了什么 就承担各自选择的后果 这种事情 有什么可吵闹的 尤其是那些冷嘲热讽 你们真的是 大可不变 2202 确实是 你们因为不这些事情 就吵起来 真的很奇怪 在内靠近大佬 有可能会被融入 但靠外 还有那些明显 6666比2022姐姐 你不要管他们了 我跟你说 我隔壁有个漂亮姐姐 666漂亮姐姐在哪 我也要去看 傍晚的时候 聊天频道里 逐渐的热闹了起来 但也少不了 日常的一些吵吵闹闹 尤其是这次的玩家 家园区域自选 把家园位置选的靠里 靠外都有人盯着 再说点挑事找茬的话题 夜酒从中午开始 就在铺开的雷狱之中脆体 偶尔的 还能看一看聊天频道的信息 或者是感觉有点饿了 就去山顶吃点食物 再回来继续 那位来看热闹的 真就在他家盯着 看他在雷狱里 不间断的挨雷劈 消息会儿 吃了饭再继续 明早之前 你升到7级 我把给某人带的礼物送出去 还是要继续跑着 到处看热闹的 林木打开石盒的最后一层 一份份的食物拿出来 放在了桌子上 跑去找神王拿的食物 就只有这些了 等下吃完了 夜酒也差不多 可以借着这些增幅 一口气冲到7级去 短期之内就没有好吃的了 但他相信 这小子能被叶飞送礼物 肯定是可以在以后 自己跑去蹭饭 唯一比较可惜的 是他在山上时 说起想收个徒弟 可不管是叶飞还是君墨 都说不行 被这俩一起说不行 那他就不收了 反正不耽误他 来看热闹就行 嗯 一会儿就尝试突破 都很好吃 夜酒高强度的修炼了一下午 就算是偶尔会休息 一下来找点吃的 但他还是又累又饿 除了他自己吃 还要的给身边几个头位 吃饱了 我去继续了 夜酒吃饱了就跑 继续去雷狱中锤炼他的身体 虽然几乎都不是用身体战斗 但他一直都知道 自己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力气和防御 随着他的打磨锤炼 雷狱的能量 迅速融入了身体之中 哄 漆黑的夜空中 突然的出现了一道 能照亮整个10089区的闪电 同时 有一道极为凶残的雷击 在出现时 就直接劈在了夜酒的头上 真就是从头到脚被贯穿 淬炼了这么久的身体 在这一击之下 糊了多半 夜酒现在 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他甚至都动不了 唯一能控制的 就是在他死海之中的雷星 正在被意识控制 小心翼翼地 护着自己的灵魂 果然不能太习惯 他一直以为 晋级的雷结 就是那么简单 可这一次 却突然给他来了个如此凶残的 也幸亏这雷劈了一下就暂缓 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 要不然 真看可能要栽在自己擅长的区域里了 此时的夜酒 在小心地保护自己 努力从这一场 不确定的雷结中活下来 而在山顶上 两手分别抱着狼和狗的灵木 却有点心虚地低了低头 绝对不会承认 这是他的问题 是叶飞没说清楚 他就是看着这小子 进阶挺简单的 就把那礼物拿出来 渡劫完成 就送出去 可他怎么会知道 那礼物到了这世界 直接就跑了 真惨 真的太惨了 若是真扛不住 被劈死了 他会给处理后事的 大不了就是带着灵魂去找叶钱 让那家伙给塑造个身体 想要什么样的 都随他选就是了 但在出结果之前 他还是选择相信 这小子能撑下来 毕竟是叶飞给送的礼物 不可能是害人的 又或许 是因为早就知道会这样 雷 杰雷 叶飞 你竟然要收徒帝 灵木在盯着 被雷杰摧残的那个身影 突然就灵光一闪 抓住了某些重点 说他不能收徒 君墨也很关心这小子 叶飞又让他特意给带礼物 这一切 这么久了 那些家伙 还是找机会就欺负他 太过分了 直接说清楚不好吗 混蛋啊 谁徒弟 云生抱着变小的小呆和小闹 看着突然就跳起来的灵木 眼神纠结地盯着那颗孔雀弹 就怕一个不注意给摔了 不就是有谁要收徒弟的吗 多大点事啊 这么大惊小怪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抢了你徒弟呢 不知道 反正他没说 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用考虑那些 灵木耍赖一样的 继续躺在大狗子的身上 他知道也当不知道 谁让那个混蛋不说清楚的 果然是个好运的小子 也不对 是叶飞说 这小子运气好 这到底是因为运气好 才被关注 还是被关注了 所以加上了好运光环 阿生啊 你爹我好惨的 好惨好惨 灵木就是一直都嫌不下来的 现在抱着大狗子蹭脸 在被狗爪子踩脸之后 抬起头委屈的 找云生要点安慰 小小 踩他 使劲踩 云生虽然是能感觉到 他跟这人关系亲近 但他这么得瑟地跑来 要当爹 认不了 一点都认不了 玩家杜劫成功 七集之后 需选择新的修炼方向 元素 修仙 修魔 魔法 召唤 御兽 剑修 体修 灵修 苦修 夜九在雷杰的慢节奏摧残下 终于还是护住了雷杏和灵魂 可他杜劫完成之后 眼前开启的屏幕上 却出现了必须要选的新方向 前面那些 他还都能理解 但最后的那个 苦修是什么意思 这玩意 肯定是不能选啊 视线在前面的八项上看了看 最后在元素和修仙这两项上 犹豫了一下 修仙 似乎是更加长远 可这个元素 应该就是自己之前 一直修炼的异能精华版了 在纠结了一会之后 夜九还是选了元素 选择完成 玩家全新属性面板 已更新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夜九南 保时度 23% 体力值 15% 天赋 按属性 吞噬 战力 21151 元素本源 雷杰之雷 一级 元素掌控雷火 水冰 功法 元素基础修炼 清新绝修炼速度 加6倍 新的信息面板 没了宠物 磁产 以及包裹栏的那些信息 看起来更加的简洁 只是 这雷杰之雷 是什么意思 即使被雷杰摧残的 有点憋屈 但夜九还是不认为 自己的异能 可以达到雷杰那个程度 而且 他还想吐槽一下 之前的雷杰 绝对都是假的 这一次的雷杰 才是真让他长了见识 身体被摧毁的差不多了 但他的灵魂 在雷杰的洗礼下 有了一种 让自己可以感觉到的清透 以及跨境界的超越 但总归是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他还是先把身体修复了 然后再出去 对了 衣服 再想起 某位喜欢吐槽他不穿衣服的人 就在这里时 夜九迅速将本来有被 批到溃散的身体重塑 然后 就控制着能量转化 迅速凝聚出了 一件上衣 和一条长裤 至于鞋子 现在累了 等吃饱了再说 人不出来 他也不能催 就继续等着吧 等啊 等 当看到回到山顶的这人 竟然是这造型之后 他笑着拿起旁边的果篮 扔给了夜九 头发长点也正常 他地就是脱地长发 他最近这些年 也喜欢留长发了 可是 能量凝聚的衣服也正常 可这白色的睡衣睡裤 是什么意思 是在表示 准备休息了吗 刚学会控制 还不太熟练 这个简单 夜九坐在地上 抱住扑过来的小呆和小闹 拿起果篮里的水果 就开始啃 不错了 确实 初学者能到这个程度 就不错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要送你的礼物 自己跑出去了 本来说等你提升了 再给你的 可他不听我的 林木靠在大狗子的身上 看着夜九 一副快饿死的吃相 摇摇头叹了口气 问起正是 这小子的性格 明显 就是适合当他的徒弟 因为他们都是这种 不拘小节的人 想想夜飞那家伙 总是一副温柔平静的模样 再看对面这小子 猛吃狐腮的状态 越看越觉得 这两人是没有仕途像的 甚至 夜飞家的那些小动物 都比这小子优雅 那个雷杰之雷 我能用那个攻击吗 夜九这次被虐的是挺惨 但他修炼之中 遭的苦难多得很 当初刚开始吞噬能量的时候 各种副作用 把他折磨了许多回 如今送礼物过来的人 就在这里 他想问问自己 使用这个 是不是有限制 随便用 还能给其他生物肚解 雷杰强度你 也能控制 但前提是 你在提升之后能控制住 说起修炼 我挺好奇的 你为什么不选修仙 林木好奇看了看 这小子的信息 然后他就各家想笑了 不错不错 没跟夜飞那混蛋 走同一条方向 但是你不修仙 小心夜飞给你计较本本 那家伙心黑得很 惹了他的 都会被算账 我没接触过修仙 而且 在我之前的世界 所有修仙之类的传说 都是说 要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就我这种 为了一点吃的 就能乐呵呵 跑去挨雷批的人 前辈你觉得 我像是能耐得住继母 忍得了 还得吃下诸多限制的吗 夜九说起 自己贪吃贪玩的情况 再对比一下 他认知里的修仙模式 那完全是不搭边的事 当然他也知道 修炼什么方向都差不多 可他现在对很多情况 都不了解 也不好直接说 自己是懒得 去探寻未知领域 修仙没限制 反正你也已经选完了 修炼哪个方向都一样 礼物是夜飞送你的 你只要记着那个名字就行了 我事情忙完 就不在你们这里凑热闹 走了 林木看着 不会走上修仙路的夜九 心情很好的 准备换地方了 在离开之前 还不忘抱着黑白大狗子蹭蹭脸 至于云生 只得到了这位乐呵呵 凑过去拍了下脑袋的道别 然后这山头上 就只剩下他们两家的人和宠物了 他这性格 太闹了 云生自己就是个闹腾的 可今天他非常的确定 他还是个孩子 真闹不过某些自称长辈的老人家 还好吧 可能就是想跟你亲近 你们俩确实是挺像的 夜九低头笑了笑 对于云生的憋屈 他看得见 可就因为看见了 才觉得更想笑 那样的家长 云生以后的日子 绝对不用担心无聊了 他其实挺想跟你亲近的 我看他的意思 像是说某人抢了他的徒弟 既然是亲人 那我就不是他徒弟 所以被抢走的 云生凑到他家小小身边 抱着狗腿晃了晃 回头一脸期待地看向了夜九 被加了个可能都不认识的师父 你以后的日子 也可以有所期待了 我知道那位 之前在梦里见过 很温柔的一位长辈 只是目前不知道 还不知道是不是要收徒 看刚才这位的意思 可能本来是希望我选修仙的 夜九摇摇头 他倒是不介意多个师父 可自己选择的方向已经确定 也不打算更改 这师徒关系是否能成 难说 但那一位送的礼物 确实是很好 能控制雷劫 能攻击 还能控制其他生物渡劫的难度 如果拿来做生意 他可是能赚很多物资了 不纠结那些 还接触不到的人和事了 你有没有发现 8888号搬得很远了 你说他是不是怕你啊 吃钱我竟然没看出来 云生拿起他们 还种不出来的高能量水果吃着 在查看地图上标注的玩家编号时 突然发现了 在一个边缘区域的8888号玩家 别的人怕夜九 怕被伤着 他都知道 且不觉得奇怪 可这人有点不对劲 之前他去闲逛聊几句的时候 这个女人一直都是那种 很崇拜夜九的模式 他可能是不想碍事 之前我是扩展到他家附近停下 然后在另一个方向继续扩展的 夜九觉得挺正常 他又没说 要把人家捐起来 保护着 人家去哪里 都属于正常操作 毕竟在之前是有人试过的 不躲还挑衅的结果 就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虽然是那几个人 先主动搞事 引起他的注意 可玩家们不会在意 弱者挑衅强者的这件事 他们只会认为 是强者嫌弃爱事 所以就把玩家杀了 你觉得正常就行 我回家休息去了 明天早上 我跟小小来蹭个早饭 然后再分开时间 去副本刷怪 云生看夜九不在意 他也懒得去费心思 白白手和小小一起跳过院墙 回到了 他也放在山顶的房子里休息 在他离开后 夜九抱着 还是一颗蛋的小落 带着小呆和小闹 回到房子里 收拾下 炖上了两大锅肉 然后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这一天收获很多 但也是真的很累很累 抱着孔雀蛋的 夜九躺下就睡着 在他旁边趴着的小呆和小闹 也闭着眼睛休息 半个多小时后 这两小只突然支棱起耳朵 一起睁开眼睛站了起来 黑暗中 山脚下的上千只狼散开 三三两两的凑堆 各自安稳的睡着觉 在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狼嚎时 大大小小的狼 都迅速站起来 抖抖睡觉压扁的毛 向着同一个区域迅速跑去 汪汪汪 小闹没去狼群凑热闹 他跳到了树枝上 让小乖送他去入侵者出现的位置 在这超大一片的阶梯形 连绵山脉上中下部分 一个之前不存在的淡水湖 被刷新了出来 一圈的水边 有各种各样的鱼虾� 在向外爬 再向外爬 家园入侵事件 小乖 你跟他们说一下 有掉落的水产资源 直接投放到水里就行 辛苦你们了 我继续睡 夜酒睁开眼 看一眼家园入侵事件的通知 拍拍床边上 绕了一圈开着花的藤腕 交代几句就抱着孔雀蛋翻个身 继续睡 修炼的时候 他其实是比较认真和勤奋的 但是累了休息的时候 他就是能不动就不动 三级的入侵事件 最高也就是五级的BOSS 小呆小闹和小乖 配合着就能处理了 如果是有危险的 小乖会喊他起床 去看一看的 他这一觉睡得很安稳 在那个刷新的湖边 小呆带着狼裙 也是吃得很开心 直到早上六点 天亮起来了 夜酒这才起床后 跳到水里游了一圈 清醒之后 才来到了这个湖边 嗷呜嗷呜嗷 小呆看到夜酒过来 变小之后 跳到他怀里 脑袋在他身上蹭了几下 仨个娇开始说 他们昨晚是怎么抓水产的 这个湖刷新了出来 他们很快就围了一圈 但凡是出来的水产 就都被一只只的狼爪子拍死 确定没掉落 才分给狼群吃掉 不只是狼群吃得饱饱 在狼群全都吃好了之后 小呆又让狼群 去带了些能吃肉的动物过来 什么鸡鸭鹅 狐狸蛇 猎狗豹子老虎熊的 只要是家里散养的动物 不管是几集 但凡能吃得下肉食 全都被带来开饭了 这期间 鸡沙这些生物时有 概率出现各种掉落 比如 空气球包裹着飘起来的能量珠 或者是被空气球包裹的 水产鱼苗等物品 那些掉落的鱼虾蟹苗 多的小乖用藤蔓圈起来 投放到家里的水资源之中 可以自然地生长起来 而那些能量珠 就被小乖单独收在一个藤蔓编织的笼子里 等着夜酒过来了 就给它 辛苦你们了 这只五级的三头蛇 就继续缠绕着 等什么时候 没有新鲜的水产跑出来 再把它解决了 拿材料 夜酒拍拍凑到它面前的枝条 看着在湖水中间被缠绕后 勒紧了动都不能动的那条三头蛇 暂时还没有直接杀死的想法 随机事件确实是有危险 但只要五粒子能够完全拿捏 这就是能让自家动物吃到饱的好事 在确定这条五级的蛇 蹦搭不起来之后 夜酒回到山顶 将锅里炖的肉和菜 收起来 放在美食橱柜 然后继续炖上了两锅新的 十几分钟后 夜酒端着之前做好的几份菜 放在了餐桌上 又切了点果盘 倒了两杯温水 吃早饭了 吃完去副本 打开通讯器 夜酒喊了一嗓子 也不管云生起没起 就坐下来喝点水 准备吃饭 早啊 我带了点零食 给他们吃着玩的 今早的菜很多呀 你是不是被昨天那些好吃的菜给打击到 所以决定要搞点美食了 云生翻墙过来 坐在对面 拿出了一大包吃的放下 然后就不客气地 拿起筷子迅速开吃 吃着吃着他觉得不对劲 平时就是两锅炖出来的肉 再不然 就是肉里加点菜 今天这都有六份菜了 而且都是小份 有些还看着比较精致 之前做的 放在存储食物的柜子里占地方 不过确实是觉得 应该吃的种类多一些 吃得开心了 做事也能更有动力 夜酒喝口水 随口说一句就继续吃饭 这倒是 等会儿刷副本 是你先去 还是我先去 我昨天没太明白 你这个进阶之后属性 是不是说可以控制其他人的镀结 云生惦记着副本刷材料 也惦记着修炼晋级的事情 晋级的事 就自然地想到了杜结 然后他的某些想法 就跟夜酒同步了 能控制别人的雷结 这可是个赚材料的好机会 超级重要的 但凡是有些上进心 想要变强的玩家 90%都怕雷结 因为真有一些玩家 就那么悲催地 死在雷结之下 能控制 也能赚钱 但是这个辛苦费 我是觉得 最少也得是同等级的副本收入 你在这个基础上开着收费 收到的费用 咱们一人一半 对了 先找个玩家试验一下 我现在也不清楚 杜结之后的效果是不是一样 夜酒没有什么食不语的习惯 他一边吃着饭 一边说着某些想法 谈价格联系客户这种事 他是懒得去处理 再说 自己主动去拉生意 会影响到价格的提升 等今上午从副本回来 我先试试 那个能把你身体 劈到毁灭的雷结 跟之前肯定是不一样的 能扛下来 就是有好处 到时候 你给我控制一下 我来测试下差异 然后 咱们就能去赚材料了 云生之前就总惦记着 想促成夜酒 跟其他玩家的一些交易 只是机会太少 现在嘛 他可是要抓住机会 把杜结这个生意 做大做强 你是不是喜欢做商人 被对面这人的激动给逗笑 夜酒是真的疑惑 不是做商人 我是无聊啊 我就是想看别人忙活 比如 我只要跑几趟 然后 让对方把辛苦赚来的材料拿出来 换你去干点活 云生就是喜欢看热闹 能赚的他就赚 赚不到能赚个乐子 也可以 被人说 自己就是个干活的 夜酒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果然是跟那位一家的 你们可真就是纯纯的乐子人 吃饱了 你先去副本吧 我家昨晚的随机事件 还没结束 等一下处理了我再去 夜酒在吃完饭之后 让云生先去副本刷材料 他准备去把那条五级的蛇解决了 好嘞 我先去了 云生站起来 端着半份水果 迅速吃完 跳过院墙回了他家 就开启了副本传送 哇 小小看着云生去了副本 回头走到夜酒身边 大脑袋靠近他的肩膀蹭了蹭 那个臭小子太能闹了 趁他不在家 抱一下找点安慰 你就是为了来陪着他的 这闹腾的性格也是挺欢乐的 夜酒摸摸身边的大狗头 抱一下又给顺顺毛 捏捏耳朵 扯扯嘴角 看着小小眼神越来越纠结 笑着停了手 以前虽然也会靠近一下 但不会像现在这样 委委屈屈地靠近了撒娇要哄 现在自己闹腾他也没躲 还是这种哄着熊孩子的无奈眼神 在他看来 自己也是跟云生差不多的 闹腾熊孩子 猜测一下 因为可能是有收徒的想法 所以他就觉得 自己也算是那一家的闹腾孩子了 小小的脑袋歪了歪 抬起爪子在夜酒的肩膀上拍了拍 别学那个闹心的 学坏了 是可能会被揍的 之前过来那个 在那边就是日常被揍的哭唧唧 惨兮兮被气气 我应该还 还行 夜酒感觉浑身发了 虽然没到他被揍 但就是感觉挺吓人的 那位能在这里随便闹腾着玩 回去之后 竟然是日常挨揍的 不过 那性格 在同层次的群体里 被追着打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相对而言 他自认还是比较沉稳的 五 小小满意地点点头 这个乖 乖乖的就轻松多了 想起还得继续哄着那个闹腾的 他心塞塞地往地上一趴 大脑袋往夜酒的怀里一放 就要哄着 一直以来 他都是被哄着的 结果那孩子实在是闹 他本来以为是能陪着一起玩 所以就被林木那家伙 给忽悠着跑来了 结果 玩是玩 那都是那臭小子在玩 他又不能把那小子拎着揍一顿 而且 那小子闹腾的原因 还是喜欢跟他亲近 乖啊 下次他再闹 直接踩地上就行 多踩几次 他就能想到换新的玩法了 夜酒也不是什么安分的 他倒是不会直接捏着狗耳朵玩 但他能一边温柔地顺毛 一边说着 让狗子乍毛的建议 小小放弃挣扎的懒洋洋趴着 这俩都是闹腾的 他还是继续老实待着吧 以后谁再说他闹 他就要 让那些是人不是人的 都好好看看 到底什么才叫闹得头疼 熊孩子 重点是 不能打的熊孩子 是能让狗子都悲伤的 不要担心 你看他也是 一直惦记着你的 有好吃的 都想着找你来吃 他也不知道你身份 只是觉得 你陪着他 所有好吃的好玩的 有他一份 就有你一份 夜酒给小小顺毛 偶尔聊几句哄一哄 看着很简单 就给哄好的狗子 笑笑继续 等到云生从副本出来 翻墙过来看一眼 就发现 他家狗子 疑似是要转到邻居家了 刚给哄好了 你抱过去 继续顺毛吧 我去看看 那条三头蛇 小小吃不吃蛇肉 夜酒虽然没少做饭 但他几乎没做过蛇类的食材 现在让云生过来 继续哄这只大狗子 他准备去处理了 持续到现在的随机事件 走出两步 又突然想起的问了一句 汪汪汪 小小听到蛇肉 直接丢下了云生 跳起来 就要去找找蛇在哪 蛇肉 他喜欢吃 我竟然不知道 他最爱的食材是蛇 云生心塞塞地 看着自己刚抱住 一下就空了的手 他这算不算是不重要了 不过 为了吃的 这也是很正常的 去看看吧 五级的蛇 目前能拿到的 最高级食材了 六级的短时间内 都惦记不了 夜酒说完 就出现在山下 刚好来到了那个湖面上 在他之后 云生和小小也跟着出现 一起盯着水里 被捆住的三头蛇 开始思考怎么吃的问题 嗷嗷嗷嗷 小呆再次变小 钻到夜酒的怀里 不打算下去 主人你终于来了 他们都已经吃撑了 再多也吃不动了 让他们都回去吧 我解决了这条蛇 这个湖面也会消失 夜酒捏捏小呆的耳朵 看他低头往胳膊里藏 笑着把他先放在了 藤蔓编织的一个躺椅上 在周围的动物都散开之后 夜酒看着水中的三头蛇 脚下的水面开始沸腾 水中的蛇 被冰封后带了出来 速冻 能更好地锁住食材的新鲜味美 现在开始 做吃的 夜酒在把蛇冰封之后 家园随机灾难事件解除 他拎着蛇 就回了山顶 把这一坨冰块放下 他又去了一趟单人狩猎副本 十几分钟快速刷完 活动下就回来准备开始做吃的了 小小 你认不认识一只豹子 一只雪豹 实力很强的 而且很喜欢把人按在雪地里 夜酒在给蛇去皮的时候 看一眼慢悠悠走过来的黑白色大狗子 闲聊中 问起了关于大豹子的事 虽然感觉上 应该是没关系 可大豹子那情况 明显就不是普通玩家 突然想起愣住 那肯定不是 因为那只豹猫是没来这里的 有时间了 让云生带你去看看 或许是认识的呢 那只大豹子刚开始进击太快 刚进击就被封印了 感觉是被锁定之后 故意逗他完的 夜酒越想越觉得 雪豹王应该也是从那个地方 被送来度假的 只是 这个度假的过程 可能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哇 大狗子低头贴一下胳膊 他现在就去找云生 不管是不是 先看了再说 在小小跑出去 拽着云生要出门之后 夜酒将已经去了皮蛇肉横着切开 取出来了 材质非常不错的一整条蛇骨 家园里手动分解的材料 不会直接变成空气球包裹的模式 可这材料 要怎么手动制作 夜酒还真没这方面的经验 暂时处理不了的 先放着 夜酒开始把蛇肉切成段 然后一段段的切成块 或者片 这期间 云生带着小小出去逛一圈 先去看过大豹子 和蔷薇花王威威 以及那条 现在依旧放不开原有体型的大白蛇 等他们回来了 夜酒才刚开始烧火 一边锅在煮汤准备来个火锅 另一边是火烤的架子 还有已经逐渐烧热的铁板 怎么了 是熟悉的 夜酒看云生表情怪异 小小低着头 不知道是委屈还是失落的样子 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大豹子什么身份 能让小小委屈成这样 哇 呜 小小摇摇头 他在一旁想安静地待一会儿 那只雪豹王不是他之前认识的任何一个 可他又确定 那只雪豹王本身是非常强的 会委屈 不是因为认不认识 而是他发现 若是他们都全面解封 他可能打不过那只豹子 输给一只不认识的豹子 他对不起主人一直以来的头位 呜呜 夜酒和云生对视一眼 两人表情无奈地摇摇头 这件事真没办法 我家小小就是最好的 咱们等着吃蛇肉 大豹子吃不到 云生试着哄一哄 结果刚哄了没两句 就被狗爪子踩到了地上 汪汪 小小听到吃得更心塞了 实力比不过 他也不是不能忍 但是 你直接贴到空气墙上 被豹爪子隔着空气墙扒拉一下 就笑得那么傻 在家你都没这样的 狗子心累 委屈 呜呜 夜酒努力控制表情 不让自己在这时候 笑得太大声 就说这大狗子 也不像是执着于实力的样 毕竟他从来都不会催着云生修炼 原来一切悲伤的源头 是因为 狗子他吃醋了 说起来 云生跟大豹子的关系 确实是不错 昨天去看的时候 他也是 直接贴墙上了 呜呜 小呆和小闹在家里跑圈 巡视了家园 回到山顶 看着暴躁的小小 和被踩的云生 狼眼和狗眼 都露出了呆滞和迷茫 这俩 反过来了 云生喜欢外面的大豹子 被狗子抓现场了 夜酒本来还能忍住的 但是在小呆小闹 同时脚下急杀 眼神同步的歪头 露出疑惑时 真的只是忍不住才笑了一下 哦 小闹点点头 懂了 你点头是什么意思 夜酒才是跟大豹子玩得好的 他都被大豹子 踩到雪地里玩 跟踩个小奶猫一样 无力挣扎 云生听到夜酒笑 就开始吐槽对方的某些黑历史 哦 小呆迅速地变成幼崽形态 跑到夜酒身边 在夜酒伸手时 歪倒在地 四只爪子抱着他的手腕 小脑袋在手心里蹭了右蹭 就是这样玩的吧 他们也喜欢这么玩 主人都会陪他们玩的 夜酒 今晚的蛇肉要辣的 麻辣 超级辣 云生看着小呆那副 很好玩呀的态度给逗笑 但笑了一下 又觉得有点尴尬 转头就抱住他家小小的狗腿 歪着头 开始对今晚的饭菜提要求 行 辣的 看着都快跟小带一个玩耍模式的云生 夜酒摇摇头 继续给肉片刷料 本来就是有很多辣的 有没有 谁是不能吃辣 而且 就算是本来吃不了辣的玩家 在修炼了之后 身体强化了 对大部分食物的不耐受反应 也就没了 最多就是口感上的各自喜好而已 他们两家的山顶上 中午 这顿半自助模式的午饭 吃得很热闹 那一道会自动根据家园边缘延伸的墙 不会消失 但不影响两家的互通 只是 在他们两家凑一起吃喝完 当然 也轮班互相守家的时候 10089区 已经逐渐地 开始了新的联合与对立模式 在进入第四环节之后 玩家在副本开宝箱 有几率 获得添加好友的道具 就算是自己运气差开不到 或者是像夜酒这样 只刷单人本 也可以在交易界面里 购买其他玩家出售的道具 开启了好友模式的这一环节 也会有跟其他玩家的对立 逐渐形成团队模式 互相帮助 或者是花资源求个庇护 9999比180 你在不在家 有事找你 在家就支一声呗 你们家都太大了 我不知道 在哪边墙外喊话 能被你们听到 180 支 2202 666 支一声 支 哎呀 你们在干嘛 不要这么搞笑啊 1231 其实只要9999 跑到180家里边 进了院墙 就会被知道了 那样会更快的 119 不建议翻墙 目前大家都默认的 翻墙等于入侵 会死的 8808 所以说 9999 你到现在都还没抱上大腿 连两位大佬的好友都没加上呢 8 楼上说的什么话 这好友是能随便加吗 加了好友 就能看到个人信息 连战力都有显示的 大佬的战力 怎么能让我们这等凡人知道 2019 加好友 确实是能看到很多的信息 实力不足 就好好修炼 最起码有点目标 在大佬们飞天遁地 甚至是改天换地的时候 咱们至少能活到那一天 600不就是一点数据信息吗 有什么怕看的 搞不懂你们这些人 看一眼能怎么了 还能因为被人发现实力强度就出事 真要是 这都怕被人知道 那说明也是不够强 一 某些人别出来酸 你自己数据愿意曝光 是你的事 别人不愿意 让人知道 那也是别人的事 你一个排名都最后那一批的 确实是没必要隐瞒 毕竟大家都知道 你什么数值 编号600 战力加起来 可能都不超过60的 1357 就是就是 编号靠后的 老老实实苟着 说不定能等到自己运气爆发的那一刻 不说追上大佬 至少能保命不适 这时候 又弱又闹腾 想干嘛啊 冒出来求死 5950 难道就没人好奇 9999找180 是有什么事情吗 2229 不好奇 大佬的事 让咱们看的就看看 没给看的 不要惦记 聊天频道很热闹 而引起了某些话题的9999 这时候 却是一脸忧伤的 看着面前出现的两人 有些话想说 有担心时机不对 这位 您抱着一个本子 写什么了 他在记录 有谁对他有意见 夜久看一眼云生手里的本子 这上面 记着许多的玩家编号 有什么人说过 他们不好 或者是对他们有什么意见之类的 都被打上了某些标签 这个记录本 是才开始记录 所以 这上面的内容并不算多 你说你的事 我就是记一下 不过分的 也不回去算账 但如果是求到咱们这里想买点东西 那这个费用方面 就都要加一加 赚资源的交易 我来接洽 你只需要负责把交易内容完成 所以 这个跟谁做交易 以及收费情况 都是我来决定的 云生看了福禄一眼 本来他都准备 要先渡个节 自己试试效果的 结果这人就突然在聊天频道找他 而这个本子 是他买了玩家制造出来的纸 自己裁剪之后做成的 这里面会根据他的心情 无聊时就记录一部分 到时候 谁要找他谈生意 这本子 就是加价多少的依据 当然不会记录的太全面 毕竟本子有限 只是记录一下 发言内容是否有好而已 是这样的 我家前几天养了一只宠物 就是这个小不点 我用材料给他堆起来的 前两次晋级 差点给折腾没了 我想着 能不能找大佬辛苦一下 当然 辛苦费肯定是不会少的 我有自觉的 福禄说话时 从怀里掏了掏 小心翼翼地 捧出来了一只小老鼠 他的宠物 在副本里捡的 回来后 从一级开始养 一级升二级的时候 年年的 总算是渡过了 二级升三级 晋级是过了 但是出现了些许的后遗症 等他把小老鼠的后遗症给治好 又给喂到了 能升四级的时候 是真不敢 让小老鼠尝试了 可达到上限 总是要晋级的 要不然 这么一直卡着 也不知道 是否会突然就爆发 先把小老鼠给他看看 多个节而已吗 多大点事 咱们这边聊聊 等他确认过 没其他问题 咱们可以看看 是要哪一款的渡劫方式 云生听到 是小老鼠要渡劫 瞬间乐了 这不错 他还想着 自己先试试 现在倒是有个 比他更着急的了 不过 能不能行 还得夜久来判断 而这个价格的定位 也得再商量下 基础太虚了 能渡劫 但只能是普通玩家的强度 更多不能加 加了会死 夜久拎着切生生的小老鼠 放在手心里看了看 这确实是晋级比较困难的 主要是 他本身就不是快速成长型的 偏偏9999号玩家有钱 他还什么好吃的都给喂 结果就是 小老鼠的晋级 都快变成锁命模式了 只要是能渡劫就行 你先跟小老鼠熟悉一下 我跟他到一边聊会儿 云生之前吃饭的时候 跟夜久聊过 关于肚结分层的这个话题 现在大概有了个标准 他对着俘虏指了指旁边 过去找了一棵树 后面谈架去了 在原地的夜久 看一眼那个方向 装作听不见云生的话 手指在这只小老鼠的小脑袋上 碰了碰 灰扑扑的小老鼠 它是真的就只有这么小 而且没多少攻击性 也不知道 它跟俘虏的缘分 是怎么产生的 但它能成长到现在 确实说明了 俘虏对它是真的超级在意 交易界面 现在已经能看到 非常多的宠物幼崽 价格也随着等级和特性而定 但大部分 也就只是一件装备的价 只 小老鼠在被夜久戳脑袋 戳了一次又一次之后 委屈地抬起小爪子抱着头 弱弱地发出了一点点声音 它之前听主人说过的 要找个强者来帮它晋级 它不能在强大的存在面前 蹦跋 要安静要乖 可是 不要戳了 鼠鼠头晕 你能听懂的 等一下你要做的 就是坚定信念活下来 它很喜欢你 你对它来说 是独一份的在意 夜久看着终于有反应了的小老鼠 跟它说起 找它给肚结时 被肚结者要做的事 不会有多大的困难 但必须是 要有对生存下去的期待和渴望 吱吱吱 小老鼠两只后找站立 前找插腰又举起 做了个疑似是绣肌肉的动作 叔叔我会坚持活下去的 叔叔要是出事了 家里笨蛋主人会哭的 他哭了都哄着 叔叔要是不在了 就没有哄主人的了 谈好了 福禄多给了一辈的资源 要他家叔叔少遭点罪 真是个可爱的叔叔 云生谈好价格回来 给夜久比划了一个六的手势 以三级单刷狩猎副本的 普通收益为标准 大约六倍的材料 换着一只名字 就叫叔叔的小老鼠 平安度节晋级 嗯 我带他去空地上进行 你们在这里等着 夜久捧着听懂了价格 挣两只钱找五只心口 疑似是心痛的叔叔 笑着转身 就去到了没有玩家靠近的 另一大片空白区域 这里的地面是荒芜的 而且因为不属于玩家 所以就算是被破坏了 也没什么影响 不管是谁的家园 再次拓展到这个地方 直接放下土壤 就能覆盖了现在造成的痕迹 子姿 离家远了一点 叔叔突然有些担心 转回头去看向家的方向 却发现他什么都看不到 笨蛋主人 叔叔会活着回去的 一定会活着回去 不用担心 虽然杜节比 你们原本的进击方式 要危险了很多 但你家主人给的多 你的安全 就值得我费心去保护 夜九的手指在小老鼠的脑袋上点了一下 手心上托 直接把鼠鼠扔到了空中 吱吱吱吱 感觉自己可能会被摔死的鼠鼠 两眼发猛 但不等他有更多的想法 头顶上突然出现的雷结 已经锁定了他 就这么把他限制在了半空 好惨的鼠鼠 夜九站在空中 看着挨了第一道雷劈之后 就皮毛散发出狐味的小老鼠 控制着空中的微弱雷结放缓速度 让小老鼠能消化了这样 到劫雷带来的脆体效果 人家给了材料 他就得认真做事 这小老鼠的本源 本就是极为脆弱的 又被9999给堆了那么多的材料 前两次全靠这小老鼠 想活下来的信念足够坚定 以及各种后续修复来保命 现在就算是渡劫 这劫雷的强度 也被夜九尽可能的削弱 弱到能跟原先的三级 晋级劫雷差不多的程度 在小老鼠终于缓过来 迅速长出了一身的皮毛之后 第二道同层次的劫雷 再一次的落下 这一次 小老鼠直接就清醒的接住了 是个耐力不错的 准备一下 下一道再稍微的墙上一点 鼠鼠你可以的 夜九看着乖乖点头的小老鼠 给了他一点的缓冲时间 然后再次的落下了一道劫雷 这次虽然是加强了一些 但小老鼠适应的过程 更快了一点 一次又一次 一个大部分时候 都比较简单的三升四晋级 让夜九给拖延了一下午的时间 等他伸手接住小老鼠 上空的雷劫之力 也散去之后 周围远远观看的玩家 也都跟着回神了 这些玩家 有些是被雷劫吸引 又因为这位置 距离这三家不远 好奇地在聊天频道询问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 让他们惊奇的回答 9999家的宠物 正在渡截晋级 宠物晋级 不都是自己突破就好的吗 在180的热情讲解下 关于这种渡截模式 可以强化身体 和灵魂的信息传开 很多下午 本就没什么事的玩家 都跑来附近围观了 虽然他们看的不是很懂 但在某些度过雷劫的玩家 讲述之后 也都知道 这雷劫 确实是被空中那位大佬 给控制着的 笨蛋主人 鼠鼠我回来了 小老鼠被夜酒捧着回来 在看到他家主人的时候 先冲着夜酒 做了个拱手行李的动作 然后就一个跳跃 扑向了他家主人 只是在他开口说了话之后 还不等福禄高兴 他已经呆呆地僵住 自己先陷入了迷茫之中 我的鼠鼠 福禄看着小老鼠跳一半 突然停住 抓紧时间 往前一点 用双手给捧住 他虽然没参与 但他随时可能查看宠物信息 自然就看到了 小老鼠是有多辛苦 但不得不说 这资源花的值 太值了 他家本来体弱的鼠鼠 现在不只是 有了身体的强化 还能提前觉醒了语言能力 最重要的是 他家鼠鼠晋级之后 有属性了 图属性的老鼠 若是遇到危险 可以钻地保命的吧 谢谢谢谢 太感谢了 那个交易的材料 也就这些了 但我还有些小零食 这个是感谢 谢烈 您二位收着收着 俘虏原本就圆润的脸上 笑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 他在对着夜酒道谢之后 转头 就把小老鼠揣怀里 到180身边 拿出了成堆的一包包零食 虽然是空气球包裹 但只要拿回家 就跟饭菜一样 可以直接放在容器里拿着吃的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这家伙也累了一下午 回家刚好不用做晚饭了 云生看看零食里面的许多肉类食物 当零食也行 当饭吃也没问题 他应该会需要安静地休息两天 沉睡是正常的 夜酒看了一眼 取名能力一样 是不怎么好的俘虏 在回家之前 跟他讲了下 小老鼠在兴奋过后 会出现的一点正常后遗症 刚才转了材料 也让他有了点新的想法 回家之后 可以测试一下 我知道的 知道的 大佬辛苦了 俘虏乐呵呵地连连点头 他看到了 有些人在聊天频道 笑他没出息 但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实力不是很突出的 他想入了大佬的眼 就要尽可能地抓住机会表现一下 而且 他不认为自己就是亏了 他付出的材料 只要多攒一攒 多搞点东西赚一些 总是能攒出来的 可不管是他家之前的海水渔塘建设后的事件 还是他家鼠鼠的成长 那都不是用多少材料 就能直接换回来的 而且 这次是鼠鼠晋级 下次就是他自己的晋级杜劫了 散了散了 有需要杜劫的 可以在聊天频道找我 虽然我不一定随时都能看见 但只要多喊几次 还是基本不会错过的 180 看着夜酒直接回了家 他对着那些围观的玩家挥挥手 让人去聊天频道找他 然后就也跑回家去了 这么多的材料 该分一下了 舒塌啊 不用干活 就只是联系一下 谈谈价格 就能跟夜酒拿的一样多 这会不会有点欺负人了 可评分是夜酒说的 难道他要主动去问问 是不是多给夜酒分一点 好像 不用的吧 那家伙要是觉得亏了 是不可能跟他客气的 我打算试试看 能不能让他们 每天都在弱化版的劫雷之中 进行一波强化 夜酒躺在小乖 用藤蔓编织出的糖衣上 收下了他的那一份材料 吃着肉干 说起了他今下午 才冒出来的一些想法 弱化版的雷劫 不只是渡劫时候 才能存在 至少他是能控制着 出现和消失 当然 这也有些限制 比如 他现在能控制的劫雷强度 只在那个一级的范围内调整 若是想要更强 那得他自己修炼 领悟到更高级的强度才行 不耽误你自己的修炼 云生难得认真的在旁边坐下 他自己虽然是闹腾 但该有的修炼 还是必须要完成的 现在看叶九 似乎是要把大部分的时间 转移做其他事情 他不确定 是不是因为赚资源的事 让叶九有点犯傻 我现在就是在修炼 只是专注的情况下 能更快一些 但现在看来 没有那个必要 未来的环节不确定 还要多少时间 人总是要在努力和享受中 达到一种自己满意的平衡 叶九笑了笑 在他周围汇聚的能量 随着转化为火系 而展现出了些许的色彩 他的修炼 一直都没停过 只是不像其他玩家 那么专注而已 你这是不是就 他们说的那种 叫开挂模式的 云生刚认真了 没有两分钟的态度 瞬间垮掉 嫌弃的看看叶九 他确定 自己喜欢脑补的毛病 得治一治了 这人怎么可能 会不在意修炼的事 他可是一直都不想 让其他玩家超越过去的 你个属于bug级的 就别吐槽了 我只是因为自身属性问题 什么都能吃得下 所以就在选择功法的时候 选了个能自动修炼的 但我的修炼速度骂 散去能量上附加的属性 叶九继续写躺着 吃着肉干闲聊天 他作为区域第一名 自然是有最好的功法可以选择 但功法吗 有好处 自然也有些弱小 比如清心诀 就是修炼速度上有所不足 有多吗 被说的勾起了好奇心 云生靠在他家小小的身上 等着听听叶九的这个修炼功法 有什么问题 修炼速度和修炼强度都只有一 也就是心神稳固 这方面稍微强点 看着惊讶的云生 叶九说起了 他们功法是多么的慢 这个一页 是指正常的一倍增幅 是吧 云生刚冒出 这家伙选功法不靠谱的念头 瞬间就自己 把这个想法敲碎了 在看到叶九点头时 他确定 这家伙 果然是越来越气人了 你现在 已经拿过三次第一了 如果每次都选同一个功法 那至少是三倍以上 而且 你家的能量倍率 本身就很高 你 嫌弃地哼了两声 云生不想再看这个 本以为是感慨 实际上 却是在炫耀的家伙 知道你们第一名的奖励好 但你也不用说得这么清楚吧 到了第二名的时候 他能选的功法 三项强度加起来 也才七而已 在他第二名身份 已经暴露之后 他去问过第一环节的第三名 那家伙说 功法三项强度总和只有五 到了四至十名 功法三项强度总数只有四 就是在他们 能选的功法里面 出现了某一项 或者两项是零的类型 十一至一百名 总数三 可以评分 也能只增幅一项 一百零一至一千名 总数二 一千零一至三千名 就一点 能自选 加在哪一种增幅上 三千零一名之后 也有修炼功法 都是一点的增幅 只是这就不能选了 想不想要 都全都是随机给 一百十三集 我都选了同一部功法 目前的增幅 也就是初始的六倍 叶九看着气哼哼的云生 跟他讲讲 自己现在的功法属性 当然他也很清楚 云生也不是靠着这里的功法修炼 他自身有生来自带的修炼方式 只是 看他瞪眼暴躁 叶九就觉得 这肉干更香了 天生的神族 背弃的跳脚 你的形象 你家现在的强度 是多少倍的 云生突然就不气了 绝对不能 让这个欠欠的家伙看热闹 但他还是好奇 叶九的修炼 到底是有多少倍的强度 目前是2681倍 只是家园能量强度 在小乖的叶子上拍了拍 叶九让他把旁边 放着小落的 那个篮子放过来 说完就让云生自己去计算 叶九把孔雀丹抱在怀里 继续在自然吹过的微风中躺着 摇摇晃晃中 安静地吸收着汇聚而来的能量 2681倍 然后再乘以6倍 是这么算的吧 云生算了算 突然就很确定 这家伙也太气人了 不能这么算 是2681倍的家园能量强度 加上小落增幅的4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再乘以6倍 对了 小落快出壳了 这次出壳之后 应该能增幅50%了 叶九脸贴在小落的蛋壳上 笑容灿烂地看向云生 让他可以好好算算 这到底是多少 也没太多 就是等小落出壳之后 差不多24000多倍而已 而且这个倍率 只是在基础能修炼的基础能量 强度上的增幅 又不是说 其他玩家都是保持在基础模式 云生自身特殊先不算 就是9999号加的家园能量强度 就应该能有500多倍了 500多再加增幅 若是人家选的功法 是大部分都强化修炼速度 那也能有个好几千倍了 不对 不是这么算 你说的 只是修炼速度 还有修炼强度 你还应该再 乘以6倍的修炼强度 在内心计算一会儿之后 云生看着夜九 确定这家伙 还少算了一部分 没必要算得这么清楚 你看我每天都这么修炼了 你觉得 我还需要计算 修炼强度的增幅吗 夜九摇摇头 这修炼强度增幅 是真的没多少效果 他本身吃得下 就算没有这一类的增幅 也是一样的 疯子 云生看着夜九周围 再次出现了 带色彩的能量风暴 憋屈地将脸 埋在小小的身上 好一会儿之后 才憋出两个字 他现在有点明白 为什么灵木 会在某人给夜九送礼物 一次是收徒之后 会那么抓狂了 这么一个本身 就修炼速度疯狂的家伙 在灵木那地方的神仙们 关注之后 也是会想要抢一波的 这家伙的修炼 本身就是不讲道理的强略型 就是这个 你要不要进去试试 夜九在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在山顶了一片空地上 放出了强度不是特别高 但有着脆体效果的雷玉 平时他的修炼 也喜欢铺开一片 雷玉进去强化自身 现在这个稍有的些许不同 就是强度不固定 而且都或多或少的 带了点心形劫雷的属性 破坏力更强 但在破坏的同时 能扛住 就能得到更好的脆体效果 这也没多少强度 我就不是了 就我这情况 进去了也没效果 云生走到了 最弱的边缘处试了试 这也没什么危险 但随后想到 他只要不是主动渡截 根本不可能被伤到 这不是他能去玩的 好 小呆先往里跑 在跑到距离中心 还有一半距离时 他逐渐地放慢了脚步 扛着雷劈 继续往前走 汪汪汪汪 小猫在外面看得揪心 在蹭到夜酒面前 被摸摸头之后 他也跑了进去 原本还想保持 小体型脉萌的他们 在前进困难时 不得不恢复本体 一边承受着雷劈的痛楚 一边尝试着 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停下修炼 他们都知道 主人的修炼 就是被雷劈着强化 那时候 他们不知道 这个过程会有多难受 现在他们体会到了 原来主人 一直都是在这样的痛苦中磨练 我能去吗 小乖的枝条凑近了点 他本体是不能往里面跑的 但是枝条应该可以 去试试 一点点的往里走 可以生长的范围多一些 开启之后 消耗的是咱们家园内的能量 我只要稍微控制一下就行 不用担心消耗 夜酒拍了拍凑过来的叶子 让小乖也去试试 你不是家园有多少 就能吃多少吗 云生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突然觉得 这好像 不太对 说好的 有多少都吃得下呢 吃得下 但我得消化 你一天能吃下去几百锅的肉 你消化的了 夜酒给了云生一个大白眼 这家伙 竟然还在纠结这个事情 还是感觉不对劲 这个修炼强度 是不是就是指 能消化的速度 你别不理我 我自己修炼的 跟你们不一样 你这个 我是真不懂 云生追着继续问 他就是想知道 这功法属性 是什么意思 我是没感觉到 修炼强度带来的变化 或许你该去问问 正常修炼的玩家 我就是个吃什么 都能吃得下 对能量的消化 只是需要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快慢 只跟我自己的实力有关 功法提升之后 也没感觉到多少变化 夜酒给不出这方面的答案 他目前只能确定 修炼速度的增幅 是能在功法加强之后 清晰感觉到 至于修炼强度 和心神稳固 肯定是有用 但那个不是 直接就能感受到效果的 你这情况 怎么跟我差不多 我也是有能量就能吸收 吸收了 可以攒着慢慢消化 你确定你现在修炼的是元素 云生在沉思了一会儿之后 突然眼神都亮了起来 他就是这样的修炼模式 我选的是元素 你是什么 看着眼神闪亮的云生 夜酒不着痕迹地后退了几步 这家伙是怎么了 受什么刺激了 我显示的是灵修 所以这到底是有什么不同 还是说 进入到这一阶段之后 不管选择哪一种 其实都是一样的修炼方式 看看自己的某些修炼内容标签 云生开始期待 未来有更多玩家 进入到七级之后的状态 修炼方式 应该是一样的吧 只是展现出来的能力不同 像我现在 就可以在本元属性之外 在掌握各项的元素之力 只是 这也需要修炼和领悟 夜酒看看个人信息 大概就是这样了 七级就进入新的阶段 玩家就是可以直接吸收能量 战斗时 会使用某一类型的能力 它是控制元素之力 云生这家伙 是个特例就算了 其他的玩家 到了这个阶段 也应该是选择 其一进行修炼 攻击方式 就是会根据选择的方向 而延伸出技能 应该是这样 不过 这跟我的关系不大 这么晚该回家休息了 你好好修炼 小洛也早点出来 吃好吃的 云生确定 这跟他好像没什么关系 看看时间也不早了 抓紧时间 带着小小回家休息 他可不是勤奋的类型 还是安安稳稳的休息 休息好了 继续刷副本 说不定还能接点小生意 不管他 咱们去看看 做点五级强化夜换材料 剩下的 继续买种子和树苗 夜酒抱着孔雀蛋 回了房子里 去到地下室 将能用的材料 都放上去制作 其他暂时用不上的 都卖了换自己需要的 之前制作的一些装备物品 也都挂上去出售 他现在基本不会保存 当前用不上的物品 把这些都收拾好 夜酒抱着孔雀蛋 回到休息区 躺在舒适的大床上休息 在他睡着之后 又过了两个多小时 眼神委屈的两个小家伙 跑到床上来 贴在他的身边团起来一起睡 他们才只是 坚持了不到三个小时 就扛不住了 想到主人勤奋的时候 每天都沉浸在雷狱之中 淬炼身体 就感觉自身太弱了 不只是身体弱 意志力也不行 但他们真的撑不住了 等休息好了 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早啊 这时累着了 夜酒睡醒后 把两个贴在他身边的 小不点抱怀里 给他们挨着柔柔脑袋 顺顺毛 昨晚第一次在雷狱里 进行强化训练 能在基本室 卡着承受上限的位置 待上三个小时 已经很厉害了 小呆仰起头 脑袋在夜酒的手里蹭了蹭 他们就是觉得 自己太弱了 你们已经很努力了 不需要一直去追求极限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除了成长 还要有生活 夜酒抱着这两个小不点 跟他们慢慢讲一讲 某些时候 不能对自己太过苛刻 哦 小呆呆呆地眨眨眼 突然地低头 把脑袋往夜酒怀里钻 主人自己都那么努力了 却说 让他们要有生活 太温柔了 汪汪汪汪汪 小闹两只前找抱着小呆 把他都快钻到衣服里的脑袋 扒拉回来 主人刚起床 要吃饭的 你不要再粘着了 啊呜 汪汪汪 小呆回头 一爪子拍在小闹的脑袋上 两个小家伙 滚到了地上 就开始互掐 你一下我一下地 互相拍着跑远 他们又闹着跑出去玩了 你也差不多该出来了 难道还真想让我抱着你去度个雷劫 夜酒笑着看那两个小家伙跑出去 叫着近地 又跑去雷狱里锻炼去了 回头抱起进化完成了却 还是没出壳的小洛 手指在上边敲了敲 好奇这小家伙 又在闹什么情绪 能出来却不出来 绝对是情绪问题 难道是外表有什么变化了 总不可能 他也学着 变成小幼崽了吧 这孔雀幼崽 想到最初那个 只能在手心里的灰扑扑小不点 夜酒感觉 他也有点纠结 希望不是吧 哦 小洛听到催他出来 就把蛋壳顶上 敲开了个口 白色的脑袋 从里面钻了出来 他没变小 就是 就是这次进化之后的属性 他感觉有点怪怪的 家园祥瑞宠物 小洛五级 白孔雀 玩家祥瑞增幅 玩家好运值 正150% 霉运值负90% 宠物祥瑞增幅 宠物成长速度 正50% 宠物突破成功率 正50% 宠物恢复速度 正50% 家园能量增幅 全属性正50% 家园资产增幅 生长速度 正50% 资产产出 正50% 资产随机晋级概率 正50% 任意非玩家生物的战力值 复制强化复制后 战力值额外正50% 属性转化 每次复制之后 可进行一次自选属性转化 其他的增幅 都是在之前的基础上 加了些百分比 只有最后的这一项 多出来了两个新的技能 新的增幅 都是战斗类的 只是这个属性转化 会让他原本的白色羽毛 跟着出现转变 小洛现在非常厉害了 只要是咱们家刷新的入侵生物 都能被你碾压了 夜九摸摸小洛头上的羽毛 看着他的属性 再次确定 小洛是对战斗力 有着极大的执着 属性这个 虽然说是 每次复制之后 可转化一次 可他的复制没有限制 想换了重新复制就可以 约等于是无限制了 但是 但是会变丑 小洛晃晃脑袋 颜色变来变去的 他不好看 在外观这方面 他是非常在意的 偶尔换个颜色 多一些新体验 不需要的时候 咱们就再变回本来的纯白 夜九在小洛的脑袋上 轻轻顺毛 温柔地哄着 哄了一小话 小洛从蛋壳里出来 蛋壳破碎后消散 白色的孔雀 将脑袋搭在夜九的肩头上 继续安慰 主人就是太温柔了 明知道他是在闹 却还是这么有耐心地哄着他 主人 我能开口说 人类的语言了 你都没有注意到 撒娇上瘾的小洛 将小脑袋贴在夜九脸上 他是说话了 不是意念交流 是开口直接说出来的 嗯 小洛最体贴了 夜九这话说的 一点都不走心 但还是让小洛开心地晃晃脑袋 跳到地上摇摇晃晃地走出门 找小呆小闹炫耀一下去了 主人说了 小洛最体贴的 真好哄 云生早上起床后 就过来看一眼 本来是在看着小呆和小闹 在雷狱之中的训练 现在看着小洛出壳后 这嘚瑟的状态 靠在小小身上 笑得满脸嫌弃 这一家子都不弱 可他们这一家的相处 就完全是互相哄着 而且是没理由的 哪个想要被哄着了 其他的 就得凑上去哄一哄 差不多 都是很好哄的 夜九一有所指的感慨一句 跟眼神无奈的小小对视了一眼 笑着走向了厨房那边 房子里有两个炉灶 外面的空地上 也有各种做饭的炉具 两个锅里炖上肉 出门在这边切菜切肉 早上简单地煮了个蔬菜瘦肉粥 又炒了个辣子鸡 蒸了条鱼 在早上的八点半多 当小带小闹 一起从雷狱之中走出来时 刚好是可以吃早饭了 做饭的期间 夜九和云生换班的 分别去隔了单人狩猎副本 等会儿吃完饭 可以再换班 去多人采集副本转几圈 你先去采集副本吧 等你回来之后 中午我也度节提升一下 提升之后 我下午再去 云生在吃过早饭之后 躺在小乖 给编织的藤万糖一上 端着果盘慢悠悠吃着 催着夜九 先去采集副本收割一圈 虽然他们现在不是很缺少材料 可多人副本里的宝箱 还是可以惦记一下 说不定运气爆发一下 就能开出需要的物品了 我调整一下 控制好了就去 你可以先去找大豹子打个招呼 聊几句 再回来看家 夜九看一眼雪豹王的那个方向 让云生想去就去 反正他总惦记 外面豹子的事情 也藏不住了 小小对此都习惯了 最多就是嫌弃一下 这个家伙太没出息 那我就先去看看 小小 你跟我一起呗 你放心 我这次一定不贴到墙上了 真的 绝对不给你丢脸了 云生转头 就找他家小小商量 然后 就在小小满脸的嫌弃眼神观照下 一人一狗出门找那位 还是有点远的邻居 进行每日一次的打招呼了 大豹子是副本boss 云生偶尔会表现的比较夸张 夜九在看到自家几只都好奇的时候 给他们稍微的讲了讲 那是个什么状态 小乖在旁边竖起一道藤万墙 然后卷起了小闹 让他四招铺开的正面贴上去 应该就是这样的吧 差不多 夜九正在控制雷玉的稳定 回头 看着作演式的这俩 笑着点点头 确实就是这种状态 在他确认之后 小呆和被放下来的小闹 趴在地上笑得四爪一阵扑腾 那个人 怎么比小呆小闹还要傻 宝箱里面是能开出配方 可有价值的 就少之又少了 夜九去多人采集副本 捡了十几个宝箱 有配方 有种子 有食材 有各种材料 运气是很好 几乎每个宝箱里面 都能拿到最少一张配方 可这些配方图纸的用处 是真没多少 副本等级是三级 副本内宝箱的上限是四级 四级宝箱最高也就是 有可能会出一张五级配方 但三级副本里 最多就有三四个四级宝箱 甚至可能就只有一个 想在这其中 开出月级的道具 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那是因为你发展的太快 大部分玩家 都是一至三级 我这个四级 就是大佬了 你是直接进入了 七级之后的另一层 你现在 还吐槽资源等级 跟不上你的发展了 云生坐在一旁吃着瓜子 偶尔会给夜九来上 一个嫌弃的大白眼 你自己提升得快 不要被其他人 也都当成是 这一阶段的行不行 如今 他还是每天出去溜几圈 看看每个玩家的 家园情况 再去外围看看那些 被隔离在另一个范围的Boss们 目前Boss的等级 都是六级 就算大豹子进入六级 就满战力 也没有提升到七级 他好奇地问过 大豹子说 还不到时候 很快 你就是五级大佬了 夜九现在 很想用雷在云生的脑袋上 劈几下 他就是感慨一下 这家伙还当真了 不知道人是偶尔会发出一些 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吐槽吗 我确定 你的眼神很危险 你不能欺负人的 我很怕疼的 云生缩了缩脖子 刚才好像是有点飘了 竟然在要用到这家伙的时候 吐槽他 这个小心眼的 他绝对会下黑手的 怕得很 先别吃了 一会儿回来再吃 放下怀里抱着的小呆和小闹 夜九站起来 催着云生快点 这都快要到中午了 忙完了 还要回来吃午饭的 作为被打上了吃货标签的他们 正点的饭菜 是要尽可能保持稳定的 在正点的饭菜之外 还得再加一些零食 茶点 夜宵 随时的美味小惊喜 我的焦糖瓜子 我好惨 我要被虐了 小小你 一定要多回来 看好我的瓜子 从哪学的这些说法 奇奇怪怪的 啊 这个啊 今早上去找大豹子的路上 绕了半圈 看到一对玩家情侣 他们有一个要去狩猎副本 走之前 就是这么的深情 玩家 情侣 你确定 小小不会 想要把你踩地上 小小对我可好了 而且 我现在是要去挨雷批 小小舍不得这时候教训我 我跟你说 那对情侣啊 他们竟然在这样的环境里 爱得痴缠 爱得沉沦 爱得只有你我 爱得 脑子有病 随时都可能下刀子的地方 在这里谈情说爱 我也发现了 那个女的家园 缩减到 只有你房子这么大点地方 那个男的家园拓展了好几倍 然后女的住在男的家里 那女的享受不到任何的家园 和房屋增幅 自身的排名奖励 也会缩减 恋爱脑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是路过 看到他们的深情离别 所以才稍微地关注了一下 你可小心着点 听说有一些玩家想着 要跟你发展一点深层次的交流 男女都有 没人敢来 来多少 烧死多少 我要告诉那些惦记着你的 你太无情了 你有情 你去 不去 我可是天生的神族 LAP的神族 你果然小心眼 两人闲聊着 来到了云生家的一片空地上方 这里就是给云生杜杰流出的空闲之地 玩家杜雷杰 是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 但只有在自己的家园里面 才能维持住能量的后续供给 之前9999家的数数 是因为太弱 而且能量吃得太多 所以夜九才会带着去个空地 但云生不一样 这家伙晋级之后是什么样 夜九也猜不到 谁知道 会不会突然就搞个 惊吞模式的能量风暴 在空中引出了高强度的劫雷之后 夜九下一刻 就迅速地退回到山顶 看着云生站在空中挨雷劈 这雷杰 他真没控制 但这一次 也是真的凶残了点 夜九你欺负神 云生在挨了第一道劫雷之后 暴躁地嗷嗷喊话 再被劈了第二下 第三下之后 他没动静了 实在是没精神再去吐槽了 等九道劫雷落下之后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的云生 黏黏地来到了山顶上 小小 这个混蛋公报私仇 他欺负我 云生抱着跑过来的小小 脸贴在他的身上 哼哼唧唧地控诉 太惨了 杜雷杰这么惨的 还好他资质好实力也好 差不多就行了 中午吃麻辣水煮鱼 还是辣子鸡 夜九看着小小满是嫌弃的眼神 无奈地摇摇头 哄孩子这种事 还是让狗子去做吧 时间差不多 该做午饭了 全都吃 麻辣水煮鱼 辣子鸡 红烧肉 蒸鹤肉 烤羊腿 麻椒鸭 说起吃的 云生越说越开心 点了一溜的菜 吃货 夜九不可能去做那么多吃的 嫌弃地吐槽了一句 翻过院墙 回到自家山顶 就先做他说的那两种吧 看在这个邻居 被劫雷教育了的份上 再加个蒸鹤肉 跟烤羊腿 反正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他家现在的存货里 最多的就是食材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 不能只是吃 更要自己学着做 虽然他知道 自己手艺是差了很多 但熟能生巧 多进行尝试 也能发现一些 自己之前没品尝过的味道 又不是你家孩子 你怎么也惯着他 那位这是出去溜一圈 又回来了 那是您家孩子 我这不是怕给他饿着了 到时候您再心疼什么的 夜九手里做饭没停 随意地就回了一句 我哥之前在那边 做点坏事被发现 现在贝琳回去 当苦力去了 他让我来看看 信息字幕抖了一下 随后就刷新出了一条新的 抱歉 我以为是那位 中午要一起吃点吗 我觉得 我处于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长进 夜九看着字幕 有点尴尬 但这既然是那位的弟弟 或者妹妹 也不算是说错了 而作为一个对热爱食物的人 打招呼时候 最真诚的邀请 就是要不要一起吃点 好啊 麻烦你了 信息字幕再次出现变化 被邀请一起吃饭 自然是要答应了 云生长大了 温和干净的声音 出现在云生的旁边 一只手搭在了云生的头顶上 最先被看到的 是一对黑色的翅膀 像羽毛 但更像是未知属性的金属打造 修身的长裤 光着脚 上衣看起来 像是挂着一块随意搭上的布条 身材看似瘦弱 但又绝不可能真的弱 清秀干净的一张脸 却在眉眼和额头两边 带着些许的花纹 仔细一看 还能发现 她的胳膊和背上 也有着类似的痕迹 尤其是那一头脱地的黑色长发 浓密又顺滑 比夜九的头发 还要长了一些 你 你 你又是谁 云生之前才见过一个 自称是他爹 但又不是他爹的 现在看着这个 一脸温柔的 他脑子冒出一个 完全不靠谱的想法 但又迅速地把那个想法打散 虽然都是长着翅膀 但明显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他们肯定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 绝对跟某些离谱的猜想没有关系 我是林贤 不管是从哪个方向来说 你都是要喊我一声叔叔的 林贤放开手 站在旁边 笑得自认温柔无比 就等着看云生的反应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不能随便认亲戚 小小你说对不对 云生低头 抱着小小的大脑袋不撒手 一个个的 都把他当孩子哄着 却有很多事情说得模模糊糊 偏偏他自己 还没有太久 之前的记忆 汪汪屋 小小点点头 云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至于旁边那个 先把那个学习这么久都没学圈的笑容收了 要不然 狗爪子一样 会踩在你脸上的 行吧 听他的 让我先抱一会儿 手感真好 林贤看着嫌弃他的大狗子 无奈地抬手揉了揉脸 把那份模仿来的温柔散去 他就是玩一下 叶哥都说 不用纠结 你怎么还是这么大的意见 咱们山上 剑神踩神玉魔踩魔的十月大佬 你竟然有了个小小的新名字 回家之后 你可就要被追着笑了 哇 小小张嘴 咬住林贤的肩膀 甩几下没甩开 就又给放开了 本来是想咬他脑袋的 但想到不能教坏年轻人 这才把嘴歪到了肩膀上 你的肩膀 没事吧 云生看着小小 直接下口就咬 再放开手凑过来 看看他的牙 然后又看向了林贤那 没有衣服遮挡的肩头 虽然知道 小小跟他们是早就认识 但你们打招呼的方式 是真够凶残的 之前那个被踩脸 现在这个被一口咬住 没事 在小孩子面前 他还是很温柔的 林贤笑得很开心 这才是他熟悉的 软乎乎大狗子 不过 似乎是吓到小朋友了 你也是看一眼就走吗 可能是自己本来的家人 云生虽然表面不承认 但内心 还是有一点点便宜的期待感 之前那个是 来了看一会儿热闹就走 现在这个 应该也差不多吧 我不着急回去 我哥是惹出事了 挖了几座山 最后空手而归 现在被找回去 带那几个小不点一起玩 顺便当苦力挖山去了 林贤说起那件事 除了吐槽 还有点幸灾乐祸 谁让他哥那么无聊 非要去骗一群小家伙的 现在好了吧 给他自己去挖了 骗小孩 云生眨眨眼 一时间不知道是该笑那家伙活该 还是同情下 那家伙 如今被拽回去当苦力 外表是小孩 年龄 难说 林贤解释了一下 但也没有说得太清楚 有些事情说不清楚 年龄和某些自我认知 并不是一定就成正比的 他们还算比较温馨地聊着天 夜九在另一边迅速地做了午饭 自己是感觉还挺满意的 在饭菜端上桌的时候 云生和林贤也过来一起吃 小小就跟小呆小闹他们 一起用大盆吃 吃过了午饭 云生还是要去采集副本的 而林贤也在凑近小呆小闹 摸了两下之后 就打算出去转转看看 那边的大豹子 让我给你带过来 他说这俩都太闹腾了 他那边现在是越来越乱 这两个蜷缩起来的小家伙 来到了夜九家的山顶 微微和大白 你们俩干什么了 让大豹子找到机会 就把你们扔出来了 夜九伸手 接住了只保留核心的 超小薔薇花王 以及缩成筷子那么大的小白蛇 雪豹王说 他们太能吃 给他家吃的都快生物灭绝了 林贤看着迅速缠绕在夜九 两手手腕上的这俩 笑了笑 同情下委屈的雪豹王 大白 你吃了多少 夜九低头 看着脑袋上 带着一枚紫色鳞片印记的小白蛇 想听听 他们都干了什么大事 能把雪豹王家里的生物 吃到快灭绝 你们两个真能折腾啊 我是今上午才去的 就吃了两只鸡 三只鹿 四只兔子 五只狐狸 小白蛇重点强调了一下 他吃的真的很少 是他问什么能吃 雪豹王说 随便吃的 所以 是让微微吃的 就只剩下那么点了 夜九能脑补出 雪豹王看到家里 已经没什么存货 然后才说 让大白随便吃的那种心酸 我每天就吃一点点 薔薇花王纠结的晃晃之条 他每天吃一点 吃一点 吃 然后就 吃的没多少了 剩下的那些 又被大白蛇给吃的 没剩几个 行吧 你们是住我家 还是在我家外面 给你们圈一片地方住下 夜九确定 这俩是不可能做玩家宠物的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是暂时收留 或者是给他们圈出一部分的生活区 但不管怎么安排 暂时都不能让他们 跟其他玩家接触 至少也要到了boss那边 跟玩家互通时 才能让他们自由活动 这大概算是在家偷偷的养boss 单独圈个区域 可以给我们准备点动物幼崽 或者鱼苗什么的 我和这家伙慢慢养着吃 若是让他在你家活动 谁知道 他的根系会覆盖到多少的地方 太能吃了 小白蛇的脑袋摇晃了几下 他确定 这颗薔薇在吃东西的时候 是控制不住的 与其在夜九家里搞破坏 不如给他们的地方 他们弄点基础资源慢慢养 养多少吃多少 养不起来就少吃点 我吃的也不是很多 但这家伙说的也没错 总是要自己努力才行 我能改造环境 你给我们准备点幼崽 我们一定会加倍还你的 薔薇花王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但他也跟大白的想法差不多 就是他们都必须靠着自己的努力才行 之前在雪豹王那里没干活 是因为他在雪山扎不下根 不只是无法生长 还因为寒冷而只能靠着吃来补充 所以就让雪豹王嫌弃他 太能吃了 我这附近空地挺多的 给你们圈起来一部分 但我要把周围再绕起来 毕竟你们现在到了玩家的范围 不适合直接暴露出去 夜九打开地图看了看 将他家最外围那一圈进行新的调整 他家的地形确实是需要道具 才变化了这一次 但家园最外围的平地 还是能继续调整土壤排练 原本平整的一大片平原 被从中间掏出一个空置的区域 在这个空白区域的四周 出现了迅速刷新的院墙 随着这个位置的土地 被迅速地挪到外圈 这一片不算他家范围的空地 就越来越大 你们先过去 确定属于你们占领范围后 我挪走多少 你们就占据多少 防止有其他玩家使用道具 直接搬到这一块空地上 夜九看一眼聊天频道 他这才在家里挪出几百屏的空地 就有人说 看到大老家 疑似是在搞特殊建设 还有人提出建议说 可以让低级玩家 直接搬家到这个空位置 地图开启后 玩家都可以看到 其他玩家的家园面积 虽然看不到具体的布置 但玩家家园的覆盖范围 都是有显示的 那我们就先去了 夜九 你是个好人 对我们来说 是最好的好人 小白蛇没想到 外面的玩家 还能连这种别人家的位置都想站 这时候 尾巴卷起只有小苗的薔薇花藤 打个招呼就跑了过去 在他们落地之后 那一片空地迅速地出现了变化 一层层的水波和陆地 刷新了出来 水是大白蛇的生活区 陆地是薔薇花王的领地 两个BOSS的领地入住 原本在外围的那两处领地 瞬间空置 附近的其他BOSS拓展范围 直接把地盘扩大了许多 之前虽然也有抢地盘的 但那只是 抢了对方的地方 能过去活动一下 锁手的标签是不变的 现在他们两个落地 就搬了领地过来 随着周围腾出来的空地越来越多 他们能拓展的领地范围 也就越来越大 又封闭起来了 小白蛇脑袋贴在空气墙上 眼睛委屈地看着夜九 完全没想到 他们搬家的结果就是 那个隔离的空气墙 再次地出现 早知道 还是会有空气墙 他们直接就找个空地就行 也不需要让夜九 一直调整家园领地的土壤了 你们继续拓展 先能放开本体自由活动 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夜九也是没想到 这空气墙 跟他家自动刷新的院墙一样 会是这么及时地出现 直到巨型白鳞大蛇 在水中翻滚几圈 扬起大脑袋 另一边的薔薇花王 也舒展枝条后 开出了成片的花海 这才终于是让他们 有了一个 能稍微舒适一些的新领地 鱼苗和动物幼崽 我给他们送进去 灵贤对薔薇花王和白鳞大蛇 没什么兴趣 他只喜欢大大小小的毛茸茸 但毕竟是雪豹王 让他带出来的这俩 现在又给关起来了 至少要把基础的生存所需 都给他们安排上 各种一至三级的鱼苗 还有一些动物幼崽 可能结果的植物种子 被夜九收拾出来 装在两个大号藤边箱子里 让灵贤用了空间交换 就给转移到了水面上 他说谢谢你 你是个大好人 他很喜欢你 大白蛇跟薔薇花王 分了这些东西 然后就回头把薔薇花王 不让他讲的讲了出来 不就是想跟夜九表示下 感谢和喜欢的吗 竟然还会害羞 真差践 他就不一样了 喜欢那家伙 就是要直接表达的 我也很喜欢大白和薇薇 你们先收拾下家里的布置 我去把那边的区域都种上树 差点忘记了 这是我家小呆 小闹 小洛 还有他 小乖 夜九准备再搞点种植 突然想起 自家的小家伙们 还没有进行介绍 薔薇花王 晃晃靠近边缘的叶子 他感觉自己的名字 像是被重视了 至少 是特殊的不是吗 我该庆幸 初见时 就不是小不点 大白蛇的钻到水里 笑了几秒 然后才从水里钻出来 脑袋趴在水面上 还是笑的蛇尾在圆处摇晃 虽然他们其实本身是 不需要人类玩家给取名字 而且 就算有了名字 也不会显示在自身的信息里 可他依旧是觉得 夜九的取名能力 真的 太差劲了 想想雪豹王 大豹子什么的 哎呀呀 突然就很可爱了呀 确实 要不然就是小白了 夜九承认 自己在这方面 确实是挺糟心 可让他想个文艺一点的名字 他会有种脑子打劫的感觉 再次的跟着两个boss摆摆手 夜九去对新的家园部分进行调整 小乖的交错着 从水中出现 跟着他将某些空白的地理都种上 在这个空气墙外 小呆和小闹 踏在了他们家的院墙上 跟空气墙内的大白聊天 他们的聊天内容 让坐在狼身边顺毛毛的灵弦 笑了又笑 就算蛇铃看起来闪闪亮亮的 可只要是小动物 就基本都是很可爱的呀 9989比180 你在不在 大佬会不会解读 我在副本里 遇到了一个水草类的玩家 现在显示被寄生 有个保护时间 我不能对自己下刀子 救命啊 在第四环节 过了十几天的时候 这一天的傍晚 夜九正抱着两只小不点 一起吃果盘休息的时候 看到了聊天频道 刷出来的这一条信息 9989号玩家 夜九看一眼榜单信息 这位目前排在第五位 排名是挺靠前的 但这个运气吗 寄生这种 你能给处理了吗 云生正在餐后水果 也看到了这条信息 就停手回来 看了看夜九 这个9989号玩家 也是比较富裕的 现在被寄生 如果能处理 就可以赚一波 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 大佬能给安排度雷节 可这都十几天过去了 除了9999家的叔叔 之后 就只有666号和8808 这两个玩家找他 买的平安 度个普通雷节 收费自然是不便宜的 而且到现在 也没多少个玩家 能轻松单刷三级狩猎副本 所以 这生意真难做呀 寄生 属于两种存在融合的保护器 在还没融合之前能处理 就是控制起来挺费劲 记得把价格抬高一些 夜九确定的点点头 他能处理 但着急救命的是 必须加钱 好嘞 云生把手里切一半的果盘 放在桌子上 摸了摸 他家同样在被投喂的小小 直接顺移着 去到了9989的家园外面 180 你自己还能出来吗 还是我去你家看看你 真是不小心 都有过某些例子了 在副本里 可注意这点吧 9999 好惨的9989 祝你好运 可不要成为下一个奇怪生物 8比9989 你着什么急呀 你可以再等等吗 现在的你是无敌的 你完全可以用着这种无敌的模式 去尝试之前不敢做的事 6606比8号 你别坑人 被寄生之后 早点处理早好 处理晚了 就难解决了 8888 就是就是 还是早点处理了才放心 寄生就是抢夺身体和身份的 1209 有知道哪个位置是9989家园的吗 好奇想见识一下 能给看吗 6 我知道我知道 东北角 东大约是1 20 北约有1 50 交汇出那个比较大的家园就是了 179 看热闹这种事 还是少去为妙 人家不一定会想要被围观 1 看一下而已 之前有人出这种事 咱们都去看过 现在看一下 又不会影响到他们 这可是难得 能仰望大佬的机会 聊天频道里很热闹 即使现在 又很多玩家起了纷争 有打残打伤 还有打死的 但不影响这些玩家们 喜欢凑热闹的心 在云生那边谈好了价格 喊夜酒过去处理的时候 已经在那附近 汇聚了几十个玩家 不管是在什么环境里 吃瓜群众 是永远不会缺席的 大佬 我这还能救一下的 是吧 9989 看着夜酒出现 苦涩的眼神看过来 带上了几分祈求 好好的一个高壮汉子 外表看着是硬朗型 可这时候 已经只剩下了活命这一个期待 虽然目前还没感觉到不舒服 可他在被寄生之后 就知道要完了 现在有人能救他的命 别说只是要一千颗五级能量珠 就是要他所有家底他都给 而且 他是可以提前把交易的能量珠 给180号 却始终无法从180那里 感受到安心 谁让180这家伙 总是一副看热闹的欠欠表情 他做什么 都会让人怀疑 是想看热闹 能救 就是得糟点缀 你可以的 夜酒无视了周围 想看热闹的那些玩家 往前两步 靠近了9989 抬起的一只手 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随着肩膀被拍 冰寒的水气瞬间涌出 将他包裹 下一刻 就被夜酒手臂一挥 扔到了空中 被水球包裹住的9989呼吸 都感觉困难 但随后 他就一脸震惊地盯住了 被寄生之前 受了一点表皮伤的胳膊 拿一条胳膊 在之前看着很正常 现在随着冰寒之气 向着内在渗透 一条条细小如丝的水草 正在长出来 在水草出现的同时 水球表面 开始有雷光波动 这也还有脆体效果的吧 早知道 就该让他再加一份 被限制住不能动 然后就一直被雷击摧残的 9989号玩家 想想 还是要再加一点费用的 他家能拆的都拆了 你准备让他先欠着 夜酒语气随意地回了一句 同时控制着雷击 一次次给9989 进行雷击进化脆体 那个保护模式 是在融合之前 不会被其他玩家攻击 更不能自残 但强化还是可以的 至于在强化过程中 顺便进化血肉内脏中的杂质 这不属于攻击 因为9989没受伤 对哦 他又不能逃掉 就算是现在没有 他可以欠债 我每天来收账 云生眼睛很明显的亮起 他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反正他每天也是到处闲逛 就每天有目标的催个账 180又要冒出坏心思了 9989会哭的 一定会哭的 在他们的不远处 两个一米五左右的女孩 手牵着手 笑嘻嘻地吐槽着 180是有多么喜欢欺负人 说话的那个小姑娘 就是179 一个曾经是180邻居 现在是搬到2022旁边做邻居了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打不到 骂了没用 骂狠了 还能请大佬来出手 9989除了老老实实地还债 也没别的选择了 2022小声地说着 被180盯上 就别想逃了 老老实实地 还能给留点后续发展的机会 两个小姑娘 不要说话太没限制 180能听到的 说不定接下来就要盯着你们了 一号靠在他家的黑鹰身上 看一眼 目前应该没时间 打理他们的180 和那位始终不知道编号的大佬 回头就跟这两个小姑娘提醒一下 稍微收敛一点吧 现在是没空理你们 可等180无聊了 说不定他就会想起来 要去找你们聊聊天 还好吧 我之前总是吐槽他 他最多就是吓唬人 你们见他出手 杀过玩家吗 179 看了看一号玩家 嫌弃的撇撇嘴 再次强调了 180不会攻击玩家的这个事实 已经很多玩家悄悄猜测过 180的无敌模式 代价就是他 同样伤不到别的玩家 他不动手 这不是有愿意收了材料动手的吗 一号不敢正面说 只能拐着弯地吐槽一下 某些大佬 站着全区第一的大佬名头 却偏偏就跟着底层一样 给点好处 就跑出来干活 而且 都已经是排在第一了 还畏首畏尾 连个编号都藏着 更是不知道 收拢一下玩家 搞点合作发展 根据某些信息来判断 基本已经能确定 未来的玩家 是要有跨区域活动的 只有让整个区的玩家 都发展起来了 才能在对抗其他区的时候 有更多的存活率 小子 你羡慕也没用的 我脸皮厚 我还不怕被揍 我就是能厚着脸皮去抱大腿 云生原本还站在夜九的身边 这时候 突然出现在一号的面前 笑嘻嘻的表情 让一号迅速的连退好几步 他就知道 有些人会忍不住 但是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挑衅 是在想什么 难道是觉得人多了 就不能因为他说 几句酸话而找茬 如果他是这么想 那可真是有构成的 别说是他这个 从一开始就对形象 没有任何负担的 就是夜九那家伙 也不在意其他人怎么说 你宁愿 一号退到旁边 再次的抬起头看着云生 想说点什么 却感觉每一句话 都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 支支吾吾的 这是怎么了 刚才不是很能说的吗 你是不是觉得 我会装作听不到 多少是要维持一下 我们身为强者的面子 云生手指 在一号玩家的短发上 笔划了一下 笑嘻嘻的声音 让某些人听得背后发凉 尤其是当一号的头发 顺着他笔划的位置 其整整的被切平了之后 之前说 180不能对玩家动手的传言 直接就散了 我就是觉得 当老大 就得有个老大的态度 未来都是要开区域对战的 你们身为第一第二名 却只想着 赚点资源拓展家园 你们有想过 咱们这个区的弱小玩家吗 一号没感觉到头顶的变化 他只是看到 云生用手指着他的脑袋 而他却没有受伤 自然就认为 是不会动他 而且 他自认 这话是代表着 10089区的玩家 就算是吵起来 又怎么样 他又只是代表 大部分玩家 把这话说出来而已 进入这个环节的时候 你排第七 现在你排在第五 末尾的那些玩家 依旧没挪地方 你既然是有这份 为大家的心思 把你家拆了分 给比你名次低的玩家 他们应该会感谢你的 你们有想要材料的 可以先谢谢一号了 想来 他一定不会舍不得 夜九那边的雷击控制 已经结束 在让9989 从空中落下来后 他走到了一号玩家的身边停下 笑着对旁边那些玩家招招手 让他们都可以来跟一号道谢了 毕竟 都能说出这样的话了 这人肯定是要先为了 比他弱的玩家们 放弃一下自己的小小利益吗 真有这种好事 我是在一百多名 一号啊 谢谢谢谢 我这人比较喜欢吃水果 把你家果园拆一部分给我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家里缺水产 一号啊 谢谢你的慷慨 我也不要多了 分我几十条三级四级的鱼 我回家养着 慢慢繁衍就行 我我我我 一号你看看我 咱们也算是熟悉的 你分我点高级的矿产 我一定会每天都对你说谢谢的 我要点土壤就行 在有人跟着起哄之后 附近的很多人 也都来凑热闹 大部分的玩家都清楚 想要什么 全靠自己努力 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 可有人打着他们的名义来搞事 这时候 大佬都发话了 自然是要表个态了 你们一号 看向盯着他的那些玩家 有种自己是带宰羔羊 正被一群恶狼给盯紧 他知道 这些人是害怕大佬找他们麻烦 可现在是他们人多啊 人数差距大的时候 更多的玩家 就能代表这个区的所有玩家 这俩人就算是强 他们也不能跟整个区的玩家 站在队里面 可他们为什么都不配合了 甚至还有人是在来的路上 说好了 要站同一阵营的 现在却比谁都快一步的落井下石 看来 大家都挺懂事的 懂事就好 未来如何都是未知 想活命 想过得好就好好努力 看看人家一号玩家 就能从最初的一百多名之后 跑到第三 再调到第七之后 又提升到了第五 这都是个人努力才有的成果 只是他努力归努力 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云生看着周围人都很失去 手指在一号玩家的肩膀上拍了拍 心情不错的把这个挑衅的人困在了空间封锁之中 他都已经五级了 就算大部分时候不动手 可限制住一个才只有三级的玩家 这本就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 你不能杀我 我只是代表大部分玩家 对你们提出意见 希望你们承担起强者的责任 你们不能因此就杀我 你们不能滥杀无辜 被限制住肢体动作的一号 玩家感觉到不妙 但他依然是理直气壮的表示 不能伤害他 我不杀你 我只是带你去个地方 让你的血肉能起到最后的一点贡献 毕竟都是生灵 我们家里养的那些鱼下 也都是需要吃饱了才能长大 长大了 才能做食材上餐桌的 云生歪头 看了夜九一眼 在夜九点头之后 拎着被封锁住的一号 就瞬移离开 你们跟一号要的材料 可以等玩家能互相拆家园的时候 再去拆了 带回家用 夜九看着周围惊呆了的玩家们 笑了笑 也化作雷光 在空中闪烁了几下 从这些玩家的眼前消失 咳 所以 我这是赚了吧 9989 99抓了抓头发 咳嗽一声 把那些人的注意力拽回来 你赚了多少 有玩家眼神怪异的盯着9989看了一眼 不确定 这人又在嘚瑟什么 180 不是说 想让我欠债吗 现在一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他也没说我欠着多少 那我自然就是躲过一劫 9989 眼神嘚瑟的表示 都是一号吸引注意力 才能让他被忽视掉 只是他嘚瑟的结果 就是有人直接跑去聊天频道发话 让180 不要忘了正事 9989 还在等着你来 跟他算算 欠了多少债 你都不问问 我是不是真把一号扔水里喂鱼虾了 云生先回了家 处理了一号之后 才回到山顶 看夜九已经悠闲地坐在这里喝茶 一只手还忙着给大大小小的宠物投喂 等不到询问 就只能自己主动了 喂鱼虾和喂树都一样 在副本里的动物都吃过玩家 玩家也会吃玩家 又不是什么大事 夜九给云生倒了杯茶 推到对面 就继续给自己添上 这家伙果然是之前没杀过玩家 这点是值得特意提起吗 你个猎杀狂魔 我是一个单纯又无辜的神族 第一次击杀玩家 有点纠结 也是正常的 云生嫌弃冷亨 端起茶杯 慢悠悠地喝了一小口 这茶不错 看不出来 这家伙还悄悄地搞茶叶了 你在多人副本里 杀的boss 很大概率就是玩家 按照副本获取的材料来说 你击杀的比我多 夜九是在对面 这家伙得死完之后 才提醒他 不要无视了另一类的玩家 都是玩家 只是频道不一样 所以 很多在副本宰了boss拿材料的 都是击杀玩家 而且 很多喜欢吃的 都是把食材拿回家做成食物 也就是吃过玩家的 这种事情吧 其实不用说得这么清楚 不爽地瞪了两眼 云生靠在椅子上 慢悠悠地喝着茶 思绪有点飘远 他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不管是玩家 还是过去世界的某些人 数量上可能比夜九要多多了 可不管事实是什么样 他现在就是觉得很好玩 人设什么的 该维持就维持一下 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 出门你装就装了 现在歇歇吧 接下来 除了提升实力 还有家园的拓展 也要继续跟进了 等下一个环节 就有工人了 工人是会繁衍的 到时候 每个玩家的家园里 都可能会发展成生命领地 甚至可以说是 各自的王国 夜九手里 拿着那张工人卡看了看 他也是回来后 吃着零食看地图 突然想到的 第四个环节 一共有60天 还有40多天才结束 足够他们把家园再拓展很远 至于本就靠近了 他们这边的玩家 一点点的慢慢挪就是了 玩家确实是需要搬迁令 才能把家园 搬到另外的位置去 但只要是在领地范围内 拆东补西 一直拆一直补 家园就能摸地方 这是到了第四环节之后 给玩家解开了房屋位置的锁定 总算能让玩家 可以更大限度地自由调整了 可若是某些玩家被围起来 那也只能说是 比较倒霉了 尽量吧 我现在没有太大的追求 一直保持在第二就行 你忙你的 我带小小出去玩一下 估计那些人玩家 都在背后讨论我呢 我得去听一听 云生喝了茶 跟夜酒摆摆手 带着他家大狗子 一起出门玩去了 暂时不想出门的夜酒 先是在山顶修炼了一会儿 随后就去到地下室 将各种制作完成的物品卖掉 换到手的材料 继续放上加工 他现在加工最多的物品 是五级强化药剂 自己的五十份 已经全都吃过了 云生的也拿材料 跟他换走一批 之后的 就是制作多少 就拿出去卖多少 以前大佬能不能看到这条信息吗 180 那家伙发疯了 我刚才看到 他咬了狗子一口 现在被狗追着到处跑 大佬能看到 快来管一管吧 真的是没眼看了 666 我也看到了 小时候常听人说 狗咬人一口 人不能咬回去 可今天我真是长见舌了 竟然有人无缘无故 跑去咬狗子一口 179 你们都在哪呢 我也想看 为什么我就看不到 这么好看的画面 180 你们几个眼睛有问题 明明就是 我跟我家狗子说要赛跑 说完我就开始跑 然后他跟着追我而已 什么叫人咬狗 说的跟他这一身毛我能咬得透一样 9999 远远为观 坐等第一视角的玩家 能再给来点文字转播 1209 比9999 你还需要转播 你不就是在两位大佬家旁边吗 平时就没看到 180在家里闹腾 聊天频道挺热闹 夜九正在家园的外围 挨着投放土壤 在看到信息的时候 愣了一下 摇摇头就继续干活 还能在聊天频道里闹腾 说明人事没事 他家现在的家园面积 已经拓展到2953万平米 接下来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在第四环节结束之前 把家园面积拓展到5000万平米以上 如果是刚好5000万 每天就需要45万左右 这数字是挺大 但玩家的基数更大 近副本只能刷到低级材料的玩家 还是大多数 所以高级材料换低级物品时 只要价格不离谱 都是非常快速的 当夜九放下差不多40万份的一级土壤之后 他还能再去雷狱的中心区域 继续脆体修炼多半天的时间 每天早上起床 做饭的空隙去个单人狩猎副本 等吃饱了 就去了多人采集副本 开开箱子 很快就回家 回家之后 卖出制作的产出 除了继续制作的材料 其他的都换成一级土壤 去进行扩建 偶尔还会有人通过聊天频道 喊180 找人去谈谈价格 让大佬给照顾一下 或晋级或搞点 会有麻烦的家园建设项目 每天基本差距不大的日常收入 偶尔有点外快 夜九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悠闲 直到 10089区 有个玩家杜劫 在被劈到半残之后 终于还是提升到了六级 这个玩家在杜劫之后 休养了三天时间 然后在很多玩家注视下 气场全开的 跑到了夜九家院墙外 你是要来测试下实力的 夜九抱着银色跟黑色的小不点 坐在厚度一米的院墙顶上 有些好奇 这个玩家 到底是有多脑抽 他知道这个玩家 曾经自称是来自 丧尸末式的8085号玩家 这位的名次 一直不是很靠前 但大部分时候 也都能维持在100之后 500之前 大概十几天前 这人的名次迅速提升 每天都能增加十几名 直到杜劫之后 一跃成为了 当前区域玩家排行榜的第三名 他比9999号玩家的排名要高了 所以 虽然是没有超越第一和第二名 但这人就是觉得 他能行 毕竟 前三名的家园范围大 很多玩家就一直在相信着 他们的名次的积分 大部分来自家园面积 可是 第四环节 10089区 玩家整体评分榜 第一名8898号玩家 当前综合评分6 4976亿 第二名 180号玩家 当前综合评分2 9982亿 第三名 8085号玩家 当前综合评分1 0548亿 第四名 9999号玩家 当前综合评分8985 排名确实是在第三名了 但是这个榜单 依旧是保持着之前的标准 每一位玩家 都只能看见自己 排名之下的玩家编号 和评分数值 夜九的综合评分里 个人占力评分5 7745亿 家园面积评分5230万 四个宠物整体评分2000万 房屋评分1万 看一眼自己的个人数据 再看看对方刚达到 一个亿的数值 夜九终于体会到了 180偶尔会吐槽的某些话 是什么意思 在大部分玩家的认知里 六级已经是 他们能想到的极致 因为boss里面的最高实力 也才只有六级而已 一级个人身体 和精神双向强度上限是49 二级玩家的双向强度 在50-99 三级100-499 四级500-999 五级1000-4999 六级就是5000-9999 玩家在这个游戏世界 已经生活三个多月 也都能得到一些 超低级的修炼功法 平时每天都去采集 卖卖低级材料 换点一级或二级的强化药剂 大概率都是可以安稳提升到二级的 只要勤奋 而且运气不是特别差 提升到三级也难度不算大 想升到四级 对大部分玩家来说 还是有难度的 能升到五级 就能在聊天频道自称强者 六级到目前为止 也只是在8085 提升到六级之后 才跟其他玩家讲起 这第一名和第二名 有一定概率提升到了六级 但这人觉得 这两人提升到六级的概率 也没多大 他还很有理有据的 在聊天频道分析着 说他跟前面这两位的评分是不一样的 毕竟这两位的家园那么大 明显就是家园面积评分 占了个大多数 8085 自己家的范围很小 家里也没什么特殊宠物 所以他在某些方面 说的也没错 他的评分 就是全靠玩家个人占力对堆砌 只能说 8085 想到了某些方面 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第三名根本 看不到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综合评分是多少 你是来测试实力的 还是想打上山 或许真的来自某种末世 可这种时候发什么呆啊 不知道的 还可能以为他被精神攻击了呢 你是男的 还是女的 8085号玩家 仰起头 看着坐在院墙上的夜九 在一会儿的沉默之后 开口一句话 就让在旁边看热闹的某些人笑了起来 男的女的 这问题 你眼瞎加耳聋 还是有认知障碍 夜九真是要被气笑了 他知道 自己的长发 是让某些玩家在背后吐槽 可有胆当面问的很少 你要是个爷们 就出来跟我打一场 你要是个女的 就考虑下跟我交往 我的实力 配上你家的建设 咱们若是在一起 将是最好的组合 8085 无视了夜九的吐槽 还在说着 他刚才想到的一些可能 虽然这人的长相 更像个男的 可长相不是太差 只要能是女的 他就不介意地收下了 若是猜错了 确实是个表里如一的男人 那就肯定是要打一场 证明谁才是老大 好不容易 有个能提升到六级的 你说 你怎么就非要这么想不开呢 夜九低头看看 怀里瞪眼的两个小不点 把他们在怀里抱好了 再次抬眼 看向外面的8085 视线围着男人的周围 转个圈 然后就仰头看向了天空 雷杰 也是有强和弱的 心情放缓 夜九叹了口气 随后 就继续低头哄着 这俩暴躁了的小家伙 被人当成猎物什么的 却还是很讨厌 但咱们只要灭了对方就行了 不需要因为这种玩家的存在 就影响到自家的心情 尤其是不能说气的 吃不下饭 吃饭 不能耽误 这个玩家 既然是因为镀个雷杰 就有了勇气 那就让人家好好体会下 什么叫做 杰雷的破坏力吗 一夜九当前 能控制的最强雷击 只是出现了一下 被锁定的8085号玩家 都没来得及发出声音 就彻底不能再有任何反应了 就这样 没了 云生好奇地凑过去 手指在僵直的8085身上戳了一下 然后看着这么一个人 突然地化作浮沉散去 他还是稍微地有点震惊 这也没有太大的动静 他都已经准备 要在聊天频道好好讲一讲的 结果就这样 只是一道看起来没多少强度的雷击 人就化作飞灰散霉了 好歹显示一下你身为强者的气势 再不然就表现一下战斗的凶残 你这样让我们想聊都不知道聊什么 话题直接没了 我不喜欢跟傻子玩 逗着玩也不行 容易被拉低智商 夜九站起来 嫌弃地摇摇头 抱着他家两个小家伙 就进了院子往山上走去 我是在担心你的 你这样显得我很傻 云生吐槽一句就迅速地跟上 完全不给他看热闹的机会 这家伙果然还是一样的讨厌啊 9999 咱就是说 某些人是有多么想不开 他自己之前度个劫 就掉了半条命 倒是在这个世界养伤比较快 可养好了 就来找能控制度劫劫雷的大佬挑衅 他是不是之前度劫时候 挨雷劈 身上的伤治好了 但脑子里的残疾 完全没治疗过呀 666 估计是觉得自己也能度劫 就认为 劫雷伤不到他了呗 或者是自己度劫一次 认为 雷劫就是那样的 我是听说过一些 他好像是能在度雷劫的时候 吃着恢复类的药剂 一遍度劫 一遍补充修复 才能进入六级的 9989 那个死了就死了 180 你在不在 来我家聊聊呗 我最近又攒了点家底 嘿嘿 202 我的天哪 看我发现了什么 有人竟然主动跟180说 他攒下家底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来个翻译给解释解释 179 翻译来了来了 给姐姐翻译一下 就是9989 有资源了 让180过去聊聊 看看他存的家底 能换点啥 也或许是打算 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前 晋级提升 1231 我现在都不知道 是同情一下 9989 即将家底空空 还是可怜下 咱们这些 连点家底都没有的 6606 比180 你忙得过来吗 忙得过来 就等会儿再来我这里一下 我要准备度劫 求大佬给开个挂 这次 我想买个脆体强度 更高一点的 8781 牛掰啊 这生意 都能直接在聊天频道里谈了 那什么度劫时候的脆体强度 都是什么样 180 能不能来详细地展开讲讲 明码标价行不行 这样 我们自己看着包裹栏里的资产选强度 180 都先写着 我蹭饭呢 你们是不知道了 大佬不只是实力强 这厨艺也越来越好了 蹭饭时间不接生意 等我吃完了 再去找你们单聊的呀 1000 实名羡慕了 人跟人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180 那个厚脸皮的 都能被大佬收留 我之前就差一步啊 可惜现在差得有点远了 69 上一个自认距离贴近了的 现在已经化作 烟尘飘散了 1000 你也注意这点吧 你只是曾经名词接近 不代表你的实力 也能跟那俩大佬贴近 而且 到底谁是第一 谁是第二 目前可是一直都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18 说起来 8888 不是最开始都在大佬家附近做邻居的吗 后来搬得远了之后 连聊天频道里 都是几乎看不见了 你们谁跟8888号熟悉 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7895 关于8888号玩家的情况 我知道一些 他好像是怀孕了 不是那种副本里的寄生融合 人家就是真的怀孕了 现在是受保护的模式 111 120 1949 一连串的惊叹号 在聊天频道里刷了上去 这信息 比之前8085度节之后 养好了伤 跑出来送死 更让玩家们 感觉震惊和离谱 玩家 在这个世界里 竟然真会怀孕 还有就是 为什么啊 怀孕了还怎么下副本 还怎么弄材料 还怎么在这个世界生活 我之前说的 腻外的情侣 其中一个 就是88888 云生吃着凉拌的小菜 喝两口 从9999那里买的果酒 跟叶九说起 关于8888的事 现在的8888号玩家 怀孕半个来月了 从他确定怀孕的那一刻起 他就得到了这个世界 对新生命孕育玩家的特殊保护 当然也不仅仅是 不让孕妇受伤 他更是不能去攻击其他玩家 而且 他的家园 还能开启特殊的安全防护 恋爱脑 应该不是 他曾经能为爱疯狂 也能公开杀了他的丈夫 现在这情况 我猜是有所图谋 叶九知道 有玩家搞到一起去了 但他没想到 最先搞出人命的 竟然是编号8888的弱心 那个女人虽然看起来 是喜欢吃吃喝喝的平静生活 可一个曾经在末世里 收拢幸存者建成的城主 不可能只是想要吃饱穿暖 那么简单 会没有被发现他的野心 可能只是因为 自己这些人 不在人家 想要的目标范围内 能图什么 怀孕之后 是没办法修炼的 不过 好像人类怀孕是10月之后 才能生产 难道他是为了能安全地 活过10个月的保护期 云生在上一个环节的时候 还偶尔会去夜九家附近 找8888 打个招呼聊几句 他是真没看出来 那个玩家 能有什么大的企图 怀孕 新生命的母亲 会受到保护 不会受伤 也不会再有收获 那父亲一方呢 夜九是觉得 既然他们不能猜到 8888的目的 那可以从这个 对孕妇保护的设定上 找找这一个 让大部分玩家震惊的孕育 代表着什么 这世界对新生命 是有保护的 这一点 大家都很清楚了 不管是继生体 还是怀孕的这种 但怀孕是两个基因 对新生命的培育 不可能父亲 只是贡献了一部分基因之后 就被扔着不用了 我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等会儿 我先去跟9989谈谈 然后再去看看 6606那边是什么情况 忙完了我就去观察一下 那个男人的编号 你也应该有印象 之前有个环节 进入过前十名的 997号玩家 云生对被孕育的新生命 很感兴趣 当然他是想知道 这新生命的父母 都是需要付出什么 以及双方都能获得什么 不过 看热闹的事情 还得等一等 重点是把那些 求上门给资源的去看一看 定一下要做什么事情 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价格 9989想买个 1000万一级土壤的 6606想买 8000份五级能量珠的 还有179 也想买一份 400万一级土壤的 你看是从哪个开始 这6606是真体能赚 云生再出去转了一圈 还去大豹子那里打过招呼 顺带被嫌弃过之后才回来 回来坐在的椅子上 他吃着桌子上的零食 挨着将那几个玩家 想直接定一些价格 让有需求的玩家 可以选择一个价位的 付费杜结什么的 可有些玩家 是拿不出更高一层的材料 又比能买得起的多了几倍 这就难免会有点纠结 所以就变成了这种模式 大概的凑一个整数 让大佬根据材料收益给出照顾 当然部分玩家也都明白 这种时候 其实是看大佬的心情 可不管是不是明码标价 杜结时候 都是雷结在大佬的控制之中 从一开始就一直都是 看大佬心情的 先去找6606 他转材料还挺快的 夜久把抱着顺毛的小落放下 让他们自己在家玩 他看着云生嘚瑟地笑 出门转材料去了 确实是转得挺多 现在距离第五环节 已经没有太久 大部分玩家 都着急提升自身的实力 家园面积 反而被认为不是特别重要了 云生说起这个就想笑 那些玩家们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都已经通过各种信息 猜出下一个环节 是会出现工人 怎么就会认为 家园面积不重要呢 或许他们只是觉得 个人战力 才是评分的主要来源 只要个人战力高了 拿到更高的名次 就能有更好的奖励 奖励好了 才能对接下来的发展 更加有利 夜久知道 那些玩家需要什么 虽然觉得 不确定哪一项 更能影响到 这一环节的评分 可只要有愿意付费的 他就乐意收着 两人出发后 很快就到了 6606的家园附近 虽然随着一个个环节过去 玩家是能够进入到 其他玩家的家园范围 但夜久 还是等着6606出来 把他请进去 现在越来越觉得 是身体跟不上精神了 6606号玩家 外表长得高高壮壮 但心思却是比较细腻 在花了材料的同时 更是要把姿态做足 大佬面前 低头没什么不好的 那些在聊天频道说着 把材料都给大佬 是耽误自己 成全大佬什么的 说那些话的玩家 排名都很靠后 全部家当卖了 也是连请大佬出面 一次的材料费都给不出 大概 之前那个8085算是个例外 但也只是在杜杰 晋级到6级之后 8085感觉不怕雷杰了 然后才敢去挑衅的 强化身体 知道了 夜九没多说什么 只是确认了人家的需求 就开始干活 6606号玩家 度过这一次的雷杰 就是晋升到6级 可他前期 还算是稳定的成长 最后这一波 就是全靠吃强化药剂 现堆上去的 所以 当雷玉展开时 第一步 是先给他强化身体 直到确定 这人可以扛住雷杰的强度之后 夜九才把雷杰引出来 从弱到强 缓慢地放出 属于6606晋级的雷杰 直至安安稳稳地成功晋级 才给放了出来 谢谢谢谢 6606本以为 就算是大佬给帮忙 度雷杰的那波痛苦 也得自己扛下来 结果却是 就最开始痛苦了点 之后就渐渐地麻木 直到度杰完成 才慢慢缓过来 最近辛苦传的能量珠没白费 大佬收了钱 是真负责呀 我们走了 还有两个预定的 夜九看了眼傻笑的6606 喊着云升一起 继续去下一家 这人不错 赚能量珠的速度挺快 这次让他体会了 雷玉脆体的效果 用不了多久 就会想念这种强化模式 等下一个环节开启 他就差不多开准备一下 专门给某些 愿意花资源的玩家 搞强化 不是杜杰 只是纯粹的 给修炼家加速而已 离开了6606号玩家的家园 来到了 都已经算是熟门熟路的 9989家 这位早就在眼巴巴地等着了 对雷杰的控制 夜九现在是越来越顺手 在给9989这边完成了之后 还又去179那里 让小姑娘安稳地提升到了5级 等转过一圈之后回了家 两人把收获的材料分了分 云生开始跟夜九讲起了 他挨着搜集的八卦内容 8888号玩家若新 年龄30出头 有着淡然平和的气息 这种温柔姐姐的类型 还是挺吸引人的 据说 1209也曾经表示过 可惜没被看上 997号玩家 会是一个278岁的 阳光白金型男人 长得还比较好看 身高身材和气息 也都让88888满意 反正不管是谁先有意思 人家就在一起了 在进入到第四环节之后 这两人直接就搬家搬到一起 然后就这么过上了 甜蜜温馨的好日子 之前云生吐槽的 说女方把家底都转给男方 说的就是8888 现在8888怀孕 作为这个新生命的父亲 997的家园 已经给孩子母亲 自动开启了所有权限 就连997去赴本赚的收益 也有一半 会自动转成物品箱 出现在88888的包裹栏里 所以 88888之前的投资 多少不好说 但现在 只要孩子还在他肚子里 997的所有努力 都不受控制的 要被分走一半 原本还挺恩爱的一对情侣 就因为这种强制设定 让997号玩家 有点受不住了 997可能要废 如果他态度好点 若新能把他留到孩子出生之后 再做考虑 可若是他继续出来 跟其他玩家吐槽 说若新现在是他想甩 都甩不掉的麻烦 说不定 咱们会有机会见识到 继承权限的出现 夜九听着云生讲了很多 大概能知道 88888是什么情况了 尤其是在云生吐槽 说997不靠谱 之前收了8888的资源 却在人家肚子里揣了仔 又不想负责的时候 越听越觉得 某些人在做死了 8888不是恋爱脑 但他喜欢好看的男人 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能享受就享受 如果带来危害 若新肯定会在第一时间 把对方给杀了 而且 若新会在最开始 把所有的资产 都转移给997 明显就是已经找到了 吞掉对方资产的设定限制 新生命 这个世界对玩家的各种规则里 牵扯到新生命的诞生 就会带着绝对的优先级 正常孕育的孩子 孩子母亲的资产 都在之前转移给了孩子父亲 只留下一个 不算多好的房子 当这个新生命存在时 自然就会进行检测 结果吗 很大概率就是 判定为 这对情侣的资产已经整合 怀孕后 不能战斗的生命提母亲 直接拿到夫妻整合过的家园 同等控制权 以及孩子父亲 转去的资产半数处置权 这怎么想 也都是挺正常的模式 如果997 再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再来一个怀孕的女人 那是不是就要把她的资产 转移出去一部分了 云生自己 没什么情感类的体验 但不影响她平时在聊天频道 看许多玩家的闲聊 经常会有人讲一些 不确定真真假假的小故事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就是不顾一切的恋爱脑痴情女 遇到了只想玩玩 不想负责的渣男 现在是渣男出来 一直吐槽自己的委屈 说不定 人家就是想再找个女人 到时候 把她家的资产都分散一下 毕竟 孕妇能分到的部分 也就不是很多了 不好说 或许是只能在从她剩下的一半里面分 也或许是根本就不允许她再找其他的女人 这世界保护新生命 是不可能允许新生命的父母乱搞 夜九是感觉不太可能 这种事情是双向的 若是新生的父亲乱搞 从而分走新生命母体的资源供给 这不符合对新生保护的这种限制 你这个几乎不跟人交流的 就好好歇着吧 等我去听到更多的信息 再回来告诉你 云生还是觉得不对劲 在忍不住好奇心的时候 她跑了 这次没带小小一起出门 夜晚了也都没回来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 笑容得色的云生出现在山顶 抱着她 加小小笑得有些颠 扑哈哈哈哈 夜九你是不知道啊 997她 哈哈哈哈 云生 趴在小小的爪子上 笑的话 都说不完整 在她笑了一会之后 总算是缓了缓 然后坐在地上靠着小小 开始跟夜九讲起她 昨晚都干什么去了 昨天晚上 她去找了9999 从她那里买了些好酒 然后 带着出去溜了一圈 先是跟997熟悉的一些玩家那里 都溜大了一圈 然后她就很直接的 去找997 要跟她单独谈谈 10089去的玩家都知道 180这人 是最喜欢凑热闹 而且几乎不干什么正事 她问997到底是怎么想的 顺带还说 除了好奇心 还是想做点生意 在180的一通忽悠 顺带还讲了 讲大佬有多强 那怀孕和寄生 都是一样的 之前9989被水草寄生 那就是让大佬给净化了 总之 只要资源给得够 大佬那里 绝对是能把事情处理好的 或许是这个说法 诱惑了997号玩家 也或许是因为那些酒水醉人 在慢悠悠的喝酒闲聊中 逐渐的就听到了许多 让云生想笑的信息 997自身的排名挺高 资源和实力都挺多的 那时候 被一个漂亮姐姐说喜欢 她感觉自己魅力大的同时 多少还是有些犹豫 因为她觉得 自己能找个更年轻的 可毕竟是主动送到她面前了 997还是没控制住的 就把能做的都做了 温柔的姐姐型美女 不只是喜欢她 还愿意把家底都转到她家 这让997自我陶醉中 就一点点把送到手的资源都使用了 直到半个多月之前 再一次的温柔缠绵之后 她收到了一条游戏通知 她有孩子了 虽然是才被孕育 但那也是她的孩子 可这个激动都没持续一分钟 当看着连续刷新的通知之后 997想哭了 不只是她的资产被控制 不能自由的交易买卖 就连新生命存在之后的时间里 她的收入都要被强制转移一半 如果说这些 只是让997怨恨 那另一个信息就让997崩溃了 作为新生命的父亲 997在新生命被孕育 生产 还有哺乳期的这个时间段里 被强制锁定 不能跟任何生物进行负距离的交流 也就是说 997不只是不能找其他女人 就是想跟其他任何性别 任何物种的接触都做不到 有游戏保护限制 夜久在听明白之后 虽然没有云生那么大的反应 但也是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这可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信息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不让她跟女人接触还能理解 难道不同物种之间也能怀孕 云生抱着狗腿还在笑 她又想起997喝醉了之后 憋屈的那句嘶吼质疑 有些物种或许能让雄性怀孕 谁知道不给她限制死了 她会不会真出去搞一圈 然后也带着肚子在家养胎 夜久想起副本里见识过的某些事情 感觉997现在的这个限制挺合理的 毕竟就有些脑子下沉了的 可能会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发展 那倒也是 不过她虽然是喝得醉熏熏 又哭又笑的 但最后还是没忘记跟我说 让我回来问问 如果请你去把8888净化了 需要多少材料 云生的笑容消失 靠在小小的背上 眼睛都慢慢的眯了起来 净化 在997说出 要净化掉那个被孕育的胎儿 最好是连带8888一起净化掉的时候 云生就很想去把8888喊出来 让他当面来聊聊 这个交易怎么算 我最近只负责给人晋级肚结 还有快速淬炼身体的这种生意 净化什么的 没兴趣 夜久对于击杀玩家 基本没有多少的限制 但这次的交易内容 他不接 我也猜到你不会接 所以我让他等着 慢慢等去吧 云生哼哼了两声 抱着他加小小的狗爪 继续腻挽 虽然他们没定什么规矩 可有些时候 也会有些给材料 也依旧不想去做的事 第四环节 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已结束 当前环节进度结算完成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 环节结束时 成功保证了五级房屋无损伤 房屋建筑分家一万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 环节结束时 家园面积7533万 3559万土壤 加3974 9万水源 家园建设分家7533万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 环节结束时 战力值总和61540 玩家战力分加6 154亿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支五级家园祥瑞 家园祥瑞分加500万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三支五级宠物 宠物占力分加1500万 玩家10089区9989号 在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名好友 获得好友环节评分的10%加成 好友分数加4576万 玩家10089区8898号 在邻里关系友好VS敌对 环节结束时 综合评分期 5650亿 第四环节10089区第一名 奖励自选 家园规则增幅礼包 自选 五级家园自选增幅礼包 自选 四级工法礼包 自选 四级家园建设礼包 开启生存 第五环节 领地 工人 求生世界第五环节 为期120天 第五环节期间 玩家可在家园范围内 转化出领地 领地内可对工人进行设置 当第四环节结束时 一连串的信息再次刷了出来 这些评分方式 跟第三环节结束时 几乎一样 除了这个 好有分数 大概算是 可以被带飞 不确定 是不是真的能带飞 夜九看一眼 有些过于激动的聊天频道信息 还是要先把自家这边设置好了 四级家园建设礼包 选的都是领地相关 给了一堆的卡片 在包裹栏里 四级的工法 依旧还是选了清新绝 再次增加了四倍 目前已经是最初级版本的十倍了 五级的家园增幅礼包 夜九还是选的天气 同样是一堆的风霜雨雪 只是五级的天气 会带来更高的增幅和转变 当然 覆盖的面积也大了很多 最后的一个礼包 是自选 家园规则增幅礼包 规则 这两个字 让夜九把它放到了最后进行选择 没有着急开启 他先把家园设置调整了一下 调整之后 转化出2000万面积的领地 玩家领地转化完成 可投放工人 领地设置完成 新的提示出现 拿出很早之前就拿到的卡片 选择使用 100个工人出现在了空荡荡的领地之内 感觉有点像城市建设小游戏 夜九看着领地内 显示出来的一些图标 手指在上面点了点 给那些工人 先布置了一个建造房子的任务 投放的位置有树林 有水源 还有很多之前种植的杂草和果树 在设置了建造房子之后 工人们都活动了起来 迅速地砍树 把草 清理出地面之后打地基 差点忽视了 他们最强的有五级 还有几个四级 最弱的 都是三级实力 夜九看着那些工人们的操作 越看越忍不住想笑了 是他之前忽略了 这些工人实际上是副本贯 他们的实力 在一级二级的区域 可以轻松完成所有的采集和建设类工作 直径20厘米的树木 在他们的面前 不是胳膊 一加就拔出来 就是脚线一踹 就将树木撂倒 搬运的时候 更加粗暴 几棵树 用新鲜的树皮捆在一起 拎着 就往建设区域跑去 那树枝拖在地上 直接清理出一条干净的道路 这情况 短期之内 连修路都可以省了 在工人建设他们住处的时候 夜九拿出了那个规则增幅礼包 打开查看 开启 自选 家园规则增幅礼包 需在 时间空间 之中 做出选择 二选一 而且 是夜九之前想都没想过的这两项 时间 空间 这是增幅礼包 所以 是选时间增幅 还是空间增幅 以选择家园时间增幅 可在家园内 设置总面积十分之一的范围 开启两倍时间区域 增幅项目选择完成 只是这个增幅 并非是家园的全部 而是需要夜九自己去设定 两倍增幅 那就是说 他家的修炼时间 也都可以变成双倍的 这个暂时不着急设定 因为还没想好 要设置在哪里 在其他都调整好了之后 夜九躺在床上 抱着围在他身边的三个小家伙 也没忘记拍拍贴过来的藤腕之条 他家的小伙们 都还没提升到六级 但也应该不会让他等得太久 咱们家多出来了一个工人生活的领地 短时间内 先不要去打扰他们 夜九是知道 自家这些小家伙喜欢玩 但那些工人 需要先安稳下来 所以暂时不能让他们去那边玩 当然也只是现在不能去 以后再看情况 夜九 我跟你说 我终于超过你了 我家现在有一万个工人了 云生在家里调整好各种设置 打开排行榜看一眼 一脸嘚瑟的 就跑来跟夜九炫耀 一万个工人 这可是他之前特意去副本里面抢来的 不只是人类 还有其他的物种 反正就是把看上的这些都打到不能动 然后挨着问问 他们是否要成为自己的信徒 就这样 让他攒到了一万 榜单变成三个了 夜九打开榜单看一眼 确定自己分别是第一 第一和第二之后 放心了 个人站立榜单 他目前稳居第一 第二名是云生的39563 第三名是6606的12109 第四名是9989的11207 第五名是9999的9562 玩家领地评分榜 第一名是他自己 总评分一 25亿 这其中分别是领地面积 领地内的土壤等级和资产等级评分 以及领地工人的实力评分 第三个榜单是领地工人数量榜 第一名他看不见 但已经知道是云生的1万 第二名是夜九的100 第三名是8888的一名工人 8888的工人 一个 夜九看着紧排到第三名的工人数量榜 对于若新这个工人的数量更加的好奇 他跟云生都是最少几十上百的收获 这一个的 暂时也没什么事 我去他家看看 我也好奇这个工人是怎么来的 云生也觉得奇怪 现在顾不上继续跟夜九得色 打个招呼 就跑出去看吃瓜看热闹了 在他离开后 夜九开始准备吃的 顺便先把加速的时间设定区域 放在了那些工人的附近 时间增加一倍 但目前的白昼黑夜 还是跟随整个游戏世界的变化 所以 目前时间加倍的区域 就是白天24小时 晚上24小时 好在这些工人的实力都很强 白天可以劳作10小时 中间休息4个小时 然后再继续劳作10小时 天黑之后 就可以在住处休息 看他们的24 休息时间太久 显示工人睡不了太久会无聊 夜九就给他们设置了10小时的自由训练 或者是爱好培养等自我选择时间 但现在除了自由训练 这些工人也没其他的可选项 因为都还没有建造或研发 想到修炼 夜九去到地下室 拿出了一个五级的道具 放在了那些工人的住处前方 五级水火全杖特殊道具 以放置 以为全杖为中心 形成4个修炼增幅圈 半径100米内为第一增幅圈 水系火系修炼速度增加100% 半径100米至1000米范围为第二增幅圈 水系火系修炼速度增加50% 半径1000米至1万米之内为第三增幅圈 水系火系修炼速度增加30% 半径1万米至10万米为第四增幅圈 水系火系修炼速度增加20% 仅限工人或战士使用 玩家或宠物无法使用此项增幅 这个水火全杖放起来那么久 终于可以放出来使用了 在全杖被放出来后 那些还在建设房屋的工人都停了下来 放下手里的物品 回头对着全杖的方向跪拜 尤其是那个变异人首领 他在看到全杖出现 飘在了住处的附近空地时 情绪激动地嗷嗷 喊着火神护佑 对此 夜九忍不住想起 当初拿到这个全杖时 这个首领跪地上 喊他火神的那个场景 信仰什么的 他是不懂 但现在也不会再去否认什么 毕竟火神说的话 能让他们更愿意去努力 咱们山顶的时间加倍 以后要注意 内外的时间不同 夜九抱着小呆小闹 肩膀上站着小落 在他旁边 还有摇晃着叶子到小乖 以及云生家的小小 在将领地的工人区域时间加倍之后 他家山顶和向下第一层的区域 都属于是加倍区 近来出去 是会有一定时间落差的 哦 小呆扬起脑袋晃了晃 他会好好修炼的 双倍的时间 他一定要尽快提升到六级 汪汪汪 小闹对着小呆甩甩耳朵 这次肯定会使他先突破 哦 小落用翅膀挡住脑袋 依旧是笑得最是开心 这俩笨蛋 他们难道就没想过 这边还有个小乖 随时可能会晋级吗 先去玩吧 修炼是要循序渐进的 等会儿吃了早饭再继续 夜酒不管他们谁先晋级 他只管照顾好一家子的生活 多提醒一下 让他们可以在修炼晋级的同时 也能有休息和玩耍 毕竟他一直以来的努力 为的就是能过得舒坦 而且当前条件也允许他们 能松弛有度的成长 997 疯子 都是疯子 我也不怕丢人了 给大家提个醒 有女人送上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她可能不只是要睡了你 还惦记着你的家产 和未来能赚的资源 8888号若新 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她为了我辛苦 赚到的资产 爬床怀孕 现在竟然还要买凶杀夫 还有那个排在第一的大佬 若新跟我说过的 那个人是丧尸末世来的 属性是雷 在他们那个世界 干了点拯救人类生存的事 就被捧成了雷神 1231 那个997你干什么事了 让8888号 想要了你的命 就你这种 能长期发展的打工人 可谁都不能 现在就杀了呀 4838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在附近 来吃瓜了 最开始是听说 8888 收了个工人 那工人长得特别好看 而且你们都知道的 8888号 家里就只有一个房子的位置 那个工人的领地 就只能是在房子里 这不就是让997 觉得被戴了帽子 然后 她看见180 闲逛到那边 喊着180就问大佬 什么时候能答应 结果 你们猜猜她找大佬干什么 她竟然是要 拿出全部资产 请大佬帮她杀妻灭子 180 本人声明一下 我跟大佬都没接这种交易 也是挺莫名其妙的 当初要是真没想法 怎么能成为 人家肚子里那个宰的父亲 2019 比180 你这话说的 一看就是没接触过这方面 根本跟你讲一下 这有些人 不一定就是有想法了 才干那个事 或许就只是送上门了 就想享受一下 就跟饿了会吃饭 但不饿也会吃点东西 来满足下心情的吗 1209 确实 在原来和平的世界 都别相信爱情 现在这世界更没戏了 只能说997和8888 互相算计 只是8888 算计的更多一点 让997被控制住了 666 吃瓜吃瓜 997之前还说 她有张不错的脸 想着多找些好片的小姑娘 幸亏8888 把她给锁死了 要不然还不知道 得祸害多少呢 事情就差不多是这样 当然不是997觉得 被戴绿帽子了 是她认为 这次终于抓住机会 有理由的喊出 要杀了8888号 云生在那边吃瓜看热闹 顺带的 还带动一下节奏 但她也没忘记 要给夜九提供 第一时间的信息 如果8888号 愿意支付足够多的资源 买997一条命 也是可以的 当然 前提是她来找你提出 而不是咱们主动去问 夜九从开启的通话中 能够听出来 云生是挺想让 8888提交易 可这个生意 很大概率是接不到的 除非 8888号确认 已经控制不住997 又或者是 有什么其他因素 催着 必须快些解决 这件事不好办 现在就连997 自己都承认了 她就是想让8888死得干净一点 可8888 似乎是完全不受影响 还在家里 慢悠悠地吃着早餐 云生沉默了一会儿 之后也是确认过 8888的态度是过于平静了 连吵都不吵 也不生气 更不着急 这是已经早有计划了吧 后续还会有发展的 我准备出门 去跟大豹子打个招呼 你去不去 夜九做了点吃的 跟家里大大小小的一起吃饱了 然后就想到了 边缘隔离开的雪豹王 先去跟大白蛇和薔薇花王聊了几句 确定了这两位 要他带为船的话 然后就坐在小呆的背上 怀里抱着变小的小闹 向着雪豹王的方向出发 银白色的巨狼 在空中踏风奔驰 10089区的部分玩家 在聊天频道里 喊着刷怪了 但也只是 发信息喊一喊 却没有谁真的去攻击 直到夜九出现在了外圈的隔离墙边 云生也已经从另一边赶了过来 现在他们都在猜测 怀疑小呆是刷新出来的区域boss 云生在之前的第四环节 经常带着小小出来玩 所以他家大狗子 已经是被玩家们看习惯了 如今再出现一只银色的巨狼 那些玩家们也想到 这狼是从什么地方飞出来的 而且宠物是不带属性标签的 这些玩家就跟全都忽略了一样 装傻也不用这么整齐的吧 让他们说去吧 小呆和小闹在平时也不会出门 就算是某些玩家 可能想搞点事情 也没那个机会 夜九看了看聊天频道的信息 懒得去在意那些玩家的闹腾 不过某些在说 杀了狼要怎么分肉 怎么制作加工的 那些编号他都记下了 你不在意就算了 还有啊 8888跟997说了一些你的事情 现在不确定他说了多少 你要是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 也都注意这点吧 云生冲着空气墙对面的大豹子 跳脚挥手 再次跟夜九提了个醒 然后就不管了 大家都明白的 有些事情只是提一下 更多的还是看个人心情 他知道的 也不过是一点点传闻而已 大豹子 大白和威威让我跟你说 他们现在过得挺舒坦 让你不用担心 他们短期之内 是不能来你家要吃的了 夜九在大豹子靠近时 伸出一只手 放在空气墙上 将那两个要他转达的话都讲了讲 什么可以放心了 已经有了一个 可以舒展开身体自由活动的生活区 现在养的动植物都能挑着吃 而且还能随时有陪着聊个天的 呃 不死他们就行了 那两个家伙 在我家的时候 我都不敢让这些小动物刷新 刷新多少 他们就能吃多少 雪豹王来到的空气墙边上 隔着空气拍了拍 然后又满眼嫌弃的 在旁边的云生那边连拍好几下 眼神嫌弃云生 话里是对那俩吃货的心塞 他家的范围 全都是他自己可以控制的 也包括了那些生物的刷新和成长 在送走那两个之后 他家的雪山上 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就连冰雪中能生存的植物 都长出了不少 站在夜九这个位置 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 雪地里的兔子 狐猎 松鼠 数量很多 颜色也很多 给这个雪山上增加了许多的火力 云生啊 你稍微注意一下形象 贴墙上显得你脸很奇怪 林贤抱着两只小狐狸 从雪地里走过来 到附近把小狐狸放下 让他们跑走 走过来 抬手云生脑门上敲了几下 空气墙依旧存在 但林贤的手指就是敲的云生 直接掉了下来 我就是想看看 你在不在这里 而且 我是在逗大豹子玩 云生从地上跳起来 摸摸额头 这次倒是没再往空气墙上贴了 那是他哄着你玩 第五环节刚开始 多去副本里刷点工人卡 不要一个不注意 就让其他玩家超越了 要是被人给踩到你们头上去 以后是要被人笑话你们了 林贤摸摸雪暴王的大脑袋 看着云生突然就可怜兮兮的眼神 还是给他们提了个醒 这一环节 以及后续的环节 领地才是发展的主流 玩家自身的实力很重要 但这个世界 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 领地内的工人数量越多 工人实力越强 建设值越高 世界就都会给出相对应的一些奖励 而对玩家本身来说 也是要开启筛选了 实力强的玩家 是一个个领地的主宰 而那些实力弱的玩家 要么自然地被淘汰 要么就是该往工人的方向转化 虽然死亡淘汰之后 他们依旧是不会被浪费地 转化为工人卡 对世界而言 谁给创造出的价值更多 谁得到的好处就更大 而那些制造不出太多价值的玩家 就只能成为资源属于其他玩家 就算面前这俩的身份不一样 可也还是需要他们把某些事情做好 才能拿到更多的奖励 我是不担心的 夜九 你现在这个工人数量 很危险的 云生在从雪豹王那里回来后 看着夜九笑得得瑟瑟 他现在可是工人数量榜单的第一 而且 这个区的玩家 想有一万名工人 是没那么容易的 最重要的是 他编号什么的都暴露了 不怕被知道 而夜九这个 一直藏着编号的 可救 尽量保持 保持不住也没关系 早饭你自己解决 我先去刷副班 夜九在某些事情上 稍微的有一点点执着 所以 现在他确实是不太想让其他玩家超越 在云生那倩倩的笑声中 夜九拍拍自家小家伙的脑袋 开启了三级多人狩猎副本 进入副本的瞬间 夜九直接在周围 披下了几道雷击 击杀一名玩家 三级工人卡加一 夜九捏着手里的卡片 再看看 连尸体都没留下的地面 这是玩家直接转化成工人了 三级工人卡 人类 中年 男 身体健康 战力值387 生命 104年 繁衍能力低 擅长搬运类工作 工人卡上 带着这个工人的信息 也包括了他的长相形态 看起来40来岁 繁衍能力已经比较低 看来繁衍这部分 还是要看年轻人的 夜九看着单个工人卡上显示的信息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大概有了一些了解 工人的生命 是有限制的 所以需要繁衍 当然 他们生出来的 只能是工人 收起这一张工人卡 夜九站在空中 继续寻找其他的玩家 或副本生物 在看到有三头 正在河边喝水的野牛时 夜九从空中落下 河水涌出 将这三头牛压制的 跪趴在地 这要怎么转化 那家伙说的是 直接打残逼着问 要不要成为他的信徒 夜九想试试云生说的那种 逼着副本生物当信徒的模式 可他盯着这三头牛 感觉这还真不太好办 逼着几头牛当信徒 打一顿 还是 先下一下 盯着这三头牛 转了两圈 夜九决定 还是要试一试的 实在不行就拿材料 总归是有什么 就要什么 猫 在水消失 一团团火焰球 围着三头野牛转圈时 一只野牛抬起头 看着夜九 终于是在火焰的威胁下 主动地屈膝跪地 获得三级工人卡 兽足加一 工人 是指人类玩家 能拿到的劳作者身份 就算是兽足 也只是被单独标注 三级工人卡 兽足野牛 成年铁 胸 身体健康 站立值482 生命30年 繁衍能力强 擅长负重类工作 成年的野牛 工的 站立值 比之前那个人类玩家 转化的要强一些 生命有30年 不过 这野牛 繁衍能力很强 除了正常的负重类工作 还能进行繁衍培育 就是不知道 这转化成工人卡的野牛 是必须要跟同类型母牛一起 才能繁衍 还是只要是牛就行 一共三只野牛 只拿到了一张工人卡 剩下两只野牛 被烧死之后 化作一堆空气球包裹的材料 夜九将材料收起 继续回到空中 搜索能让它捕获的猎物 以及完全不确定的副本宝箱 开启三级宝箱 三级工人卡 食人 人类 食人小队 轻壮年 身体健康 五男五女 站立值 280-360 生命 60年 至110年 繁衍能力强 擅长农耕类工作 在三级宝箱里 除了几十份的三级材料 还有一张工人卡片 而且 是小队模式的工人卡 看眼标签 夜九心情不错的收集卡片 继续搜寻 有食人的小队 就可能有100人的团队卡片 被其他玩家以刚过100的数量给超越了 至于会不会有人直接拿到1000个的工人卡 要是有人运气那么好 那也没什么 可纠结的 运气这种事 不是努不努力就能改变的 那边会飞的玩家 你实力怎么样 是打一场 还是你直接走 在副本搜寻了十几分钟后 一个高约4米的人形玩家 冲着空中的夜九喊话 人族 夜九看着前方这个大块头 那人的背后有个山洞 是从山洞里跑出来 这个玩家的实力 大概是在四级 什么人族 大爷 我是巨人族 不要把我们巨人族看低了 我们怎么会跟那些弱小的人族混为一谈 巨人族的这个玩家 实力不强 但脾气挺大 在他冲着夜九发怒叫嚣时 在他脚下 有几条闪烁着雷光的水绳 从地面下钻出 悄无声息地缠绕在了这个巨人族玩家的小腿上 个头挺大 脑子却不怎么好使 还是直接杀了吧 夜九摇摇头 在巨人族玩家发现 他已经被束缚双脚 不能脱离副本石 踩着脚下并不明显的小型雷球 飘了过来 别 别杀我 我能干活 我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巨人族玩家 在确定无法退出副本石 直接双腿一软 就跪在了地上 这跪的速度 比当初那些变异人还要迅速 四级工人卡 巨人族 巨人族 成年 难 身体健康 战力值2516 生命158年 繁衍能力弱 擅长力量型工作 在巨人族玩家跪下求饶 并且承诺活着能干活的时候 那么大的一个人 眨眼间就化作了一张卡片 在这个世界 某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 叶九笑着摇了摇头 将卡片收了起来 如果知道低头求饶 就等于是死亡 估计大部分玩家 都会选择战死 目前 这副本里 还有五个玩家 还有700多可以狩猎的动物 还能继续搜寻一些猎物 副本的空间很大 在绕了一圈又一圈之后 叶九又收获了200多的工人 其中有一个 是被他遇到 且击杀了的三级玩家 宝箱里陆续开出来的 30多张工人卡 数量都比较随机 有单个的 也有10人小队 共计100多个 最后的一部分 是遇到野外生物时 先压制再逼迫 偶尔能转化来的 几十个兽组打工人 直到副本内的 可狩猎数量为零 玩家数量只剩1的时候 叶九确定 找不到终结宝箱 就直接退出了副本 怎么样 云生在山顶上 抱着没跑掉的小呆顺毛 在看到叶九回来时 但想要一次 就超过100个工人 难度还是挺大的 玩家主动求饶 也算 副本怪的转化随机 宝箱里 有开出一个三级十个 等不同数量的工人卡 叶九抱住小呆 拿出一张张的工人卡 分开投放在了领地之内 那个巨人单独放着 兽族也分散在不同的区域 正常的人族工人 就凑到一起 物种不同 若是放到一起 说不好 就会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这不是叶九 想要看到的 你这速度不错吗 这就已经366个工人了 采集副本应该也能拿到一些 你别休息了 快去吧 再不去让人追上了 云生看了看榜单 催着刚回到不到两分钟的叶九 继续去副本 虽然在某些时候 他是挺想看叶九的热闹 可若是一直保持第一的叶九 被其他人超越 他又觉得 这很不好 所以 为了继续让第一名 保持点神秘感 这家伙 还是努力去吧 叶九是已经很久 没被人催着干活了 看一眼比他还着急的云生 他捧着小呆 再碰碰脑袋之后 把他放下 再把包裹栏物品整理了之后 就开启了多人的三集 采集副本 为了宝箱 为了自家领地内的工人数量 努力吧 采集副本里 叶九进来之后 没遇到玩家 在搜寻几分钟后 倒是发现了好几个宝箱 宝箱里 也都能随机开出一张两张的工人卡 这一次的副本之行 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偶尔也会遇到玩家 在看到叶飞站在空中时 那些玩家都跑得非常快速 等到叶九 把这个采集副本的宝箱都开完 可采集物也都没了之后 难得的 没有在副本里击杀玩家 再次的离开副本 时间已经快要到中午 回到家的叶九 接住跳到他怀里的小呆 跳到院墙上四处看了看 最近都不怎么勤奋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山顶的云生 竟然没在这里 哦 小呆歪歪头 他也不知道 那家伙去哪了 就是突然地 把他放在地上 然后就没影了 哇 小小也在旁边点头 就是很突然地跑走 都没跟狗子打招呼 你去哪了 小小担心你会被坑 叶九打开好友通讯 直接问 在他眼前是开启的聊天频道 这上面 也没有跟180相关的信息 往前翻了翻 也没发现 什么能把人吸引到直接跑路的 叶九你要不要工人 8888 要拿全部家当 以及他自己转成工人以后 给打工作为条件 让你帮他杀了997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想不开 但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没有欺负人的 云生在隔了两三分钟之后 才开启好友通讯 跟叶九直接对话 他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所以才着急跑过去看看 8888的情况 结果就是 还真让他猜到了 玩家转工人 会失去记忆 他受什么才刺激了 叶九不相信 若心会放弃 那个女人的内心 没那么脆弱 你要是没事 就过来看看吧 他说是为了孩子 我也觉得不正常 但他坚持 就是为了肚子里的那个新生命 云生的话里 透露着纠结 他也是无法理解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寄生 在肚子里的新生命 就放弃自我 997在副本里 叶九没有着急过去 他先把这次副本 收获的几十个工人 投放在领地 然后才向着 8888和997的家园方向赶去 没去副本 这家伙摆烂了 逃不掉 那就不干了 再确定自己杀不了 找能净化的人 也不接这个生意之后 997不只是不去副本 还把家里那些 全都换成了吃的喝的 反正赚的也不能都是自己的 那他就不赚了 不奇怪 叶九赶快就到了地方 站在云生旁边 两人现在的位置 是在88888家的房顶上 在另一边 属于的997的家园 已经是有些残破的模式 到处是被取走了土壤 或水源的残缺地面 你说他们是不是太能折腾了 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对方扯上关系 云生看一眼赶来的叶九 回头继续盯着 坐在997家草地上的那两人 还是觉得难以理解 关于这两人的事情 10089去的玩家们 从最开始的八卦畅聊 到现在都只是闲了 才会稍微关注一下 主要是聊得多了就发现 其实挺没意思的 你问我 你是觉得 我能理解他们的脑回路 叶九眼神怪异地扫过云生 这问得 好像自己能懂一样 你也是8888那个世界的人 我还以为你能理解呢 云生一只手拖着腮 看着其实能听到 他们说话的那对情侣 笑容里带上了几分嫌弃 不管是贪财还是好色 这俩都是目的太大 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你还准备再看一会儿 叶九看看时间 这时间应该是要回家 做午饭了 再耽搁下去 会影响到下午的修炼安排 不看了 你去问问他们 要怎么处理吧 总归是有材料赚 说不定还能给你赚两个工人回去 云生摆摆手 他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还是早点收拾了 他吃了午饭 还要再去副本看看 尽量多收点工人 难得有能超过这家伙的时候 可一定要保持住了 你确定了 叶九来到若新的旁边 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放弃一切 转化成没有过往记忆的工人 只为了护住肚子里的这个新生命 这理由 听着就很假 做雷神家的工人 感觉是能比自己辛苦存活 要幸福很多 我想赌一次 独你会对我这个来自同一世界的故人 稍微多一些照顾 若新笑了起来 只是这笑容里 透露出了凄凉的绝望 说出你的要求 不过分 我就接了 我认为过分了 会直接拒绝 叶九不懂若新的自信从哪来 但既然是送上门的工人和资源 他肯定是不会直接拒绝 只是 多一些照顾 他会这么单纯 太假了 转化成工人之后 能不能给我 安排个稍微平稳的地方 还有 能把我跟这个工人放在一起吗 若新拿出了一张工人卡 那是之前他 放在家里的工人 现在家都准备拆了 他也就把这个工人收了起来 此时拿出来 在九百九十七的怒瞪下 将这个要求提了出来 就算成为了工人 失去了记忆 他也要跟一个好看的工人在一起 你 贱人 九百九十七七的满脸通红 他是真没想到 这女人要死了 还想着死后风流 转化成工人 在他看来 就跟死亡没区别的 一时的情深 可能是一辈子的痛苦 你确定在 转成工人之后 依旧是要跟男人纠缠在一起 夜酒接过工人卡 看一眼卡片上显示的人形 是个长相俊秀 高高瘦瘦的一个男人 看这模样 似乎是还带了点 柔弱的感觉 再看一眼九百九十七的脸 大概是懂了 能看得出来 若新就只是喜欢这一种 我相信 这次不会错 若新坚持 他这次一定能得到想要的未来 就你这种贪心的女人 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真爱 永远都不可能 九百九十七就算是已经摆烂等死 现在也还是忍不了了 跳起来指着若新 他冷笑着嘲讽出声 他就不信 这女人能过得幸福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不贪心 只要我看上的人 能对我好 我可以付出一切 但如果是背叛 即使我没了记忆 我也不可能让对方好过 若新冷哼一声 他这一次 是绝对不会输的 那就这样 你也知道 我们做生意的规矩 那边看热闹的 过来收费 夜酒不想看这两人的仇事互喷 喊了云生过来 先把若新给的资源收起来 来了来了 云生乐呵呵的过来 伸出手 让若新抓紧支付费用 我的资产就这些了 房子拆不了 若新拿出一个筐子 然后往筐子里放空气球 在这堆被空气球包裹的物资 被云生收起来后 他回头看一眼 搬到这边 就基本没怎么住的房子 有不舍 也有一些失落 可不管心情如何 某些事情 就是要继续下去的 夜酒是吧 你实力强 在过去 世界就疯了神 甚至你马上就要因为 这女人给的材料 而要了我的命 但我还是要劝你一句 这个女人信不得 就算是没了记忆 她早晚也会狠狠地骗你一次 997 看着这边的交易完成 知道自己是要被处置了 但她就算是死了 也得让其他人都知道 这女人就是有毒 我会注意的 如果你死了 变成工人卡 会给你安排个 你喜欢的工作种类 夜酒看看若新 再看看 宁愿死也不想跟若新 绑定的997 随口给她说了个 可能会存在的未来 当然前提是 真能成为工人卡 以及她真具备 某些方面的强项 你们还真是过分 死都要死了 还跟我说 死了都不放过我 虽然换个位置 我可能比你们还过分 但现在被虐的是我 真是太难受了 997看着夜酒 表情变来变去 最后不得不承认 她就算是要被杀死了 也还是不敢说其他的 因为她死后 转成工人的概率很大 现在是活得没劲 就希望死了之后 能稍微舒坦一点了 那我就动手了 看人家如此的老实 夜酒也不再吓唬人 话音未落 已经一道雷击 劈在了997的头顶上 随着人形灰烬随风消散 夜酒的手里 出现了一张工人卡 五级工人卡 人类 轻壮年 男 身体健康 战力值4156 生命165年 繁衍能力极强 擅长交流沟通类工作 夜酒看着这个卡片上的信息 繁衍能力极强 还有擅长的工作种类 这真是 难道要在工人之中 开设一个繁衍交流的地方 专门给这位挂牌营业 她 你真准备给她找个轻松的工作 若欣看着夜酒手里的卡片 原本就不安分的内心 更加的浮躁了 那个渣男 凭什么死了之后 还能变成工人 而且还被说是 可以安排好工作 那种家伙 杀了就消失不好吗 就算是能作为工人存在 让他去做累一些的工作 那才是该有的报应 说轻松 也是非常轻松 但要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也应该会挺累的 但我觉得 她会乐在其中 毕竟这是她的优势 夜酒将卡片收起 看着若欣瞪眼 笑容逐渐地加深 接下来 该处理这个女人了 恋爱脑 这位还真不是恋爱脑 她只是严控 看见好看的 就想拿下 还要在拿下之后 让对方必须 以她喜欢的方式来爱她 可她或许想得太美好了 不管是这个世界 还是在过去的末世 谁都不会为了 那点荷尔蒙的爆发 就舍弃自我 成为另一个人的附属 所以 997说的没错 若欣永远都得不到 她想要的爱情 因为她想要的 本就不该称之为爱情 而且 本活着都不会想死 若欣说要转成工人 但她又有绝对的自信 不会被转变 她现在是被游戏系统 保护的新十二孕育者 是不会被负面状态影响到的 最开始 夜九听了云生说的 就有点好奇 直到过来了这里 看到997什么 都不能做的时候 她明白了 交易是需要一个步骤的 先从她手里收走材料 然后需要让若欣亲眼 看到997的死亡 最后才是若欣 转成工人卡 来完成这一笔交易 若是前边都完成了 到若欣这里 却转不了工人卡 而且 还是她愿意转弹转不了 你放心 我会让你喜欢的这个工人 住在你的隔壁 夜九笑着看向若欣 催着她 可以自己放弃玩家身份了 我 我现在好像是转不了 若欣对着夜九低头 看起来跟副本里 玩家认输的模式一样 但有些话 她不会说出来 就只是这么看着 干等了一会儿 然后抬起头说 她无法转成工人 她这情况 算耍赖的吧 云生在旁边看得傻眼 耍赖竟然耍到他们的面前了 真好 真是非常的好 她都还没见夜九 被人这么逗着玩呢 有乐子看了 不算 交易是双方的 我自己拿走就是了 夜九看看 若欣瞬间黑了的脸 故意做了个 其实没多少用处的动作 抬起的手指指向了天空 交易内容已经确认 现在我只是在结尾款 所以 你的那个庇护 对我没用 在空中云层闪烁 雷霆之力迅速爆发的时候 若欣听到了夜九的话 没有她以为的 不能对孕妇出手 也没有什么系统保护 更不存在 来自同一世界 就会存在的放过 雷击自空中垂直落下 被锁定的弱心 连动都不能动一下 死得比997还要快锁 他不是被保护了吗 挡不住截雷 云生看着夜九手里的工人卡 不确定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算的 那个保护 不可能是假的 可这卡片 截雷出现 是因为他拒绝履行交易内容 是这世界的规则 强制让他 把自己承诺的交易内容完成 下次有人谈了交易 但就是局部完成 你可以试试 这个世界 是会检查玩家交易内容审核的 夜九拿着卡片晃了晃 转身 就往家的方向赶路 你是说 玩家之间 如果遇到耍赖不认账 可以让世界 来评定交易约定和内容 云生感觉 夜九是在逗他玩 但又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情况 当然 只要能让世界 来管一管 就可以进行审判 你一个全程开挂的 还没我这个 后来才攀上关系的了解 回去你肯定是要被小小笑了 夜九停下来笑了笑 尤其是看到云生 那呆滞的表情时 笑得更开心了 真惨 明明就是有着那么多的外挂 可这家伙 从开始到现在 竟然是完全没想过 不至于吧 我是说 请世界审判交易内容 并强制执行 这种事 应该不只是我和你能用的吧 云生追着回到了山顶 看着回家 就抱住小呆和小闹的夜九 也在他家小小身边 靠着顺顺毛 想认真的聊聊这个话题 应该还有其他玩家能开挂 但具体 是什么样的不好说 你试试看 你肯定是比我更方便 夜九低头把脸贴在小呆的身上 笑着让云生自己去尝试 他虽然是逗云生玩 但也不算是说假话 就是猜到 若新不可能这么容易放弃 所以 才在交易之前 再次确认时 挂了个雷杰审判在空中 雷杰审判 他取的技能名字 估计那位还在干苦力 没回来看着 所以 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吐槽 我信你才怪 我 我觉得 你才是亲的那个 我被嫌弃了 云生尝试着去跟世界沟通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安稳修炼 不要闹的回复 委屈的 把脸贴在小小的身上 云生哼哼哼的 要让大狗子哄 没事 被嫌弃才说明 你是亲的 夜酒笑了笑 没在逗晕生 而是专注地调整起了自家领地内的工人分配 四级工人卡 孕妇 人类 成年体 女 身体健康 占力值 2263 生命 113 繁衍能力 终上 擅长管理类工作 新生命的培育 需消耗工人本身的健康 占力值 生命工作能力 人类新生命 需要一年哺乳期 加五年 幼童教育期 加九年学习期 会降低新生命的各项属性 8888号若新的这一张工人卡 跟其他的工人卡都不一样 因为他是孕妇 带着孕妇的工人卡 有着全新的属性信息 尤其是标注了孕育新生命 对母体的损伤 以及人类新生命的成长过程 新生命 他们不会知道 自己处在一个游戏世界 他们周围的人 也只有被投放之后开始的记忆 夜酒拿着卡片看了看 在云生好奇的时候 把卡片给他拿去看过 然后才拿回来 直接点了投放 他说到做到 那个长相 在若新审美上的男人 也被投放在同一位置 只是 997也同样是被投放到了 那一片区域 之前在那边 投放了100多个人类工人 一上午的时间 都已经盖起了简单的木屋 现在 发现了个孕妇出现 这个小型的人类聚集之地 立马热闹了起来 有人给若新准备吃的喝的 有人安排着 给他盖房子 同时 出现在那两个男人 就只能看着 在跟人聊过几句 明白了情况之后 都迅速地跑去树林里砍木头了 这俩人配合得还不错 一个砍木头 一个负责往回扛 等木材全都准备好了 两人又在早到一步的人类指导下 很有默契地搭伙盖房子 两人在一下午的时间 先盖好了997的房子 然后又在边上紧挨着地盖了一个 这期间 若新的房子 早在之前那些人的帮助下盖好 就在那个工人的另一边 他们三个做邻居 这日子 不知道要有多欢乐了 云生下午去了两次副本 回来后 被夜酒指了方向 隐藏在空中盯着看了会儿 确定短时间内 又多了个可以看戏的地方 这三个人才刚住下 因为第一天 就让他们休息一下 所以没感觉有什么工作的三人 还在傍晚一起吃个饭 在晚饭期间 没了记忆的若新 多次给997眉目传情 按送秋波 可惜他的嗜好 全都被997给无视了 不只是如此 997 还跟那个一起搭火盖房子的工人 聊得很开心 就连家里要准备什么样的家具 都已经商量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 在不涉及繁衍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类 更喜欢跟同性别的一起玩 夜酒看看吃瓜上瘾的人和动植物 让他们可以歇歇了 现在这情况 那两人是不可能主动去靠近若新的 主要原因 因为若新是孕妇 虽然大家都没有过去的记忆 可还是都知道 要避免跟孕妇靠近 怕伤到目前还很罕见的孕育之人 第二个就是 跟若新没什么好聊的 那俩人凑一起 聊着今天看到的那几棵树不错 适合砍回来了 做点家具 然后分一下 谁要干些什么 这种事 他们没办法跟一个怀着孕 被其他人当宝贝宠着供着的那个人聊 666 那两个蠢货没了 这瓜也是吃到头了 之前一直看热闹 感觉挺没意思的 现在没了 又觉得 这瓜其实挺好吃的 6606 没了就没了 要看八卦 看乐子多了去了 那种吃女越南的 没了也好 免得带坏其他正常的玩家 对了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刚刚才发现的 玩家是可以主动转化为工人的 那些感觉努力也没结果 或者是不想努力 又怕死的 可以主动找比较强的玩家们投诚 主动带上家产去转成工人 或许能换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 1209 玩家转化成工人 是可以求到庇护 但你也得把坏处说了 转化成工人之后 是没有过去记忆的 179 我觉得还好吧 我就挺不想努力的 但我舍不得小姐姐 要不然 小姐姐 你说了我吧 1231 疯了疯了 我竟然会觉得 失去过往的记忆 会是一种幸福 我脑子好像不好使了 来几个人骂醒我吧 7750 感觉失去记忆 什么都不知道的 正常工作生活 才是幸福 180 你在不在 你家或者是大佬家收工人吗 要那种 每天工作时间 只占三分之一 能留下三分之二时间 进行休息 和过自己生活的 有这条件 就来收了我吧 我真的不想努力了 5553 比7750 你说的我也心动了 一天工作8小时 16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是吧 大佬求眼熟我 我会编一些工具之类的东西 求带走 3329 我觉得 一天工作9小时 我也是能接受的 重要的是安全 以及休息时间 不要无偿加班 求大佬眼熟 我会画图纸 会做模型 可以进行一些半成品的 雕琢打磨等工作 36 你们说的真的假的 要不要这么没出血 这世界是给了我们一个成长的机会 曾经在工地搬砖的时候幻想过 能在某天得到修炼方法 然后通过修炼脱离苦难人生 2022比179 你来我家 咱们商量一下 9989 可怕 你们真准备当工人去啊 稍微努力一下 未来要抱大腿的时候 当的安前马后的小弟不行吗 失去了记忆和自我 那就是一个全新的你们 不是现在的你们了 9999 我都想找大佬问问 能不能收留了 和我家数数不让我去 他说离开我他会死 我争取努力 再混几个环节 等什么时候 可以带着宠物投诚的时候再去 7187 怎么感觉这么多玩家都在发疯 你们知不知道 成为工人之后 就是把自己的生死和命运 都交给别人控制了 是真可以控制的 就算是控制你们去送死 都不能反抗和拒绝的 2019有什么关系 有人有勇气去冒险 去拼搏 去奋斗 可也有人就是想过一些安稳日子 他们不想 让自己过得痛苦 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959 我不知道其他世界的人 都是什么样 但是 在我原先生活的世界 打工的人 几乎都是 从睡醒就开始忙 忙到困倦了 还不一定能下班 下班后 几乎都是 倒头直接睡觉 就这样忙碌四十来年 都不一定能拥有自己的一个房子 现在的工人 至少是要先有个自己的房子 才能开始干活 而且 只要不是太苛刻的玩家 就不会让工人累死 这至少比我那个世界的大部分打工人 要幸福多了 1111比959 你这话说的 你们那个世界 也不是人人都这样 只是你所在的层次 是这么辛苦 又没有收获 可只要跨进更高层就好了吗 你自己在学习知识的时候不努力 或者 是你出生的家庭不努力 那只是你们家的问题 你过得苦 又不代表所有人都苦 88比959 现在回复不了 姐替他骂几句 或许某些人是出生之后 就很幸福 但你们 也不必冒出来 谴责别人的不努力 那是我们不努力吗 我们一辈子 都是在努力 努力了才能活着 89 别吵了 现在不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 是玩家最初的实力弱 后期想提升 也提不上去 机会出现了 也根本没那个抓住的实力 180 刚才喊我的那几个 我记下来 等一下再去找你们确认一下 还有谁想转工人的 到时候 你们可以自己选 选谁家都行 我问过大佬了 每天的安排 是三分之一时间工作 三分之一时间休息 三分之一时间吃饭 和自由选择 我家也是一样的 180 在玩家们热热闹闹的聊天中 出现刷了一句 对转化工人的回复 他没说一天工作几个小时 因为夜酒家的时间加倍了 而且未来还可能 再出一些加倍增幅 在他发了信息之后 跟正在雷狱里 修炼的夜酒打个招呼 然后就带着小小 一起出门闲逛了 至于闲逛时 是否会去到某些玩家的家附近 那就要看是不是顺路 以及那些玩家 有没有主动报名 当然也可能顺便去看一看 有些玩家说 别人不够努力 那他们 又是已经努力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不是末世爆发 我在当初 也应该是被说 不够努力的那一类 夜酒站在开启的雷狱最中心 感受着能量的汇聚 和对身体的淬炼 同时也在看着 聊天频道的各种信息 有些玩家想要放弃 这也不奇怪 在末世里 他也见识过 很多主动放弃的人 但他也见识过许多 为了活下去 而努力拼搏的人 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后果也都是自己承担 现在喊着 要转化成工人的 数了数 已经有几十个了 就不知道 当云生真出现在 他们家园的时候 又有多少玩家 真能舍得放弃现在 10089区 玩家1133 在夜酒进行了一段时间的 雷遇脆体 天快黑的时候 才看到云生回来 而他们这个区的玩家数量 也从之前的3000多 减少到了1000出头 有2000多个玩家 放弃了玩家身份 夜酒正在做晚饭 看着回来后 脸色不是很好 坐在那里 一脸怪异的云生 问他是收走了 多少玩家转化的工人卡 虽然知道 一部分玩家 会放弃玩家身份 可是数量也太多了 赚了一下午 收了1800多工人卡 基本都是要来你家的 是被其他玩家找到 击杀后 直接拿走死亡后 转化的工人卡 云生在桌子上 放下了一堆的卡片 都是工人卡 他本来以为 能拿到二三百分就很多了 可玩家们一个个的 都选择了放弃 也不能说就是放弃 只是想要去做一个 不知小过去 不参与游戏争夺 不想耗费心力的 普通打工人 大部分都是二级工人卡 一级和三级的少一些 四级的就更少了 这些玩家都是感觉 对未来没有指望 或者是心里承受不住 才在一部分玩家 喊着要放弃的时候 更加的无法坚持 夜久把木柴堆好 过来坐下 拿起这些工人卡查看 不能说那些玩家放弃了什么 只是追求不同 他们难道就没想过 作为工人 也是需要辛苦 并不是只要被安排 这吃饱穿暖 就可以安稳一辈子了 云生还是感觉有些失望 之前看大部分的玩家 都还有点拼劲 至少为了活着 都是很努力的 现在一个个的 宁愿成为其他玩家手里的工人卡 去赌其他玩家的心情 也不愿意再保持自我的 好好努力一下 这跟他一直以来的观察 都不太一样 应该是想过 只是在某些时候 人类是有一种感觉 叫做孤独 几十年的群居生活 突然被投放到一个单独的地方 很多人的内心 是会恐惧和绝望的 就算现在能互相见面交流 可玩家与玩家之间 是一种利益竞争关系 随时可能会被人在背后捅刀子 夜久手里的工人卡整理了一下 按照他感觉合适的区域进行投放 并给这些工人们 设置了工作目标 他们这个区域的玩家 大部分都是人类 人的情感比较丰富 也比较多样化 还是感觉很别扭 云生摇摇头 心情依旧是好不起来 再跟夜久说了下 就先回家 把这些工人卡都投放在领地里 当然 晚饭还是要过来吃的 他现在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做吃的 除了懒 还有对自己厨艺的嫌弃 等到吃过了晚饭 又吃过了零食水果 确定暂时没什么热闹了 才再次回家休息 在他回家之后 夜久也让家里几个小的随便玩 他再次地回到了雷狱的中心 继续催炼他的身体强度 以及要早一点 把元素本源提升到二级 这个元素本源等级 完全没有任何数据的信息 想要提升 都只能靠他自己来领悟 元素本源达到晋级标准 是否开启元素本源晋级 在第五环节的第七天 夜久在每天刷两次副本 其他时间都用来修炼的节奏里 终于摸到了晋级的门槛 开启元素本源晋级 吃饱喝足之后 夜久让云生帮忙照看着家里的小呆 小闹小落和小乖 然后就找了个一直都极为荒凉的修炼突破之地 开启了他这一次的晋级 本以为开启晋级之后 必然是要面对强大的劫雷洗礼 可事实上 却只是让他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空间里 在他的周围 有五个几乎没什么强度的雷遇 上面显示着 二三四五六 这些数字标注 看一圈确定没有数字一 他也只能认为 这是晋级突破之后的数字 你就不能问一下 穿着一身黑色衣袍的身影 在夜久即将走进二号位置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啊 夜久停住脚步 看着面前的这人 表情出现了呆滞和迷茫 这还能问的吗 而且 这位 这是当初出现过一次 语气很温柔的那位吧 确实是挺呆的 你那边没什么危险 你也先不要忙着晋级 先聊话再去 夜飞看着这个 送出劫雷传承后 也算是收下了的徒弟 突然就觉得 林木那些吐槽 其实还是嘴下留情了 这小子 怎么这么待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而且 明显就是给你晋级用的场地 你问啊 都能把你拽到这里来了 你还自己闷头冲 万一搞错那就亏了好吧 应该也还好吧 夜久跟着走到旁边 坐在了突然出现的椅子上 手指有些紧张地 抱住了出现在桌子上的茶杯 面对林木的时候 他没这么紧张 面对林贤 更是比较放松的 可这位 就是有种 会担心自己 被嫌弃的紧张感 不用紧张 只是感觉 会有个雷系的传承者 所以 就在之前来看过 很巧地遇见了你 不要听林木闹腾 我不能收徒弟 但你的本源成长 我会经常来看一看 想起林木回去之后的吐槽 叶飞感觉 有必要把某些事情 讲得清楚一点 收徒弟这种事 他在听小军说 有个传承者的时候 是考虑过 但他自身的情况 终究还是只能 送出一份 劫雷相关的本源 可师徒是不行的 嗯 没有师徒缘分 那怎么称呼您 前辈这种称呼可以吗 夜久听到不能拜师 原本紧张的状态 不能以平等身份相处的 可以的 我相信我的选择 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突破是靠你自己领悟 那边的数字标注区域 是让你修炼用的 再送你份礼物 期待能在另一个地方见到你 叶飞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示意夜久也喝一口 然后笑着送出了一团光球 光球飘着 靠近夜久 再碰触到他的额头时 迅速融入 这是一种保护 但他们 不会在这份保护消耗之前 告诉他是什么 同时也希望 他永远都用不到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夜久难 保时度13%优惑 这次还行 没饿惨 体力值5%小伙子 你这体力 是真的不行啊 天赋暗属性 吞噬这也没什么变化 战力 86888 勉勉强强 能算是个第一 说出去也能有点面子 元素本源 雷结之雷 二级晋级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见了 什么都想劈几下的冲动 元素掌控 雷火 水冰少了点 没事多研究一下 搞个全系也不难的吗 功法 元素基础修炼 清新绝修炼速度 加十倍还是基础 真惨 装备 无属性棉布长裤 无属性棉布上衣 不穿装备就很放松 资产 7 3万倍能量强度 8000万平米家园范围 堆到10万倍能量强度 会有惊喜 宠物 小带五级烽火 双系狼王 战力4985 小闹五级吐戏猎犬 战力4586 小乖五级嗜血腾 战力4996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五级白孔雀 领地面积2000万平米 领地工人4582 领地建设 农耕部落12 狩猎部落6 包裹来60 生存手册 在夜九去到那个修炼空间 见到了那位叶飞前辈之后 他退出来 在自家的范围内 完成了元素本源的晋级 元素本源晋级并不麻烦 甚至都没有 他以为的 会被劫雷劈一顿的事情发生 在突破之后 夜九打开个人信息看了看 那个熟悉的吐槽 又回来了 好久不见 林牧前辈 要不要来喝一杯 最近刚研究出了一些果茶 云生说 挺好喝的 夜九看着信息笑了笑 再回到山顶的时候 还不忘跟这位 可能还在盯着他的发出邀请 至于这位 有可能是吐槽过 就去看其他人 所以无视了他 那就当他没说呗 果茶有什么好喝的 果然还都是俩小孩子 你见到叶飞了吧 他真的没有收徒 林牧收到邀请 就直接出现在夜九家的山顶上 坐下来吃着桌子上的零食 吐槽之后 就问起了 他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 叶飞那家伙 到底有没有收徒 这真的很重要 没有 叶飞前辈说 不能收徒 不过他送我礼物了 应该是很好的好东西 夜九在说起收到了礼物时 表情嘚瑟的 让林牧感觉心塞 我以前是想收个徒弟的 可惜了 就算叶飞不收你 那也只是没有名义上的师徒关系 我不能抢 糟心啊 林牧接过果茶闻一下 味道还算不错 但他现在只想吐槽 你个混蛋 不一定必须是师徒 我感觉 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能知道 还有几位前辈在期待着我成长起来 并且还在我成长的路上 给予帮助 我是很幸运的 夜九坐在林牧的对面 笑着说起自己现在的感受 他很喜欢现在的状态 不算绝对的长辈 但又是类似于长辈的存在 会有些心理上的温暖 就像对面这位 虽然总是吐槽他 但吐槽信息里 也带着很多对他的关照 以及某些信息上的传递 那当然了 能被他看上 你可不就是幸运了吗 别这么看我 我不是好人的 林牧有点尴尬 他什么时候 也成为了 让人感觉很好的前辈了 就跟被发了好人卡一样 感觉太别扭了 好人 我也不是啊 在这个世界 有好人能活到现在了吗 夜九笑得更开心了 这位林牧前辈 是挺好有意思的 不是好人啊 说的跟这里 有好人一样 什么是好人 帮助他人的人 在这个世界 不收报酬 就去帮助他人的那些玩家 在第一环节 就死干净了 林牧抬手 在他能用的一个屏幕上问了一句 很快就看到了回复 能度过第一个环节的玩家 都是不会无偿帮助他人的 那些在副本里大发善心 主动去帮助其他玩家的 都已经死得干干净净了 清理得那么快 夜九虽然是知道 无偿帮助他人是不可能活得久 可第一环节就被清理 这可真是震惊到他了 主观意义上 愿意无收获的 帮助了其他玩家或猎物 都会被标记 下一次绝对会死 因为这世界的设定 就是这么坑 脑子不清醒的 就没必要继续站着一个生存数据了 林木继续操作着 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信息 他就是好奇问一问 那位回复的是真快 难道现在也在看热闹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世界需要的是 有心有追求 能努力搞发展的 而不是没意识到 世界不同 还想大发善心的那些玩家 还好 我都是喜欢搞点交易 不是无偿去做 夜九叹了口气 回头看了一眼山下 那片被单独转变的BOSS区域 幸亏他是要好处的 要不然 也该被发好人卡了 在这个世界 领了好人卡 是会死的呀 你之前跟副本BOSS的互动 除了交易 还叫做情势所迫 别挣扎了 你那时候就是弱 我这里什么都能看到 你不想承认也没用 笑着摇摇头 林木翻找着之前的一些记录 吐槽一下夜九的用词错误 而且 这小子根本不用担心 那些世界设定的问题 就凭他的暗息属性 什么理由都不需要 这就成不了好人 不过 也还行吧 至少你发展的不错 就是工人数量还是太少了 云生那小崽子 都有一万两千多的工人了 你就不能在这方面 也把他碾压下去 林木看了看不远处的院墙 隔壁就是云生家 那傻小子 终于是在工人人数上 超越了夜九 给他得死的 没少去跟世界沟通 可所谓的跟世界沟通 其实就是那位在看着呢 他都被吐槽好几次了 说他带出来的小崽子 跟他一样闹腾 这能怪他吗 那孩子本身就是个闹腾的 跟谁发现 谁盯着 谁照过 也没关系啊 云生也很努力的 我尽量 夜九也不知道 自己在多久之后 才能追上或超越 他也没有要求自己 要拿到绝对的第一 只是希望少一些麻烦就可以了 没出现 林木嫌弃地瞪了一眼 但他也知道 能让叶飞看上的小子 不可能会是激进的类型 他还是老老实实看热闹 看着云生和这小子 能成长到什么阶段吧 这世界每一环设定是什么 他也只是知道一部分 自然也不确定 那位给设置的成长上限 是哪一种 人嘛 简简单单的就好 我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 夜九笑了笑 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 只是想在这种舒适的阶段 尽量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 他自身没有涉及到世界 或者是涉及到全体玩家的追求 而这世界 似乎也不需要他去想的太多 只要安安稳稳地 按照现有的信息 搞好自身的发展就行了 你自己觉得好就好 我带点吃的 去看看 那只大豹子 这段时间不来打扰你们了 林木就是回来了 所以刷一下存在感 现在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是该去看看林贤河那只被 看上的大豹子了 走得真快啊 夜九看着林木说完就离开 桌子上的零食和果茶都被带走 啊呜 小呆凑过来 歪歪头看着他们家主人的表情 感觉主人现在是累了 需要休息 小呆 咱们家今天要吃大餐 要休息 等休息好了 你们也差不多是要晋级了 夜九躺在一旁的藤腕上 抱着小呆 捏捏他的一对小耳朵 心情很好的 说着今天的计划 他家的宠物 都已经卡在了突破晋级的边缘 好好休息一天 明天又该继续努力了 啊呜 小呆听到消息 耳朵瞬间支冷起来 跳到地上 他跑着去找小闹 让他回来一起玩 汪汪汪 熬呼 一狼一犬 从山顶跑下去 再找小乖 给用藤腕边 几个筐子跟着之后 就跑去最新的四级果园里 摘去已经成熟的各种水果 至于这么激动吗 小洛 趴在夜九的腿上 抬起头 看看山下撒欢的那俩 感觉他们太夸张了 不就是休息一天吗 虽然每天都有很好的休息 但更多的 还是惦记着成长 即使睡着了 也会想着 明早要早些起床 吃饱了 就要进行训练 夜九靠在藤腕的躺椅上 抱起小洛 在他的小脑袋上 慢悠悠地梳理着羽毛 再说着 平时的各种日常时 夜九突然觉得 自己是不是该调整一下 隔一段时间 就留出一个休息日 安静休息了好一会儿 夜九在身旁的小叶子 凑过来晃动时才站起来 把小乖送到山顶的 一筐筐水果都放好 你说你今天不修炼了 全天都只是休息 云生再去副本逛了一圈 回来后 跑来找夜九 结果 却发现这家伙 今天竟然白烂了 嗯 因为每天坚持会很累 所以 我给自己定了个训练的时间表 勤奋九天休息一天 夜九给自己定的休息时间 还算满意 连续半个月的训练有点久 五天七天的 又有点短 所以就每十天里面 放松下来 彻底地休息一天 然后再继续进行新一轮的努力 你本来就过得很舒坦了 若是你现在这种 给自己定假期的模式传出去 那些玩家 更要在背后不停地骂你了 云生看着嘚瑟的这位 嫌弃又心塞地吐槽了两句 休息 这家伙果然是第一名位置上 待得久了 已经彻底地没有压力了是吧 虽然大家都是关系户 可这挂着求生游戏的世界设定呢 你多尊重一下这个世界吧 有什么关系 他们背后 骂得本来也不少 有那个时间 不如去看看热闹 你前两天 不是想去看997的情况吗 带着零食 去看吧 夜酒纸了纸桌子上切好的果盘 还有一些肉干肉腐 让云生可以继续去看他喜欢的热闹了 这才几天时间 997号玩家转化 现在自己取名叫韩胜的那个工人 已经在那一片农耕部落里 发展出了四个孕妇 加上之前的若心转化的那个孕妇工人 他家领地里 一共就才有这五个孕妇 也因为韩胜的超高繁衍概率 那个农耕部落的工人 已经对孕妇 没了那么多的在意 毕竟那边的工人都已经知道 只要是想怀孕生孩子的人类 去找韩胜就可以了 因为不那么当宝贝供着 若心转化的那个工人 就待遇越来越差 虽然在部落这边的设置里 夜酒一直都给专门给孕妇 设置了基础的生活保障 可那些工人们的不在意 让若心越来越憋屈难受 看若心和997的热闹 就是云生在这几天时间里 经常会惦记的娱乐活动 对于这家伙喜欢看的乐子 夜酒都随他了 偶尔也会一起去看一看 发现什么不合适的 就再给调整一下 韩胜都哭了 他竟然会哭着说 干不了了 云生带着吃的喝的 去看了一会热闹 回来就跟夜酒描述 韩胜现在有多惨 可就算是韩胜觉得痛苦 夜酒也不会改变他的工作 相比起其他工人的工作 都是按照擅长项目直接安排 那时候还没有名字的997 是得到了三份可选的工作种类 种植类 编织制造类 以及现在的这份特殊繁育工作 虽然没了记忆 但很多事情的认知都还在 是韩胜自己选的 这份特殊工作 每天都不需要劳作 只有一些锻炼身体的项目 需要完成 然后就是有需要孩子的找上来 他必须配合 有吃有喝有的锻炼 还能跟不同的异性 有亲密接触 韩胜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可开心了 而且那几个想要孩子的 还会带点打来的猎物 或者是采集的粮食水果 特意带去送给韩胜 只是当韩胜不喜欢的女人 找上门之后 这位配合是必然能够配合的 但心理上就有些承受不住了 再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 他还是选了这个 有些人就是这样 在权衡之后 依旧是会选择最舒坦的 明天开始 繁衍强度高的 都转移到这个部落 接下来有他忙的了 夜九看着重新选择 依旧选择了繁育类 特殊工作的那个工人 已经做好了 给自家领地 进行人口大量繁衍的计划 当然不只是这一个部落 那些兽族工人的部落繁衍 也要抓紧 只是兽族工人 也必须是要同物种才行 现在想要同物种 还繁衍能力强的 现在也开始思考 关于工人繁衍的事情 他家的工人 也有很多 都是带着繁衍能力强弱的标签 之所以还没给凑一起 就是在纠结 二代工人 是否会受影响的这个事情 他之前生活的地方 是同父或同母 不能在一起 其他的都没限制 而他在聊天频道看到 有玩家讨论这方面 说某些世界里 只能表亲 不能族亲 还有些是表亲族亲 都要有几代的间隔 所以 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新婶儿的父系来源 都是有几率的 给他们设置个规矩 繁衍能力超强的出现 就没他什么事了 夜酒想要的 只是人口繁衍 至于二代工人的后续 继续繁衍 那真的影响不到什么 只要工人的数量多 就不存在同父同母 凑一起的这种发展 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工作属于青春饭 吃不了多少时间的 看着是不累 但消耗却是最大的 所以才能吃得最好 平时最为悠闲 你看聊天 有人说 应该给家里的工人 进行一对一的配对 云生笑了一会儿 再去聊天频道发个话题 问工人 怎么才是最佳配对繁衍时 很快就刷了一串的信息讨论 再看到有人说 工人都要一对一 还要搞什么相亲大会时 他喊着夜酒快去看看 一对一不难 可繁衍能力不够强 几年都生不出下一代 那我要他们凑队干嘛的 夜酒正在切菜 准备多做点好吃的 看一眼得死的云生 摇摇头吐槽一句 就继续做饭 他又不是搞慈善的 能把玩家转化成工人 投放在领地 还指望他去对工人 有什么温馨设定 再说了 看看那些玩家说的 兽族可以专门搞个配种的 人族工人 就必须搞出一对一的婚姻制度 真要说起来 他家领地里的部落 兽族部落的工人数量少 但兽族部落的发展 比人族部落要多了很多 一直都在一起 也可能生不出来 云生听到这个可能 纠结的皱了皱眉头 如果不能繁衍 那很快就会被追上的 同样是一万名工人 能繁衍的几个月之后 就增加四五千 不能繁衍 就还是保持原样 他之前跟夜酒聊过 领地内的工人 都带有加速效果 从孕育之后到生产 只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 同样是一万起步 两个月之后 就可能差四五千 四五个月之后 数量就能翻倍 繁衍能力不够 自然是生不出来的 所以 这些工人自身 也对繁衍能力强的 有特殊照顾 人口 是我们玩家需要的 也是领地内 一个个部落发展的基础 当然了 如果愿意为了 某些过往世界的规则 从而放弃自己现在的利益 那咱们也要说 夜酒切菜装盘 继续跟云生闲聊 他们这些玩家 要做的是提升自家的各项属性 努力保持自身安全 免得在某天 成为别人领地内的工人 当看到其他玩家 在聊天频道发的信息 说人要有底线的时候 他是很开心的 只要更多的玩家保留底线 让各个物种的工人 都成双成对的生活 那他就能更好地保持住领先状态 而且 那些所谓的不能 本来就都是人类制定的 在他的领地内 他就是规则的制定者 你先慢慢做饭 我回家看看 工人数量增加这方面 我一定不会让你超越的 云生看着毫不在意的夜酒 突然就觉得 自己被带歪了 人类都不在意的事情 他一个非人的神族 看个热闹就行了 怎么还去思考 那些玩家说的对不对呢 还好没上当 要不然 可能会被某些家伙嘲笑了 他怎么了 夜酒看着跑走了的那位 不确定自己哪句话刺激到他了 汪汪汪 小小歪歪头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那孩子突然发现 他差点被其他玩家带坏了吧 这不是他看到的 是林木传音跟他说的 当然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哦 小呆趴在藤条上 歪歪头看着的小小 不明白 小小怎么会突然给云生改了称呼 那孩子 这说法 之前没听到过呀 是回家 去设置了吧 费心调整 挺累脑子的 红烧个虎头 给他补补 夜酒找了找放起来的食材 拎出一只大虎头 开始处理 他家现在是 每天都会来几次随机事件 食材就没断过 哦 小洛凑近了 围着正在被处理的虎头转两圈 这么大药怎么煮 多闷一会儿 总是能熟的 不用担心 品质还算挺高的 味道肯定不会差 夜酒摆摆手 让小洛离得远一点 他要准备给这虎头下锅了 主人 最近的那个玩家 抱着他 加小老鼠来找你 在院墙外面 还没等虎头下锅 小乖的枝条凑过来 拍了拍夜酒的胳膊 给他传递了的信息 附近的9999号玩家 在没有发聊天频道信息 找180的情况下 竟然带着小老鼠来找他 这可真是 有点奇怪了 你来这里 是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 夜酒出现在他家院墙上 看着在墙外来回转圈 似乎是很纠结的9999号玩家 还真猜不到 他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至少在大部分人看来 他不像是好说话的 甚至 很可能会因为其他玩家 靠近家园周围 就直接把玩家 当成敌人清理掉了 大佬 我是听说 你有那个快速脆体的方法 福禄刚才是在纠结 是要去聊天频道 找180 还是直接找大佬询问 去聊天频道找180更好一些 可他既不是肚结 又不是净化 就只是想问几句 在聊天频道 不能直接问的话题 你这个家伙 竟然饶过 我单独来找他 过分了 真的过分了 云生本来是在家 调整工人的繁衍设定 收到夜酒开启的好友通话 打开之后 就听到了福禄的话 心情不爽 就直接顺移过来 他要好好问问这个家伙 是担心他中间客扣吗 在有中间人的情况下 越过中间人 直接找上门 你是想干嘛 我是不确定 正在纠结 福禄尴尬地看着云生 这位才出现的真快速 本来是想等下一个环节的 既然现在 你都跑来问了 那倒是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强化淬炼室友的 人和宠物都行 明天一早 我们应该就能准备好了 你先回去的吧 夜酒知道 福禄是为什么来 简单说一下 就让人先回去了 我这就先回去了 180 你别动我了 等忙完了 来我家一趟 我给你准备赔礼 我刚才真的在纠结 要不要在聊天频道先找你 福禄心塞塞地道别 还不忘再跟180强调一下 免得这位生气了 对他下黑手 走走走 回去研究一下 准备好了 我再去找他要点补偿 竟然想略过中间人缓解 太过分了 云生催着夜酒 抓紧回去 对于9999号玩家说的 刚才在犹豫 他能理解 但依旧是非常的嫌弃 毕竟住得近 人家想直接找大佬咨询一下 也是正常 可那家伙到地方了 又耸得一批 真看得闹心 你家设置好了 夜酒在空中闪了几下 就已经回到山顶 继续收拾着做饭 看云生没回家 就问起他家的设置情况 设定好了 每一个种族都分别凑到一起 然后开启繁衍奖励 生得越多 工人部落给的生活资源就越多 刚设定完 就有很多繁衍能力强的 被盯上了 云生说起 在家搞的设定 对于马上就有工人 会繁育下一代而激动 他家的工人数量多 虽然种族很多 但只要是基数大 未来繁衍之后的增长 就会更多一些 只要努力 夜酒家的工人数量 就追不上他家 最好是给他们设置一些保护 若是完全的自由 会因为交配权的问题 出现伤亡 不管是什么物种 在没了规则束缚的时候 争夺交配权和独占交配权 是最常见的战斗理由 夜酒看一眼嘚瑟的云生 让他回去再调整一下 不管是任何的物种 为了交配权而厮杀 都是常态 那我把繁衍能力强弱 作为保护标准 再调整一下 云生跳到围墙上 为了争夺一个 繁衍能力强的雄性 差点就把另一个繁衍能力 强的雌性给打死 果然是 麻烦得很啊 在调整过之后 按照繁衍能力强弱 来制定优先权 果然是马上就老实了 有个显示 正在孕育新生命的 这速度真快 云生坐在院墙上 看了一会之后 回头看像 已经炒出几个菜的夜酒 炫耀一下他家那边的工人 速度是真的很不错 正常 我这边也又多了两个 只要福利足够 繁衍二代工人 是很简单的 夜酒让云生过来 把菜端上去 然后就继续把新的蔬菜 下锅爆炒 不要说这些没记忆的工人 就是玩家们 只要给的好处足够 也有很多会想要吃这份福利的 只是他们这区 在997爆出 自己是如何被锁定之后 大部分的雄性玩家都怕了 有道理 我在加点福利 等第一批的二代工人出生了 再进行新的调整 云生过来 把菜端走 放下之后 又回到院墙上 继续给他家的领地 进行设置 就在准备开饭时 小闹跑了回来 想去跟正在躺着的 小小靠近一下 结果 他冲得太着急 直接就撞到了 小小的爪子下面 这是怎么了 云生还在看他家的设置 听到声音 回头看一眼 完全不知道 这俩狗子是怎么 就突然地打起来了 看这样子 是打起来了吧 小闹想找小小玩 冲太快 脸沙 脑袋增到小小的爪子 下面去了 夜酒师看着小闹回来 又看着小闹 扑上去碰瓷的 看一眼委屈的小闹 再看一看 还有些迷茫的小小 他很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见过碰瓷的 没见过碰瓷之后 自己还搞不清楚状况的 小闹 你真的很可以了 哦 哦 小呆和小落在旁边 一脸迷茫地 看着这一切发生 在夜酒笑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反应过来 凑到一起笑成了团 汪汪汪汪 小闹跳起来 跑到夜酒的身边 脑袋贴着主人的手臂 要安慰 他不是故意犯傻的 就是一不小心 就 乖 都去洗个澡 出来就可以开饭了 夜酒用手臂 在狗头上碰了碰 让他不要委屈了 在家饭傻 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习惯就好 你是不是也找个时间 带他们出去走走 他们需要多见见外面的玩家 要不然会越来越傻的 云生看着越来越能闹的小闹 给夜酒提了个建议 看很多玩家都说过 家养的狗子 是需要平时多溜一溜 他就是因为 看到了那些玩家说的 才经常带着小小出门 多跑一跑 活动下 他们是今天突然被放假休息 有点无聊 所以才闹一下 明天开始 又是新的修炼 关于开启一个其他玩家 也能进入的 雷玉萃体训练场的事 你想好 要不要参与了吗 夜酒将红烧的虎头端上桌 坐下来 给自己倒了杯水 在聊天时 已经迅速将一部分的肉拆下来 分给了几个等待开饭的小家伙 关于雷玉萃体训练场 肯定是要收费的 所以 这收费模式 就需要好好调整一下 我负责进行区域分割 至少要分五个区域 每天订个开启和结束的时间 五个区域 分别设定不同的入场费 支撑不住跑出去的 出去就算结束 还有 夜酒吃着饭 跟雲生说着 他对这次资源赚取的设想 他来维持雷玉稳定 雲生负责分区和收费 赚的能量珠 还是对半分 只要习惯且稳定了 甚至都不需要一直盯着 自然的 就可以维持运行 你比我还黑心 但想想 可能拿到的资源 就很开心 雲生感觉自己还是太弱了 赚资源的时候 竟然一直都想着 在可以完成的范围内收费 之前总觉得 夜酒是不擅长这个 可现在 他确定 自己还是档次不够 这家伙才叫真的黑心 开启之后 进入其中粹体 撑不住了 跑出来的 都算交易结束 再想进去 就只能继续缴费 虽然 他可能接受的不算多 可他也知道 很多玩家都会想要挑战极限 那就这么说好了 明早起床去副本 我先去 回来后 我给他们进阶 中午你回来后 咱们就开始动手制作 夜酒看一眼嘚瑟的云生 既然都没其他意见 那就这么定下了 在吃饱喝足之后 夜酒抱着几个实力 都提升到上线的小家伙 回去休息 云生也带着小小回了家 一觉睡醒 夜酒简单做了点早饭 吃完就打个招呼 直接去了副本 多人的狩猎和采集副本 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就被他通刷一遍 在他回来 将三百多个工人投放时 云生也已经去到副本 搜寻猎物了 小呆首先晋集 在看到单独为他开启的雷狱时 他贴着夜酒的手臂 蹭蹭脑袋 甩甩身上的银色长矛 就跑了进去 晋集不难 尤其是在之前 进行过一段时间的雷狱脆体之后 他只用了十几分钟 就从里面跑了出来 宠物小呆六级狼王 烽火 成年期 战力值5165 保时度70% 健康度100%等级 提升至7级时 有几率进化为零宠 小呆的晋集很安稳 晋集成功之后 保时度都几乎没怎么讲 只是 在他的信息里 多出来了一个提示 7级 零宠 玩家到了7级 会进入一个新的修炼模式 宠物也是一样 那些boss也应该是差不多的 小闹 去吧 夜酒抱着变小的小呆 让小闹可以去进阶了 汪汪汪 小闹的突破动静比较大 等再出来时 他直接变成小不点 跳到夜酒怀里 就不想出来了 累了 要主人抱着睡 宠物 小闹六级土系猎犬 成年期 战力值5155 保时度48% 健康度100%等级 提升至7级时 有几率进化为零宠 睡吧 小乖的晋级会慢一些 你们睡一觉醒来 他就能再次长出 可以铺满家园各处的枝条了 夜酒一只手抱着这两个 变成幼崽的小家伙 撤掉刚才给他们用的晋级雷玉 转身去到了小乖的本体所在位置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 小乖跟人打招呼的枝条 都生长在山顶 但他的本体 却是在从山顶下来的第三层区域 在这里 夜酒摸摸小乖的叶子 确定他准备好 直接就引出了雷杰 不同于小带小闹的轻松 小乖的晋级 就是很纯粹的挨雷P 虽然夜酒能控制 可他不只是不能降低雷杰的强度 还得在小乖一次次的适应之后 再次的进行增强 雷杰有着很强的破坏力 但植物系经过了雷杰的洗礼之后 各方面的抗性 以及他本身的各项属性 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这么惨 云生去副本通刷了一遍 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后来看到夜酒家的雷杰 抓紧时间跑过来看一看 只一眼 他就看得有点揪心 这也太虐了 那水面上厚厚一层的岁叶残枝 都是小乖被击碎的部分了吧 虽然小乖不会开口说话 可他在到了夜酒家里之后 一直都是最乖最懂事 也最勤劳的 植物类的晋级 比动物类的更难 也借着这个机会 给他强化一下 等会儿渡劫结束就好了 他没事 夜酒把抱着的小呆小闹 递给云生 让他先给照顾一下 回头就再一次的 加强了劫雷的强度 虽然看着很惨 但小乖现在的情绪是欢快的 只有打好基础 才能在进入七级的时候 获得一个更好的开始 宠物小乖度过雷劫 成功晋级 在上午的十点半多 小乖终于晋级成功了 宠物小乖六级嗜血藤 生长期 植物系 占力值5865 吞噬吸收 技能模拟 植物培育 小乖的信息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他主体部分的叶片上 全都多出来了两条红色的线条 当晋级成功之后 劫雷散去 叶酒家水资源的边缘处 迅速地长出了零散的小藤蔓 那些细小的藤蔓下方 都是小乖的根系所过之处 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出现了家园入侵的灾难事件 这些小藤蔓都会迅速生长 成为第一时间的攻击和防护层 蜀人辛苦了 小乖心长出了几片叶子 贴在叶酒手心里 传递着他的开心和感谢 180来做个宣传 大佬同意做雷玉脆体生意了 除了能强化身体 打磨精神力 还能增加一些雷结时候的抗性 位置就在大佬家和我家的东边交接处 单独开出的一片空地上 时间是从傍晚开始到半夜结束 开启的脆体区域一共分为五个阶段 你们想选哪个都可以 但不管是在里面待多长时间 出来了再想进去就必须重新缴费 入场费看这里 100-500战力区域需要缴纳10颗三级能量珠 500-1000战力区域需要缴纳30颗三级能量珠 1000-2000战力区域需要缴纳10颗四级能量珠 2000-5000战力区域需要缴纳30颗四级能量珠 5000-10000的那个需要缴纳30颗五级能量珠 都看好了再选 根据自己的实力来选择 每一个里面都是从外向内越来越强 谁要是实力不足够非要进去送死 那咱们也不介意当成是收费处理了 云生在傍晚的时候 挨着去到五个雷之中看了看 然后才在设定了收费标准之后 去到聊天频道发了一大串的信息 你说今晚能有人来吗 云生坐在院墙上 看着的外面的那五个雷遇封锁区域 不确定他们这个赚资源的计划能不能行 大晚上的实力低的玩家根本来不了 实力高的也不一定愿意花这些能量珠进行尝试 可就算是没人来也得先开启了试试 只要有来的那就是额外赚的 我来了 两位我要是跟数数分开 他自己在里面会不会遭到其他玩家的攻击 9999距离最近 几分钟后就抱着他家小老鼠赶了过来 他今天一直在等着这个 现在终于可以去进行尝试了 可到底要进哪一个 却他有点为难 玩家在这里面依旧是自由活动 最好是陪着宠物在一起 我们没时间关注玩家之间是否起冲突 夜九看着依旧体型小巧 正在冲着他抱爪拱手的小老鼠 笑了笑 但还是没给他们搞什么特殊对待 他也是要修炼的 家里还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事件 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其他玩家的粹体情况 那我就陪着数数去2000至5000区域了 看一眼每个入口悬挂的脚飞位置 先拿出30颗四级能量珠 看着门开之后让数数先进入 然后再次放上30颗 开门之后自己也走了进去 一人一数从进入开始就在挨雷劈 外围的雷击强度弱一些 他们适应了就试探着往前走 走到距离中心一半左右的位置停下来 在雷击的打磨中淬炼自身 一人一半 这就赚到30颗四级能量珠了 这种提前布置好 就能够坐等收入的模式 真是舒坦 云生拿着60枚四级能量珠 分出一半给叶九 剩下的收了起来 单人狩猎副本刷一遍 也不过是才出几枚五级 十几枚四级 以及180枚的三级能量珠 如果不是为了他家小老鼠 他应该会选择去5000以上的区域 进行淬炼 也只能说玩家基数太大 而且副本刷能量珠 终究只是苦力 制作比较稀缺的物品出售 那才能赚得更快更多 叶九看着那片雷玉 这个俘虏的赚钱能力是很强的 可战斗力是增强了很多 可实战方面是真不行 目前在最中心 也只是5000以下的总战力强度 可俘虏的战力都已经1万多了 却还是被这些雷劈的左躲右闪 呲牙咧嘴 那当然了 副本是每天只能刷一次 而高等级的制作 需求量基本都不会少 玩家提升自身 就要不停地购买各种物品 这么一层又一层 更多的资源 就都汇聚到上层来了 云生看着聊天频道刷上去的信息 一边跟夜酒闲聊 一边将某些骂他的玩家 记上小账本 他心眼小得很 但凡是骂过他的 赶上心情好 就收点赔礼 心情不好 就直接冻死 没实力 没材料 努力赚去呗 又不是逼着他们来这里 竟然敢蹦出来骂他 真不知道是哪来的勇气 你慢慢玩 我就修炼了 半夜的时候 再来撤掉这个 夜酒也能看到聊天频道 他现在的心情不错 只是记住那些玩家编号 其他兴趣就暂时没有了 接下来 还是好好修炼 实力总是要继续提升的 你修炼 你去哪了 云生想说 你修炼就修炼去吧 谁也没拦着你 有事你再从山顶下来就行了 结果回头一看 人没了 那么大的一个大活人 去哪了 那位前辈 给我准备的修炼空间 我家那几个小家伙 就麻烦你先帮忙照顾一下了 夜酒站在有着23456区 与划分编号的空间里 给云生回了个语音 就直接走进了 标注二级的训练场内 刚才还说 9999一直躲 现在夜酒自己 也想躲一躲了 可虐是真虐 疼是真疼 可他对自身的了解和感悟 也在凶残的淬炼中 迅速地提升 真惨 不到半小时 夜酒在支撑不住 从二号训练场退出来时 看一眼时间 还差几分钟才到半小时 坐在空地上休息了一会儿 夜酒再一次地走进去 任由雷霆披在身上 淬炼着他这句 已经脱掉了装备的曲强 10089区的一些玩家 在他塑造的雷域里 淬炼强化 而他如今也是一样 在夜飞前辈给出的 修炼之地努力地成长 无师徒名分 却有着师徒传承 或许 那位说的不能收徒 是因为 他虽然能接得下这份本源 却在做人做事方面不讨喜 天赋是暗戏和吞噬的他 或许更适合跟灵木前辈 和云生凑一起 因为他们这几个 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回来了 来了这么多 夜酒卡着时间 在距离零点 还有十分钟的时候才回来 看一眼那五个雷域里的玩家 夜酒已经开始换算 这是多少的能量珠 小洛本来是 站在云生的旁边 看着云生 将一个个的能量珠 放在小乖编出来的框子里 现在 看到主人后来 小洛杉杉翅膀就飞过来 在被夜酒抱住之后 小脑袋贴在他的脸上蹭了蹭 主人你可算是回来了 那个家伙吓唬鸟 他说我如果不在这里陪着他 就要克扣咱们家的资源 你可真出息了 竟然吓唬鸟 夜酒走到云生的旁边 抬脚在得瑟笑着的这家伙 胳膊上踢了踢 让他稍微要点脸 平时哄着小呆小闹完 那也没关系 那俩也经常会犯傻的 非要在云生身上踩几爪子 但是 小洛是跟小乖一样 平时都安安静静 最乖了 那怎么能叫下虎 我是为了让他在这里盯着 免得分赃不均 那什么 用词好像不太对 你又踢不到我 闪着脚了 可别怪我呀 云生抬起头看看告状后 冲他得意晃脑袋的小洛 笑着换个位置 让夜酒稍微注意着点 那边的雷狱里 已经有人走出来了 让他们看到 还真会以为 咱们内部分赃不均 先打起来了呢 就是踢不到踩踢 真要是能一脚把你踹出去 我还真不太敢下脚 那边是什么情况 福禄去给摇人了 夜酒抱着小洛 坐在院墙上 伸手拍拍 凑到旁边的藤条篮子 把里面的三级四级 和五级能量珠 都收了起来 1100颗三级能量珠 75颗四级能量珠 还有45颗五级能量珠 这赚得真不错 虽然还比不上 家里的制作台产出售卖收入 但也是额外的进账了吗 6606 觉得他能行 非要去闯第五个的核心区域 这都第三次了 云生回来做好 看着的 还在LAP的6606号玩家 笑得格外的嘚瑟 就是因为 6606前两次被虐得太惨 其他的玩家 都不敢去那边 一个个不管实力高低 全都跑去 从最低级的开始适应 目前在第三 和第四个雷域里的 基本都是先从第一个开始 走到核心区域 确定没问题了 然后才出来 重新缴费 进入到第二个 第二个雷域的核心测试过 确定没危险 才出来后 进入第三个 虽然是花的能量珠 稍微多了点 但至少是 有了一个自身能承受的强度测试 毕竟 不是谁都有6606那种 曾经被大佬单独照顾 进行脆体的经历 都是各有各的赚钱路子 看一下时间 等一下卡着时间收起来 夜九对于今晚的收获很满意 再到了零点的时候 原本存在感极强的五个雷域 突然就消失不见 同时 那些将雷域围起来 只能走大门的空间封锁 也都在瞬间消散无踪 哎 到时间了 6606 在突然没了压力的时候 还有点猛 反应过来 是时间到了 抬起头 就去寻找控制着场景的那两位 只是 他找一圈都没看到 很快 在聊天频道里 刷出了信息 180说 明天傍晚再继续 然后就是催着玩家们 各回个家 不要在这里 引发家园的防御机制 该休息了 小呆小闹 去洗个澡 回去睡觉 回到了山顶的夜酒 看着晋级之后 就特别喜欢待在山顶雷域里的这俩 喊着他们出来休息 嗷 嗷 嗷嗷 小呆和小闹一起冲出来 体型从大变小 目标精准地 跳进夜酒的怀里 主人忙完了 可以休息了 行吧 一起去 洗个澡就睡觉 累了 夜酒单手抱住这俩 另一只手抱着小落 撤掉雷域 就钻到了山顶的水池里 小乖 你好好休息一下 不能所有时间都紧绷着 太累了就会疲惫 疲惫了 在床上躺下时 手指在床边的绿色藤条上敲了敲 他知道 家里不管是哪一个 他们都执着地 想要变强 可自身的状态 还是要尽量调节 主人休息 我也休息 枝条长出几片新的叶子 贴在了枕头边 小乖在被要求放松之后 就尽可能地放松 但他更是要坚持 保证正常的家园警戒和防守 累了的夜酒 躺下很快睡着 在一觉醒来后 打开家园信息查看 发现了几十条新的信息 领地内的工人 又多了几个新生命的孕育 其中两个是兽足 还有几个人足 虽然是设置了 对997号韩胜的工作和保护 但他从来都没限制 其他工人的选择 只是在没了规则 没有了诱导之后 更多的工人想要的 只是结果 所以在新生命孕育福利 足够的情况下 韩胜还是非常的忙 因为跟其他的工人凑到一起 什么时候能让新生命存在 真的不好预测 而韩胜的超强繁衍能力 只要不是本身 就繁衍能力超级弱 就保证能一发击重 玩家10089区8899号 玩家的领地 领地面积2000万平米 领地工人5517 领地资源 4级资源1242万平米 3级资源362万平米 2级资源396万平米 领地建设1级农耕部落13 1级狩猎部落7 领地正在孕育新生命34 领地工人实力5级145 4级998 3级2153 2级2221 领地内怀孕的工人 一共有19个 而这19个工人正在孕育34个新生命 除了正常的一个两个 还有一个兽足工人 一胎有7个 看来 兽足工人的繁衍会更快速 夜久看了看自家的领地情况 对于接下来要下手的工人种族 突然有了一些新想法 3级工人卡 兽足 疾风兔 成年铁 瓷 身体健康 生命12年 繁衍能力 中等 擅长采集或挖掘类工作交易物品 10颗三级能量珠 在第五环节的一个月之后 工人卡的交易逐渐变多 价格也迅速地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夜久在之前的时候 虽然想买 但感觉价格还是太高 就一直攒着能量珠 等感觉价格合适了再出手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每天去刷能量珠 还有家里制作售卖 以及雷玉每天赚的那部分 一共攒下了十几万的五级能量珠 几十万的四级能量珠 还有几千万的三级能量珠 终于可以开始在交易界面 进行上面这种价位的疯狂扫货 不只是三级 只要是一窝能生多只的物种 等级和交易能量珠的比例 在一点十分 他就全都买下来 不过 这种扫货模式 仅限于雌性动物 雄性要单独搜索等级高且繁衍能力极强的 在他家的领地范围 拓展再拓展 一直拓展到七千万平米的时候 夜久终于停下了 他的疯狂购物模式 玩家10089区8899号 玩家的领地 领地面积7060万平米 领地工人1386万 领地资源 四级资源 4242万平米 三级资源 218万平米 二级资源600万平米 领地建设 二级农耕部落12 二级狩猎部落4 一级农耕部落1 6万 一级狩猎部落8532 领地正在孕育新生命 186万 领地工人实力 五级5480 四级12 8万 三级111 8万 二级1261万 钱花了 但领地信息里显示的这些数字 让夜久非常的满意 你买的那么多 云生也买了很多的工人 但他没想到 夜久会买这么多 在排行榜被超越之后 他翻过院墙来找夜久 问问这家伙突然地爆发 是想要干嘛 都跟你说 我攒着能量珠 就是等价格低于1比10的时候 要将1比10以下的 全都抄底 夜久已经将工人都分区域安置 每一个种族 都是单独的区域 生存物资 也都是比较的丰富 足够让他们 繁衍到下一代 看一眼被惊吓到的云生 他继续在交易界面搜索 寻找五级的高等级 受足工人卡 这一次搜索的目标 全都是雄性动物 以及繁衍能力极强的这个标签 可我没想到 你能一下买这么多 1000多万 咱们这个区 最初也才1万个玩家 云生坐在椅子上 抱住凑过来的小闹 摸摸狗头 感慨下这个数字的庞大 他以为 自己把家底都花光 好不容易凑出的1000万 已经不可能被超越了 结果这家伙一会儿的功夫 直接给他碾压了 我就买了1000多万 比你现在的 多了300来万 不过 每一个部落 都放上两三个 繁衍能力极强的 大概在下个月的开始 数量就要再次出现 跳跃式提升了 夜九笑得嘚瑟 再次三项全部榜一的感觉 真舒坦啊 你都买了些什么 我去看看 云生听到一个月后 就能跳跃式提升 站起来 就往夜九家的领地工人区跑去 当他转了一圈回来时 脸都黑了 你买的都是什么工人 除了老鼠兔子蛇 你还买了成堆成堆的重足工人 你只是堆数量 你都不准备搞其他发展的吗 云生觉得自己已经挺没下线的了 但在夜九面前 他可能还是个正常人 至少他没搞这种 工人的新生命孕育 上线是一胎十个新生命 所以我尽量去买了一些兔子老鼠什么的 至于虫足 虫足是真便宜啊 尤其是二级的虫足 是受足工人卡的半价 又能增加工人数量 又便宜 繁衍能力还超级强 你们为什么不买 夜九也觉得挺奇怪的 虫足工人的价格 被压到了当前同等级的最低 都是因为大部分玩家太挑剔了 虫子是丑了点 干活能力也缓慢 但只凭借繁衍快的这一点 也该是涨价才对吧 榜单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怕 但大部分玩家都怕 虫足是最擅长寄生和反噬的 他们还可能制造出 瘟疫等各种负面事件 而且 有虫足在领地里 建设发展 很大概率会被破坏 其他工人也会受损 云生突然就不想吐槽了 使他忘记了 这家伙的属性问题 他不怕那些负面类的因素 分开就行了 设置领地隔绝 单独在一个范围内养虫子 不让他们寄生到 兽足和人足的身上 就没有影响了 夜九又买了几只 繁衍能力强的熊虫 放置之后 设置了保护 让雌性虫足 都不能伤到熊虫 然后才开始进行兽足的设置 吐槽几句 看云生懒地说他了 就把桌子上的果干推过去 然后继续进行自己的调整 第五环节 还有90天 你这边能开双倍时间 就算是180天 幼虫幼崽需要成长时间 所以短期内不能二次繁衍 而且从这次孕育开启到 下一次的孕育 最低要间隔一个月 就算是这样 你现在是1000多万 一个月就能变成1亿 6个月就是6亿 云生开始进行 这一波账目的计算 幸亏还有限制 要不然 夜九加领地 该很快就被挤爆了 我的目标 是20亿 这段时间 我还能继续转 而且 我总觉得 10亿还是太少了 你别瞪我 我说的 不是咱们这个区 我是感觉 快要开启世界模式了 夜九摇摇头 他只是想要 尽可能地搞提升 邻地内的工人种族 他是真没觉得 这有什么关系 就算那些工人里面 可能有一些 是过去的玩家 那也不可能 会给出什么优胆 他要的是收获 是按照这世界的 规则条件 去拿到每一次的 最佳奖励 不管是否能成功 至少他是为了 这个目标 努力过才行 9999 感谢大佬 万分感谢 我终于提升到7级了 1209 狠狠地羡慕了 想不到 竟然是你先到7级 6606 你有没有在看聊天信息 那家伙已经成功了 咱们也得努力才行了 6606 我倒是想 但现在不是我想不想 是我距离那个阶段还很远 也不知道 9999 是怎么提升上去的 这家伙 不会是用材料硬堆起来的吧 9989 就是硬堆起来的 那家伙家里有海产品 有各种小道具 还有他家叔叔给赚钱 别看那小老鼠 又小又弱 我之前去他家买点东西 结果就看到 那只小老鼠 竟然是会搞制作 比大部分玩家 做得还要精致 1231 羡慕了 真的是羡慕了 那家伙长了一张 善于钻银的脸 却偏偏在实力上超越了咱们 这真的太打击人了 但凡是6606 和9989 先达到7级 也不至于让我这么揪心 101 有什么可揪心的 不管是用什么堆起来 人家都是努力赚来的 你们也都或多或少 养着一些宠物的 就问你们 谁带着宠物 单独找上门去找大佬 给开挂杜劫晋级 你们应该都没想过的吧 1551 宠物不一样吧 我家的宠物晋级 自己就成功了 又不是都需要杜劫 2019 有没有可能 原本9999家的鼠鼠也是 不用杜劫的 但在晋级时候 杜劫能得到更多的强化 强化之后才有的特殊能力 又或者是因为感受到 9999的爱护 那只小老鼠 才特意进化出 能给9999赚钱的能力 6868 我之前去买东西的时候 问过 9999说 小老鼠是救过他的命 那救命之后 带回家的宠物 跟从交易市场买的 这心情上 就肯定是不一样了 180 都别吵了 9999能晋级 是因为他有足够多的资源 我们给他单独开小灶了 顺便给你们提个醒 尽量多做一些提升 我刚才去找雪豹王聊天 听他说的信息来判断 这个环节结束之后 那层隔离就该消失了 都自求多福吧 在迅速刷屏的聊天频道 原本还在聊9999晋级的话题 因为云生的这一个信息 瞬间变得安静了起来 但很快 许多玩家都开始冒出来 问180 180到底是跟雪豹王聊了什么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信息 只是180 现在处在发言间隔等待时间里 他们问的再多 180也都不能出来说话 等到15分钟过去 又一条信息 让大部分玩家都沉默了 180 雪豹王是10089区的BOSS首领 他自然是能知道一些单独的信息 咱们这个玩家区域 没有首领 很多信息 我也就只能去找雪豹王咨询了 对了 一个区域的首领 是能给区域内同类生灵安排任务的 据说是有一些强制任务和命令 所以我觉得 咱们玩家区域应该是不可能出现首领 这条信息发出来 玩家频道安静的好一会儿 才出现一条信息 强制任务和命令 首领安排了 其他人就要去做 这是目前所有玩家都不可能接受的事情 大佬 没有首领的指挥 咱们这边可能是比较危险了吧 福禄刚刚完成晋升7级的肚结 他选了召唤 不太懂 所以就打算先留下来 跟坐在院墙上的这两位聊会儿天 结果 这原本是要在聊天频道 拉一波人气 让其他人也抓紧时间 来让大佬转一波 结果这热度都没起来 就被180给转移了话题 也不算是完全转移 毕竟想要不被BOSS清理掉 都是需要实力的 只是现在这情况 一个区域内的首领竟然有那么大的权限 这可真挺难办了 他个人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毕竟是一直努力地抱大腿 如果不是到了极限 大佬应该不会把他踹出去送死 可也仅限于他个人 以及他感觉自身还有价值的情况下 难说 咱们是咱们这个分类的玩家 BOSS是他们那个分类的玩家 如果世界要求双方拼杀 那肯定是要打到一方崩溃为止 可现在还什么信息都没有 也不一定就是敌对 万一是双方的玩家身份整合 夜久看着眼神有些迟钝的浮路 手指给怀中的小落梳理着羽毛 说着更让人不曾想过的猜想 各自看到的身份不同 种族也完全不同 但只要是都转成了玩家 未来也没有那么绝对的冲突 而且就现在的玩家们之间 冲突也不少 前两天有个在他这里 等着别人从雷狱中虚弱跑出去 然后趁机下黑手的偷袭成功 但在成功的下一刻 那个下黑手的也被夜久一道雷劈死在原地 他不会因为其他玩家来萃体消费 就对玩家进行保护 可在他做生意的地方 杀人的就是要处理了 下一个环节 若BOSS们也都跟这个区的玩家们一样自由 感觉他家的雷狱萃体收入会增加很多 所以夜久自身是希望不要搞敌对 至少不能完全的敌对 有个缓和的间隙 他才好继续赚资源 我回来了 浮路你就算是到了7级 转了新的方向 也还是多注意着点 那些玩家不敢明着说 但你家数数的信息暴露太多 总有些疯子可能会嫉妒到发疯发狂 云生去找雪豹王聊个天 回来看着浮路还在 就劝他多长点心 就算是跟一些感觉上 还不错的玩家进行交易 也最好是不要让人看到次家的秘密 若是9999自己努力赚的资源 即使有很多玩家嫉妒 也会觉得同为玩家 只是这家伙运气好 可宠物赚资源养主人 还把主人堆到了7级 这就会让部分玩家难以接受了 之前刚发现小老鼠能力的时候 云生找叶九聊过 讨论过那种变异道制作方向的老鼠 是否具有更高的价值 那时候叶九就跟他说 这信息一旦被传出去 就将是9999家要面临的大麻烦 他们要针对鼠鼠 浮路知道 虽然180在聊天频道里瞎闹腾 但有些话题还是不会骗人的 能说有玩家会针对他家鼠鼠 那肯定就是因为发现了什么 主要还是你给人的印象 就不像是有实力的 大部分玩家都在背后说 你是个只会赚钱的奸商 云生吐槽着某些人的名声太没有威慑力 人已经坐在了院墙上 背靠着的小乖凑过来的枝条 手里拿着的零食慢悠悠地吃了起来 奸商 实力都是靠资源堆起来的 没真本事 不会战斗 这些都是被挂在9999号玩家身上的标签 晋升到7级 是需要玩家的双向强度都达到9999 才能开启晋级 晋级成功转化新的修炼和数据模板 那也是最低两万战力起步的 那些说 俘虏没有真实力的 不知道是极度心太强还是自我催眠了 夜久摸摸小落偷笑的脑袋 看了眼紧张的俘虏 吐槽一下某些玩家的思想太离谱 没实力是提升不到这个阶段的 就算它可以给降低雷劫的强度 但前提条件总是必须要存在的 简单来说 当身体强度9999和身体强度999的玩家相遇 弱者根本就破不开强者的防御 打都打不疼 可偏偏就是会有一些双向相加 还不到1000的玩家 再一次次地幻想着 战力2万以上的玩家有多么的弱 我自身的战斗意识确实是不算很强 所以我选了召唤 我试试能召唤出什么 俘虏听着两位大佬的吐槽 忧伤地叹了口气 他还是在这两位刚好比较无聊的时候 试一下新能力 让他们指点一下吧 能不能保护鼠鼠 还是要看他刚转化出来的新成长方向 召唤的也还行 夜久在看到俘虏召唤出的第一个生物时 手指僵了一下 迅速调整好表情 一脸认真的表示 这也不错 噗哈哈哈哈 云生就直接的多了 靠着小乖的枝条 哈哈大笑 制药锅 用它可以炼药 可以制作 还可以把锁定的目标装进去炼了 战斗力差距越大 封锁在里面炼制的成功率就越大 俘虏两手抱着他召唤出的炼药锅 眼神别扭地纠结了一下 确定信息之后 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还是很有用的 资源可以赚得更多了 就是这个战斗模式 确实是感觉挺尴尬的 防御应该是挺高的 而且 如果先炼一炉毒药 然后再把玩家或猎物扔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其他效果 夜九看着那个锅 这召唤技能虽然偏了一点 但也算是挺适合服录的了 而且 他大概是能知道 每个玩家的情况不一样 七级之后的修炼方向 都是根据自身出现调整的 他的算是个例外 是那位前辈送的礼物 可他也同样是必须要承认 他也是需要先具备了 能接得住那份礼物的基础 那一位才把礼物送来 想起了叶飞前辈和灵木前辈 夜九突然有点好奇 顺手就打开了自己的个人信息看一眼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夜九南 保时度89% 明天中午去你家蹭个饭 要两人份的 体力值85%饭菜方面 多来点清淡的 天赋 暗属性 吞噬最近有个光属性天赋的玩家 似乎是蹦搭得挺欢乐 你要好好努力了 战力17 7万还行 第一的位置 暂时是稳住了 元素本源 雷结之雷 二级 用给玩家脆体强化来赚材料 真有想法 元素掌控 雷火 水兵 都说让你多研究一点了 你是真不在意啊 功法 元素基础修炼 清新绝修炼速度 加十倍功法方面 你是真不行 想当初啊 算了 还是不打击你了 装备 无属性棉布长裤 无属性棉布上衣 就算再加不需要 但你也偶尔穿一下装备 尊重一下这个游戏的设定吧 资产 9 9万倍能量强度 一印 356亿平米家园范围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宠物 小带6级烽火 双系狼王 战力8560 小闹6级吐戏猎犬 战力8135 小乖6级嗜血藤 战力8999 家园祥瑞宠物 小落5级白孔雀 领地面积7060万平米 领地工人1386万 领地建设 2级农耕部落12 2级狩猎部落4 1级农耕部落1 6万 1级狩猎部落8532 包裹栏60 生存手册 个人信息里 除了夜久自己各项数据信息 还有那位陵墓前辈的吐槽 也不能说都是吐槽 就是把某些提示信息 都放在这里 让他看一看了 不过 明天中午 两人份的午餐 还要清淡一点 陵墓前辈 你直接发话 屏幕显示就可以了 不用在个人信息里面 标注这种话题的吧 回去好好练习 这个时间该休息了 夜久看着信息 现在当着外人的面 不能吐槽 打个招呼 就直接回到了自家山顶 在他离开后 云生也跑了 只留下福禄一人 看着荒凉的无建设空地 抱着召唤出来的炼药锅 往家跑去 回到了山顶之后 夜久直接就开始报菜名 在他眼前的显示界面上 也开始出现了 私聊一条条信息回复 只是今晚注定不能早睡 当某些植物自然的生长 让家里能量强度 堆到十万倍的时候 一条个人通知刷了出来 玩家家园能量强度 达到十万倍 开启能量强度调控设置 一条通知 直接把林木刚发来的信息拍碎 然后非常稳定地 占据了整个屏幕的中间 玩家家园能量强度达到十万倍 开启能量强度调控设置 家园能量强度达到十万倍 可在家园范围内调整能量强度 最高可在原有基础上 上调一百倍 最低需保持原有基础的百分之一 夜久站在家里 看着这个通知 打开家园界面就开始调整 山顶先他调整个百倍增幅 然后是原有的 只是那能量汇聚在几个重点区域 工人区域的能量 全部缩减到一万倍 多余的全都赚到从山顶开始 向下的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这部分的强度直接拉满 本体根系在第三层的小乖 迅速出现爆发式生长 在他家家园的高处 展现了一场枝条的狂舞 这能量强度可真够高的 你都堆到十万了 我家也不能差太多 工人数量反正是追不上 我准备接下来 全都堆家园面积和能量强度 云生站在山顶的院墙上 看着夜久家的这些变化 感觉自己也该换个方向努力一下了 至少 先把这个调整改造开启了 虽然他不惦记超越夜久 但也不能差得太远 要不然会显得自己太差劲 林木追着吐槽 很闹心的 你想努力哪方面都行 我是不想说 夜久对于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 尤其是在那位林木前辈的提示下 他更得尽可能地努力才行 目标还是那样 希望在这个环节结束时 依旧能保持住第一的位置 距离结束 还有八十多天 他还有的忙了 嗜血腾小乖 在吸收了突然增强的能量后 几根枝条凑到了夜久面前 缠住他的手腕晃了晃 主人 要准备晋级的材料 小乖现在的战力 已经迅速地超过了九千 虽然现在还不能渡截 进入新的阶段 但有些他需要的材料 需要主人给准备起来 跟我说一下 需要的多有什么 我明天赚了资源 就开始去买 不用担心花没了 咱们家赚材料的速度 还是不错的 夜久拍了拍贴在手腕上的那页 小乖在担心 他把赚的材料花完了 会影响到小呆小闹的晋级需求 家里确实是没多少材料了 但他们要的不是咱 而是继续赚 雷玉翠体已经开启了二十多天 10089区这边 大部分玩家都已经习惯了 每天傍晚到半夜的这个时间段 尽可能地来这边 进行一段时间的翠体强化 最初来的只有十几个 可随着一些玩家在强化之后 直接就上升了几个榜单排名 就让更多的玩家赶来 目前他们这个区 一共就还剩下了一千多名玩家 除了部分实力低到 根本来不了这里的 都是实打实的增强 而且还经常会有人 在翠体过程中进击 还有玩家推测 只要翠体的次数足够多 打磨出了抗性 以后就算是杜雷结 也不会再有危险 只是五级的材料和五级能量珠 几天就能凑够了 你继续努力 我回去睡一觉 明天中午还有客人 夜酒再记下了需要的材料 以及能量珠的大概数量之后 就拍拍小乖的叶子 回到了屋子里准备休息 好屋 小呆洗了个澡跳出来 甩干身上的水 直接扑到了夜酒的怀里 主人每天都很忙 说好的要松弛有度 要休息要玩耍的 等你们全都晋升到七级 在那之后就应该能够放松了 不要担心 很快的夜酒抱着小呆 给他顺顺毛 对于他们全都晋升到七级 非常的期待 晋升到七级之后 就必然是要选择一项新的修炼之路 而且新的修炼提升 是没有等级和上限的 像他这种 提升元素本源 虽然也能提升一些战力 但就算是一直都保持在一级 他的战力值 也可以一直往上提 只是本源类的这种提升 当然好处也是非常的多 修炼速度会加快 攻击力会变强 更有掌控上限的提升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林木增很随意地提过 到了七级 转化修炼方式之后 才算是开启了正常模式的修炼成长 哦 小呆将脑袋往夜酒的怀里蹭了蹭 他们一定会尽快提升到下一阶段的 主人很忙 他们更加不能拖后腿 家园领地突发灾难事件 一名人族新生命的诞生 引来了成群的猛兽 猛兽已经出现在工人部落的附近 作为领主须 尽快前往处理 就在夜酒躺下要睡着的时候 一个突发事件通知刷了出来 让他不得不下床后 迅速赶去领地区域 灾难事件的位置 是最早建造的几个人类工人部落之一 新生命的诞生 这个部落里的上千名工人 正在热闹地庆祝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而作为第一个生育了新生命的若新 此刻却是一脸的苍白 生命数字正在迅速地减少 他快死了 若新 后悔吗 夜酒过来后 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清理野兽群 而是来看看 这个一直都各种折腾的故人 夜酒 我后悔了 我不该去赌你的善良 更不该去赌这个世界的忍耐 若能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若新看着夜酒 眼泪滑落 他是真的后悔了 他和当初的九千一样 都是通关重开的玩家 只是他不敢和九千那么张扬 一直在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不被发现 只是 他在看到夜酒和181路高升之后 他怕自己会因为实力不足 而随时成为其他玩家的猎物 所以 他不得不逼着自己去赌一把 在遇到997之后 他感觉这个男人很好 所以 他赌997能对他好 可惜 男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他只能想办法怀上孩子 赌肚子里的孩子 能护着他周全 那时候他相信 就算夜酒会逼着他 转成工人 只要生了孩子 就能恢复记忆 因为他知道 玩家身份怀上孩子 是能收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现在 他确实是恢复记忆了 可他恢复记忆的代价 就是 为什么重来一次 他会过得比上辈子还要惨 在他上一次的通关过程中 虽然又累又苦 可还是艰难的熬到通关了呀 以后不要总变几男人了 以你的实力 没男人也能活 夜酒看着这个 又被重来一次斗着玩了的玩家 摇摇头 给他提了个最后的忠告 当然不是说 让他重生之后如何 只是说等他这次彻底死了 再转成工人之后 尽量不要在这个 工人部落搞男人 虽然若新这次是不可能再有 恢复记忆的机会了 但就算是没记忆 这女人 也绝对是个脑子有病的 他家的工人 是搞建设搞发展的 不是让他们来搞什么 吃吃馋馋亲亲爱爱的 那个通关重开 还是有一部分玩家信了 林木在中午过来吃饭的时候 听夜酒提起了那个 转成工人还作妖的事 突然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 关于每个区都随机投放了 十份通关重开记忆的事 他不只是知情 还是提议和计划者 大部分生灵 都是会跟随自己现有的部分 想要去追求更多 我最初只想 有吃有喝 就很舒坦 现在却已经发展到 为了保住第一名而努力 那些玩家 在突然觉醒了记忆之后 大部分都会有一种优越感 夜酒喝着果汁 看一眼 似乎是很开心的林木 吐槽一下 这种福利会带来的影响 突然有了上辈子的记忆 偏偏这份记忆 又比较模糊 只能知道 未来一些环节的大带走向 我就是故意的 每一个玩家的记忆模式都一样 只是让他们知道 上辈子 都是勉强能通关 林木拿过一杯果汁 推给旁边安静吃饭的林贤 然后继续跟夜酒聊聊 他当初是怎么搞的这个小游戏 他也没骗人 那其实就是一个特殊任务 最初的记忆是模糊的 但只要和记忆中 一样的平稳生活 那就能在每一个环节 都记起更多的信息 我们这个区 现在 还有带着这份记忆的玩家 夜酒吃着菜 看看他们这区的地图 感觉哪个玩家 都不像是到有这份记忆的 没有了 一个区只投放了十份 有的折腾事情做死 有的感觉未来太累 主动放弃 他只是提出能玩一下的小游戏 可惜了 都是没什么后续期待的 果然不是 谁都能随心所欲的制造乐子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看着 欣赏下正常出现 或者是其他家伙制造的热闹吧 而且 这俩小子都得好好看着才行 他来这世界闹一闹 玩一玩 那都已经是得到允许 也都习惯了的 可万一有哪个小子玩嗨了 折腾出大麻烦 到时候 就算能找某些存在给复活 也难免会留下一些 本不该有的损耗 不要学他 你们就正常的修炼 需要材料就去刷 也可以做生意传 每个玩家的家园领地内 工人数量上限是10亿 当前阶段先提数量 数量足够了 再去提升质量 其他方面 都是你们自己开心就行 那个大豹子挺好的 下一环节 开始多照顾着点 林贤在吃过了午饭之后 跟夜酒和云生 讲了一些简单的信息 和注意事项 他准备要回去了 所以 才在回去之前 要跟这俩小子交代几句 至于还会留在这里的林木 他这个歌 是真的太闹腾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扔回去 谁也不知道 会搞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发展 好了 我走了 林木你不准 单独去欺负大豹子 跟两个小的 交代了比较重要的信息 林贤回头看着他哥 翅膀一扇 就在这家伙脑袋上抽了几下 我不欺负他 被打了的林木 不只是没还手 还保证绝对不去欺负大豹子 在确定没什么其他事情之后 林贤对着夜酒 和云生挥挥手 道别之后 就从这个世界离开 在他离开后 林木也白白手 一双大翅膀闪了闪 紧跟着就没影了 所以 是担心 咱们搞不懂工人的规则 云生看人都走了 突然有些纠结 不确定被提示没搞懂 规则的是不是他 难道是说 要让他努力一下 十亿 在我过去的世界 这都算是一个大国的人口数量了 家园面积不够 以及 都要忙起来了 夜酒看看自己家的一千多万工人 之前定下的那个计划 又得继续调整了 不过 给家里小家伙们准备的材料 不能耽搁 所以 还是要加把劲 努力赚才行 如果都是低级重足 这个环节结束前凑出来 也不难的吧 云生看看自家的数据 靠在大狗子的身上 开始计算他目前 能把工人数量堆到多少 一级的数量也很少 二级的价格也还没下来 在不追求工人实力的情况下 夜酒翻了翻现在的工人卡价格 若是直接卖掉高级 来凑低级的是数量 他现在就能凑出十个亿的工人了 要不要现在就调整呢 我准备先把高级的卖了 然后从十倍能量珠以下 开始扫货 你也一起多买点 看着自家一些 不并不擅长繁衍的高等级工人 夜酒越想越觉得 还是买了吧 早买够数了 也能早省心 你狠 我也回去调整 先说好不准竞价 十倍能量珠级以下的 谁想到就是谁的 云生本来是想带着小小出去逛几圈 现在被夜酒这么着急给刺激到 他也约好了 就迅速地跳墙回家 开始把那些高级的工人 转成工人卡出售 小孩子 有点着急 雪豹王家雪山上 林木看着突然出现的红发男人 笑容有点尴尬 他也不知道 就那两个小子 听到一点信息 就特别相信地 直接直接去做了 云生是完全在玩 夜酒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夜酒那小子 灵验伸手在大豹子的脑袋上摸了摸 对于夜酒的性格和发展 是真有点纠结 本来只是觉得 那小子的本源不错 只要不是特别外 就有概率在未来争一下 这世界的雷神位置 可自从跟云生相遇 那性格就是越来越欢托 一个不注意 就有点像林木了 偏偏还不能直接人给林木带走 因为那小子 接住了雷杰之种 其实他也还好吧 就是闹腾了点 林木能随便跟夜飞闹腾 但在这位面前 一直都有点怂 主要是过去 被单独拎着提升的那些记忆 太深刻了 可他还是觉得 有必要解释一下 那小子不是犯傻 只是因为相信 他们给出的信息 没说他不好 灵验看了看有点紧张的林木 懒得搭理他 能被夜飞照顾的 自然不可能差的 只是这闹腾的状态 就是被带坏了 希望那小子 能在最终环节结束之前 就对这种欢兔的玩闹模式 感觉到腻 玩家家园领地内 工人数量达到10亿 工人数量已达上限 没有奖励 夜九在那天之后 用了三天 才把家里的高级工人 全都换成了二级 在达到了10亿的时候 上限数量开启 他满心期待地以为 会有点成就奖励 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上限的提示 其他什么都没有 云生也在家 跟夜九约好了时间 几乎是在同一分钟 把工人数量提升到10亿 现在跳到院墙上 两人对视一眼 突然就感觉有点累了 卖高级工人卡 刷新着买低级工人卡 还要每天保持正常的副本 就连每晚的雷玉脆体 也一直都没耽搁 目标完成 接下来就恢复正常模式 明天再给自己放一天的假 我需要休息 夜九躺在草地上 两手分别抱着小呆小闹 看着漆黑的天空发呆 估计是要等这个环节结束 才会出现其他的奖励 我先回家睡觉去了 云生晃晃脑袋 他也需要休息 咱们也睡觉去 夜九放开小呆和小闹 站起来 脚步懒散地走着 回了屋子里 往床上一躺 他闭上眼睛 动动手臂 抱住扑过来的三个小家伙 手指拍拍床边的叶子 翻个身 就直接睡着了 一觉睡得安稳 第二天起床 先去了两次副本 给自己安排的休息日 试试起床后 将副本简单地刷一下 然后就可以玩到傍晚开启个雷玉 开启之后 就可以继续休息玩耍了 放松之后 又是继续努力修炼 以及要给家里的小家伙们 赚资源准备升级 又是几天过去 180 今天的雷玉脆体暂停 大佬家要搞点大事件 都尽量不要过来 靠得近了 有可能会被误伤 这一天的中午 180 突然在聊天频道发信息 把持续了一个多月的雷玉脆体暂停了 808 我上午刚去凑够了能量珠 结果告诉我 今晚不能去了 我好惨 6606 大佬威武 1231 大佬霸气 1209 我如果现在去9999家买点什么 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了 但我真的已经走到半路了 9011 该回头就回头 9999 已经是七级的 应该是不怕 但某些人不到那个阶段 就多远着点吧 41 你们就不好奇吗 281 好奇 但不能问 歇着吧 说不定在家就能看见 1117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 那冲天起的是什么 是一棵大树吗 4419 好像是大佬家的那棵树 这是要晋级了吧 聊天频道 因为180的一句话 而热闹了起来 在家的夜酒 却站在嗜血腾的藤腕上 等着他的 把准备的材料都吸收了 这个吸收的过程不会快 但他会一直等着 小洛在昨晚突然晋级 现在又变成了孔雀蛋 正在房子里的床上 被小呆小闹抱着 在他的旁边 是喊完话 就躺在小小身上 等着看热闹的云声 而小小的眼神里 除了无奈 还有纵容 这日子真是越来越闹腾了 主人 我吃饱了 小乖给夜酒传音 他现在吃饱喝足 可以开始晋级了 准备好了 接下来的这个转化过程 需要你自己去的扛过去 夜酒拍了拍面前的叶子 他能做的 就是给小乖准备好材料 以及要让他遭受的高强度 雷结转化 转成时间久一点的缓慢心 主人放心 我可以的 小乖的叶子晃了晃 贴在夜酒的手心里蹭了蹭 继续将他的枝条长高 你可以的 夜酒来到小乖的枝条最高处 在确定他已经准备好之后 放开了控制 在控制放开的瞬间 空中突然就出现了密集的云层 当第一道结雷落下时 小乖的枝条和叶子 损坏了厚厚一层 但他在下一道结雷落下之前 已经迅速地完成了修复 小乖的肚结 就是一场消耗和补充的拉锯战 坏了一部分 长出新的 再被破坏 再生长 一次又一次 这雷结速度缓慢 强度也不是很高 但结雷的数量 却让很多玩家在聊天频道 嗷嗷喊着离谱 从中午到傍晚 从傍晚到天亮 再到傍晚 早上 中午 植物晋升到七级的雷结 在夜酒的控制下 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结束 主人 我成功了 小乖在肚结完成之后 全身的枝条叶片 都在瞬间枯萎 一个翠绿色的小团子 从根系位置蹦了出来 能发出声音 模拟人类的语言 也能用根系 模拟出腿脚 枝条模拟出胳膊 但是 这个脑袋 小乖辛苦了 夜酒伸手 抱住了形态转变 是植物 但又能跑出来 蹦搭着玩的小乖 一只手抱住这颗 半米高的扭曲小藤腕 另一只手 在盛开的一朵 紫色大花上拍了拍 按照拟人形态来说 这花就是小乖的脑袋位置 就是这花朵的颜色和材质 多层的紫色大花瓣 交错重叠 花瓣在夜酒的手心里 是软的 可它的属性 却一点都不软和 宠物 小乖七级视线藤 成年期 植物系 占力值 21520 吞噬 技能模拟 拟人模式 金属化 植物培育 宠物性系列 小乖的技能 多了个拟人和金属化 而占力值 直接在最后积攒的能量 和雷杰打磨下 突破到了2万以上 占力值2万 是玩家达到7级时候的基础数值 而宠物和BOSS 他们在到了这一关的时候 必须积攒足够多的能量 然后在雷杰的洗礼之后 全部激发 超过2万 才算成功 进入这个全新的阶段 主人最好最好了 小乖对于自己 终于能被抱在怀里 开心的隔一会儿 就夸几句 总是抓住机会 各种蹭蹭贴 嗷呜 汪汪 确定小乖的晋级度节 已经结束 小乖小闹也都跑出来 围在旁边盯着这个 黏乎乎的小草人 看了又看 7级 就这样 除了能模拟说话 他们也没发现 有什么其他特殊的 而且 你开那么大的花 花香味太呛了 带一带 闹闹 抱抱 小乖从夜酒的怀里跑出来 落地之后 形体变大 有人在聊天频道喊话 好奇你家 是树木肚竭 还是你又晋级了 云生站在院墙上 视线盯着撒欢跑的小乖看了看 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在浮现 不过 他是来找夜酒问问 接下来 是不是又要给小呆小闹 准备晋级了 前几天就听夜酒说 一直在给家里的这些小家伙 准备材料 唯一用不上那些材料的 是小落 但小落会随着家园的各方面提升 积攒到一定程度的能量之后 自然晋级 这家伙 也是挺不容易的 家里的各项需求 多到让大部分玩家难以想象 随便他们怎么猜测 明天继续地赚材料 给小呆和小闹准备的 还差了很多 夜酒看看玩家们的聊天 现在的收益 已经基本稳定 除非大区之间开放互通 要不然 很难再有提升了 终究是 玩家每天能赚的材料 有个上限 我还以为 你会宣传一下 不过 宣传也没用 他们自身的消费 都要攒上好几天才来一次 运气好的 也就勉强能一天一次 现在根本没办法 惦记宠物的提升 也就是9999家的叔叔 有每天脆体的待遇 云生在聊天频道 跟人闲扯几句 对于玩家们的贫穷 也挺无奈的 又有玩家吐槽 咱们搜刮资源了 给他记个账 下次他来的时候 我给他上上难度 夜酒对着云生伸手 在接过云生 递给他的记录本之后 找到那个玩家的页面 给那人加了一笔 可以吐槽 但这人的话里 有带节奏 让其他玩家 玩家都是潜在的消费者 但他能让人 进入雷狱之后的难度上升 展开的脆体雷狱 是强度越高 脆体效果就越好 可这种事情 并不是那么绝对 他作为控制者 稍微给出一点特殊照顾 是基础操作 他来的次数还不少 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但凡他自己不来 认为 咱们这个雷狱脆体 是没必要的存在 那也还能说 他是看待事情上的不同 云生拿着记录本 看看之前的记录 那个玩家 几乎是隔一天就来一次 比大部分玩家都要勤快 真是搞不懂 这个玩家是感觉口嗨一下 能心里爽 还是他觉得 如果有玩家 顺着他的思路 拒绝脆体 就能让他的名字提升一下 可他这明显 是破坏大佬财路的行为 真当咱们会不在意 大概是觉得 交易就是交易 聊天频道说的话 跟交易没关系 夜酒摇摇头 伸手接住 冲到他怀里的三个小不点 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只是某些玩家的要搞事 不影响他在家 跟小家伙们 一起玩耍的好心情 再准备了一堆 越来越好吃的食物 饱餐一顿 并且玩到了半天之后 又是在夜幕降临时 再次地开启了 一如往常的 五个脆体雷狱区 有180的提前发信息通知 玩家们已经等在附近 选择适合自己的缴费进入 那个之前在聊天频道 搞事的玩家没来 夜酒也就没有额外关注 只是在家抱着孔雀蛋 带着三个能跑的小家伙 在家里闲逛玩耍 半夜继续收起脆体的雷狱 回到床上躺下就睡 第二天醒来 早饭刚做好 提升到六级的小洛 卡着饭点的破壳了 家园祥瑞宠物 小洛六级 百孔雀 玩家祥瑞增幅 玩家好运值 正199% 每运值负99% 宠物祥瑞增幅 宠物成长速度 正60% 宠物突破成功率 正60% 宠物恢复速度 正60% 家园能量增幅 全属性正60% 家园资产增幅 生长速度 正60% 资产产出 正60% 资产随机晋级概率正60% 家园领地增幅 家园领地内的随机事件概率正60% 祥瑞特殊属性 站立值复制 可复制家园内任意非玩家生物的站立值 复制强化复制后 站立值额外正60% 属性转化 每次复制之后 可进行一次自选属性转化 小洛进级成功 除了大部分跟随等级的增幅 都提到了60% 更多了一个领地增幅 但这些都还算是正常 可那个好运增幅 似乎是达到某种极限了 主人 我饿了 进级成功的小洛 在飞出来被抱住之后 小脑袋贴在夜酒的肩头 可怜兮兮地喊 咱们吃饭去 夜酒摸摸小洛的脑袋 抱着过来放下 拿了他喜欢吃的 就给放到单独的大碗里 主人 小洛说话了 小乖早上去移植了很多新生的种子和幼苗 留下的枝条 听到小洛说话 本体直接就转移到了山顶 摸你的小手 抓着夜酒的袖子 歪歪花朵脑袋 表示疑惑 小呆小闹 能发出自身种族的声音 但六级确实是不会转换人类语言 摸你的都不行 为什么小洛不一样 难道是因为他好看 小乖 你再夸我好看 小洛低头迅速地吃了半碗 在感觉不那么饿了之后 脑袋凑到小乖身边 盯着这朵大花 好奇观察 这也看不出他的嘴在哪里 摸你的不太行吗 不过 夸他长得好看 看在小乖审美还不错的份上 就不吐槽 他你化人形 却连嘴都没长得这件事了 嗯 好看 小乖两只手抱着小洛 花朵脑袋贴上去蹭了蹭 再次地夸小洛好看 把错过了昨天一天玩闹的小洛 哄得开开心心 而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呆和小闹 他们在对视一眼之后 暂时不打算去说什么 就先让小洛开心一下吧 等会儿他就该知道 在小乖的概念里 自家就没有不好看的 就是一棵杂草 都会被找出能被夸好看的地方 9999比180 你在忙吗 不忙就来一下 有急事 9989 我怎么感觉 四个酒家的小老鼠 是要晋级了 1181 不至于吧 他家小老鼠 不是已经六级了吗 1209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十几分钟前 我从他家买了零食回来时 看到有人要去 他家找他买东西 58 等会儿应该是就能知道了 如果是晋级 必然是会有很大的动静 说起来 你们这些到了六级的 有没有要提升到七级的 咱们这个区域 就才三个七级 万一下一次 直接大区融合模式 咱们可不一定能比得上其他区 6606 暂时还不敢突破 其他区的情况 也不一定就比咱们强 我之前在副本 遇到过一些其他区的玩家 问过一些信息 就没听说过七级的事 441 我在副本听一个兽足提过 说那个区有七级玩家 只是晋级到七级的时候 被雷劈废了 目前没死 但已经是自我封闭状态了 2019 咱们根本不用怕 大佬开着雷域 让咱们每天晚上都能去进行强化 这可是实打实的实力增强 雷抗能力也增强了很多倍 杜劫时候几乎没难度的 1111 我看到大佬出门 去9999家了 该不会真是9999家的小老鼠出事了吧 666 难道真有人袭击那只小老鼠 某些玩家要不要这么坏啊 果然人的嫉妒心是真可怕 聊天频道里的话题有几类 而被讨论的三人一数 这时候却在大眼瞪小眼 你看我 我看你的视线乱飘 他没事 多攒一些材料 就算是数值不增长 也每天都去脆体强化 要给他堆到彻底吸收不了了 再让他杜劫进化 夜九看着两只小钱爪豹 一起冲他低头行李的小老鼠 伸出手指 在小老鼠的脑袋上摸了摸 跟9999说起 要怎么给这小家伙 进行能量的堆积 宠物在目前阶段 想要升到7级 有很大的难度 在7级之前 宠物和副本怪都一样 同等级的战力值 只是玩家的一半 之前他问过林木 林木说 这是为了保护玩家 在前期的存活率 毕竟副本怪的战斗是本能 而玩家却大部分都没有战斗经验 只有到了7级的时候 才会卡住 积攒到足够的能量 突破到下一阶段 开启新的修炼体系之后 就会被同等对待了 就像夜九家的小乖 在突破到7级之后 不会再显示进级条件 只有战力值的提升 当然也看运气 若是运气好得到什么好东西 也或许是能再出现 本源进化之类的发展 而且 林木还透露一个信息 就是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后 突破到7级之后的宠物和BOSS 都不会再显示等级标签 只是夜九家的这几个 提升得太快 现在就算是进级了 也得先挂着标签了 我会努力的 谢谢大佬 福禄对于自身和自家的认知很明确 大佬说什么 他都听着 让叔叔每天都去脆体 那就每天都去 让叔叔吃能量 他就尽可能地得多准备着 不过 这个多给叔叔堆资源吸收 他不知道 具体是什么样的数值概念 莫名的有种资源不足的担忧 接下来 是要更加努力地赚资源才行了 好好努力吧 这小家伙很能吃 很快你就会懂了 夜九看福禄的态度好 笑着跟这只小老鼠摆摆手 转身离开了福禄的家园 那只外形小巧的小老鼠 它能吃的材料和能量 比小乖还要多很多 而在夜九家 晋级之前 需要准备最多的 也就是小乖了 而小呆和小闹 他们俩需要为晋级做的准备 加起来 都比不上小乖需求的那些 那只小老鼠 真能在下一个环节之前就晋级 云生走在夜九的旁边 提起那只和福禄一样 老是懂事的小老鼠 笑容都加深了许多 像他和夜九这种 被世界呵护照顾的存在 本质上 已经跟大部分的玩家分层 所以 有能力 有眼界 懂事 还能让他们赚资源的生灵 自然就会被喜欢了 以他们家的赚资源速度 绝对可以 夜九很相信 福禄的赚资源速度 那个玩家的天赋能力 可能就是在资源这方面 要么是制作时候 会有晋级或数量增加 再不然 就是制作速度加快 总之 绝对不可能是正常的 制作台模式 确实 那家伙一直都在消耗资源 每天都是双份的 粹体能量消耗 可他家还是扩建的 越来越大 就是工人的数量 数量增长缓慢 应该是没有买过 云生也觉得 福禄是真的超能赚 虽然他跟夜九赚的更多 但他们属于 是被开挂了 每次进副本 都迅速清扫 家里的高级资产也多 而且还会有外块可以赚 之前他都好奇的 找林木询问 好奇那个福禄 是不是也有什么特殊身份 结果就是 被林木吐槽 他们想太多 说这个游戏世界的玩家里面 就只有他们 这俩闹腾的臭小子 是关系户 大概 雪豹王也算的 毕竟本身就是实力强 而且还被林贤给看上 且相处得很好 就说好等通关之后 就跟着林贤回家了 所以说 在抱大腿这方面 雪豹王才是最强的 就在林贤许诺 好吃好喝养着他之后 从心且开心的 乐呵呵答应了下来 对此 林木吐槽很多次 但他也一天天的 都喜欢待在雪豹王那里 我去修炼了 你要是无聊 就帮我看着点 小代需要的材料 已经准备好 现在就等他自己做好准备 夜九再回家之后 看看正在山顶雷狱中 打磨自身的几个小家伙 抱着无法修炼的小骆 顺顺毛 也没忘记提醒下 偶尔会欺负小动物的云生 平时随便闹 但这几天先收敛一点 等小代小闹晋级之后再玩 宠物小代七级狼王烽火 成年期 占力值21111 宝石度20% 健康度100% 宠物小闹七级土系猎犬 成年期 占力值21003 宝石度8% 健康度100%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 夜九家的小呆和小闹 都突破后 晋升到了七级 正常情况下 七级就是零宠了 可因为还不到那个环节 该转化的 也转化不了 只能就这么继续挂着 普通宠物的标签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夜九也只是在 每隔十天半月之后 就给自家放个假 休息半天再继续 直到第五环节的倒数第三天 小洛再一次地化作了孔雀蛋 终于开启了 升到七级的晋级转化 9999家的数数药 准备晋级了 你别欺负我家小洛 他在进化 夜九坐在椅子上吃着瓜子 手掌跟小乖玩拍手的 简单小游戏 在看到的云生 悄悄从小小身边离开 手牵的 跑去摸小洛的蛋壳时 心塞塞地喊着 他离远点 虽然摸不坏 但你逗这几个 本来就正在玩的就好了 你不能无聊到 跑去欺负一颗蛋 我就是看他 能不能理我一下 又不会伤到他 你紧张什么 小小你看这家伙 他肯定是嫌我吃得多 故意找茬 云生吃着切好装盘的水果 缩回手 继续粘着他家小小 一边吃 一边吐槽夜九小气 只是他吐槽的挺多 但小小不只是没有安慰 还抬起一只前肘 在他的脸上踩了又踩 连踩好几下 才转头继续吃水果 这个闹腾小子 果然是林木给看打的 这一天天 这能闹啊 平时闹也随他了 现在要准备出门赚材料 不要耽误时间 小小太宠着你了 夜九拿着水果 继续切了装盘 分给这几个 围着玩耍的小家伙 在一篮子水果都分完之后 他站起来 饮过一团水 洗个手就喊着云生一起出发 用不着这么着急 你看俘虏和小叔叔 都没有着急 是吧 可爱的叔叔 小老鼠还在前找 拎起来小幅度的晃了晃 吃小不点 也不知道进入七级之后 会是什么样 小老鼠啊 希望不要进化的太奇怪 要不然 俘虏可能会哭的 宠物在这个阶段 就晋升到七级 肚结时候都会很惨 俘虏你离得远一点 夜九把小老鼠 接到手里捧着 让云生把可能会 吓坏的俘虏带的 稍远一点 因为晋升的太早 所以在没有对应 攻法的情况下 抗性和恢复力 都会差了很多 这也是他在家 给小呆和小闹晋级之后 才发现 原来宠物的晋级 都是如此的难受 而且 这还是每天都脆体 而且是他控制住 雷结的破坏力 就这样 也依旧非常的痛苦 通过这些尝试 也知道为什么boss们 一直都卡在六级不动了 鼠鼠 你可以的 夜九早就收下了 俘虏给的辛苦费 这时候 只是捧着小老鼠 站在空中 引出肚结的雷结 来落在小老鼠的身上 吱 吱 吱 小老鼠被雷锁定 在结雷落下时 发出痛苦的叫声 鼠毛鼠皮 鼠尾鼠爪 一次次的破损 修复 再破损再修复 这个过程不好过 可杜结是必须要过的这一关 杜结是从下午到半夜 今天的雷玉脆体 又被取消了 对于为了给9999家的宠物杜结 就让整个10089区的玩家 不能进行脆体强化 聊天频道 冒出了好多个有意见的 但他们的意见 并不能影响到什么 当180出来发了一条 说9999市 支付了600名武级工人 作为酬劳之后 大部分玩家都只剩下对9999过于土豪行为的羡慕了 600名武级工人 不管是什么种族的 都是别人不敢想的强度 但也有玩家还会继续冒出来 说9999为了一只小老鼠 这么砸材料 有这个资源砸在9999自身成长上 可能早就已经追上大佬的脚步了 聊天频道的热闹 完全没影响到这边的几人 午夜时 夜九捧着大耳朵小身板 眼神可怜兮兮的小老鼠 回到了俘虏的面前 完成 现在还没有更多的信息 等下一个环节开启 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夜九看着一直在冲他道歉的小老鼠 给俘虏提了个醒 然后就迅速地回家去了 虽然给的辛苦费事很多 可这也是真的嘞 那小老鼠一次次在生死边缘蹦跋 一旦看不住 就可能砸了自家的招牌 不过 看在他这个辛苦的份上 这些工人卡 就由他先挑了 我还以为 你会继续选择 繁衍能力强的 云生看着给他留下的300张工人卡 在看到有几个挂着繁衍能力 强的标签时 确定这是真的换风格了 我现在需要技术工种 夜九晃了晃手中的工人卡 直接从领地 抽出300个二级的虫族工人 然后把新得到的300个兽族 和人族工人卡分开进行投放 那300个二级的虫族工人卡挂上去 很快就被其他玩家买走了 这速度快的 果然是越到环节最后的几天 物品的流通就越迅速 接下来你还要准备什么 就等着小洛破壳了吧 云生收起工人卡 一会儿也要回家更替一下 看一眼被小呆圈在怀中的孔雀蛋 感觉夜九也没其他的想法了 不同于其他玩家的紧张 他们现在似乎是有点懒散 甚至感觉有点闲 大家都忙着赚资源 倒卖东西 还自己需要的 以至于聊天都少了 小洛出壳没难度 现在就继续保持之前的节奏 等下一个环节到来就可以了 夜九仰头看看天空 漆黑一片 什么都没有 不知道第六环节 会转化出什么不一样的信息 大概会很有趣的吧 对了 这两天去BOSS隔离墙那边看看 打个招呼再认识一下 下一个环节就应该能互通了 大白蛇和威威 在最近也忙着攒能量 就等着进入第六环节时 就开启晋级 第五环节 领地 工人 已结束 当前环节进度结算完成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成功保证了5级房屋无损伤 奖励5级 房屋改造卡一张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家园总面积15 15亿平方米 奖励15 15亿能量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占力值达到119 9万 奖励119 9亿能量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只七级家园祥瑞宠物 白孔雀 奖励家园 鲜宠修炼功法一份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颗七级植物系宠物 是血腾 奖励植物系先宠修炼功法一份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只七级兽族系宠物 烽火狼王 奖励狼系先宠修炼功法一份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拥有一只七级兽族系宠物 土系猎犬 奖励犬系先宠修炼功法一份 玩家 10089区 9989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拥有四亿平方米的领地 奖励领地土壤 提升肥料四亿份 玩家 10089区 9989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时 拥有十亿名领地工人 奖励十亿份工人 吸收能量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工人 环节结束时 获得玩家个人战力总榜第一名 奖励 强者光环 一份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工人 环节结束时 获得玩家领地 评分总榜第一名 奖励领主光环 一份 玩家 10089区 8898号 在领地 工人 环节结束前 第一个完成了领地工人 达到十亿的成就 永远占据工人数量榜第一位置 奖励领地 生机增幅 一份 开启生存第六环节 大世界互通 求生世界第六环节 为期360天 第六环节已开启 世界频道开启 分区独立玩法结束 玩家家园搬迁限制取消 玩家大区探索开启 当第五环节结束的那一刻 瞬间亮起的天空上 霞光万丈 一条条的奖励信息 刷在了每一个玩家的操作屏幕上 这一次 不再是搞什么评分 直接就是一份份的奖励 发到玩家手里 但依旧 还是挂着三个榜单 只是这三个榜单 都是世界总榜 不再是单区域内的级别评定 没有单独给我的修炼工法了 夜九看着奖励的一个个物品 坐在椅子上笑得开心 虽然是不再给他清心觉得工法 但也没什么影响 毕竟他如今已经不怎么需要这个了 你们的先品修炼工法 都是当前最好的 抱一抱 我先把咱们家的房子改造一下 然后就让你们回家休息 夜九把小呆 小闹 小洛和小乖的工法都使用 四个之前显示七级 现在都变成转化中的小家伙 被他抱在了怀里 房屋改造 不需要他站起来 就只是原本山水瘦窝的模式 微调一下去掉了原本过于猛兽戏的装饰 然后 给自家睡觉的大床上方 搭起一个藤边遮阳棚 不用担心 你们的领悟方式很简单 沉浸式的睡一觉就可以懂了 我先去把咱们家调整一下 夜九把小乖放在山顶的地上 让他扎根在地进行休息 然后 又把小呆小闹和小落 都放回到床上 哄一哄 让他们睡一觉 他走出房门 出现在空中 给自家这个超级大的家园范围 进行调整 若是按照他曾经的世界来对比 他家现在的范围 已经约等于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面积 河流在周围的丘陵和平原上 划出线条 工人领地 也进行了几个大量的整顿 一千多万的人族工人 分成了几万个部落 每个部落之间 都是隔着万米左右的距离 暂时给他们画了个部落的土地所属 每一个部落之中 都有一些带着种植 养殖 加工 制作 建筑等多种类的人才 这些人族的部落范围 约等于是一个个的小村子 只要他不来给捣乱 很快就会出现一些普通的交流 不管是技术方面 还是人口方面 总是能慢慢发展出一部分的人类文明 而在更大的一片区域里 兽族工人都是群居 少量不适合群居的 也会在附近存在同类 各类兽族会生出很多的仔 但也因为会互相补力而减少 给他们一点时间 就能有一个正常的循环补充 数量最多的虫族 夜九除了给他们保留出之前的强盛繁衍之地 然后就让他们可以或飞或爬的自由活动 虫族之间也会互相当作食物 但他们生得太多太快 所以不用担心灭绝 怎么感觉 这就是建造了一个带点特殊能力 但又不是很强的凡人修炼事件 在进行了领地的各种设置之后 夜九感慨着自己这领地发展的模式 迅速设置了一些区域 把奖励的4亿份肥料撒下去 撒下肥料的地方 会出现各种高级植物 矿石等材料 在洒落这些肥料的多处区域周围 夜九又将11份工人能用的能量投入到地下 随着时间过去 会有自然冒出来的 也有可能会被挖出来 或者是附着在某些植物矿石上 谁得到了就看运气 而且得到也不一定就能吃得下 因为其他生物看到了 也是后来抢夺的 在确定领地暂时没什么其他问题之后 夜九有时间看看自己获得的那些奖励了 玩家 10089区8898号 夜九南 保时度81% 体力值95% 天赋按属性 吞噬 战力119 9万 元素本源 雷劫之雷 二级 元素掌控 雷火 水冰木峰 功法 元素修炼 清心绝 装备 无属性私质上衣 无属性私质长裤 无属性不邪 资产 加元范围15 15一平方米 能量强度 仙灵级 资源产出 繁极上品 宠物 小带狼系先宠转化中 战力22415 小闹犬系先宠转化中 战力22298 小乖植物系先宠转化中 战力23133 家园祥瑞宠物 小洛家园飞禽系先宠转化中 领地面积 4亿平米 领地工人 10亿 领地资源 繁极 极平13% 繁极 上品78% 繁极 中品9% 包裹栏100生存手册能量13505亿 个人信息里 暂时没有出现吐槽 而且各项标注或分类都有了不一样的变化 除了这些 还有两个光圈在闪烁 强者光环 可查看所有玩家的基础信息标签 大世界互通开启时 个人战力总榜第一名的玩家可获得 领主光环 可在领主聊天界面 查看所有领主的基础信息标签 大世界互通开启之前 第一位领地工人达到10亿的玩家可获得 这两个光环 都是总榜第一能拿到 而且就只是能让拥有光环的玩家 看到其他玩家的基础信息标签 夜九 第一是你的 是吧是吧 你去领主聊天频道看看 那里有个喊着找人的 我看他说的应该是你 云生跳到院墙上 喊着夜九快去看一眼 找我 夜九不知道是谁 也不需要想太多 直接打开聊天频道进行查看 目前的聊天频道 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 还是之前的区域聊天频道 第二个是世界聊天频道 第三个是领主聊天频道 区域频道没变化 世界聊天频道 就需要玩家达到六级才可以 而领主频道的开启条件是 领地工人数量达到上限 也就是十亿工人才能开启 领主频道十九 领主频道 目前只有十九名 达到标准的玩家 在这边聊天 没有时间间隔的限制 所以 夜九打开之后 就看到了某个玩家 发出的刷屏信息 一区十八比一万零八十九区的 来没来 找人找人 找个人类玩家 他说是那个区的 一区十八 寻人寻人 一零零八九区 性别男 长相在人类审美之中 应该是挺好看的吧 头发很长 雷系火系 好像还有点其他能力 有没有人知道他呀 一区十八 为什么没有说话的 都出来打个招呼啊 先自我介绍一下 本君验明 光属性 擅长治疗和进化 有需要的可以找我 看区域距离和物种强度来收费 一区十八 还是没有搭理我的 明明就是有十九个玩家的 你们都是在干嘛了 离离我呀 一区十八 该不会没人看到这个频道吧 真过分 寻人寻人 继续寻人 有没有一零零八九区的玩家 或者是一零零八九区附近的野行 冒个炮帮我找一下人呗 付费找人了呀 一条条的信息 都只是这一个玩家在刷屏 一零零八九区 九千九百八十九 红毛大狐狸 夜九确定 这个一区光属性的 就是当初在副本里遇到的 那一只大狐狸 不过 这家伙的实力 也是很不错的嘛 一区十八号玩家 受足 光属性 占力值六十五 八万 六十五万多 不能用自己的实力去做对比 一区十八 你就是被我踹过的那个 大狐狸燕鸣 想起当初 把事实反着问 一零零八九区 九千九百八十九 加好友私聊 虽然夜九是在领主频道里发了信息 但他也没想过 要在这里跟对方谈论 当初到底是谁踹了谁 收到一条好友添加信息 好友 一区十八号玩家 燕鸣 占力值六十五 八万 加元面积十三亿平方米 确认添加之后 好友栏里 出现了一条新的信息 跟拍在第一位的云生对比一下 这位的战力值稍弱了一点点 而且少了宠物信息 应该是没有这一项 燕鸣 你战力值怎么提升的那么快 我都是很努力的提升了 可还是差了这么多 你是作弊了吧 燕鸣 讨厌的人类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这么大 这不合理 真的一点都不合理 加了好友 燕鸣也能看到夜九的这部分信息 再看到三位数的战斗力 以及三个战斗宠物 和一个祥瑞宠物的标注之后 燕鸣心塞了 他一个光属性的 竟然比那个暗属性的差了那么多 这显得他很差劲啊 夜九可能是因为 我运气好 一区距离我们这边还是有些远的 但现在能自由地搬家 倒也不是不能迁移 要不要来这边安家 我不欺负你 夜九给燕鸣回来的信息 顺便发了个邀请 红色的大狐狸 傲娇型 还喜欢两条后腿站立着活动 很可爱的呀 你们这么快就转私聊 就不担心会认错了 云生觉得挺稀奇 他知道 夜九不喜欢在聊天频道说话 确切地说 他是从始至终都没在10089去说过话 现在因为那只狐狸 他竟然特意去领主频道发消息 这不对劲 非常的不对 红色的 很可爱 毛软乎乎 喜欢做出一些可爱动作的大狐狸 重点是 广属性的 夜九心情非常的好 好到 如果大狐狸在他面前 他会很想抱怀里给顺顺毛 暗属性 广属性 如果没有其他更强势的暗属性出现 那他们之间 应该会保持很久的友好合作 当然 也少不了云生这个最为关键的空间系 空间 是可以放松下来 用放置模式 转材料的基础 软软的 可爱 狐狸 云生仰起头 看向远处的高空之中 那只超大的火红色巨兽 怀疑是夜九神没有问题 那么大的一只 比山还要大的巨兽 要么是你被骗了 要么 就是你们找错目标了吧 他来得可真快 先去看看 他还要找地方安家 夜九看着给他回消息说 马上就来 却没想到 一眨眼就到这边的大红狐狸 叹口气 转时间 顺移到他家的范围之外 这只大狐狸 是要把10089去的玩家 和BOSS都吓惨了 大概 只有几个 不至于吓到崩溃的 但也应该只有那么几个而已 燕鸣 你这体型 稍微有点过分了 夜九顺移几次 站在了大狐狸的面前 两手再伸过来 跟他打招呼的大爪子上拍了拍 这爪子 比他家山顶 都要大了很多 果然是故意的吧 就因为上次见面 被他踹了一脚 所以想来吓吓他 哼 红色的大爪子 往下按了按 在发现按不动之后 燕鸣嫌弃地哼了一声 体型在瞬间变小 变成了半米多高的 普通型红毛狐狸 现在踩不动 等他实力变强 到时候 一定会把这家伙 狠狠地猜几下 果然很可爱 抱一下 云生突然出现在 变小的红色小狐狸旁边 两手一抄 就把刚直起身子 打算插腰得瑟的小狐狸 抱在了怀里 不只是抱住了不放 他还特别黏糊地 把脸贴在狐狸的脑袋上 蹭了又蹭 放开 放开啊 叶九你管管他 这家伙是你认识的吧 放开 鸣鸣鸣鸣鸣 有人不要脸的 欺负狐狸了呀 燕鸣尾巴一痛甩 四肢挣扎几下 终究还是没能逃出 这份连金带下的清静 确定逃不掉 他也不再继续挣扎 只能歪着脑袋 看向叶九 可怜兮兮地求救 这个长翅膀的人 你们能不能让他们 让出点位置 我家很大的 狐狸放弃挣扎 开始说起正事 他是真要搬来 10089区 所以 他家需要很大一片的空地 虽然这边空地很多 可零星散落的 那些玩家家园之间 没有足够大的空白区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先加个好友 等你把家园收拾好了再聊 云生摸摸小狐狸的脑袋 加个好友 然后就把狐狸递给夜九 他跑去找一些玩家的 进行调整了 至于那些玩家 会不会不想搬走 他们不想搬就不搬 只是在狐狸 将占地十几亿平方米的家园 放下之后 留下的玩家家园 就要在兽足大佬的家园 环绕下生活了 若是有感兴趣的 那也是完全可以试试吗 夜九家里 就有两个boss玩家 之前有空气墙隔离 现在没了空气墙 就应该是自由模式了吧 若是想要到外面来 那两个不管怎么选 都只能先穿过夜九的家园 一旦进入到其他玩家的家园 就会有提示 有警报 还会有一些设置好的防护反击 长翅膀的人 他是人吗 燕明被夜九抱住 也懒得再往地上跳 就趴在他的双臂上 懒洋洋地吐槽一下 人类 他见过不少 类似形态的艺人也遇见过 可那个明显就是人形 再加一堆大翅膀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第一次见 他是神族 天生的神族 不是人 夜九想起最初认识的时候 云生嘚瑟着炫耀 他是神族 大概就是 无敌就是可以嘚瑟吧 神族 是传说中的神明那一类 燕明听说过一些故事 故事里有一些提到过神 可真实的神明是否存在 似乎没有谁能去证实一下 每个世界的传说都不一样 但他诞生之时 就是神族 是这个世界都会护着的 你想玩 可以找其他玩家 不要伤到他 夜九给小狐狸顺顺毛 顺便讲了讲神族的概念 之前偶尔会听到林木吐槽 说神也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都是领了职位都要干活的 只是实力强 权限大 能超越了一层又一层 甚至 他不是很懂那些层次的划分是什么样 但夜九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 就知道他们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做的事情越多 得到的也就越多 只有云生这个被当成诱宰的神族是例外 因为他还不到需要工作的时候 所以就被宠着 只要开心开心的就可以了 说的好像我能伤到他一样 虽然我实力没能追上你 但我也不是没脑子的 我跟他之间不存在什么冲突关系 或者应该说 只要咱们提升的足够快 该做的事情做的足够多 就可以一直都保持着在控制局面 或者是看热闹的那一层 燕鸣对于自身在这个世界的定位 一直都看得很清楚 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 又有什么事尽量不要去做的 而且 从来到这世界开始 他的日子过得很舒坦 所以 他愿意去照着世界的安排 继续走下去 你先去安家 等收拾好了 跟你商量下以后的计划 能来这里的玩家 会越来越多 咱们的需求 也早就不是副本能够满足的了 夜九看着迅速搬迁的几个玩家家园 云生的行动力 是很快速的 在确定位置足够之后 他抱着红狐狸落在地上 放下之后 又在他的脑袋上摸了几下 他就说 这只狐狸是很可爱的 以后应该是能凑一起搞些事情了 林贤已经回家了 要不然 这手感 他绝对会感兴趣的 云生再次回到空中 站在夜九的旁边 看着正在调整 家园的红色狐狸 眼睛里浮现着 想看热闹的期待 林贤前辈更喜欢大豹子 咱们不要偷看小狐狸见家园了 先去跟大豹子打个招呼 我想他应该是准备好 要进入下一阶段了 夜九看着 偶尔就会抬起头 看看那小狐狸 喊着云生一起离开 虽然不会害怕 或者生气 但狐狸是在建设家园 被一直盯着看 可能是会有些尴尬的 尤其是在进行某些尝试的调整时 偶尔的出错 或者犯傻 一定是不想被看到 大豹子 云生来到已经没了屏障的雪豹王家 跳起来 就是一个热情的飞扑 你看着他 雪豹王抬起一只前肘 在夜九抬起的手上拍了拍 虽然是对云生这黏糊的状态很忧伤 可雪豹王还是尾巴一卷 把人放在了雪地上 熊孩子什么的 他已经听了很多 没办法再把云生当成成年人 即使外表怎么看 都是成年体 可某些认知形成 就很难改了 就连夜九 在那两位的话里 就是他们家熊孩子的优秀小朋友 小朋友 抱抱无语 但偶尔也会觉得 这俩确实是心理上不算多成熟 大豹子 你不能这么说 什么叫让他看着我 他像是能看住我吧 云生就是越来越嗨的 如今被大豹子满是纵容的嫌弃 立马黏乎乎的贴上来 又抱又蹭 大豹子 太可爱了 准备好了 就先杜劫 这边的玩家都已经开始准备 想要组队抢boss 再等下去 就要开战了 夜九笑着摇摇头 让云生先到一边休息会儿 雪豹王虽然每次晋级之后 都会直接达到当前阶段的上限 但他却被卡住了 无法杜劫 所以 才会一直等着 等空间屏障消失 等夜九过来 给他完成这一次的晋级雷劫 晋级之后再陪你玩 大豹子回头 脑袋在云生的手上碰了碰 让他先躲开 陪玩不是问题 可不能什么时候都玩 还是要先提升上去 也让某些心思多的玩家 都收敛着点 我一边待着去了 你们开始开始 刚见面就要挨雷劈 好惨的大豹子 云生很听话的 退开很远 走之前 还不忘同情一下雪豹王 当雷劫落下时 云生突然发现 他之前是真的想多了 还有9999号家的叔叔 他们的晋级过程 都可以用七七惨惨来形容 可雪豹王却不一样 他只是在节雷笼罩下 被劈了好一会儿 然后就状态很好的 进入了新的阶段 就这样 云生等到了节雷散去 过来盯着雪豹王转了两圈 还不错 没有受伤 你晋级的时候 雷劫比大豹子还要轻松 夜九摸摸大豹子的爪子 晋级的豹王 已经没了等级标签 未来的成长 也不会再单独设限制了 我这不是之前看那几个被虐了 担心大豹子也会惨兮兮 我还买了很多修复加速药剂 用不上 我就再拿去卖掉了 云生趴在大型雪豹王的身上 脸埋在豹子的毛里面 蹭了又蹭 心情很好的 把之前准备的一些东西都卖掉 早说能轻松 他也就不担心了 因为那时候 还没开启转化 在那时候突破就会遭些罪的 夜九看看 他的宠物信息栏 几个小家伙都还在转化中 因为不到时间 就非要突破晋级 所以要受苦 也就是因为提前晋级成功 所以这次的新环节开启 就给奖励了先灵级的修炼功法 还好我家小小不需要这些 他最近都不藏着了 每天都只是吃喝完 明明在最开始还会伪装一下 云生想起他家小小 这大狗子在身份暴露之后 完全就是在家当大爷 当然还是会陪他玩 能陪你玩就可以了 你们先玩着 我去看看大白和威威 那些玩家也是真有心了 夜九打开几个聊天频道看了看 再确定某些玩家 已经把主意打到了他家 也只能先回家看看了 世界频道 10089区1111 你们有本事就来啊 我们这个区有两个大佬 虽然都不知道 他们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但也绝对不是你们能招惹的 不想死就全都闭嘴 惹恼了大佬 你们也就活到头了 10089区86 来呀来呀 大地图上能看见10089区的位置 你们有意见的 直接来就是了 我们就是一直都享受着大佬的照顾 我们区有大佬给准备的雷玉萃体 还有杜劫晋级 也都在大佬的照顾下进行 真就是轻轻松松 小意思嘛 80区11156比1089区的 你们也太嚣张了吧 你们这话说的 我们是不是认为 你们其实一直都是 靠着其他玩家的照顾 才活到现在 一群寄生虫 有什么可得意的 时区413 说10089区有大佬 我们是信的 大地图是能转到你们那边看一下 你们那里 有占地范围超级大的一个玩家家园 可要说大佬无私奉献 就连你们出来吵架吵输了说 可以让大佬给解决 这可就有点搞笑了 990区1290 不知道他们那个区的大佬 是什么情况 就这么一群出来吵架 都没点逻辑的 养他们做什么 还不如养一群侏罗 10089区1209 你们吵就吵 能不能不要带全地区 我们区是有大佬 给开启雷玉萃体 可那都是收费的 一区3121收费 雷玉萃体 还有那个能保证玩家度节提升 也都是收费就能有的 10089区64 确实是真的 不过 我们这位大佬 有点小爱好 就是在家里空出一大块地 在那里养boss 9090区314养boss 我记得有玩家分析过 说boss也是某一类的玩家 所以 这算是把另一种的圈养玩家 10100区11 我就在这附近 我去看一看 闯进玩家家园是不对的 但我们是玩家 玩家打boss就很正常了 10100区9080 等等我 我也一起去 附近的区 还有没有人一起 咱们去看看 那个大佬 是怎么圈养boss的 10093区5155 我也去 我看看 我们区有没有人一起 世界聊天频道里 玩家们也是挺热闹的 毕竟还是有很多玩家 都达到了6级 只是这些人的聊天 突然就被带到了夜酒家 以及夜酒家那两个boss的话题上 10089区9989 看到很多玩家 给我加感兴趣 那我也是要趁机打个广告了 每天的18点 会在我家东边的空地上 开启雷域萃体训练场 根据每一个雷域训练场的强度收费 有兴趣的 可以傍晚来看 需要度雷劫时 进行辅助的玩家 可以到现场 找180咨询 除了雷域萃体训练场 将开启其他的一些特殊训练 或治疗空间 后续训练场构造完成后 会在聊天频道 发出宣传信息 夜酒回到家 坐在椅子上 怀里抱着便小的一花一蛇 打开世界频道 就发出了一条信息 在他这条信息发完之后 10089区的聊天频道 热闹了起来 有几个达到6级的本区与玩家 看到世界频道的信息 转头就来10089区与聊天 进行爆料 除了说大佬的编号有多少 还顺带吐槽一下 大佬看不起他们去的玩家 只在6级以上玩家 才能进入的世界频道里发话 可不管10089区的聊天频道 是不是有人冒出来询问 或者是喊话 让他出去打个招呼 他都是直接无视 更有一些6级以上的玩家 发来了好友添加信息 他也是全都没管 我们现在能看见 10089区的聊天信息 我看到有玩家在骂你 你真的不在意 小白蛇歪歪脑袋 好奇地看着夜酒 不明白 那些骂人的玩家 是不是有毛病 不出去说话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他们在某些聊天频道里 也都是几乎不会发出信息的 云生说过 记账的事情他负责 我只需要从他手里 拿一份名单就行了 那几个骂的 都已经从10089去离开 他们估计是觉得 只要离开得足够远 就不会被收拾了 夜酒的手指 在小白蛇脑袋上敲了敲 额头上的这一枚紫色鳞片 看着就想笑一笑 尤其是在小白蛇 呆呆晃脑袋的时候 越看越可爱 云生 他平时都不修炼的吗 小白蛇的脑袋 搭在夜酒的手背上 蛇尾在夜酒的手臂上敲了敲 他们之前就很好奇 那个云生 似乎是超级闲的 每天都去找雪豹王 还就在夜酒家里闲逛 一天几次的 去找他聊几句 当然 也不会放过薔薇花王 但薔薇花王 现在还没进化出 模拟声音的能力 所以 他就倒霉的 每次都要进行语言的传递 除了上午要去两次副本 其他的时间里 什么时候都可能会看到 云生突然的出现 他的修炼方式特殊 只要正常的吃喝完 就能变强 是吧 天生的神 夜酒从桌子上拿了个苹果 抬手往旁边一扔 云生直接在那个位置出现 接住苹果 拿着就开始啃 你不要以为这么说了 我就会尴尬 这俩什么时候杜劫 早点完成了 也给他们安排点事情做 谁要是想欺负他们 咱们也能有理由的 挨个算账去 云生一只手拿着苹果 另一只手凑过来 在小白蛇的脑袋上碰了碰 刚好最近一直都没有事情发生 10089区 也没什么好玩的 现在应该可以等一波 送死的玩家上门 先让他们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就不去副本了 下午给他们挨着晋级 后续怎么安排 还要先看他们晋级之后的 新方向是什么 夜酒抬了下手臂 让小白蛇去跟云生玩 他继续抱着 缩成小团的薔薇花王 一边吃零食休息 一边观察聊天频道的信息 大部分玩家 都是比较正常的 可正常的玩家 基本都在忙 不是建设家园 就是副本刷材料 再不然 也会是在修炼之中 大白的这个鳞片 真好看 大白你不要躲呀 你看夜酒多霸道 不就是帮你度个劫的吗 他还打上个标签 云生捧着小白蛇 没事也要找点事 目的是想让小白蛇 便大把夜酒吞了 伤肯定是伤不到 但他就是想看看 如果夜酒 被一条蛇给吞下去 会是什么样 你放过他吧 当初我还挺弱的时候 他在副本里 都是带我去开箱子的 你猜他是怎么带 我在副本里到处跑 夜酒看着眼神 别扭的小白蛇 再看看云生那欠欠的状态 嫌弃的喊他消停一下 不就是被蛇张嘴吞下吗 那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把你吞了 带着你在副本里到处跑 云生大概能猜到 现在会这么说 肯定是因为之前吞过 小白蛇胆子挺大的 也不对 应该说 你们挺会玩的呀 我怕他看见 我那时候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体型 而且我没吞下去 小白蛇晃晃脑袋 他只是把人放在嘴里 带着换地方 绝对没有吞到肚子里 要是真吞到肚子里 那也就没有现在的他了 这种奇奇怪怪的操作 在他身上发声 也算不上奇怪了 之前他都主动被大豹子 踩到雪地里玩的 云生捧着小白蛇 笑得很开心 有个大部分时候 都挺认真 却会偶尔低龄化 无脑玩耍的朋友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能正常处理各种事 能认真成长 也能想玩就玩 可以放松下来 燕明来了 他是自己已经公开了的光系 等会儿跟他商量下 只是雷系脆体有点单调 咱们这生意 要多加一些种类 也或许 还能再把时间延长一些 夜九收到了燕明发的信息 跟云生提了点接下来的方向 玩家数量多了 能赚的材料 也会多很多 所以 在他们这个阶段 之前那些副本 确实是没必要再继续了 我目前只能设置 维持12小时 不会消失的空间封锁 可以试着开启一整晚 但这样一来 就需要把价格调整一下 云生对于赚材料 一向都是非常认真的 现在 要延长雷域的维持时间 他立马就想到了 加钱 可以设置时间长短 可以是雷域到时间自动消失 或者进去里面待多久 就会被传送出来 夜九是觉得 怎么调整都行 他负责制造雷域 或者是制造一些 他能控制的场景 可这个收费和空间 维持多久 都是云生来处理的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赚材料的 燕明变成了半米高的小狐狸 在被云生抱起来之后 听着这两人跟他说的话 感觉狐狸脑子有点不够用了 大家都是玩家的吧 是吧是吧 可你们是在搞什么啊 给玩家搞个修炼粹体的环境 然后让玩家付费进入 你们 你们真的 还是玩家吗 现在的玩家那么多 实力越强的玩家 越是有资源 赚的只会更多 云生给红狐狸顺顺毛 嘚瑟地炫耀一下 他们的赚钱计划 一定可以收益暴增 虽然知道你们很强 可如果不是已经比我 强了十倍以上 不建议把事情搞得太大 有些玩家会因为极度性爆发 而制造麻烦 燕明在游戏里 见识过很多玩家之间的相杀 第一种原因是 副本里的资源争夺 第二个 就是因为极度 有那么一部分的玩家 就是宁愿自己一点赚不到 也不能让其他玩家 在他面前赚到 甚至还有一些更疯狂的 看到其他玩家赚资源 就是宁愿自己搭上一部分 也一定要给对方造成损失 他曾看到 那类型玩家输出原因 只要对方亏损的比自己多 那就等于是赚了 那是他不懂 但知道很疯狂 很可怕的一种心态 咱们不怕那个 你以为这家伙的雷是干嘛的 最好是来上一些闹事的 让他展现一下实力 也能让咱们赚得更多一些 云生看着正在给 薔薇花王准备杜结的夜酒 笑了笑 继续给小狐狸顺毛 这小狐狸真的太可爱了 不是达到了杜结的阶段 才能引出雷结吗 燕明知道 夜酒能给其他玩家杜结 可那也是 要有前置条件的 一个不到杜结阶段的玩家 还能强制引出结雷 正常是这样 可重点是 他不正常 那家伙控制雷结的能力 好像是提升过 他之前非要让我试试 就是直接引出了 被雷结还强的 可惜啊 我没能好好地感受一下 云生的吐槽 让燕明除了震惊 还有些迷茫 神 是什么 再纠结了一会儿 看到夜酒 在陪薔薇花王度雷结之后 燕明回头盯着云生 问出了一个 他还是完全不懂的问题 天生的神族 神族是什么 神 是做什么的 在这个世界 最强的是世界 然后就是掌管各种方面的神 你不要看我能随便玩 那是因为 我还没长大 云生坐在院墙上 看着前方 他能猜到 只要夜酒继续成长 用不着十二个环节结束 绝对就已经成神了 神 也是要做事的 在之前偶尔听到过的信息里 神应该是有神位的 每一个神位 都代表着一种权限 但与权限相对应的 就是责任 不一定需要爱着这个世界 但必须要把职责之内的事情 都处理好 或许 夜酒会是雷神 又或许还都在考察期 究竟能成为什么神 是要看夜酒自己的选择 实力足够强 就能争取到神位吗 燕明听得不是很懂 分内的工作 然后就可以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当然 他没什么太多的爱好 就是吃东西和睡觉 所以啊 努力追求那个神的高度 然后就可以存在得更久 吃更多好吃的 睡更多的觉 想想就超开心的 实力强不一定能争取到神位 但想要靠近神位的基础 就是 实力要达到一定的强度 云生的看着 突然就有了目标的小狐狸 心情也是很不错 这算不算是 他给世界找的打工狐狸 光属性 本来就是被锁定过的 未来成神 也只是一个时间的早晚而已 但是 能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 还主动送上门要干活 这就更好了 你们相处得很不错吗 除了雷狱 我还准备再设置几个 其他属性的 能让玩家进行一些抗性训练 叶明的进化和治疗 可以定价高一些 毕竟不是所有玩家 都愿意在家 等着缓慢恢复 叶九在陪着蔷薇花王 完成了晋级的雷结之后 回来看着相处 温馨的神和狐狸 凑过来找他们商量下 赚材料的计划 虽然不知道 接下来的几个环节 都是什么 可目前的副本都没变化 很大概率 就是让玩家互相的 多出一些争斗 争斗多了 资源抢来抢去 自然就有很多玩家 会被负面状态侵蚀 至于距离远的玩家 能不能来这里治疗 那就看各自的能力了 而且 燕明也很乐意跑去救命 当然前提是 给出的资源足够多 那我就要两个 怎么分账的 燕明对于这个计划 非常的期待 但材料分配 总是要先说清楚的 当知道成长得足够快 而副本的产出 已经供不起当前的消耗 之前他是想着 找机会在世界聊天频道 搞点仇恨值 只要有人赶来麻烦 那他就能找回去 把对方的家拆了 可那个计划还没开始 现在就已经有更好的方法了 五五分 我负责维持空间 收费 锁定及确认玩家身份 你们只需要投放就可以 放置之后 就可以随便玩去了 云生指了指他自己 他才是赚得最多的那个 之前跟夜九一起 两人五五开 所以赚得一样多 现在吗 多了一个燕明 就让他能多赚一份了 10089区180 打个广告 位置在10089区的中心附近 打开地图 能看到挨在一起的两个家园 就在那两个家园的东边 有一大片空地 现在在那片空地上 开启了全天时间的 粧体和治疗项目 目前 有分成十个阶段的 雷育粧体区 光属性的治疗区 光属性的净化区 水火冰木风 五系元素抗性练习区 需要这些的 都可以来看一看 10089区180 对了 补充一件事 最好不要让我看到 有人来这里放置家园 谁要是来我设置好的区域 放置家园占位置 到时候 被摧残的渣都不剩 可不要哭着求饶 世界聊天频道里 180的两条信息刷上去 让部分玩家看到之后 开始讨论 有玩家说 他们虚张声势 也有玩家想来看看 在世界聊天频道热闹讨论时 夜九家的附近 出现了一批 从附近区域赶来的玩家 飞禽走兽 以及是人不是人的 这雷玉 是你们用元素之力创造的 一个站在黄牛背上 背着一柄长剑 穿着自制道袍的中年 长须男人 此时看着那些雷玉 一脸的震惊 这是一个被拽来之前 就修炼倒数的玩家 他看着在每一个雷玉入口上方 高高悬挂的超大号标示牌 越看越震惊 越想越害怕 最后的那个 是直接可以让人进去杜劫 还分了好几种模式可以选择 有只给确认能保命的 有循序渐进的 到雷结粹体提升的 有暴躁挨雷劈 但同时给治疗救命的 能一直都这么嚣张的 展现出实力 说明 人家还有着更多 我们想象不到的底牌 我老人家可不管你们 是来干嘛的 现在 我就是一个消费者 其他的事情 可跟我没关系 一个长了两对蝴蝶翅膀 虚发揭白的人形老者 从这些玩家之中走出来 先撇清了关系 然后 就步履蹒跚的 走到了那个 能够杜劫的雷玉大门外 抬手放在指示牌标注的位置 再看到眼前出现了他的实力 以及可选的杜劫项目 在选择了感觉最好的平安度结 且有脆体效果之后 那个小的标注矿里闪了闪 出现了他需要交付的费用 8860枚五级能量珠 这数字出现 老者一脸的震惊 但还是迅速地 拿出一堆堆的能量珠 放进了空间箱子里 蝶老 你这是在做什么 那么多的能量珠 你就相信 他们能让你平安度结 那群玩家之中 走出来了两个兽足玩家 眼神有些焦急地跑来 想要拦住 可他们的速度很快 却在靠近时发现 无形的屏障阻在中间 根本无法接触到 还在放能量珠的蝶老 我先去给大家探个路 等我成功了 再给你们分享下经验 蝴蝶翅膀扇了扇 蝶老抬脚 走进了为他开启的大门 至于同来的那些玩家 是否会觉得难以接受 蝶老现在根本不会管 他当初为了活命 跟寄宿在他身上的蝴蝶 进行了融合 虽然侥幸活下来 可他实力增强的同时 也在迅速地衰老 但他实力 确实是比那个区的玩家 都要强 所以也有些求他庇护的 甚至还有些想着 为他送终 说到底 都是既要保护 又惦记他家的资源 但他也不拒绝 毕竟只要他没死 那些求庇护的 就得上供 就得给他干活 现在的他 最多也就是 能再活十几天时间 除非能渡截 进入下一阶段 当然也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进化 可他舍不得这份力量 而且他能猜到 进化之后 会失去现在的这份实力 毕竟他大部分能力 都来自于 那只寄生的蝴蝶 所以他只能赌一次 赌输了 就是早死个十几天时间 赌赢了 就有很长的时间继续活着 就算蝶佬能活下来 也跟咱们不是同一路的了 一只高约五米的猴子 坐在地上 看着已经开始 渡截的蝶佬 感慨着 他们又失去了一个伙伴 不过 蝶佬也是 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如果真的能在那里面 渡截成功 那他们的态度 也会跟着转变 绝对不敢再去 挑衅这里的玩家 谁还不是为了自己 老黄牛 咱们也走了 去那边 先把身上的诅咒进化了 然后再去脆体修炼 老道长坐下来 拍拍给他当做齐的老黄牛 指了方向 就往前走去 能活到现在的 都不会想死 所以 他们能凑到一起来看一眼 除了不分不服气的 其他都是 想找一点活下去的机会 No 老黄牛走了几步 突然停下来 回头看看 安稳坐在他背上的牢道时 嫌弃地冲他叫了两声 既然是准备 要在这里进行进化和淬炼成长 那你现在还不抓紧时间 在周围 找个能安家的地方 等其他无那家都反应过来 到时候再想安家 可能就要 逃得很远很远了 就算老黄牛腿脚还算不错 可还是尽量住附近 有什么其他 还是也能跟着沾点光 走着 老道长被吐槽了 不只是没生气 还笑着指了个方向 就让老黄牛赶路过去 净化诅咒的是 不用着急 先安家去 夜九 你说他们到底是来干嘛的 刚才不还都在聊天频道喊着 说是要来找茶什么的 云生坐在院墙上 怀里抱着刚才杜劫成功 现在 也跟小乖一样 能跑能跳的薔薇花王 他们就在这里看着 但外面的那些玩家 却一点都看不到 只是看戏归看戏 那些玩家们的反应 也太耸了吧 之前在世界聊天频道 发信息的气势呢 很正常 打不过就老老实实人认怂 这几个态度变化快的 之前也都是没吱声的 可能只是想顺路蹭一波同行 夜九拿着云生的那个超大纪录本 翻到那两个玩家的区号找了找 确定没有发现 这两个玩家的编号 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或许可能是准备跟着蹭一波好处 但这个好处 具体是哪一方的 那就看情况在定了 但他们没说什么挑衅的话 又是来进行大额消费的 那就这样吧 能在这时候 带动一些消费强度 也算是再给他们打广告 顺便展现一下 这些进化或镀截的效果 那就先不管了 你快去给大白 准备晋级镀截 我等有挑衅部的玩家出现了再收拾 我可是非常小气的 一句话让我不开心 我就全都给他们记下来 匀声摆摆手 让夜酒该干嘛就干嘛去 他赚的就是这个监管控制的费用 所以这方面完全不需要这俩操心 看燕明多放心 让怎么设置就怎么设置 全部完成并且测试过以后 直接就回家了 据说是困了要回家补觉 赚了这么多 燕明回家睡了一天 再过来就看着他赚的那部分能量珠 激动的两眼冒光 好多好多的能量珠 他之前除了副本跑两趟 再就是搞制作赚钱 偶尔的 看到一号区 有人求治疗或进化的时候赚一点 但需要治疗的玩家 不是哪天都有 所以赚的材料就很随机 这才只是附近几个区的过来治疗 等更多的玩家习惯了 咱们赚的只会更多 匀声笑得满脸得意 这也不过是才三万多的五级能量珠 以及二三十万的四级能量珠而已 刚才他跟夜酒分的时候 那才是震撼型的 可惜夜酒的反应太平静 不如燕明现在的震惊状态有趣 收起来去吃饭 你没什么忌口的吧 夜酒抱着已经成功晋级的小白蛇出现 看着这点材料 就眼神呆滞的大狐狸 催着他收材料 然后就抱起来 往山上走去 他刚才分到了自己的那部分 都拿去换成了材料 把家园范围和领地内工人 又换了一些高级的 虽然一天就赚了三十多万的五级能量珠 可真要拿来消费 也只是买了三万多个五级的工人 而那些四级和三级的能量珠 都被他拿去买土壤 有拓展有强化 给自己家园 进行了新一部分的调整 赚得多 花得也多 他现在都已经不惦记三级或四级的工人 要换就直接买五级 买到手术一下 有多少啊 然后取出对应数量的二级工人 进行更换 之前是每天更换几百个 现在能直接更换几万个 也是已经加速了 没 没有忌口的 夜酒 你真的要请我吃饭吗 燕鸣收起了能量珠 眼巴巴地看着夜酒 对于能被请吃饭而开心 嗯 请你们吃饭 还有大豹子 大白和微微 他们现在也都是玩家 只是跟咱们还稍微有些不同 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 夜酒看着眼神期待的红狐狸 其实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一顿饭 就能让这大狐狸感动不已 就目前来说 他们的赚材料的速度 是非常的快 吃这方面是真不缺 豹子 蛇 花 燕鸣在到了山顶被放下之后 看着洞植物围成一圈的状态 也找个位置 就老老实实地等着 豹子 看着呆呆的 但肯定不会真的呆 很危险 蛇 看起来很小 可他又不傻 今天就是这个肚结 晋升到七级 薔薇花疼 你是植物的吧 作为一棵植物 你不在土地里扎根吸收 你竟然把根系扭成腿脚模样 你这样 会让其他植物系玩家嫌弃的 狐狸 雪豹王歪头看了一眼 对于这个 看见他就躲到最远位置的狐狸 有点嫌弃 又不会吃了你 你怂什么 狐狸很可爱的 我就摸一下 拟人形态的薔薇花王 看着跑到他旁边的红毛狐狸 摸你人类手臂的枝条 迅速生长 学着夜九给小动物顺毛的模样 在大狐狸的背上摸了一下又一下 你说摸一下 燕明觉得 他需要跟这颗薔薇花 好好讲讲 这个摸一下是什么概念 摸一下 是摸到就放开 不是让你一直摸 可是 狐狸你真的很乖 很好摸 夜九给我取名了的 我叫薇薇 薔薇花王 以后还要住在夜九家里 薔薇花王给狐狸顺毛 开心了就想起 要做个自我介绍 燕明 光属性 擅长治疗和进化 如果有受伤 或者是负面状态 都可以找我 看在夜九的面子上 收你半价就行 燕明听到 是经常住在这里的 也抓紧时间 做个自我介绍 顺便发展一下 潜在的客户 反正只要试得玩家 就有消费的可能 我觉得 我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受伤时期 薔薇花王的手 迅速收回 他现在对大狐狸没兴趣了 治疗和进化 这家伙是生气了 所以 再威胁他是吧 对这一棵植物说进化 太凶残了 夜九 我记得 你也有个进化的能力 云生一直在旁边看热闹 现在看到薔薇花王 疑似在害怕 好奇地找夜九问问 这是为什么 之前的时候 夜九还给9989 进行过进化治疗 虽然过程有些凶残 但也确实是在去除 负面的一些东西 进化分很多种 将某种存在抹除 也可能是一种进化 夜九将锅里的菜盛出来 递给了凑过来的云生 一边吐槽着 某些能力比范围之大 手里 也已经刷过点火 继续下一份的吵着 进化的概念 把范围网大了说 倒能给世界做清理整顿 当然大部分时候 还只是用在 剔除负面的操作上 你们的这个进化概念 能不能稍微正常一点 云生把菜端过来放下 摸摸薔薇花的脑袋 眼神无奈地摇了摇头 可怜的巍巍 不管是哪个 都能欺负他 或许 其他的玩家那里 进化的能力 会稍微的单纯一点 但我和他 关爱两种属性的进化 极致施展 就是一种清除模式 不可能正常的 当然也不是要达到 那个程度 毕竟就算是有招惹到他的 他也只是使用雷系就行 按属性 一般不会单独使用 而且 最近都不跟雷系 混在一起用了 毕竟他已经很久 没跟实力 差不多的玩家起冲突 夜酒 谢谢你请我吃饭 饭菜很好吃 非常非常的好吃 燕鸣在吃饱喝足之后 心情很好地 抱住夜酒胳膊 蹭蹭脑袋 然后 就摇晃着大尾巴 跑回家去了 被朋友请吃饭 还吃了好多好吃的 真的超级开心 一边好奇地找夜酒问问 那狐狸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虽然夜酒现在做的食物 确实是味道把控得越来越好 但也不至于就这么 就是那只狐狸的状态 太夸张了 或许 他的爱好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 吃了饭开开心心地回家睡觉 这不是本来就该很正常的事情吗 夜酒靠在还不着急回家的大豹子身上 抱着大豹子的爪子捏一捏 吐槽一下 云生真就是想太多 就像现在 他抱着大豹子的爪子 捏捏拍拍 就是会很开心 目前唯一让他有些担心的 就是家里的那四个 还没睡醒 没有什么危险 只是在转化 可原本以为 就是小睡一觉的 现在的 也只能继续等着了 看来是我想的太多 赚材料 赚得太开心 都要忘记简简单单 就是可以开心起来了 小小 你要哄哄我呀 你看我最近都忙得没时间开心了 云生哀叹一下 自己的心态不对 然后 就转头往小小的身上一贴 脑袋在大狗子的身上一顿蹭 要哄着 小小都好久没哄着他完了 小小抬了抬脑袋 眼神无奈地看了看对面的夜九 在确定夜九不帮忙之后 只能抬起一只狗爪 把这个闹腾的小子抱怀里 能怎么办呢 是他自己答应 要照顾好的 幸好嘞 又一次地开始想家了 有玩家说组团模式 试图清理BOSS区域 大豹子 你是不是要回去看着了 夜九看着聊天频道休息了一会儿 当发现有玩家 要去袭击他们这边的BOSS区域时 伸手把昏昏欲睡的大豹子喊醒 嗯 作为那片区域的王 自然是要回去看着 把那俩也拽出来 他们就算是不住在那边 也还是一样的身份 都要去 大豹子站起来 晃了黄脑袋 再跟夜九打个招呼 说了下情况之后 直接去到大白和微微住的那片区域 把刚回家准备继续修炼的这俩 都拽了出去 玩家要刷BOSS 他们是不是觉得BOSS能在外面 就是为了给玩家们杀的 云生站在空中 看着嘴里咬住一条蛇 跟一条藤腕的豹子回去 很想吐槽一下 那些玩家是太能折腾了 玩家还能是分散的 而且玩家之中 只有一部分的小团体 可是在一片BOSS区域内 是有王者存在的 可能是因为 他们知道BOSS也是玩家 认为所有的玩家都是一样 不可能团结起来 夜九摇摇头 指了指方向 他留下来看着两边的家园 让云生去看现场 家里不能丢着不管 尤其是他家小家伙 现在都睡着的情况下 而云生又是个喜欢看热闹的 所以只能他留下来了 我看到了 那些玩家想法真美好 他们是之前就关注过 每一个BOSS的领地 现在组织了玩家过来 说的是要从弱的开始 一个个的挑着刷 云生的声音 从好友通讯器传来 说着他到了现场之后 看到的情况 那些玩家想法 确实是非常的单纯又美好 完全是把那些BOSS 当成不会跑 甚至连求救 都不会的数据模板了 真惨 突然感觉 咱们这个区的玩家 其实还是都挺懂事的 至少在屏障解除之后 没有那个想不开的 直接去送死 夜九站在山顶的院墙上 看着世界频道的聊天内容 吐槽的话都懒得说了 在BOSS领地内 围攻某一个BOSS 而且很明显的 附近就有其他的在看着 就算是想送死 也不需要挑这么艰难的方式 那些玩家还说 已经凑出了不同种族的 一千多个队友 这世界还没出什么组队模式 玩家之间 是随时可以互相攻击彼此的 就连他跟云生 也都是不可能会开一些 攻击对方的玩闹 因为攻击就是攻击 是真会伤到对方的 夜九 你是不知道他们有多傻 竟然说让防御高的 在前面顶着 远程攻击的 躲在防御后面 还在挨着询问 谁有治疗能力 让治疗能力 锁定那些防御型的 随时进行恢复 这是不是某些玩家说 在过去时间 存在的游戏团战模式 云生就在那些玩家的上方 看着那些玩家的布置 迅速将听到看到的信息 讲给夜九厅 以前在他们10089区 也有玩家说过 这类型的一些信息 都是不等时间 就已经被其他玩家给否定 并且很详细地讲过 这是不可能的 治疗类的能力 确实是能给人恢复 也能吃一些 补充气血的药剂 但不是说 一边战斗 一边加血 不死上几批玩家 是不会知道 BOSS区域 是一种什么概念的 夜九不想让玩家死得太多 因为玩家死灭绝了 会影响到 对这个世界的建设 可当玩家主动送死的时候 他们也只是看着就好 毕竟 工人也是能搞建设的 玩家死得多了 高级工人 就会更多一些 未来或许是会有些改变 让工人的数量上限提升 或者是干脆取消上限 他们已经悄悄摸到 一条火蛇的附近了 这条六级的火蛇 再加孵蛋 他们是觉得 孵蛋期的蛇 肯定是不会跑 而且 消耗大自然就弱 云生在那边 看着实况进行转播 当看到那些玩家 已经准备好之后 他还特意去看了看 雪豹王的情况 雪豹王让一群 植物系的BOSS 去那边生长 准备把那些玩家一波带走 这次是微微带怠 薔薇花王被夜酒 取了个微微的名字 在人类听来 是感觉有点可爱 可薔薇花王 本身绝对跟可爱戏不沾边 那扭曲生长的藤蔓 尤其是开出的花朵 各种颜色的花瓣 还有花蕊处 飘散出的各色物状花粉 只是一颗薔薇花王就这样 其他几十株植物系 也都用着类似的方式蔓延开 就连那些玩家的后方 都完全被覆盖了 可那些想要击杀BOSS 拿掉落的玩家 现在不只是没感觉到危险 还一个个的 全都是非常亢奋的大聊特聊 他们聊的内容 都是关于等下的掉落分配 以及对六级能量珠的期待 10086区2314 你们10089区的玩家 在平时真能睡得着吗 那些BOSS们太凶残了 我刚才去看了一眼 他们不只是能自由活动 还能给玩家设置陷阱 那么多的玩家都被坑杀了 10088区239 现在都不是10089区 能不能睡着 是我们这边也感觉到危险了 听说你们那边还有玩家 跟这些兽王术王的凑到一起 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都是副本被猎杀的怪 10088区1009 其实吧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要不去攻击那些副本出来的怪 他们不也是一直都没单独出来 自己过咱们的吗 就安稳相处呗 10086区1117和平相处个毛线 凭什么要跟一群副本怪相处 副本怪本来就是 让玩家杀了拿奖励的 现在大家讨论的重点 是他们10089区的玩家 作为玩家 竟然跟副本怪混在一起 那就等于是背叛了咱们玩家 10089区180 优贺 背叛玩家 好大的罪名 有本事 你们来讨伐我们啊 我们目前24小时都在家里待着 你们来啊 抓紧来 这么多天没动手 早就想试试新的能力了 10088区239比1089区的什么意思 你们还真就准备跟副本boss一起过日子了是吧 你们也不过就是开启了训练场 忽悠玩家 让玩家把赚的材料都给你们 就你们这种不把玩家当回事的态度 就不幸你们的生意还能继续做得下去 10089区180 爱来不来 虽然我们是出来宣传了一下 但那也只是给一些愿意掏材料换实力的玩家一些机会 10088区的239号是吧 你昨晚还来进行了一次进化 和4个小时的1000至5000战力几雷欲强化 你以后都别来了 就算你付费 那些脆体练习区域的大门也全都不会对你开启 10088区1100 寄人编号这种事 不至于吧 你们是开门做生意 哪有因为顾客一句话 就把人拒之门外的 有客人才能让你们有的赚 直接这么说 可不合适啊 10089区180 1100号 你凌晨之后来1000以下 进行了两小时的脆体 之后去火系抗性区域停留了三个小时 以后你也不用来了 我还就跟你们说 我们就是脾气大 你们最好是把态度都调整一下 要不然 你们有材料 我们还不一定愿意转 10088区1100 我也没有说不好的话 我只是劝一句 世界频道里 玩家们吵闹不断 从最开始 有人喊着 要10089区的玩家给个说法 到后来 就变成了云升区记编号 看到一个说他们有问题的 就挂上去说一下 拒绝做他们的生意 在家的夜九 在大白和薇薇回来后 就拿出吃的 抱着他们头胃 而正在世界频道发信息吵架的云升 这时候 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翻着他的记录本 记录下都有哪些是被他给拒绝了的 歇会儿吧 那么多的玩家 这么记录太累了 你找那位撒个娇 要点好处 单独给你开个数据模板 直接拉取对比就行了 夜九看着云升的记录本 都快要翻出残影了 笑着摇摇头 让他去找世界主宰撒娇要好处 有挂就得开 要不然 那些关心你的长辈 可能会有被遗忘的失落感 看自家那位不能喊师父的前辈 就是会送自己需要的 训练场都是准备好了 直接给了 最近在训练场空间提升 他除了能更加的熟悉和控制 也逐渐的习惯了 对某些信息的理解和认识 甚至 他都已经能大概的感觉到 自己未来 是一种什么身份定位 所以 他现在很放松 每天都是训练 期待一下自家的小家伙们能醒来 然后跟这几个喜欢的 一起吃吃喝喝玩一会儿 这种未来可期 只要自己努力 就可以有美好未来的日子 真是 舒塌啊 确定我不会被嫌弃 云生不是不想去要好处 可他这不是 有点耸的吗 尤其是在知道 世界主宰可能是自家长辈 这感觉 就是很别扭的 汪汪汪 大狗子小小从草地上爬起来 嫌弃的抬起前找 拍了拍这个突然就紧张了的闹腾小子 很主动的 直接去找那位要好处了 明明在凌目凌闲来的时候 各种吵闹 怎么面对那位就害羞了呢 难道是因为 凌鞋摸到毛茸茸 就瞬间又凌化 而凌目又太闹腾 所以都不像是长辈 想不通的大狗子 直接从山顶消失 替着害羞的傻孩子撒娇去了 我们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 小白蛇缠在夜酒的胳膊上 脑袋往他的怀里钻了钻 有些委屈的小声哭诉一下 他们就是来蹭个饭 顺带体会一下 被抱着头位的舒适 怎么就让他们 看到了这么过分的事情 你们就算是要干点什么 稍微的委婉一点行不行 咱们这些玩家都害怕 真会怕的 不说出去就没事 而且 能跟着蹭点好处 也没必要拒绝的 是吧 夜酒摸摸大白的脑袋 自从喜欢变成小白蛇开始 他也越来越喜欢撒娇了 不过 喜欢就宠着了 谁让他现在只是一个玩家呢 身份还是玩家 不到需要承担某些责任的时候 他自然就是可以想做什么都行 我不说 以后我就安心修炼 不出门了 蔷薇花王的叶子卷了卷 为了不让某些信息被传出去 他就要在家里开启专注修炼模式 没那么多限制 只是不适合传出去 毕竟会影响到某些玩家的期待 夜酒排排蔷薇花的叶子 继续吃着零食 看世界频道的热闹 吃一天天的 玩家们是真挺闲的 有跑来世界频道吵架的时间 好好修炼不行吗 给了两个 一个是能单独记录的 一个是那边所有玩家消费的记录 可以两边调去信息查看 云生在等了一会之后 突然就瞪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个人操作页面出现的新界面 笑得傻呵呵 能省下翻找的麻烦 你也不用再给我记录了 需要的时候找你问 夜酒看着云生傻呵呵的状态 摇摇头笑了笑 再次确定 这确实是个没长大的小孩 那也行 我先记录一部分 你忙你个就行 你家这几个 暂时还醒不了 不用担心 得到了喜欢的礼物 云生靠在躺椅上 开始重新进行记录整理 在发现夜酒几次往屋子里 看的时候 云生也没忘记跟他说一下 那几个小的 还需要点时间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正常情况下 提升到七级 是要从第六阶段开始 可夜酒家的这些 都更快速地 把站立提了起来 也因为还没进入到第六环节 就到了七级 能直接拿到了仙虫转化福利 好处拿到了 这个转化的过程 就要耗费些时间的 我知道 可总是会有些担心 你慢慢记录 有事就喊我 我继续了 夜酒看了看外面的情况 再次去将雷系脆体 还有杜杰的那边 都做了些调整 然后就回到家里 再一次地进入到了 自己的训练之中 现在的他 才只是二级 没有经验进度条 没有任何的标识 完全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到三级 等级不重要 实力提升了 自然会追寻到方向 站在二级的训练场外 夜酒两手在脸上搓了搓 再一次地走了进去 成长是一个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 可能会有点久 可只要是有目标有期待 他就能一直努力 一天又一天 在第六环节的第七天早上 夜酒家里的四个小家伙 终于醒了 主人 抢着扑了过来 终于醒了 来吧 一起抱着 夜酒一手一个接住了这俩 手臂拖着他们 两手冲着小乖和小洛晃了晃 主人最好了 小洛扑过来 在被接住之后 也一起贴了上来 主人 我好像又长大了一点点 小乖还是你人模式 小小的藤万脚丫 站在夜酒的手心里 开心地说着 他这次转化之后的状态 长大了 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这些天他都没有收拾家 家里的植物 应该是又长得乱糟糟了 嗯 都辛苦了 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咱们先吃饭去 把这些天没吃到的 都补上 夜酒抱着幼崽模式的这四个走出来 再把他们放下之后 开始拿出一份份的食物 小乖小乖 抱一下 薔薇花王虽然是说不出门 可在他的概念里 夜酒家不算是出门 在山顶玩耍的他 看到小乖 就将手臂伸展 枝条扭成的手臂 直接把小乖捧了起来 威威 你被放出来了 小乖转化之前 薔薇花王 还只能待在空间隔开的另一边 枝条拍拍对方 小乖对于威威 能被放出来而开心 两颗植物系凑到一起 玩得很开心 可动物这边 却不怎么和谐 小呆和小闹 凑过去 盯着躺地上晒太阳的雪豹王 在雪豹王翻个身 冲他们伸出一只前爪石 这俩扑上去 就把脑袋在雪豹王的爪子上蹭了蹭 他们是听云生说的 说他们家主人 就喜欢跟大豹子 一起玩脑袋蹭爪子 还有踩踩踩的游戏 雪豹王有一点无语 但这俩喜欢玩 他也只能拍拍这个 再拍拍那个 给哄着就是了 大白 小洛看着勉强 有人类手臂那么粗的白蛇 抬起他的爪子看了看 有种想要抓住了 试一试的冲动 但他知道不能抓 万一抓坏了 还要给治疗 是挺麻烦的 你现在绝对是有什么坏心思 我跟你说 你不能欺负我 我要是受伤了 我就去找夜酒哄着 我委屈了 就去麻烦他 小白蛇扬起脑袋 小洛感觉爪子痒 好想把这条不要脸的蛇身上挠几下 哪有这样的 竟然还要哄着 你又不是我们家的 你不欺负我 我就不去麻烦他了 小白蛇晃晃脑袋 他就是不想 让这只鸟 抓他的鳞片而已 我对你的鳞片没兴趣 小洛扇扇翅膀 在大白的脑袋上拍了拍 然后就一脸嫌弃地转身走掉 他又没说 自己喜欢吃蛇肉 也没说喜欢抓蛇鳞 都是这个家伙 自己挠不出来的 还好还好 这凶残的 之前没少在我眼前抓蛇 小白蛇在看着小洛飞 去找雪豹王一起玩 蛇尾在地上拍了拍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之前他不在空气墙围绕的范围内 经常在谁里面出来 跟着几个打招呼 这只白孔雀 超级过分的 他经常在蛇的注视下 抓蛇就算了 他还喜欢咬碎蛇脑袋 扒掉蛇皮或蛇鳞 那画面 他看到了好几次 每次都感觉是故意再给他看 你家附近是沼泽区域 那里经常刷新出蛇类的入侵生物 小洛只是去那边 清理入侵生物 他是担心 小乖去处理会吓到你 夜酒端着吃的放下 在小白蛇的脑袋上拍了拍 让他不要想太多 因为是沼泽地 小胆小闹就不喜欢去 所以那部分区域 都是小洛和小乖在清理 小洛处理的方式 是凶残了点 但至少还是正常的模式 小乖对蛇类的处理模式 就是直接穿透 根系从鳞片中钻出来 拆碎之后 再用根系吃掉 所以 这真不是小洛的错 只是他们对蛇的捕猎方式 也就那样 我不太想知道 小白蛇顺着夜酒的手臂缠上来 念念地表示 真不用跟他解释 他胆小 真的 胆子很小的呀 夜酒夜酒 有玩家要来你家挑战 红毛大狐狸艳明 趴在院墙上 看着从训练空间出来的夜酒 笑着喊他 快去关注一下 从进入第六环节开始 一直都有些玩家 在世界频道里 说一些酸话 有吐槽他们 收费太多的 也有骂他们 跟副本怪相处融洽 背叛玩家的 还有说 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早晚会被其他玩家灭掉的 说什么的都有 但真敢来偷袭或挑战的 这还是第一次 第六环节 已经过去了200多天 确实是会让某些玩家有想法了 夜酒打开世界频道看了看 那些喊着要挑战他的 都是已经进入到7级的玩家 或许在他们看来 7级之后 就都是同一层次的了 200多天 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还发了点脾气 后来一直都安安稳稳地赚资源 有些玩家 就觉得 咱们就只是运气好搞了点赚材料的方式 云生打开记录 搜索了几个编号 随后就一脸嫌弃地摇了摇头 那些发信息喊着 要来挑战夜酒的 都在之前来消费过 脆铁 净化 杜结 就连杜结晋级 都是在他们这里消费进行的 那些玩家 是脑子被什么东西给寄生了吗 等他们来了 就喊我出来 吃完饭 我就继续了 夜酒看看那些玩家的聊天 在吃了饭之后 继续到训练空间 进行淬炼提升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 很快就可以再提升一级 就在他沉浸式的训练时 那些组团来挑战的玩家 也终于是在10089区的附近 集合完毕 气势汹汹地冲到了夜酒家的附近 现在的夜酒家家园 已经比进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 又扩展出了几倍的大小 目前只是他自己的家 就已经占据了 原10089区的五分之一左右 在他隔壁的云生家 也是按照差不多的节奏进行拓展 而原本在这个区的玩家 大部分都已经往其他区搬迁 因为都害怕会被圈起来 除了他们两家 夜明的家也挺大的 只是和他们两家相比 要小了几倍 而原先的9999号福禄家 现在也已经向着边缘区域拓展 范围比夜明家还要大 在这四家之外 还有一些从其他区域搬来的 都尽可能地跟这几家保持了一段距离 看到他们拓展了 就会把自家挪一挪 这一次来找茬的那些玩家 在到了10089区之后 直接围绕着夜酒的家园边缘 排成了一大圈 云生好奇地去数了一下 有3000多个玩家 3000多个6级和7级的玩家 一次全清了 还真是挺浪费的 夜酒站在空中 看着外面那些玩家 差不多有30多个种族了 确定是浪费 云生嫌弃盯着夜酒看了看 不确定这家伙又是在感慨些什么 但凡夜酒说一句下不去手 他立马去把这些玩家抢了 家里的工人全都换成5级的了 目前正在努力更换成6级的工人 而7级是想买都买不到的 毕竟7级的玩家数量太少 而且也不容易死 真的是浪费 都没对这世界做出多少的贡献 不过 他们也确实是没有多余的资产 毕竟有点资源都拿来提升自己了 夜酒笑了笑 不需要等那些玩家的挑战宣言讲完 直接锁定了这些玩家 每个玩家都分到了一次雷击 精准地披在脑袋上 在原地化作了雕塑 在一阵风从院墙内吹出去的时候 那些雕塑一样的玩家 直接化作烟尘 消散在空气中 好了 我继续修炼去了 夜酒拿着直接到手的工人卡看了看 更换下来的五级工人卡 被放到交易界面出售 继续换成自己需要的家园拓展 和强化材料 事情处理了 夜酒继续去训练提升 家园内出现的各种随机事件 有小呆他们看着就可以解决 等到他终于将元素本源 晋升到三级的时候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选择 特殊类元素本源 已提升至三级 需要做出新的选择 一 融合元素本源一部封神 可获得审判者身份 二 开启第二元素本源属性修炼 融合后将与世界绑定 失去玩家身份 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禁止状态 留给夜酒的 是一个三选一的选项 成为审判者 审判者是这世界的高等级神明之一 约等于神王那一层 可以审判所有一级神 和更低级的神 再选一个本源属性修炼 就代表着 他将拥有一段新的修炼时间 可以在未来新属性达到三级的时候 再做出选择 而第三项 是一直以来都很有存在感 但却没有更多信息提示的暗属性 暗属性融合 与世界绑定 失去玩家身份 我选择 第三项 开启暗属性融合 夜酒看着第三个选项 突然就笑了起来 他现在已经知道 那一位前辈 为什么说他们没有仕途缘分了 是因为早就已经知道 他会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样的选择 选择完成 是否确认此次选择 二次确认后 将开启融合 无后悔 或时间倒流的操作选择 面前出现了再一次确认的提示 确认这个选择 开启融合 夜酒笑着再次确认 他真的已经做好了 融合到这个世界的心理准备 确认完成 开启暗属性融合 融合开始 雷系元素属性融合开启 玩家身份消失 家园转化为神域领地 游戏环节结束前 可继续与玩家进行交易 或可向玩家发放神域 夜酒在融合开启时 听到有几条通知响起 但他现在已经没时间去思考了 玩家10089区8898号 玩家成功完成神级考核 风神任务开启 达到基础条件的玩家 在夜酒开启融合的时候 出现在了每一个玩家的游戏操作界面 世界频道因为这个通知 信息在瞬间出现了 爆发式的急速刷屏 是个心思简单的小家伙 好好成长 你家的那些 还都在等着你回去 白衣红发的身影出现 抬手就画出一个独立的空间 将正在融合的能量风暴 收到了一起 这不是他第一次塑造新世界 可依旧会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期待 夜酒 一个具备些许暗属性的人类 过去生活的世界 是一个科技初期 就爆发出丧失病毒的人类漠视 那个世界幸存的有灵性生物 都被提取出来 本来也只是一些基础的生灵挑选 可就在夜飞他们来看一看的时候 一个意识体竟然主动地冒了出来 特殊的意识体 对一个新诞生的世界来说 是极佳的补品 可这种补品并不是直接吸收 而是要尽量放纵地让其成长 现在的这个 不只是成长得很好 而且还是个能把节雷属性收下 并成长起来的 在属性方面 是非常好的一位管理者 就是这个性格方面 估计是被林木给带坏了吧 稍微有点闹腾 整体来说是不错 闹腾一点 也能让世界多几分活力 出来吧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等了一段时间之后 林燕抬手拍了拍那团 已经稳定的能量 让这世界的第一个管理者 在这世界内 被称之为神的小家伙 可以出来了 没后悔 就是还不习惯 夜酒在能量中 从无到有地完成了素体 语气有点尴尬地 一步步走了出来 长相上没什么变化 就是原本元素混乱的长发 变成了短发 之前的无属性装备 也换成了一整套的紫色战甲 战甲看看 这很轻盈 但那上面 还不能完全收敛的 暴躁雷系元素 还有仿佛活了的 黑红色扭曲花纹 都在透露着危险的气息 慢慢就习惯了 后续的游戏部分 交给你处理 你们可以玩 但不要把世界玩崩了 我相信你 林燕在夜酒 完全没反应过来时 把游戏设定的操控权 转移过去 然后就 走了 她说完就走 留在原地的夜酒眨眨眼 打开了这场 求生游戏的管理员操作界面 跟之前的玩家操作界面 差不太多 只是她目前 能调整的 不再是自家家园 而是属于整个世界内 被划出来的33万个区 还有一个记录界面 有着被标注过属性特殊 或者是资质后 悟性好 运气好 脑子好什么的 挨着检查了一遍 夜酒突然就笑了 这位跑得那么快 是因为太过无聊了 世界需要的能量模式 原来不是玩家建设的 家园面积和领地强度 重点是资源的培育和消耗 还有领地内 有灵性生物的一代代繁衍 这可真是有意思了 既然都说 让她随便玩了 那她自然是不会跟那位客气 先把玩家的家园 灾难强度都提升一下 原先才10%的损坏概率 直接调到60% 不努力 就无家可归 还有这个7级之后的 修炼提升模式 也都调整一下 让玩家有个目标 才能更努力 其他的 就等回去之后 再慢慢观察调整 我回来了 小呆小闹就直接扑了过来 主人你终于回来了 主人回来了 想你了 小呆和小闹 趴在夜酒的怀抱里 可怜兮兮的 黏着人不放 虽然之前的时候 主人也有去修炼度节 可从来没有这种 完全联系不到的感觉 乖 不要担心 等再过几天 就带你们出去玩 咱们不需要 一直都守在家里 以后想去哪就去呢 这世界的所有地方 咱们都能去 夜酒抱着的这俩 来到水里抛着 心情不错的 等着小骆和小乖回来 再等了几分钟后 小骆抓着变小的小乖 从山下飞了上来 自家这面积 还是挺大的 他们原本 是在边缘处巡逻 飞回来 就稍微的费了点时间 主人 主人 抱一下 小骆到了山顶 把小乖放开 大型的白孔雀 变小 一头就扎进了水里 从水里钻出来时 他已经从水中 钻到了夜酒的面前 主人回来了 他终于可以放心的 继续吃了睡 睡了吃 想玩就玩 想闹就闹了 在主人离开的这些天 那些玩家 总是想打他们家的主意 一个个的太烦了 辛苦了 小乖过来点 咱们今下午就休息 外面的那些玩家不用管 先让他们蹦搭一会儿 夜酒躺在水凝聚的躺椅上 招招手让小乖过来 一起抱住 就躺在水里继续看热闹 没了玩家身份 但他还能继续看聊天频道 每一个频道都能随便看 看着某些在他家附近游荡 同时在世界频道 发信息的那些玩家 夜酒笑了笑 等着云生回来再说 那家伙 不只是带着他家狗子一起 还把雪豹王 大白蛇 还有蔷薇花王都带上了 夜酒 你可算是被放出来了 成神的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拿到什么好处 我和你说 等我找到那个被藏起来的好东西 回去之后 一定不会输给你的 云生在夜酒 开启了好友语音时 有些激动的声音 直接传了过来 你把他们也都带去 是担心被附近的玩家欺负了 夜酒看看云生的位置 吐槽一下 这家伙带的可真多 或许 云生也是真的无聊了吧 在夜酒与世界融合的这段时间里 原先给玩家们准备的 萃体和突破 早就已经撤掉 只有燕鸣 还会偶尔给一些出价高的玩家 进行治疗或进化 之前他们转资源的时候 很多玩家一边吐槽太坑 一边来这里消费 后来没了这些 更多的玩家就可以吐槽他们 不打个招呼就停下 直到夜酒成神的通告发出去 玩家们除了一小部分感慨着 没有早点抱上大腿 更多的玩家是在吐槽一个财迷 竟然也能成神 财迷 这是夜酒回来之后 看着聊天频道的信息 才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新的代号 财迷就财迷吧 那时候确实是谁给的材料多 他就会对谁有个好脸色 比如 9999号玩家 现在的9999号服录 已经从10089区搬走 转移到了并不算太远的10080区 基本都是宅在家搞制作转材料 那只小老鼠的能力 也有了加强 一人一数 过得还不错 除了他们 夜酒还看了看燕鸣的情况 这家伙的光属性 是越来越纯粹 或许第二个成神的 那不算他就算成神 也不是这世界的神 走了 好几天没吃好吃的了 咱们去做好吃的 夜酒在休息了半天之后 放这几个小家伙自己出去玩 他和之前一样的 去找一些食材 进行食物制作 等到饭菜做好 一家子准备开饭的时候 红色的大狐狸跑来了 夜酒夜酒 我还能来你家蹭饭吗 燕鸣蹲坐在院墙上 歪歪头卖个萌 可怜兮兮的看着一大桌子的食物 他想吃 但是因为夜酒成神了 他又有点不确定 是不是还能继续和之前一样的 跑来蹭吃蹭喝 吃吧 就你这属性 只要不是刻意偷懒 以后你都可以一直蹭吃的 夜酒笑了笑 走过去伸出手 把变小了的狐狸抱下来 真的吗 那我是属于抱大腿 成功了是不是 燕鸣对于成神 有期待 但并没有太大的执着 他就是属于懒散型的 只是夜酒这么突然的就成了神 让他也稍微的有了点危机感 毕竟身份差距太大 蹭饭时候 可能会紧张放不开 所以 该吃就吃 但要好好修炼 只要不是想的太离谱 就完全可以 一路顺畅的走下去 夜酒摸摸大狐狸的耳朵 抱着他去水边洗洗爪子和嘴 然后才放在了椅子上 挨个给他们投喂 我觉得 其实在你家当的宠物 也挺舒坦的 他们都可以懒散的晒太阳 我还得继续去努力 辛苦的呀 燕鸣在吃饱之后 看着围一圈晒太阳的动植物 越看越觉得羡慕 有灵性的宠物 也是玩家身份 只是 他们是属于附属类 大部分时候 都要看自主型玩家的心情来生活 别想了 你就好好修炼吧 他们在很多时候 要赌运气 而且 他们一直都是很辛苦的 夜酒摇摇头 对于燕鸣的感慨 他感觉有必要解释一下 大部分的宠物都会死 不死的 也需要做很多事 当然了 也有些运气好的宠物 可能会遇到一个强大的主人 又刚好喜欢能卖萌的宠物 那种只需要平时陪玩 就可以一路直上 只是这种概率不只是手 还几乎都不会长久 到目前来说 能活下去的玩家 没有哪个 是会因为一只只会吃喝的无用宠物 就放弃自身 那些愿意把宠物捧得比自己更高 供着一样去养的 基本都在第一第二环节 就死干净了 所以 能做一个自主型的玩家 就不要去惦记宠物身份 就像大白和威威 他们之前喜欢留在他家 可不管多么喜欢 也绝对不会 想要转化成宠物 我就是稍微的感慨一下 我知道的 不管是哪一种身份 玩家都不可能太轻松 燕鸣晃晃尾巴 看着一脸认真的夜酒 心塞塞的低头 把脑袋藏在尾巴下 他虽然没养宠物 但他一直都知道 宠物其实更辛苦 在副本的时候 是玩家要击杀的猎物 一旦成为了宠物 就不受自己控制了 而且 有些宠物自身都没有自我认知 不知道是选择了成为宠物时候的自我抹除 还是直接就死过 再从幼崽开始 知道就好 最近先好好努力 什么时候 战力达到500万 就可以开启成神任务 等成神任务完成 就能大部分时间都吃喝玩乐睡大觉 夜酒摸摸大狐狸尾巴 跟他透露了成神任务的标准 都还没到100万呢 不过 总是会越来越快 我一定不会让你等太久了的 燕明看看自己的数据 心情不错的 打个哈欠 开开心心的跳起来 跑回家睡觉去了 兽足玩家的修炼方式 有一种就是睡觉 又多了一个勤奋的 再看看 还有没有合适的 夜酒抱着小呆 手指捏捏狼爪 继续挨着战力榜进行观察 除了燕明 还有个本身实力非常强大的兽足 可惜 雪豹王本身的实力 比大狐狸燕明还要强 原先曾给这大豹子标注过 可以给他一个兽神位置 只是在他答应了 跟林贤回去之后 这兽神还得继续寻找了 想到了兽神 夜酒又想到了天上飞的 还理由的 挨着一个个看下去 有的实力强 有的组成小团体 责任心比较不错 还有的种族观念强 各种各样的玩家 包括宠物那一类的都看过 可排名靠前的这些 总是会带了些不确定的瑕疵 当然他也知道 他自己其实也是有些问题 最初他特别谨慎的 可后来知道了 有人护着 他就有恃无恐肆意地玩闹了 主人 有人来砸咱们家的院墙 我能去吃了他们吗 小落在山顶飞起 落地时 脑袋凑过来 蹭蹭夜酒的胳膊 对于外面那些玩家 非常的嫌弃和厌恶 那些各种叩拜求好处的 或者是站在外面单纯喊话咨询的 他们都懒得管 可是 现在有又一些攻击 还言语冒犯的 吃了吧 只是让小乖吃 那些玩家都以为是 院墙的自我保护了 夜酒手指凭空一点 院墙外的画面出现在眼前 那些玩家 一边远程攻击院墙 一边说着 不在植物防护范围 就可以安全的话 那得意洋洋的表情 是挺烦的 主人你好好休息 我出去玩了 小落扇扇翅膀飞出去 不到一分钟 就来到了院墙上方 剧情的白孔雀 冲着那些玩家 发出尖锐的叫声 大嘴一张 直接把那些种族不同的玩家 吸到了嘴里 所有被吸入的玩家 都被空间压缩成肉泥 肉泥再化作能量 然后被吞下 想求神级任务 就努力修炼 家园面积拓展到1亿平方米 家园能量强度达到先品 自身战力达到500万 然后才有机会 接触到成神任务 夜酒出现在小落身边 手一伸 接住变小了的白孔雀 直接定下了三项 最基础的前置条件 在他说完之后 原本远远为观的玩家 都开始出现了 各不相同的表现 有的跪地求败师 有的 更是直接求一个宠物位置 还有的 想送上门做个工人什么的 成神的诱惑 还有这三个前置条件的标准 都让某些玩家们 突然意识到 这位的家底 到底是有多么的丰厚 当然 战力更是超出 大部分玩家的想象 因为一直排行榜第一的大佬 战力多少 始终都没被看到 所以之前谁也无法确定 这位是多少战力成的神 主人 真的是需要这些条件 小落在回到山顶之后 好奇地问了一下 他有看到 主人在说出那些条件的时候 眼神明显是在笑的 就更不可能接到成神的任务 夜九摇摇头 他确实是没说实话 但也算是给了玩家 一个努力的目标 只要努力达到了这三项 就说明 那个玩家 对这个世界的开发成长 做出了一份贡献 有贡献的 自然就要被优待一下 而且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 玩家之间的争斗 会越来越多 能量就自然是可以循环起来了 玩家之间的相处 不怕乱 就怕禁止不动 甚至可以说 玩家死了也没事 死去的玩家 是会化作工人卡的 当工人再次死去时 就会化作强度不同的一些灵魂能量 灵魂能量 会自然地汇聚到一起 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通过生灵的繁衍 再次成为新的生命体 新的生命体 会比这些被捡回来的玩家 更有价值 这些在世界内 繁衍出来的生命体 死亡之后的灵魂能量比较多 循环起来 就可以达成稳定的轮回 能量需要循环 灵魂能量 转化为生命体 生命体再次化作灵魂能量 这就是最迅速的一种 能量循环方式 因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生命 从存在的那一刻起 就需要不断地吸收能量 同时创造出新的能量 我们回来了 云生在第六环节即将结束时 终于赶了回来 回来的他 直接将大白蛇跟薔薇花王 扔到夜九家 怀里抱着变小的雪豹王 站在院墙上满脸的嘚瑟 去了这么久 小小呢 夜九看着落地 就往他身边跑得这样 不确定 但能猜到 绝对是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只是 云生家的大狗子呢 怎么只是 奇怪啊 小小回去了 他说 我自己也能玩得很开心 而且 有你看着 不会让我出事 所以就回家了 他 他不叫小小 他叫十月 走前还跟我说 等以后回去了 不准喊错名字 说起小小 云生立马就粘了 虽然他是舍不得 可十月陪了他这么久 肯定是会想家的 所以 他就很开心地说 让十月先回家 在家等着他回家 没别的目标 就好好修炼 修炼可以让你忽略时间 接下来的环节 跟咱们关系不大 你无聊了就去玩 就可以回家了 叶九笑了笑 对于云生被扔下 他也是没办法 也不能直接找那一位 去说某些人家的孩子 现在已经熬不住想回家了 你说的 确实是有道理 但我不想 一直都沉浸在修炼中 所以 该玩还是要玩 该吃更是要有的吃 云生抱着猫仔一样的雪豹王 跳进了叶九家 感受着他家范围内的神级能量 不爽地哼了两声 暂时不打算回家住了 反正也没人能打进他家 他就在这边蹭吃蹭喝 顺便还能蹭点 神之领地的超高能量 对了 给你们带的礼物 我之前去的地方 那是一座废弃的神山 我感觉 那就是给我留着 让我去那边 可以捡个县城的地方修炼 但我不想在那边 太枯燥了 我就把那里的很多东西都拆了 云生坐在草地上 一边说着 一边往外拿东西 各种各样的材料 各种各样的半成品 甚至还会掺杂着几件成品 包括增加能量汇聚的修炼台 占地面积非常大 躺着睡觉 都能随便翻滚的 除了这些 还有一些神品的水果 和蔬菜幼苗 让夜九看得心塞塞 一时间都不知道 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吐槽了 或许他可以理解为 是大狗子回家之前 刻意带云生去找了一个 可以安心修炼 躺平了吃吃喝喝 等到这世界游戏 设定结束 就可以回家 结果就是 大狗子放心地回家了 云生却把这个 给他准备的家拆了拆 感兴趣的都带回来了 你不准备回家了 夜九看着云生 把某些东西 都放在他家这边 就隔着山顶的湖泊 搭起了一个 简单的居住之地 那些搭建的材料 都是刚才他带回来的这些 我说 这是给你们的礼物 当然 是给他们修炼用的 我的修炼时间 绝对救不了 一天能修炼六个小时 就已经是超级勤奋了 你以为都是你呢 除了睡觉 就是修炼 云生把材料都收拾好 心情不错地 抱起小呆小闹放上去 看他们在这些 对修炼有增幅的道具上玩耍 心情很好地拍了拍手 他想修炼的时候 也会过来 但不管他是否修炼 都不会影响到 这些小家伙的使用 唯一的缺点 就是不能让这些小家伙 变回本体 马上就到第七环节了 你想好 要让玩家怎么活动起来了吗 在休息过之后 云生坐在草地上 抱着大豹子的爪子捏着玩 视线盯着玩家聊天频道 挨着看 玩家们的热情度 还是挺高的 尤其是在公布了 成神的基础条件之后 一部分实力强的玩家 就跟发了疯一样的到处搜刮 恨不能把玩家也都拆成材料 再过半小时 就是第七环节 他现在很好奇 夜九会搞点什么新操作 之前他们曾吐槽过 说 林木搞了很多折磨玩家的小游戏 现在这权限落到夜九的手里 总感觉会比林木更过分 因为林木只是挑一部分玩一下 可夜九是要对大部分玩家的成长趋势 进行调控 第七环节不麻烦 就是 让玩家可以联合了 按照家园面积和能量强度 给出灾难事件和随机事件 家园的数据越好 麻烦就越多 但好处也越大 联合的玩家可以在一开始 就设置好奖励分配比例 又或者是内部近拍模式 夜九把这些设定加上去 然后再一次的检查过一遍 确定没什么问题了 才放开手 等待第七环节的开启的 原本的设定 就是让玩家的家园可以联合 但联合之后的很多细致安排 都没有进行设定 大概的猜一下 那位在之前也都是这样 要开启新环节了 才看心情的加一些设定 近拍的标准是什么 能量珠 云生对于近拍模式有些好奇 想来想去 也只有能量珠是统一的 其他材料的价格 都是不那么固定的 就是能量珠 我直接设定了一个换算标准 每一级能量珠的换算 都是百倍 这样能省点心 而且现在的各等级能量珠 都有很多的存货了 夜九手里 拿着一枚七级的能量珠 这是在半夜的时候 云生家里出现了随机事件 击杀入侵生物之后掉落的 七级能量珠 是这到后期都稳定的最高等级 在七级以上 那就不是等级 也不是能量珠了 神级需要完成成神任务 成为神之后 才能拥有神盒 神盒若是出现 可以造神 当然 这个造神的设定 只能制造出 比神盒低一级的神 这后期 一共设置了九个神的等级 最高级是神尊 有九个 目前都是空置的 在空置的时候 任何的神都可以选择一个属性方向 向着目标努力 谁先达到标准谁 就能抢一个位置 当然 抢到手 不代表就一定能坐稳 因为还是会有挑战者前来 而神尊面对那些达到标准的挑战者 是不能拒不应战的 神尊之下是神王 但神王只有一个 是要管整个神界事物的 神王之下是神军 神军位置又突然的多了 有24个 神军之下 就是各路不同的神 这里面分出了一级神 二级神 三级神 四级神 五级神 在这些有等级的神之后 也就是 排在最底层的 是神使 神使不限制数量 但想要好处 那就得找等级高的去打工 而且 神使不具备神盒 在这九个神的等级之外 还有两个特殊的神 执法者 承戒者 叶九觉得 他应该是执法者 但他的雷属性 又有点像承戒者 只是现在 没有完全的划分 所以 他也不知道 自己会在哪一个位置 目前只能确定 他不是神尊 更不可能是神王 因为 他既不是追求单一的属性 也不可能一直去看着 未来的神们勾心斗角 第六环节结束 第七环节 开启玩家联合建造模式 在早上的六点 一连串的信息 出现在了所有玩家的 个人操作面板上 第七环节 开始了 第六环节的奖励 各有不同 在世界聊过天平道理 很多玩家都在吐槽 第七环节的设定太坑 这种联合 还能搞内部静拍的模式 完全就是 在让凑到一起的玩家 继续争斗不休 有人说 联合模式应该公平分配 再不然 就按照各自所占的份额来分配 静拍模式 这其实就是让玩家们分层次 出好东西了 就只能属于资源多的那个玩家 基本就是属于 越有资源 越能拿到好东西 就有更多的条件去做提升 你能看到的吧 好多人都在骂你了 云生看得挺开心 但他依旧是很认真的 把那些骂的玩家编号 都记录了下来 骂游戏规则制定者 这些玩家可真有胆 就算不知道 已经成了神的夜酒能控制 可他们直接在这种 随时留下记录的地方骂 真当游戏设定者 是在搞慈善呢 骂就骂吧 给他们加点难度 我看看 骂一次的 加20% 骂两次的 加40% 骂三次的 我还给他们留了三次机会 是不是太善良了 夜酒看了看云生的记录册 把那些玩家的编号都找出来 看谁骂了多少 以及骂了什么内容 有骂得太脏的 直接就安排毁灭集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玩家和转化过的工人 对世界而言 是差距不大的 嗯 你可真善良 你这次给他们 安排了三年时间 会不会时间太长了 云生已经懒得吐槽了 他现在就想关心一下 这个时间真的好吗 三年啊 玩家们已经有繁衍后代的了 三年后 就能有小崽子满地跑 某些生长周期 短的兽足 或虫足玩家 说不定已经生出第三代了 这才哪到哪 就是要让时间越来越久 才能把玩家们 更好地进行分层筛选 你的早餐在那边 不要抢我的 夜酒给那些玩家 设置了灾难等级加成 回头发现 云生想偷他的早餐 小小的雷蛇 从手中冲了出去 虽然伤不到 但云生还是习惯性地躲了一下 都是一样的 你又没说哪份是我的 云生看着已经被夜酒端走的早餐 走到另一边 拿起给他准备的那份 在他们吃饭时 夜酒家的大小几个 都有各自的那一份早餐 大白蛇跟薔薇花王回了家 他们也要为了各自的成长而努力 至于雪豹王 这位是一点都不客气的 直接蹭饭 完全不惦记修炼的是 他的未来已定 除了要偶尔陪云生玩一下 其他时候 就只是吃吃睡睡 在吃饱喝足之后 夜酒继续去那个空间里 进行属于他的那份雷系淬炼提升 而云生 则是完全不想修炼 除了带几个小家伙玩 就是观察其他玩家的信息 接下来的时间 对夜酒这一家子来说 几乎没什么变化 每天的早中晚三顿饭 还有上午和下午的修炼 还有晚上的玩耍休息 一天又一天 云生一直都在蹭饭 大狐狸 夜明从原本惦记的每天蹭饭 慢慢调整到了三天来一趟 因为他对修炼有了些想法 修炼一次 就已经是两三天的时间过去 大白蛇跟薔薇花王 他们也沉迷于修炼 十几二十天的 能出来玩一次 在进入到第七环节之后 大部分的玩家 都是类似的情况 对修炼越来越执着 但也同样的 玩家之间的小团队 内外都是矛盾不断 经常会发生一些大规模的拼斗 更有一些实力比较强的玩家 组成了几个到处强烈的队伍 而且还因为这部分玩家的自身家园 就只是一个小房子 到哪都是直接按家 强烈结束 就再次换地方 终于又能突破了 这感觉 夜酒站在玩家看不见的高空之上 感受着自己 对雷系能量的掌控 想让对方看到他成长的期待 可他现在不能去找世界主宰回来 因为玩家还处在第七环节 距离游戏结束 还有很长的时间 修炼辛苦了 对于之前的选择 现在有后悔吗 带着笑意的声音 出现在夜酒的身旁 笑容温柔的叶飞 突然就出现在了这里 在他的怀抱里 有一只白色的小狐狸 小狐狸好奇地歪歪头 冲着夜酒的方向 伸出一只前肘 您来了 那时候的选择 不会后悔 夜酒转身 伸出手 放在小狐狸的爪子下 心情有些难以抑制地激动 或许 这位前辈 是一直在看着他的吧 刚刚才提升 就来看他 清雪很喜欢你的 你再确认一下 如果现在后悔 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世界 你家那几个也能带上 若是以后再后悔 就彻底地没有机会了 夜飞低头看看 正在用爪子 挠人手心的小狐狸 有些无奈地 把小狐狸直接递了过去 他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说起 之前被选中的少年人 是挺乖的 清雪就说 要亲自来看看 看就看吧 清雪还要让人陪完 不会后悔 我知道 等雷结之雷到了极致 我就将会成为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不能离开这世界 但也可以彻底地 与世界共生 我心不大 只想在一定的领域 或范围之内 可以让自己过得舒坦 夜久抱着 踩他脸的小狐狸在怀里 手指捏捏小狐狸的爪子 说着他一直都知道 且早就有了选择的一些目标 与世界相容 它是世界的一部分 也算是世界不灭 它不死的存在 而且 他基本已经确定 自己不会受什么委屈 就算这世界在未来 会有很多的神 但他一定会是最轻松的那个 因为他会是惩戒者 包括未来的神在内 这世界的任何生灵 所犯大罪小罪 只有他想不想管 就没有不能管的 还有个执法者的身份 等他融合之后 再去问问 很大概率也是他的 毕竟执法和惩戒 基本都是一起的 确定了的选择 那就好好努力吧 虽然不需要有太多的限制 但也不要在意的太多 世界安稳你 才能继续过得舒坦 叶飞看着叶九 对于这个坚持过去选择的年轻人 他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虽然是想收个徒弟的 可这样也不错 前辈又可以放手去玩了 想想之前的 现在的 你加油 等你与世界融合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你 叶飞在叶九的肩头拍了拍 笑容里浮现出几分无奈 他突然就懂了 前辈就只是想玩 用不同的方式创造世界 和世界稳定之后的事情 前辈他是完全不想管 果然 能在最初感觉无聊 就跑去转世 当一回人类的前辈 就这个任性程度 到目前还没发现 哪个能超越了 叶九在抱着小白狐狸玩了一会儿之后 直接被送回到了家里 站在山顶 他仰起头看着天空 不确定那位前辈 是不是已经离开 或许是已经回到他们的世界了吧 不能出去看看 确实是有些可惜 可他依旧坚持自己选择 叶九叶九 五百万了 我昨天就到五百万了 但你没回来 叶鸣从山下跑上来 跳到了叶九怀里被抱住 然后就一脸期待的 用两只钱找指了指他自己 他终于成功达到了五百万战力 然后就跑来找叶九了 可叶九最近一直都沉迷于修炼 他就在这里等着 等叶九回来吃饭的时候 再要任务 先吃饭 吃完饭 再把任务给你 接了任务 你可能就没心情安稳地吃饭了 叶九摸摸大狐狸的脑袋 成神任务有很多 大部分都很难 不过呢 早就被打上一个标签的叶鸣 他的成神任务不难 可这个不难 只是说不会让他重伤或死亡 其他的事情 反而会非常的多 那就先吃饭 我刚才去找大白和微微聊天 他们日常跑你家蹭饭蹭能量 现在也都三百多的战力了 叶鸣再次变小 巴掌大的小狐狸 趴在叶九的肩头 在他去做饭时 说起山下那两个的情况 那两个真就完全是属于抱大腿的 最初认识的时候 就听他们说过 曾经还没从副本出来时 杜杰就要靠着叶九帮忙 虽然自己实力比他们强 可这只需要得到一份庇护 就可以安心成长的过程 他还是忍不住地羡慕了 当然 他也没差很多 有大腿就抱 抱住之后 这不就简单了吗 就连成神的任务 都会专门给他准备着 真的太幸福了 主人 我们抓了好几只的大螃蟹 比房子都要大的 小呆小闹从山下跑回来 变小之后 围着叶九转圈 说这他们在山下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不只是超大号的螃蟹 还有一些应该能好吃的鱼 都让小乖卷在藤丸里带回来了 收拾下直接做了吃 中午就吃这个了 云生你和大豹子 回来吃午饭吗 叶九看着被小乖 带着回到山顶的那些食材 确实是之前少见的好食材 在动手开始整理这些食材的时候 他找了下云生和雪豹王的位置 果然看到这俩 又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隔得那么远 叶九直接好友通话喊了一句 至于回不回来 那就是云生的事情了 叶九你给我留点好吃的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玩家 是火系的 他这个资质不错 就这是是个傻的 你标记一下 等有时间了来看看 云生就是满世界到处跑着玩 结果这看热闹 看了两年多 终于让他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玩家 这个玩家的战斗力很弱 只有一千多点 但他的本源很好 也不知道这种脑子坏掉的 是不是还能有点用处 希望能有用吧 标注了 你们先回来吃午饭 吃饱了 我再去看看 叶九能直接锁定那个玩家 在完成了标注之后 催着云生抓紧回来 在他能看到的信息里 那个活属性的玩家 确切地说 那已经不能继续叫做玩家了 叶九 那个玩家是什么情况 我突然想到 如果真是傻子 应该是活不到现在的 云生回来得很快 抱着幼崽形态的大豹子回来 站在一旁好奇地找叶九询问 他也是回来的途中才想起 傻子怎么在这个世界生活 根本就不可能 被之前同趣的玩家放过 原先是个还算正常的玩家 就是懒了点 今天上午在副本里 运气突然就爆发了一下 叶九控制着凝聚出的大锅消失 一边将蒸熟的超大螃蟹 放在地上 一边讲着那个玩家的事情 一个大部分时候 都只想着混吃等死的玩家 在三级副本遇到了四级宝箱 然后开出了再次越级的五级能量珠 而且 这颗五级能量珠 是变异了的 因为感觉运气不停地往上提升 所以他就觉得 变异了的能量珠是好东西 直接给吃了 云生抱着掰下来的一根蟹腿 拿个勺子 慢悠悠地挖出来 一勺勺地蘸着料汁吃 美味的食物 还有其他玩家的乐子可以听 这日子真舒坦 可当越听越觉得 那个玩家本来就脑子有病了 就算是变异的能量珠 那玩意也没写着 能吃下去吧 他可能是觉得 这么好的运气 就算是不能起到作用 也不会伤到人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能量珠伤到人的说法 可他不知道 那真不是他的运气 不管是宝箱越急 还是物品越急 都是那一枚能量珠的运气 所以就被反向吞噬 能量珠变成了生命体 但能量珠吞噬之后 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体 总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夜九也觉得 这真是巧合凑多 多到必须出点事情 才算正常 反正不管怎么样 火系资质高的出现 还是这种新生的模式 对他来说是好事 好好培养一下 火神的位置 还是可以顶上去的 能量珠变异成纯粹的元素体 而且是诞生在这个世界 我怎么觉得 运气好的是你 云生看看 旁边正在嘎吱嘎吱 嚼碎了蟹肘 吃掉的燕鸣 突然地领悟到了某些重点 是夜九需要找到一些合适的玩家 让那些玩家 完成成神任务 然后才能开启 更多的后续环节 所以 那个能量珠的变化 就是再给夜九送福利的 一个不会对这个世界 存在负面情绪 资质纯粹 还能慢慢挤养大的 给玩家生命体 这就是诞生出来当火神的 可能是因为 我今天的运气 确实是非常的好 夜九愣了一下 随后就笑了起来 这一上午 确实是运气爆发了 自己成功晋级 不能称呼师父的 那位前辈来看他 刚被送回家 就又找到了 那个特殊火系存在 就连他家里的水产生物 都出现了更加美味的晋级产物 还有 突破完成 就收到燕鸣已经达到500万战力的好消息 这运气 他自己都感觉有点飘忽了 那你就运气多爆发几次 早点找到几个管事的神 再过几天 就到第八环节了 那些玩家的争斗模式 是不是也该换一换了 最近这几年都看得烦了 云生对于夜九的嘚瑟笑容 嫌弃的摇摇头 让夜九还是在费心 想想后续的安排吧 吃一天天的 他出门看乐子 都看腻了 再不来点新的乐子 难道真要在家沉浸式修炼 静心修炼什么的 太枯燥了 我也希望能多找几个合适的 下一环节是部落模式 玩家之间不再是几人的家园合作 让他们有能力的 可以建造部落 成为部落首领 没能力的 要么加入部落 要么夜九将另外的几只鱼虾蟹都蒸上 坐下来吃着蟹肉 对下一环节的玩家 选择多了些新的设定 部落模式 除了玩家的部落 还会出现九个神之部落 神之部落 不参与任何的部落争斗 但那里面没有玩家 选择加入的同时 会失去玩家身份 玩家现有资源 会转化成神之部落里的资产 资产还是每个人的 但不再是玩家了 自然也就不会再有玩家的奖励 只能在那边做个地主或商人 穷的也能选择给别人打工 神之部落里的生灵 就是真正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灵了 云生凑过来看一眼 还是觉得 这设定有点离谱 当然不是 说夜九坑玩家 只是这种设定 估计没几个玩家会去吧 有实力的会感觉 可以在玩家身份上争一争 不管是拿到成神任务 还是等到十二环节全部结束 领通关奖励 那都是有着绝对诱惑的 而没实力的玩家 一想到去了 是给本来同类的玩家 打工赚口饭吃 很可能就会觉得 不如直接成为玩家手里的工人 不着急 现在这九个神之部落 都还没开始调整 到时候会有想去的 燕明你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跟这个神之部落有关系 有你忙的了 夜九看着歪头 听他们说话的燕明 直接就告诉了他 你说 等我吃饱再说的 你欺负狐猎 燕明瞬间觉得 嘴里的蟹腿 不那么香了 九大神之部落 多让他去建设 要狐命了呀 说好的 抱上大腿了呢 银银银银银银银 你家可以直接搬去 光之神的部落位置 如果你的任务失败 那就是给下一个任务者的遗产 所以 你只需要建设八个部落 这八个部落的材料 不能购买 要你自己去这世界的各处区域寻找 夜九看着 委委屈屈的大狐狸 不只是没安慰 还给了他一个更加痛苦的提示 遗产什么的 来个虾 再来个鱼尾巴 我要多吃点 吃一顿 吃一顿 大狐狸先是迷茫的眨眨眼 然后就突然的不纠结了 反正都到这一步了 该吃吃该呵呵 吃饱喝足 努力干活 不管是光之神的位置 还是他的家园 那都是他的 绝对不会留给某个后来者 绝对不会 看吧 那些玩家又在骂你了 这还有常识 谁骂得更狠的 他们是真疯了 云生在第八环节开启时 看着聊天频道的内容 笑得特别欠 部落模式 要么自己建立 要么加入到其他玩家的部落 再不然 就是放弃玩家身份 除了这三个选择 还有保持原来的状态 可很多玩家 什么都不想选 更不敢保持原样 等着被玩家某些部落侵蚀 就跑去能发言的 聊天频道里骂了起来 不敢选择 却敢骂出来 已经设置过了 自动锁定设置强度 火神部落 已经有了基础的标准 等会儿去把小火放在那里 也就不用 我每天都抱着了 夜九低头看看 手里的这个火团子 这是他之前 去把那个变异了的玩家分解 取出来的未来火神 诞生于这个世界 自然没有谁比他更适合 只是想要成神 基础的实力标准 还是要有 接下来 还得这个火团子 自己努力才行 9999 跑去雷之部落了 就在夜九忙着调整 神之部落的各项信息时 雷之部落的一条信息 让他看得瞪眼 10089区的9999号玩家服录 他的实力足够争取成神任务 结果他就这么 他可能是觉得 你是雷神 云生在旁边笑的手掌乱拍 他也是从来都没想过 在玩家战力榜前时的 9999会直接跑了 他怎么就不努力一下 我去见见他 夜九很无语 但毕竟是实力很强的一个玩家 值得他去露个面 我跟你一起去 路上先去把这个火团子放下 云生从地上爬起来 拍拍大豹子的脑袋 让他继续留在这里 催着夜九抓紧去看一眼 他就是想去问问 那个家伙是怎么想的 这么不争不抢的 直接放弃玩家身份 太闹心了 小洛你看家 有来捣乱的 直接带他们去清理了 我顺便去各大神之部落 做个调整 夜九摸摸小洛头顶的淋雨 看一眼还在修炼的那几个小家伙 直接带着云生 出现在了雷之部落的上空 相比起云生的空间 瞬移赶路 他现在的锁定位置 直接转移会更快一些 雷神 您能看到吗 福禄抱着他家依旧小小的叔叔 站在了雷之部落的核心建筑外 一脸诚恳的呼唤 试图得到一点回应 目前还没有雷神 夜九和云生落地后 站在了福禄的斜后方 看着他的状态 提醒他可以歇会了 啊 两位 两位神 我 我是想求得雷神庇护 我家叔叔的情况不太好 福禄转身看到这两位 直接就原地屈膝跪下了 这跪下去的速度 还有一脸诚恳的态度 叔叔只是在等待选择 你做选择之前 就没有问问 他是怎么想的 夜九伸手捏着被捧起来的小老鼠 扔在空中 用一团雷光将它包裹 跟福禄一起等待 选择放弃玩家的身份 这是福禄做出的决定 但这一项决定 只是玩家自身 不代表玩家家中的宠物 宠物身份 会受到他们这种玩家身份限制 可如果是他们这种玩家 失去玩家身份时 宠物可以选择不再跟随 甚至可以反向夺取玩家的所有资源 在进入这个环节时 他就这样没有反应 所以 我就想着 玩家身份舍就舍了 能来请名给救个命就好 我还有点资产 而且也有些手艺和技术 应该能为了部落建设 有点价值 福禄的目的 就是为了救他的小老鼠 所以 他才舍弃了玩家身份 只是 现在却才让他知道 他家鼠鼠的昏迷不行 就是因为 他做的这个选择 把某种选择全转移到了昏迷的小老鼠那里 我去告诉他 但你确实还不能继续做玩家 也不能再去阶成神任务了 夜九对于这一人一鼠的相依相伴 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 都只在意彼此 生死相依的模式 就是傻了点 谢谢 谢谢 福禄连连道谢 只要能让鼠鼠醒过来就可以 好了 现在你们身份转换 你的资产全都是他的 成神的任务 也只能他去努力 你就安心在这里 做个有实力的平民吧 夜九去跟鼠鼠交流 只是转瞬之间的事 在确定鼠鼠身份转换完成之后 他把这只小老鼠 还给福禄 让他可以安心待着了 我 谢谢您的帮助 还 还有一件事 请问 您的部落是哪一个 我这还有个能转部落的令牌 我想转到您那边去 福禄拿出在这一环节 得到的排名奖励 一个不管是什么部落 都能不需要批准 就直接转走的令牌 这个奖励 是他自己选的 就是想着 万一转错了 还有个反悔的机会 我没有 你要是只想平安生活 就去光明神部落 还没完成任务的 光明神喜欢好吃的 你平时可以做了零食之后 就去神殿供奉一些 对了 尽量选干果之类的 那家伙平时在我家蹭饭 各类的新鲜水果 还有肉食和海鲜都不缺 夜久看着 还惦记要给他打工的这位 让他直接去找雁明了 光明神不会出问题 那家伙 只要不是脑抽自己做死 就可以安安稳稳地成为 光属性的神尊 至于他的暗属性 在没有更强的暗属性出现时 他也是黑暗神 可黑暗神部落 不允许迁入 他那里是封锁的状态 任何玩家去了 都无法生存 谢谢您 我这就去光明神部落 福禄很听话 让他去那边 他立马就使用令牌 然后选了个距离光明神殿 最近的区域搬了家 原本在神殿里 准备睡一觉的大狐狸 因为突然有一个 实力排名较高的部落成员加入 好奇地跑出来看了一眼 然后他就看到 一框框香气四溢地炒制干果 被这位虔诚的部落成员摆了出来 你是要在我家门口摆摊 燕鸣盯着这个 看起来憨厚富贵的人类看了看 再看看神殿门口 摆开的这一大片 纠结了一下 才想到这一种可能 他知道这个人类玩家 做生意赚钱挺不错的 就靠着做生意赚大钱 能把实力都堆到前十了 但是 你也不能在神殿门口做生意 这很过分的 不是摆摊 因为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 就全都准备了一些 请您尝尝 福禄看着瞪眼的大狐狸 迅速地解释着 摆摊什么的 这位光明神似乎是有点可爱 送我的 燕鸣歪歪头 这个人类在送零食的时候 似乎对这个量的计算方式 有点问题 谁家送零食 是美中一大框 也不用计较那么多了 你家的资产都没带过来 燕鸣收了这些礼物 看一眼福禄的情况 提出了目前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位是只有实力 还有之前做好了 放在包裹栏里的一点食物 其他东西 都是直接没了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可这种只有一百平的小房子 房前屋后几亩田 再加一个小山泉的家园构造 看起来真是穷得过分了 我家原本的资产 都留给叔叔 就是我家小老鼠 他现在是玩家 我的那些都是他的了 他还给我准备了这些 福禄说起他家叔叔 笑得一脸陶醉 尤其在介绍他的新家时 完全就是一副叔叔 知道他喜欢什么 完全按照他的期待给留下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人 燕鸣除了叹口气 晃晃脑袋 也不知道该吐槽什么了 大概是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爱 关于燕鸣把送礼 当人家在摆摊的事 让云生笑了好久 第八环节的部落环节 一共持续了十年 十年间 一个个的部落发展了起来 内部争斗不休 外部争端 更是随处可见 联合 背叛 做间谍 爱恨情仇 争斗不休 战争爆发时 原先属于玩家家园的工人们 也都分批参与其中 反也能增加工人数量 但战争又让他们迅速地减少 十年间 有很多个玩家 达到了接取神级任务的标准 夜九也给这些玩家 都发放了成神任务 成神任务的标准不一样 有些需要搞建设 有些需要去参与到战争之中 还有一些需要得到玩家 或工人们给出的信仰 接了成神任务的玩家 有的努力奋斗 有的也会摆烂 更有许多会直接死在任务之中 直到第八环节的十年结束 一共也才出现了 七个完成成神任务的玩家 除了燕鸣的光明神 其他都是最低的神史级别 要从这个阶段 一步步地做任务晋升 需要缓慢从神史开始升级的这些 包括了做建设类任务的大白蛇 去战场混杀戮积分的蔷薇花王 还有到处收集材料 给九大神之部落 送材料的小老鼠 另外的三个玩家 都是以部落首领身份 一次次发动战争 在战争中赚取信仰城的神 就你这赚材料和散材能力 以后你努力一下 当个财神吧 叶九正在准备第九阶段的设置 看着趴在他家草地上 晒月亮的小老鼠 伸手在他的小爪子上戳了戳 自从这小东西转成了玩家 在抱大腿方面 就真是顶级的独一份 九大神之部落的建设材料 除了燕鸣最初搞的那些基础部分 后续的基本都是 来自这只小老鼠 就连燕鸣的光明神部落 在有神尊的情况下 是没有建设任务的 可小老鼠 依旧是每个月都要去送一部分 送建设材料的同时 当然也少不了 要给福禄带去的各种礼物 财神 成为财神之后 我能去把露露接回家吗 鼠鼠跳起来 两只小爪子抱着夜九的手指 可怜兮兮的 又开始惦记他家露露了 小老鼠 被福禄取名鼠鼠 而福禄 在小老鼠这里的称呼 就是露露 你现在也能把他接回家 只是不建议太着急 至少在光明神殿的庇护下 未来的神战 不会波及到他那里 夜九看着 一直不长大 始终保持小小体型的鼠鼠 给他提了个建议 现在的神 不管是神使 还是几级的神 都还需要经过神战这一步 唯一能选择不参与神战的 是九大神尊 其他的神尊都还没出现 未来能否愿意参战 也很难说 比如那个 还在成长阶段的火神 就是个喜欢战斗的 但光明神雁明 是绝对不会参战的 因为那家伙太懒 还有神诈 那我就先不去接他了 光明神很好的 经常会跟露露一起聊 哪一种零食更好吃 小老鼠摇摇头 他等稳定了再去接人 现在就自己继续努力吧 第九阶段是玩家帝国 帝国争斗之中 也能追寻到成神的机会 夜九将某些信息调整完成 再次的加了几条 他给出了很多个 可以选择成神的机会 但同样的 每一个机会 都是无数种族的玩家们 用生命来助就 第九环节开启 玩家帝国模式开启 第九环节将持续100年 玩家帝国 每达到一个大事件时 将在帝国公祭榜前100名 发放随机奖励 奖励宝箱内 可随机获得材料 装备 神器 成神任务 直通卡等物品 第九环节结束时 玩家帝国排行榜前十的帝王 可获得神位奖励宝箱 宝箱内可随机获得1至5级神位 此奖励可交易 在环节开启时 刚拿到第八环节奖励的玩家们 还不等激动 就被第九环节的持续时间 以及提前公布的奖励 给震惊到了 100年 帝国模式 公祭榜 帝王奖励 在经历过一个十年之后 很多玩家对100年的时间 也不觉得有什么太离谱 但是 这个奖励好到 让许多玩家充满了期待 成神 只要成了神 就可以潇洒自在 这一次的聊天频道 几乎没有骂的了 大部分都在惦记着 要怎么拿奖励 甚至有些玩家已经在讨论 要怎么让更多 自己这方的玩家 拿到公祭榜单的那个奖励 那个是 不需要跟其他帝国比较 只要这个帝国 达到某个阶段 就可以给发奖励 那岂不是可以无限刷 不是设置每个玩家 只能拿一次奖励了 他们这想法 是因为没看公告详细信息 云生一手吃着零食 另一只手 在旁边的大狐狸尾巴上 慢慢顺毛 看着那些 玩家的吵吵闹闹 他再次感觉到了离谱 想钻空子 怎么没有出来纠正一下的 这些玩家 看运气的是 运气不好的 就算堆公祭 拿到了奖励宝箱 很大概率 也就只是 开出几百个能量珠 夜九看着某些玩家说的 钻空子方式 再次去检查了一下 把某些没有显示出来的设定改了改 让玩家们可以玩得更开心一些 比如 在第一个帝国 拿到了第一阶段 和第三阶段的公祭奖励 然后临时退出去 另一个帝国 混个第二阶段奖励 然后再回去的那种方式 脱离不设限制 加入也不设限制 但会在帝国的玩家名单里 给这些转换帝国的玩家 加上背叛值的标签 想在第二个帝国 拿到新的公祭分数 只有达到第一个帝国 公祭同等的数值时 才能把背叛值抹除 然后才能在第二个帝国 获得新的公祭分 如果背叛数值 没有抹除干净 就无法脱离第二个帝国 只能等背叛值洗干净 有了正向的公祭分 才能再脱脸 你这也太狠了 在帝国越努力 就越受到帝国掌控 就算是被欺负 也都不敢走了 云生看着夜九家的这些设定 再次确定 这家伙是真黑心啊 确实是能堵住那些 想钻空子的玩家 可如果是玩家 被所在的帝国伤害 也会被限制住了 真黑 但是还挺期待的 帝国的帝王位置 是可以更换的 有传位和推翻这两种方式 夜九笑了笑 他就是不想 让玩家生活得太安静 乱起来 动起来 才能让这个世界 更快地稳定下来 等第一批的帝国建设起来了 我就去给他们宣传一下 关于这个帝王位置更换的方式 云生也是个闲不住的 在看热闹的时候 他只会嫌弃 乐子太少 绝对不可能闲多 就在他们吃着早餐闲聊玩耍时 玩家们都已经忙了起来 有些本来就已经达到 建立帝国标准的玩家部落 这时候 直接开启了帝国建立任务 一个个的通知 在世界频道和领主频道刷了屏 而且 当帝国建立任务完成之后 每一个帝国的玩家 都会拥有一个帝国聊天频道 第九环节是帝国 第十环节是什么 神战是在第十环节 还是第十一环节 叶明突然感觉很危险 如果有的选 他肯定不参加神战的 可万一到时候没得选 他只是懒 但他不傻 这世界 不可能让一群野心勃勃的玩家 来掌控话语圈 而他 也还是玩家 大狐狸抬起前肘 抱着夜九的胳膊 他也不想要玩家身份了 神战还要看情况 你这又是怎么了 可怜兮兮的 夜九放下怀里抱着的小呆 抱起这只成了神 也还是喜欢撒娇的大狐狸 我不想做玩家了 玩家身份 总是感觉跟着世界无法相容 你帮我把玩家身份去掉吧 叶明想要的不多 能安稳地吃喝玩乐水 当然 干得活是越少越好 失去玩家身份 同时也会失去你现在的躯体 你确定不再等一等 对于叶明的想法 夜九能懂 但还是进行了再一次的询问 我确定 你带我去吧 只要我还是我就行 狐狸尾巴摇摇晃晃 叶明更加确定 他要早点把玩家身份丢了 在他可怜细细的撒娇之后 夜九在早饭之后 抱着大狐狸来到了 他曾经来过一次的那个空间 在夜九抱着狐狸来到这里的时候 那位创始者 披散着红色的长发 坐在沙发上 在他身旁 有一只金色的小猫 正在跳来跳去的 试图抓发烧完 您好 夜九看到这位的状态 原本想说的一些话 都憋了回去 感觉他来得太过匆忙 打扰了这位原本的休闲时光 坐吧 不用那么拘谨 我不在的时候 你处理得很好 这小狐狸挺乖的 我给他转一下身份 以后的那些 都有你控制着转化 保留记忆的 不要超过九个 其他的 你自己看着安排就行 灵燕将金色小猫捧在手里 靠在沙发上 继续看着拘谨的年轻人 笑了笑 就直接把那只小狐狸 送去跟世界融合 这世界 已经不会再出问题 有夜九盯着 也没有哪个外来的玩家 能再蹦搭起来 只是想要世界能量完全稳定 那还需要一段长久的时间 而且 他一直都没说 目前开启的这些的玩家 所在区域 只是这世界的一小部分 等这里彻底的稳定了 未来的那些神 还有以后的各种族生命体 都可以向着外界逐渐拓展 这种方法 还是他之前跟某些小家伙学的 效果还不错 记忆的是 我觉得 应该留到最后 当十二个环节结束时 通关的玩家 会获得一次选择的机会 夜九坐在了沙发上 看着对面的这位 笑了笑 提出了他的一点小建议 还是玩家 那就应该在通关之后 获得奖励 都是会实现的 你自己注意就行 世界的控制权 已经给你开放了许多 整个游戏设定的部分 都可以由你操控 能在第十二环节结束 还存在的玩家 都是为世界做过贡献的 奖励不能少 灵艳笑着摸摸金色小猫的脑袋 这个捡来的小子 在各种方面 都能让他们喜欢 自身弱小时 努力隐藏 强大了 还会努力追求更强 玩的时候闹腾着玩 有权限了 就放开手使用权限 完成他背负的责任 虚无之海 存在着许多的宝贝 叶九就是这些宝贝之中 一点都不明显 但只要给他机会 就可以成长起来的珍宝 唯一让他们感觉可惜的 就是他选择留在这世界 若是他选择跟着叶飞离开 拜师之后再成长 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外出探险时的同行者 可他留下了 而且是这种 永远都不能离开的方式 有时候 灵艳会觉得 这是自己的幸运 因为到目前这个时候 还没发现 第二个能让他满意的 至少在运气这方面 其他玩家都差得太多 您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让 每一位通关玩家都满意 叶九笑着硬下 他知道 该怎么让玩家们 把心愿达成 那我就放心地看戏了 这只小狐狸还不错 他的记忆就保留了 也算是 有个能记住你的 灵艳伸手 把一只还在沉睡的 红色小狐狸抓了出来 手一挥 就扔到了叶九的怀里 光属性和暗属性 在最初 他是准备抽取出两份 融合到一起 以世界之力重塑的 而且 暗属性和光属性 并不是只有这两个 只是后来 灵木要捣乱 他就没再干涉 现在这样也不错 光与暗融入世界 是分开的两个 但又会相互吸引 也算是能玩到一起去 就是这光属性的狐狸 实在是懒 也就叶九看着觉得好 非要冲扎 叶明不会添乱的 最多就是这家伙懒得出门 我把光明神的那部分 也临时接收一下 叶九摸摸大狐狸的耳朵 叶明很懒散 可能会在某些时候 不太努力 可就是这种懒散的大狐狸 才更让他喜欢 你玩得开心就行 这边的成长 对那只豹子 没多少用处 刚好他主人也惦记着 我直接带回去了 云生 云生想完就玩吧 那熊孩子 也就能再玩这段时间 等回去了 会被催着成长的 灵艳摆摆手 抱着金色小猫站起来 在离开之前 又把眼神呆呆的雪豹王拎了出来 雪豹王 原本就是超级强的兽王 只是这豹子 已经答应了去当宠物 给灵贤做宠物也不错 那家伙对这种毛茸茸最是喜欢 可长久的时间里 这还是第一只被认定了的宠物 不管是成长资源 还是平时的呵护 陪完 这些肯定是都不会少的 夜九 有云再见 大豹子对着夜九挥挥前找 他要去找那个温柔的 愿意带他回家的主人了 再见 夜九摆摆手 看着对面的那位微笑后离开 不管是金色小猫 还是大豹子 都在瞬间没了痕迹 静静地在这个空间里待了一会儿 夜九抱着 还在熟睡的大狐狸回了家 他家里 小呆小闹还在修炼 小乖在修炼的同时 还要到处看看 家里又多了什么好吃或好玩的 小骆沙 又把某些想要偷偷溜进来的玩家解决掉了 大豹子也被带走了 我以后只能对你家小呆和小闹出手了 云生看着夜九后来 哼哼几声表示不爽 顺带吐槽一下 某些存在就是故意的 他之前被大狗子十月陪着 可十月待了一段时间就想家了 然后是已经被预定了未来的大豹子 他抱着相处了几年 又给带走了 真是的 他找个能陪着一起玩的容易吗 这么快就抢走 他们也很喜欢跟你一起玩 这个环节你随便出去闹 等第十环节的神之阵营选择 还有第十一环节的神战 那两个时期 你就不能随便捣乱了 夜九堆给了云生一个随便玩的时间 这次的帝国征战一百年时间 是最后的一个玩家 自由争斗时间 等成神的玩家多了 第十环节的神之阵营选择 不只是会让大部分玩家 失去自我选择机会 更会在短时间之内 大批量的送入轮回 按照他目前的计划 第十和第十一环节 加起来都不会超过三年 最后的第十二环节 那不是争斗 而是留给玩家的一次选择时间 百年啊 夜九你真不会觉得无聊吗 云生在第九环节的百年时间里 经常出去给玩家们传递一些可真可假的信息 可就算是这样 也让他多次喊着 太无聊了 而在这期间 夜九依旧保持着每天的日常 吃饭 睡觉 修炼 陪家里的几个小家伙们玩耍 燕鸣经常回来蹭个饭 还会带点葫芦做的零食 大白蛇和薔薇花王 也都在神的任务里不断努力 已经成功从神使 一步步的升到了一级神 那只小老鼠 比这两位更早的达到了一级神的位置 然后就跑来找夜九撒娇 要了个财神的位置 然后就暗粗粗的 开始准备神战所需的各项资源 基础的修炼 还差最后一段的突破 我哪有时间无聊 我其实是很忙的好吧 夜九在烤肉上撒料 看着颜色更加诱人的美味食物 满意的切好装盘 像他这么忙 再来一百年 也不会觉得无聊 不过 一百年的时间 对玩家来说 确实是很久了 久到玩家帝国一个个的建起来 又一个个的衰败退场 漫长的时间里 大部分的玩家在战场上死去 一代代的工人和玩家后代 重新冲上了战场 也有些玩家没死在战场上 却没逃过生命的衰败和死亡 实力太弱的生物 就算躲过了其他玩家的击杀 可时间总是不会流情的 马上就到下一阶段 如今的玩家帝国 还有一百多个 玩家数量还有四百多万 虽然这些玩家的数量 分散在这些玩家帝国之中 并不算多 可目前在玩家帝国之中的民众 数量最多的是 一代代更替后的工人 或者是那些跟工人 几乎没什么区别的玩家后代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羡慕啊 可惜我做不到 我真的努力过很多次 可每次都坚持不了 云生躺在小呆的身边 抱着比他脸还要大很多的狼爪子 手指捏捏 脸贴上去蹭几下 他知道自己是被宠坏了 几乎没有什么耐心 但他就是特别享受 现在的舒适和开心 至于无聊 他很闲啊 所以就经常的喊一喊了 我要是有你这个条件 我也应该是跟你差不多的 夜九一直都知道 云生就是来玩的 所以这家伙不管是怎么玩 他都没催过 我信你才怪 你要是有我这身份 你肯定会更加努力 然后去追寻更高的层次 云生从狼爪下将脸挪出来 哼哼两声 又再一次的藏回去继续玩 他又不是不知道 那家伙在之前猜测 可能被收徒的时候 那个勤奋程度比现在还要过分 至少 现在的夜九会留出很多的时间做吃的 你要吵架 去找那些玩家 我忙着呢 等下还要再将神之阵营的安排调整一下 你要不要挂个神职出去玩玩 夜九将游戏设定范围内 随机划出了一千个神之领地 接下来的神之阵营 就是要让那些等级不同的神 去争夺这些领地 然后将玩家重新划分 至于帝国 如果有作为帝王的玩家 拿了神位却不想去 那就只能在神战降临时被动挨打 神位是有加持的 而且拿到神位的玩家 不会允许某个例外的存在 不完 没兴趣 我就远远地看戏 夜明是不是也参加不了 我带他一起看热闹 顺便还能偶尔地帮一下大白和巍巍 还有可怜的小叔叔 云生拒绝了成为某一方的提议 他只是想玩 不是想成为其他玩家的靶子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如果他以某个神的身份参战 那些玩家 必然会先来围攻他 因为他斗玩家玩了一百年 现在那些带了神字标签的玩家和帝王 都把他当成第一仇敌 鼠鼠的神位 只要不是神尊和神王 其他的神和帝王都得躲着点 一旦给他们加个降低收入概率的神赐光环 全都得哭 趴在旁边的燕鸣 抬起脑袋看看 吐槽一句就继续趴在了草地上 闭眼休息 因为俘虏在他那边 所以鼠鼠在成为财神之后 日常在他家的范围内活动 那个小老鼠跟俘虏俩最常聊的 就是又看哪个玩家不顺眼 直接给降低收益概率 虽然有了帝国划分 但玩家本身还是有家园的 家园灾难事件的奖励 依旧是大部分的收入来源 所以 当背负了财神给出的收益削弱状态 周围的所有玩家都会躲着 谁也不想跟拉低财运比例的玩家靠近 确实 财神 很重要的 云生笑得更加得瑟了 鼠鼠对玩家的这些惩罚行为 就是他教的 设定好了 最后的这一点时间 就算是有要下黑手的 也没机会了 夜九看着排名前十的帝王 有些正在被人算计 但到底是谁算计谁 都在他这里 看得清清楚楚 能到现在 还是帝王的 又怎么可能 会在这个时候 信任身边的玩家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某些想要在这一环节结束前 下黑手的 都被斩杀在当场 一个例外都不存在 第九环节结束 玩家帝国排行榜前十名帝王奖励已发放 第十环节开启 神之阵营选择开启 第十环节 持续360天 第十环节结束时 将根据神之阵营综合评分排行榜 发放奖励 神之阵营排名前十的玩家 可获得神战免战卡 不可交易一张 一连串的信息 又在固定的时间刷新 那十个帝王打开了奖励宝箱 分别拿到了随机获取的神位奖励 有的帝王本身 就已经完成了成神任务 这次开出来的奖励 打算送人 可运气好的 直接拿到了更高一级的神位 不得不自己使用 也有一直都没有 去做成神任务的帝王 直接拿到一级神的神位 也有本身已经升到五级神 想着拿奖励提升一下的 可打开之后 也是个五级神位 有人欢喜 有人悲伤 但有些速度足够快的玩家 已经迅速地抢占了一个个的神之领地 神之领地是大小都不太一样 而且位置都各有好坏的 当然也有个一些玩家 感觉不能在神的对篷中活下来 所以开始选择 一直平衡发展的九大神之部落里 这个平衡发展 让许多玩家都以为 九大神之部落 是不能互相起冲突的 因为谁也没见过 领地拓展和建设的时候 都是增加的一样多 可事实上 是因为最初的领地建设 是燕明做的 自然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小 在那之后的建设 全都是鼠鼠做的 鼠鼠为了保持一个 谁也不得罪 任何一次的建设资源投放 都是保持了完全相同 就算有某些属性上的偏差 也是有这家的一块 其他家 也必然是全都要有 对应属性的那一份 如果某一种过于稀缺 他就去找叶酒 抱着手撒撒娇 问问能不能拿多的那些 换两个 他出去采集时候挖不到的 而唯一能够自己增加 部落建设的光明神燕明 可他 他懒 所以 在完全没什么影响的情况下 他这百年时间 就一点额外的扩建都没做过 这些自觉放弃了玩家身份的 很快就会发现 神之部落里 最缺的就是神 云生看着被投影缩小后 放在周围观看的 九大神之部落里 再次露出了倩倩的笑容 他之前跟很多玩家说过 说九大神之部落里 有着最高级的神殿 最强大的神 可现在 火神正在接受神位信息 不到神战不会出来 光明神在俘虏加入了部落范围之后 就直接封锁了转入权限 之后再也没有玩家进去 黑暗神部落 是一开始就处在封锁状态 玩家一直都去不了 剩下的金 木 水 土 风 这六个神之部落 事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神的 他们已经不是玩家 就算是想要传递消息 也传不出来了 夜九看着某些生物 围着神殿转圈 在发现没有神之后 极其暴躁的状态 笑着摇摇头 不再去看那些 应该很快就能稳定下来的生物 现在还是要先关注一下 看看有多少神搬去了神之领地 随着一个个的帝王搬家 从地方换成了神 原本属于帝国的玩家们 全都没了阵营 需要重新再做一次选择 有的会追随之前的地方 但更多的是 尽可能去追寻那些一级神 可一级神在最初 也都是领地有限 所以 他们很快就设置好了申请的一些要求 要求不达标的 连申请加入的资格都没有 就在大部分玩家 都想要尽可能选择一些实力强的神之阵营时 有几个原本就有仇的玩家 已经直接开战了 领地与领地的开战 并不是神战 他们争夺的是领地范围 胜利者可以扩展自己的神之领地 失败者领地缩减 这就打起来了 果然是一刻都不消停 你说以后 如果都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需要一直盯着 云生看着 已经开战的那些玩家 本来想着去掺和一下的 现在突然就没了兴趣 完全不用他去捣乱 这些玩家 为了争夺一点领地扩展 就算没仇 也会不断地掀起战争 所以 最后都要脱离玩家身份 甚至会失去记忆 叶九看一眼玩家之间的纷争 只是 打开一个数据变更图 就不再盯着了 打吧打吧 就算现在不打 等一年之后的神战也要打 他还是收拾一下 趁着还有点时间 争取在一年之内 把雷结之雷提升到满级 只有超出了等级的限制 才算是成功 前辈 好久不见 叶九站在空中 看着站在他对面的这位 有点小小的纠结 前辈啊 您随手捏雷球 这很正常 但这一个个拳头大的雷球 扔出来 砸我脑袋上 对您的形象稍微有点影响 明明就是很温柔的 您现在这样 会让我感觉 您是不是被谁给刺激到了 最近陪他们打雪仗 玩得顺手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叶飞又捏了两个雷球 再次扔出去 接触到叶九脑袋时 雷球化作一层雷光 覆盖在叶九全身 修炼百多年的时间 就能突破等级束缚 确实是个勤奋的后背 但他这形象 呆呆的 这就是林木说的 看到就会想逗着玩一下 感觉很好 没有了限制 每时每刻 都是在进行提升 世界内的能量 都可以临时抽取使用 那位给我的权限 可真够多的 叶九身上雷光闪烁 在能量吸收之后 他自己试着 引动了一丝世界之力 这感觉 整个世界 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世界运转 世界内的一切变化 都可以由自己控制 前辈很大方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完整的世界 跟他提一下 或许就会送你了 之前他已经送出去一个 现在 这个野人给你管理了 叶飞想起 前几天喝茶闲聊时 风神吐槽前辈 说不负责任什么的 这个世界 只要叶九想要 有这个想法 前辈就会给 可现在的重点是 叶九他就没惦记那么多 所以 叶飞只能自己 来提一下了 若是知道可以得到 却还是不想要 那就只能说 是这世界跟前辈缘分太深厚 而且 也没影响 还能在需要时 收点好处 我觉得 现在这样的身份就很好 上有两位温柔的长辈 下有一个世界 让我可以随便玩 当然 我也不会把世界玩毁坏了 可能是有点没志气 但我更喜欢有长辈照顾 或者说是被长辈庇护那种 有依仗的感觉 叶九尴尬的笑了笑 他其实是没有太大期待的 你开心就好 回去继续看着吧 世界内的生物实力 不需要直接提升起来 游戏设定结束的那一刻起 才是这世界真正活过来 也是能成长的开始 叶飞笑着点点头 他现在是真的懂了 在刚发现了叶九之后 君墨就跟他说 这小子是不可能离开这世界的 知道 但他们也一直都在好奇 为什么不可能离开 他一次次的询问 就是想确认叶九的内心坚持 现在 知道了 这小子的本质 是和云生一样的喜欢闹 还跟光属性那只狐狸一样的懒 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希望 能来自长辈的照顾跟呵护 说他缺爱吧 没有这些的时候 也无所谓 但在有了这种可能 还确定了可以得到之后 他就想要享受到 来自长辈的爱护 神战 是玩家最后的狂欢 虽然只给他们设置了两年时间 但就是因为时间很短 才能让他们更加的疯狂 叶九抬手 面前是摊开的一幅画卷 画卷的周围 都是灰色的 只有中心一小圈有色彩 这一圈 就是给玩家开启了游戏的部分 在这个有着缤纷色彩的部分 一个个明亮度不同的光点在闪烁 那就是一个个的神之阵营 每一个已经拿到神位的神 在这画卷上 就是一个光点 亮度越强 就是实力越强 目前最亮的是光明神 因为他一直没开启黑暗神的领地 那边自然不会有反应 排在第二的是火神 当初的那一团火 已经完成了神位的信息领悟 一个没有情感的冷漠火神 将会在神战时出现 排在第三的是财神 数数的实力 全都是靠着给九大神之部落找材料送材料 被神之任务的反馈硬堆起来的 但也就是现在能堆得动 等以后没了游戏设定 没了那么多的神之任务 想提升就费劲了 财神嘛 他不是属性类 也不是战斗类 未来就是特殊类的那些一级神 这种特殊类的一级神 要么是实力特殊 要么就是神位神权特殊 等有吃过亏的 就都能懂了 大概 没几个脑抽的 会去找财神的麻烦吧 你家的那几个 不给他们安排个神位挂着吗 叶飞看着画卷上的一些信息 被标注出来 看来 看去都没发现 叶九给家里宠物安排什么 虽然能猜到原因 可看到叶九解释 也挺有意思的 他们只想吃喝玩乐 都被我养歪了 叶九正在调整的手指僵住 说起他家那几个 笑容又有一点点的尴尬 他家似乎就是这样 就连本来还有点 大志向的大白和巍巍 也都在住了很久之后 越来越懒散了 那些会很忙 需要费心费力去经营 还会跟其他神奇争斗的神位 全都被嫌弃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 舒服为主 当然 修炼是不会放弃的 只是那些神权的争斗 被认为浪费时间 最主要的一点 是不管大白还是巍巍 他们都有一个 很直白的自我认知 抱住了大腿的他们 如果还不能选择舒坦的位置 那岂不是显得大腿不够粗壮吗 能够一直都安心地吃喝玩乐 也是一种境界 而且 他们都不弱 你家这四个 比那只狐狸 还要强得多 叶飞的手指 在画卷上点了点 单独出现了一个画面 山顶上 正抱在一起酣睡的小呆和小闹 画面随着手指移动 很快就出现了 正在挖鱼池的藤腕 还有站在枝条上 指挥挖掘方向的白孔雀 画面再次移动 这小子 真不愧是陵木给换出的意识 你平时就没有想要揍他 叶飞看着 正在偷偷给鱼池捣乱 偏偏还没完全隐藏好的云生 指了指这个闹心的 问叶九是怎么能忍下来 他到现在 都经常拎着陵木揍一顿 打不出伤 也得让那家伙疼一会儿 闹疼的熊孩子吗 我也不能对个孩子下手 平时哄着 还是挺可爱的 叶九看着 越玩越没底线 现在都开始跑去 给小乖捣乱的云生 笑得有点无奈 这是别人家的孩子 而且 云生在他面前 真不算闹的 在没离开这里之前 你应该不能看出 他是小孩 所以 你是能把一个 跟你差不多高的人 当孩子看 灵雁出现在叶九身边 抬手就在叶九的头顶拍了拍 他一直在外面喝茶看热闹 现在听着叶九的说法 他决定来凑个热闹 云生那孩子 本质上是个孩子没错 可在这个世界 就连灵魂 都已经是一个成年形态了 林木说过 在前辈们生活的那边 幼崽可能需要几万年 甚至是几十万年 才能成功诞生 诞生之后的生长阶段 会持续的更久 甚至可能会永远都长不大 云生诞生之后 就被送去轮回一次 也从来没有谁说过 希望他努力 这些信息凑到一起 很明显就是 本质就是婴幼的模式 叶九将之前闲聊时 从林木那里得到的信息 做了个对比 就因为知道了那些信息 所以 他不只是能把云生 当小孩来看待 更加可以心情 很好的期待一下 被长辈们照顾的幸福感 虽然在这世界一百多年了 可他在前辈们的世界里 确实是可以当小孩的 就算他看着不小了 那也可以是个 需要被照顾的晚辈吗 等游戏结束 你会看到他本来的样子 林燕和叶飞对视一眼 两人笑了笑 站在两边一起 拍了拍叶九的肩膀 然后 就心情很好的回去 继续等着了 小孩子啊 确实是小孩 但这么直接的说出来 就别怪他们 这些长辈们 要让小孩子 好好体会一下 被照顾的感觉了 我回来了 云生你手欠啊 不要扯小落的羽毛 叶九被送回来 回家第一眼 就看到了惨兮兮的小落 还有正在捏着一根羽毛 吓唬鸟的云生 才没有呢 我是问他 能不能变个颜色 这羽毛就是可以变色的 是他自己不肯变 云生抱着小落在怀里 捏着的那根翅膀羽毛放开 直接将小落的翅膀打开 让叶九好好看看 他就是小落闲聊 说 如果变成其他颜色 会不会也很好看 可小落非要逗他 让他看到 这根羽毛能变色 然后就全都收回去 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小落就喜欢白色 你喜欢多种颜色变换 你找小乖玩去 顺便再拎几条大龙虾回来 中午做龙虾大餐 叶九伸手把小落抱过来 嫌弃地瞪了云生一眼 让他干活去 大的小的 我都抓点 你这段时间没在家 小乖又发现了几种新的品种 我都去抓点回来 做了尝尝 云生心情很不错 能让叶九说是大餐 那肯定是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白白手跑路 去找小乖 一起找好吃的带回来 然后就可以等开饭了 主人 最近有很多不同等级的神 来过咱们家附近 有些会直接出手试探 有些就远一点围观 小呆小闹 出门吃过几次 小落跳到椅背上站着 看着夜酒收拾厨具 他就在旁边说起了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因为主人这次 去呆了半年多时间才回来 所以有很多事情 都要跟主人慢慢地讲一讲 小呆小闹 最近几天 也到了修炼突破的要紧时刻 除非是去喊他们起来 要不然 就一直在修炼状态 所以最近几天 来这边试图寻找机会的玩家 基本都是云生去处理 那家伙处理麻烦的方式 就是把玩家直接困住 空间破碎之后 将喳喳带回来 喂小乖 那几个新品种的龙虾 夜酒一边听着 一边做饭 可听着听着 感觉不对劲 几个龙虾玩家 来袭击他家 就被云生抓了 直接送去配种 直到出现了好几种不一样的 才把入侵玩家解决 解决得太快了 这种能提升肉质的 应该多留一段时间 说不定还能再出现其他的变异 夜酒堆好的食材 自然是不会咸多 不过也只是顺口吐槽一下 他家现在的各种食材都很多 不需要刻意控制 就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些新品种 等到云生抓了很多鱼虾蟹回来 夜酒也已经把厨具都收拾出来 迅速将这些食材整理了 放锅里蒸 随着饭菜的香味越来越浓 小带小闹 从修炼中醒来 扑到夜酒的怀里撒个娇 然后就自觉地去洗个澡 再回来等着开饭 除了他这一家子 还有收到消息的燕鸣 燕鸣还把福禄和鼠鼠都带来了 而大白和威威 他们俩在回来吃饭之前 先去火神部落那边走了一趟 带着外表成年 但本质还是幼年期的火神过来蹭饭 他们这些神 在这里吃饭吃得很欢乐 偶尔看看玩家们的聊天 看着那些等级不同的神吵架 顺带吐槽一下 某些玩家干的蠢事 吃吃喝喝一天过去 夜酒没再忙着去修炼 而是在家里待着 开始了难得的悠闲度假时间 家里的资源调整一下 给那些领地内的生物加加速 出现更多的新生轮回 除了家里要一点点调整布置 黑暗神的领地 也被夜酒调整了一下 转移几个部落的生物过去 让这些生物 在黑暗神领地 来一波自然进化 休息的时间过得缓慢 但还是慢悠悠地度过了第十环节 终于来到了 被设定为神战时间的第十一环节 第十环节 神之阵营 选择结束 排名前十的神之阵营 玩家奖励已发放 第十一环节 神战 第十一环节 持续600天 神战期间 神之阵营所属玩家 可参与建设 捐献 战斗等方式 获取阵营积分 神战期间 神级玩家 可自由选择敌对目标 消耗积分 开启掠夺战 获胜方可根据掠夺战的结算 掠夺失败方的积分 第十一环节期间 所有的神级玩家 可在神战积分商城内 消耗积分 换取所需物品 神战积分商城开启 完成成神任务的玩家 都可获得商城界面 商城内 包括游戏内所有道具 第十一环节结束时 神卫将完全锁定 游戏内未消耗的道具或材料 都将消失 玩家需在此环节结束前 早做准备 预告第十二环节 持续一小时 通关玩家 将在第十二环节 进行奖励选择 夜九在第十一环节 开启的时候 直接把第十二环节的预告 都发出去了 有些能藏起来等通关的玩家 也是可以继续躲藏的 当然前提是 能藏得住才行 拥有免战卡的神 却在第一时间 开启了神战 夜九 你是真话呀 云生躺在水面上 枕着小乖的枝条 看着神战频道的信息 露出了嫌弃的笑容 前十名的神之阵营 玩家奖励 玩家可以获得一些资源 多多少少 多看贡献阶段来划分 而前十名的神 拿到的就是神战免战卡 有了这个不能交易的免战卡 就等于是 可以保送到第十二环节了 可能够拼进前十的神 一个想躲起来的都没有 神战积分 诱惑力太大了 而且 他们都自认 是不会输给落后的那些神 机会已经给了 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而且 成为了一级神之后 他们对神王的位置会有想法 甚至会想要成为九大神尊之一 夜九坐在堂椅上 怀里抱着 终于结束了 沉浸式修炼的小呆和小闹 拿着肉干小零食 给这俩小家伙投喂 他是真觉得 自己已经给某些玩家留下了机会 只是那些玩家 想要的太多 在看到了能更进一步的机会之后 没有谁会愿意原地停留 因为停在原地 看着其他玩家继续向前 未来一定会后悔的 云生还在看神战频道的信息 排名前十的神之阵营 靠着玩家的捐献 直接开了 对某些排名靠后阵营的掠夺 开战就是灭绝式摧毁 停不下来的 在其他神之阵营的玩家 都属于积分的模式下 任何一点神战积分 都不会被放过 要不要猜猜看 最后的通关者能有多少 夜九现在已经进入了休息阶段 暂时不打算搞什么事情 所以他现在除了吃喝玩 也就剩下给世界做规划了 可世界规划 也只是构造出一个大概的模板 生物的投放 以及后续的各方向探索 都要等游戏结束 不会超过50 云生看了夜九一眼 说了一个数字 玩家之间的掠夺和厮杀 比灾难事件要疯狂多了 这才一小会儿的时间 已经有神级玩家开启宣战 在对方阵营领地 放几个大型元素攻击 屠落了几万生灵的事情发生 当然 这几万生灵 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玩家 其他都是转化过的生物 或者 是在这百多年的时间里 一代代繁衍而产生的生物 可不管被杀的是什么类型生物 这些玩家们 已经越来越喜欢 用杀戮的方式 来获取神战积分 为了得到神战积分 等这个环节最后的那几天 跟某些同样是神级的玩家约好 开一个阵营战 互刷双方阵营内的生灵 战败的积分掠夺模式 是按照阵营领地的破坏度来计算 而击杀敌对阵营的生物 是可以直接拿到神战积分的 所以 只杀生灵 不损建筑 消耗的 也只是开战时候扣除的那点积分而已 有玩家说 这是第十一环节的设定漏洞 只要看到 有这种类型的玩家发言 云生就会对着小乖吐槽一下 夜九那家伙 是真不打算给玩家留活路 有玩家惦记上了火神 云生指着宣战信息 喊着 让夜九快看一看 早上才开启新环节 还不到中午 就出现了一个 让夜九和云生 都想去凑个热闹的宣战 在之前环节结束时 排在第三的那个一级神 竟然选了挂着至尊神威的火神 作为宣战目标 因为 火神不在排行榜上 夜九看着宣战的那条通知 抱起小呆小闹和小落 就准备出发 这热闹 是要去看一看的 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云生抱着 变成一个小藤万团子的小乖 让夜九带他过去 走了 夜九直接带着他们 出现在了火神殿的大门口 此时的火神领地内 大白和威威 正在跟火神一起研究种田 燕鸣趴在旁边看热闹 鼠鼠和俘虏 在坐在空地上 一个个地挑选着种子 夜九 云生 你俩终于也无聊到 要跑出来玩了 大白转头 看向火神殿门口的方向 跑过来找他们 有玩家对火神宣战 快到了 夜九伸手 让小白蛇缠在手臂上 走过来 看着还在学习种田的火神 越看越想笑 拎着最朴素的农具开荒 翻地 撒肿 之前是完全没想过 火神在修炼有成之后 第二个找到的爱好 竟然是种植 火神的第一个爱好 是吃好吃的 这是去夜九家蹭饭时候发现的 寻战 我 火神收起了农具 抬手指了指他自己 一脸的迷茫 他特意找了点种植的小爱好 慢慢玩 就是为了短期之内 先不要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神 因为一旦开打 就可能会屠戮一片 影响有点大 可他不出门 却偏偏就有主动送上门来的 一共就设置了六百天的时间 想完就去玩吧 我已经画出了十几份的种族出始发源地 很快就会活跃起来 夜九将游戏设定区域的边缘位置处理了一下 各种各样的环境迅速进行着转化 环境足够了 就将某些已经不是玩家 同时也不属于玩家领地内的许多种生物 转移了过去 这些生物在繁衍之后 就将是一个个的族群 等族群慢慢的适应了 再让这些生物走出发源地 分散到世界各处 火神真凶残 直接把对方的领地烧没了 就这个出手的凶残程度 估计没有哪个敢来找茬了 云生看着神战频道的信息 对于火神出手 直接秒杀的这种操作 看得特别想笑 就算外表变成了成年模样 可这火神 分明就还是个暴躁火团子吗 大部分的玩家都没意识到 其实 神也不一定就是玩家 只是习惯的认为 这世界只存在玩家 夜九看着的之前的第三名消失 再看看玩家们 还在继续的各种聊天 确定火神还是会被宣战的 目前来说 有些玩家认为 火神能把第三名的全部领地都摧毁 是用了其他的道具 因为火神到现在还没上榜 没上榜 在这个能看到自身排名之后 所有信息的榜单上 他们的脑回路 是真的一根筋 这是个神尊 还是个参战了的神尊 他不在榜单上的原因 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根本不是玩家 那些玩家真弱 我继续种田去 等最后几天我再出门看看 火神在灭了那个一级神的领地之后 直接就回到了神殿 这些玩家的实力 比他预期的还要低 让他原本那点兴趣散了多半 没什么可玩的 还不如再加种点 等他种出来好吃的蔬菜或水果 也能再去蹭饭的时候 带点自家领地内的产出 不想去玩就在家歇着 今晚吃鱼 夜九看火神对玩家兴趣骤减 也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只是给了一个 如果玩家对火神宣战 会出通知的提示信息栏 然后就回家去了 回家收拾了一下 晚饭做了十几份各种各样的鱼 等蹭饭的这几位吃饱了离开 已经是半夜之后 快了 这段时间多研究一些美味食物的制作 等神战结束 咱们就可以搬家到新的地方自由玩耍了 躺在水池里 夜九看看 在他旁边打水仗的小呆和小闹 伸手抱住 就按在水里给洗了个澡 看他们一脸迷茫 呆呆看过来的眼神 夜九坏笑一下 就转移目标 把小骆也带到水里玩一下 对于他突然的玩闹 几个小家伙在眼神呆滞过后 马上理解 并且参与了进来 一时间 山顶上的水池里 扑腾着一次次炸起水花 等云生出门溜一圈看了会热闹 再回来时 站在院墙上 看得眼神迷茫 小呆小闹喜欢玩 云生一直都是知道的 而且云生自己也喜欢闹的 可是 夜九 你都已经成神了 还是那种比较严肃的神 你在家就这么 你这太破坏形象了 云生忍无可忍 在被无视了一会之后 他直接跳进水里 砸出一片大水花 心情忧伤的吐槽下 夜九太过分 虽然没有外人看见 可你顶着让神恐惧的 那两个特殊神位 你能不能稍微的成熟一点 等需要的时候 再去树立形象 现在只是在家休息 自然是想怎么玩都行 夜九无所谓的 在水里游了两圈 他在自己家 要什么形象 至于什么的神位 除了黑暗神那个神位 另外两个 也不是能挂出来给神看的 因为那两个位置的处置权 可以换一个说法 比如 叫做天罚 未来有哪个神 做了破坏世界的事情 会遭到处刑 只要他自己不站出来 表明某些身份 他说这是天罚 那就是天罚 小乖啊 你看看你们家这个神 他真的一点都不靠谱 给我打个吊床呗 我困了 云生嫌弃地跑到一边 找小乖要个吊床 就躺下睡觉 至于旁边还在玩的夜九 他暂时不想搭理 因为一旦忍不住玩起来 他会被那一家子欺负的 很快的 六百天而已 一天研究三五个菜 也就勉强能够研究出两三千种 夜九抱着小落 翻个身躺在水面上 脑袋整着小乖的枝条 闭上眼休闲 只是偶尔陪着家里小家伙玩一玩 他最近这段时间的正式 是研究吃的 他可一直都没忘记 林木说过 有几个热爱美食的 他也喜欢 所以 他想尽可能多做一些尝试 等林木下次来的时候 让他尝一尝 不指望追上 但绝对不能太差劲 神战期间 玩家们的战斗 越来越激烈 在某些不参战的地方 却是越来越以舒适为主 一天又一天 玩家的数量迅速地减少 那些靠着刷神战 积分兑换道具 提升自身的神也越来越强 在距离神战结束 倒计时三天时 有几个一级神 已经开始搞联合 几个阵营 一起针对某一个目标 进行领地毁灭式的破坏 当神战 到了最后一天 那几个一级神 互相宣战 开启了互相刷 对方玩家的积分赚取方式 现在还剩下39个玩家 还有一个小时 夜九站在空中 看着每一个玩家的位置 等待着最后的这一小时过去 目前这39个玩家 除了还在互刷 对方领地生灵的一级神 还有十几个 是提前躲起来的 当然也还有 他熟悉的那几个 这数量 应该不会再减少了 本来是找一堆神负责干活的 结果都被他们联手 全都给推了 这以后要怎么办 云生看着显示的玩家数量 越看越觉得糟心 虽然他猜测的数字是很少 可他真不觉得 全都死干净了是好事 都没了 谁来干活 剩下的这些 能维护整个世界 数量都没关系 就算是他们活下来了 并且选择了成神干活 也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去轮回 作为玩家的这部分记忆 是不可能一直保持 知道真相的 只要少数几个就行 夜九笑了笑 他感觉 这个数字也不算少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之前死去的那些神级玩家 都可以用 因为他们本身 已经提升得不错 所以 死后的灵魂 也只是在进化之后 就继续轮回 等成长起来 就可以好运地 拿到成神的奇迹 真残忍啊 云生看着夜九 笑得嘴角上扬 他很庆幸 自己是个来度假玩耍的 要不然 他肯定也会是被抹去过往 进化之后再转世 最终努力成神的其中之一 残忍与仁慈 都只是智慧生物 在群体生存中 为了维持稳定 而许下的定义 现在还没形成种族群体 这个世界 还不存在这种概念 夜九抬手 在眼前投放了一个大屏幕 上面分成了39份 每一份都锁定了一个玩家 夜明已经不是玩家了 云生也不显示在玩家的信息里 他家的小呆 小闹 小洛 小乖 这四个也在他融入世界之后 确定了他们的想法 就直接剔出了玩家身份 目前他熟悉的 还在玩家列表里的 蛇神 大白 花神 蔷薇 花王 财神 鼠鼠 一级神 明轩 这个明轩 是之前属于10089区 编号9989的那位 他是在赚了500多天的神战积分 察觉不妙 就把所有神战积分 都用来换了个免战牌 拿着免战牌的这家伙 直接让领地内的玩家 全部转成了非玩家模式 然后就带着跑路 找个比较特殊的山洞 躲了起来 因为还没有拿到固定的神位 所以明轩的目前 只显示为一级神 叶九 叶九 你出来 一只背声四翼的巨型黑虎 在神战还剩三分钟的时候 跑到了叶九家的范围附近 他飞在空中 看着前方完全没有 被战火波及的区域 心情更差了 因为神战 他们都在拼命 可这位最早成神的玩家 他凭什么 就一点事都没有 甚至都不在可挑战的列表上 莫虎 你是准备挑战我 叶九从家里出来 站在了这只一虎的面前 不确定这个玩家 是不是真会蠢到来送死 不是 我是想问你 你为什么没有参战 以你的实力 你完全可以 拿到更高级的神位 你为什么不参战 莫虎就是想知道 这个人类玩家 是不是拿到了什么特殊剧本 最早成神 还能发布成神任务 后期神战 完全可以不参加 这绝对是不正常的 你说的没错 一百多年之前 叶九脸上浮现出微笑 说了下时间 继续等待着对方的表现 如果在这一分多的时间里动手 那就会让玩家再减少一个了 你 你完成的神级任务 是神尊级的 莫虎懂了 他没有再问 只是就这么看着叶九 等待着十一环节的结束 神尊 是神尊 所以不能被挑战 可是 火神也是神尊级的 为什么火神 就可以 当突然意识到 火神的不同时 莫虎刚想开口 可时间已经到了 第十一环节结束 当前存活的玩家 进入第十二环节 现在所有到达第十二环节的玩家 都可以选择 你们想要的奖励 三条通知发出来 现存的三十九名玩家 都出现在了一个空旷的草地上 每个玩家周围 都有一个单独的空间隔绝层 我 我要福禄做选择 小小的鼠鼠 抬起前肘 冲着前方 低头行了个礼 他终于等到现在这一步了 当初福禄为了他 放弃了玩家的身份 现在他要的 就是让福禄跟他换位置 做出最后的奖励选择 至于他自己 他能活到现在 能有个关心他的存在 被保护过 被珍视过 就已经是非常开心的了 可以 叶九直接把福禄拽过来 让他抱着小老鼠 可以做出选择了 我们想要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家 在家里可以放心地休息 当然财神的工作 鼠鼠还是会努力做好的 福禄抱着小老鼠 看着什么都看不见的前方 说起了他的选择 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 只要能舒坦地活着 能有个可以陪在身边的伙伴 就很好 只是他担心 未来会被某些神找查 所以 家里安全一点 在家能够放心和放松 就已经是他们目前最大的渴望 安全的家 可以 叶九本以为 会是也给福禄要一个神位的 既然他们只是 想要个相对安全的家 那也简单 一个安全防护 加到了财神的领地 接下来 只要他们自己 不给其他神开放特权 在家就是安全的 当然 这个绝对安全的前提 是叶九不拒搞破坏 我想成为战神 我不介意多轮回几次 参加一些战争什么的 我就是想成为战神 曾经的9989号玩家 现在 已经是一级神力比较强的了 可以 叶九直接把9989送去轮回 战神而已 完全没问题 而且 主动表示 愿意去轮回的 自然也要稍微给点优待 我要有个单独的领地 在家睡觉时候 能安全一点 好像也没别的了 大白蛇是蛇神 一级种族神 他也没什么大的追求 而且 只要蛇类不灭绝 也轮不到他干什么 现在 他就想要个可以安稳睡觉的地方 至少睡着了 不用担心被偷袭 虽然之前能去叶九家 蹭吃蹭喝 顺便睡在那里 可也不能真把叶九家当成他家 偶尔还是要回家待几天的 我也要个安全的家 蔷薇花王微微 一级的花系种族神 本来就没什么想要的 现在 也学着大白蛇的目标 可以在家的时候 更放松 而且 他可以本体留在家 早有目标的 已经迅速地提出了要求 也都得到了满足 并且被送了回去 剩下的那些 因为之前就几乎没见过叶九 更是在提要求的时候 仔细思考 就担心想得少了会后悔 我 我要带着实力回到过去 虽然我现在是神 可我更想回到小的时候 莫虎在的思考了几分钟之后 提出了他的要求 成为神 似乎在以后可以幸福了 可他最大的执念 是全家被追杀时候 所有的至亲 都在保护他的过程中死去 可以 回去吧 叶九答应了 但这个操作 却不是他来管 一个独立的空间 在隔绝区域出现 莫虎回到了他记忆中的小时候 叶九能看到这些 可是 回到过去 带着实力 回到过去 这两个条件 本就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 结果也只可能是一场幻梦 不过 他知道是假的 可在莫虎那里 却是真实地 完成了所有的遗憾 在保护了所有至亲之后 他一次次迎接更强的敌人 他的至亲 也永不变心地 依旧想要保护他 直到与最终的仇家对拼 引出了世界破碎 莫虎为了保护他的至亲 而神力消散死亡 那个独立的空间里 死去的莫虎能量分散 化作了十几分 分别凝聚出了 他在意的那些至亲 莫虎记忆中的那些至亲 都被他塑造出来 甚至都带着最初的记忆 在这个世界重新生活 只要他们努力成长 未来会有一个 再次将莫虎的所有神力汇聚 重新成神 只是再次成神的那一个 可能永远都会记得 为保护他们而死的莫虎 却永远都不会变成莫虎 他自己认为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 他的至亲 灵艳出现在叶九的身旁 看着那个独立的空间内的 十几只小黑虎 直接给叶九 展现了一连串的画面 因为内心不能承受 一次次害他冰死的 全都是他那些血脉至亲 而他也是在冰死的时候 被从那个世界拽到了游戏里 因为拒绝这些记忆 所以莫虎自我催眠 把所有害他 而被他杀死的至亲 都变成是为了保护他而死 叶九一时间 不知道该吐槽什么 因为心里崩溃 所以记忆反向改造 关于这一点 他是真的理解不了 我想回到过去 我不要记忆和实力 我想和我爱的人生活一辈子 在莫虎被送走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 要回到过去的 这一位想要的 是爱情 这次都不需要叶九回答 那个人族玩家 直接就被林燕送走 和莫虎差不多的待遇 只是这一位的梦中一生结束后 神力直接被打散 化作纯净的能量 散入了未开发区域 叶乾曾说过 失去理智和自我的恋爱脑 有毒 不能流 很大概率 会在某天喊着 与世界为敌 林燕难得的 有一点点尴尬 他自身是不懂 可他知道 叶乾做的没错 而且 也在叶乾那里 看到过很多 关于恋爱 脑喊着要灭食 要图神 要毁灭所有生灵什么的 懂了 叶九自己没谈过恋爱 但他也看到过一些疯狂的 要记录一下 如果有神想谈恋爱了 直接剔除神力 再去人间好好体验 千万不能顶着神为神权 去搞什么 为爱痴狂 神 是给世界打工的 如果不能好好工作 对世界而言 也就是没有价值了 在有了前变 这俩都回到过去之后 后续又出现了几个 想回到过去的 也都被林燕 给单独塑造个伪世界解决 最后 留下的二十几个玩家 有十几个主动选了一个 自己喜欢的神位 去轮回之后 才能坐上那个位置 之后 有少数几个要保持记忆 要更进一步 也全都被送上了 空置的神位上 即使是要神尊的神位 也都给了 让那些玩家激动不已 只是 没有那个实力和资质 却坐上了神尊的位置 接下来面临的 将是火神的清理 火神 神尊之一 因为太懂事听话 林燕出手 直接将他的实力 提升到上限 只要夜久不去揍他 估计很长时间 都不会有对手了 现在全都结束了 这些都还算听话 关于游戏的那些部分 直接改造提取 其他的记忆 就全都给留着了 林燕看看 还算是比较懂事的那些 在夜久还在思考 什么时候 让他们去轮回一遭的时候 直接出手 将某些记忆 都完成了改造 在这个世界 他就是一切的主宰 只要他想去控制 不管是记忆还是什么 都完全可以抽取 调整改造 只是他虽然能做到 却不太喜欢出手 如果不是这些生灵 必须要清理某一部分的记忆 因此让夜久有点纠结 他也不会出手去做这些 谢谢 夜久愣了一下 随后就笑着道谢 因为他多思考了一下 就被帮忙了 这种被护着的感觉 真的很好 接下来 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你去操作 目前的生灵 已经是有了个稳定的基础 发展方面不需要太着急 放松着慢慢玩 林燕伸手放在夜久的头顶 让他放松一点 我 我其实 夜久本来是觉得有点奇怪 这位突然改变的笑意 总感觉是意味深长 可让他感觉到 自己被两只手抄着夜下捧起来时 夜久看着自己的小手小脚 傻眼啊 虽然他是觉得 被宠得挺好的 可问题是 他不是小孩啊 你跟世界相容 世界才刚刚开始 进入正式的成长模式 你自然也会是幼崽形态 之前是游戏没解除 所以就让你的外形先维持一下 林燕看着表情呆呆的小夜久 笑得更加开心了 他现在突然就理解了 难怪某些家伙 就喜欢这个玩 可惜了 夜前那边没得完 之前几次把夜前变小不点 那个臭小子 就都是乐呵呵的 想看热闹 结果对方乐在其中 这就让他们的乐趣少很多啊 现在的夜久 倒是能陪他玩几次 但也只是刚开始不适应 等习惯了 就不只是不会尴尬脸红 还可能会主动撒娇什么的 他虽然很多时间都不在这里 但他一直看着 很清楚夜久是什么样 云生 你也过来吧 一会儿就该带你回去那边了 你先不要笑了 你比他还小 林燕伸手把云生抓过来 当云生看到夜久的状态时 笑得翅膀万山 只是 在解除了他目前的形态之后 相比起夜久的一米高肉嘟嘟 男娃外形 云生直接就变回了 刚会爬的婴儿阶段 他这么小 夜久不纠结了 他就是因为被变小震惊了一下 可是 他知道云生是小不点 却没想到会小成这样 他的临时孕育 就用了万年之久 要不是林木担心 他诞生之后太过懵懂 会被坑 也不会被送去走那一遭的体验 想要长到你这么大 至少还想要万年以上 林燕伸手把委屈的小奶娃抱起来 一手一个抱着 跟他们讲讲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 我心体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夜久感应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他确实是被变小孩了 但他随时可能变回去 基本是没什么限制的 但云生就惨了 变回小孩之后 他只能从小不点慢慢成长 就算能凝聚出成年体型 那也是外力塑造 并非真实的 乖巧小孩的状态挺好的 你先保持一段时间 让夜飞过来玩的时候 也高兴一下 这几天 他又被某个找虐的坑了一次 林燕看着已经知道情况的夜久 让他把这形象 再维持一段时间 对他们来说 夜久一直都是年轻小孩 但成年人的外表 就算是喜欢 也不好太亲近了 那就先这样 夜久也只是知道自身的状态 但他对这件事 并不是真有多么纠结 凡事不要着急 如果遇到了纠结的事情 就喊我来 我先带云生回去 这小崽子回去后 会有很长时间 不能再出门 林燕把夜久放下 交代了几句 就直接离开 连让云生说话的时间都没给留 只要这小崽子不瞎折腾 等他情况稳定了 随时可能带来这里玩 小孩子啊 夜久看看 他自己的状态 笑着摇摇头 打开地图 就把自家挪到了一个神王之下 都无法靠近的位置 原本是云生家的那部分 也被他挪到了自家 融合重塑了一下 一个至尊神级别的最强家园领地 就重新铺开 在塑造完成之后 原先将游戏区域围绕一圈的九大神尊领地 也都出现了震动 眨眼间就调整完成 高耸入云端的九大神山 光明神山和黑暗神山 还有火神的那座山 都是各自安排 而其他几座 就先处在静止状态 等新的神尊拿到神位之后 再做详细调整了 而在九大神山的环绕区域内 全都化为了废墟 只有中心区域 有一座神王圣殿的废墟 暂时还不知道 谁会是神王 再给大白 巍巍 还有数数传音 让他们自己选择位置之后 三座一级神的领地 转移了进去 至于其他那些去轮回了的神 那就只能等了 回来一个 就再建设一个 反正神殿也是有区域划分的 每个级别的神能选择的范围 都是固定了的 等到这些都调整好了 夜九这才终于回到了家里 主人 这才是你本来的形态吗 小呆小闹 围着夜九转了两圈 缩小到幼崽形态 可还是没有往夜九的怀里跳 体型这么小的主人 会被他们扑倒的吧 两个笨蛋 小洛凑过来 低头用脑袋 在夜九脸上蹭了蹭 然后翅膀一扇 就把人扔到了背上 翅膀一展 直接就飞了 我觉得吧 你们两个 还是好好修炼吧 小乖刚才在忙着把根系买好 现在凝聚出一个 穿着暗绿色长裤长衫的 小奶娃外表 走过来 伸手就拎着狼腿和狗腿 拖着王主人 特意给准备的高能量 修炼区走去 本来他也不想凝聚人形外表 这不是之前修炼太无聊 就感觉可以把植物形态放在家 能量体可以跟着主人出去玩 只是怎么都没想到 他变成人形小不点了 主人这次回来 竟然也变成了小孩子 早知道会这样 他肯定会把自身形体凝聚得大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主人抱起来了 夜九 你竟然变成小不点了 大狐狸燕鸣被火神抱着过来 在看到刚被小洛放下的夜九时 一双狐狸眼睛瞪大 两只前着紧张地搓了搓 软乎乎的小夜九 好想抱一下呀 最近有些累了 变小一点 就可以多休息一下 夜九随口说了个理由 凑到燕鸣的面前盯着看 记忆里关于游戏的部分被抹去 不管是燕鸣还是火神 又或者他家的这些小家伙 都没有察觉到异常 但这不是坏事 至少他家的这几个小家伙 在没了游戏信息的记忆之后 他们更加的开心了 目前来看 燕鸣也比之前更轻松 都会在火神怀里被抱着撒个娇 刚才那眼神 是想对他伸爪子是吧 这玩闹的情绪 在之前是不会有的 游戏玩家的身份 让燕鸣一直都很小心 即使蓝也是 在能自保的情况下 才敢放纵一下 细腻才怪 明明就是线圆形了吗 夜九夜九 云生呢 你变小了 他竟然没来抱着你出去玩 那家伙是不是还不知道 燕鸣跳下来 踏在地上 伸出一只前爪 在夜九的胳膊上碰了碰 眼睛笑得眯了起来 只是在悄悄的伸爪子贴贴之后 他突然意识到 少了个本该比他还要闹腾的 他回家了 估计要过很久才能再来玩 你们那边都收拾好了 夜九倒在狐狸腿上 手指捏着大狐狸爪子玩 在闲聊中 他对着旁边 几个小的招招手 被拎去修炼 却又溜出来的小呆小闹凑过来 黏在大狐狸的身边玩 小洛跳到火山的尖头 让目前唯一的成年人 去拿吃的出来 而小乖 他是从地面下钻出来 从透明到实体 把燕鸣给震惊了一波 夜九夜九 我们又来蹭饭 那个 我带了吃的 微微的本体留在家里 凝聚成一米二小少年的他 抱着小白蛇 通过传送阵过来 刚喊一句 就傻在原地 蹭饭什么的 他有种其实应该自己做饭的迷茫感 那两个整着大狐狸前腿吃零食的小不点 一个是小乖 那另一个就是 为什么只是一段时间没见 那么大的一个夜九 就变成这么小了 看吧 我就说 他们也会被吓到 现在就等着叔叔和福禄过来了 那两个一定也会被吓到的 燕鸣抬起一只前肘 收起了指甲的指度 在夜九胳膊上戳了戳 他刚才就说了 夜九这样 绝对会把熟悉他的都给吓到 看微微那惊呆了的模样 真好玩 变大变小不是正常操作吗 头顶上依旧保留着 一枚紫色鳞片的小白蛇 来到夜九身边 脑袋贴他手上蹭了蹭 好奇地问了一句 然后就缠在燕鸣的爪子上 安静了下来 他就经常变大变小 完全没觉得这有什么可震惊的 微微将带来的水果拿到一旁 他还是切点水果吧 不想搭理大白那个笨蛋 在他们吃着零食水果 玩了一会之后 俘虏抱着叔叔从传送镇走了出来 他们的在家收拾了一下 然后做了点零食带着过来 是消耗太大 俘虏看着夜九 第一反应就是因为要整顿世界 所以消耗过大 直接变小孩了 有点累 小一点好偷懒 可以多休息 夜九伸手 在无脸偷笑的燕鸣爪子上拍了拍 将之前的理由再次讲了讲 不就是得变小一些吗 又不是什么大事 累了就多休息 我准备了一些干果和肉干 尝尝看 味道应该还不错的 俘虏不纠结那么多 说休息那就是休息 刚好不用夜九去做饭 就吃这些零食就行 吃吃喝 等完的累了就休息 安静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天 直到某一天 小小的夜九正拿着能量凝聚的小刀 坐在山顶上抱着一块冰 慢慢雕琢 几个身影突然的就出现在了他附近 夜九 哎哟哟 夜九你也被坑了 这么可爱的小孩 不打一顿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林木从夜飞旁边跑出来 伸手就要把夜九抱起来 只是他都没碰到人 一到雷击就落在了他的手臂上 立马让他跳开很远 一脸别扭的转头四处看 没出息的 一个年轻的男人走过来 飞红色的长发被红色的发带竖起 红色的长款风衣上 能感觉到压制住的爆裂火元素 走到了夜九面前 习气蹲在地上 手指伸出想碰一下 这个快要完成的冰雕 却又在即将碰触时 收回了手 刚到这边不太清楚具体情况 他还是注意一点 不能把别人家的好东西弄坏了 鸭 你看 这就是夜九 说起来 他也应该算是弟弟的 抱着白色的鸭走过来 夜九看着眼神呆呆的夜九 越看越觉得有趣 这就被震惊到了 很厉害的夜九 很乖的呀 做饭超级好吃的习气 夜九不是在发呆 他只是在思考 自己现在这小不点的体型 做饭什么的挺不合适的 所以 还是让这位超级大厨辛苦一下吧 如果能靠着体型小 卖个萌 跟着学一点厨艺 他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夜九想见你 就让前辈带他们一起过来了 夜飞微笑着 先看了一眼嘚瑟的林木 然后才走过来 把小孩子的夜九抱起来 前辈说的没错 变小了之后的夜九 真的太乖了 我听林木说过的 对了 大豹子去到那边之后 怎么样了 夜九对着这几位挥挥手打个招呼 想起之前被带去那边的大豹子 就想问问大豹子的现状 应该是生活不错的吧 毕竟是被宠着的 而且 那边也没有什么战争纷乱 过得肯定是不错了 小宝去哪 都要带着他 粘人抱 林木提起大豹子 稍微有一点点的嫌弃 不过 能被一个软乎乎的毛茸茸粘着 林贤是非常开心的 粘着是因为喜欢的吧 彼此喜欢就是最好的 夜九确定了大豹子的信息 也不会继续惦记 我去做吃的 习七的视线在周围看了看 他还是去做吃的吧 这小孩眼巴巴的看着他 明显就是在惦记着了 前辈 习七是个好人 夜九看着连食材都自带了的习七开始 忙着做饭 笑容逐渐加深 果然 小孩子外形什么的 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最近这段时间 世界内开启了生物生存的这部分区域 正在一个缓慢的转化期 他刚好可以玩一玩 等那边转化完成 他也就该忙起来了 嗯 是挺好的 等会儿可以让他在这里住几天 我也住下来 看看这个世界 夜前和鸭 不能久待 夜飞抱着这个小孩 看着他心情好 就说起了短期内的打算 虽然这个世界的初期发展是足够了 但夜九的实力 终究也只是刚达到标准 最近既然是处在休息期 那他就在这里交一段时间 虽然不能收图 可总归是收了他送的礼物 他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 想要做一个世界的维护者 就需要与世界同行 永世的相伴 那我们去建筑的地方 前辈你喜欢什么风格的 夜九听到前辈 说住一段时间 眼睛都亮了几分 很快 山顶上出现了几个新的建筑 有木屋 还有冰屋 在他们把这些都建起来之后 灵燕也拎着一条翠绿色的蛇 出现在山顶 没打残 灵燕将捏着的翠绿色小蛇 扔给夜飞 然后 就去到已经摆好了 椅子的餐桌旁坐下来休息 他都已经懒得吐槽了 明知道不能坑夜飞 这蛇就总是隔断时间就是一事 虽然是玩到的方式 可依旧是要从某个时候被坑回去 最近安稳点吧 我都尽量不生气了 夜飞看看 缠在他手腕上的蛇 叹了口气 他也是挺无奈的 不过 现在是来陪夜九的 糟心的事情 就不要提了 等一下要让夜前把风暗带回去 现在这个 还只是初步稳定的世界 可不能让这个喜欢折腾的 给闹出事来 这蛇 就很可爱 夜九是被夜飞抱着 坐在腿上的 现在低头跟夜飞手腕上的蛇 对视了一会儿 给出了一个评价 这次不只是被说可爱的风暗沉默了 夜飞和灵艳 也都一脸纠结地看向夜九 能说这条蛇可爱 你是第二个 就是 好看 夜九觉得 他有必要再解释一下 他真的没有故意卖萌 是真觉得 这蛇很好看 这小鬼 没能成为你的徒弟 可惜了 风暗晃了晃蛇尾 脑袋 搭在夜飞的手背上 再次确定 这小子跟夜飞是真的挺有缘的 不过 因为选择了留在这世界 所以 这师徒身份 是彻底不可能了 没关系 他现在这样 也是很好的 有被他喜欢的留在身边 还不会被欺负 夜飞摸摸夜九的小脑袋 因为喜欢 因为对他好 所以 他才选择留在这个世界 看看那几个正在玩耍的动植物 还有那几个 自称抱大腿成功的神 他们都是因为夜九的喜欢 才得到了眷顾 是啊 现在这样就很好 我喜欢这世界 夜九抬起头跟夜飞对视 他喜欢这个世界 所以 他一定会让这个世界的未来 更加稳定 世界稳定 他就稳定 还有来自前辈们的关心 有能一起玩的玩伴和宠物 这是他喜欢的 也是 他会继续努力的动力 未来 一定会更好 大结局